老人在后山给自己挖坟坑时 竟没想到挖到了东北五大仙家飞生之地 先是挖出来一只被包了皮的狐狸 正死死瞪着眼盯着在场的众人 接着挖出来一只被砍了头的黄鼠牢 一条被拦腰截断的大蛇 还有一只被拔刺的刺吻 以及一只千疮百孔的巨鼠 看着胡黄百柳挥这五具仙家尸体 村民们全部惊恐地四散奔逃 老人见状只是拿起铁锹接着往下挖 没一会儿竟挖出来一个婴儿 看到这种情况老人脸上顿时满脸喜悦 赶忙跪下向大仙尸体磕了五个响头 老人一生畏曲认为这是五大仙家赠送的孩子 于是将我带回家中精心抚养长大 可本应天赋非凡的我 却在七岁时才勉强学会走路 甚至说话也是断断续续模糊不清 每天不哭不笑饿了也不知道叫唤 从那以后我成为了整个村子日常欺凌的对象 直到有一天我来到了一户人家门前 突然跪在他家门前痛哭流涕 结果当天中午那人的父亲便离世了 村民们都认为这是巧合 谁料之后只要有人家里有丧事 我便会提前跪在那家人门口哭 从此以后我又被冠以催命鬼的称号 村里人见到我更是如同躲避温神一般 甚至有人在我跪下去时会毫不留情地用棍子击打我 只为让我赶紧离去 就这样一直到了18岁那年 没想到一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那天我站在了一户人家的二层小楼前 跪在地上正准备为第一百一十一户哭丧事 我刚要开口大门便被人推开 只看见一个魁梧的汉子冲了上来 他一巴掌将我打倒在地后 就紧紧捂住我的嘴大喊道 快点来人 和傻子来了 听到我的名字 那家人如同被激怒的风群纷纷跑出来 七八个人将我团团围住 其中一个拿起一条脏脉布毫不犹豫地塞进了我的嘴 紧接着对我便是一阵拳打脚踢 让你来揍我妈 直至将我打得满脸是血 才将我丢回爷爷家 这种场景爷爷已经见怪不惯了 毕竟我去哪哭哪里就有人丧命 白顿打也是理所当然 和爷 你孙子跑哪不好 非跑去和庆家哭 幸好我们先堵住了他的嘴 不然就和庆那火爆脾气非得打死他 爷爷听到我居然没哭小声嘟囔了一句 多少年了 你这是头一次没哭出来 算了个有个的命 接着便将我背进了屋 因为从小被揍到大的缘故 即使在这种被打到昏迷的情况下 我也只需休息几个小时便能重新活蹦乱跳 尽管白天一切安宁 但夜幕降临后整个村子却陷入了混乱 原因很简单 和庆的母亲没能挺过去 终究还是两腿一蹬走了 晚饭后不久 我家屋外便传来了谩骂声 老河头 你这老不死的给我滚出来 我娘的事情我跟你家没完 今天我不弄死何苦 我以后就不幸何 只见和庆手里拿着火把和一个塑料桶 一副要拼命的样子 爷爷守在大门口不让他进 不料和庆一把将爷爷推倒在地 打开塑料桶就把汽油朝着茅草房洒去 就在所有人拼命想阻止何庆时 门口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别懒战 让他点 我看看你烧死何苦 你们家能有好日子过不 你老娘在酒泉之下 还能不能把眼睛闭上 说话的正是爷爷给我认的干爹礼书 村里的红白喜事都是他来操办 因此在当地也颇有威望 在干爹的震慑下 那何庆果真僵在原地 干爹上前一手抢过火把 还不忘踹了和老二一脚 滚回去操办后事 心里有啥不舒服的 等你娘入土为安再说 等你老娘能入土再说吧 接着便来到了爷爷身边说道 今晚他也在这里住下 估计何庆他们家半夜会闹鬼 果然深夜时分 何庆家人再次来到我家 这一次他们没有了傍晚的嚣张气焰 反而显得唯唯懦懦 李半仙 白天的事情是我们做的不对 您快去看看吧 我家灵堂出事了 干爹仿佛早就知道会这样 拉着我就要出门去 爷爷若有所思的问道 这孩子不哭就走不出去 干爹解释道 人来人往都是应得 这孩子哭丧几嗓子 就算是静笑了 这哭不出来 天王老子来了 都得挨两个大笔洞 然后把活留下 说爸便拉着我朝何家赶去 很快我们就来到了 何庆家的二层小楼前 此时林棚内已经一片混乱 打老远就看到 何家二儿子跪在地上 双手不受控制地抽打着自己 何庆的媳妇如逃命般 从房间跑出 贪软地坐在地上 失神地说道 诈尸了 诈尸了 只见何庆的母亲 站在灵堂门前 猙獰地盯着我们这群人 何庆看到后 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哀嚎痛哭道 娘啊 你死得太委屈了 都是这小子害了你啊 干爹上前一脚踹去 哭个屁啊 你是不是大老爷们 这是冲了有精气的动物 你好个屁好 别想把黑锅扣我干儿子头上 诈尸这种事情 对于乡下人来说并不陌生 之所以要整夜守灵 是因为人死后仍有一口气 这口气散去需要一段时间 在此期间 若被有灵气的动物靠近 说不定就会让那口气 与动物的精气混合咽下去 一旦如此便会造成诈尸 可和气母亲突然诈尸的原因 并非看似那么简单 李半仙 我们也没见到 有猫狗之类的靠近了 不可能疏忽啊 干爹对着那人摇了摇头 不是那事 是有老仙儿不高兴了 只见干爹从背包里 拿出一捆漆黑的麻绳 他对着在场之人吩咐道 属牛属马 属狗属猴的回避 本命年的回避 因2月7月11月的回避 剩下的跟我抓住绳子 他要是赶过来 直接压住他捆上 筛选过后 也就剩下了五六个人 除了干爹以外 剩下的都吓得不轻 干爹对着和气母亲说道 您自家堂口管教不严 可不能赖在我们身上 坏了规矩的不术 总不能拿我们撒气是补 我清晰地看到 和气母亲身上 营绕着一层黄雾 隐约间我能闻到一股恶臭 这股恶臭让我很厌恶 不受控制地敲打着脑袋 就好像想把什么东西 确实不好吧 干爹有些犹豫地摇了摇头 何庆鼓起勇气开口问道 李哥 我妈啥意思 没啥意思 就是想带你们一起走 你们商量一下看待刑部 何庆一听立马拒绝道 肯定不行了 虽然自己挺孝顺的 但不代表能把命也打进去 拒绝过后只见远处的昏暗中 闪烁着一道道诡异的幽光 那些幽光正是一双双动物的眼睛 你别太过分了 大不了鱼死网破 我家婆娘也不是吃素的 当年的约定钥匙就那么算了 不知道你皇家能不能承受得住后果 干爹紧咬着牙关死死地抓着麻省 可那些黄皮子却是越发的靠近 让人看一眼就感到几倍发凉 干爹想要搬救兵是来不及了 思前想后他将目光放在了我的身上 可傻子你跪下快点磕头快点哭 此时的我大脑一片空白 平日里还能听明白几句话的我 现在成了彻头彻尾的傻子 你别关键时间掉链子 干爹连忙恳求起来 何苦好儿子小祖宗 以他娘的快点磕头 快点哭啊 看我久久不动 他一脚踢在我的腿上 哭通一声我跪了下来 只不过我没有磕头 也没有哭 见此情形干爹招呼着众人吩咐的 来 给我打 打哭为止 平日里的怨气今天都可以发泄出来 这小子抗揍留一口气就行 就在众人纷纷上前要揍我时 下一秒我竟然说了一句完整的话 俺给你送终 你给俺一块骨头铺路行步 听到我说话 干爹迅速阻止众人 村民们叹息一声略显失望地后退了紧 干爹遮住了一只眼睛 有些难以置信地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远处的老太太 在他眼里看来 这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因为那被黄皮子附了身的老太太 竟然摆脱了黄皮子的控制 而我所说的话 正是与老人家鬼魂的交谈 只见那乍尸的老太太 微微地点了点头 下一秒我嚎啕大哭 就好像自己死了娘似的 碰碰碰的磕头跟不要钱似的 我的额头血迹斑斑 也挡不住我的静笑举动 一阵哭泣和磕头之后 那些不远处的黄皮子四散而逃 原本凝视着我们这些人的幽光 也瞬间消散 扑通一声老人家的尸体 倒在了地上 见此情形干爹立刻冲了上去 将老人家的尸体扛进了关台 并且用麻绳捆得紧紧的 何庆你从今天开始 早中晚在灵堂前摆三桌供底 持续到出病早晨 别心疼钱 要不然有你受的 出病我亲自操办 但你必须听我的 吓得半死的何庆不停地点头答应 干爹见状才松了口气道 麒麟当天从家里到坟地这段路 让何库坐在棺材上 全程跟着听见没 何庆一听大吼道 他给俺娘哭死了 还要做我娘的棺材 这太欺负人了吧 何庆是百分之百 不同意我坐在棺材上的 不过干爹可没那么多的耐心 他转头就走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行不行你自己考虑 我不强求 要是觉得不满意 你去找其他先生操办 说完干爹便已经走远 路上我依旧疯疯癫癫的 干爹则是在一旁 自顾自地说着什么 可傻子你说你这一天傻里傻气的 但你这眼睛看似可是明镜的 刚才那老太太身上的黄皮子 连我都看不清楚 并生生被你几个头给磕下来了 干爹放慢脚不仔细看着我说道 小子你到底是装傻还是真傻 看着我走路歪歪扭扭的 干爹随即摇摇头道 也是我傻了 要是从几岁装傻到现在 不是纯粹神经病吗 不过你收集那么多骨头干嘛 逼我看你就等你爷爷过世之后 请一家堂口下来算了 估计到那个时候 你这病症也能好得七七八八 当年那两口子做事不地道 这五路大仙儿更是得理不饶人的主 要不是俺家你干娘扯上点关系 你这耗死不如滥活着都没洗 总而言之在这关键的时刻 你可别惹是生非 当年能谈下来可是费了不少的功夫 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 你爷爷这辈子注定了命苦 他一生孤寡不得善终 这玩意逃不掉的 小子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天天围着那口棺材转来转去 到底打算做什么 久久听不到回答 干爹急忙转过身来 却发现身后哪还有我的踪影 干爹顿时着急的四处寻找 你可别闹啊 我要是给你带不回去 你爷爷非弄死我不可 殊不知此时 我已经被四个青年偷袭 并装进了麻袋里 为首的一个半大小子 看干爹走远后 开口对其他三人说道 给他弄屠宰场去 这哭丧鬼害死了我外婆 我可不会放过这个火海 一个少年有些不安的说道 君哥大晚上的 就别往那鬼地方去了吧 随便找个山沟揍他一顿算了 我听我妈说 那地方不干净犯血火 君哥踹了一脚 麻袋面色狠毒说道 屠宰场都废弃多少年了 都是胡编乱糟的怪事 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鬼 赶紧动手 别默默唧唧的 给他扔进去 有人发现算他命大 要是没人发现 那就怪不得我了 而且你们都知道 这河傻子的可怕 他去谁家哭谁家就死人 咱们这么做 也是为民除害好事一件 几个小伙子既害怕我 又更畏惧那很辣的君哥 就这样在君哥的脸红带片下 一群半大小子 将我扛到了一公里外的屠宰场 这屠宰场说起来也颇为邪忽 当初建立是为了 方便收购农村养的牲畜 位于几个村子中央地带 各村的牲畜贩卖都会送到这里 起初屠宰场生意兴隆 但第二年一个操作工 莫名其妙地 把自己的脑袋塞进绞肉机 发现时脑袋已被绞得 稀碎骨渣四处飞溅 没过多久 屠宰场的屠夫也突然暴敌 死相惨不忍睹 那屠夫是十里八乡出名的屠宰好手 有一天他杀完猪后 执意回屠宰场宿舍休息 大家习以为常 没想到第二天却听到他得死讯 二百多斤的屠夫 被挂在大铁沟上开肠破肚 如同他宰杀的牲畜 奇怪的是现场 未发现其他人出入痕迹 他被开肠破肚的手法 与他杀猪宰羊的完全吻合 作案工具竟是他紧握的屠刀 屠夫死后 村民们都认为是他杀孽太重 招惹了不干净之物 之后屠宰场生意一落千丈 最终不得不关门大吉 但路过时总能听到憨厚的哭声 就仿佛身口学会了哭泣一样 甚至有人说 见到屠宰场门口站着两个鬼怪 一个猪面人身会抓路过的人 带进屠宰场残忍杀害 因此屠宰场成为村子的禁忌之地 几个小伙子扛着我越走越害怕 刚到厂房突然一声尖叫 从麻袋中传出 吓得众人瞬间慌乱立马将我扔到地上 可一直吃傻的我此时 却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大君儿听我的赶紧回家 现在还来得及 众人还没来得及 思考我怎么突然变聪明时 抬头就看到一个身着红裙的姑娘 朝这边走来 长得十分漂亮 身材也很完美 顿时吸引了所有小伙的目光 唯一不足的是女孩脸色苍白 就好像从没见过阳光似的 你们几个深更半夜 不回家在这里干什么 快点走这里 不是你们这些小毛还能待的地方 闻言君哥抬起头露出 一副张狂的模样 你算老几啊你 你管我们干什么呢 再多嘴小心我 把你在这里给帮了 女人气得不行可 还是扔下了一句话 是你们自寻死路 然后就转身消失了 探着红裙姑娘的背影 赵小军还不忘得死地 吹了个猥琐哨 赞叹了一句 这姑娘真美啊 可一旁的少年身体 却是恐惧颤抖起来 持绳喊道怎么会是她 君哥急忙追问道 你跟我说说 谁家姑娘长得这么娇媚 这是高明他姐啊 在三年前就死了 他骂要让她 嫁给邻村的一个脖子 那姑娘死活不答应 最后在林子里喝药死了 顿时气氛变得诡异起来 就在众人犹豫要不要离开市 废弃的厂房内 竟然传来了阵阵脚步声 与此同时 被扔在一旁的麻袋 瞬间竖起 我的怪异动作瞬间 让众人再也无法保持冷静 这时君哥惊恐地看着我问道 可傻子你这是干什么 我没有回应他 而是在麻袋里 继续移动着脚步 转动几下 笔直地对准一个方向走过去 嘴里还不停地 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 锁命的来了 这时原本废弃的机器 突然运转起来 巨大的轰鸣声 刺激着众人的耳膜 厂房的灯光 也开始忽明忽暗 其余的三个半大小子 早就已经吓得 软塌塌地躺在地上 嘴里不由自主地 他们的面孔上 有挑衅有戏弄 更多的则是 对于死亡的渴望 就好像平日里 人们杀猪仔羊时候的表现 只不过我们和牲畜交换了立场 赵小军双手发抖地 松开着麻袋上的绳子 他一边寻找着绳结 一边哀求 我再也不欺负你了 我们都是跟你开玩笑 你宽容一点 别跟我们计较 以后谁要是敢在村子里欺负你 我赵小军第一个不答应 该死的哪个混蛋记得这么紧 经过他的一番努力绳索 终于被松开 打开后 只见我呆滞地站在原地 眼睛紧紧盯着 距离十米开外出现的人影 嘴里也开始嘀咕起来 你越见了 闻言那道身影开口道 小宅子们大半夜的干什么来了 我能带你们回家 赵小军听到后 瞳孔瞬间放亮 与此同时 那个身影已经站在了我们面前 他看起来有五十多岁脸色苍白憔悴 更让人注目的是 他脖梗上有圈整齐的红色痕迹 赵小军仿佛抓到 救命稻草兴奋地问道 您是谁啊 我们不小心走到这里的 屠宰场不是关闭了吗 这是什么时候重新开启的 但中年大叔只是和蔼地笑着 随后对着赵小军挥了挥手 你们这些半大小子能安分点步 大半夜的来这里出两室怎么办 你们过来我送你们出去 赵小军激动地笑了起来 随之他拍了拍另外三个伙伴 你们能不能别这么胆怯 我就说这个世界上哪有鬼 快点跟我回家 这不过是屠宰场重新启用而已 在赵小军的呼唤下 另外三人都爬了起来 同时也看到了不远处和蔼的大叔 走啊别发呆 大叔会送我们出去 不要走别靠近他 我有些惊慌地提醒着他们 同时指着男人说道 他是鬼而且已经死了 你们赶紧走 话若赵小军就一把推开我 顺势瞪了我一眼 今天算你走狗屎运 我跟你说你害死我奶 这是还没完 说完赵小军便向前迈开步伐走去 可就在这时认出女鬼的那个小伙伴 突然惨叫了一声 赵小军不耐烦地看了一眼生气道 你能不能别一惊一乍的 怎么的你又认识了 他 他是我三舅啊 死了很多年了 就是屠宰场被割掉脑袋那个 听到这赵小军彻底崩溃了 只见他跪在地上 将脑袋埋在地面大哭道 你快求求你三舅 说不定能救救咱们 眼前的男人不停地摆着手 还一直重复着孩子们过来 我带你们回家 可随着时间的流逝 那人也越发地不耐烦起来 原本和善的声音也逐渐变得暴躁 接着男人发出一声怒吼 手掌瞬间按在了自己的头顶 紧接着他的手掌开始发力 原本在他脖子上的头颅 静生生地被扯了下来 该死你们都该死 接着大叔的身体 竟长出了一个猪头 猪头上散发着清光 凶恶的表情显露无遗 三个半大小子下得四处奔逃 唯有赵小军一动不动 用手死死地抓住我的一脚哀求道 苦哥我知道你不一般 你能带我出去的对吧 我缓缓转身低头 看向了脚下的赵小军 这一刻我嘴角勾起一抹邪义的笑容 我的眼球也变成了 类似动物的金色 你要害死我是吧 这句话出奇的流畅 没有一点失忆 闻言赵小军待在了原地 我则是再次将目光 落在了猪面人身的怪物上 我张开手掌温柔地问道 跟不跟我走 此时干爹站在刻着 望山村的石碑旁疾的握紧拳头 不停地望着远处的黑暗 却始终不敢迈出一步 混账东西你跑哪去了 你不应该出去才对啊 我这可怎么跟你爷爷交代啊 就在干爹焦急万分之际 当当当的声响传了过来 身着红裙的姑娘 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干爹的视线里 干爹看了对方一眼 有些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别想了你进不来 李先生我没想进来 我在外面看到何苦了 他被赵小军 还有几个孩子带到了屠宰场 我试着阻止过客 他们不听我的 干爹瞬间火了不停地 拍打着自己的脑袋 嘴里也嘟闹个不停 不行啊 我也不能出去 越界了越界了呀 想了半天干爹对着姑娘问道 外面有多少能帮忙的 你们能不能把何苦带回来 别人不用管救他自己就行 事办完了 我保证三个月后你们都能回来 姑娘却害怕地摇了摇头 我敢从门口路过就已经尽力了 你也不是不知道那里面有什么东西 是谁的地盘 别说我不答应就算是答应了 你觉得我们几个小鬼能救人出来不成 闻言干爹汗如雨下 他试探性地将脚掌卖出了村口 可下一秒外界就席卷着阴风 刺骨的冰冷硬是将他的脚洞地缩了回来 干爹看向村外绝望地说道 这几个混账要害死所有人了 这边我们的情况也越发地糟糕 四处逃窜的几个小子最终还是回到了原地 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出口 牲畜的喊叫声越来越大也越发地兴奋 提着脑袋的猪面人参怪物更是疯狂地发响 我能看得出来这些牲畜将我们几个当作了带宰的猎物 玩够了没 时间差不多了 在我身后传来了另一个人的声音 回头看去只见一个猫面人参的怪物堵住了我们的去目 就在这时那个怪物指了指我冰冷地说道 这个留下其余的脑袋砍下来 猪头人憨憨地叫了一声 便大摇大摆地走上前来 此时我看着嚎叫的赵小军四人 这一幕还真和牲畜被屠宰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区别 猪面人参的怪物很快就站在了我的面前 而赵小军他们则是躲在了我的身后连头都不敢拍 我却一改往日傻里傻气的状态 在面对眼前怪物使我不仅不害怕 还伸出手对着猪头人说了句 跟我走 但迎来的却是那怪物的巴掌 在怪物手臂落下来的一瞬间 我抓住了对方的手臂 啪的一声我手掌毫不留情地打在了猪脸上 在我挥舞手掌的瞬间一道虚幻的黑色爪子 也有着和我相同的动作 只见猪头低吼一声飞了出去 区区畜生的怨念也想跟我动手 我冷笑一声向前走去 一边走一边说道 黑山脚下还轮不到你们这些牲畜撒影 可还没等我说完肩膀就传来了剧烈的疼痛 一根木棍狠狠地砸在了我的肩膀上 同时也因为木棍和我的接触 一团黑影竟从我的身体里窜了出来 黑影凝聚成了一团气舞波动的不停 好一阵子过后黑影才稳固身形 呈现出一只狐狸的轮廓 我身后的牛头怪物面目冰冷地开口道 规矩是你们定下的 越界了就要承受越界的后果 别说你 就算你太爷太奶奶了都没用 黑影虽然不满呲牙咧嘴 但伴随着牛头人向前一步的动作 那道黑影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此刻的我又变得浑浑噩噩起来 牛头人低头看了我一眼 说规矩就是规矩 我也不为难你 你要是能走出这里算你命大 走不出就怪你命短 说完牛头怪物并真得没为难我 他站在原地没有任何动作 只不过四周的牲畜门被打开了牢笼 倒在地上的猪面人也重新爬了起来 他先是揉了揉自己刺痛的脸颊说道 还真是疼啊 一巴掌差点给我打没了 说完猪脸怪物英杰的笑了起来 目光再次锁定在了我们身上 苦哥咋办 你倒是说话呀 赵小军不停地摇晃着我的手臂哀求道 其余几个半大小子也把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 毕竟我刚才的表现着实的神勇 可现在却只能蹲在地上胡言乱语 再次成了他们认为的傻子 牛头怪物看大局一定便转头离去 只剩下猪脸怪物用手掌拽着我的脑袋威胁道 真想吃掉你 可惜你还有点作用 紧接着猪脸怪物将我丢在了一旁 静止地朝赵小军他们走去 倒在地上的我紧握着拳头 一眨眼的功夫便站了起来 这一摔后我的眼神清澈了很波 随后就大声喊道 这屠宰场里面有一把屠刀 那把屠刀能够震慑这些畜生的愿物 你们一定要找到它塞到我手里 不然的话大家都要死 话说完我再次变成了傻里傻气的模样 木讷地嘀咕着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语 身体朝着一个方向走去 赵小军他们几个出于活命的本能 朝着我所看的方向奔跑 在他们动身的一瞬间 一场追逐游戏彻底展开 此时原本在家熟睡的爷爷突然惊醒 随后朝着屠宰场的方向看了看 下一秒竟将一根绳子挂在了房梁上 而他自己居然将脑袋套了进去 而屠宰场里赵小军他们已经被彻底吓破打了 他们全都蜷缩成一团 完全没有了逃跑的力气 随着猪脸怪越靠越近 他们的心智也逐渐丧失 最终变得浑浑噩噩 接着猪脸怪物对着赵小军他们挥手道 刚才他揍了我 你们几个现在给我揍他一顿 果不其然赵小军他们四个得到命令之后 疯了湿地朝我冲了过来 赵小军手当其冲一脚 便将我踹翻在地 紧接着其余的三人 纷纷压在我的身上对我挥舞着拳头 而我只能抱着头挨走 直到四人打累歇息时 才将几人推了出去 正脱过后 我本能地跪在了地上 猛地朝地面磕了个头 臂旁的猪脸不屑地撇了撇嘴傻小子 现在知道磕头认错了 当嘲讽完一句 就见猪头人脸色大扁 砰砰砰三个头磕下来之后 赵小军四人竟同时恢复了清醒 我满是焦急地指着墙角喊道 刀刀在墙根 挖挖出来 四人连忙朝着我所指的墙角处跑去 猪脸人按道不好 正想要重新蛊惑赵小军他们的事 却发现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动弹半分 我则是黑黑地傻笑着俺这一身阴格 可不是你能承受得了的 不过我对他造成的影响也是短暂的 在这期间我们必须拿出屠刀才行 好在赵小军他们那里有了进展 只是挖了几下就挖出了一个血乎乎的布口袋 苦哥找到了 赵小军刚说完便一屁股下地坐在了地上 只见一个大铁钩子出现在他眼前 而铁钩子上面还挂着一具200多斤重的尸体 正是当初死在这里的屠户鬼魂 当初屠户被开场破肚时 他的手里同样握着一把鲜血淋漓的屠刀 此刻的屠户居然从钩子上扯了下来 随后死死地盯着身下的赵小军四人 更诡异的是屠户的眼眶里漆黑一片 眼珠子不知去了何处 赵小军吓得慌忙握住挖出的屠刀 可刚握住屠刀的一瞬间 他的身体便不自主地飘浮起来 被挂在了铁钩子上面 我瞳孔紧缩不可思议地看向屠户 他的确是个鬼魂 但这种鬼魂可比猪脸要厉害数倍 屠户竟然能利用自身的阴煞之气来操控他人 这完全超出了寻常鬼魂的范畴 不远处的猪脸忌惮地看着屠户同时嘲笑道 当初弄死他可花了不少的功夫 你竟然敢放他出来真是不知死活 我却是不停地自言自语 找他的眼睛 眼睛才是他的死因 说完我将目光放在了猪脸人身上 并且一蹶一拐地向他靠近 此时我将手指伸向了猪脸的眼睛 这一刻猪脸人是真的怕了惶恐的喊道 你要干嘛 我虽然吃啥表达不了 但是心里知道当初屠夫一定是被猪脸人蛊惑了心智 趁机偷走了他的眼睛 接着让他以为自己是生畜 所以屠夫当初才像平时杀猪般杀了自己 现在只要挖走那双眼睛给屠夫 我们就能有一线生机 挖出眼睛后我将屠夫的眼睛对准了猪脸 正如我想的那样 屠夫思考一挥就明白了 随后就发了疯一样的嘶吼 不停地挣脱挂住他的锁链 这时猪脸人也彻底化作了一团灰雾消散 就当我以为一切尘埃落定时 突然发现屠夫正死死地抓住赵小军的脖子 没意会赵小军就脸色铁青上气不接下气 按照这种情况下去 他随时都有可能隔屁 只要我把屠刀埋进屠里 屠夫的鬼魂就会一同消失 可我却没有这么做 而是略有期待地等待着后续的事情发生 那赵小军想要弄死我 这种人死性不敢活着对我也是个威胁 倒不如趁这个机会让他死掉算了 沙哑的求救声从赵小军的嘴里发出来 我却不闻不问双目泛光地欣赏着这一幕 就在我目不转睛的时候 一只宽厚布满老茧的手掌握住了我的手 我侧过头去爷爷的苍老面孔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只见他摸了摸我的脑袋祥和地说道 孩子把刀放下 爷爷带你回家 你不该让恨意主导着你 更别让恶念蒙蔽了你的眼睛 我想我们家小苦是善良的对吧 这一刻感受着亲人的温暖 仇恨的种子也在我心中消散 在放下屠刀之后 屠夫的鬼魂立马消失不见 这时赵小军也掉落下来昏厥了过去 我望着爷爷眼睛有些泪光 活儿咋是活儿 爷爷笑着拉着我往外走 却不理会我的疑惑 当走到门口旁边就传来了英杰的声音 老头你真是煞费苦心啊 还亲自跑一趟 这牛头鬼怪看着我们爷孙二人冷嘲热讽道 这小子交给我们不好吗 说不定你还能省去百年之后的麻烦 何必这么折腾呢 你应该明白几个月后你会有什么结局 而爷爷只是掏出一根蜡烛 蜡烛一出现就自己点燃了火焰 看见这一幕牛头人小心的后退两步 同时有些惧怕的问道 干嘛这么紧张值得吗 你想要带走小苦先问问我这副老骨头答不答应 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牛头冷哼一声轻蔑道 老家伙我可是遵循了规矩 只让他伸出怨念试了试 这小子运气好 我自然不会难为你们爷孙 要换我动手他还能活着走吗 放心吧 咱们柳家虽然厌恶你们爷孙 离开后那牛头人身体忽然倒立 并且烧起了火焰 在火焰消失后只见一张蛇皮落在地上 此外在回去的路上 爷爷一边走一边跟我说着话 小苦啊 爷爷就要走了 你以后可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你小子和老头子我一样 天生就是干这门阴间生意的 说到这里爷爷回头看了一眼废弃的长发 随后叹了口气说道 这五家的大仙儿有善有恶 修行的方法也各不相同 那些生畜的怨念是被柳家的长虫收集起来的 他们利用生畜的怨念夺人性命 如此一来既不会损了自己的阴格 又能提升自己 你小子倒是厉害 在我赶来之前竟然想到了破解的办法 也算是老天爷赐饭吃了 没过多久我们就到了村口处 只见村口的石碑旁躺着一个人 而这个人便是干爹 小苦你叫醒他 按照爷爷的吩咐我上前踹了干爹两脚 他揉了揉眼睛 看到是我后兴奋的站了起来 小祖宗你可算回来了 可看到一旁爷爷的魂魄后 干爹急得直跳脚道 您糊涂啊 这命灯燃烛可是要害你命的 我爷爷神色轻松地说道 没事的 两三个月的时间不要也罢 哪有那么简单啊 干爹急忙地跑着 边跑边提醒道 约定的是您百年阳寿 差一秒都不行 您今晚要是死了 何苦可就要倒霉了 我爷爷也察觉到了一样 于是我们三人急匆匆地朝家跑去 推开门只见我爷爷 已经在房梁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单纯地从表面上来看 他对这个世界已经说白白了 这时干爹一跃而起跳到了炕上 将我爷爷的尸体稳稳地放了下来 他首先检查了一下呼吸 又摸了一下脉搏 随后肉眼可见地慌张起来 坐在炕上郁闷地说道 百寿英德这是最初的约定 而且连带了整个村子英德 满足这样的条件 那五家才舍得接受 相较于你的百寿英德 他们更倾向于直接得到何苦 当初之所以同意下来 也是由我家夫人的威逼 现在到好你这边布局突然中断 他们绝对会紧紧抓住不放的 有些事你不了解 何苦并非他们唯一的目标 我家那口子也不曾幸免 现在好了 我估算着五家很快就会上门挑衅 想到这里干爹不停地摆头 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符咒 平铺在我爷爷的尸体上 再试一下吧 即便能多撑三个月也好 否则的话 这望山村恐怕都要遭殃了 将黄纸铺好后 干爹拿出一支笔在符纸上 突突改改 一边书写一边含唱咒语 一头雾水的我将手伸进干爹的背囊里 拿出一个巴掌大抖 叮叮咚咚地摇晃起来 看到这幕我爷爷的灵魂立刻阻拦斥责 小苦快放下 旁边的干爹马上拉着我手惊讶地说 没事这小子竟然在帮我充当二神 这股他手法不差 也能给我提供不少援助 就这样我和干爹一个敲鼓一个画幅 直到凌晨四点 干爹才停下了忙碌的手 我爷爷也知道五家并非轻易讲和的主 立刻询问说你们家那口子说了什么 干爹没有回应我爷爷的问题 反而将目光集中在我身上 小苦我不知道你能否理解 为时已晚 我放下鼓眼神愣愣地悬了几个圈 然后我冲出了屋子一头扎进了仓房 随后跌跌撞撞地将一口棺材拖到了屋子里 小家伙你这是在干啥 谁让你把棺材搬进来的 我避开了干爹的质吻 然后掀开了棺材板 一堆骨头在灯光的映照下彰显出来 看到这堆骨头的一瞬间 我爷爷和干爹都惊吓地跳了起来 干爹是知道我有收藏骨头的癖好 但他没想到棺材里竟然堆积了这么多 排子这些骨头是爷爷很早以前为自己准备的棺材 但是这些年他并没有打开过 现在倒好里面的各类骨头让他吓了一跳 静进去你的应得 我说完就来到抗边将爷爷的身体扛了起来 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了棺材里 当他的灵魂进入棺材的一瞬间 那原本无法融合进身体里的灵魂 竟然与他的尸体合二为一了 很快我爷爷就有了微弱的呼吸 但是从这一刻开始他再也没开过眼 干爹走到棺材旁又试了是我爷爷的呼吸 又摸了摸他老人家有了点温度的皮肤 脸上浮现了一抹惊讶 接着我看着干爹坦然地说了句胆小鬼 然后我爬上炕倒头就睡 干爹看着我骂自己没出息 转眼就来到了和家老母的出病日 出病当天和家庭院清晨四点就忙碌了起来 一整套流程在干爹的指挥下顺利完成 最后安排我坐在棺材上摔盆起零 随着干爹一声吆喝火盆被摔得粉碎 棺杖低吼一声同时用力起关 可奇怪的是棺果竟纹丝不动 见状干爹眉头一皱向四周看了一眼 最后目光落在我的身上 傻小子你为何不哭 你若不哭这棺果就抬不起来 小狗不让走 我只向棺材支支吾吾道 随即干爹睁开了他那只瞎眼 只见一团黄色雾气笼罩在棺材上 真是晦气 人家出病你们这群黄皮子 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闹出幺蛾子 真是给你们脸了 接着干爹拿起一捆纸钱 撒向各个方向 尊敬了黄仙求个便利 这大钱你们先收着 丧葬过后我将为你们单独设一席 一顿忙活后 干爹命令台关将再次起零 然而一群壮丁用尽全力尝试了几遍 棺材却依然纹丝不动 给脸不要脸 干爹气得面色如铁道 黄皮子压尸走不了 我敲着棺材低声喃喃道 干爹愣了一下 随后掏出了一把铁锤 李哥这是干啥 开关 听到这个词 何庆第一时间就反对 棺材封好了哪还有再打开的说法 这多不吉利 干爹一脚踹在何庆屁股上 愤怒的呵斥道 你老娘都没办法入土 你还想那么多 被黄皮子缠上那才叫不吉利 随着一声咔嚓声响 棺材板被干爹直接掀开 一只胸光四溢的黄皮子 从棺材里钻出来 黄皮子呲牙咧嘴下的众人纷纷后退 与此同时那黄皮子却静止向我扑来 傻儿子赶紧躲开 那鬼东西要害你 独此近的距离我完全无法做出躲闪 突然我只觉得身体一阵苏玛 眼睛也变为了幽绿色 瞬间我竟然一把握住了黄皮子的脖子 同时石海伸出一个声音传来 小弟马我乃你家胡三太野 你天生百家命格 需要几百户应得才能稳定神魂 我们五家这才决定封印你的神魂 现在应得已满108岛 本座今日便解开你石海的封印 下一秒我听见自己用非常丰厚的声音 对着虚空说道 何苦本应是我五家共同的地马 黄家这四望图独占乡 逼我看着黄家排位便不用再厉了 随后我用陈浩的声音向干爹说道 K山挑女婿倒是不错 不过今日就算没有黄家捣乱 你也是送不走这口棺材的 我说完便走到院墙边上 用脚在地上画了一个圈 告诉干爹带人向下挖 往下挖了足足一米挖到了一块大石 接着在往下挖发现大石下 居然压有一块青石板 推开大石一张珠红符出现在眼前 我撕下那幅地给干爹说烧了它 那块青石板很巨大厚重 足有六七百斤 我仅用一个手掌就将它掀翻 看着我单手翻起石板的洞 村里人都看傻了 随着青石板被掀开一个深邃的井口显现 渐渐的井口中弥漫出一丝黑气 最后化成一个几月大的婴儿鬼魂 此时现场的人都看不到它 唯有被胡三太爷束缚的我才能看见 就在这个时刻那鬼魂直接扶空飞起 在空中伸手瞄准和庆抓了过去 见状我只是身形一动就挡在了和庆前面 那阴魂瞬间就挖的一声被震飞出十几米开外 阴魂一声惨叫过后 对我用一种极其阴厉的语调说道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你既然助我脱困 又为何阻我复仇 听见他跟我说话 我就知道这事还有商量的余地 一般情况下无论是鬼魂还是利物 只要能与人类进行交流 便说明灵智还并未完全泯灭 还有邪伤的可能 于是我对那个鬼魂表示 我乃东北仙家中胡家的首席长堂胡天山 你有何冤情可以直接对我说 不过若便有一字不识 我也会察觉无疑 原来是胡三太爷亲临 有胡三太爷在此定能替小而做主 接着那阴魂详尽无疑地讲述了一件尘封往事 女人做第三者生下他 本想母平子贵一步登天 但现代社会与古老封建社会迥然不同 被那男人的法定妻子发现之后 施舍给女人一笔能让他日子无忧的财富 要求他带着孩子消失 他母亲那时才二十几岁 和亲老爹出手处理 当时和亲老妈得了病虚手术 可那时大家都很贫穷 和家连几千元都拿不出来 和亲老爹听到后警犹豫了片刻便答应了 当天夜里便将孩子丢入了后院的深井 随后还专门去请了一道符咒封住井口 和亲老爹死得早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符咒效果渐渐减弱 阴魂才能慢慢溢出来向和家寻报 听完事情的原委 胡三太爷通过我对阴魂说道 小阴魂前世恩怨都已过眼云烟 你的冤家此刻都已走了 此事与和家后辈也没有什么关联 不如我来为你洗去一身怨气 早日转生投胎去吧 听到胡三太爷如此说道 阴魂周身瞬间弥漫上一层漆黑的器物 不行 我受尽轮回之苦 刚投胎成人就被他丢进井里 我一定要让和家生灵涂炭 才能平心头之仇 既然好话难劝该死鬼 那老仙我可就要强行度化你的冤魂一反了 话音刚落我手上 却多了一根大号的烟斗 我把那烟斗随手向空中一扔 整个烟斗罩就封住了这一片院子 只见那阴魂周身的黑色怨气 纷纷被那烟斗罩吸了过去 即便是站在院中的干爹众人 身上也有一丝丝的黑气浮现 只有我身上一丝黑气都没有 过了大概有四五分钟 阴魂和在场众人身上的黑气 被烟斗全部收了进去 这时在我心底深处听到胡三太爷对我说道 小弟马 你果然注定是吃阴间饭 年纪轻轻竟有如此心智 对这世间一点怨气都没有 难怪都说百家生命承受万家阴魂 胡三太爷说完又看向飘在一旁的小阴魂 这时阴魂哪里还有一点冤魂厉鬼模样 显然就是一个白白嫩嫩的大胖小子 谢谢胡三太爷助我走出苦海 喜去一身执念 无论轮回多少次 我都会修身修心争取再入人道 胡三太爷听小阴魂说完 就对着门外喊道 门外的谢兄还有范兄 有劳两位等候多时 你们可以把他带去了 这时我就看见两个人穿门走过来 瞬间就来到了我的面前 送走小阴魂后 我诗海深处胡三太爷对我说道 小弟马此番之事已经结束 108户阴德便彻底圆满 你回去后就可以准备立堂出马 届时胡白柳灰四大家都会来你堂前 虽是皇家有错在先 但剔除皇家牌位却是事实 以后你需要多加防备 我在心底深处对胡三太爷表示感激之后 胡三太爷再一次提醒道 今后你在外修行 要随时记住我仙家各项铁律 若有一天你犯下了仙家大罪 无需上天来罚 我也会来惩处于你 化身刚落我身上 酥软的感觉立刻就消失了 同时还感到我的身体特别疲惫 坐在地上休息了一小会儿后 我对着干爹说到准备起零 随即干爹将我抱到了棺材上面 熬的一声我大哭起来 但眼泪就像没花钱似的流下来 这一次棺材无阻的被抬了起来 送葬队伍也终于走出了灵堂里 干爹走在队伍最前面 一边吆喝一边撒着纸钱 而我的表情却非常压抑 因为送葬队伍的两边 始终有绿色的眼睛在注视 果然刚走到山脚 几个姿态怪异的身影 就出现在了视线之内 挡住山路的总共有六个人 三男三女 他们精心打扮脸颊处红扑扑的 这六个人都身着喜庆的红色服装 不知道的人就会误以为 是接新娘的队伍 该出场的还是出场了 干爹从包里取出了一个香炉 随后将四只香插在了上面点燃 意怒的和庆满脸愤怒地冲上前去 指着那六个人便恶言诅咒起来 你们这些找死的 但拦住我娘的道路 是不是过得太舒服了 说着和庆便随手抓起一根木棍比划起来 都同村的别给脸不要脸了 吃饱了撑得不知道我和庆啥脾气是 哥哥哥 那三个女人诡异地笑了起来 他们的笑声让人瞬间毛补所人 和庆愤怒地一棍子挥了过去 砰的一声木棍折断 但被击中的女人仍然全神贯注地跳跃 就好像和庆只是给她挠了一个痒痒而已 而此时站在左边的那三个男人冲了上来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 正是和庆母亲的棺材 因为三个男人的捣乱 排棺材的几人力道不均 导致沉甸的棺材砸在了地上 而我依旧在嚎啕大哭 不过我的眼睛却扫过了 三男三女身上趴着的诡异生意 此时众人也看清了六个人的身份 竟是隔壁村的村民阿伟 你特么也来捣乱是吧 眼见着葬礼变成闹剧 能搭上手的大伙纷纷上前阻拦 可三个男人什么都听不进去 闭门心思的想要掀开棺材板 三个女人越唱越来劲 此刻给老何家的祖宗八代都问候了一遍 何庆急得眼睛通红 反观干爹却是平稳的坐在地上 而他的面前摆着燃烧的香炉 嘴里更是念叨个不停 借着一张张纸钱燃烧起来 然后被干爹扔到了不同的方向 各路大仙儿别折腾咱这小门小户了 你们大人有大量 先让老人家入土吧 那黄大仙儿的命攒乱些商量如何 干爹一边求饶一边燃烧着纸钱 但换来的却是六人的越闹越凶 我还就不信了这么多人整不过六个 何庆抄起石头就要往上砸 干爹见是不对连忙阻拦 何老二别胡闹 这些人都是被黄皮子上了身的 你打他们一点用都没有 何庆惊恐地问道 又是黄皮子弄的 干爹无奈点头 刚才何苦弄死了的皮子 那玩意能善罢甘休吗 你先带着大伙拦着 我再想办法 何庆听到又是因为我 顿时气得头疼欲裂 嘴角都咬出来了丝丝血迹 给我等着 今天这是过了 我一定让他好看 行了别说那些了 我请俺家老仙儿来看看 干爹连忙哼唱起来 另外一头的众人 则是阻拦着那三个男人靠近棺材 整个场面更是混乱的不行 又过去了几分钟 干爹气得是咬牙切齿 不情叫不来俺家麦口 这可咋办 看我还在嚎啕大哭 干爹简直是郁闷到了极致 连这傻娃子的哭丧都不管用 经个不好收场啊 干爹一跺脚从口袋里 将巴掌大的小鼓弟给了我问道 大儿子能帮上盲部 这些黄皮子不让我紧线 我只能指望你了 我拿着文王鼓 黑黑了两声 紧接着我扬起嗓子 声音洪亮的唱了起来 唱完呢 我开始摇晃着文王鼓 发出了咚咚咚的三声脆响 紧接着我右手 呈现着钻拳的姿态 朝着空气挥舞了三下 虽然我手里什么都没有 但动作落下的瞬间 就好像真的打到了什么事 唱吧 我开始摇晃着文王鼓 发出了咚咚咚的三声脆响 紧接着 我再次唱起了神调 也正是北方马家正统的帮兵令 武王鞭他打山鞭 打的是山精鬼魅 不敢靠前 打的是奸民小人 物尽谗言 最后一打 尽到眼前 若要作恶 死两黑山 我右手呈现着钻拳的姿态 朝着空气挥舞了三下 虽然我手里什么都没有 但动作落下的瞬间 就好像真的打到了什么似的 打出三边之后 我盯着三男三女和赤道 黑山老仙下了山 他本应 常唱香火 秀秀清烟 谁曾想 皮子挡路 尽显刁钻 有弟子 寿相传 老仙指着山头问 看你皇一怎相传 我缓缓抬起手指 指着六人的方向开始发问 下山报马你听准 你听令马对你言 山脚皇一 可是黑山黑婆黑妙语 三男三女在我的发问下 完全没有了之前的癫狂 他们规规矩矩地 站在左右两侧 脑袋如同小鸡着米似的 不住点头 听言令马在相问 黑山可是日薄西山 这一次 三男三女待在原地 没有动作 也没有回答 我脸上遍布着怒意 大声呵斥到我点点人马 绿绿神兵 你皇一可赶入银盘 三男三女面面向去 相互看了几眼过后 那几人呲牙咧嘴 摆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 见此情形 我对着一旁的李赖子伸出了手 俊狼 尚清风 一群送葬之人 费解地张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他们想不明白 我卫尸魔突然会变成这副模样 不傻了 不呆了 说话也变得铿锵有力起来 更让他们想不明白的是 俊狼二字是什么意思 殊不知 望山村支支李赖子 却没人记得 这人名为李俊狼 李赖子激动点头 他从的背包里 拿出了一截柔软的柳条 递给了我 接过柳条 我用两指在上面划过 随之 我从棺材上跳了下来 静止地 走向了三男三女 啪啪啪三声 左边的三个男人 被我挨个抽打了一下 三声脆响之后 三个男人哀嚎倒地 每个人都平静了下来 右面的三个女人 吓得不轻 但还是摆出一副 猙獰的嘴脸 啪啪啪 又是三声 三个女人也倒在地上 嘴里不停地 发出哀悠的声音 将柳条扔给李赖子之后 我目光如炬地看向山顶 此时此刻 我看的不是这座后山 而是死死地盯着远处 一伸着黄衣的勾楼老玉 约定做不做数 你说的算 觉得咱家黑山不行了 你们就放马过来 死了那个娃子 受三月香火 同意就和之前一样 不同意 那就点点兵 默默马 在我的视线里 那黄衣老玉盯着山下好一阵 直至她的身影消失不见 一旁的李赖子健壮 松了口气 擦拭着额头上的冷汗 嘀咕到安全了 安全了 她娘的 还得是天生吃阴间饭的 俺家这位婆娘 我自己都请不来 真是小瞧了何苦这小傻子 李赖子刚说完 我的身体就不住地抽搐 抽搐的过程中 我再次开口唱起了神调 只不过 这一次 没有了之前的气势 整个人磕磕巴巴的同时 也围抿了不少 日落西山黑了天 恭送老仙归黑山 一大段的神条被我唱了出来 我的眼睛 也逐渐地失去神色 变成了之前呆呆傻傻的模样 身旁的李赖子 很是起劲地敲打着文王鼓 等我唱完的那一刻 她忍不住地跟了一嗓子 嘿嘿 突如其来的一嗓子 吓坏了所有人 我木讷地看了一眼李赖子 嘴角抽搐着说道你 你嘿你妈呢 李赖子愣了一下 尴尬地看着我 周围爆发了阵阵笑声 虽说吧 这个场合不应该这么没规矩 但我的这一句悔怼 实在是没能让大火憋住 为了缓解尴尬 李赖子连忙指挥起来 来几个人 把这六个先送回去 被皮子附身 估计要遭点罪 我回去给他们弄点浮水喝 其余的也别看热闹 赶紧抬关起零 在李赖子的安排下 送葬的队伍继续前行 而我 则是坐在棺材上 又哭丧了一道 上山的路 格外顺利 整个队伍也没有遇到 其余的磕磕绊绊 剩下的流程 李赖子安排得明明白白 一直到十点多钟 人也埋了 石也烧了 何庆的老娘 终于安稳地魂归大地 回到村里之后 老何家在村里的大厅 安排了酒席 酒席上 这几天所发生的一切 都成为了大火的饭后谈资 唯有老何家的一群人 心中不安 满是愁容 尤其是何庆 几天的光景 让他老了好几岁 病脚的白发 也长出了不少 我和李赖子坐在一桌 吃得差不多的时候 何庆凑了上来 李哥 我妈这里 现在没事了吧 没事 还能有啥事 人都安葬了 李赖子拍了拍我的肩膀 笑着说道 你们总是对何庆这孩子 抱有偏见 他今天的能耐 你们看到了吧 我跟你讲 这傻娃子 以后比我本事大 别总是欺负 来欺负去的抓住不放 还有 他这哭丧 是为了适者能走的安生 可不是你们想象中的 温神煞心 何庆表面上是点了点头 但他内心怎么想的 谁也说不清 这人轴得很 认死李 估计不会相信李赖子的解释 行 那就劳烦李哥了 之后有啥要注意的 您别忘了告诉我 何庆心力交瘁 寒暄了几句 便去忙活其他事情了 其实何庆这人真的不错 奈何赶上了这接骨眼 导致他们家的事情状况百出 这次的事件 再一次给李赖子打出了名声 同时 乡亲们对我的看法 也有了一些改变 可惜的是 这种改变并没有持续几天 原因很简单 吃了亏的黄皮子 可不会轻易地善罢甘休 回去的路上 李赖子的激动之心 还没有平息 他作为一个看事先生 懂得自然要比其他人多得多 路上 李赖子拉着我 激动地说道 大儿子 你真给你爹我长脸 我当事人都骂了 这要是赶不走那几个黄皮子 我这招牌可就保不住了 你干娘哪是那么好请的 有那黄皮子从中作梗 我一只烧鸡下肚 都没能给他请来 反倒是你 这神条唱的那叫一个好 关键是 请的大仙还那么完整 李赖子畅快地笑了几声 继续说道 我就说 你小子不一般 傻了这么多年 表面上看来什么都不会 实际上提莫的那叫一个门青 那大黑狐狸 真漂亮啊 黄皮子孤提莫这今晚 要睡不着觉了 没错 正如李赖子所说 我请来的是一只狐大仙 而且是纯粹的黑狐 可上次在屠宰场的时候 如出一辙 我挥出的巴掌 带着的黑手印 便是黑狐大仙的帮助 只不过上次在我身上的狐大仙一般般 但这一次 就截然不同了 面对着李赖子的滔滔不绝 我依旧是一副傻里傻气的模样 说白了 刚才我思路清晰 能言善辩 完全取决于 我身上有仙 但现在 仙送走了 我还是那个纯粹的傻子 靠近家门的时候 李赖子没有了之前的激动 他的表现 再次恢复了忧心忡忡的模样 日子越来越近了 咱这穷乡僻壤 傻儿子 我李赖子 也就是个传话的 以后这路 包括你们爷孙的命运 还得看你自己 家中 爷爷安详地躺在棺材里 一动不动 进屋之后 我爬到炕上 攥进了被窝 没一会 便传来了均匀的呼吸声 睡眠质量真高 真不是我这重上了年纪的人 能够比你的 和棺材中的爷爷相比 李赖子还算是年轻人 可实际上 李赖子也是年近六十的人了 说是上了年纪 并不为过 李赖子搬了的凳子 坐在了棺材旁 自顾自地说着话 老河头 你说 人这一辈子 生与死的意义是什么 有时候我也在想 眼睛一闭 什么都不用考虑了 可吃了这口阴间饭才知道 死这个字 远远没说出来 写出来那么简单 您啊 这辈子无儿无女 老来老来 讨了个便宜孙子 结果自个 沦落到这么个境地 小二十年了 那傻娃子 都没叫你一声爷爷吧 李赖子 敲了敲棺材板 苦笑一声 金哥 你这宝贝孙子弄死了个黄皮子 你也知道这皇家什么操刑 我估计啊 这事没完 不过这何苦 的确是天生吃阴间饭的命 你说谁也没教过 他马家的看事本领 结果人家那神调 比我唱得多好 俺家那口子 硬是被他请了过来 得 您老歇着吧 忙活了一上午 我也得睡上一会 说完 李赖子也爬到了炕上 这位号称自己 睡眠质量不高的主 仅用了一两分钟 便酣声大作 日头高挂 却挡不住秋风的凉意 龙田的收获 也接近了尾声 打着开始 纯粹依靠收成过活的人家 也开始清闲下来 几日后 一个面黄鸡兽的老太太 路过了望山村 她走进一户人家 进门讨了口水喝 虽和早些年有些不同 但村子里的绝大部分人家 骨子里还是比较淳朴的 那户人家姓猴 男主人叫做猴伟 也正是那日 挡住出病队伍的男人之一 猴伟从后山脚 被送回家之后 就一直在炕上躺着 即便是喝了 李赖子给她服水 也整天吵吵着 浑身酸痛 连翻个身 都觉得身体 好像要散架了似的 面黄肌瘦的老太太 被猴伟的媳妇 带进了院子里 喝了一瓢水之后 老人家舒缓了不少 但似乎 她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老太太盯着猴伟的媳妇 看了片刻 又整体地打量了 一下面前的砖房 脸色逐渐地凝重起来 孩子 说句不好听的 你男人恐怕熬不过今晚了 一听这话 猴伟的媳妇 吓得一击灵 随着她有些愤怒地 斥责到你这老太太 我好心给你水喝 结果 你却揍我们家男人 哪有你这样的 赶紧出去 真是晦气 老太太站起身来 深深地叹了口气 意味深长地说道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你家那口子 被丧娃子锁了命 正是因为 你给了我一口水 我才好言相劝 不信的话 你去掀开她的裤腿看看 上面有什么 老太太我是看你可怜 你要觉得我胡说八道 那就算了 你呀 可以给她准备受医了 说吧 老太太必要转身离开 但她刚迈出一步 便被猴伟的婆娘 拦住了去路 婆婆 你 你说丧娃子 指的 可是那和傻子 老太太一副 高深莫测的模样 没有做出解释 猴伟的妻子不敢迟疑 连忙进屋检查起来 此刻的猴伟 还在挨幽个不停 见自己媳妇上来 就抓住她的脚踝 猴伟也是吓了一跳 你这疯婆娘 钱啥呢 还有 你在院里跟谁说话 猴伟的妻子没有回答 她卷开猴伟的裤腿 只见一个漆黑的手印 出现在了猴伟的脚踝上 女人摊开手掌 吐了口吐沫 然后在猴伟的腿上蹭了蹭 结果那黑手印 就跟刻在上面的一般 没有擦拭掉一丁点的痕迹 猴伟坐起身来 也看到了自己脚踝上的黑手印 她惊讶地问道 这傻玩意 咋弄上去的 哇的一声 猴伟的婆娘哭了出来 你就要死了 你知不知道 都是那黑傻子弄的 何为一头雾水 啥情况 听到自家婆娘的讲述 何为颤抖地说道去 快请老神仙进来 猴伟的媳妇连忙去院里 将老太太请了进来 老人家进屋之后 夫妻二人端茶地水 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老神仙 我真的活不过今晚了 猴伟脸色苍白 咒骂起来 就该给那和傻子活活烧死 简直是个害人精 我就说我怎么平白无故的 去前拦路杂官的蠢事 都是那温死的傻子害的 老人家坐在炕边 仔细地看了看 猴伟脚踝上的黑手印 深深地叹了口气 的确不一般 这玩意 就是索你性命的 你们夫妻二人都是好心肠 也甭叫我老神仙 我可受不起 叫我老黄婆子就可以了 女人恭恭敬敬敬地 问道黄婆婆 您看我丈夫还有的救吗 老黄婆子没有吱声 只见他拿出个黄纸包 将黄纸摊开之后 里面包裹着的是一把香灰 紧接着 黄婆子将香灰 涂抹在了猴伟的小腿上 口中则是念念有词 念了一阵子之后 黄婆子又喝了口水 随之喷在了涂抹香灰的部位 就这样弄了半天之后 用抹布一擦 只见原本漆黑的手印 只剩下了一个指甲盖的大小 神仙 老神仙啊 猴伟伸了伸手臂 活动了几下筋骨 惊呼到黑 我身上都不疼了 简直神了 猴伟的媳妇 连忙拿出了一百块钱 塞给了黄婆子 黄婆婆 多谢您了 要不是您出手相助 我家这口子 可就被那温神给害死了 黄婆子拒绝了女人的好意 此刻的她 依旧摆出一副 忧心忡忡的模样 唉 咱能路过你家 也是和你们有缘 都是心善之人 这钱就不必了 何况我没能彻底解决 你们家男人身上的问题 啊 一听这话 猴伟连忙问到老神仙 我这身子骨都不疼了 这黑手印也没了 这不是解决了吗 哪有那么简单 黄婆子摇了摇头 指着男人的小腿 说道你仔细看 上面还有一点痕迹存在 我这办法治标不治本 不出七日 你那黑手印还会长出来 到时候 我也就不了你 这 这 猴伟当即跪在了炕上 不住的磕头老神仙 您可要救我呀 您本事大 怎么可能没办法彻底清楚 孩子 你这是钱傻 快起来 黄婆子将猴伟搀扶起来 认真的问到你告诉我 这到底是咋回事 这东西 不会平白无故地缠上你 肯定是有原因的 猴伟的婆娘毫不犹豫地 将事情的前因后果 讲述了出来 而讲述的过程中 还不忘添油加醋 将我从小到大的种种恶名 全部都说了一遍 听完之后 黄婆子表现出一副 极为紧张的模样 她先是收拾着 自己的破酒背包 然后又拿出了 随身携带的牌位 抱在怀里 一系列的表演完毕之后 黄婆子感叹道 都是命啊 我说我们家老仙 怎么昨晚给我托梦 让我来这望山村 走动走动 没想到啊 你们村有这么个温神落地 竟然还把脏水 泼在我们黄家头上 人心都是肉掌的 她怎能如此歹毒 说完 黄婆子掐之百弄了几下 宁重地问道 你们村可有一位 信里的看事先生 有 当然有 侯伟回答道 那人挺有本事的 据说我们胡闹 还是她解决的呢 助纣为虐 助纣为虐啊 她就不怕有损应得吗 黄婆子猛然一惊 好像突然间想起了什么事的 你说 荡日拦截棺材的总共六人是吧 快 快带我去其余几家 晚了 可就来不及了 就这样 侯伟夫妇带着黄婆子 走遍了其余几家 不出意外的话 当天阻拦出病队伍的另外五人 脚踝上都出现了 与侯伟身上完全一致的黑手印 所以呢 六户人家 顺理成章地聚集到了一起 商量着应对的方案 黄婆婆 您可是我们的大安人啊 当天的一个女人 委屈地哭了起来 我们早就知道 那和傻子是个温审 没想到 这何苦如此歹毒 竟然想要置我们于死地 没错 一个男人站起身来 怒气冲冲到我就说 咱们好端端的 怎么会突然跑到山脚去 阻拦老何家出病 这种缺的事 咱这辈子都想不出来 肯定是那和傻子 怕老何家找他算账 然后 让咱们几个背黑锅 这小子也不知道用了什么妖法 竟然蛊惑了咱们的心智 这事绝对不能算了 一旁的黄婆子默不作声 平静地看待众人的 逐步分析和走向 还有那李赖子 侯伟的婆娘站了出来 咬牙切齿道 何苦是温神不假 但她不过是个傻子 各位想一想 和庆老娘出病那天 为啥你们几个 会突然去山脚拦路 肯定是那李赖子使的手段 还有 你们脚踝上的黑手印 依我看 也是李赖子的所作所为 众人连连点头 其中一人扯着嗓子 喊到他娘的 李赖子这个人 早些年不学无术 我就一直想不明白 这么一个适度成性 偷鸡提摸狗的王八蛋 怎么突然间转性了 感情这些年 咱们都被他的演技给欺骗了 什么有本事 依我看 这些货事 都是他弄出来的 然后这混蛋 再装模作样地出来解决 这是吸咱们的血 吃咱们的肉啊 侯伟点头倒没错 就是这样 当初李赖子 收了盒傻子 当前儿子 一晚上 这老小子就什么都学会了 天底下 哪有这么神奇的事 这么多年里 咱们村死的人 肯定和他们两个 脱不了前些 这不单单是祸害了 简直是给咱们 望山村往绝路里逼呀 众人你一言 我一语 将所有事情的源头 都安放在了 我和李赖子的头上 这期间 黄婆子默不作声 知识静静地 看待着众人的表现 要不是黄婆婆 来到咱们村 咱们只不定要 收到多少蛊惑呢 也正是她老人家的到来 我们才明白 咱们的命都要丢了 扑通一声 侯伟跪在了 黄婆子的面前 不停地磕头 黄婆婆 咱们不想死 也咽不下这口气 您老有本事 您说怎么办 我们就怎么办 黄婆子一脸为难地 搀扶着侯伟 她有些犹豫 迟疑地说道 不是老于我不想帮忙 是我不敢招惹那邪碎啊 你们口中的 何苦是命煞之人 这种人克死父母 祸害八方 何况他身边 还有个礼赖子 我倒是想帮助 你们这些无辜之人 但我要是这么做了 恐怕我都无法离开 你们这望山村 一听这话 其余几人都慌了神 不停地哀求起来 黄婆婆 除了您 没人能救我们了 您行行好 给我们纸条明路也行 在众人的再三哀求之下 黄婆子只能哀声叹气 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 俗话说 解铃还需细铃人 作为马家的相传弟子 我也没有见死不救的道理 我呢 不是你们望山村的人 听你们的讲述 我多半能猜出来 你们所经历的一切 基本上是李赖子 与那何苦狼狈为奸 老于我本事不大 只能给你们争取七日期限 在这七日 黄婆子停顿片刻 继续说到 在这七日里 能解决掉祸害的话 一切便可迎刃而解 众人面面相去 有些迟疑 一个胆大的男人站了出来 将手掌绷直 做了个挥砍的动作 黄婆婆的意思是 让我们弄死何苦 死 众人有些胆怯 如今的望山村 虽说比较偏僻 但已经不是早些年 与世隔绝的状态了 现在弄出人命 恐怕不好收场 怕什么怕 那人咬紧牙关 你们不敢 我自己去 就算我搭了自己的性命 也算是为民除害了 各位稍安勿躁 黄婆子连忙解释到老狱 我怎可能教唆你们 害人性命 这种事情是有损应得的 我不是李赖子 不会做那些 见不得光的事 大伙别忘了 我也是出马弟子 咱做事 是老仙的意思 这样 这七天 你们想办法 把何苦送出村子 在西山山顶 有一处皇家庙 届时 你们将何苦送于那里 我们家黄大仙 会驱除何苦身上的煞心 之后 我会将何苦留在庙宇 也算是积攒一份功德了 如此一来 你们望山村 便可保住太平 那李赖子没了何苦 也掀不起任何风浪 我想 到那个时候 他也不敢在众位面前 为非作歹了吧 众人感动得稀里哗啦 在他们看来 这皇婆子 简直是舍己为人的典范 明明是萍水相逢 却要将我这个温神 带在自己身边 这何止是老神仙 简直是当世活佛 在几人的商讨下 这个方案 很快被敲定了下来 之后 六家人每家 还拿出了一千块钱 交给了皇婆子 皇婆婆 这钱 您一定收下 这是我们的一番心意 也是感谢您的救命恩情 这一次 皇婆子没有推脱 能完成计划的同时 还能赚上一笔 他自然不会拒绝 至于皇婆子 为何不借助这几人的手 杀死我 这和心善 没有一丁点的关系 最重要的原因 只有一个 那就是 我活着 比死了的作用大 如若不然 皇婆子又何苦 耗费如此之大的心思 商定好计策之后 众人决定 当晚就实行计划 夜黑风高之下 卢走个傻子 岂不是一如反掌 而皇婆子 则是隐匿在暗处 期待着他们的成功 日落时分 李赖子炒了几个小菜 端上了桌 饭菜刚刚摆好 我便狼吞虎咽起来 吃没吃相 你给我留点 好像饿死鬼脱身 李赖子一边夹菜 一边嘀咕到 我这又眼皮挑了一整天 总觉得心里不太踏实呢 说着 李赖子撕了一块白纸 贴在了眼皮上面 同时催到呸呸呸 呸呸呸 有财就尽 有货就没 一脸喊了三次 李赖子才放下心来 吃过饭后 我趴在炕上翻着书 李赖子则是无所事事地 摆弄着手机 一直到了夜里九点 我家院子里传来了脚步声 敏锐的李赖子坐了起来 对着门外问到谁 大晚上钱啥来了 是我 侯伟媳妇 侯伟婆娘站在门口说道 俺家那口子疼得不行 李哥能不能过去看看 再这么折腾下去 我怕疼得好歹出来 都说了 被黄皮子附身地折腾几天 哪有那么快痊愈的 回去吧 再等两天 也就差不多了 本身就是调虎离山的计策 侯伟的媳妇 自然不会轻易地被打发走 李哥 我也不想这么晚来找你 我家那口子 真的撑不住了 哦 对了 他脚踝上还有个黑手印 这种情况正常吗 侯伟的婆娘哽咽着说道 李哥 你就过去帮忙瞅瞅吧 我多给你点钱还不行吗 你说啥 黑手印 这怎么可能 李赖子连忙起身 将衣服穿好 走了出去 黑手印可不能耽搁 快点 带我去看看 看到李赖子出来 侯伟的婆娘暗中冷笑了一声 在他看来 李赖子绝对不是出于好兴趣帮忙 而是因为 他知道自己的黑手印阴谋 被他有所察觉罢了 有时候 人心就是如此 李赖子除了担忧之外 还真没有其余的想法 李赖子走得很匆忙 前往侯伟家的这段路 李赖子都在思考 侯伟的脚踝上怎么 会出现黑手印 这可是被鬼魂锁命的征兆才对 他还以为 自己又眼皮 一直跳是这么个原因 殊不知 等待着他的 完全是个陷阱 刚迈进侯伟家的家门 李赖子便眼前一黑 几个大男人冲上前来 二话不说的 将李赖子用麻绳捆上 连打带踢的带进了仓房里 你 你们签吗 帮我签什么 李赖子头晕目眩地看着众人 随之他盯着 侯伟问到你婆娘说 你脚上有黑手印 我好心过来看看 你这是啥意思 你装 你再装 侯伟上去就是一脚 将李赖子踹翻在地 只听他骂骂咧咧到李赖子 兜到了这个接骨眼 还在这嘎达表演的是吧 你行啊 你 电视机上看不到你演的电视剧 真是屈才你了 这么多年 你和那何傻子 害死多少人 你们自己清楚 你放屁 李赖子不停地挣扎 愤怒地喊到我李赖子 一心帮助望山村 我装什么装了 赶紧给我松开 说话的同时 李赖子的手不停地提摸 锁着自己的背包 一人健壮 立刻上前 将李赖子随身的背包 抢夺了下来 呦呦呦 你还叮当猫的百宝袋是吧 那人一边翻 一边将里面的东西 扔在地上烧鸡 柳树枝 波浪鼓 黄指 毛笔 铃铛 排位 还有个眼镜 你他妈的 还是个文化人脸 又是一脚 给李赖子踹得是晕头转向 李赖子咳嗽了几声 残喘地问道 都是同乡 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真没害过人 乡亲们都是有目共睹 你们先把我放了 咱们好说好伤了 滚你娘的 以为我们 还会受你蛊惑吗 侯伟蹲在李赖子身前 掀开了自己的裤腿 看到没 黑手印没了 想弄死我们几个 没要你命 你就偷着乐吧 我告诉你李赖子 以后在这望山村 没你喘气的地方 等我们收拾了何傻子 看你还有什么嚣张的资本 你说什么 李赖子惊呼到 你们要对何苦做什么 可别胡赖啊 要不然整个望山村 都要遭殃 遭殃 侯伟冷哼一声 还是操心你自己吧 也就黄婆不好心 让我们给何苦送走 依我看 那傻娃子就应该弄死 至于你 也几个也懒得跟你废话 以后你给我们 夹着尾巴做人 黄婆子 李赖子眉头大皱 疯狂地挣扎 癫狂地喊道 你们别上当 黄皮子在利用你们 根本没有黑手印 何苦不能离开望山村 要不然 一切就都完了 求求你们 快放了我 千万别做傻事 何苦要是落到武家手里 所有的亡魂就都白死了 到时候 咱们望山村 遭遇的绝对是灭顶之灾 眼看几人没有 放开自己的意思 李赖子大喊道 日落西山 刚喊了四个字 一块抹布 就被塞进了李赖子的嘴里 将她的嘴堵得严严实实 日落你妹啊 侯伟站起身来 大手一挥走 去抓何苦 李赖子双眼瞪得老大 拼了命地发出嘀吼声 奈何 几人根本没搭理她的意思 仓房的铁门上锁之后 李赖子彻底被关在了这里 此时 我还在睡梦当中 全然不知道 外界的暗潮涌动 很快 趁着夜色的掩护 六个大老爷们 就提莫索 到了我家的破草房 其中三个 是当日拦路的当事人 另外则是三个女人的丈夫 吱呀一声 房门被推开 手电筒照射在屋内 在炕上 猴尾低声地说道 嘴巴堵上 绑好了直接带走 刚要动身 其中一个眼尖地 拦住了其余几人 他将手电筒 照射在了棺材上面 有些慌张地问道 怎么还有口棺材 难不成老河头死了 众人看去 觉得阵阵极被发凉 猴尾咬牙切齿道 果然邪乎 人死了扔在家里 不管不顾 都是一群牲口 先别管他 带走何苦才能保命 就在几人迈动脚步的一瞬间 只听棺材里 发出了喷的一声 下一秒 我爷爷坐了起来 他紧闭着双眼 脸色一片惨白 紧接着 我爷爷脖子僵硬地 将脑袋转向了门口几人 与此同时 丝丝血迹 从他的眼角流淌下来 啊的一声惊吼 几人连滚带爬地 朝着院子跑去 与此同时 我也被惊醒 我看向棺材 爷爷的身体重新倒了下去 虽说我傻 但这一刻我也完全明白 外面的那些人 是冲着我来的 我没有丝毫的犹豫 拎起步鞋 便从后窗跳了出去 一路狂奔起来 来抓我的几人 也跑了很远 才渐渐停下脚步 闹鬼了 闹鬼了 侯尾双目血红地 对着另外几人 问道看到了吗 老河头炸湿了 他在死死地盯着我们 你他妈冷静点 胆子比较大的一人 给了侯尾一耳光 呵斥到 看到了又能怎样 不送走何苦 咱们都得死 另一人问道哥 你说咋办 太邪门了 那人紧握着拳头 朝着反方向 折返今晚不抓到何苦 之后就不好办了 回去 抓住那傻子 虽不情愿 虽胆战心惊 但为了活命 几个人再次朝着我家折返 而此时 我已经跑到了后山 躲藏了起来 与此同时 隐藏在暗处的黄婆子 咬牙切齿地骂到废物 都是一群废物 思绪了片刻 有些不甘心的黄婆子 从口袋里 拿出了一个瓷罐 他打开了瓷罐的盖子 一个看似只有七八岁的孩童 魂魄飘荡了出来 白天被你抓住脚踝的 那几个人知道不 你去把他们 引向何苦躲藏的地方 小鬼巨大的脑袋 朝着一侧歪曲 好像没太听懂 黄婆子的吩咐 捉迷藏 找到何苦 回来奖励你生肉 听到生肉两个字 小鬼立刻跑了出去 很快便不见了踪影 此时的我 抱着膝盖 躲在一棵树后 我并不惧怕 黑漆漆的后山 可我脑子里浮现的 都是爷爷双目 流淌着血泪的模样 他的魂魄在上次寻找我的时候 已经伤痕累累 这一次面临危险的关键时机 他强行让自己 有了短暂的苏醒 这种损害 不是他能够承受得住的 而我 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本能地躲在这里 规避着危险 六个大男人来到我家 没有发现我的身影 他们不敢在我的家里逗留 生怕我爷爷会再次坐起来 这傻子 去哪了 几个人找了几圈 一无所获 虽不甘心 但他们 也的确没有头绪 原本几人已经有了 打到回府的打算 结果走着走着 他们竟然来到了后山脚下 唉 不对啊 侯伟疑惑地看向后山 不禁地毛骨悚然 咋来这了 上面都是坟墓 胆子大的那人走上前去 拿着手电筒四处照射 很快 他将光束对准了一棵树 而树旁边的落叶 则是刷刷响个不停 我也不想发出动静 可我的身体控制不住地 颤抖和抽搐 哈哈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那人大喊道何傻子 你跑啊 你接着跑啊 我本能地站了起来 朝着后山深处奔跑 几个大男人激动不已 别看他们给我留下了 一些时间逃命 但和跌跌撞撞的我相比 他们追上 我知识时间问题 和傻子 你死定了 我让你跑 你赶紧跑 身后的声音越来越近 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但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 一个踉跄 我趴在了地上 摔了个狗啃屎 我绝望地听着靠近的脚步声 他们已经站在了我的身旁 六个大男人四处张望 寻找着我的身影 而我就在他们的脚下 斜了门了 这傻娃子能飞不成 胆子大的男人也慌了神 他们手电筒照射的地方 都是一座座坟墓 可除了坟墓之外 哪里有我的身影 不应该啊 那傻子腿脚不利索 咋突然消失了 阵阵冷风吹袭 男人们也变得坠坠不安起来 邪门 真邪门 眼见一无所获 吓破胆的侯尾提议道 回去问问黄婆婆吧 这一晚上的事儿 给我都快吓死了 瞧你那熊样 真他妈丢人 话虽这么说 但胆大的男人 也不过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他率先转身离开 没有深入后山的意思 听见几人离开之后 我心跳平缓了不少 此事我也纳闷 明明追到我了 他们怎么没能看见我 爬起身来 只见我身边站了一圈身影 他们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都对我露出善意的笑容 小苦 吓坏了吧 放心 他们走了 这一刻 我才明白 为什么六个大老爷们 都没能看见我 因为我眼前的这些都是鬼魂 替我形成了一道 遮蔽他们视线的鬼打墙 别看六个大男人阳气重 可我周围鬼魂的数量 可不是他们身上的阳气 能够抗衡的 这也是他们明明 就站在我身边 却没能看见 我的真正原因 我爬了起来 眼眶湿润地 看着乡亲们的鬼魂 而他们 正是我这些年来 哭丧过的对象 这一刻 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可笑的是 这些温暖 源自于冰冷鬼魂 对我的善意 而不是活人跳动的炙热心脏 你 你们 咋 保护你呗 其中一个少女 笑呵呵地说道 咱们小苦被欺负 我们还能看着不管啊 要不是你给我们送行 我们哪能在自己的 阴宅安逸地存活下来 有些道理 有些真相 活着的人是不会明白的 只有鬼魂 知道他们凝聚而成之后 面临着什么 望山村很特殊 从我没出生的时候 这里就被盯上了 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们 也早就变成了武家的猎物 因为种种原因 我父母帮助了山上的那位 也打破了这里的格局 后来 经过种种约定 我的命保全了下来 但是这种约定 可是要弥补武家的损失的 具体的 我也想不大明白 只有到两个多月以后 才会水落石出 我这张老脸都丢尽了 一个老人的鬼魂站了出来 气得颤抖个不停 他指着山下 惭愧地说道 我那儿子 竟然要害死咱们的守护神 家门不信 家门不信啊 二叔 你也别生气 活着的人 哪里知道死人的事 一个鬼魂走出来提议道 要不咱下去 给他们 都吓死算了 也能害咱们小苦一个清静 众鬼愣在了原地 老者的鬼魂 指着那个身影骂道 带着你的 搜主一滚回棺材去 哦 对了 少女的鬼魂 从身后一抓 抓出来的大头娃娃 大头娃娃不停地挣扎 呲牙咧嘴地露出 他尖锐的牙齿 是他给那些人引过来的 这玩意凶得很 伤了好几个乡亲 才抓住他 小苦 你看怎么处理这鬼东西 我看着大头娃娃 随之将手 只按在了他的额头上 紧接着 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只见那大头娃娃 就好像受到了 某种刺激一样 开始不停地挣扎 乡亲们的鬼魂 死死地按住大头娃娃 少女更是给了他几个耳光 别不知好歹 小苦能给你哭两嗓子 是你这辈子修来的福分 不是俺们望山村的鬼 能享受到这个福分 你还不乐意了 等咱们和老神 先一同离开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祖宗记了八辈子的德 都用在了你的身上 很快 大头娃娃便不再挣扎 而他可怕圣人的模样 也变成了七八岁 男童应有的样子 我指着男童磕巴地 说到你们 先 先照顾他 我明白 交给我好了 少女牵着男童鬼魂的手 后者则是一脸茫然 庞佛在问 我是谁 我在哪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旁的老者鬼魂 深深地叹了口气 这么下去 也不是个事 那些黄皮子不满约定 总想独占小苦 今天这事 我们能搪塞过去 之后可咋办 众鬼陷入了沉默 他们都是一些普通的鬼魂 根本没有抗衡黄皮子的实力 别说黄皮子 就算是刚才抓住大头娃娃 都是他们依靠着人数的优势 要是单独应对 结果无法想象 离 赖子 没了 这个你放心 老者说到 你自己过来 我们就知道 骏狼那出了问题 我儿子去帮忙了 应该没问题 我点了点头 继续说到骨头 我还需要 没问题 老人指着后山的坟墓缺多少 哇多少 何家老娘也来报到了 不过 我建议你小心点 别被人撞见 就这样 在乡亲们鬼魂的照顾下 我留在了后山过夜 至于天明之后怎么办 我想 这应该不是我一个傻子 能考虑明白的 六个人跑回了侯伟的家里 碰了一头灰的 他们本打算去找李赖子撒气 结果一看仓房 锁头掉落在地上 里面也知 剩下了一捆麻绳 哪里还有李赖子的身影 被黄婆子洗脑的众人按到不好 跑了 我又跑了李赖子 他们知觉的自己的脑袋 好像随时要掉下来似的 黑灯瞎火的夜里 六个大男人来到了一处民房 找到了被安顿在里面的黄婆子 黄婆子的脸色 还不如这六位 他可谓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六个大老爷们 愣是没能抓住一个傻子 更让他郁闷的是 那大头娃娃 也不知道去了何处 黄婆婆 李赖子跑了 听到这话 黄婆婆更为心力交瘁 要不是这几个人还有用 要不是他没办法亲自动手 我想眼下的黄婆子 绝对会生吞活泼了这六个废物 为了维护自身形象的黄婆子 打碎了牙 也要往自己肚子里 他哀声叹气地摇了摇头 说到那煞心灵不该绝 也不能怪你们 我经历了 你们也经历了 是生是死 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今天是第一天 你们还有机会 天一亮 我也要走了 期限内 你们要是能把和苦送到皇家庙里 就有机会 要是做不到的话 黄婆子话没有说完 苦涩的笑了笑多的 我就不解释了 你们自个心里明镜着呢 六人面面向去 再度哀求起来 黄婆子则是一言不发 一副惋惜的模样 六人无奈 只能信信离开 各回各家 转眼间 天就亮了 天色一打亮 黄婆子便要离开望山村 他总觉得 跑了李赖子 不是什么好事 结果 黄婆子刚走到村口 便遇见了坐在石碑上的李赖子 李赖子悠闲地坐在村碑上 他手里把玩着一根柳树枝 玩味地笑了起来 这一大早 黄大仙是要上哪呀 咋走得这么匆忙 来都来了 不吃个早饭哪能行 黄婆子勾搂个身子 尖嘴猴腮的嘴脸 显得有些阴姐 这位先生 请问您是 你不认识我 李赖子指着黄婆子身后说道 不认识我 你应该认识你身后那位吧 黄婆子下意识地向身后看去 可他的身后 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就在黄婆子转过身来的刹那间 一张鱼网被李赖子抛了出来 扣在了黄婆子的身上 黄婆子不停地挣扎 发出的声音极其刺耳 同时 在鱼网罩住他之后 一团黄色的烟雾 也瞬间生腾起来 畜生就是畜生 一点脑子都没有 李赖子将黄婆子 扛在了肩膀上 朝着村里走去 要让你逃了 俺们爷俩可就解释不清了 只能委屈你黄大仙 跟咱走一趟 唉 老少爷们 父老乡亲 都出来瞧瞧 李赖子扛着黄婆子 一边走 一边大声吆喝起来 农村人起得比较早 就算有赖床习惯的 被这李赖子 走街串巷的吆喝下 也都从睡梦中醒了过来 很快 李赖子身后就跟了不少人 大伙交头接二 指指点点 完全理解不了 李赖子究竟是怎么打算的 也看不明白 这余网中捆着个老太太 是什么行为艺术 李赖子 你 你到底要钱吗 听到黄婆子的话 李赖子冷哼一声 您老脑子 这不是挺灵光的吗 怎么 现在知道我是谁了 您别紧张 我也是力求自保 不招摇壮士 我们爷俩非得被害死不可 只有您老人家 能证明我们的清白 之后 李赖子在村里 大摇大摆地走了一圈 最后 她的脚步停在了 村里的小广场 这一圈走下来之后 该来的都来了 不该来了也都来了 这其中自然包括 昨天夜里绑了李赖子 将我逼迫到后山 躲了一晚上的六户人家 赖子 你这是钱啥 一个和李赖子关系 不错的村民 打去到 早些年山上的匪头子 有绑压寨夫人的习惯 惊得你李赖子也来这一趟 呦 不对啊 那人打眼一瞧 开着玩笑 道你这是鸡不择食 还是绑了个老娘啊 这老帮菜你 从哪弄来的 众人哄堂大笑 李赖子 则是将老太太扔到地上 骂骂咧咧到滚你的 你要稀罕 接回去给你当老娘供着 村民们看热闹 不嫌事儿大 不过原本有些怪异的气氛 在这俩人的半嘴之下 反而轻松了不少 李赖子环顾人群 指着站在后方的侯尾 喊了一嗓子侯尾 来都来了 你们几个都出来吧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 是有误会 还是有过节 咱们当着相亲父老的面 给讲得清清楚楚 要不然咱心里不舒服 你们心头也委屈不是 侯尾躲闪着众人的目光 他向后退了两步 结果一把被自家婆娘拉了回来 你跑什么跑 你个窝囊废 李赖子跟那何傻子 差点害死你 有什么不敢说的 说吧 侯尾就被推到了中间 眼看着侯尾被迫站了出来 昨晚其余参与进来的五个男人 也纷纷走出了人群 开始了与李赖子的对峙 李赖子 你这杀千刀的不怕磕尘 咱们就把话说明白 胆子大的那人扯着嗓子 对着村民们说道 大伙都清楚 何苦那傻子从来到往山村 咱们这村子就怪事平平 只要他哭一嗓子 被哭丧的那户人家 准饱死人 这些事大家都有目共睹 我说的不错吧 村民们交头接耳 这话他们不否认 但也不敢太过于声张 这些年来 所有人看待 我都如同看待温神一样 本就思想保守的村民们 生怕说了不好听的话 厄运就会落在他们头上 那人指着李赖子 问道李赖子 这话你承认还是不承认 我承认 李赖子大大方方地承认了下来 随着反问道 那我也问你一嘴 是不是和傻子不哭丧 咱们村的人就会长生不老 五大三粗的汉子 一时间背对得哑口无言 他想了半天如何反驳 都没能憋出一个字来 李赖子趁热打铁地说道 我知道大火队和苦心声不满 我也承认 当年我的确认过 何苦做前儿子 但我李赖子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从我改邪归正之后 我心里的 要是做过一件对不起望山村的事 我李赖子都是狗娘养的 说着 李赖子拍着自己的月胸腹 眼眶通红地喊道 他们几个说我李赖子邪乎 说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弄出来的 是真是假 乡亲们自己心里清楚 十年前 我李赖子挨家挨户地磕头 让你们提前收割庄稼 试问一下 我李赖子活生生地站在这里 我再怎么邪门 也是个凡人 我莫非有着让天气炸寒的本领不成 这些年来 十户人家有八户人家 我帮过忙吧 可就在昨天晚上 李赖子用手一指 极为委屈地哽咽道 他们几个给我捆到了侯伟家的仓房 给我打得半死 而何苦更是生死不明 我李赖子敢站出来 就是要证明 我李赖子 行得端 站得正 一时间 人群中开始交头接耳地探讨起来 这也是李赖子的高明之处 他对付的不仅仅是黄皮子 还有被蛊惑的六户人家 所以 李赖子必须让大家伙做个见证 毕竟这些年 李赖子做了不少好事 黄皮子蛊惑一小撮人倒是可以 但根本不可能让全村人 都针对帮助了他们不少的李赖子 李赖子 你妖言惑众 侯伟的婆娘骂道 昨天黄婆婆救了俺们六户人家 你和那何苦要害死所有人 你现在少来这套假慈悲的面孔 你说黄婆子是吧 李赖子指着渔网中的老太太 苦笑道 那日和亲老娘出病 被黄皮子拦路 被我那傻儿子戳穿后 导致那黄皮子怀恨在心 所以才有了今日的挑拨离间 亏了大家伙是相礼相亲 相信外人都不信我是吧 我昨晚要不是担心 你家男人的状况 你以为我能上你的当 侯伟的媳妇不依不饶地说道 你说黄皮子就黄皮子 你怎么证明 别急 马上就证明给你看 话音刚落 一辆小轿车开进了广场 下来的司机正是何庆 除了他之外 还有三个形色匆匆之人 而这三个人 大家都很陌生 也不是望山村的村民 妈 被何庆带来的三个人 立刻冲了上来 而这生妈 喊得正是被困在 渔网当中的黄婆子 妈 众人一头雾水 而三个人则是气得不行 是谁这么钱的 敢这么对待我娘 是不是找死 说吧 为首的男人就要掀开渔网 但回应他的 则是老人家的呲牙咧嘴 男人吓了一跳 连忙问道妈 你这是钱什么 是我 你大儿子 李赖子走上前去 解释到他 不是你母亲 至少现在不是 我是这个村的出马先生 你娘被黄皮子赋了身 我特意 让何庆去通知你们的 啥 男人将信将疑地 看着李赖子 一时间有些不知如何是好 李赖子也不废话 他拿出了柳树枝 开始不停地 抽打着老太太的身体 老太太被打得哀嚎不止 连滚带爬 看起来极为可怜 同时 李赖子口中 也是念念有词 更是将一碗黑乎乎的液体 全部倒在了老人家的身上 你找死 男人冲上前去 想要制服李赖子 只见何庆 眼疾手快地 将他按在了身下 阻止了男人的动作 伴随着老太太身上 飘散出来的黄色雾气 她的挣扎幅度 也减弱了很多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只见一只黄鼠狼 从老人家的衣服里 钻了出来 黄鼠狼跪在渔网当中 他就好像那小孩子一样 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小爪子 不停地做着磕头 做衣的动作 现在知道怕了 害人的时候 怎么不见你这么乖巧 李赖子大步上前 一把将黄皮子 从鱼网中拽了出来 死死地抓在手里 紧接着 他蹲在老太太的身前 给他喝了一碗 早就准备好的浮水 在众人瞠目结舌之下 老太太喘了几口粗气 脸色也红润了不少 娘 男人上前将自己的老娘 搀扶起来 哽咽地问道 您这是咋了 不是去二妹子家了吗 咋来这儿了呢 老太太迷迷糊糊地 看着四周的人群 虚弱地说道我也不知道 到了黄鼠狼 他问我 你看我这身衣服好看不 我好像说了些什么 之后 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村民们看看老太太 又看了看被李赖子 抓在手里的黄皮子 都觉得这事情 有些不可思议 早就听说过 那黄皮子邪乎 接连两次的事件下 乡亲们也终于意识到 这玩意 还真不好招惹 李哥 还有啥吩咐不 何庆走上前来 问了一嘴 李赖子耳语道多谢了 改日请你吃饭 客气啥 何庆搓了搓手掌 试探性地提醒道 你看我那外甥 行 知道了 等会就过去看看 没错 这也是一场交易 昨晚李赖子 从仓房逃出来之后 就找到了何庆 因为李赖子 没办法离开村庄的缘故 他只能找一个 半时利落的人跑腿 而何庆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之所以何庆答应的 干净利落 则是因为李赖子 许诺和庆帮他 看看赵小军身上的问题 至于李赖子 是如何找到老人家儿女的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毕竟李赖子 是个出马先生 要是寻人找鬼 这种事情 都没有头绪的话 他也不配吃这碗阴间饭 六户人家面面相去 也意识到 自己受到了蛊惑 侯伟站了出来 语气恭恭敬敬地 问道李哥 我们的确 可能被这黄皮子 给胡弄了 可是我婆娘没有说谎 我们的小腿上 真出现了黑手艺 说着 侯伟先开了裤腿 指了止于清的痕迹 你看 这里还剩下一些 那黄婆子说 七天内 要是不送走何苦 我们都得死 你们啊 黄皮子的话有个信 李赖子抓着黄皮子 狠狠地问道 是不是你弄的 黄皮子不住地点头 哪里还敢藏着掖着 看懂咋回事没 李赖子对着几家摆了摆手 不耐烦道 以后别听风就是雨 剩那点黑硬呆会 我去帮你们弄掉 我李赖子啥人 我也就不说了 十多年了 交不住的也就不交了 老太太的大儿子 走上前来 拿出了二百块钱 递给了李赖子大哥 这钱你收着 咱们也算是认识了 望山村是吧 以后我要是需要看事 在登门拜访 李赖子没有收钱 只是应付了几句 随后老人和他的儿女 便离开了村子 行了 大家伙都散了吧 等等 就在李赖子 让大伙离开的时候 一个老人站了出来 老人是望山村的老村长 很有威望 他当初和我爷爷的关系非常好 时至我的到来之后 他才渐渐地和爷爷形同陌路 只见老人敲了敲拐杖 铿锵有力地问道赖子 这几天发生了不少怪事 趁着这股热乎劲 你解释解释何苦的问题吧 他来望山村十几年了 你认了那傻娃子当前儿子 也是时候给大伙一个交代了吧 很快 老村长的提议 便得到了村民们的支持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 追问着关于我的问题 李赖子眼珠子一转 委屈地解释道 大伙放心 何苦哭丧 的确让人隔音 但我保证 他绝对没害过任何一个人 而且他现在生死不明 我这前儿子 也是命苦啊 少来这套 老村长不依不饶道去哪家 哭哪家死人 你说没关系 谁相信 我跟你讲 他死了正好 要是不死 也赶紧送走 要不然 别怪我们不讲同乡情面 李赖子是谁 好听的 叫浪子回头经不换 不好听的说 他骨子里 还是以前的泼皮无赖 嘿 你这就不讲理了吧 李赖子一跺脚 无赖地说道 你们不幸是有人要死何苦 才去哭丧的对吧 那行 我找到何苦就证明给你看 今天下午 我让何苦去你家门口哭 要是你死了 就证明你是对的 到时候 我李赖子把何苦掐死 自己也上吊自杀 行不 要是哭不死你 就表明着何苦没问题 咱们今天就非得找出真相不可 老村长气得瑟瑟发抖 指着李赖子 你个不停 你什么你 一大把岁数 抓住个孩子不放 亏了当年老何头救过你的命 不嫌苛逞 就在村民们犹豫再三的时候 只听李赖子哀悠一声 只见他的虎口处出现了一道血痕 而那黄皮子 在咬伤李赖子之后 也是窜了出去 不见了踪念 晚安 李赖子咬牙切齿到 要不是你这老头子 让我分心 等跑了那黄皮子 现在好了 他回来报复 看你们怎么办 其实这话完全是李赖子 吓唬众人说出来的 就算黄皮子不跑 李赖子也不敢对这黄大仙怎么样 到头来 还湿得放了 可让李赖子没想到的是 他千算万算之下 忽略了我这个愣头青 村民们聚在一起 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着意见 不知道谁在人群中喊了一嗓子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快看 和傻子回来了 顺着那人手指的方向 只见我破衣烂衫地走在路上 我灰头土脸 鞋子都丢了一只 关键的是 我呆头带脑走路的同时 手里还拎着什么东西 随着我越走越近 大家伙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赖子 你弟妹生孩子 我先回去了 李赖子看向那人 这我没到你媳妇比我还大两岁吧 功能挺全面啊 又有一人说到李哥 我去叫我妈起床 李赖子嘴角抽搐 要走得赶紧走 都什么理由 你妈走多少年了 还胡扯 煞时间 人群四处散开 走到李赖子跟前 我一手擦着鼻涕 一手将黄皮子的尸体扔到了地上 扔到地上之后 我还用脚踢了两下 黑黑地笑了起来 抓 抓到了 这是皮子 不好 打死了 李赖子嘴角抽搐 脸色煞白 小祖宗忧 你怎么 就跟他过不去啊 你怎么给他打死了呢 我歪着脑袋看着李赖子 不得不说 我的脑回路 的确有点奇怪 我不大理解李赖子慌张的模样 而他的话也被我误解 为他是在问我 怎么弄死黄皮子 事件我蹲下身子 抓住了死去的黄鼠狼 随着我抄起一块石头 猛地砸向了黄鼠狼的脑袋 砸了七八下之后 我又揪着黄鼠狼的尾巴 找到一棵树甩来甩去 最后 我捏住了黄鼠狼的脖子 眼神纯真清澈地说道救 就这样弄死的 李赖子捂着月胸口 哎呦个不停 他小心翼翼地 接过了黄皮子的尸体 然后对我吩咐到你去回家 洗把脸 睡一觉 别出门 等我回去 哦 我应了一声 朝着家里的方向走去 可我刚走出两步 我便停下脚步 紧接着 我目光锁定在了一个方向 整个人不言不语 身体也没有了 往日的不受控制 看到这一幕 李赖子慌了神 他连忙按住了我的肩膀 大儿子 乖儿子 咱今天不哭丧 我求你了 干爹求求你 我好不容易胡弄过去 再哭死一个 咱俩都得陪葬 李赖子一夜没睡不说 更是被揍了一顿 除此之外 李赖子更是心力焦脆地 拿着黄皮子的尸体 还不知道怎么处理 何况 一大早 他就绞尽脑汁 澄清了我们的冤屈 可以说 李赖子紧绷的神经 已经脆弱到不堪一击 这个接骨眼 我要是哭死一个 我俩真不用活了 我木讷地摇了摇头 抬起手指 指着医护人家没脸子 爬烟筒 掉炉灶 烧火坑 门槛里 出不来 门槛外 再张望 李赖子一愣 他盖住正常的眼睛 朝着那户人家看了看 看了片刻 李赖子皱眉问道 啥都没有啊 你看错了吧 你 真的看到了没脸子 我咋啥都没瞧见 没脸子 指的便是鬼魂 这种鬼魂并不厉害 也是经常遇见的一种 所谓冲了身 便是被这种鬼魂纠缠的一种说法 一般运势差 养火虚的人 容易招惹到这种东西 被缠上之后 大部分人会小病一场 休养几天 等自己的养火旺盛一些 这没脸子就会自行离开 不过也有一部分情况 会导致没脸子 会无休无止地纠缠 比如病入膏肓之人 无法恢复养火之人 或者一些特殊的情况等等 这种情况 就不是小病一场那么简单了 最为严重的 会丢掉性命不说 身边人恐怕都会受到波及 拎着黄皮子尸体的李赖子 松了口气 在他看来 撞了鬼 总比我哭丧要好得多 大儿子 这事跟咱没关系 李赖子看了一眼 手中的黄鼠狼尸体 劝说道 反正我是没瞧见 说不定你看错了呢 咱还是想办法 给这黄大仙安葬了吧 如何 我死死地盯着那户人家 微微摇了摇头 有 殷德 不走 李赖子煞时间就明白了 我的意思 从开始到现在 能让我平安成长 至今的最大原因 就是殷德 武家的大仙 挑选出马弟子 为的是借助积攒的殷德修行 出马弟子也是如此 累积的殷德多了 死后也能离开得舒服点 殷德的获取方式有很多 也因为如此 间接导致了大仙们 汲取殷德的时候 难免有些剑不得光的手段 就好比我之前 去过的屠宰场 柳家的长冲 借助牲畜的怨念骇人 这也是积攒殷德的一种方式 万物有灵 被屠宰的牲畜 能够散去怨气的话 那么帮助他们的柳仙 就能获得一些殷德 关键骇人性命的 还是牲畜的怨念 而不是那条长冲 所以 柳仙并不会亏损殷德 只不过 这种手段的确卑劣不堪 要是哪天来了个 有本事的先生瞧见此事 估计便会出手 当然 在这大仙跋扈的地头上 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低得很 秉承着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的理念 李赖子 还是尽可能地 劝说着我大儿子 咱们还是想办法 和皇家解释解释 又死了一个黄皮子的原因吧 你就别盯着 那家不放了 咱这望山村友 大仙盯着 没脸子 一般都不敢靠近 万一不好解决 反倒徒增麻烦 我没有搭理李赖子 而是目光坚定地 朝着那户人家走去 见此情形 李赖子连忙将黄皮子的尸体 揣进了胯包里 紧忙地追逐着我的脚步 很快 我便来到了那户人家门前 左顾右盼地观察起来 门槛外地想进去 我还算完整地 说了这么一嘴 紧接着 我走到李赖子右手边 在她的背包里翻找起来 你找啥呢 需要什么跟我说 李赖子心力交瘁 整个人也疲惫得不行 我伸手提莫了提莫 然后将刚被李赖子 放进背包里的黄皮子 拽了出来 还没等李赖子阻拦 黄皮子便被我丢了出去 祖宗啊 你是真不怕黄大仙 要你小命啊 又提莫锁了一会儿 我拿出了一把小刀 一块木头 以及一把小锤子 我坐在地上 用小刀将木头 刻成了钉子的形状 紧接着 我走到那户人家门前 将钉子砸进了 他们家的门槛中 李赖子将黄皮子的尸体 捡了回来 看到我的动作后 他眯缝着 双眼说到绊脚钉 你打算用这玩意拦住鬼魂 可行倒是可行 可我也没见到 其他的没脸子 砰砰砰 我不停地敲打着木钉 发出来的声音 也引来了 那户人家的脚步声 知呀 大门被打开 一个女人睁大眼睛地 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李赖子 下一秒 她扯着嗓子喊道大壮 你快出来 和傻子来咱们家哭丧了 听到女人的喊叫声 男人抄着一把菜刀 就冲了出来 李赖子拔腿就跑 跑了两步见我没动作 她又折返了回来 大壮 别动手 李赖子立刻阻拦 解释道 和傻子要是哭 根本等不到你们出来 是我带她来的 你们家有问题 此刻的李赖子之 能硬着头皮解释 可让她郁闷的是 她的眼睛根本没看到没脸子 以至于李赖子之 能将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本来我就招人反 要是看不出点端倪 这事也不好收场 你说真的 大壮将菜刀放了下来 紧张地问道 这和傻子真不是来哭丧的 肯定不是啊 李赖子松了口气 说道 你看她知识在钉钉子 要是哭的话 根本等不到你们 两口子出来 我刚才本打算回家来着 结果发现 你们家的阴气有点重 所以就带着何苦过来瞧瞧 你们猜怎么着 这一瞧 还真有点问题 此刻的李赖子 也有些做贼心虚的感觉 毕竟她真的是 什么都没能瞧出来 没想到的是 听到李赖子这么说 中年两口子相互看了一眼 夫妻二人态度改变了不说 更是热情地 迎接李赖子进入家门 李叔 快进屋 宁可地好好替我们瞧瞧 与此同时 木钉子 也被我死死地 嵌在了门槛当中 李赖子连忙将我拉了起来 此刻她也意识到 我的确没看走眼 以这两口子的表现来看 他们家还真的出了问题 进屋之后 大壮的媳妇 开始端茶地水 蛮得的是 这次连我这个扫把星 都有了一口热乎乎的茶水喝 侯伟他们几个也是的 跟个孩子这么较真 女人拿出了衣服和鞋子 递给了我 我儿子跟你年纪差不多 这衣服你换上 别闲事穿过的就行 我双目浑浊地看着眼前的女人 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李赖子笑着说道 有啥嫌弃的 这么好的衣服 和苦掌这么大都没穿过 你小子去换上 然后洗把脸 看你造的 跟个没黑子似的 这一次我很乖巧地 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和鞋子 也是难得地表现出了 正常人的一面 屋里的大壮紧忙问道李叔 您在我家看出来啥问题了 一时间 李赖子有些哑口无言 毕竟看出问题的是我 而不是他 这个吧 想了想 李赖子说道 具体的我也看不出来 只是察觉到了 你们家的阴气比较重 你们两口子能让我进来 孤提摸着 也是心里有数 说吧 我看看怎么解决 听到这话 大壮也不含糊 他立刻起身 指了指另外的房间 我儿子 罗浩 最近不大对劲 大壮忧心忡忡道 这小子从小被灌出一身毛病 整天不学无术 和一帮不务正业的小子瞎混 他是一周前回来的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两口子没觉得什么 该说说 该骂骂 这小子脸皮也厚 根本不当回事 整天就知道 躺在屋里 去玩那个破手机 在家里待了三天 我们两口子 还纳闷 这小子这次回家 怎么这么老实 我们担心他在外面闯了祸 就想着问问 谁知道 他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说话的语气很怪不说 竟然还辱骂 我们两口子 我这脾气再好 也容不得 打爹骂娘的事发生 当时我就给他一顿打 打过之后 这小子老实了不少 说到这里 大壮停顿了片刻 随之继续说到前天晚上 这小子的房间 传来了像是小孩的哭泣声 我们从梦中惊醒 进屋一看 什么都没发生 可从那天开始 我儿子就高烧不断 昨天一整天 我们去医院做了检查 但大夫说他什么毛病都没有 只是打了退烧针 可也不见效果 幸好您来了 要不然 我们还打算再去市里 再检查一下呢 听完讲述 李赖子起身朝着小屋走去 我去看看 到底怎么回事 就在几人刚走到门口的时候 只听哗啦一声脆响 随之小屋内 便传来了癫狂的嘶吼声 滚啊 让他滚 让他滚 李赖子按道不好 立刻破门而入 推开房门 只见一个脸色苍白 头发花花绿绿的年轻人 正在对着窗口咆哮 窗户完全碎裂 而我正站在窗外 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年轻人 小屋的窗子很小 我站在那里 就好像一张遗罩似的 此时我的脸颊上 也有一道被玻璃碎片划伤的血痕 让我的整体看起来更为圣人 妈 让他滚 让他滚出去 罗浩抱住母亲 慌张地指着我 他是来害我的 他要我死 要我死啊 本身我就臭名招着 被罗浩这么一说 夫妻二人的心里 难免犯了忌讳 李赖子毫不客气地 对我挥了挥手 你个傻娃子 站那前傻呢 跟个死人似的 赶紧上一边去 我抬起手指 指着罗浩 磕磕巴巴道火煮鬼 是个孩童 怨 怨气很深 会害死人 李赖子微皱眉头 想了想 他还是催促道 你先别在这处着 去门口玩一会 被连续驱赶了两次 我低着头离开了窗口 看我离去 李赖子深深地叹了口气 他很清楚 我本事不小 奈何我的脑子不灵光 可以说是一根筋 根本不会变通 更别说察言观色 这种高深的学问了 我走之后 李赖子也端向着眼前的罗浩 罗浩二十出头 比我大上几岁 他的脸色很差 但他那一头花花绿绿的头发 倒是格外的显眼 李赖子坐在了抗边 用手提摸了 提摸罗浩的额头 真烫啊 去 弄一碗清水过来 大壮不敢懈怠 连忙去弄了一碗清水过来 而罗浩则是蜷缩在母亲的怀里 颤抖个不停 接过清水 拿出了一根红筷子 点在了清水上 之后 李赖子松开了手 诡异的是 那根红筷子 却屹立不倒 看起来无比的神奇 还真被何苦说对了 你们家孩子 的确招惹到了脏东西 将筷子拿出来后 李赖子拿出了一张黄纸 用火柴点燃 燃烧的纸灰洒落在碗里 李赖子也是念念有词 忙了一会儿 李赖子将浮水递给了罗浩 询问到娃子 你自己喝 还是我们帮你 我 我自己喝 听到这句话 李赖子有些意外 他没想到 罗浩竟然如此乖巧 只见罗浩拿起碗 咕咚咕咚地将浮水一饮而尽 喝完之后 他还不忘擦了擦嘴角 李叔 我们家孩子咋样了 李赖子默不作声 死死地盯着罗浩 只见那罗浩露出一抹笑意 随之对着李赖子狂喷起来 喝下去的浮水 全部被吐在了李赖子脸上 就连那些纸灰 都原封不动地还了回来 李大师 我 我肚子不舒服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李赖子冷笑一声 目光如炬地看着罗浩 没关系 慢慢来 说吧 李赖子将手指搭在了罗浩的手腕上 这架势 就好像老中医好脉似的 李叔 大壮疑惑地问到您 还会中医呢 不会 李赖子闭着眼睛解释到 被脏东西冲了身和生了病差不多 脉搏会跳动的异常 我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此刻的李赖子 一边好脉 一边回味着我之前说过的话 根据火烧鬼三个字 他很快就找到了对应的脉搏跳动 李大师 怎么样啊 在罗浩问询的同时 这年轻人再次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一瞬间 李赖子瞬间松开了手指 而他的手指上 也传来了阵阵灼烧带来的刺痛感 你趴下 把上衣脱掉 好 没问题 罗浩很是听话地将上衣脱了下来 只见他的整个后背 一片赤红 就好像要滴出血来似的 怎么会这样 我儿子的后背是怎么了 罗浩母亲焦急地问了起来 李赖子更是不敢掉以轻心 他连忙从背包里拿出一根毛笔 沾上特殊的颜料之后 李赖子将毛笔点在了罗浩的颈椎处 可怕的是 毛笔的笔尖 再触碰到罗浩皮肤的一瞬间 便燃烧了起来 李赖子将毛笔扔到了地上 用力地踩了几脚 这才熄灭火势 惊悚的一幕 让屋子里的气氛 变得诡异起来 夫妻二人颤抖地看着这一幕 甚至都忘了该说些什么 让何苦进屋吧 李赖子心跳加速地说到 说句实话 看出来 你们家有问题的不是我 而是你们口中所说的何傻子 你们也看到了 这孩子被脏东西给缠住了 我根本看不到 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折磨你们家孩子 或许何苦能够解决 夫妻二人相互看了一眼 只听那罗浩 哀嚎着喊道 爸 妈 何傻子要给我哭丧 别让他进来 他进来 我必死无疑 这 一时间 夫妻二人也拿不定主意 李赖子咬紧牙关 抽出柳条 就朝着罗浩的后背打了下去 啪的一声 一阵烟雾升起 伴随着的 还有罗浩的嘶吼声 你找死 只见那罗浩转过头去 他的脸上争鸣凶狠 五官更是扭曲得不行 狭窄的房间中 摆放在各个地方的物件 噼里啪啦地掉落在地面 昏暗的灯光也闪烁个不停 下一秒 李赖子的袖口 忽然间燃烧起来 同时 罗浩嘴里发出了尖锐的笑声 这个声音 有点偏向于女人 但更多的 则是阴童的声响 李赖子甩了甩袖子 没能熄灭火焰 他按道不好 扯着嗓子 喊道大儿子 快来救我 我坐在院子里摆弄着石子 听到李赖子的求救声 我回头瞥了一眼 然后若无其事地 继续把玩这无聊的小石头 哎呦 哎呦 烧起来了 这啥玩意啊 火烧鬼这么厉害的吗 李赖子哀嚎道 快帮忙啊 我死了你们爷孙的事 谁去罢 听到这话 我才起身 不紧不慢地走进了屋内 来到小屋 李赖子不停地扑腾翻滚 他想要熄灭掉自己身上的火焰 而我看到的他 则是安然无恙 根本没有所谓的火苗 爸 妈 救我 他要害死我 害死我 看到我进来 罗浩再度恢复了正常的声音 他躲在自己父母的身后 甚至连和我对视的勇气都没有 我也不废话 跳到炕上便抓住了他的头发 硬生生地 将一个一百多精重的年轻人拽了起来 你 你不该下来的 怨恨 对你不好 我代你 回 回去 滚开 罗浩挣扎的同时 声音也是尖锐地怒吼道 凭什么 我要被活活烧死 凭什么这种人 却能享受不被他珍惜的人生 这是你的命 我很完整地 说出了这五个字 但这句话 却让罗浩更为疯狂地挣扎起来 不 这不是我的命 砰的一声 我的身体重重地砸在了棚顶 没错 我的背都却贴在了天花板上 我正以一种俯视的姿态 看着眼角流淌着鲜血的罗浩 刺耳的吼叫声 刺激着我们的神经 炙热的灼烧感 取缔了屋子里原本的冰冷 罗浩的母亲当场晕了过去 大壮叔则是慌慌张张地 搀扶着自己的媳妇 别让自己走得那么难 我艰难地抬起手掌 轻轻地挥动了一下 一道虚幻的黑爪 打在了罗浩身上 扑通一声 我狼狈地砸在了坚硬的炕上 而罗浩则是靠在墙上 喘息个不停 牛啊 大儿子 李赖子挥了挥袖子 喜笑颜开道有这本领 早露一手啊 何必让乡亲们觉得 你是个祸害 你这身上的老仙 我请都未必能请得来 李赖子捏了捏拳头 拿起柳枝 站在了炕上大儿子 你让开 接下来交给我 火烧鬼是吧 我看你能挨几下咱这清风条 说吧 李赖子必要上去露一手 只见那罗浩 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随之屋内 也吹过了一股阴风 这就怕了 李赖子狐疑地看着罗浩 又看向我问道 我这还没出手呢 他咋就昏过去了 莫非我气场太强大 我摇了摇头 盯着李赖子的肩膀处 李赖子先是愣了一下 随之微微扭头 看向了自己的肩头 只见李赖子 紧张地做了个吞咽的动作 表情僵硬地问道不能吧 好歹咱也是供奉着 堂口的正经出马先生 还能被这火烧鬼上身 你别逗我啊 这玩意有这么厉害吗 看不到也就算了 连我这出马先生的三把火 也能压住 我点了点头 解释到他 他是火烧鬼 也也是阴灵 你身上的阳气 并没有办法压制他 锁锁 所以 看我半天说不明白 李赖子赶忙接话说道 所以这也是我这双后天的灼眼 看不到他的缘故 对 李赖子指了指自己的身后 现在咋办 话音刚落 李赖子的袖口便燃烧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李赖子并没有太多的紧张 略显轻松地笑了笑 又来这一套 都是障眼的伎俩罢了 这次 是真的 啥 李赖子看着自己烧焦的衣衫 不停地扑腾起来卧槽 我真的烧起来了 快 快救我 你 你坚持 依依 一下 我坚持个屁啊 李赖子一边打滚一边喊道 你能别在关键时刻磕磕巴巴的吗 赶紧想办法啊 我看都没看李赖子一眼 而是将目光放在了大壮叔的身上 大 叔 我要 你女儿名 啊 大壮一头雾水地 问到我女儿命 我没女儿啊 有 有的 我指着李赖子 说到她就是你女儿 这下子 大壮更猛逼了 她左瞧右瞧 都看不出来 李赖子和女人能扯上半毛钱的关系 罗大壮 李赖子大喊道 你女儿叫啥 失踪的那个 刹时间 罗大壮正在了原地 她眼眶通红地问到罗灵 灵灵 你回来了吗 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之后 我一脚将李赖子踩在脚下 随之将手指按在了她的额头上 罗灵 我以胡家黑婆婆一脉 命你现身 伴随着我的动作 一只黑色狐狸的轮廓出现在了我的身后 同时 我触碰到李赖子的手指 也凝聚出了一团黑色的雾气 李赖子痛苦地嚎叫一嗓子 只见一团灰黑的阴气 从她的身体中飘散出来 你父母在这里 你的执念 永远回不去 你的宿命 已经注定 跟我走 我会让你安详地离开 这个世界 已不再属于你 放下怨恨 不要折磨自己 也不要折磨还没忘记你的生者 一大段话 被我完整地说了出来 只不过 我的口口误更为严肃 深沉 同时伴随着的 更是一股威严的气势 灵灵 是你妈 妈妈好想你 妈妈这些年来 无时无刻都在惦记着你 你去了哪里 我的女儿啊 你去了哪里 渐渐苏醒的女人 泪流满面地 看着那道弱小的身影 她眼中的女儿 时而清晰 时而模糊 好像就在眼前 又好似远在天边 小家伙的鬼魂之 有一个枕头大小 她哽咽地看着悲伤的女人 渐渐地走上前去 我没有阻拦罗琳的动作 罗琳的魂魄 则是依偎在了女人的怀里 女人似乎看不见什么 但又好像什么都看到了 她的手轻轻地俯出着魂魄 不停地说着自责的话 他们没有忘记你 我知道 罗琳蜷缩在母亲的怀抱里 回答道 可我不甘心 我也知道 我伸出了手掌 递给了她生死相隔 你应该清楚 执意地留下来 你是什么下场 罗琳的鬼魂轮廓转向了我 问道 你会让我魂飞魄散吗 会 我回答得很干脆 没有丝毫的犹豫 十几年前 我在村子里遇到了你 我把你送到了阴宅 并且承诺 你让你和她一同离开 你没能给我骨头作为报酬 但我愿意去这么做 因为我不忍看到你四处飘零 现在 别因为你的怨恨和执念 葬送了这一切 罗琳不舍地看着女人 哽咽道 我想和她道个别 你们已经道过别了 我没有丝毫情感地说道 很多人 早就已经道过别了 只是他们在岁月的流逝中 没有意识到而已 有朝一日 她也会离开 你的停留 会成为她的牵绊 罗琳的魂魄 从母亲的怀抱中飘荡了出来 枕头大小的她 趴在了我的肩膀上 搂住了我的脖子 轻微地叹息一声 与此同时 李赖子身上的火焰再度熄灭 这一次 她面颊漆黑 颇为狼狈 结 结束了 李赖子 对我伸出了大拇指鸽 以后你照我吧 这英灵配合火烧鬼 太弹娘的吓人了 还没结束 我转过身去 看向门外门槛里的解决了 门槛外面还有两个 那两个 你来解决 我 李赖子脑袋摇晃得 和波浪古似的 她心有余悸地 拒绝着我的提议 别开玩笑了 在门口的时候 我也啥都没看见 不会又是英灵什么的吧 不是 我解释到 那两个鬼魂身上的东西 在罗昊身上 你拿下来就能看到他们了 李赖子将信将疑地 看了看罗昊 问到什么东西 头发 头发 李赖子不可思议地 看向罗昊 惊呼到 这玩意还能是别人的 就在这时 罗昊醒了过来 她看向屋子里的场景 又看了看 失魂落魄的父母 问到爸妈 你们钱吗呢 我好饿啊 你们赶紧给我 做饭吃啊 此刻的罗大壮 已经吓得不轻 她走到李赖子身边 问到李叔 我儿子没事了 好像 还没有 李赖子紧皱眉头 她冲到了罗昊身前 攥着那五颜六色的 头发质问到小子 告诉我 这头发 是你自己长出来的吗 你谁啊 你 罗昊骂咧咧到滚一边去 别动我头发 这可是我和小丽的定情约定 说着 罗昊便一把推开了李赖子 因为双腿发软 再加上折腾了一大天 李赖子一个亮呛躺在了炕上 你个畜生 啪的一声 罗大壮给了自己儿子一个耳光 骂到都快害死你了 还护着你这杂毛 问你呢 头发哪来的 上次回来 你还没这么长呢 什么玩意 跟他妈鹦鹉成了金似的 给我说 好好说 头发咋回事 罗昊看到父亲双目血红的模样 吓得清醒了不少 他连忙说道我 我相中的姑娘 他说喜欢我这个样子 之后我就去直发了 头发哪里来的 我也不清楚 果然如此 李赖子虚弱地摆了白手剪下来吧 外面的东西 我去打发走 罗大壮二话不说 拿起剪子就开剪 他丝毫不顾及罗昊的哀求 三下五除二 就给自己儿子剃成了秃毛 李叔 给你 被剃下来的头发 如烫手山芋似的 被塞到了李赖子的手里 李赖子艰难地爬了起来 他一手抓着头发 一手捂着老月药 哎呦 不停地走出了房门 过了一会儿 李赖子拎着头发走了进来 李叔 这玩意咋 还不扔掉啊 李赖子有气无力地说道 人家的东西 能随便扔吗 待会我告诉你怎么做 你先给我弄口水喝 罗大壮硬了一声 连忙去倒水 我面无表情地问道解决了 嗯 两个鬼火少年 车头一翘 挂了 李赖子坐在炕上说道 尸体停在殡仪馆的时候 他们家人说这花花绿绿的头发不好看 就给捡了下来 有个贪心的工作人员 见头发停长 就收了起来 然后给卖掉了 几经辗转 这倒霉娃子去直发 正好用在了他的身上 所以招来了两个门槛外的没脸子 正巧回来的罗大壮 听到了这些话 他气不打一处来地骂道 你这龟儿子 死人的头发也敢要 咋没给你这温死的一起带走 得了 得了 李赖子挥了挥手 这小子命大 要不是何苦看出来苗头 他也好不了 以后多管教管教 别在外面瞎混 找个正经营上 别有手好闲 不务正业 比什么都强 李赖子说出来的这些话 其实也是对自己说的 遥想多年以前 他又何尝不是 受尽白眼的地痞流氓 此刻的罗浩 也吓得不轻 他怎么也没想到 顶了几个月的头发 竟然是从死人脑袋上 扒下来的 这事说明了什么 别玩鬼火 更别随便在自己身上 安置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喝了一大碗水 李赖子喘息均匀之后 对着罗大壮吩咐起来 你等会去买点纸钱 尽量多买点 我会给你写个通路符 等晚上的时候 找个十字路口 和这头发一起烧了 烧完你儿子就没事了 李赖子看了看我 补充到 门槛里的何苦待会 就给送走了 你家这孩子得不舒服几天 但没什么大碍 李叔 罗大壮的妻子 擦拭着眼角问道 我女儿一岁多的时候 就失踪了 她是不是已经没了 你能不能告诉我 她是怎么死的 你问何苦吧 我也不大清楚 女人上前 握住了我的手掌 哽咽地问到孩子 我女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求求你 告诉我吧 你不会想知道的 我拍了拍女人 有些粗糙的手掌 安慰到好好活着 你女儿能够看得见 您能白发苍苍地 走向池木 就是对她最大的宽慰 见我不说 女人又追问了几遍 我转身就走 没有一丁点的拖泥带水 见我出门 李赖子连忙叮嘱 道通路符 下午我给你们送来 不该问的别问 和苦身上的老仙 还在呢 能告诉你 早就告诉你了 一大把岁数了 好好活着 比啥都强 哦 还有 下午我来的时候 准备二十块钱 我十块 何苦十块 这是压箱钱 给老仙的 不能含糊 追上我的脚步 李赖子规规矩矩地 跟在身旁 她很是谨慎 因为李赖子清楚 我身上的大仙 并没有离开 走了片刻 李赖子有些耐不住 好奇地问道 老仙还在吗 我挺直约药板地说道 要说啥赶紧的 哦 没啥 没啥 就是好奇那老罗家的闺女 去了哪里 我语气平淡地说道 那夫妻俩第二年生了个儿子 和苦身上的女娃子 在一岁多点的时候 被他爷爷扔进了炉灶里 说是丢了 就这么个事 李赖子站在了原地 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回头看向李赖子 问道咋的 接受不了 嗯 李赖子紧握着拳头说道 虎毒不四子 自己亲孙女 也瞎得去手吗 那个年头 重男轻女 资源匮乏 可能也是无奈之举吧 放屁 李赖子咆哮道 那可是活生生的人命啊 看不出来 你这人还挺心善的 我继续向前走去 平平淡淡地说道 当年这事也不少见 某个山沟沟里 发现个女婴 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吗 只不过是方式不同罢了 那老头子呢 李赖子咬牙切齿地问道 死了 难不成你忘了 我冷笑一声 当初何苦还给哭过丧呢 好像是四五年前的事情吧 好了 我也要离开了 你送我一城吧 何苦应得虽多 但他没下堂口 这会儿 估计已经神志不清了 好 李赖子点了点头 但他的眼睛里却 凝聚着冷冽 庞佛做出了什么决定似的 日落西山 李赖子刚唱了四个字 便被我打断 等 等一下 何苦 李赖子有些意外地问道 不是老仙 是 是我 我艰难地说道 老仙 您先别走 能陪我上趟山吗 问了一嘴后 我的口口 雾再次变成了深沉的语气 上山前吗 有点事 交代一下 我强称着自己表述言语的困难 解释到昨天 我被赵看了一整晚 有点事情 想要跟他们说说 行 我就陪你走一趟 等等 李赖子突然间想到了什么事情 连忙挡在了我的身前不对啊 老仙 后山的坟地 都被武家给划分好了吧 这么多年 很少有鬼魂下山的事情发生 这女娃子是怎么跑出来的 你们俩还好意思问我 我冷哼一声 还不是你们惹得皇家不满 这女娃子所在的阴宅 是黄皮子享有的区域 还要我做过多的解释吗 李赖子挠了挠头 提莫了提莫自己的背包 而背包里面 还有一个黄鼠狼的尸体 完犊子了 李赖子拍了几下自己的额头 一副想死的表情 展露无遗 你 你回去 我上山 李赖子本想跟着的 但听我说让他回去 他也就借颇下驴了 一来是他累得不行 昨晚还挨了顿胖揍 二来他 还要安葬黄大仙 思前想后 他还是觉得 自己先回去比较好 就这样 李赖子回到了我爷爷那里 而我则是依靠着 大仙没有离开的支撑 来到了后山的坟墓 按照大仙的指引 我来到了皇家负责的区域 将目光锁定在了一处坟墓前 而坟墓的墓碑 赫然写着罗浮寿三个大字 小子 你来这里 可不是交代什么重要事的吧 老仙借助着我的身体 说到罗浮寿 就是这小鬼的爷爷对吧 你是想 借助着我在你身上的缘故 替这女娃子出口 恶气不成 我就知道 你这傻子没表面上 看起来那么傻 但这事 不能你去做 大仙转身 朝着山下走去 知道我为啥没第一时间离开吗 我就等着李赖子问我真相 是什么 那老小子有婆婆关照 闯祸了 也未必丢掉性命 至于你 别做出格的事 要不然十几年的筹备 可就竹篮打水一场空喽 走出几步 我脸上突然间露出了僵硬的表情 我低头看着自己 那不听使唤的脚 同时眼睛里流露出来 极为罕见的执拗 这怎么可能 老仙借助着我的口口 勿惊呼到傻子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还在你身上 你怎么可能支配自己的身体 喂 我警告你 我带你上来看看 倒是没问题 但你不能胡作非为 要不然就真完蛋了 那黄皮子小来小去的 可以跟你不计较 但动了他们的应得 他们绝对不会放过你 绝对 不可饶恕 我僵硬地转过身去 朝着罗浮兽的坟墓走去 我身上的大仙 不停地喊道何苦 这事不能任性 你给他哭过应得 怎么可以收回来 这是皇家享有的区域 你绝不能动手 我不管不顾地趴在了坟头上 只见我抬起手掌 漆黑的爪子也浮现出来 下一秒 我将手掌插进了土里 猛地一抓 一把前途 被我握在手里的同时 一个老人的魂魄 也被我硬生生地 从阴宅里拽了出来 老人的鬼魂茫然地看着我 如果不是 我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 这么一张和善的面孔 谁也想不到 竟然如此歹毒 在我利用黑胡的爪子 将老人的鬼魂拽了出来 我身上的大仙 极为愤怒地训斥起来 何苦 有些事不能做 就算非做不可 也不能是你 我扯着嗓子 喊道让他回去 否则的话 黄皮子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身上的阴德很多 可这鬼魂 要是被你弄到魂飞魄散 你也会损失不少 你记住 你的阴德 你爷爷的阴德 一直都不属于你们自己 我死死地 盯着眼前的鬼魂 声音阴冷地说道 谁说那些阴德不是我们的 下一刻 我攥住了老人 鬼魂的脖子 手掌开始发力 何家小子 你 你这是钱吗 老人紧张地说道 我生前和你爷爷是老朋友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看看我身后 老人看向了我的肩膀 煞时间 他瞳孔紧缩 瞬间就明白了我的用意 只听他慌忙地解释到 当年穷的要命 根本养活不了他 我也是无奈之举 要是有一丁点办法 我都不会害死自己的亲孙女 亲孙女 我冷笑一声 原来你还知道 他是你亲孙女 何苦 你给我住手 一声怒吼 我身上的大仙 爆发出了强大的气势 在他的气势下 我的手掌渐渐松开 而我的整个身体 也呈现着极为怪异扭曲的姿态 我的胳膊有些弯曲 我想将这老家伙的鬼魂扼杀 但我身上的大仙 却想要让我放了他 我的双腿不想后退 但他却强制我转身离开 导致我的身体极其的不协调 也处于一种扭曲的抗衡状态 臭小子 陪我走 没想到你一个小傻子 竟然如此麻烦 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 我在你身上的情况下 还能支配自身 但现在 你得离开了 我 不 我咬紧牙关 拼了命地占据着主导权 此刻的我 如同疯了一样 五官扭曲得不成人形 持续了两三分钟左右 我的手掌再次抓住了鬼魂的脖子 同时 这也意味着和大仙的抗衡 我竟然诡异地占据了上风 大仙 这件事与你无关 不过我要借助一下 你身上的黑胡火 说完 我血红的双眼 盯着老者的鬼魂 冷声到你的魂魄 会在火焰中煎熬 这是你应该承受的代价 伴随着我的声音 黑色的印记 从指尖凝聚 紧接着 你到幽深的火苗开始摇曳 很快 那火苗便迅速扩散 朝着老人鬼魂的全身席卷开来 火焰中 整个过程 我都站在原地 略微享受地 看着这一幕的发生 小家伙 我对着身后的英灵说道 你的怨念可以放下了 到了日子 我会送你离开 在这之后 对家人不要留下执念 安心地走 明白吗 小家伙用力地点着脑袋 而他的眼睛 也变得清澈了很多 阵阵微风吹袭 一缕阴气彻底消散 老人的身影不复存在 他的魂魄 也消失在了这个世界 做完这一切 我贪软地倒了下来 我身上的大仙 也重新地掌控了我的身体 我是看出来了 你是真的傻 大仙训斥到你这条命 恐怕保不住了 你们爷孙二人 终究要为你的冲动付出代价 没脑子的蠢货 毁了十几年的筹备 我躺在地上 喘息着说道 大仙知知是人巨鬼 但却不知 若无鬼 罪恶的真相将被彻底掩埋 你 大仙气得不轻 而我 则是彻底地昏沉了过去 黄昏下 我的身体僵硬地走出了后山 朝着家中返回 院子里 李赖子光着膀子 正在用毛巾擦拭着身体 看到我的身影 李赖子摆了摆手大儿子 你也脱了 我给你擦擦 不是何苦 是我 李赖子一愣 反应过来之后 连忙披上外套 公公静静上前 老仙 您还没走呢 没 我身上的老仙说道 和傻子又闯祸了 他弄死了那老头的鬼魂 哪个老头 我瞪了李赖子一眼 这一眼 让李赖子瞬间清醒过来 罗大壮的老爹 李赖子不可思议地惊呼道 这咋可能 您不跟着呢吗 借助着我的身体 大仙将事情讲述了一遍 听完事情的始末 李赖子提摸了 提摸自己的脖子 好像他的脑袋随时会丢掉似的 天啊 李赖子强撑着站在原地 慌乱地嘟囔到 在皇家的地头上 破坏他们的应得 我刚刚才掩埋了 黄大仙的尸骨 还不知道怎么和皇家交代 现在好了 爷他娘的不用交代了 不行 我得给我们爷俩 打造两口棺材 这条命 是保不住了 李赖子越说越气 他抬起手掌 便要给我一个耳光 不过他忽然间想起来 老仙还在我身上 顾忌之下 他也就停止了手中的动作 这傻娃子 怎么就一根筋呢 这事我没打算放过 我寻思着 找个没人注意的机会去解决呢 结果 这傻娃子 竟然如此冲动 一点城府都没有 这可如何是好 李赖子跟个无头苍蝇似的乱转 急得他恨不得 现在就找个绳子给自己吊死 行了 事都出了 还能怎么办 我身上的大仙 叹了口气这么多年 就数皇家最麻烦 我回去跟婆婆商量一下 看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虽然说这次的祸闯得有点大 但这望山村的应得 可不单单是皇家一家的 我们试着 用这一点 来和皇家谈谈看 何况那女娃子的鬼魂 能离开后山 也是因为皇家疏忽的缘故 总而言之 造成这种状况 黄皮子也推脱不了前夕 走一步看一步吧 李赖子颓废地点了点头 也只能如此了 那就有老老仙宁了 商量好之后 李赖子将我身上的大仙送走 大仙离开之后 我的身体彻底倒了下来 将我扛进屋内 安顿好之后 李赖子倒了一大杯白酒 一饮而尽 从改邪归正到现在为止 李赖子可以说是头一次破茧 喝完酒后 他躺在了我的身边 骂骂咧咧到他妈的 要死也当个酒鬼 管他呢 明早能不能睁开眼睛 还是两码事 就这样 黄昏时分 我们都沉沉地睡下 我和李赖子躺在炕上 而我爷爷 则是躺在棺材里 深夜中 一件黄色的衣服 飘荡在我家门前 就在那件衣服 距离屋子越来越近的时候 其余四件颜色不同的衣服 也从各处飘荡而来 诡异的场景下 红色的衣服旁 传来了一个声音 皇家婆婆 若是早些年你这么做 我不阻拦 眼看着只 剩下了两个月的光景 总不能让咱们耗费的精力 都付诸东流吧 青色的衣衫 也附和到胡太爷说的没错 我知道你皇家 对当初的约定不满 但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就没必要自断门路 皇姨婆婆恶狠狠地说道 你们真觉得这爷孙二人 到了约定的期限 会将那些应得交给我们吗 黑婆婆一脉大不如前 但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就是因为这些年来 越发的不对劲 我们才应该带走那傻娃子 自行解决 行了 红姨太爷呵斥到你皇家 要不是自己 弄出幺蛾子 也不会闹出这么个结果 两个月的时间 咱们等得起 要是不守约定 我们胡家自会给你讨个说法 就此散了吧 你们皇家也安分一些 不要胡作非为 红 清 白 灰四件衣衫消失不见 剩下的黄衣在门口停留片刻 也消失在了夜色下 村口处 一袭黄衣再度出现 只听那个阴郁的声音 开口到徽家那位 有什么话还要单独才能说的 刚才都在 我这话着实不方便说出来 灰色的长衫飘荡在半空中 说话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尖锐 刺耳 其实我也觉得 那傻子没那么容易履行约定 他连黄家族人都不放过 接连害死两个 怎么可能是那省油的主 黄衣大仙恼怒的喝道 有屁快放 那日我在徽家低头 听见和傻子说 要在坟里挖谷 您看这事 你就要跟我说这个 黄衣大仙不耐烦的说道 那小子命格特殊 胡太爷说他去挖谷 是为了积累应得 这事早就不是秘密了 你折腾我来一趟 就要告诉我 这些不痛不痒的小事吗 不不不 当然不是 那灰衣大仙阴险的说道 这事在咱们眼里不是秘密 但在那些愚昧的村民眼里 可是天大的绝户勾当 倘若和傻子挖谷 那个时候黄衣大仙笑了起来 夸赞道 早就听说你这灰头老鼠阴险 惊得咱是见识到了 行了 你去吧 事成之后 那和傻子的命格 我多分你点便是 一日 清晨 李赖子浑身酸痛地爬了起来 他坐在炕上 一边挨腰 一边提摸着自己的脑袋 还活着 还活着 喂 傻小子 醒醒 咱爷俩命大 脑袋还在脖子上顶着 接连叫了几次 我都没有睁开眼睛 劫后余生的李赖子 也清楚 我昨天耗费了不少体力 估计要睡上一会儿 殊不知 我这一睡就是两天两夜 一直到第三天 我才彻底醒来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我还是村里的大傻子 这期间 整个望山村 迎来了短暂的安宁 没有发生怪事 村里也没有死人 就连李赖子都犯着嘀咕 皇家这一次 怎么这么安分 但我们都清楚 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吧 东北的冬季来得总是很早 十一月初 气温就已经降到了零下 一场大雪 彭佛将这个世界 都涂抹成了白色 距离所谓的约定日期 也越来越短 向来大大咧咧的李赖子 也肉眼可见的沧桑了不少 至于我 依旧没心没肺 每天 除了嘟囔着一些 让人听不懂的话 就是怪异地走在村子里 时不时地 能安静一些的时候 我则是捧着书籍耐心地看着 深夜中 我从炕上爬了起来 穿好衣服地 走出了家门 朝着后山前往 老何家 已经从老母过世的悲痛中走了出来 打了一整天麻将的何庆 今晚睡得很沉 他的呼噜声 和杀猪的动静 没有太大的区别 可某个瞬间 这震耳欲聋的憨声 却戛然而止 孩子 妈豪冷 何庆吉被发凉 从梦中惊醒 躺在炕上的他一睁眼睛 便看到了一张苍白的老脸 何庆下的半死 他慌慌张张地爬了起来 看着眼前的老娘 娘 您 您咋回来了 何庆给了自己一个耳光 不停地摇晃着脑袋 但她的举动 并没有让眼前的身影消失 时间那老太太 走到了何庆的身前 委屈地哭诉起来 庆啊 娘好想你 娘在那头过得不好 天凉了 我毫了 连一件过冬的衣服都没有 庆啊 让妈看看你 何庆虽然害怕 但毕竟看到的是 自己过世的母亲 她冷静了片刻 问了起来娘 您这是咋了 要不我明天 给你送件棉衣 烧点票子 等不及了 娘就要走了 府提摸着何庆脸颊的手掌 有些冰冷 但下一秒 那只手却消失不见 何庆急匆匆地问到娘 您的手呢 只听老太太说到手没了 让何库给拿走了 我要走了 庆啊 照顾好自己 娘 何庆大喊起来 但哪里 还有自己老娘的身影 听到何庆的声音 她媳妇连忙按下了开关 灯光将屋子点亮的时候 何庆早就已经泪流满面 大半夜的不睡觉 鬼哭狼嚎个什么 做噩梦了 娘 要走了 与人打了个寒颤 有些惧怕地问到娘 都走了快俩月了 你梦到啥了 何庆一言不发 她坐在炕上想了很久 随之说道 那不是梦 娘出事了 说着 何庆便穿上了棉衣 朝着家外走去 喂 这深更半夜的 你前妈去 上山 带好工具之后 何庆果断地朝着后山走去 刚走了两个路口 何庆便看到了个打着手电筒的身影 喂 谁啊 大半夜的不在家睡觉 钱啥呢 那人被吓了一跳 下意识地把手电筒的光束 照在了何庆脸上 庆哥呀 你吓我一跳 我 老张 都是同乡 相互间自然认识 何庆上前 对着那人问道 大半夜的你 跑出来钱啥来了 别提了 我刚才也不知道是做梦 还是真看到了我大哥 他说他坟被掘了 骨头还被何傻子 给叼走了 这梦做的 真实的可怕 我在家里越想越不识滋味 所以就出来看看 老张看了一眼何庆 好奇地问到你呢 这是要钱啥去啊 我看到我老娘了 事情跟你描述得差不多 那绝对不是梦 何傻子这个温死的 肯定没钱好事 快 去后山看看 何庆和老张加快脚步 匆忙地向后山走去 在这段不远的小路上 二人又遇到了两个大半夜 去后山的男人 一询问 情况都如出一辙 他们都遭遇了相同的怪事 要知道 这可是半夜三更 几个胆大的觉得心里不踏实 才选择这个时间出门 谁知道 除了他们四个之外 还有没有也遇到类似的事情 但却没有胆量大半夜 前来查看的村民 四个大老爷们结伴行 他们率先来到了最近的坟墓 这座坟是老张家的 几个男人将手电筒 照射在坟墓周围 只见一排脚印清晰可见 而坟包上 还有被挖掘过的迹象 这个挨牵刀的畜生 我刚才真不是做梦 老张一边哭 一边拿着铁锹 将被铲除的土壤再次抛开 何庆见状 连忙阻拦 老张 你这是要钱啥 老张用力地挖掘 咬牙切齿地回答道 挖开看看我大哥咋样了 这不是胡闹吗 何庆连忙说道 走了的人讲究个入土为安 哪有挖坟的道理 不挖开我咋知道 我哥有没有缺胳膊扫腿 明白着呢 这坟肯定被刨开过 我检查检查还不行吗 老张指着松弛的土壤说道 看见没 这一铁敲下去 就挖开这么多 明显是钢田上的 要不是我哥告诉我这些 等雪下的再厚点 这土又冻上了 到时候咱们还被蒙在鼓里呢 几人一听 纷纷点头 好像也是这么回事 商量之下 四个大男人 将坟墓挖开了个缺口 缺口的大小 正好可以容纳 一人爬进去 你说这事 能是和傻子签的吗 听到何庆这么问 气到不行的老张说道 不是他还能是谁 我哥都说了 和傻子给他骨头叼走了 这杀千刀的傻子 绝坟这种丧天良的事 他也能签得出来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何庆指着坟墓的洞口说道 那和傻子一天走路都费劲 还能有这把子力气 要不是这坟头土被翻了一遍 我估计咱四个想要刨开 都要花费个把小时 他一个傻子 自己能完成 还别说 向来莽撞的何庆 这一次考虑的还不少 不过他刚提出疑问 另外一个同行的男人 便添油加醋起来 和傻子这丧门心诡异得很 谁知道他有什么邪护的手段 哦 对了 那人补充到那天 我跟侯伟喝酒 他喝的五迷三道的时候 说老河头已经死了 但却没有发丧 那和傻子弄了口棺材摆在了屋里 老河头就躺在里面 已经是一个多月以前的事了 估计这回都发臭了 嘶 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何庆试探性地问道 真的假的呀 这么邪乎 真的 千真万确 那人继续说道 还记得当天侯伟他们几个 去抓何苦的事吧 就是那个时候撞见的 他们六个当时被吓得不轻 约定好了 不对外人 讲他们的所见所闻 要不是侯伟喝多了 他也不会说出来 第二天一早 侯伟就惊慌失措地找到我 告诉我 千万别听他的胡说八道 依我看 侯伟他们 六个要模是着了道了 要模就是被那 瘟死的傻子给吓到了 何庆捏着下巴 嘀咕道你要这么说 姑提摸着八九不离十 这和傻子人死必哭 可到了 自己爷爷这里 却闭嘴不提 这是要害死咱妈 说到这里 何庆对着老张说道 老张 你先进去看看 啥情况告诉我们 行 老张擦拭了一下 被冻住的泪花 嘱咐道 我要是出不来 各位念着点我的好 千万不能放过那和傻子 俺就算死在里面 变成鬼 也绝对不放过和傻子 别胡说 何庆拿出一根绳子 拴在了老张的月曜间 嘱咐道 都知道 你是你哥拉扯大的 没事 看看就出来 我们等你 就这样 老张爬进了坟墓 另外三人 则是在外面 焦急地等待着 坟墓里 一道光束 打在了棺材上 土块 碎石 以及鸡血 时不时地掉落下来 老张顺着绳子 站在了棺材旁 他眼角红润 哽咽地说道 哥 要是打搭你清静了 别埋怨弟弟 我就看一眼 那和傻子 要是敢动你的坟 我丢了性命 也要弄死他 此刻的老张 自顾自地说着话 殊不知 他身旁的一个男人轮廓 已经快急疯了 而这个男人的鬼魂 便是他的亲大哥 老二 你钱啥来了 鬼魂抓狂地喊道 别闹 挖就挖了呀 那是对我们好 你懂个啥呀你 你才是不让我 消停离开的那个 可不能找何苦的麻烦 骨头拿走就拿走呗 人都没了 要那玩意啥用 完了完了 你咋就让人给忽悠了呢 不行 这事儿 我得告诉何苦才行 鬼魂的声音 老张根本听不到 现在这种情况 鬼魂只能亲自出去 让我赶快离开 可他刚想离开坟墓 一道金色的眼睛 就出现在了洞口 死死地盯着他 男人的鬼魂 蜷缩在了坟墓的角落里 不敢抬头 也不敢有任何的动作 与此同时 老张推开了棺材板 将手电筒 照射在森森白骨上面 紧接着 他便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哥呀 你吃了一辈子苦 死了之后 连脑袋都被拿走了 何傻子 我不弄死你 我就不姓张 老张将棺材板 重新盖上之后 顺着绳索爬了出来 看着凶神恶煞的老张 何庆皱眉 问到啥情况 我哥脑袋没了 老张紧握着拳头 恶狠狠地说道 何傻子必须死 我要他给我大哥陪葬 脑袋没了 你 你确定 这种事情 我能说谎吗 要不你下去看看 何庆一拍大腿 对着另外三人说道 挨个坟看看 到底咋回事 咱们几个也别冲动 就算弄死和傻子 咱也一起来 不能让一人淡着 匆忙地填土之后 几人朝着老何家的坟墓方向走去 走到距离坟墓 大概三五米的时候 何庆做了个近身的手势别吵吵 好像有动静 众人关上了手电筒 仔细地听了听 还别说 的确有些许的声响 四人捏手捏脚地靠近坟墓 之间坟墓已经被挖出了一个洞 而声音 正是从洞里面传出来的 四道光束一同打向了洞里 紧接着 便传来了何庆的谩骂声 何库 你个畜生 给我滚出来 我被吓了一跳 向外看去 之间何庆 如同野兽一般凝视着我 而我 手里攥着一条手臂 森森白骨肉眼可见 白骨上面的某些位置 还挂着一层风前的表皮 我再怎么傻 也有着对危险靠近的本能反应 狭窄的墓室中 我后退了两步 但手里依旧死死地攥住那条手臂 庆儿 他怎么来了 老人的鬼魂在我身边 也是惊讶不已 饶食不解地看着自己 那孝顺的儿子 小何库 你能让他看见我吗 老人匆忙地说道 这孩子从小就一根筋 估计是被骗到了这里 你让他看到我 我来解释 我摇了摇头 磕磕巴巴地说道 仙儿 没 没在 何库 你给老子滚出来 何庆拿着铁锹 将洞口再次挖开了一些 你别等我进去 等我进去 你就遭老罪了 奶奶 上 上我身 我知道事情不好办 立刻吩咐道 让他知道 你在 不然 会 会打死我的 好 老太太的鬼魂 立刻附着在了我的身上 与此同时 何庆也从洞口跳了下来 何苦 你找死 别看何庆之前 还劝说着老张别冲动 但现在轮到自己家被掘坟 他那暴躁的性子 再次展露出来 只见何庆抡起铁锹 便向我的头砸了过来 庆儿 我喊了一嗓子 骂到你个没脑子蠢货 我当初给你生下来 是让你今天恩将仇报的吗 何苦为了送我们这些已故之人 安心地离开 耗费了多大的精力 可你今天 却要打死何苦 你是想让你娘我 永生永世地做孤魂野鬼吗 何庆的铁锹 停顿在了半空 但下一秒 他便骂骂咧咧地 抡起了铁锹 朝我砸了过来 去你妈的 还敢装我娘 我让你装傻 让你装傻 砰的一声闷响 铁锹狠狠地砸在了我的背部 幸亏我反应及时 要不然我这脑袋可就开了花了 别说这些 我喘着粗气提醒到让 让他认出来是你 何庆 老太太的鬼魂急忙喊道 那年赵三被打断了腿 娘知道是你钱的 娘大半夜把你藏起来的棍子 给填了炉子 这事儿娘过意不去 但娘不舍得你蹲监狱 你跟刘寡妇不清不楚 也是娘和她聊了很久 在那之后她才跟你断了联系 还有 你媳妇当初跟你吵架 要带着孩子离开你 娘扯下老脸跪着求她 你现在知道 为啥你婆娘让你好好孝敬我了吗 你造孽啊 你 你做了这么多措施 万万不能害得小何苦啊 在老太太泪眼婆娑地哭诉下 何庆放下了铁锹 娘 你真的是我娘 我走上前去 斧提摸着何庆的脑袋 哽咽到孩子啊 娘给你拉扯大不容易 娘这辈子没啥图的 就想着踏踏实实地走 你答应娘 别伤害小何苦 何庆擦了擦眼角 看了看我你真的是娘 娘 我错了 何庆 别被傻子蛊惑 外面的艺人将脑袋叹了进来 大喊道 何傻子妖言惑众 他在蛊惑你 你娘的骨头都被挖走了 怎么可能替何苦说话 刚才的话 我们都听见了 你放心 咱们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肯定给你保密 这何苦邪乎得很 这祸害绝对不能留 何庆想了想 不住地点头没错 没错 我娘的坟都被掘开了 怎么会替何苦说话 你这挨千刀的怪物 我弄死你 庆儿 老太太的鬼魂连忙说道 你不信 也别伤害何苦 娘求你 带小何苦下山 万一你错了 你后悔都来不及 想想你儿子 他没了爸爸 可怎么活啊 洞口的那人也提议道庆哥 先把傻子弄出来 他跑不掉的 你刚才说 有事咱一起担着 咱们下山好好商量商量 扑通一声 何庆跪在了地上 对着棺材磕了三个头 娘 孩子不孝 我保证 一定会给您的交代 说完 何庆便抓着我的衣服 将我从洞口 交给了另外三人 紧接着 何庆也爬了出来 整个过程中 我的手依旧死死地 攥着那根手骨 也不知道没留意 还是出于什么原因 何庆并没有抢夺那根骨头 坟墓旁 何庆几人先是揍了我一顿 之后 他们将我捆得严严实实 带到了山下 我被拴在了 何庆家的牛棚里 这一宿 我跟两头奶牛睡了一宿 天一亮 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而他 正是昨晚提议 让何庆先给我带下山的那个男人 知道我是谁不 我看向对方 点了点头臭 皮子 那人冷笑一声 并不介意我对他的称呼 认出来就行 害死咱家族人的仇 可不是能蒙混过去的 那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只觉得我肩头 好像扛着一块沉重的石头一般 压得我喘不过气 别想着叫帮兵了 咱家为了抓住你 做了不少准备 放心 你暂时死不了 但离了望山村 可就不好说了 广场上的石板 盖上了一层积雪 天气暖和的时候 村民们会在这里 跳跳广场舞 唠唠家常 除此之外 望山村的一些大事 也会让村民们聚集在这里 就好比上一次 我和李赖子 跟六虎人家的误会 就是在这里解决的 而一个月多之后的今天 我又被带到了这里 我被五花大绑 再加上沉重的尖头 让我的整体看上去 就好像是个 油镜灯窟的老头子 广场上聚集了不少村民 除了我之外 还有被捆在柱子上的李赖子 以及 我的爷爷 没错 我爷爷也来了 他连人带着棺材 被一同搬了过来 就停放在广场中央 村民们指指点点 其中绝大部分人的脸上 都露出一抹窃喜 在他们看来 能收拾我 就是解决了望山村的祸害 我甚至从他们的眼睛里 看到了一些杀意 他们巴不得 我这个温神 今天会死在这里 孩子 也怕 罗大壮两口子走上前来 给我披上了棉衣 我从他们的身上 看到了对我的善意 但他们能做的 也只有这些罢了 六点多钟 天已经亮了 李赖子打了个哈欠 想伸个懒月药 双手却没能抬起来 迷迷糊糊的李赖子 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看向了面前的村民们 他先是迟疑了一下 随之嘴角下意识地抽出了几下 没错 李赖子刚刚睡醒 这就是一个说自己 睡眠质量不高之人的表现 不是吧 李赖子瞬间惊醒 大喊道 你们这群混蛋又要钱吗 有病是吧 快放开我 别胡闹 李赖子环顾四周 看到了弯着月药的我 也看到了我爷爷的棺材 他脸色惨白如指 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 别动何苦还有何言 你们闯祸了 闯大祸了 都是黄皮子的阴谋诡计 可万万不能相信啊 何苦是为了 还没等李赖子说完 何庆便冲了上来 抬起手就给了李赖子 一个响亮的耳光 何苦是为了大家伙事吧 他是为了整个望山村是吧 你是不是想这么说 李赖子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咬牙说道没错 你 你怎么知道的 我已经听过一遍了 何庆抓着李赖子的衣领 怒气冲冲地质问道 李赖子 望山村是怎么招惹你们祖孙三代了 让你们这么祸害乡亲 我们都该死 都应该被你们活活害死对吧 你 你说什么 李赖子一头雾水地问道 我们什么时候 害人了 何庆 你别忘了 前些日子 我还帮了你外甥 我没报答你吗 何庆反问到天没亮 我就替你跑了几十公里 接了那老太太的儿女 有问题吗 还有 你替我母亲张罗出病 我没给你钱吗 而你呢 你们赚了钱 害了人 现在连侍者都不放过了是吧 说着 何庆拿出了一根骨头 眼睛心红地说道 这根骨头 是我娘尸体取下来的 我昨天晚上抓住何苦的时候 这小子掘了我娘的坟 开了我娘的棺材 拿了我娘的骨头 你现在怎么解释 紧接着 何庆指着人群说道 望山村几百户人家 绝大部分都被刨了坟 你告诉我 这是何苦在帮助我们 不 不是这样的 李赖子想要解释 但他明白 所有的解释 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只见何庆走到棺材棚 他一把掀开了棺材杆 紧接着 他将我爷爷拽了出来 交给了他人 只见何庆一脚踹翻棺材 同时散落在地上的 还有树都数不过来的白骨 白骨的数量 超乎了李赖子的预料 他知道这些年来 我收集了不少 但他看到的知识表面一层 实际上 这口棺材很深 我把爷爷安顿在里面的时候 棺材已经铺上了厚厚的白骨 乡亲们 这李赖子跟那何傻子 绝了咱们祖坟啊 你们亲眼看看 这是造孽啊 李赖子真的怕了 他畏惧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他很清楚 这件事情 不会这么算了 甚至有可能 我们今天都会死在群情激愤之下 煞时间 声讨的声音 便将我们淹没 脾气暴躁的 更是要冲上前来 就在场面难以控制的时候 只见一团黄雾 从四面八方朝着广场聚落 随之那些黄雾缠绕在每个人身上 就在这时 昨晚的那个男人走了上来 他不过 是一个普通的庄稼汉 但他此刻并不一般 因为他的身上 还趴着一只道横高深的黄皮子 大火冷静一下 听我说 在那人的声音下 村民们都安静了下来 李赖子看着对方 颤抖着说道 老董 你 不 你不是老董 你是黄皮子 老董阴结一笑 随之蛊惑到乡亲们 咱们不是这祖孙三人 这害人性命的事情 咱们也做不出来 大火要是信我 我就把李赖子和何苦送出望山村 保证他们 以后不会回来 若是这两人还敢回来 我们就弄死他们 如何 村民们都着了盗 大家伙纷纷点头 记住了这句话 黄皮子 李赖子怒吼到你违背约定 黑婆婆是不会放过你的 黑婆婆 老董冷笑道 日泊西山的老东西 接下来就轮到他们一脉了 说吧 老董便拍了拍手 只见几个人走上前来 将我和李赖子扛在了肩膀上 而广场外 一辆小货车 早已坐好了带走我们的准备 不 不行 我们不能离开望山村 李赖子崩溃地大喊道 我们有应得 有很多 这是武家的约定 你们不能破坏约定 愚蠢 老董笑道带走 你们应得也丢不了 不是吗 儿子 傻儿子 快打起精神来 快做黄皮子 你之前的本事呢 别喊了 老董不耐烦道 我们皇家今天敢动手 就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那何苦的确是个祸患 但现在 它起不了一点作用 你 你们 李赖子绝望地威胁道 另外几家 也不会放过 你们皇家的 应得是武家的 不是你们自己的 要么说 你这个人和傻子的智商差不多 老董将李赖子扔到了车上 反问道 我们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其余几家卫尸膜没有出现 你还不明白吗 我们皇家 只是做了其余几家 想做但没敢做的事情 你有黑婆婆一脉称月 要又能怎样 到现在他们还没能出现 你还没意识到 你跟何苦已经被放弃了吗 苟延残喘的黑狐狸 已经没办法像是多年以前 逼着我们达成约定了 这一刻 李赖子终于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深深的绝望 他闭上了眼睛 深深地长叹一声 紧接着 我也被扔到了车上 我艰难地挪动着身体 目光落在了广场中央 被踹翻的棺材上 别看了 他还有一个月好活 老董英杰地对我说道 那老头百岁英寿 我们可舍不得让他提前死去 小傻子 放心就好 他还会在村庄里残喘一个月 但你们两个 就没这么好的命了 说吧 老董便跳到了车上 他拍了拍车顶 货车便朝着村外驶离 我们离开之后 村民们也清醒过来 看到被踹翻的棺材 一个村民对着和亲问道庆哥 这老河头 和庆叹了口气 说到事儿已经发生了 就这样吧 咱们村没了祸害 以后也能享有太平 骨头和老河头 都扔棺材里吧 之后把棺材送回他们家 让他自生自灭好了 棺材中 爷爷平稳地躺在里面 某个瞬间 他猛地睁开了双眼 而在他睁开双眼的那一刻 货车正好离开望山村 货车颠簸地 行驶在乡村的小路上 正如老董所说的那般 我和李赖子 已经被放弃了 车斗中 李赖子浑身颤抖 百般哀求起来 黄大仙 您 您打算将我们爷俩怎么处置啊 您看我们俩也是吃阴间饭的 身上还有不少阴德傍身 要不这样吧 阴德你们拿走 我们这两条命不值钱 您大人大量 就饶了我们吧 不管怎么说 我李赖子 也当了这么多年的出马先生 这年头 有点本事的出马先生 少之又少 以后我供奉咱们皇家堂口 给大仙们 积攒应得如何 老董瞥了李赖子一眼 冷嘲热讽到 有黑狐狸称月药的时候 你李赖子不是挺神气的吗 感情是个软骨头啊 李赖子陪着笑脸 黑黑地笑道 老仙玩笑了 我李赖子向来对皇家毕恭毕敬 那两个嫁和西剧的黄大仙 我可是亲自超度的呢 李赖子 你应该没那么笨吧 你觉得我抓住你们 是为了那些应得 我不否认 应得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他 老董指着我 眼睛放光地说道 这傻子的命格 可比那些应得 要珍贵无数呗 傻子给念 如何处置老仙 您说的算 李赖子一咬牙 直接叫我卖了出去 以后我一心一意地侍奉皇家 若有违背 我李赖子不得好死 听到这话 老董身上的黄大仙来了兴致 他搂着李赖子的肩膀说道 你看这和傻子 虽然脑子不灵光 但他可比你有骨气多了 从开车到现在 他一直看着望山村的方向 这孩子没像你那么软弱不说 更是一声不吭 要是有可能的话 咱家放了他 都不会放过 你这懦弱的小人 所以呢 你就别费心思 这一刻 李赖子终于绷不住绝望的神经了 他又哭又闹地四处求救 但这偏僻的小路上 除了这辆车 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至于我 只是看着望山村的方向 就好像整件事情 跟我没关系似的 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之后 货车开到了偏僻的山峰 山峰上有一座黄仙庙 庙宇中香火鼎盛 里面供奉着的 则是皇家的大仙 五花大榜的我们 被带到了主庙当中 整个寺庙摆放着 很多黄皮子的神像 但是活人 只有我和李赖子 以及押送我们的老董 这么多年 你们爷俩终究 还是离开了望山村 这一天 我们皇家已经等了好久了 老董说着 一脚踹在了李赖子的腿上 他只觉得周围的黄皮子 神像面目猙獰 凶神恶煞 好像要生吞活剥了他一般 紧接着 老董走到了我的身后 也给了我一脚 虽不情愿 但我的身体在吃痛之下 也跪在了地上 不过那些黄大仙的神像 并没有让我感到畏惧 恰恰相反 从进入黄仙庙之后 我反倒是对这里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熟知感 就好像我回了家似的 只见老董对着神像 深深抱拳 恭恭敬敬地说道太爷 太奶 可以开始了 在老董的声音下 我身后的大门瞬间关闭 紧接着 周围的烛火开始燃烧 知见我面前的那些神像也好 画像也好 上面都浮现出了一道道 诡异的幽影 那些幽影 吐出一道道黄色的雾气 那些雾气穿透了我的身体 同时给我带来一种 难以形容的刺痛感 我知道 这并非是身体上的痛苦 痛苦的根源 是我的魂魄 不过 我依旧没有反抗的意思 反倒是露出了一抹 憨态可居的微笑 笑吧 我看你这小傻子能笑到什么时候 老董不懈地看着我 冷声道 你们爷俩 是我们皇家的了 我低着头 难难道谁告诉你是我们爷俩 我们明明是祖孙三代 老董皱眉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四周 隐约间 老董似乎感受到了一股特殊的气息 但这道气息 属实是微不足道了一些 与此同时 望山村也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 砰的一声 爷爷的棺材 被和庆益行人 抬到了破旧的茅草屋 放好棺材之后 和庆一边擦拭着额头的汗水 一边骂骂咧咧道真 他妈沉啊 这老不死的 都快挂了 还这么折腾人 行了 别抱怨了 赶紧走吧 总觉得这里晦气得不得了 同行的壮汉提议离开 众人纷纷点头 不想在我家这个不祥的地方过多地停留 可就在他们刚抬脚的一瞬间 只听棺材里发出了一声闷响 就好像 是我爷爷从里面敲打要逃出来似的 咚 咚 咚 三次声响过后 棺材中安静了下来 和庆脸色苍白地看了一眼棺材 有些紧张地问道老 老河头活过来了 另一人也盯着棺材道 本来也没死啊 咱们要不要打开棺材看看 还没等众人商量出个所以然 只见棺材的四角 开始流淌着鲜血 鲜血从棺材的缝隙中滴落下来 这一幕 让人看一眼 就头皮发麻 毛骨悚然 一行大男人挖的一声 连滚带爬地挤出了茅草房 头也不敢回地远离了我家 在他们冲出去之后 只见我们家的供奉桌上的一块牌位 忽然间倒了下来 而这块牌位对应的正是武仙中的皇家 皇仙庙中 一行幽影已经将我团团围住 我低头笑个不停 嘴里也嘟囔着一些话语 黄皮子 被包皮 老神仙 沙皇仙 臭小子 你给我闭嘴 皇家为了对付我 已经筹备了很久 之前的时候 另外几家维持着整体的平衡 再加上黑婆婆一脉 余微尚存 导致皇家没能很早地实行计划 如今的眼下 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也是距离成功最近的一次 而我不仅不害怕 反而描述着一些皇家的凄惨 我的种种行径 自然会让黄大仙们略感不安 此刻的李赖子 已经吓昏过去 并不知道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来了 他来锁命了 我嘿嘿嘿地笑个不停 展露出的神情 也越发地猙獰 在我癫狂的笑声中 紧闭的房门 被一股无形的力道所冲开 冷风灌入庙宇之中 将摆放着的牌位 香炉 以及各式各样的供奉物品 全部吹得七零八落 老董神情冰冷地看向门口 只听咔嚓一声 刻有黄仙庙的牌匾 折成两段 掉了下来 随之 一袭身影走进了庙宇当中 而他 不是别人 正是我爷爷 爷爷一头白发 但他精神抖擞 此刻的他 背不驮了 月药不弯了 整体看上去 如同年轻了几十岁一般 他老人家目光如炬地 看着眼前的黄仙祠堂 而他的身上 则是画满了诡异的符文 这一刻 老董慌了神 他之前感受到了一缕 极其微弱的气息 那气息虽然微不足道 但却让他心神不宁 这也是老董为何很反感 我话语的原因 但现在 那股不祥的气息 充斥着整个皇家庙宇 而气息的源头 便是我爷爷的魂魄 老家伙 老董声嘶力竭地咆哮道 你 竟然敢因我们皇家 不是我因你 而是你们皇家自寻死路 我爷爷缓不上前 一边走一边说道 这道包皮符 是何苦亲生父母 留下的 只有他踏入皇仙庙的 那一刻开始 这道符咒才会生效 若你们皇家 没有威胁到何苦的性命 我又怎么 会出现在这里 老董后退两步 与此同时 周围的皇大仙幽影 也冲向了我爷爷 在皇大仙 触碰到我爷爷的一瞬间 只见他身上的 无数符文开始蔓延 一道道锋利的黑气 也从我爷爷的魂魄中 四处扩散 每一缕黑气 都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子 当皇大仙 触碰到黑气的一刹那 我清晰地看到 皇大仙的一层皮 被硬生生地包了下来 爷爷苍老的魂魄 微然不动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闭上了双眼 符文在他的魂魄上 疯狂地旋转 一道道锋利的黑气 更是收割着皇仙的皮囊 过了一会儿 庙宇内的狂风逐渐休止 鬼哭神嚎的声音 也变得极其微弱 爷爷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庙宇的香火 和供奉的牌位 也变得四分五裂 没了原本的气势恢弘 姓何的 你们不得好死 亲眼见证了这一幕的老董 发狂地吼叫道 这笔债 皇家不会善罢甘休 皇家会让你魂飞魄散 让这和傻子 一辈子都活在痛苦之中 爷爷苦涩地摇了摇头 若有可能 我真的很希望 这道包皮肤 能和我一起埋进坟墓 到头来 他还是用在了你们皇家身上 少在这理假慈悲 老董面目争鸣到 血债血偿 皇家不会忘记 今日的血海深仇 我 等着你们 久久没有言语的 我不停地笑着 我的声音没有老董那么癫狂 但却充斥着阴郁的一面 黄皮子 我都会杀 这一刻 老董呆愣在了原地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但我从他借助着 老董身体上的表现来看 感受到了源自于 他内心的深深恐惧 老家伙 十一片刻 老董绝望地问道 让我做个明白鬼 究竟是什么时候 你们开始防范武家的 我们没有防范其余四家 这包皮符只有一道 是特地为你们 皇家准备的 我爷爷平静地说道 当年李赖子戴河苦上山 除了认了干爹干娘之外 其实还见了他的父母 不可能 老董咆哮到那个寒冬 他父母已经魂飞魄散了 那只 是你以为罢了 我爷爷继续说道 他们能帮助那位 自然有你们看不出来的手段 那夫妻二人用最后的残魂 留下了这道包皮符 为的就是 防止你们皇家作乱 包皮符只有一道 是那夫妻二人 百般考虑才留下来的 原因很简单 若有朝一日 五仙当中 有基于何苦性命的 自然是你们皇家 我说过 我宁愿这道 有损应得的包皮符 和我一同埋进坟墓 也不想 它发挥出今日的作用 奈何你们皇家太贪婪了 也正是这份贪婪 让你们走向了绝路 这世上 不会出现第二道包皮符 你可以安心地去了 老董一阵狂笑 他不甘心地看了我一眼 下一秒 他操控着老董的身体 猛地冲向了我 我抬手一抓 揪住了藏匿 在老董衣服里的黄鼠狼 伴随着我手掌发力 黄皮子口吐鲜血 脑袋一歪 死在了我的手里 乖孙子 回去吧 我看向爷爷 点了点头 随之问道 那你呢 不清楚 爷爷平静地说道 这道包皮符毁了我的尸骨 我已经回不去了 百岁英寿 到头来还是没坚持下来 另外四家 让你干娘去商谈吧 我能做到的 只有这些了 还有机会 我摇了摇头 鹰得骨还在 您的活儿也还在 一个月的时间 没问题的 爷爷走上前来 用冰冷的手掌 抚出我的额头 孩子 算了 这些年 你也吃了不少苦 不要坚持了 我敲了敲自己的脑袋 尽可能地让自己 保持清醒的状态 但那股浑浑噩噩的感觉 却涌上心头 根本无法被我的蛮力所驱散 有 有机会的 十几年了 不 不能放弃 说完 我便控制不住地抽搐起来 整体也表现着傻里傻气的模样 就在这时 我身后传来了李赖子的声音 只听李赖子迷迷糊糊地嘀咕 道道哪了 这是阴曹吗 赖子 我爷爷很是认真地对他嘱咐到 把何苦当亲儿子对待 等你走的那天 也有个给你摔盆送中的香火 何爷 李赖子又惊又喜地跑上 前去你也死了呀 咱俩结个伴 这杀千刀的黄皮子 着实可恨 可不能让他们追上了 我爷爷失望地摇了摇头 随之他的身影消失不见 别走啊 何爷 我怕得要死 等等我啊 李赖子有些神经错乱 而之前被黄皮子附身的老董 也清醒了过来 李叔 你在前吗 老董拍了拍脑袋 有气无力地说到黄皮子 我都看到了 是他们控制了我 李赖子观察着四周 这才意识到他们还活着 又惊又喜的李赖子 一把抱住老董 激动地问道 你都看到了 也都记得是不 嗯 老董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 全程都看在眼里 就是控制不了自己 刚才我好像还看到何爷了 这事儿都是黄皮子闹的 跟你们没关系 你是救星啊 李赖子喊道何苦 听见没有 咱们有证人了 我看都没看李赖子一眼 而是朝着寺庙外走去 李赖子搀扶着老董 跟随着我的脚步 刚一出门 老董便吓晕了过去 就连作为出马先生的李赖子 都被眼前的场景 吓得头皮发麻 只见黄仙庙门口血肉模糊 上百个被包了皮的黄鼠狼 倒在血泊当中 更恐怖的是我的表现 我将那些被包了皮的黄鼠狼 全部捡了起来 有的搭在肩膀上 有的挂在酷月药上 总而言之 临走之前 我将那些黄皮子的尸体 全部打包带走 大儿子 你 你要这些黄鼠狼的尸体钱吗 扔了吧 太会气了 我没有回话 而是朝着山下走去 山脚处 货车停靠在路边 一个男人一边挠头 一边观察着地形 好像在为石魔事发愁似的 某个瞬间 他看到了浑身是血的我 只见他妈呀一声 手忙脚乱地攥进了驾驶室中 董老六 跑啥 是我们 李赖子连忙跑上前去 你刚才被黄皮子控制了 现在没事了 你哥还在这里 咱们回往山村 冷静下来之后 董老六连忙将自己的亲哥 抬到了车上 回去的路上 李赖子更是会声会色地 将所发生的事情 讲述了一遍 当然 李赖子并不知道我爷爷 以及包皮肤的事 但他这个人胡编乱造的本事 的确有一首 硬是八九不离时的 将故事讲述的还算完整 这一段山路异常难走 再加上刚下过雪 导致车子前行的十分缓慢 就连董老六这个司机 都是提心吊胆 他根本想不明白 自己是怎么 把货车开上来的 以至于回到望山村 已经到了晚上 终于回来了 李赖子跳下货车 舒畅地伸了个揽乐 要我看以后 谁还敢说 我们爷俩是祸害 哪敢 哪敢 清醒的老董 连忙上前攻为道 都是那黄皮子作孽 祸害望山村 这事儿 我们哥俩明天就和乡亲们解释 以后李叔多关照关照 咋说这一次 咱们也是同生共死了一次 李赖子心情不错 笑着答应了下来 折腾不清的董家兄弟 匆忙地回到了家里 站在路口的李赖子 看了我一眼 有些嫌弃地问道 这黄皮子 你是打算埋了呀 还是烧掉 送礼 我的回答让李赖子一愣 他皱眉问道 这玩意谁要 你送谁啊 望山村 说完 我便拖着疲惫且姿势怪异的身体 朝着村内走去 来到一户人家门口 我敲了敲门 然后将黄皮子的尸体 放在了门口 院子里 传来了阵阵脚步声 一个男人问道谁啊 我没有回应 拎着黄皮子的尸体 朝着下一户人家走去 之前的人家打开了大门 看到了摆在门口的黄皮子尸骨 也看到了走街窜向的我 和傻子 你还敢回来 我转过头去 诡异地笑着黄皮子 送你的 放在以前 我做出这样的事情 这户人家的男人 绝对会抄起棍棒 就追着我打 但这一次 他没有了那般勇气 我浑身是血 身上挂满了黄鼠狼的尸体 再加上我诡异的笑容 以及配上阴寒的声音 愣是让五大三粗的男人 待置在了原地 根本不敢贸然上前 紧接着 我敲响了下一户的房门 同样将被剥了皮的黄鼠狼 放到了那户人家门口 之后 下一家 下一家之后 再换另一家 就这样 我将黄皮子的尸体 当作礼物 送到了那些 针对我的挨家挨户 这期间 不少人都对我骂骂咧咧 但却没有一个 敢追逐着我的脚步 转眼间 我身上的黄皮子 都被送得差不多了 而最后一户人家 便是何庆家的二层小楼 我将黄皮子的尸体 放在了门口 随之敲响了房门 这一次 我没有走 而是耐心地等待了起来 第一次 敲门里面没有任何回应 我急躁地开始不停敲打 直至里面传来了 怒气冲冲的脚步声 谁啊 家里死人了这么急 推开大门 何庆瞬间瘫软下来 他颤抖的手指 不停地指着我何 何傻子 你 你要钱吗 送礼 我恶狠狠地看着何庆 随之大步向前 走进了院内 臭傻子 不是警告过你和李赖子 不要踏足望山村 你们找死吗 何庆胆子还是很大的 哪怕他是强装镇定 也尽可能地鼓起勇气 威胁着我 你 试试 看 我环顾四周后 将目光落在了二层小楼上 都快死了 我 不哭 也要死 何傻子 你说什么 别 别胡说八道 看着我血淋漓的模样 何庆慌慌张张地问到 你是不是被害死了 害死你的不是我 你就算死了 也别找我呀 给我一间房 我冷冷地说到 草房被你们弄 弄坏了 没住的地方了 好 好 这种情形 何庆哪敢拒绝 连连答应了下来 你安排人 给棺材也 抬过去 这 何庆有些迟疑 没有贸然答应 我指着二层小楼 威胁到你照做 他们 死不了 何庆浑身一击灵 他考虑了片刻 一咬牙 一跺脚 再次答应了下来 我这就去操办 你说话算话 别祸害我家里人 我一言不发 转身离开 直至我的身影 消失在夜色下 何庆都没有动弹丝毫 许久过后 他坐在地上 面如死灰地盯着 那具黄皮子的尸体 思绪极为复杂 回到家里 刚进门 李赖子便冲上前来 一把捂住了我的眼睛 大儿子 咱不看 没事的 我推开了李赖子的手掌 然后拿起了 平日里擦脸的毛巾 我走到棺材旁 蹲下身来 擦拭着流淌出来的血迹 李赖子站在我的身后 有些哽咽 想要劝说什么 但又不知道说些什么 整个过程 我只是一点点地擦着 没有其余的表现 也没有打开棺材的意思 前前后后一个小时左右 一行人来到了我家附近 屋内的李赖子 抄起菜刀 骂骂咧咧道 欺负人没有这样的吧 没完没了了是吧 何苦在家吗 我们来帮忙收拾东西了 屋子已经打扫好了 柴火都烧上了 你看我们能进去不 李赖子走出房门 疑惑地看着领头的何庆 李哥也在啊 何庆连连说到事情的经过 老董哥俩已经告诉我们了 是我们不长眼 相信了那黄皮子 这茅草屋 被我们折腾得不像样子 按照何苦的要求 村里给你们腾出了一间房子 现在就可以搬过去入住了 一听这话 李赖子那眼珠子 滴溜溜地转了好几圈 他将菜刀扔到了一旁 冷哼一声以后 都把眼睛放亮点 别什么都相信 都邻里相亲的 我们还能害了你们不成 这事就这么算了 要是再有下一次 就别怪我李赖子不讲情面了 说完 李赖子对着众人摆了摆手 把棺材先抬过去 别磕到碰到 都加点小心 众人很害怕那口棺材 但更害怕的是 一旁漠不作声的我 哪怕他们不情愿 也要硬着头皮上 就这样 棺材和家里的吃饭家伙事 被村民们 搬到了提供给我的新砖房 忙完这一切 众人像真性地打了个招呼 便匆忙地各回个家 我的确实啊 但我也真的是什么都明白 在他们眼里 我还是那个和傻子 我也是害了不少性命的和温神 他们不会因为 董家兄弟讲述的真相 从而对我有所改观 之所以答应我的条件 轻力轻微地忙前忙后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 村民们对我的惧怕 所有人的想法都是一致的 他们只想尽可能地表现好一点 好让我不要在他们家门口哭丧 如果以后 他们再次遇到 将我驱逐出村的机会 这些人还会做出 和今天相同的选择 棺材摆放在屋内 但我清楚 里面的爷爷 已经化作了腐烂的血肉 吃了点东西之后 我躺在了炕上 沉沉地睡了过去 李赖子小心翼翼 捏手捏脚地躺在了我的身旁 没一会儿 他也因为疲倦 打起了响亮的呼噜声 深夜 我做了一个梦 梦的内容有些奇怪 我看到了四件衣服 漂浮在半空 衣服的颜色分别是红 青 白 灰 红衣传来了一个老爷爷的声音 他对我说了一些话 皇家的所作所为 是旧游自取 这件事情可以翻篇了 当初的约定依旧作数 那道符咒 虽说毁了你爷爷的肉身 但同时 也保全了他的魂魄 我们会维持他的百年英寿 直至到约定的那天 和我说完这些 四件颜色各异的衣服 便消失在了我的梦里 而我也是一觉睡到了天亮 接下来的半个月里 望山村很太平 我和李赖子 也享受着砖房带来的舒适 但我们都清楚 随着时间的临近 一场更大的风雨是躲不掉的 武家筹备了近二十年 他们的谋划和理所应都我清楚得很 同样 除了五仙之外 我以及我的肝酿 也做好了相应的准备 具体事情 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 那就要看看 谁更胜一筹了 原本以为 日子一天天熬过去就好了 没曾想 差一周时间的时候 竟然有村民来登门拜访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那天 给我们抓上山的老董 当然 那件事情根本怪不得他 毕竟老董 是被黄皮子控制 根本不知道自己 在做什么 老董是带着一个 四十多岁的女人来的 他拿来了很多礼品 进门的那一刻 我能从他的脸上 看到些许的害怕 但他还是表现出 乐乐呵呵 求人办事的模样 躺在炕头 磕着瓜子的李赖子 打眼一瞧 随之打去到 啥风给你老董吹来了 那日回来之后 你可是头一次过来 老董笑着 将礼品放在了炕上 然后对着门口 招呼到二姐 进屋啊 在那愣着钱吗 女人捂着鼻子 不安地看了一眼 屋内的棺材 十分抗拒地后退了一步 见此情形 老董连忙 将女人拽了进来 生怕对方的嫌弃表现 会引来我们的不满 你还看不看事了 我跟你讲 李叔是十里八乡 最厉害的看事先生 你闺女现在那个样子 就这么前挺着呀 老董一屁股 坐在了李赖子身旁 直入主题地说道 李叔是这么个事 我二姐家的闺女 好像冲到啥了 看了几回也不见好 这不寻思 让你给瞧瞧吗 老董也挺会办事 除了拎了大包小包之外 他还将一个红包 塞给了李赖子 压箱前 李叔你收着 李赖子掂量着红包的厚度 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之 他拿出一张黄纸 铺在了炕上的小桌子上 紧接着 李赖子将眼镜带好 有模有样地握着一根毛笔 孩子叫啥 中年女人连忙开口到周雪 生日说一下 要阴历的 女人又把周雪的生辰八字 告诉了李赖子 在黄纸上写完之后 李赖子拿着文王鼓 开始摇晃起来 同时 她嘴里也哼唱着神条 很快 一到别人看不到的黑雾 便从窗口窜了进来 净直地落在了我的身上 啥呀 李赖子看了看 我咋起你身上了 李赖子 我张口骂道 你个别犊子 都啥时候了 还帮人看事呢 这七天你不好好准备准备 在这个接骨眼瞎折腾什么 你这见钱眼开的狗东西 李赖子尴尬地看着我 强行解释到咱 这不也是为了替人消灾吗 老仙消消气 估计是冲了撞了 很快就能解决的 我掐着月药 喘了几口气 不满地瞥了李赖子一眼 李赖子不敢耽搁 语气恭敬地央求到老仙 给算算 咋回事 滚一边去 我将李赖子踹到了一旁 自己则是坐在了桌子前 我掐了掐手指 低着眉眼看了看中年女人 随之询问道 不是望山村的 女人有些紧张 一旁的老董连忙 提醒到老仙问你呢 赶紧回话 是 是本地的 女人说道 就是在这出生的 别胡扯 我声音有些尖锐地 驳吃到户口和阴急 都不在望山村 你去你们当地找个看事的 让他给你解决 我没工夫跑那么老远 给你查查阴急情况 别啊 李赖子爬了起来 吸地笑脸到孤体 摸着是后驱外地的 也算是半个村里人 能瞧就帮着瞧一下呗 没你说话的分 见我有些不悦 中年女人匆忙地 解释到老仙 我户口的确牵了出去 我女儿的户口 跟我在一起 这也是实在没办法了 求您帮帮忙吧 一天天尽找麻烦 我身上的老仙 嘟囔到小何苦 你送我一下 我叫咱家里的给瞅一眼 话音落下 我打了个哆嗦 随之 也唱起了神条 也就五分钟左右吧 我猛地站了起来 指着女人骂到吃断头饭 挨牵刀子的 也敢跟过来是吧 你给我滚 要不然 咱家这鞭子 可就戳你身上了 女人被吓得不轻 她的手死死地 额钻着老董的衣角 冷汗更是密布在额头上 老董也是个外行 他更是一脸猛逼 只能将疑惑的目光 放在李赖子身上 李赖子吊锒铛地 翘着二郎腿 解释到老仙没骂你 骂跟你们娘俩 一起来的那位呢 你仔细想想 你们家里 或者外面 有谁是因为犯了事死的 没脸子那玩意 不会平白无故地 缠着不该缠的人 除非你是真倒霉 一听这话 女人便掉了眼泪 我小叔子 前年因为犯事没的 她怎么能祸害自家人呢 李赖子冷笑一声 没脸子这玩意 还跟你讲是不是自家人 有些鬼死了 也诱护着家里人 有些则是巴不得 你们下去陪她 何况你小叔子 枪子都能吃 还指望着 她能是傻好东西不成 此刻的我指着女人 依旧骂个没完 可以说是 什么难听骂什么 叫骂声再度持续了一会儿 我才安稳地坐了下来 咋样 骂走了 李赖子笑着说道行了 回去吧 没啥事了 滚犊子 谁告诉你骂走了 我猛地喝了一罐头瓶子水 打了个阁 说道去折腾的女娃子了 来的不是一个 总共仨 不太好罚送 您都没骂走 李赖子有些惊讶 这没脸子 有点能耐啊 我懒得搭理李赖子 声音尖锐地对着女人问道 这玩意纠缠不休 你自己说 咋回事 那三个吃断头饭的 对你们的怨气很深 是我举报的 女人低着头 声音很细微 她犯了事 躲到了我们家 我怕她伤害家里人 也怕她害了我丈夫 就偷偷举报了她 总共三个人 都落网了 两年前执行的 怪不得 我叹了口气 对着女人挥了挥手行了 你也别担心 这丢脑袋的玩意再厉害 能厉害到哪去 你这还好 那撒龟孙子 盯你闺女盯得紧 你们家那娃子从小柔弱 养火不足 这事过了之后 也给她随时带着护身的物件 千万不能疏忽 我坐在抗边 穿好了鞋 说到带路吧 我过去瞧瞧 老董一把拉起女人 激动地说到 还寻思啥呢 老仙都帮你了 赶紧走啊 如果说女人之前 还觉得我和李赖子 在唱双簧 那么现在的她 绝对幸福的五体投地 不管是户口所在 还是吃了断头饭的亲戚 都被我说得一字不差 至于我 此刻清醒得很 诗诗在这个过程中 我没有打岔老仙的话罢了 同样 我身上的老仙 更是不一般 这位便是 李赖子口中 所说的家里那位 跟随着老董的脚步 我们来到了他的家门口 站在门口 我便停下了脚步 抬头看着门框 掉头绳 这没脸子 感情是索命来的 我踹了李赖子 屁股蛋子一脚 呵斥的 你去烧一盆浮水 把麻绳放里面 泡上三颗钟再回来 赶紧的 看你就烦 一天天磨磨蹭蹭地没完 李赖子有点委屈 但也只能灰溜溜地 去按照老仙的吩咐操办 紧接着 我和老仙走进了老董家 这一次 老仙还没说什么 我便感受到了 源自于后脑的一股冷意 冷意非常明显 这种冰冷的触感 也让我明白 缠住里面那位姑娘的美脸子 的确属于比较难缠的那一类 站在院子中 我和老仙的目光 出其一致 我们一同 看向面前的砖房 砖房倒是没什么特殊的 但覆盖在上面的阴气 可不是寻常人能察觉到的 阴气很重 如同一只滔天巨兽 张开了血盆大口 要将整座房子 吞噬殆尽一般 小何苦 这种鬼魂 就不能称之为美脸子了 老仙耐心地对我讲解到 一般我们看事的时候 遇见被鬼魂冲了身的状况 绝大部分都会称其为美脸子 美脸子 也是最常见的游魂野鬼 甚至美脸子这三个字 都大有讲究 这类小鬼 没什么道行 以至于他们都无法 幻化出生前的模样 这也是美脸子三个字的来源 但厉害一些的鬼魂就不同了 他们擅长蛊惑人心 通过各种手段 让他们盯上的目标 时运下降 养火虚弱 一旦如此 他们便可趁虚而入 残害目标 寻常的美脸子 比较容易找寻血脉相关的亲人 俗称就是门槛里的 这一类折腾人 无非是想要一些香火名前之类的 但眼下的这种凶鬼 所要的可是性命 老仙转过身去 指了指门口门槛上面 有一根由阴气凝聚而成的掉头绳 那掉头绳 是吃断头饭的鬼魂 独特的一种害人方式 只要迈过门槛之人 都会成为他们索命的目标 自身扬气重 八字印的人还好说 那断头鬼要是拿他没办法 也就不了了之了 可不是所有人的命都那么硬 要是躲不过 缺胳膊少腿 估计都是轻的 我很认真的 看着大门的顶端 正如老仙所言那般 一股阴气在门槛上盘踞 所形成的形状 和上吊绳如出一辙 只要从外面走进来的人 都会把脑袋套进去 如此一来 这些人也就成了断头鬼的目标 我下意识地提磨了 提磨自己的脖子 见我这个动作 老仙儿笑了起来放心吧 你这命硬得很 那玩意拿你没招 估计那三个吃断头饭的 现在已经在惧怕你了 不过 你的命硬也是暂时的 十几年的累积下 你身上的阴德很多 但七日之后 你一旦将阴德送出去 在面对类似的鬼魂的时候 可就没那么轻松啊 我似懂非懂地N了一声 老仙儿则是带着我迈不向前 别小瞧了这些鬼魂 不管是出马弟子也好 还是供奉的堂口大仙儿也好 除了一些简单的排忧解难之外 很多情况下 是没办法避免和这些鬼物打交道的 小鬼 凶鬼 厉鬼 恶鬼 不同的鬼魂 有不同难缠的地方 有的是强种 有的是残暴的怪物 更有的让你难以分辨 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切都晚了 阴间饭 不是那么容易吃的 见得多了 了解的也就多了 你这傻娃子的路 还长着呢 走进屋内 老董连忙上前攻迎 老仙儿 在这屋 老董站在门口 想请我们进去 帮忙看看那名为周雪的姑娘 但我没有动身 而是不停地观察着老董 老仙儿笑着问道 小何苦 看出啥了 脖子 我打量着老董的脖子 含糊其词地说道背 套住了 还 还有 他被捂住了眼睛 额头上 也 也出现了 一个 血窟窿 正如我所表达的那般 老董的脖子上 被套上了吊头绳 除了因为进门 被断头鬼纠缠的方式之外 他的眼睛 也萦绕着一股阴气 彭佛遮住了他的视线似的 更甚人的是 他的额头上 有一个极为清晰的血窟窿 那血窟窿 正流淌着丝丝鲜血 看得很透彻 老仙儿耐心地解释道 这人流年不利 时运不佳 上一次黄皮子挑选他 也是相似的原因 掉头绳缠得很死 这是索命的征兆 蒙上眼睛的阴气 已经可以左右 他的所见所闻 一般这种情况 鬼魂就能让他看到 一些虚假的人或事 而那个血窟窿 代表了凶鬼的身份 也是老懂丧命的方式 鬼魂这玩意的执念很深 他们的死因 和死前的不同心思 很大程度上 会影响鬼魂凝聚的种类 同时 鬼魂在加害别人的时候 也喜欢让人体验到 他死亡时候的绝望和痛苦 所以 老董额头上的血窟窿 表明着他三日之内 定然会死 站在门口的老董 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他不停地磕头哀求起来 老仙 救救我 我不想死啊 此刻的老董 内心那叫一个绝望 他明明是帮助自家外甥女 寻求帮助的 现在倒好 他自己都快完犊子了 关键是 这老仙说话 也不避讳他这个当事人 以至于老董的心态 瞬间乍炼 他现在考虑最多的是 自己怎么才能活下去 我耐心地听着老仙的教导 而老仙本身 似乎也没有搭理老董的意思 那位师母 他还能寻求我们的帮助 我不解的指着 跪在地上的老董问道 既然他已经着了 断头鬼的道 而且他的眼睛 已经被阴气遮挡 可以被鬼魂左右 他为啥看起来这么清醒 我要是鬼魂的话 我就不让他靠近咱们 这就要说说应得了 老仙带我走进屋内 来到了一面柜子前 我打开柜子 里面传来了香火的味道 而柜子中央 供奉着东北很常见的保家仙 保家仙是出马弟子 给所需人家请来的 每逢初一十五 也会摆一些供奉 拾了这户人家的贡品和香火 路过的大仙 就会捎带脚地照看一下 不过这种照看十分受限 第一 大仙没办法通过被请来的方式 来解决问题 第二 遇到不好解决的麻烦 大仙也犯不上 拼了自己的应得或者性命 来做一些危险的事 不过保家仙还是有作用的 就好比现在的老董 之所以能保持清醒 是大仙有意无意地帮衬了一下 要不然的话 你以为他能这么清醒不成 这也是他积攒的一份应得 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样 此刻的老董 又朝着保家仙的牌位 磕了三个头 他转过身来 对我和老仙哀求到何苦 还有老仙 我们家的问题 真的这么麻烦吗 您肯定有办法的对吧 能不能离离我啊 我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行了 老仙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我们又没说不管 瞧把你给急的 再说了 你们家又不止你这样 要是被那断头鬼索命成功 一个都活不了 有啥好担心的 有啥好担心的 这明明更担心了好吧 不安慰还好 这一安慰 老董差点昏迷过去 原本可能是张罗两场丧事 现在好了 丧事的过程都免了 都他妈的全军赋没了 谁给谁送丧啊 小何苦啊 你这命格 天生就是吃阴间饭的 按理来说 你刚下生那会就得死 你父母用尽了办法 得罪了五家 才勉强把你这命保全下来 想要活下去 你这一辈子 身上都不能少了应得 所以 吃阴间饭 注定是你未来的行当 今天赶上了 咱也多教教你 你这傻娃子 这些年没闲着 孤提摸着你自身也懂得不少 来 咱娘俩好不容易聚在一起 今天就给这事看了 老仙带着我坐在了炕上 而我们面前正是昏睡过去的周雪 小的时候 我比现在更难伺候 爷爷从早到晚 每天能熟睡的时间少之又少 绝大部分的情况下 他都被我这个小祖宗折腾来折腾去 直至有一天 看着书籍的爷爷 被我闹得有些生气 他将一本厚厚的书 砸在了我的身上 说来也是奇怪 我捧着那本书 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不吵不闹 不哭不笑 就像是个正常孩子似的 翻阅着书本 那年我六岁 也是从那时开始 爷爷找到了 每天能多休息 一点时间的办法 他老人家给我弄来了不少书 有的是垃圾堆里捡来的 有的是上别人家 低三下四的讨要来的 还有很大一部分 是他省吃俭用 托人给我从镇子里买来的 我读过睡美人的故事 眼前的周雪 就好像是童话故事里 描述的小公主 她的皮肤很白皙 和我见过的绝大部分女人 都大为不同 她睡得很安详 唯一格格不入的 便是她身上萦绕着的阴气 哟 咱们家小何苦也是大男人了 我身上的老仙打句道 这姑娘真俊啊 以后给你当媳妇咋样 我呆滞地歪着脑袋 似乎没明白 老仙的话是什么意思 至于我的想法 出奇地简单 我只是觉得 她像是童话故事里的主人公罢了 对 还是傻里傻气的 老仙操控着我的手指 搭在了周雪的手腕上 脉搏跳动得有些微弱 她的皮肤 也没有正常人该表现出的温度 给我的感觉 就好像我触题莫到的 不是柔软的皮肤 而是一块结了冰的湿毛巾 感觉到哪里不对劲了吗 我点了点头脉搏的跳动不一致 有四种跳动方式 每次跳动 她身上的阴气都会变化一些 没错 典型的被鬼魂纠缠的表现 大仙说道 能附身的鬼魂 很喜欢在目标的身体里乱窜 鬼魂是由阴气凝聚而成的 而活人自身 也有阴气 不同的阴气会产生排斥 时运不济 养火不足之人 难以平衡阴气 所以才会被鬼魂趁虚而入 这种脉搏跳动的方式 表明了三个鬼魂都已经得手 要是解决不了 三个断头鬼魂 蚕食掉她所有的阴气 然后再找寻下一个目标 直至要了这家人的所有性命 老仙话锋一转 问道你觉得 怎么办处理比较好 天火 招魂 很好 老仙很满意我的回答 他借助着我的嗓子 大喊到赖子 你磨蹭什么呢 要你办的事 办好没有 来了 来了 还别说 老仙这一嗓子 真的好使 李赖子拎着一个热气腾腾的铁筒 跑进了屋内 铁筒里面的热水有些发黑 也不知道这家伙在热水里面 添加了什么佐料 水中浸泡着一捆麻绳 按照老仙的吩咐到现在 时间也差不多了 麻绳材下三尺三 挂在大门口 剩下的给我 行 李赖子不愧是皮糙肉厚 只见他将手掌伸进了滚烫的铁筒中 将麻绳给捞了出来 裁剪过后 李赖子将三尺三的麻绳 挂在了老董家的大门口 剩下的一截 则是递给了我 老仙控制着 麻绳捆在了周雪的脚上 而我的手 则是死死地攥着绳结剩余的部分 老董 我抬头吩咐到进你家门的所有人 现在都出去 走到门口 把脖子套在麻绳上 停顿个几秒钟 就可以离开家门了 走出大门 背对着站 别回头 别离开太远 记住 里面发生任何事情 听到任何声音 都别好奇地看 更别想着进来 弄好了 我会喊你们回来 老董不住地点头 关乎着性命安危这种事情 他自然不会胡闹 紧接着 老董召集了家里人 按照我和老仙的吩咐 他们依次排列地 将脖子套在麻绳里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 背对着大门 与此同时 我从李赖子的包里 拿出了两根半截的漆黑蜡烛 分别放到了周雪的左肩和右肩 这女娃子身子骨须 被这三个断头轨 折腾了一些石 肩头火也不剩啥了 这蜡烛燃烧的是咱们家英德 能替她补充一下肩头火 说到这里 老仙深深地叹了口气 世道不如以前了 以前的出马弟子和五家大仙 都比较纯粹 积攒英德 自然有消耗的时候 尤其是对付鬼怪 宁可亏损英德 也绝不甘于落败 现在 老仙冷哼一声 有些大仙只许进不许出 损耗英德的事 他们才不前 久而久之 为了获取英德 他们也变得不择手段 有养鬼害人的 有拦路讨风的 现在花样多的 更是连牲畜的怨念都不放过 真是适风日下咯 滋拉一声 火柴将两根蜡烛点燃 摇曳的火苗 在周雪的脸色 两侧闪烁 尖头火烧起来 这娃子的阴气和阳气 就能平衡一些 整体平稳了 火也就好叫了 我来 李赖子摩拳擦掌 约约欲试地说道 依我看 这姑娘就是丢了魂 喊回来就可以了 等火回来了 她身上的三个断头鬼 自然会被挤出去 到时候 老仙往这一座 跟那几个不得好死的谈谈 吓唬吓唬 也就解决了 说着 李赖子便拿出了文王谷 扔给了我 你来当二神 剩下的交给我 滚一边去 我将文王谷扔了回去 自己挤斤 挤两心里没属事吧 我为啥没落在你身上 四个还想不明白 啊 李赖子迟疑了一下 有些匪夷所思的 指着我老仙 你让傻子来 傻子比你强 你还别不承认 老仙毫不客气地 挖苦到小和苦身上的应得 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媲美的 可是 李赖子由于片刻 还是说出了顾虑 他身上的应得 又不是他的 等没了之后 不同样式普普通通 又有个啥用 让他熟悉熟悉也好 老仙与众心长地说道 注定要吃阴间饭 就让他感受一下 应得积攒多了的作用 如此一来 以后也让他有个笨头 你别磨磨蹭蹭的 让何苦叫活 你给充当二神 行吧 想要在老仙面前 好好表现一番的李赖子 只能信信地摇晃着文王谷 虽不情愿 但他还是很专业地 唱起了神调 伴随着神调的声音 我对老仙的感知 也越来越深 他在我的身上 我虽然 看不清他具体的样貌 但我能察觉到 一只底蕴十足的黑胡 附着在了 我的身上 这种感觉很微妙 也很难理解 我看到的 好像不仅仅是眼前 似乎还有更多的东西 我能嗅到的 感知到的 也不仅仅是周围的环境 我低头看向周雪 他身上的阴气 在我眼里清晰了不少 隐约间 我似乎也看到了 三张猙獰的面孔 在阴气的浪涛中 暗藏汹涌 神调没有固定的词汇 真正的出马先生 唱出神调的内容 取决于当下的状况 如果遇到那种 每次神调唱出来 都是相同词汇的出马弟子 扭头就走便可以了 这种所谓的看事先生 八九不离十 是个江湖骗子 伴随着李赖子的 一大段神调唱了出来 我也开始呼唤着周雪的名字 周雪回家了 跟着火把走 别回头 别大话 周雪回家了 家里人在等着你 迎着声音走 周雪回家了 脚下得路很平坦 放心走 没有河 没有山 路就在脚下 我不停地呼唤着周雪的名字 同时也在指引着他 魂魄回家的道路 支箭躺在炕上的周雪 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 他的嘴里吐出一股黑水 散发着难闻的臭气 下一秒 周雪猛地睁开了双眼 她的眼睛里漆黑一片 好像眼白都被吞噬掉了一般 看到周雪的这副模样 我语速加快地呼唤着她的名字 但我的眉头 也深深地皱了起来 周雪 回家 别搭茶 别回头 家就在眼前 已经快到了 我咬破食指 将流淌出来的血迹 点在了周雪的额头上 下一秒 房间内的阴风 肆意地吹袭 摆放在周雪肩膀 两侧的烛火 好似随时会熄灭般地摇曳个不停 老仙盯着我的手指 颇为意外地说道 用你的应得 来压制住断头鬼的凶煞吗 这种办法 倒是让我出乎意料 周雪 向前走 我大喊一声的同时 稀里哗啦的声音不绝于耳 老董家的所有窗户 在这一瞬间全部碎裂 就连我头顶的灯管 都没能幸免于难 全部变成了碎片 其中的一些 掉落在了我的身上 但并没有阻挠我的声音和动作 门外的董家人瑟瑟发抖 他们很紧张 但却没有一个敢回头看上一眼 也没有一个人敢问问 究竟是什么情况 我还在坚持 但我的脸色 也随之越来越差 一股阴风席卷而来 在阴风的吹息下 两根蜡烛的火苗彻底熄灭 同时 有我手指 滴落在周雪额头上的血液 也瞬间蒸发 消散得无影无踪 我深吸一口气 将手指 从周雪的额头上拿了下来 在我手指离开之后 只见一个血红色的窟窿 出现在了他的前额 在这之后 我没有再呼唤周雪的名字 一旁的李赖子 也不再摇晃文王谷 和唱着神调 失败了 李赖子坐在炕上 嘀咕到我就说让我来吧 现在好了 那三个断头鬼 明显是生气了 你闭嘴 我身上的老仙喝吃到 换做你也是一个结果 这仨玩意 比想象中的要难以对付 我掀开了周雪的袖子 只见他的皮肤上 出现了一些黑色的痕迹 那些痕迹呈现着人脸的轮廓 看起来无比的诡异 那现在咋办 添了火之后 火都叫不回来 这人还有的救吗 李赖子有些悲观地说道 老董家命有此结 咱们已经尽力了 老仙没有回答李赖子 而是对我问道 小何苦 你怎么觉得 你看没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 我低头想了想 随之说道 看到了房子 就是这里 但又有着很大的区别 那里的光线有些昏暗 烟雾缭绕 显得不太真实 就好像在梦里似的 我看到了周雪 我最后喊她名字的时候 她就站在我面前 但却被一只手拖了出去 说到这里 我检查了一下周雪的脚踝 果不其然 三到七黑无比的手印 清晰可见地印刻在了 她那白皙的皮肤上 明明都回来了 怎么会突然被抓走 我犯着嘀咕 身上的老仙 则是给了我答 你看到的房间 的确是这里 但并不完全是 老仙用我的手拎了鳞麻绳 继续说道 多亏之前拴住了这女娃子 不然的话 她这会儿已经丢掉性命了 我疑惑地摇了摇头 我不大明白 那三个断头鬼很聪明 他们在对付这女娃子之前 已经霸占了老董家的阴宅 老仙指了指 四周人居住的地方 叫阳宅 鬼所在的地方叫阴宅 那女娃子的魂魄 被困在了阴宅 你的确看到她了 但并非是在这间屋子 看到的她 而是在另一头的阴宅 招魂的意思就是 将所招的魂魄 从阴宅带到阳宅的过程 那三个凶鬼有点本事 小何苦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差一点就成功了 我好像明白了老仙的意思 但我却不想承认 失败这两个字 那三个凶鬼 让我很不舒服 我抓了抓头发我 我刚才能感觉到 他们就在这里 我很不喜欢 他们身上的气息 我想把他带回来 我指着周雪问到老仙 还有没有其余的办法 问完之后 只见我伸出手掌 对着李赖子说道 烟袋锅子给我 看吧 还对我来 李赖子得意洋洋地 将烟袋锅子递给了我 拿起烟袋锅子的我 猛地作了两口 我一点都感觉不到烟味 但随着我吞云吐雾的动作 我身上的老仙 也脱离了我的身体 我再度浑浑饿了起来 我不停地 做着摇头的动作 尽可能让自己保持着清醒 看向李赖子的时候 原本在我身上的老仙 已经附着在了他的身上 这种重新观察着老仙的模样 也让我意识到 老仙在我身上的时候 体现得更完整 反观李赖子这里 虽然请来了老仙 但和我相比 似乎少了很多神韵 老仙 是让我再叫一次活吗 不是 老仙冷冷地说道 你别说话 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接下来 老仙接管了李赖子的身体 从他的胯包里 拿出了黄指和毛笔 只见李赖子 将毛笔点在了黄指上 同时开口说道 不会绘制符咒的仙家 不是好仙家 不会使用符咒的先生不正统 断头鬼制玩意的雀凶 他们生前 做了见不得光的事 死后也不愿意消停 但你记住 人间作恶逃不掉 因曹作恶 也容不得 比一走游龙 老仙支配着李赖子的身体 很快便知做出了一道 看起来很是高深的符咒 只听李赖子说道 何苦啊 你刚才表现得不错 按理来说 事情到了这一步 我可以选择不再插手 但你想救那姑娘 我就给你想的办法 这道符咒叫鬼头刀 专门用来对付那断头鬼 不过 阴阳有格 那三个断头鬼躲在阴宅里 这鬼头刀符咒 无法发挥出根本的作用 所以 想要除掉三个断头鬼 你就必须过阴宅才行 你要是觉得可以 就给这鬼头刀拿在手里 要是觉得做不到 那我们现在就离开 我浑浑噩噩地看着李赖子 紧接着 我又将目光 落在了鬼头刀的符咒上面 只见我抽出的手掌 放在了黄纸上 已经做出了我内心的决定 不行 这一次 开口的不是老仙 而是李赖子 李赖子果断地拒绝 倒开什么玩笑 何苦不过是 身上的阴德多一些 他连出马弟子都不是 怎么能过阴 这不是开玩笑呢吗 我绝对不同意 这和宋死有什么区别 你闭嘴行不行 老仙不耐烦地 给了自己一个耳光 当然 他打的则是李赖子 小何苦 李赖子说得不错 你能看到鬼魂 被他们造成威慑 完全取决于 你积攒的一身阴德 但和那断头鬼相比 你心性欠缺 很容易着了他们的刀 就这么说吧 你能斩杀三个断头鬼 固然是好 但若是除不掉他们 你就回不来了 你要清楚 我所说的回不来 可不是迷路 而是 你会死 我呆头呆脑地想了想 也不知道我这脑袋瓜里 是不是真的有思考的功能 随之 我接过黄纸 贴在了我的身上 问到是这样不 老仙畅快地笑了笑差不多 你敢去 我就敢给你送过去 躺下吧 给那女娃子带回来 我相信你能做到 小何苦 你记住 鬼头刀砖斩断头鬼 活着不当人 死了也别当鬼 下手万万不要留情 火焰的突然出现 着实地给我吓了一跳 只见我月胸膛处的黄纸 剧烈地燃烧起来 但这种燃烧形成的火焰 有些古怪 我既感觉不到炙热感 也没有闻到刺鼻的气味 就连那黄纸 都没有被消耗的表现 与此同时 李赖子开始念念有词 他左手摇晃着文王骨 右手将柳条扫过我的面门 过了一会儿 我只觉得眼皮有些发沉 随即便睡了过去 似乎过了很长时间 我睁开了眼睛 嘀咕到老仙 你这也不管用啊 要不咱们换个办法 我坐在炕上 看雷眼身旁的周雪 他依旧安稳地躺在那里 表现出一副死气沉沉的模样 老仙 我环顾四周 但周围的场景 却让我瞬间打起了精神 此刻 屋子还是那间屋子 但我确定 这里已经不再是原本的洋宅了 阴气的流动清晰可见 就好像雷雨前聚集的乌云一般 整个屋子里的灯光非常昏暗 这种昏暗 有种说不出来的压抑 如同做噩梦时候的场景 除此之外 窗户外也陷入到了一片漆黑 那种漆黑 不是夜晚的体现 而是一种对未知的深深恐惧 就好像 黑暗中隐藏着无比可怕的危险一样 这就是阴宅吗 我坐在炕上 捏着下巴 认真地思考起来 此刻的我 能感受到自己的身体非常轻松 头脑也是前所未有过的清晰 我很清楚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 我的魂魄来到了阴宅 而我自身 还是那个一句话 都有可能说不完整的傻子 低头看去 只见我的脚上 拴着一段麻绳 而麻绳的另一头 捆着的便是周雪 周雪 行行 也许是听到了我的声音 周雪揉了揉眼睛 她迷迷糊糊地看了看天花板 随之顺着声音的来源 将目光放在了我的身上 你是谁啊 周雪的整体表现有些呆滞 此刻的她 也是以魂魄的方式存在 周雪魂魄上的阴气很少 可以明确地说 她魂魄的绝大部分阴气 都已经被三个断头鬼所吞噬 若是这一次 还没能将她的魂魄带回阳宅 那么我眼前的这位姑娘 唯有死路一条 我是来带你回家的 我扫尸这四周 不敢掉以轻心 毕竟这是阴宅 原本不是活人应该涉足的地方 哦 周雪双目无神 看起来就像是行尸走肉似的 她被困在阴宅 已经很多天了 在这期间 她的魂魄和身体 还保持着一定的关联 这种状态 让她自身介于一种迷迷糊糊 似醒非醒的状态当中 说是做梦吧 还不完全是 毕竟普通的做梦 人是不会死在里面的 我们认识吗 周雪疲倦地看着我 问到我刚才 好像做了一个梦 梦里有人一直喊着我的名字 她的声音和你很像 我好像就快要到家了 但爸爸妈妈说我不能离开 然后我就醒了 我现在 还是在做梦嘛 周雪也看到了自己脚踝上的绳子 她想要伸手触题末 但尝试了几次 都没能成功地触碰到那根绳子 好吧 一定是我又在做梦 我好累哦 魏师魔总是睡不醒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周雪 她所表现出的样子 着实是疲惫不堪 之所以无法触碰到那根绳子 是因为绳子本身并不属于阴宅 只是老仙通过绳索 拴住了周雪的魂魄 而我进来的目的 便是将周雪迷失的魂魄 带回到阳宅 此刻的外界 李赖子也有了新的动作 她用我身上黄纸燃烧的火焰 点燃了四根香 将香火插在香炉之后 李赖子则是小心翼翼地守护在一旁 老仙 送香了 过一会儿 何苦就能拿到鬼头刀了 只不过 李赖子哀声叹气地说道 这香火熄灭之前 何苦能解决三个断头鬼吗 她就算是天赋异禀 命中也的确注定 吃这口阴间饭 可一上来就面对三个凶鬼 而且还选择了危险的过阴方式 我怎么总觉得你在害她呢 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出马先生 都不敢贸然过阴 这何苦要真有个三长两短 后悔恐怕都来不及 见老仙没有言语 李赖子心急如焚地说道 要不然想办法把我也弄过去吧 何苦这孩子心思单纯 要是被断头鬼给蛊惑了 可就不好办了 行了 你以为都跟你是的 意志力那么不坚定 老仙不耐烦地说道 何苦身上的阴德很多 即便是魂魄过去了 这三个断头鬼 也无法影响到小何苦的心智 他过阴之前 我已经交代过了 鬼头刀砖斩断头鬼 眼下香也送了 估计会很快解决 只要鬼头刀在 这孩子就出不了什么问题 与此同时 另一头的我也嗅到了一股香火的气息 我很清楚 这是老仙送了香 同时也代表着我 很快便能拿到对付断头鬼的鬼头刀 可就在这时 李赖子突然破门而入 闯了进来 何苦 快走 出了点差错 那帮村民又要弄咱们爷俩 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我看了一眼李赖子 冷笑不已地说道 你个断头鬼 就这点本事啊 李赖子那死出你装的一点都不像 在我面前就别再演戏了 你脑门上的血窟窿 已经出卖掉你了 没错 我肉眼看到的身影 的确和李赖子极为相似 不过呢 他身上独属于鬼魂的阴煞之气 以及他尽可能隐藏好的血窟窿 却无法逃脱我的眼睛 这便是我身上 应得对于鬼魂的压制作用 以至于 所谓的李赖子刚刚出现 就让我意识到 这根本不是李赖子 而是三个断头鬼中的其中一员 此刻的我虽然在阴宅 但历头的阳宅 由老仙作证 所以对于断头鬼而言 对付我最好的办法 就是骗我离开屋子 如果我真的上当了的话 我不但无法拿到鬼头道 更能减少很多 源自于老仙对鬼魂的震声 到那个时候 他们解决掉我 就会轻松很多 见我戳穿了他的身份 断头鬼也露出了争鸣的嘴脸 眼下的这个断头鬼个子虽然矮小 但他的面目 却是争鸣凶杀 再配合上 他额头上的血窟窿 让这断头鬼的整体表现 更为甚人了许多 相犹新生 活人死人都是如此 这种人活着的时候 没钱好事 死了之后的模样 也让人感到厌恶 小矮子 丑什么呢 我挑衅地说到 活着吃了枪子 死了还不安分 今天遇到我算你倒霉 我就是来收拾你的 说着 我指了指迷你糊糊的周雪 冷声道 这姑娘 你是别想带走了 我既然来了 就是要接她回家的 对于你们这三个断头鬼 我也没什么跟你们好商量的 准备好受死 就得了 在我的挑衅下 断头鬼冲了上来 在她的动作下 我只觉得一股阴风 袭面而来 要知道 我现在也是以魂魄的方式 来到了阴宅 所以 这玩意 要是弄伤我的话 给我魂魄造成的伤害 同样也是实质性的 这也是一般的看事先生 不会首选过阴的缘故 还是那句话 风险太大了 魂魄上的损伤 可不是像身体上的那种小颗小碰 可以轻松地养好 就好比现在的周雪 她即便是醒了过来 没个三年五载 亏损的阴气都难以补回来 除此之外 要是损伤到了魂魄 对应的可是折瘦的代价 眨眼间 凶鬼便张牙舞爪地冲了过来 因为没办法影响我的心智 所以这鬼东西 打算伤害我的魂魄 来达成目的 而我 并没有躲闪的意思 我既然敢挑衅这断头鬼 就意味着 我有对付他的办法 就在断头鬼 即将触碰到我的瞬间 我从身后抄起刀壩 朝着他的脑袋 便砸了下去 一道火光 在我们触碰的刹那间爆发出来 矮个子的鬼魂 被我打飞出去 重重地摔在地面 而我手里握着的 正是鬼头刀的刀壩 都说了 我是来斩杀你们的 怎么还这么莽撞 别着急 现在这是个刀壩 等一下子 就完整了 屋子里的香火味越来越浓 鬼头刀也不单单 只是一个刀壩 眼下我手里握住的刀子 已经幻化出了 一多半锋芒碧线的刀身 被我打飞的断头鬼 蜷缩在角落里 此刻的凶鬼 表露出一副无辜的模样 他很是畏惧 可怜巴巴地张望着我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是一个 饱受冤屈的好人呢 有的时候 鬼和人一样 惧怕会让他们 展现出弱小可怜的一面 殊不知 这鬼东西 是个不折不扣的恶魔 而他 也并不无辜 别装啊 活着的时候 骇人没能让你逃脱掉制裁 死了之后 作恶多端 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指了指门口 呵斥到另外两位 就别藏着了 老仙破了你们的掉头绳 这院子 你们是逃不出去的 果不其然 在我说完之后 另外两个断头鬼走了进来 看向其余两个凶鬼 我皱起了眉头 只见一旁的周雪 突然间清醒起来 而他的清醒 实际上是越陷越深的 迷茫 爸 妈 这是哪里 我好害怕 到底怎么了 没错 在周雪眼里 他看到的并非是断头鬼 而是自己的父母 周雪自身八字弱 再加上被断头鬼纠缠数日 此刻的他 已经完全迷失在了阴宅 所以呢 那断头鬼蛊惑这样一个小姑娘 简直再轻松不过 孩子 别怕 爸爸妈妈来接你回家了 其中一个长相和周雪 有些相像的断头鬼 说到你身边那个人 要害了你的性命 你一定要跑 跑得越远越好 我们会安全地带你回家 千万别相信他 周雪迷茫地看了我一眼 然后露出了极为畏惧的表情 他这个样子 并没有让我觉得意外 人吗 在危险的情况下 肯定是相信自己亲人的 下一秒 周雪爆发出了所剩不多的力气 慌忙地朝着门口跑去 只不过 他刚跑了两步 便被我一脚踹翻在地 我拎着完整的鬼头刀 站在周雪身旁 冷声说到你看不清楚 我不怪你 但是被鬼魂利用 你多多少少得吃点苦 我的脚死死的 踩着周雪的后背 而他的魂魄 则是狼狈不堪地 贴在冰冷的面上 别挣扎了 我害你也好 帮你也好 你都得选择任命 说完 我又补了一脚 然后走到了三个断头鬼的面前 一刀下去 原本就被刀把打了一下的断头鬼 瞬间被我砍下了脑袋 咕噜噜 他的脑袋在地上滚了几圈 随之化作了一团黑烟 伴随着脑袋的丢失 他的整具身体 也瞬间消散全无 到你了 我走到了第二个断头鬼面前 手起刀落 干净利落地砍下了他的脑袋 断头鬼不是不想反抗 而是因为 他们根本无法动弹丝毫 原因有两个 第一是因为完整的鬼头刀 就被我握在手里 这鬼头刀 专门是用来对付断头鬼的 单凭这股气势 断头鬼就难以抗衡 二来是我的一身应得傍身 也能起到压制的作用 结合两者 这断头鬼再怎么凶杀 也只能原地等死 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 两刀落下 两个断头鬼魂飞魄散 而剩下的最后一个 则是那女人的小叔子 也正是周雪的二叔 周雪 看看她是谁 周雪趴在地上 艰难地抬起了脑袋 因为我已经斩杀了 两个断头鬼 所以眼下的周雪 已经不会再被鬼魂所彻底影响 看到断头鬼的一瞬间 周雪便慌忙低下了头 惊恐地喊道 怎么可能 二叔 二叔已经死了 没错 他的雀死了 也该死 我抬起鬼头道 用刀背拍打着断头鬼的脸颊 冷嘲热讽到活着的时候 不当人 死了之后 也不想当鬼是吧 自家亲人都不放过 你这种混账 就应该被千刀万剐 先 先生 放我一马 断头鬼哀求道 我只是不甘心 被自家人举报才这么做的 您放过我 我保证再也不害人了 鬼话连骗 你觉得我会信 我抡起鬼头刀 猛地砍了下去 手起刀落之后 我心里泛起了嘀咕 这一次的灰砍 貌似和前两次不大一样呢 抬头一看 只见那断头鬼 抱着脑袋瑟瑟发抖 而他整体的鬼魂 竟然安然无恙地站在原地 反观我的手里 哪还有鬼头刀的影子 别说那把凶煞锋利的大刀 就连刀壩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刚才我挥砍的动作 完全扑了个空 我他妈刀呢 我嘴角抽搐 欲哭无泪 这个接骨眼 开这种玩笑 真的好吗 断头鬼提摸了 提摸自己的脖子 然后匪所思地 和我四目相对 场面一度尴尬 他怕得不行 我也怕得不行 别看我平时傻里傻气的 但这个接骨眼 我反应还真挺快 眼看断头鬼也没反应过来 我听起月胸膛 装腔做事地说到怎么样 刚才那种滋味不好受吧 我给你一次机会 以后胆敢害人 别说我 让你烟消云散 断头鬼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不停地磕头感激 先生大恩大德 小的莫齿难忘 以后我要是再敢坐监饭磕 我救 我救 断头鬼抬头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我空无一物的手掌 疑惑地问到你刀呢 我站在原地 深深地叹了口气是 我刀呢 阴宅场面一度尴尬 阳宅更是乱作一团 原本一切都挺顺利的 在我斩杀两个断头鬼之后 周雪身上 被鬼魂纠缠的阴气 也锐减了不少 通过周雪气息上的变化 老仙确定 我已经成功了一大半 可就在这时 门口传来了骂骂咧咧的声音 一个男人将轿车 停靠在了门口之后 便怒气冲冲地冲了进来 我女儿病成那个样子 不送去医院 去相信歪门邪道 你们想害死他吗 来人正是周雪的父亲 在得知自己的女儿 被妻子交给看事先生之后 他第一时间赶到了这里 看见男人有些失控 老董连忙上前解释到妹夫 周雪的确是被 脏东西冲撞到了 老仙正在解决 相信我 很快就完事了 都给我滚开 周雪的父亲 指着亲戚们怒吼道 谁敢害我女儿 我跟谁没完 见对方这个样子 众人哪敢靠近 只见男人一把 将门口的麻绳拽了下来 随之 他气势汹汹地 冲向了我们所在的房间 老董一行人 怕男人失去理智 只能紧随其后 殊不知 一系列的举动 给阳宅的李赖子 以及阴宅的我 都带来了天大的麻烦 老仙在门口悬挂的麻绳 是为了破解 掉断头鬼的掉头绳 之所以不让老董他们回来 是因为断头鬼还在他们家 老仙打算 来个瓮中桌边 现在倒好 麻绳被扯断 就代表着无法限制住 断头鬼的脚步了 同样 老董一行人之前 被断头鬼锁了命 在断头鬼没解决的情况下 他们重新回到了家里 这也就意味着 原本被冲散的阴煞之气 又回到了宅邸当中 可这不是最糟糕的 周雪的父亲进屋之后 看到了燃烧的火焰 也看到了躺在周雪身边的我 一瞬间 这个男人便彻底失去了理智 他端起一盆水 毫不犹豫地泼在了我的身上 燃烧着的黄纸 被瞬间熄灭 黄纸熄灭的一瞬间 四根燃烧着的香火 也齐齐折断 也就是在这一刻 我手中的鬼头刀 消失得无影无踪 错失了斩杀最后一只断头鬼的机会 李赖子第一时间没能反应过来 但作为出马先生的他 自然知道 男人的所作所为意味着什么 发了狂的李赖子 想要挽救 但刚起身 便被周雪的父亲按在炕上 好顿摩擦 要说李赖子也是憋屈 没能第一时间帮到我不说 更是被揍了一顿 关键是 他还打不过对方 等老董众人拉开男人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 这一刻 不单单是李赖子忧心忡忡 就连他身上请来的老仙 都皱起了眉头 糟了 老仙对着李赖子说道 没了鬼头刀 何苦绝不是断头鬼的对手 李赖子连忙提议到老仙 让我过去吧 或许还来得及 装神弄鬼 男人挣脱了老董众人的束缚 再次冲了上来 就在对方将李赖子 压在身下的一瞬间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躺在炕上的我和周雪 身体竟然漂浮在了半空当中 两具身体 在没有任何外力的影响下 漂浮在了半空 这场面让屋子里的气氛 变得诡异无比 一根针钥匙掉落在地上 恐怕都会击垮 在场之人的敏感神经 众人贴在门口 小心翼翼地向后退去 周雪的父亲 也将不可思议的目光 放在两具无法解释的身体上 他眼睛睁得老大 停下了所有的动作 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趁着对方愣神的契机 李赖子一脚 将周雪的父亲踹了出去 只见李赖子匆忙上前 按住了我的身体 试图用这种办法 将漂浮起来的我 重新按到炕上 可不管李赖子怎么用力 我的身体都温丝不动 依旧漂浮在半空当中 老仙 快想想办法呀 这情况 明显不对劲啊 李赖子满头大汗 急得不行 只听他的另一个口口 误说到没办法的 没了鬼头刀 何苦很难对付断头鬼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 那就代表着 这两个孩子 已经落到了断头鬼的手里 那该怎么办 李赖子继续问道 有没有办法把我送过去 老仙叹了口气 凶煞入宅 掉头省锁命 以你的这点本领来说 已经没办法进入阴宅了 装神弄鬼 周雪的父亲 从地上爬了起来 只见他走到了抗边 用手在我和周雪的身下挥了挥 见没有东西支撑着我们的身体 他又尝试着 在上面 找到戳破我们阴谋的证据 只可惜 他依旧一无所获 老董 李赖子愤怒地咆哮到你自己清楚 你们家的问题有多严重 让你们规规矩矩的你不听 现在倒好 别说这个姑娘命悬一线 就连我们家何苦都搭了进去 你让他滚蛋 我告诉你 何苦要是出了问题 我绝对不放过你 老董这才反应过来 一只脚已经迈出门的他 连忙冲了进来 一把抱住了男人 妹夫 你信我一次 就一次 李叔真的不是江湖骗子 你要是再捣乱 周雪就真的没命了 此时的男人也有些慌了神 正巧 在邻居家休息的周雪母亲 也急匆匆地跑了回来 女人二话不说 拎着扫帚 就给男人从屋子里打到了院子 又从院子打出了家门 老董战战兢兢地问道呢 那我们怎么办 现在出去还来得及吗 李赖子身上的老仙 摆了白手出去吧 别妨碍我们 这两个孩子能不能活下来 就听天由命了 老董众人吓得不轻 虽担心不已 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已经不是他们能够掺和的了 在老董的安排下 一行人再次规规矩矩地 只可惜 此刻他们的听话顺从 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 众人离开之后 李赖子哭丧着问道 老仙 您能试试吗 我过不了阴 但您的本事大 我想 您一定能过去 给何苦接回来的对吧 要是这娃子 有个三长两短 我一来没法跟何爷交代 二来 那五家恐怕连您斗 老仙摆了摆手不用说了 我比你更清楚 会发生什么 只可惜 我也没办法过阴 老仙解释到 当初达成约定的时候 我和另外五家就说好了 整个望山村的阴宅属于他们 我无权涉足 如果有可能 我倒是希望能帮助小何苦一把 奈何 目前的状况下 我真的做不到 一听这话 李赖子绝望地瘫软了下来 他脸色惨白地苦笑道 没想到 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 今天却在这里翻了船 连黄皮子的阴险谋划都躲过去了 结果现在倒好 折在了断头鬼身上 李赖子有些不甘心地 攥住了拳头老仙 要不然找几家谈谈 让他们出面 先将何苦带出来如何 我早先摆了摆手 认真地思考了几秒钟 只听李赖子的另一个口口 误说到赖子 也不是完全没办法 我虽然不知道 阴宅目前发生的什么 但那小何苦 一身阴德傍身 断头鬼 未必能在短时间害死他 所以 还有机会 说完之后 李赖子拿起柳条 站在了我的身前 啪的一声 柳条毫不客气地 打在了我的月胸膛 知识一下 一道血痕就出现在了我的皮肤上 丝丝血迹 也染红了我的衣衫 接下来的半分钟里 柳条在我身上抽打了十几下 每一下都不遗余力 打得我那叫一个皮开肉绽 李赖子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连忙阻拦老仙 您这是钱吗 何苦就算就不回来 也不能这么折磨吧 你懂个片 快躲开 老仙继续抽打着我的身体 同时解释到 小何苦的魂魄 虽然在阴宅 但他并没有死 这也就代表着 他的魂魄和身体 还有这一定的关联 我打他的同时 也是在抽打他的魂魄 那小子魂魄吃痛的话 或许能爆发出反抗的力气 话音刚落 只见漂浮在半空中的我 猛烈地颤动起来 老仙面色一喜 连忙叮嘱到赖子 你点燃一根蜡烛 赶快往后扇跑 记住 蜡烛千万不能熄灭 小何苦能不能逃出来 全仰仗你了 我留在这里 要是还不行的话 我会想其他的办法 别问 赶快行动起来 虽然不知道老仙是什么意思 但李赖子这人好就好在 他足够听话 将蜡烛点燃之后 李赖子小心翼翼地呵护着火苗 朝着门外走去 而他的目的地 便是后山 失去鬼头刀的那一刻 我就失去了对付断头鬼的本领 刚开始的时候 还能吓唬他一下 可这断头鬼不是傻子 他能清晰地感受到 周围没了鬼头刀的气息存在 所以呢 这鬼东西 瞬间就抓住了我的脖子 将我提到了半空当中 这也是洋宅当中的我 为何会无缘无故地漂浮起来 看来爷爷我今天命大 你小子没了那把破刀的帮助 也不过如此嘛 几次试探之下 断头鬼已经确定了 我的确没有了对他的威慑力 眼下这鬼物猖獗得很 对我不断嘲讽的同时 也想要将我的魂魄吞噬殆尽 我被抓住脖子 他的手指点在我的额头上 前前后后十几分钟的功夫而已 我的脑门 已经出现了一道血肉模糊的窟窿 这是断头鬼的死亡方式 而他 也要用这种方式 吞噬掉我的魂魄 断头鬼的眼睛里 充斥着贪婪的神色 他一边瓦解着我的魂魄 一边激动得大笑不已 原本呢 爷爷只想抱负害死 我们哥仨的贱女人 没想到 你这么一条大鱼 竟然主动送上门来 你这魂魄很是难得的美味啊 这么点的岁数 竟然蕴藏着 我八辈子都找寻不到的应得 我现在都没办法想象 将你的魂魄吞噬掉之后 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真是令人期待啊 你小子可比那赤里巴外的 臭女人要珍贵得多 断头鬼癫狂地笑着 他使出了所有的本领 想要瓦解掉我的魂魄 奈何我身上的应得 实在是太多 虽然他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想要彻底吞噬掉我的魂魄 也不是谈笑间就能完成的 只不过 没了鬼头刀的 我的确不是这凶鬼的对手 我也试着反抗过 奈何这鬼东西 吞噬魂魄 的确有一手 而且 我能清晰地感受到 我的魂魄越来越弱 按照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我何苦恐怕要被这个世间除名了 至于周雪 更是起不到一丁点的作用 他抱着膝盖蜷缩在一旁 已经吓得比我还傻了 就在我满是绝望的时候 一股火辣辣的痛处 出现在了 我的月胸口处 只见我的月胸膛 出现了一道伤痕 这股滋味 让我恼怒不已 更让我整个人都 颇为愤怒了起来 狗东西 还折磨我是吧 我盯着断头鬼咬牙切齿道 要我的魂魄我忍了 你别太过分 断头鬼一头雾水 他不明白我的意思 也没有搭理我的意思 谁曾想 接下来的痛苦 我月胸唐触出现了 越来越多的伤痕 这些伤痕的出现 简直比杀了 我还要难受 直至 难以忍受的痛苦 将我彻底点燃 我的憋屈和愤怒 也全然爆发了出来 熬的一嗓子 我的嘴里 发出了鬼哭神嚎的嘶吼声 蜷缩在角落里的周雪 捂住了耳朵 他魂魄上所剩不多的阴气 都因为我的嘶吼声 溃散了些许 就连吞噬着我魂魄的断头鬼 都愣在了原地 这一刻 下意识地问了一嘴你 你要钱吗 我他妈也不知道 我要钱什么 我抡起手掌 就给了断头鬼一个耳光 断头鬼被打倒在地 痛苦的席卷 让我崩溃的同时 也让我癫狂 我一个剑步冲上前去 死死地压住了他的鬼魂 接下来 狂风骤雨般的拳头 猛烈地砸在了他的身上 杀人不过头点地 你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你要我的魂魄我忍了 竟然还折磨我 这种痛苦 你知道多难受吗 喷喷喷地拳头不停地落下 一时间 我给断头鬼打得晕头转向 虽说吧 这拳头打在他身上不痛不痒 但气势这一块 我疯批的一面 的确给他震撼到了 断头鬼不敢反抗 他也一脸猛逼 根本不知道 这是怎么个情况 明明挺顺利的 结果 突然间疯魔了 关键是 他也没做什么啊 无辜地断头鬼吓得不轻 而我身上的痛苦还在蔓延 乍一看这场面 好像我占据了上风 实际上 我就算挥舞一万次拳头 都没办法打死这断头鬼 断头鬼是凶鬼 加上他占据了阴宅的主场优势 再配合洋宅的老董众人坏了规矩 导致这鬼东西 强悍得不得了 而我 只是以魂魄的方式进入了阴宅 没有了鬼头刀的我 选择和断头鬼硬碰硬 就相当于擂台上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童 面对着拳击冠军的差别 所以呢 我再怎么暴躁 兄弟 也只是表面上的气势罢了 不过话说回来 我要是出马弟子的话 我以这种方式 对付断头鬼说不定会有点作用 只可惜 我并不是 打着打着 我整个人也冷静了不少 我的月兄堂上 没有出现新的伤痕 而之前的痛苦 也逐渐退去 冷静之下 我意识到 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 就在我还想着 怎么摆脱这断头鬼的时候 只见一道烛火的光芒 出现在了我身前的不远处 平日里我傻里傻气的 没曾想 此时的我反应还很快 鬼头刀的消失 肯定不是平白无故 很有可能是 阳宅发生了一些麻烦 如此一来的话 李赖子和老仙 肯定会想办法挽救 而这道烛火 说不定就是指引我的方式 砰的一声闷响 我再次给了断头鬼一拳 同时威胁到你这小鬼 就是欠揍 我给你机会 你自己不珍惜是吧 说完 我站起身来 抓住了一旁的周雪 以后给老子小心点 威胁过后 我带着周雪拔腿就跑 拼了命的 朝着火光的方向追赶 周雪吓得比我还傻 她下意识地追逐着我的脚步 脑子里估计是一片空白 我已经打算好了 如果这周雪吐我后腿 我绝对会扔下她 好在这丫头本能的 求生欲望比较强烈 哪怕我跑得再快 她都没有落下脚步 一头雾水的断头鬼 坐起身来 挠了挠头 眼睛茫然地看着我的背影 嘀咕到她跑什么 啥情况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缓了片刻 断头鬼匆忙起身 也一同追了出去 烛火的火光不断地前行 我抓住周雪马不停蹄地追赶 离开老董家的阴宅之后 世界变成了一片漆黑 我看不到脚下的路 也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 是因我前进方向的 只有那摇曳的火光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 作为凶鬼的断头鬼 追逐得很快 他猙獰的面孔上 充斥着愤怒 臭小子 你敢耍我 你跑得掉吗 断头鬼将周雪 扛在肩膀上 他一手抓着我的脖子 另一只手的手指 则是毫不客气地 伸进了我额头的血窟窿中 疯狂地蚕食着我的魂魄 跑 老子让你跑 你个臭小子 我要你不得好死 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就在我想要放弃的时候 只听我身后 传来了一个苍老的声音 小何苦 你怎么来了 你不应该在这里才对 难不成 你已经死了吗 那个声音继续问道还有 我为什么感受到了 我亲人的血脉气息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难不成 望山村已经 我猛地睁开双眼 侧过头去 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在望山村中 很多人我都不认识 但是鬼魂 有一个算一个 我都无比地熟悉 甚至他们的姓名 我都一个不差地 全部记在脑袋里 眼前的鬼魂 是我12岁那年送走的 而他 正是老董的父亲 董爷爷 我生死历劫地喊道 快救我 这凶鬼要害死我 你的感觉没有错 他肩膀上扛着的 正是你的外孙女 他要害死你们老董家的所有人 血脉这个东西很神奇 过时很多年的董爷爷 没看到周雪的正脸 就察觉到了自家人的气息 也许 亲情 真的可以跨越阴阳 这种事情 谁又能说得准呢 这 这是我的外孙女周雪吗 董爷爷激动地 看着断头鬼身上 扛着的姑娘 没想到啊 在我死后这么多年 还能见到我的外孙女 一晃 这孩子也长成大姑娘了 真好 真好啊 董老爷子 我虚弱地提醒到 我快被掐断气了 能不能先帮帮我 老爷子横眉竖眼 怒气冲冲地指着断头鬼 呵斥到挨千刀地杀人犯 你竟然敢害我外孙女 还敢欺凌小何苦 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 简直找死 别看老爷子的话 比较有气势 但是吧 他的这种威胁 在断头鬼眼里 简直是个笑话 断头鬼不但没有被吓唬住 反倒是更为猖獗地大笑不已 他的手掌持续发力 一脸得意地嘲讽到 我说你小子为啥跑得这么起劲 感情是有帮手啊 不过你找帮手 也找个像样点的呀 这老帮菜 你从哪个库坟挖出来的 就算白给我 爷爷我都懒得吃他的魂魄 说吧 断头鬼上去就是一脚 给董老爷子踹倒在地 老团 挨揍的滋味不好受吧 你给我滚到一边去 等到最后 老子我再送你一程 董爷爷 我担忧地查看着董爷爷的状况 他伸手制止了我的话语 然后将目光放在了断头鬼身上 小伙子 欺负老人是要吃亏的 这种事情吧 活着的时候 钱容易被碰瓷 死了的话 也不能肆无忌惮 金哥 老头子我就给你上一课 断头鬼根本没有搭理老人的意思 他最关心的是 吞噬掉我的魂魄 除此之外 其余的都不重要 反观董爷爷 躺在地上 哀悠个不停 表现得极为可怜 来人啊 打老头了 大家伙快出来 给我做主啊 这杀千刀的断头鬼 都欺负到咱们家门口了 他不仅打我 还想要了小苦的命啊 在老董头的哀悠下 远处走来了十几道身影 而这些 都是栖息于后山的亡魂 断头鬼 看到有其余的鬼魂靠近 他的手掌松弛了一些 不过 他并没有退避的意思 只见断头鬼凶神恶煞地 将自身的阴气 向着四周扩散 同时威胁到 不想魂飞魄散的都给我滚 一群游魂野鬼 活得不耐烦了是吧 从后山走出来的鬼魂 并没有被断头鬼吓退 反而是越靠越近 断头鬼皱起眉头 捏了捏拳头 冷声道横 你们想玩 那爷爷我就陪你们玩玩 都想被我吞噬噬吧 那就一个都别走了 按理来说 目前出现的十多个鬼魂 同样不是断头鬼的对手 毕竟这东西是凶鬼 不是一群小鬼 能够通过数量来媲美的 不过嘛 这个数量要是太离谱的话 那就不好说了 董爷爷指着断头鬼说道 就是他 想要害了小何苦的命 他还打我 更想祸害我们老董家 这杀千刀的狗东西 今天害了我们家的族人 明天就赶 毁了整个望山村 乡亲们 你们能忍吗 齐刷刷的声音一同落下 众鬼一同喊道 不能忍 哟 还挺团结 断头鬼上前一步 但下一秒 他就嘴角抽搐的呆愣在了原地 只见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中 一道道幽光 从四面八方闪烁起来 这些妖异的光泽 对应着的 则是一个个活生生的鬼魂 十多个小鬼 断头鬼没放在眼里 上百个鬼魂 断头鬼相信自己能支撑下来 但是吧 要是上千个 恐怕就 没错 不夸张地说 后山的鬼魂的确有上千之多 这里的鬼魂 不是一代人的离世 因为种种原因 望山村的亡魂们 没办法离开 以至于 这看起来不大的山头 聚集的可是几代人的魂魄 十 什么情况 断头鬼慌了神 不可思议地惊呼到怎么这么多鬼魂 这是什么人间疾苦的该死地方 心知不对劲的断头鬼 立刻转身离开 但他的后路 已经被彻底封死 眼前的场面 已经够夸张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退路 同样是一道道正在靠近的鬼影 误会 一定是误会 断头鬼连连后退 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而他身旁正是被他踹了一脚的老董头 小伙子 下辈子可不能招惹老人 你看 报应这不就来了吗 哦 差点忘了 你应该没有下辈子了 断头鬼连忙跪在地上 不停地磕头认错 老爷子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是您女婿的弟弟 咱们都是自家人 肯定是有误会在里面 老董头连连挥手 咯咯咯咯咯 咱们之间肯定没误会 你害我外孙女 又想要了我们大恩人的性命 怎么可能会存在误会 还有 你可别跟我判亲戚 我没你这种杀人犯的亲戚 断头鬼已经快疯了 明明抓住了 我这个唾手可得的猎物 怎么就演变成了这种状况 他魂飞魄散前也想不通 一个小小的村庄 为何存在如此之多的小鬼 而这些他看不上眼的小鬼 恰恰可以让他彻底消失在人世间 老爹 听说你挺凶啊 一个鬼魂上前 将断头鬼踩在脚下 乐呵呵地问道 欺负人欺负到我们地盘上了 咋想的 瞧不起我们 断头鬼目那摇头 完全没有了之前追逐我的那股嚣张奇眼 几个中年女人的鬼魂围成一团 她们磕着瓜子 指指点点个不停 这不是老董头闺女结婚时 见过的那小崽子吗 当初就觉得不是什么好东西 果然掉了脑袋 谁说不是呢 活着不前好事 死了还想加害 咱们小何苦 简直不是东西 你一言 我一嘴 将断头鬼彻底淹没 别说这群鬼魂一同出手 就算是一人释放出一道不被断头鬼看得起的阴气 也能将它彻底瓦解 老董头乐呵呵地对我问到小何苦 怎么处置 你来决定 我疲惫地笑了笑 随之说道 当给各位加餐了 这凶鬼身上的阴气不少 各位乡亲 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 好嘞 你歇着 剩下的交给我们 一行鬼魂的蜂拥而至的 将断头鬼瞬间吞没 刚开始的时候 断头鬼还能哀好几声 不过没一会儿 它的声音便消失不见 直至 这断头鬼彻底的魂飞魄散 连一丝丝的阴气都没能剩下 解决掉了断头鬼之后 乡亲们的鬼魂 替我填补了损失的阴气 因为我身上的阴德很多 所以这些鬼魂的阴气 并不会被我排斥 休整片刻之后 我很是感激地 对着乡亲们的鬼魂 说了声谢谢 乡亲们的鬼魂也很淳朴 知识关心着我有没有答案 其余的并不会考虑得很复杂 各位 还有七日 我对着大家提醒道 相信我 我一定会带你们离开 大家伙也准备一下 时间一到 万万不要犹豫 一个领头的鬼魂站了出来 说道 小何苦你就放心吧 十多年的筹备 这一天 我们也等好久了 那好 我将昏尘的周雪抱了起来 对着老董头问道 要不要和他说点什么 老董头摇了摇头 而孙字有儿孙福 不看了 看多了该舍不得走了 和村民们的魂魄道别之后 我原路返回 再度回到了老董家的阴宅 鬼魂能被吓到昏迷 是我没想到的 老董家的阴宅中 我将周雪扔到了炕上 随着自己也躺了上去 很快 我的周围 便传来了老仙儿的呼唤声 伴随着一阵光芒的笼罩 我也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我 我是 回来了吗 当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已经回到了阳宅 魂魄回到身体之后 我说话又有些磕磕巴巴 脑袋更是沉甸甸的 这种感受 真不如魂魄脱离身体那般自在 怎么样了 破衣烂衫的李赖子冲了进来 看我醒了过来 他连忙地检查着我的状况 还活着 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 你 你 我指着李赖子 吞吞吐吐吐地问道你怎么 根哥 臭药饭的似的 还好意思说 李赖子气嚷嚷地说道 还不是为了护住 指引你脚部的蜡烛 要不然 我能这么狼狈吗 哦 我应了一声 原来是这样 辛苦 了 行了 你没事就好 李赖子疲惫地坐在炕上 对着一旁的老仙儿 问到现在没问题了吧 老仙儿重新附在了李赖子身上 开口道 已经安全了 估计那断头鬼 已经被吃钱抹尽了 好疼啊 我闲熟地从口袋中掏出药膏 涂抹在月胸堂的伤口处 这火辣辣的滋味 还真是不好受 不过相比于灵魂上的痛处 这点伤势 完全在我的承受范围之内 那他呢 李赖子指着一动不动的周穴 有些担忧地问道 该不会没挺过来吧 要是死了的话 估计又是个不小的麻烦 还没死 不过未来的几年里 这丫头有得罪瘦了 老仙儿支配着李赖子的身体 对着门外喊道都进来吧 听到李赖子的声音 老董家的 所有人都冲了进来 这一次 周穴的父亲 没有了之前的莽撞 但他的眼神里 还是浮现着些许的鄙夷 李叔 我这外甥女咋样了 为啥还没醒 李赖子盘膝坐在炕上 只见他不紧不慢地戴上了眼镜 然后用毛笔 在纸上写来写去 整个过程都没有抬头看对方一眼 片刻之后 李赖子冷哼一声道人事就回来了 不过他身上的阴气损失了不少 未来的几年里 大病小青 估计是躲不掉了 我这里有个药方 你们要是用得着的话 也相信的话 就按时给他抓药 吃个一年两年 也就恢复得差不多了 要是不信的话 就当我李赖子放屁就好 老董连连点头 恭维道理书看事没得说 我哪能不信 说着 老董必要拿起药方 但却被李赖子 用毛笔打在了手背上 李赖子瞪了老董一眼 随之从背包里 又拿出了一个红布口袋 放在了黄纸上 你这外甥女能挺过来 算是扶大命打 不过要注意的以后 还得注意 他八字太弱 又经历了这么一场大难 稍不留神 就会被脏东西给盯上 这红布包里包着的 是咱家老仙给写的护身符 让这丫头随身佩戴 就连洗浴的时候 都要用口袋包裹住 记住 护身符时时刻刻 都要佩戴在身上 否则的话 一不留神再次中招 下次可就没这么走运了 李赖子将手掌 按在红布包上 说到总共加起来五千块钱 还是那句话 需要的话就 交钱买个平安 买个踏实 不需要的话 我们这就离开 老董有些为难的 看了看自己的妹妹 见女人没有回应 老董搓了搓手掌 试探性地问到李叔 五千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之前看事还给了不少 要不您给打个蛇 李赖子不耐烦地 将准备好的东西 放到了包里 根本没有 和对方商讨的意思 眼看李赖子 是真的生了气 老董连忙陪着笑脸 别啊 李叔 我们又没说不买 李赖子一挑眉 冷笑着问到老董 你觉得这点东西 不值钱是吧 觉得我狮子大开口对吧 我实话告诉你 这五千 还是看在咱们 同乡的情分下 给你的价格 你也不看看 整个过程 我们折腾成了什么样 何苦被打成 耐负德行 不要药费啊 你以为老仙 写一道护身符 是随随便便的 要买就赶紧的 不买 我们也早点回家休息 没工夫跟你在这 磨叽来磨叽去的 整件事情的 经过你也看到了 五千块钱不多 别舍不得啊 等等 周雪的父亲走上前来 指着自己女儿问道 我闺女还没醒过来 凭什么给你们钱 再说了 我们家孩子 要是被你们折腾出个 三长两短 我找谁说理去 李赖子坐在抗边 一边穿鞋 一边说到等你闺女醒过来 他自然会告诉你 发生了什么 还有 我看你很不顺眼 这些东西你要买 我还不卖了吗 穿好鞋之后 李赖子对我挥了挥手大儿子 走 咱们回家 我浑身酸痛地下了康 也想回家好好休息休息 眼看自己妹妹和妹夫 不想花这份钱 老董一咬牙一跺脚 有些心疼地 从柜子里掏出了五千块钱 塞进了李赖子的口袋中 李叔 我们买 老董陪着笑脸说道 您别生气 以后咱们不还得好好相处呢吗 交钱之后 李赖子走向门口 背对着老董提醒道 记住 护身符别离身 要是不慎弄丢了 或者沾了水 第一时间回来拿新的 要是因为耽搁了时间造成麻烦 盖不负责 说完 李赖子便带着我离开了老董家 说实话 李赖子还真不是做得起价 而且开出五千块钱的价码 李赖子也的确不赚钱 老仙给写一道护身符 没有个十顿八顿的供奉 都请不下来 而且护身符的原材料 也贵得离谱 别看只是一个再普通不够的红布包 光是那块布 就需要很多工序 才能投入使用 更别说里面包着的东西了 不夸张地说 除了护身符之外 那条和阴阳的药方 基本上就是赠送的了 何况李赖子还承包了售后服务 要真是弄坏了 弄丢了之类的 他也打算再跟老仙 讨要一个交给对方 李赖子这个人就是这样 虽然有时候胆子小了些 但从改邪归正 帮助他人开始 他真的很享受这种 帮助他人排忧解难的感觉 在我们离开之后 周雪的父亲又来了劲 一看就是江湖骗子 也就你们这穷乡僻壤 相信这个 五千块就这么打水漂了 你可真舍得 行了 别说了 老董心力焦脆地说道 你们要是觉得李淑珍帮上忙了 这五千块钱就转给我 要是觉得和他们没关系 这五千块钱就当我出了 趁着还没天黑 赶紧去医院检查检查 你闺女的状况 老董打发着众人离开 只见周雪的父亲 一脸不服不愤地 抱起了自己的女儿 同时说道 我们先带着小雪 去医院检查检查 要是有什么好歹的 我绝对不放过 那装神弄鬼的瞎子 说完 这一家三口便离开了老董家 老董站在窗口 气急败坏地指着他们的背影 咬牙切齿到看到没 好心帮忙还帮出错了 我跟着搭钱不说 还差点害了 咱们所有人 结果呢 到最后却落了个埋怨 这事过后 估计也给老董上了一课 以后要是再有这种状况 他宁可选择冷漠 都不会选择费力不讨好 另一头 小轿车刚开出村口 周雪便醒了过来 他眼皮很沉 说话的声音也很是细微 何苦 别 别丢下我 带我回家 每次折腾过后 我都要睡上好大一觉 这一觉 我睡得并不踏实 梦里 我看到了爷爷 看到了雪山在流淌着鲜血 更看到了众多鬼魂争鸣的一面 也许是距离约定的期限越来越近 导致我这个没心没肺的傻子 都倍感压抑 时间一晃而过 十几年的筹备和较量 终究要画上一个句号 知识不知道这个句号 是否会圆满一些 清晨 我从炕上爬了起来 李赖子坐在窗户前 我接连喊了几声 他都没有回过神来 我走上前去 拍了一下李赖子的肩膀 后者浑身一颤 独眼中露出了慌张的神色 吓我一跳 醒了不知道知一声啊 我 我喊了你好几遍啊 李赖子顶着黑眼圈 叹了口气到日子了 心里不踏实 你 准备好了吗 嗯 我来到了棺材前 轻轻的斧提摸了几下冰凉的木板 紧接着 我又打开了柜子 从里面拿出了一个黑色的包裹 这是啥玩意 李赖子好奇地看了过来 将包裹打开之后 一件兽衣被我拿在手里 兽衣啊 没必要啊 李赖子指了指棺材你爷爷 尸骨都没了 穿不上了 不 不是给他穿的 只见我将自己的衣服脱了下来 然后将兽衣贴身穿好 李赖子眉头一皱 问到你这是啥意思 大早上的 能别这么晦气不 赶快脱下来 当初的约定 又不是要了你的性命 你把整个望山村的应得 分给五家就可以了 不 我坚定地说到 从一开始 我就没打算将应得分给五家 你 你说什么 李赖子眼睛睁得老大 整个人都快跳了起来 他指着我质问道 傻小子 你别胡说八道 当初你父母为了救你 害死了不少五家的大仙 恰巧当时的五家 想要对付黑婆婆一脉 你父母的行为 无意中帮助了那些黑胡 这才弄巧成拙 跟黑山扯上了关系 之后的几年里 黑婆婆一脉 勉强对抗着五仙 直至那年 我带你上山 见到了你父母的残魂 也和五家老仙 达成了约定 也正是如此 你这条小命 才能活到现在 现在可好 你既然想独吞应得 你以为你 真的有这个本领吗 我跟你讲 你可别放魂 要不然 你必死无一不说 我也得把这条命搭进去 我系好兽医的扣子 规规矩矩地 站在了李赖子身前 紧接着 我跪在了地上 喷喷喷地 磕了三个响头 甘霸 这是我第一次 如此称呼李赖子 我的行为 也给李赖子 弄得有些不知所措 你 你这是钱傻 我吞吞吐吐地说到这 这些年多谢你 你的照顾 我知道你不长路面 但 一直 一直都在帮助我们 我想请干爸帮个忙 我站起身来 将一个巴掌大的纸人 放在了棺材上 随之说到 带我去见五家老仙 我给他老人家送行 李赖子仔细地 端向着不大的纸人 随之惊恐地问到这东西 能瞒过五家的法眼 你别开玩笑了可以吗 能 我笃定地说到 爸妈留 留给我的 他们 要我 要我自己做决定 我已经决定了 很多 很多年 李赖子手掌颤抖地拿起纸人 极为颤抖地嘀咕道 这要是被老仙们 发现了 我也就活到头了 还有 这事 我们家那口子知道吗 我摇了摇头我知 相信你 帮我 可以吗 李赖子整个人都傻了 他头一次如此正式地 端向着傻里傻气的我 我很清楚 李赖子在迟疑 他考虑着 是和我这个傻子疯一次 还是果断拒绝 干吧 我长吸一口气 说到你来 决定 许久之后 李赖子将最后一根烟头踩灭 苦笑着说到算了 也活了小六十年 死就死了吧 至少 这十年来 是我这辈子最有意义 也最像人的时光 我去拖延五家 你一定要抓紧时间 我用力地点头放心 我 我不会害死你的 在李赖子答应我的请求之后 我穿着兽衣 便跑出了家门 我一股脑地冲进了山林 七转八转之下 我来到了一棵粗壮的老树旁 而这里 便是爷爷当年捡到我的地方 也是我父母过世的地方 来到树下 我徒手挖掘起来 很快 一块刻有密密麻麻麻符文的石碑 被我从土壤中挖了出来 我小心翼翼地清理着石碑上的积雪和土壤 随之坐在原地 口中念念有词起来 今日的望山村出奇的安静 整个村庄就好像荒凉的许久一样 没有一个人走出家门 也没有一个身影 能够进入望山村 李赖子心情忐忑地站在棺材旁 直至外面传来了敲锣打鼓的声音 开门一瞅 只见一行狐狸 长冲 刺猬和老鼠来到了我家门前 四种大仙身上都挂着红布 就好像操办喜事似的 这里面并没有黄皮子的身影 或许上一次的包皮肤 真的让他们全军覆没了吧 李赖子紧张地看着外面的一幕 随之一个狐狸上前站在了门口 那红色的狐狸摆出一副人的模样 他抱着自己的爪子 先是对着房屋拜了一下 随之发出了有些尖锐的声音 我们来请百岁兽星上路 还望行得方便 好 好 李赖子慌慌张张地指着屋内 说到棺材就在里面 说完之后 四家有了气候的大仙 纷纷进入屋内 只见他们井然有序地围在棺材旁 将棺材扛了起来 那红色的狐狸指了指棺材 问到这小子 为时磨在棺材上 哦 哦 是这样 李赖子惊慌失措地解释道 何苦跟老爷子有感情 哭了那么多嗓 这一次是真舍不得 反正都要一同前往 就让他跟老爷子近一点吧 红狐狸点了点头 随之挥了挥手麒麟 给何寿老爷子送丧 敲锣打鼓 唆那二胡的声音不绝于耳 一行看起来有些喜庆的队伍 大摇大摆地走在望山村的道路上 李赖子脸色苍白如指 提心吊胆地跟在一旁 有好几次 李赖子都觉得自己坚持不住了 但无儿无女的他 想到干把那两个字 也是硬生生地支撑了下来 就这样 四家大仙 扛着我爷爷的棺材 走向了深山 而我 则是在山林的另一头 召集着望山村几代人的亡魂 一路吹拉弹唱 爷爷的棺材 被喜庆地抬到了深山当中 大山深处有一壶家庙 这里杳无人烟 更没有鼎盛的香火 四家的大仙 将爷爷的棺材 抬进了庙里 安顿好之后 那些狐狸 蛇呀什么的 便规规矩矩地走到了两侧 棺材旁 漂浮着四件颜色不同的衣裳 不用多说 自然是红衣 青衣 白衣以及灰衣 李赖子低着头 大气都不敢喘 只听红衣传来了声音 问道这何苦 为何坐在棺材上一言不发呀 李赖子硬着头皮走上前去 刚想解释 他便觉得阵阵即被发凉 当李赖子开口的时候 他发出的声音并非是他本身 而是黑婆婆一脉的老仙 何苦被这老河头养大 今日老河头阴寿已尽 这小傻子 心里自然不是滋味 李赖子身上的老仙 平静地说道 何苦命格特殊 可承受万家应得 不过这孩子并未出马 没堂口傍身 以至于多年来一直疯疯傻傻 有这种表现 也属于人之常情 还望各位 先家莫要怪罪 好说 好说 红衣胡仙继续说道 你我本是胡家一脉 这点薄面我自然要给 当初你与我们五家争斗的不死不休 今日 也该有个了断了 依我看 你黑婆婆一脉命不该绝 咱们之间的恩怨 就到此为止吧 按照当初的约定 以后你们黑胡之 要不离开黑山地界 我们五家便与你井水不犯河水 倘若越界 就别怪我不念童宗之情了 红衣胡仙挥了挥袖子 指着棺材说道 当初那夫妻二人 为了救这短命鬼 害死了不少五家族人给他续命 也是因为他们的介入 你黑婆婆一脉 才得以喘息 我说的没错吧 没错 李赖子坦然自若地回答道 的确是多亏了那夫妻二人的帮助 我们黑婆婆一脉 才能延续至今 不过有一件事情 你们似乎忘了 何苦的父母 虽然杀掉了不少五仙 但他们并没有亏损应得 你们五家为了对付我们黑胡一脉 困住了望山村属带人的亡魂 在我看来 你们的手段过于有为天理 若当初被你们达成目的 恐怕这望山村 已经成为了死杀兄弟了吧 轻易柳仙站了出来 有些不满地说道你 这叫什么话 一些亡魂而已 是能有我们五家族人相抵的吗 李赖子冷哼到我没心思 跟你们衡量谁的命更为贵重 现在我们旅行约定便可 他身上积攒了望山村 所有亡魂的阴德 这些年来 他更是给侍者们哭过丧 所有积累下来的阴德 你们五家自行瓜分便可 棺材里的河寿有百岁阴公 再加上他游走阴阳 一生行善 所累积的运势 不比和苦身上的阴德差 自此之后 当年的恩怨两清 不过丑话说在前头 日后你们若敢害了和苦性命 就别怪我们黑婆婆一脉 重出黑山了 只听灰衣大仙冷笑一声 毫不客气地嘲讽到黑山 可今非昔比喽 日泊西山的黑狐一脉 只是仰仗着黑婆婆的余威罢 李赖子死死地凝视着灰衣 问道 灰大仙可要试试 咱这游进灯窟的余威 尚有几分能耐不成 灰衣一言不发 瞬间没了底气 这位老仙敢仰仗着 其余几家的威压装枪做事 但真要单独面对黑婆婆一脉 他可没这个胆量 好了 红衣打断了其他大仙的针锋相对 威严地说道 当初就是这么约定的 何苦积攒阴德 直至何寿百岁之时 如今何寿已死 我们自然不会出而反而 这老头的魂魄 和所获的阴德 我们自有分配的方式 至于之前的恩恩怨怨 自此作罢 现在 你把所有亡魂交给我们 带走他们之后 一切就结束了 李赖子身上的老仙点了点头 说到好 那就开始吧 等一等 李赖子慌慌张张地站了出来 这一次是真正的李赖子 而并非是他身上的老仙 赖子 这没你说话的范 等 等一下 李赖子的心 都要跳到了嗓子眼里 他知道我在计划 这一场很可怕的秘密 具体是什么他不清楚 他也不知道 我进展到了哪一步 不过李赖子清楚 他能够拖延一分钟 就对我有一分钟的好处 如果现在暴露的话 他李赖子 恐怕要当场人头落地 那个 那个 李赖子想了半天 问到这些魂魄 要被带到哪里 几件衣服 纷纷对准了李赖子 散发出一股 近乎要吓死他的气势 这跟你没关系 黑狐老仙 呵斥到几家自有安排 你无需多问 我 我 李赖子硬着头皮 继续问道 都是同乡 一下子离开这么多亡魂 我多多少少 有点舍不得 所以想了解一下 白衣大仙 冷生到一些鬼魂而已 我们自然要榨取 他们身上的应得 怎么 有问题 榨取 应得 李赖子皱眉 惊呼到难不成 你们要让所有的亡魂 都魂飞魄散 就连和寿老爷子 也是如此 不然呢 众围大仙笑个不停 难不成 接回去供着吗 这 这怎么可以 李赖子的确是想 替我拖延时间 但得知那些鬼魂的下场 他真的颇为心痛 因为作为出马先生的 李赖子很清楚 魂魄上的痛苦 可不是肉体的疼痛 能比拟的 但除了鬼魂们 将要面临的痛苦之外 更可怕的是 包括我爷爷在内的所有人 都会烟消云散 不会在这个世间 留下一丁点存在过的痕迹 这无疑是更为绝望的 赖子 黑虎老仙呵斥到 很久以前 望山村就被盯上了 现在的结局 无非是当初的延续罢了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你不要徒增事端 训斥过后 黑虎老仙长叹一口气 苦涩地说道 开始吧 早结束 早利索 等等 面对着李赖子的再三打岔 黑虎老仙极为愤怒地斥责道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若是惹得几位 老仙不痛快 我也保不住你 不 不是 李赖子瑟瑟发抖地说道老仙 这个问题我必须说出来 您之前说过 武家当初封住了望山村 是为了打压咱们黑婆婆一脉 如今这应得都交给了他们 咱们黑山岂不是要重蹈覆辙 你怎么敢保证 拿走应得之后 他们不会继续当初的计划 听到这话 李赖子身上的老仙 陷入了沉思 同时 其余四家老仙的气势 也越发的凶利 压得李赖子喘气都极为困难 赖子说的有点道理 黑胡老仙思绪片刻后说到看来 你们几家真得给黑山一个保证才行 不然的话 我们黑山覆灭 哭都找不到地方 只听红衣大仙笑了起来不错 有点意思 你们黑山这道插门女婿 考虑的倒是周全 既然你不放心我们 那就例子为惧好了 声音落下的瞬间 一张巨大的黄纸 漂浮在了半空 看到这一幕 老仙满意地点了点头 由此可见 这黄纸所谓的例子为惧 还是很有作用的 紧接着 只见黄纸上出现了不少字迹 那些字迹 李赖子看不懂 但却能感受到 上面极为威严的气息 在不停地流转 就在李赖子 庆幸自己机灵的时候 知觉的一阵阴风 在庙宇中席卷 随之 一道黄衣出现在了门口 并且冷笑地开了口 我们皇家早就说过 何苦没有看起来那么傻 也绝对不是省油的灯 奈何你们几家不但不幸 更是选择了冷漠的袖手旁观 而现在 你们更是愚蠢地立字畏惧 等你们立好了字句 恐怕望山村的亡魂们 都已经踏上黄泉了吧 面对着黄衣大仙的突然闯入 李赖子是真的绷不住了 他双腿一软 跪在了地上 颤抖的幅度 根本不是他自身能控制住的 本来李赖子替我拖延时间 就心里有鬼 能让他撑到现在的原因 除了我的一身干霸之外 还有皇家并不在现场 对于皇家 李赖子可谓是又怕又心虚 我当时弄死黄皮子的时候 就给李赖子吓得不轻 好不容易有惊无险地化解了危机 结果在黄仙庙 直接端了一窝黄鼠狼 更可怕的是 我还把那被包了皮的黄鼠狼 当作礼物 挨家挨户地送了出去 这对于忌仇的黄皮子而言 不仅是屈辱 更是赤裸裸地挑衅 今天这事事关重大 一个不小心 可是要丢掉性命的 能支撑到现在已经不容易了 原本以为皇家 全军覆没之后不会出现 没曾想 在这关键的结果眼 黄皮子不但来了 似乎还能戳破我的秘密 废物 黑狐老仙鄙视地骂了一声 随之看向黄仪大仙 这地头的黄皮子死的一个不胜 我还以为皇家不会出现了呢 说说吧 你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 黄仪大仙英冷地说到我什么意思 我想 黑狐大仙 应该是最清楚的那位吧 你跟何苦演的这场戏 也该结束了 其余几家我不管 但想欺骗我们皇家 绝对没门 今天我 既然来到了这里 那么心仗老仗 也该算一算了 李赖子站起身来 紧皱着眉头 他身上的老仙 愤怒地直视着黄仪 黄皮子 别欺人太甚 你敢坏了约定吗 坏了约定 黄仪大仙笑个不停坏了约定的是你 而并非我们 铁正如山 我看你如何狡辩 只见黄仪的长袖一甩 一道火焰瞬间喷涌而出 下一刻 火焰便在棺材上剧烈地燃烧起来 棺材整体并没有受到影响 反倒是坐在上面的我 在烈火中灼烧 直至化作一团灰烬 整个过程中 我一言不发 而最后烧掉的指挥 只剩下了一个巴掌大的指人轮廓 看到这一幕 在场的大仙们大为震惊 尤其是黑狐大仙 震惊得根本说不出一个字来 这 这是怎么一回事 红衣狐仙愤怒地质问道 今日 黑衫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交代 黄衣大仙冷笑道 还看不出来吗 从头到尾 我们都上当了 这黑婆婆一脉 联合着何苦那傻小子 将我们耍得团团转 他们根本没打算将应得交给我等 此刻的何苦 正在黑山的地头送离亡魂 而你们 却蒙在鼓里 不可能 缓过神来的黑狐大仙 立刻反驳道 小何苦心智不全 根本不会这么做 不会这么做 黄皮子指着李赖子 呵斥到你问问他 知不知道 我 我 李赖子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 接下来 他什么都不说 所有的大仙 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欺人太甚 一道红色的火焰 在黄纸上剧烈地燃烧 那所谓的立字畏惧 在这一刻 也化作了灰烬 黑狐一脉 今日我们五家与你不死不休 先别那么冲动 轻易柳仙 提醒到应得最为重要 先阻拦何苦再说 等你们反应过来 黄花菜都凉了 黄皮子阴阳怪气到黄家 已经去阻拦何苦了 我们稍后收场便可 不过在这之前 我想 咱们应该重新商量一下 应得的划分了 知见黄皮子 指着棺材说道 这老家伙 我们黄家要了 望山村的应得 我们黄家也要三成 除此之外 黑山的归属 我们黄家至少占据一半 我想 众位应该没意见吧 毕竟前些日子 我们黄家可是损失惨重了 几位大仙面面相去 都选择了默不作声 这一次 他们就算再怎么不甘心 似乎也没办法和黄家争夺 毕竟要不是黄家发现端倪 他们可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好 胡家大仙咬紧牙关 答应了下来 就这么说定了 按照黄家的提议划分 那好 黄皮子怕几家反悔 只见他走到了棺材前 一把掀开了棺材板 将我爷爷的魂魄释放了出来 老东西 你孙子的这笔账 我会慢慢跟你清算 黄家报仇 不死不休 我爷爷的魂魄直视着黄义 按理来说 他老人家此刻应该无比的绝望 结果我爷爷的脸上 却露出了一抹笑意 众位 何苦是百家命 这孩子本应早要 却活到了现在 别的不说 吃阴间饭 他绝对非同凡响 从小到大 何苦吃的是百家饭 穿的是百家衣 他积攒的 更是百家英德 你们觉得 我这孙子收集英德 可是需要如此之多的海骨吗 咔嚓 咔嚓 碎裂的声音不绝于耳 只见整具棺材中的海骨 全然碎裂 无数的骨灰 飘洒在庙宇当中 百骨泼路 百家不屈 这条路 可是你们这些山精 也怪能够踏足的 我爷爷的魂魄 踩在骨灰铺垫 而成的道路上 很轻松的 便挣脱了黄皮子的束缚 转瞬间 便来到了李赖子身前 别愣着 走 李赖子连滚带爬地 追逐着我爷爷的脚步 几家大仙想要追逐 却好像被无形的屏障 阻隔住了脚步一般 任他们怎么努力 始终都无法完全靠近 我爷爷的身影 就这样 我爷爷带着李赖子 匆忙前行 后面的五件衣裳 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李赖子 黑胡大仙愤怒地咆哮道 连你也敢算计我 我 我没有啊 李赖子欲酷无泪 极度委屈地解释道 我也是一大早才知道 何苦这混小子 根本没打算将应得交给五家 我当时也吓得半死 老仙你也清楚 那小子虽说傻里傻气的 但脾气倔强得很 我就算是不帮忙 您觉得他会善罢甘休吗 黑胡大仙又将目光 锁定在了我爷爷身上 问到你们早就算计好了 对吗 何苦的父母并不信任五家 我爷爷一边走 一边说道 他们夫妻二人说过 一旦应得落入五家手中 何苦就会失去你们黑山的庇护 到那个时候 何苦注定死路一条 无非是或早或晚罢了 切使你们黑婆婆残留的一脉 也会被彻底抹除 黑胡大仙 有些绝望地叹了口气 那您觉得 他们担心的那天 不会是今天吗 也许会 也许不会 另外四家 与皇家还是有区别的 我爷爷不再做过多的解释 加快脚步朝着黑山赶往 与此同时 我已经召集了望山村的所有魂魄 等待着爷爷的到来 就在这时 四面八方出现了黄鼠狼的身影 除了肉眼可见的黄鼠狼之外 我还看到了一些更厉害的黄大仙 他们晃化着人形的虚影 将四面八方围困得水泄不通 黄皮子来了 重鬼紧张地提防着四周 但他们的应对 没有丝毫的威胁性可言 小何苦 怎么办 我 我知道他们会来 一道人影 飘荡到了我的身前 冷冷地说到小子 血债要用血来尝 皇家来找你算账了 黄皮子 不不长记性 都都该死 我面目猙獰地跪在了地上 阴郁地笑了起来 山精也怪 你们能称得起我们的应得吗 跪在地上的我 抬起手掌 大声喊道跪 望山村的鬼魂们不明所以 但只要我一声吩咐 他们都会听从指令 上千个鬼魂 一同跪在了我的身后 场面壮观到难以形容 千鬼拜山 你们皇家 承受不起 我拿出三成应得 让 让你们这些黄皮子 有来无回 一跪 跪拜黑山 扣 喷地一声 我的脑袋重重地砸在了石板上 下一刻 鲜血就流淌下来 夸张的是 那布满符文的石板 都硬生生地 被我砸出了一道裂痕 我跪拜扣手之后 所有的鬼魂们 也一同扣拜 煞时间 鬼哭神嚎的声音不绝于耳 那些黄皮子四处逃窜 有很大一部分 在乱窜的过程中 都撞到了树上 石头上 结果一命呜呼 就连那些有了一些 道行的黄大仙 都接连后退 他们身上的黄雾 都消散了不少 二跪 跪干娘 跪黑婆婆 扣 千鬼壮观地随我扣手 这一跪 又锐减了我身上的一成应得 扣拜之下 道行一般的黄皮子 全部七孔流血 弃绝身亡 只剩下了一些厉害的 还在苦苦支撑 与此同时 我身下的石板 已经破碎得不成样子 而我的脑袋 估计这次过后 会再次聪明不少 三跪 则令 皇家下马 扣 最后一次扣拜 石板完全碎裂 千鬼随着我的动作 也一同扣手 这次跪拜 所有的黄皮子烟消云散 不论厉害的 还是不厉害的 都没有活下去的可能 漫山遍野 染成了血红色 肉眼所及之处 皆是黄皮子的尸骨 疼 真他妈疼 我揉着脑袋 站了起来 身后的上千鬼魂 也一同结束了跪拜 黄皮子 死 死得好 众鬼松了口气 就在此时 我也看到了 快速跑来的爷爷 我 我送你们走 快点走 别回头 我转过身去 对着粗壮的古树 说道拜黑山 开明图 干娘 有劳您了 黄蜂席卷 阴气笼罩住了 整个黑山 山顶处 一团黑雾 凝聚成了一扇门的形状 我目光真切地对着众鬼说道 何苦有幸结识诸位 还请大家 照顾好老爷子 众鬼纷纷点头 随之他们的身影 朝着那扇门涌入 与此同时 爷爷也来到了我的身旁 我眼眶通红地看着他 一时间有些雨色 我指着山顶的那扇门 哽咽道走 走吧 爷爷点了点头 他的眼睛很温柔 就好像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那般 对于他老人家 其实我有千言万语没有说出来 只不过真到了这一步 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或许 我很早的时候就和他道过别 那天也许是他看到 我的那一刻起 也许 也是我捡起第一块骨头那个夜晚 我想 我们的分别 不应该是失声痛哭的生离死别 孩子 你是我的骄傲 我何受 这辈子做过最伟大的事 就是把你拉扯大 一定 照顾好自己 爷爷没等我说话 便转身离去 是留给了我那个熟悉且坚韧的背影 臭傻子 你找死 匆匆赶来的黄皮子 一把扑倒了我 那件黄衣不再是黄衣 我能看到 一只凶猛的野兽 也能看到暴怒的灵魂 大孙子 我爷爷调转方向 朝我跑来 我趴在地上 对着他极力地挥手 爷 走 这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当着爷爷的面 喊出了爷这个字 当然 这也是最后一次 我爷爷被村民们的鬼魂阻拦 朝着山顶跑去 只见那黄皮子 抬起立爪 砸向了我的头颅 就在下一刻 一只巨大的黑色胡爪 抓住了那件黄衣 我身后出现了一道 如同小山般大小的黑狐虚影 他冷冷地问道 在黑山撒野 问过我没有 李赖子眼神泛光 激动地指着黑狐 喊道看见没 俺家婆娘 真郡啊 真好看 几位大仙疑惑地 看了一眼李赖子 他们怎么 也想不明白 一个人类的审美方式 怎么能扭曲到这种程度 黑狐 黄衣大仙怒吼道 你想与我们五家开战吗 有何不可 到了这个份上 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黑狐即便知道 与五家开战没有胜算 也只能硬着头皮强撑下来 其余四家纷纷上前 这一次 他们同样不会善罢甘休 十几年的经营毁于一旦 若是这么算了的话 五仙的颜面何存 不 黑婆婆一脉 以及我何苦 只与黄家宣战 我艰难地爬了起来 挺直越药板地站在黄衣面前 缓缓开口 三成英德 被我用来杀了黄皮子 六成英德送走了我爷爷 以及望山村的所有亡魂 还剩下一成 我会交给以胡家为首的 其余四家 黄衣冷笑地反问道 你觉得 他们会接受你的施舍吗 小子 现在还想着挑拨离间 你太天真了 这不是施舍 而是我的诚意 而我 也没有挑拨离间 我看向红衣 恭敬地抱拳鞠躬 随之说道胡太爷 我何苦疯疯癫癫了十几年 今天是我这辈子 最清醒的时刻了 如今我身上只剩下一成英德 这一成英德 便是我的诚意 你们杀了我并不困难 而我的死 对你们而言 也毫无意义 无非是泄愤罢了 但别忘了 我何苦是百家命 这辈子注定吃英间饭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我何苦会接下四家堂口 终身供奉 以用来偿还今日所亏欠的英德 我深吸一口气 很是坦然地继续说道 一生很长 也很短 众位老仙 若是觉得我何苦有弥补的价值 可否考虑尝试一下 这年头 靠谱的出马弟子越来越少 否则也不会让众位大仙 耗费心思地找寻 汲取英德的办法 我想我何苦再不济 这百家命 也能比其他的出马弟子 强上一点吧 几位大仙相互看了一眼 他们身上的怒气 也锐减了不少 臭小子 还敢耍花招 见几家大仙有些迟疑 黄皮子怒吼道 我们五家十几年的筹备 被你毁于一旦 到了这个时候 你还敢痴心妄想 我没有搭理黄家 而是继续阐述着 其中的利害关系 众位大仙 晚辈烂命一条 这一成英德 已然微不足道 之所以保留下来 完全取决于 我何苦对您四家的诚意 黄家狼子野心 若不是这黄皮子 将我们逼向绝路 我们一介凡夫俗子 也不敢与仙家为敌 黄家接二连三地刁难下 晚辈也知事以牙还牙 并未伤害另外几家族人 我何苦的命就在这里 几位老仙 若是觉得过不去这个坎 随时要了我的性命 同样 各位仙家要是觉得 我何苦在未来的日子里 能有更大的作用 也可以考虑一下 这件红衣胡大仙 深深地叹了口气 意味深长地说道 黄家有些事情 做得的确不太光彩 事已至此 就不要徒增过多的罪念了 都是得了道的大仙 谁也不比谁笨 眼下的结果是 黄家阴沟里翻了船 要是真的被他们拦住了爷爷 以及望山村村民的魂魄 那其余四家所得的好处 加起来都不及黄皮子一家 而黄皮子想要除掉 我是为了报仇心切 至于另外几家 就算给我弄死 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相反 他们要是同意了我的提议 不仅能平分一成应得 还能让我供奉四家的堂口 最关键的是 这番操作 绝对会给黄家恶心的不行 我从一开始 就做好了所有的计划 虽说我不确定 另外四家会不会同意我的提议 但我知道 这是我唯一能活下去的方式 只听红衣胡仙 再次开口道恩恩怨怨这么多年 也的确是该告一段落了 当初我们为了对付黑婆婆一脉 同样做了很多不光彩的事 今日望山村的亡魂们 踏上名途 或许是天意吧 我胡家答应你的提议 不过 我必须增添一条约定 那便是黑婆婆一脉 不可离开黑山地界 黑胡大仙冷哼一声 也算是借坡下驴地说道 说的 好像我们黑胡愿意离开黑山似的 这地方山好谁好 让我们出去 我们还不乐意呢 要说马家五仙之间的关系 也是错综复杂 眼前的胡太爷和黑胡老仙 都属于胡家 虽是同宗 但却并非一脉 胡家是五仙之首 而黑婆婆一脉 在很久以前 是胡家最强势的一个分支 这就导致了黑婆婆一脉 也有过目中无人的时候 也因此 结下了不少夙愿 俗话说 物极必反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黑婆婆一脉 日渐衰落 直至矛盾被击破 闹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 而胡太爷的话也很明白 只要黑胡不离开黑山的范围 什么都好商量 他也完全清楚 想要彻底消灭掉黑胡一脉 基本上不大可能 倒不如 用限制脚步 来方式来稳固局势 也算得上是一举双的 同样 类似的情况 不仅会出现在胡家 其余几家也是如此 就好比崇尚武力的柳仙 就有着姓氏的区分 寻常的文仙 只能姓柳这个姓氏 而瞧不起文仙的五仙 用的 则是长这个姓氏 据说柳家最顶级的老仙 可以姓龙 但这个姓氏存在与否 就不得而知了 靠在树上的李赖子 暗中窃喜 他小声地嘀咕道 老仙 看到没 这傻娃子 一点都不傻 好家伙 全款变分期 这主意 简直是绝了 黑胡老仙 也是故作镇定 虽然这一脉 再次被限制在了黑山 但对于整个黑胡一族而言 这绝对是来之不易的安稳了 我再次抱拳鞠躬 随之说到 黑胡一脉不会离开黑山 不过 我何苦成为出马弟子之后 也要供奉黑婆婆的牌位 毕竟他们有恩于我 我想胡太爷也不愿意和忘恩负义之人打交道吧 如此一来的话 我请仙的时候 少不了和黑胡一脉接触 不过我保证 我只是 单纯地以出马弟子的身份 和这一脉打交道 绝不会以任何借口 让黑胡离开黑山的范围 胡太爷想了想 未言地说道 你的提议我可以接受 若是黑胡一脉 敢越过雷池 你应该清楚是什么结果 其余几家 你们如何考虑 眼看五仙之手的胡家都答应了 柳白辉自然不会放弃所剩不多的英德 毕竟他们不是黄家 也没有太大的损失 我们没意见 只要这和苦信守承诺 以前的事就过去了 四家全部答应下来的那一刻 李赖子和黑胡大仙 都是打心底的高兴 这种结局 无疑是最佳的解决方式了 奈何 几家欢喜几家愁 此刻的黄大仙 后曹牙都快咬碎了 你们竟然和这阴险狡诈的臭小子达成约定 难道众位忘了 当年我们五家族人被残害的过往了吗 黄一大仙声嘶力竭地嘶吼道 这绝对是何苦和黑胡的诡计 你们竟然如此愚蠢 够了 胡大爷冷声道 黑胡一脉 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黑婆婆 我们的争斗 也该落下帷幕了 你黄家什么算计 你最为清楚 有这功夫 我看你不如送送这些孩子们 说完 红一便漂浮到了我的面前 何苦 下堂口吧 希望你记住今日的约定 我也提醒你一句 别小瞧了马家五仙 我从没有小瞧过马家五仙 自始至终都没有过 黑婆婆一脉 知得在黑山的地界苟延惨喘 但其余五家 却涵盖了整个北方 那日在黄仙庙 一道包皮符 要了上百只黄大仙的命 可短暂数日 黄家便能卷土重来 今日的三寇手 再度让黄皮子损伤惨重 这个仇 这辈子都无法化解 同样 对于黄家而言 我何苦的幸免 他们也是势在必得 成为另外四家的出马弟子 未必是一件好事 但与黄家结了死仇的情况下 这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不管如何 这口阴间犯 我何苦无法摆脱 也注定是要吃上一辈子的 当然 所谓的一辈子有多长 也要取决于 我能够活多久 我跪在地上 拿出了五块 早就已经准备好的牌位 我用刻刀在木牌上 刻下了一个胡字 随之恭恭敬敬敬地扣手 紧接着 我口中念念有词 胡太爷身上的一道红雾 也随着我刻刀的动作 以及我的声音 落在了牌位上面 紧接着 我又请下了柳家堂口 继而白家 回家 整个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 眼见大局已定 皇家大仙不再停留 他一言不发地离开了黑山 但我清楚 我和皇家的恩怨 在这一刻才真正地开始 李赖子嬉皮笑脸地倚靠在树上 乐呵呵地说道 请了四家的堂口 这皇家恐怕要吃哑巴亏了 听到这话 黑胡老仙冷笑一声 你真以为皇家是吃素的 皇皮子的记仇 你是没体验过 还是咋的 啊 李赖子疑惑地问道 何苦可是四家的出马弟子 还跟咱们黑山素有渊源 皇皮子还敢害了何苦的性命不成 别天真了 老仙面色凝重地解释道 今日四家同意和苦力下堂口 一来是为了那一成应得 别看应得实不存一 但数量也不是通过寻常的看事 能填补的 二来是因为何苦的百家命 这孩子成为四家的出马弟子 对于这几位老仙而言 并不吃亏 要看就看 何苦能走多远 能走多久了 除此之外 四家也想趁这个机会 恶心一下皇家 作为五仙中的万年老二 胡家自然不会忘了 敲打敲打那些皇皮子 这次要不是何苦准备充分 皇家已经得手了 反倒是其余四家吃亏 还有 胡家与我们黑胡一脉 本是同源 他们也清楚 咱这黑婆婆一脉 虽日薄西山 可想要彻底铲除 也基本没有可能 所幸 借着这个机会 就是了事算了 只要我们不离开黑山地界 他们便可高枕无忧 总而言之 胡太爷的算盘 打得很精明 黑胡老仙哼了一声 怎么算都不吃亏的情况下 胡太爷自然愿意 做一些顺水推舟的决定 至于皇家 真有机会害死何苦的话 你觉得另外四家 会因为一个傻小子 彻底和皇家撕破脸吗 那这不玩毒子了吗 李赖子嘴角抽搐着说道 以黄皮子那妙性 不会放过何苦 那么自然也不会放过 我看我还是提前准备好 两口棺材算了 说着李赖子抱着大树 将脸贴在了上面 一副深情款款模样的 说道我要是死了 你再找一个上门女婿 别孤家寡人一个 也别想我 我李赖子不值得 滚你大爷的 少整这恶心霸拉的死出 黑胡大仙 嫌弃地骂了一嘴 继续说道 不管如何 何苦下了堂口 就是马家的出马弟子 黄皮子 要不怕被其余几家抓住把柄 那就亲自出手 依我看 这黄鼠狼还没那么愚蠢 估计是会从何苦未来看事的道路上 找寻机会 只希望这孩子 能像他父母一样那么聪明 这一次的一环扣一环 属实是给我震撼到了 很难想象 两道残魂 从多年以前 就筹备了今天的一切 有了老仙的解释 李赖子轻松了不少 只见他指着我笑道放心 这娃子聪明得很 我甚至怀疑 这么多年 他都在装疯卖傻 您之前说过 何苦虽是百家命 但也不好承担如此之多的应得 所以他才疯疯癫癫的 如今应得已经散去 何苦也下了自家的堂口 以后应该就正常了吧 未必 老仙的话 直接给李赖子浇了一盆冷水 寻常的出马弟子 只会供奉一家堂口 何苦命格特殊 也注定吃鹰煎饭 但接了四家先缘 他短时间内未必承受得住 另外 何苦的傻里傻气 已经根深蒂固 这些年来的种种习惯 已经在他身上形成了烙印 根本不是 想摆脱就能摆脱的 毕竟除去出马弟子 和百家命格的特殊之外 他不过是个普通人 您的意思是 李赖子指了指 我他还是和傻子 说不准 老仙叹了口气 就算不傻 恐怕也呆头呆脑吧 李赖子有些失落 没想到到头来 我还是难以摆脱傻子这个标签 另一头 我的堂口也下得差不多了 伴随着几件衣裳 陆陆续续地离去 李赖子也意识到 我们也到了离开的时候了 媳妇 李赖子厚着脸皮喊了一声 随之摩拳擦掌地说道 海门爷俩你多照顾照顾 都自家人 能帮衬就帮衬一下 黑狐老仙儿瞥了李赖子一眼 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了山林当中 要说李赖子也是个传奇人物 他并非是真正意义上 迎娶了一只黑狐 当年我吃吃傻傻 连个话都说不利索 更别说跟黑狐一脉建立联系了 所以 想要给我传达一些消息 黑狐就必须找寻 一个中间人 寻遍了整个望山村 没想到 李赖子是先缘最佳的人选 就这样 李赖子和那棵代表着 黑婆婆一脉气韵的 古树洗劫连里 而这位黑狐大仙儿 则是被推出来的代表 这也正是当初李赖子认了 我当前儿子的原因 而我的干娘 正是那棵古树 在所有大仙儿都离开之后 我紧绷着的神经 终于松缓了下来 此刻的我浑身无力 眼皮发沉 我对着李赖子摆了摆手 喊道赖子 过来 赖子 李赖子不满地说道 有事叫干霸 没事叫赖子是吧 你小子没大没小 是不是欠揍 说着 李赖子开玩笑似的 踢了我一脚 但就是这么轻微的一脚 直接给我踢倒在的 喂 别碰瓷啊 李赖子连忙上前查看 吃剑我嘴唇发白 满脸是血 我额头上的伤口 更是血肉模糊 何苦 看我一动不动 李赖子慌张地冲了过来 啥情况 别吓唬我啊 我死 死不了 我虚弱地闭上了眼睛 嘟囔道送我 去 去医院 快 快点 说完 我便昏了过去 彻底失去了意识 那一天 望山村的村民们 集体睡了个懒觉 睡醒之后的所有人 都陷入了沉默 他们做了一个梦 每个人的梦里 见到的人各不相同 但梦境却出奇的一致 有的人看到了 自己过世的父母 有的人见到了 早要的子女 也有人想起了 挚友的容貌 他们回忆着 这些逝去之人的 点点滴滴 在梦里 他们做了最后的道别 没有人感到害怕或是恐惧 彼此之间 知识不留遗憾的 永隔于阴阳 刺鼻的消毒水味 比我常去的村枕 索药浓重得多 我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知觉的脸上沉甸甸的 白色的天花板 白色的墙壁 刺眼的阳光 让我觉得不太适应 我看到了李赖子的背影 他背对着我 趴在窗台上 似乎 他也累坏了 对三 要不且 李赖子那里 传来了斗地主游戏的声音 好吧 我想我是多虑了 赖子 我有气无力地 喊了一声别玩了 给我弄点吃的 我好 肺无队友 连牌都不会打 李赖子将手机扔到了一旁 乐呵呵地走向了我醒了呀 感觉怎么样 等会儿查完房 我给你弄点吃的 感觉很不好 我支撑着身体 靠在了病床上浑身无力 这一觉睡得很不舒服 肚子也饿得很 能不饿吗 睡了两天三夜 这么久吗 我将手臂伸向了李赖子 说到我有点想上厕所 你扶我一下 李赖子看了我一眼 然后从我的床底下 拿来了夜壶 将就一下吧 别去了 我看向其他两个病床上的病人和家属 摇了摇头放心吧 我没事 李赖子有些迟疑 也不知道这家伙在顾虑着什么 再三要求几次 李赖子只能搀扶我来到了卫生间 卫生间有一面很大的镜子 站在镜子前 我就愣在了原地 我印象里 我是磕了三个头 给脑袋磕的鲜血淋漓 怎么我除了额头之外 整个脸都包上了纱布 哪个考古学家给我包扎的 真他妈前卫 我看向李赖子 折指自己的额头 问到我不是脑子磕坏了吗 怎么给我弄得跟木乃伊似的 李赖子老脸一红 尴尬地咳嗽了两声那个吧 的确是 发生了点意外 见你昏迷过去 我着急得不得了 所以扛着你下山的时候 我不小心把你撞在了树上 之后你在地上滚了十几圈 你也知道 山上的路不好走 磕磕碰碰是难免的 见我眼睛通红 李赖子连忙保证到放心 这次我没不舍得花钱 大夫说了 绝对不会给你脸上 留下任何疤痕 我就是虚弱的没力气 不然的话 我非给他按在马桶里冲走不可 方便之后 我便回到了病房 与此同时 查房的大夫 也陆续地走了进来 哟 铁头瓦醒了呀 主治医生上前查看了一下 我的状态 随之说到 看起来还可以 估计脑子没事 以后练功注意点 告诉你个热知识 砖头也能砸开核桃 我有气无力地 瞥了一眼笑嘻嘻的李赖子 就他这张破嘴 给他按在马桶里冲走的想法 绝对是正确的 好好休息 等会吃点东西 再有个三五天 就可以拆线了 医生嘱咐过后 又走到了我旁边的病床 旁边的病人 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他双目无神地躺在病床上 医生掀开被子之后 我看到这个男人的肩膀处 缠着纱布 而他的整条右臂 全然消失不见 这一次 主治医生没有了之前开玩笑的模样 他面带温和地对着男人安慰到 作为你的主治医生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好好养病 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习惯一下使用左手 生活还在继续 一只手也能撑起整个家 断臂的男人没有回应 他目光呆滞无神 就好像对生活已经失去了信心 而且他的脸色很差 差到不像是活人该有的样子 估计是刚做了截肢手术的缘故所致 只不过 我看对方的时候 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这种感觉吧 有些奇怪 一时间我也解释不清楚 男人的病床旁有一个 头发花白的老太太 他对着主治医生问道大夫 我儿子昨晚折腾了一宿 总是说又手疼得要命 也就这回他才安静了下来 您能不能给想想办法 阿姨 病人节肢过后 会出现之患绝痛 这种情况大多数是暂时的 我们会持续观察 过了这股劲就好了 要是您儿子有不舒服的地方 您也可以随时喊我 老太太轻叹一声 说了声谢谢 而我 则是好奇地打量着 目光呆滞的男人 总觉得对方的状态 看起来有点熟悉 但我又说不明白 这种熟悉的感觉 是从何而来的 随后 大夫走到了第三张病床前 第三张病床住着的是一位小患者 小姑娘六七岁的模样 她的腿打着夹板 被纱布掉了起来 只见主治医生 拿出了一个棒棒糖 递给了小家伙 随之说道 还疼不疼了 以后可要小心点 不能那么淘气了 医生叔叔 多多的腿已经不疼了 小姑娘接过棒棒糖 很可爱地说道 夺夺保证 以后再也不会从二楼 去抓一楼的小狗狗了 好家伙 真够淘的 这小丫头 摔断一条腿 算是轻的了 小姑娘的爸爸捂着脸 一副无奈的模样 她的妈妈 则是和医生 简短地交流了几句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的目光 开始变得呆滞起来 不停地指着小女孩 手中的棒棒糖 赖子 糖 我要 糖 给我 糖 李赖子愣了一下 紧接着她便意识到 我又犯病了 主治医生人都傻了 下意识地 对着身旁的助手 吩咐到你去把 一号床病人的片子 拿给我看看 不应该啊 怎么说话都不利索了 李赖子连忙起身 解释道 徐大夫 这跟片子没关系 只见李赖子 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这孩子 傻的 傻的 徐大夫看了我眼不能啊 刚才表现得挺正常啊 这种状况持续多久了 小二十年了 生下来就这样子 李赖子嬉皮笑脸地说道 打小落下的病根 间歇性发作 徐大夫想了想 有些试探性地问道 还是做个细致的检查吧 挺好个小伙子 别给耽误了 真不用 李赖子催促到您忙您的 这傻小子 我最了解 这德性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看着我嘴里 不停地喊着糖这个字 李赖子硬着头皮问道 徐大夫还有多余的棒棒糖吗 给他一个就好了 徐大夫提莫了 提莫口袋 摇了摇头 等会我去办公室找找吧 你确定他不用 做一下细致的检查 真不用 话音刚落 只见三号病床的小姑娘 伸出了手 而她的手里 正是那根被我 视若珍宝的棒棒糖 给铁头哥哥吧 妈妈说 朵朵的牙齿不好 不能总是吃甜的东西 朵朵真棒 朵朵的妈妈 将棒棒糖递给了李赖子 李赖子有些不好意思地 推脱道别了 哪能要孩子的东西 我等会给她去买一根 拿着吧 我闺女的牙齿的确不太好 再三推让之下 李赖子接过了棒棒糖 递给了我 将棒棒糖放进嘴里的那一刻 我心满意足地安静了下来 整个人 似乎也正常了不少 谢谢 谢谢朵朵 朵朵很可爱地笑了笑不客气 大哥哥喜欢就好 之后 查房结束 知识没想到的是 那徐大夫的正义感 简直爆棚 回到办公室的徐大夫 越想越不对劲 总觉得我的表现和伤势 再加上李赖子的嬉皮笑脸 有点像电视里所说的一桩新闻 有些人贩子 会利用一些残障人士进行乞讨 若是乞讨者不听话 他们还会进行殴打 联想到我的伤势 徐大夫当机立断地报了警 直至中午的时候 我脑子里还回想着 李赖子被按在暖气片上 戴着手铐的模样 后来经过河网山村的河石 确定了我是个孤儿 李赖子算是我的监护人之后 这家伙才被洗脱了嫌疑 中午阳光明媚 李赖子坐在板凳上 满脸郁闷 哀声叹气个不停 没道理的呀 李赖子时而思前想后 时而抓耳挠腮 我看起来不像是好人吗 赖子 我的声音打断了李赖子思绪 只见我拍了拍自己的肚子 说到呃 又饿了 李赖子看了一眼时间九点钟吃的 十二点就饿了 呃 我又重复了一遍 李赖子只能不情不愿地下楼打饭 还别说 李赖子挺会做人的 他买了三豆水果 其中一豆是给我的 另外两多 则是给了其余的两个患者家属 吃过饭后 我来了困意 本打算好好地睡上一觉 结果一嗓子哀嚎声 瞬间给我弄精神了 只见二号床的断臂男人 声嘶力竭地吼叫起来 他整个人 也在病床上扑腾得不停 疼 疼死我了 我的右手疼得要命 快救我 救我 男人的母亲连忙按响了床头的呼叫器 同时不停地安慰起来儿子 没事 挺过去就好了 只见男人满头大汗 他的面容扭曲 身体上的躁动 也不是一位老人能够按得住的 老人眼眶通红 不停地擦拭着男人额头上的汗水 男人则是声嘶力竭地嚎叫到我的手 好疼 杀了我吧 让我死吧 三号床的小姑娘 咄咄被吓得哭出了声 我则是皱眉打亮着男人的状况 随之 崩溃的男人抬起左手 他试图抓住自己的臂膀 老人见状 连忙阻拦 也哀求地哭了起来 下一刻 只见男人右手边的水杯 忽然间被打飞 水杯掉落在了我的身上 将我身上盖着的被子 都近视一片 李赖子和我的表情如出一辙 我们都不可思议地看着男人 那没有右手的臂膀 我很确定 男人的左手绝对没有触碰到杯子 那杯子被打飞得恍惚间 我好像看到了男人的右手挥舞了过来 因为场面有些乱套 所以 朵朵和他的父母 并没有留意到刚才的状况 只以为是不小心碰撞掉的 但我和李赖子 却看得清清楚楚 杯子掉落在我身上 以及飞过来的路线 绝对是某种力量造成的 与此同时 主治医生跑了进来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 看了一眼李赖子 随之面色凝重地来到了二号床边 大夫 快帮帮我儿子 他一直吵吵着 手疼得厉害 我看看 徐医生尽可能地压着男人躁动的身体 随之询问到 哪里疼 是肩膀还是右手 右 右手 男人哀嚎了几声 有气无力地说道疼 疼得厉害 受不了了 让我死吧 徐医生转头对着门口的护士 吩咐道 去开一针阵痛过来 前前后后 护士只用了一分多钟 便将阵痛的药物拿了进来 并且注射在了男人的肌肉上 没事 咬牙挺一挺 一会儿就不疼了 注射药物之后 男人瞪着眼睛 毫无神色地盯着天花板 他时不时地喊两声疼 身体也会偶然间颤抖几下 三号病床的朵朵 也躲在他妈妈的怀里 发出细微的抽气声 赖 赖子 陪我出去走走 李赖子一边看着男人 一边搀扶着我 点了点头行 出去走走 走廊里 李赖子扶着我 来到了一个没人的角落 你看到了吗 那个杯子 李赖子瞪大眼睛描述到 那老太太绝对没有碰到杯子 那男人的左手也被按住了 结果那杯子却飞到了你身上 这啥情况 我 我看到了 我挠了挠头上的纱布 说到我好像看到了他 他的手臂 但他不可能啊 好像还有一点点的阴气 对 那似乎就是阴气 可是 我盯着李赖子 问到如果 如果真的是阴气的话 为师摸我只能看到一点点 李赖子想了想 随之回答到 阴德 你身上的阴德没了 所以 你的眼睛不比从前 大儿子 你虽然这辈子 注定是吃阴间饭的 可之前你能解决的麻烦 完全取决于你自身的阴德积累 如今你身上的阴德全部散去 哪怕是 请了四架的堂口 你也你不过是个 出出茅庐的出马弟子 也就是说 现在的你 能看到一丝丝的阴气 已经证明你天赋一禀了 原来 是这样 我嘀咕一嘴后反问到 那你呢 看到了吗 你 你当了这么多年出马先生 应该能看清楚吧 我 李赖子苦笑着摇头 黑山封山了 我的阴急和我的堂口 都在黑山 短时间内 我连个大仙 都请不来 就这么说吧 目前的我还不如你呢 看我神色复杂 李赖子连忙提醒到 不是所有的问题 都是咱们出马弟子 能够解决的 如今我帮不上忙 你刚下了堂口 还未稳定 再说 你这脑袋 绑得跟木乃伊似的 咱就别掺和多余的事情了 刚才的事情 我觉得很怪异 恐怕是这男人 惹上了什么脏东西 咱们也俩好好养病 三五天就走了 你可别冲动 万一遇到危险 咱们俩可无力解决 我低着头 思考着刚才我所见的一切 此刻的我明白了 多年以来 与鬼魂打交道 所对阴气产生的感知 没错 那绝对是阴气 如果杯子 没呈现那种 诡异的掉落方式 一时间我还想不起来 但我现在完全确定 那男人的右手还在 也的确是疼得厉害 但那右手 绝对不是正常的手臂 回去 看看 我一边走 一边问到四家的牌位 都 都在吧 在呢 李赖子连忙追到我的身旁 再度提醒到 何苦 别多管闲事 你那四块牌位 说不定知识摆设呢 亏欠的应得 药 药还的 我很是认真地说到 只有让那四家看到好处 看到我的前列 我才会 更安全 病房门口 老人和徐大夫正在说话 只听徐大夫说到阿姨 如果是短暂的 知患绝痛还好说 但极小部分病人 会持续疼痛 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 是没解决办法的 您儿子手术已经五天了 持续的疼痛 恐怕不是好消息 医院 也不可能一直用药物维持他的状况 不过您放心 我们会继续观察 一定会尽力地帮助您儿子 也希望您能给他多做一些心理疏导 老太太擦拭着眼角 哽咽道 那就谢谢徐大夫了 不 她 她是真的很疼 我站在二人身旁说道 不是真的伤口疼 她 她惹上了脏东西 脏东西 徐大夫狐疑地看了我一眼 随之将目光放在了老太太身上 咦 你先进去吧 有事喊我 话音刚落 只听病房里又传来了男人的嘶吼声 朝着屋里一看 只见男人的左手死死地抓着右臂的纱布 他眼睛凸起 嘴巴张得老大 那伤口处的纱布上 也渗透出了鲜红的血迹 徐大夫连忙冲进病房 将男人的左手从他的伤口拿下来 可下一秒 男人的身体便抽出了起来 监测着他生命体征的仪器 也发出了刺耳的警报声 二号床的男人被匆匆忙忙地推到了抢救室 推到门口的时候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男人的右手 那里的确什么都没有 但却给我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回到病床上 我躺在上面思绪万千 李赖子有意无意地提醒着我 尽量地不要插手这件事情 朵朵一直藏在他妈妈的怀抱里 看样子是被吓得不轻 赖子 我头 头有点疼 先睡一觉 李赖子给我找来了新的被子 没过一会儿 我便熟睡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猛然惊醒 笔直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此刻 窗外的天色已黑 趴在我腿旁睡着的李赖子 也被我的一惊一乍所惊醒 李赖子迷迷糊糊地揉了揉眼睛 狐疑地看着我前妈 吓我一跳 我一言不发 盯着门口 伴随着阵阵脚步声 病房的门被推开 一行医护人员 将二号病床的男人抬了回来 徐医生有些憔悴地 对着男人的母亲说道疑 你儿子的情况已经稳定了 我去开个会 有事的话 让护士叫我 老太太轻轻地点了点头 此刻的老人家心力交瘁 甚至连说话的力气都使不上来 李赖子一脸凝重地 拍了拍我的大腿 问到大儿子 上侧锁步 嗯 我点了点头 跟着李赖子走出了病房 卫生间里 李赖子好奇地问道 刚才突然惊醒 是察觉到什么了吗 不清楚 睡得很死 但突然间就醒过来了 我提摸着额头说道 伤口就像是过电了似的 肯定是有什么不好的东西靠近 之后 二号床的男人就被送了回来 别管了 李赖子继续劝说道早点痊愈 早点回家 还能踏实点 我没做答复 提好裤子之后 我便跟李赖子走出了卫生间 刚推开卫生间的房门 我们就看到了一张苍老惨白的面孔 哎呀我去 吓死我了 李赖子拍着月胸膛 不解地问道大姐 您在男厕所门口前吗 吓坏李赖子的不是别人 正是男人的母亲 这件老太太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哽咽到二位先生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求求你们 救救我儿子吧 虽然已经来到了夜晚 但走廊一旁 还是有值班的护士 看见对方的这种表现 李赖子连忙将老人搀扶了起来 你先起来 有啥慢慢说 老太太擦拭啄眼角 说到大夫说 我儿子的状况很糟糕 目前之事维持住了生命体征 具体的原因还没检查出来 这位小友白天就说过 我儿子招惹上了脏东西 刚才我趴在门口 也听见了你们的交谈 二位是有本事的先生 请救救我家孩子吧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和我孙子 真的活不下去了 李赖子有些为难 一时间不知所措 我平静地询问到婆婆 您儿子是因为疾病 还是意外 意外 老人家匆忙地说到 我儿子在工地前建筑 一块水泥板 砸到了他的整条右臂 当时给他拖出来的时候 整个右手基本上已经没了 我脑海中 想象着事故发生时候的场景 一块水泥板 毫无偏差地砸在右手上 这种概率 低得离谱 可以明确地说 砸死个人 都比完整地砸断一条手臂的概率 要高得多 还有 老人家急切地补充到在这之前 我儿子的右手 就出现过不少的毛病 他 没等老太太说完 我便挥手打断婆婆 这些你先不用说 我需要的时候 自然会问你 这样 你在走廊等我们一会儿 要是能帮忙的话 我会告诉你 实在是没办法的话 还请您谅解 随之我对着李赖子 吩咐到赖子 去把包拿过来 李赖子深深地叹了口气 无奈地走进了病房 卫生间里 我将四块排位放在了窗口 紧接着 我拿出了香炉 点燃了三支香火 插在了里面 随之 我掏出了文王古地给了李赖子 自己则是拿出了黄纸和毛笔 做好了相应的准备 赖子 你来当二神 我请先试试 要是能请到 就帮忙看看 请不到就算了 行吧 李赖子开始哼唱着神条 他的声音 都不抵个好蚊子 你声带落家里了 能不能大点声 日落西山 黑了天 李赖子声音提高了不少 我则是全神贯注地嗅着清香 准备着接神 五分钟过去了 我一无所获 有些心急的我 将手指按在了额头上 用力地挤压起来 李赖子健壮 连忙制止你疯了 跟二床病人学呢 你别停 继续 我解释到三寇拜山的时候 我额头上的伤口 残留了一些阴德 这种疼痛 或许有点效果 李赖子继续唱着神调 又过了一分钟 我猛然抬头 用毛笔在黄纸上写了一个柳字 柳仙来了 仙要烟酒 有吗 李赖子摇了摇头包里 有只速封的烧鸡 你问航布 拿来 我接过烧鸡 打开包装袋 便狼吞虎咽起来 一只烧鸡吃掉过后 我飞速地在黄纸上 写了其余的两个字 和之前的柳字 组成了柳大壮这个名字 写好之后 我将黄纸铺在身下 恭恭敬敬地 在上面刻了三个头 请柳家大仙 今日欠烟欠酒 改日蜀被奉还 出马弟子何苦 请柳仙上身 一旁的李赖子不敢怠慢 唱着神条的声音 再次提高了不少 煞时间 我整个人都呈现着 极为痛苦的模样 我身上就好像背了 两百斤大米似的 让我有些喘不过气来 这种感觉 颇为难受 当初黑胡大仙 在我身上的时候 我都没感受到 如此之多的压力 看来 英德这玩意 真挺重要的 少了英德 这柳家的纹仙 我背起来都颇为困难 啥玩意啊 我声音有些阴柔的说道 在这么个臭烘烘的地方请仙 早知道不来了 婆婆 我疑惑的嘀咕了一嘴 只听那柳仙 呵斥到咋的 母的就不能叫柳大壮了 还有 叫什么婆婆 叫姐姐 叫大壮姐 呃 好 大壮姐 有劳您了 我身上的柳仙不满的 看了看镜子在说 你是个什么玩意啊 脑袋让马蜂窝套住了 都说四家 给一个叫何苦的傻子 下了堂口 我一位石魔大人物呢 没想到这么让我失望 早知道不好奇 过来凑热闹了 我尴尬的说道 大壮姐 来都来了 帮帮忙吧 事情办妥之后 我们也俩多天几顿供奉 这还差不多啊 柳大壮冷声道横 本大仙就跟你去看看 我弯着月药 艰难地走出了卫生间 看到我的身影 老人家想要上前搭话 但却被我伸手制止 此刻的 我也颇为难受 我脑袋和眼皮 都发沉得很 而我的身体 更是值不起月药来 说实话 那柳仙对我 颇为嫌弃的同时 我也有些失望 失望之处在于 我请来个文仙 而不是武仙 文仙擅长送丧 选坟 找个人 看个病啥的 至于打鬼这种方面 文仙并不擅长 不过这种话 我可不敢声张 眼下我这副德行 能请来大仙就不错了 何况就算是请了个五的 我也未必能扛得起来 扛着柳大壮 我来到了病房里 我还没将注意力 放在二床的男人身上 便听到了细微的啜泣声 这件一床的朵朵 在他妈妈的怀抱里 低声哭泣 不过说来也怪 在我进屋之后 他的哭泣声逐渐减弱 直至消失 朵朵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我 随之对他妈妈小声地说道 铁头哥哥回来了 朵朵不怕了 声音不大 但恰好能被我听见 我既惊讶 又不解地问道 大壮姐 这孩子能看到你 看不见 柳大壮解释道 这小姑娘身上有仙缘 能感受到仙家的气息 也能感受到异样的阴气 是个好苗子 等他再大几岁 我们柳家的争取一下 确定了朵朵 并没有看见我身上的大仙 我放心了不少 有些时候 看得多了 未必是一件好事 则则则 的确不是个善茬 我将目光放在了 二号床的男人身上 不过犯着嘀咕的并不是我 而是我身上的大仙 看了片刻 我表情越发地凝重 柳大壮指了指男人 问道 看到他右手边那孩子了吗 我揉了揉眼睛 仔细地瞧了瞧 然后一脸猛地摇着头啥 啥也没有啊 你看不见 柳大壮有些不悦地说道 我在你身上 你都看不清 那请我来 还有个屁用 见老仙不满 李赖子连忙走了上来 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瓶水 又拿了两片 用保鲜膜裹好的柳叶 只见李赖子 将瓶里的水 倒在了柳叶上 一边擦拭着我的眼睛 一边和大仙解释起来 大仙 俺们家小苦刚散了应得 请的又是四家的堂口 能扛起来 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算是他头一次 以出马弟子的身份看事 还请您谅解 擦拭了半天过后 李赖子指了指二号病床大儿子 你再看看 那里有什么 我咬紧牙关 将全部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男人身上 这一次 我看到了男人空荡荡的右手上 漂浮这些阴气 阴气的数量不是很多 但却颇为浓郁 不知道是我眼睛的原因 还是阴气原本的数量就很少 总而言之 我看到的并不全面 不过 那些阴气的轮廓 凝聚成一条臂膀的模样 这也印证了我的猜测 打翻的杯子 的确是那条诡异的右手造成的 而并非其他的外力所致 紧接着 我又将目光朝着右手边看了看 这一看 也着实给我吓了一跳 只见一个七八岁孩子的身影 正死死地抓着男人 若隐若现的手臂上 孩子的样貌 我完全看不见 但那股阴气凝聚而成的轮廓 就好像影子一样 还算清晰 看到了 我头疼得厉害 艰难地说到 看轮廓的大小 应该是七八岁的孩子 除此之外 男人又必由浓郁的阴气组成 这一点不正常 还行 大仙不冷不热地说到 看到就可以了 走吧 出去问问那老太太 我勾搂着身子 走出了病房 门口的老太太急忙上前 询问道先生 我儿子有救吗 我越发地头昏脑胀 思绪也开始混乱起来 趁着自己还能保持清醒的情况下 我急匆匆地问道大仙 他手臂上的疼痛 是那些阴气造成的吗 还是说是那小鬼 要锁命的缘故 您看您可以解决吗 我是文仙 柳大壮说道 如果说驱逐小鬼 或者直接打得他魂飞魄散 是武仙擅长的领域 你要指望着 当场解决问题 实话说 我做不到 凡事有利有弊 武仙打鬼的方式 看起来直接了当 但实际上 鬼魂的魂飞魄散 并不完全意味着 事情的根源可以解决 而且 打鬼会牵扯到应得 通常武仙打鬼之前 也要文仙解决掉 弊端的隐患才行 柳大壮掏出黄纸 对着老人 问到你儿子的姓名 生辰八字 他如今被凶鬼纠缠不休 自身的阴气 肯定没完全在身上 一定要准确无无地告诉我 我会让柳家帮忙找找看 我儿子叫高强 生日是 老人极为详细地说出了 男人的姓名和生辰八字 柳大壮在黄纸上 记录下了这些信息 记录好之后 只见那黄纸瞬间燃烧起来 令人择舌的是 黄纸瞬间燃烧 瞬间熄灭 一眨眼的功夫之 剩下了些许的指挥 说说吧 你儿子是怎么招惹上凶鬼的 跟我们没什么好隐瞒的 你要是想救他 哪怕是他曾经害了人命 都要一五一十地告诉我 我们断的是阴间事 阳间的好坏 与我无关 此刻的我颇具气势 只可惜 表达这一切的 是我身上的柳大壮 而并非是真实的我 我儿子是个很本分的人 还没等老太太说完 我便将其打断行了 挑重点地说 仔细想想 你儿子从什么时候 开始不对劲的 肯定是有源头的 三个月前 老太太立刻讲述起来 我儿子一直从事体力劳动 三个月前 他忽然说自己右手使不上镜 我们去医院检查来着 结果一点问题都没有 当时我以为他累到了 就给他买了膏药贴了几天 检查之后也就一周吧 我儿子在家给孩子做饭 不小心切掉了右手的小拇指 听到这里 我惊讶地看着老太太 切掉右手的小拇指 还是不小心 在我疑惑地问了一嘴之后 李赖子也接过了话茬不对啊 你儿子是左撇子吗 不是 老太太脸色很差地 继续说道 我儿子惯用右手 所以他切掉右手小拇指的时候 我也很纳闷 当初送医及时 手指接了回去 住院的时候 我儿子自己还说 那天做饭的时候 浑浑噩噩 也不知道怎么就受伤了 出院之后 一切好像恢复了正常 在家里休息了几天 他就继续工作了 老太太想了想 然后掏出了一款老式手机 从里面翻找出了一张图片 图片上是完整的右手 只不过这右手手肘处的皮肤上面 出现了不少黑斑 这是我儿子出事前半个月拍的 他右手长了不少黑斑 这照片 我拿给了一位中医 中医看了过后 说是皮肤病 就随便地给开了点中药 我儿子大大咧咧 觉得不耽搁前活 也就没放在心上 没成想 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 李赖子仔细地看了看黑斑 犯起了嘀咕 我怎么觉得这黑斑 好像一个个指印呢 不是好像 的确是指印 而且就是缠着他的小鬼留下来的 我目光淋漓地盯着老太太 继续问到仔细想想 肯定还有 老人又想了片刻 下意识地朝着屋里 看了一眼我儿子刚做完手术那天 整个人都迷迷糊糊的 他不知道是做梦 还是麻药劲没过 嘴里一直嘟囔着两个名字 一个叫王国栋 一个叫小宝 那个王国栋我认识 是我儿子的工友 不过他 已经有半年没来我们家了 小宝应该是王国栋 儿子的小名 这不就对了吗 我冷笑一声依我看 你儿子多半是害死了那父子俩 所以 那爷俩的鬼魂 才会纠缠你儿子 不可能 老太太的情绪爆发 引起来值班护士的留意 只听老太太愤怒地 喊到我儿子本分老实 绝对不会害人性命 不会 柳大壮痴之 已逼到人心难测 自家人就真的了解了 老太太气地喘个不停 朝着病房走了过来 大仙 我有些不悦地说道 不知道真相就该关定论 这未免太不礼貌了吧 护士走上前来 询问道有什么事情 需要帮助吗 没 没有 李赖子笑呵呵地解释道 屋里闷得很 出来透透气 聊聊天 护士看了一眼安静的病房 使了执手表快十点了 早点休闲 别影响其余病人 护士走后 我疲惫地询问道大仙 能解决吗 不知道 或许因为我的顶撞而感到不满 此刻的柳大壮 对我的态度再次冰冷了不少 柳家已经找到高强残留在外界的阴气了 想要查明真相 或者解决 就过去看看 不过 看你这德性 基本上也出不去 就这么的吧 那他呢 我指着二号病床 问道能靠自身挺过去吗 靠自身 你在开玩笑吗 柳大壮冷笑道 那不是没脸子 也不是寻常的小鬼 那可是索命的凶鬼 能挺过今晚就不错了 就这么说吧 那条右手被被砸掉开始 就相当于给他整体的魂魄 开了一个闸口 那小鬼正在瓦解他的魂魄 等魂魄没了 人就没了 你连这都不懂吗 柳大壮对的 我是哑口无言 这种被看扁的滋味 也是着实的不好受 老太太已经老泪纵横 她抓着我的袖子 央求道先生 帮帮我儿子吧 她真的不可能害了别人的幸免 如果她走了 我和我孙子 可怎么活啊 柳大壮声音平淡地说道行了 我先走了 记住 差我的烟酒 以及许诺的供奉 可别缺金少两 等等 我尽可能地挺直约要赶 目光坚定地 看着屋内的二号病床 应得你要不要 柳大壮狐疑地问道你什么意思 我紧握着拳头 信誓旦旦地还来得及 我带着你离开医院 你 柳大壮毫不客气地嘲讽道 先不说 你这脑袋 跟套个马蜂窝似的 就你这小体格子 能扛着我走出医院部 傻小子 我知道你在逞强 你在咬牙坚持 你呢 好好恢复身体 回去多跟大仙沟通 我建议你啊 先尝试请一下那窝灰头老鼠 它们道横不深 你背在身上会轻松一些 别走 我一边敲打着自己的脑袋 一边说道 我能坚持住 一定能 何苦 李赖子想要说些什么 我知道 他想要劝说我放弃吧 毕竟面对的是凶鬼 我请来的大仙再厉害 也是个文档 在结合着我的现状 想解决这桩麻烦 可谓是天方夜谭 可能李赖子也被我的情绪所感染到了 也或许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 原本他想说的话 硬是被他咽了回去 反倒是求起了我身上的柳大壮 大仙 试试看吧 如果说何苦坚持不住的话 谁也没办法 可现在 他还在苦苦支撑 说不定会有一线生机 柳大壮沉默片刻 语气变得严肃了不少傻小子 凶鬼闹玩意 是会要人命的 别以为我在你身上 你就安全了 也别以为大仙是万能的 实话跟你讲 每年死在鬼魂手里的大仙 不在少数 所以呢 这趟出去 要是有危险 我会立即离开 不会有一丁点对你的怜悯之心 到那个时候 你这条小命 恐怕就要丢了 现在 我问你 还想去吗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转向了避开护士站的另一条走廊 婆婆 你先回去 我们尽可能地帮你 勾搂着身子的我 迈出去的每一步 都异常艰难 但即便如此 我还是撑到了电梯里 按下了一层的按键 行 没看出来 你小子还是个硬骨头 就冲你这份倔劲 也的确能让我高看一眼 大仙看向李赖子 吩咐道 你把柳家的牌位拿出来 在上面写上我的名字 离开医院后 打车出县城 找到乡镇路12公里处 然后下车 下车在路边插三根箱 看到一条小蛇别害怕 他会带你们去事发地点 看到小蛇不动了 给我请出来 听明白没 李赖子不停地点头好 听明白了 说完 李赖子连忙拿出柳家牌位 用朱砂笔 将柳大壮的名字写在了上面 写完过后 我身子一软 险些倒在地上 李赖子眼急手快 一把将我扶稳 轻快 轻快多了 大仙呢 大仙入堂口了 所说是暂时的 但这位已经打算帮你了 这不是怕你坚持不到地方 掀下来了吗 好 好的 我虚弱地说到赖子 背我一会儿 到地方叫醒我 行吧 能咋办 李赖子一把将我背了起来 随之离开了县城的中心医院 路边的李赖子 接连拦了好几辆出租车 可一听大晚上的要离开县城 没一个司机愿意跑这一趟 后来实在是没办法 李赖子开出了五倍价钱 而且是先付了钱 司机这才愿意接下这单生意 出租车上 我昏睡地倒在一旁 李赖子思绪万千 也有不少的顾虑 这小子咋回事 司机透过后视镜看了我一眼 询问到怎么 弄得跟木乃伊似的 练功练的 没事 司机笑了笑 继续问到 大晚上的出现城不说 还要找到具体的功力牌 你们这是要钱啥 不耐烦的李赖子 催促到开你的车得了 问那么多钱吗 又不是没付给你车费 行 顾客是上帝 不问 司机指了纸车上的一个按钮 提醒到 这是警报器 你们别耍花样就行 大半夜的跟你们跑一趟 我也是提心吊胆 李赖子靠在椅背上 嘟囔到你看我这面相 像是坏人吗 不咋好 听到这个回答 李赖子更为无语 过了一会儿 司机放慢了车速 查看着一旁的公里牌 直至车子停靠在了路边 到了 十二公里处 不多不少 何苦 行行 几经摇晃之下 我醒了过来 下意识地问了一嘴 到了吗 到了 下车吧 下车之后 李赖子看了看漆黑的四周 连忙敲了敲车窗 师父 能不能在这等一下 时间也许会涨一点 我还是付你五倍车费 咋样 那不行 司机伸出了手掌 说到这大冬天的 我在这前等着 还得烧油 这样吧 你给我五百 我在这等你们 五百就五百 李赖子再次下了血本 叮嘱道别走 要不然 我们爷俩天亮也回不去 先给钱 司机搓了搓手 只我还担心 你们从小路跑了呢 那样的话 我这一宿 可就成大傻帽了 李赖子将五张百元大钞 扔进了车内 拉着我就跨过了栏杆 按照大仙的嘱咐 李赖子在路边点燃了三根香火 哆哆嗦嗦地 等着小蛇的到来 你等我回去就考个驾照 买个小车 以后咱可不当这冤大头 我迷迷糊糊地站在原地 神志并不是很清醒 路边的司机师父 打开车窗 好奇地问道 你俩这是钱啥呢 又上香又嘀咕的 感情不走远啊 等你的得了 李赖子搓了搓手掌 搓热了之后 则是攥住我的手 将温度传递在我的身上 我看着夜色下的他 内心有些触动 就在这时 我指着的面傻笑了起来蛇 小蛇 为啥不冬眠 来了 终于来了 李赖子打开手电筒 只见一条小黑蛇 在雪地里 画出一道道波纹 跟着小黑蛇的行动轨迹 我们踩踏着积雪 走向了深处 大概走了二三十米吧 小黑蛇停了下来 李赖子连忙掏出柳家牌位 拍了拍我的肩膀大儿子 打起精神 请仙了 你坚持住 弄完了 咱们就回去好好睡一觉 我 我知道 我将柳家牌位摆在身前 自己则是跪了下来 李赖子也不含糊 唱起了神调 不过刚唱了一句 我身上便再次席卷着 沉甸甸的感觉 行了 以后不用这么隆重 我就在堂口 又没走远 柳大壮询问着我 你这傻小子 能坚持住步 嗯 我爬了起来 抱着牌位 问道大仙 我要做什么 谈 柳大壮盯着前方说道 那两个凶鬼就在这里 我是柳家的文仙 没有好的办法 直接对付他们 可不管怎么说 咱也是大仙 那鬼魂多多少少 也会惧怕咱仙家的气势 能谈的话 就想办法谈了 他们要什么 就尽量答应 鬼魂追求的东西 就那么几样 天冷了送送棉衣 缺吃少喝 就烧点黑票子 添点贡品什么的 再过分一点 帮他完成什么心愿 也不是不行 不过呀 这次遇到的是凶鬼 执念深 阴气重 估计不那么好谈 要是谈不拢 咱就离开 再想别的办法 可千万别和他们较劲 不然的话 吃亏的是你们俩 我点了点头 紧接着 大仙带着我和李赖子 向前走了几步 李赖子打着手电筒 朝着身前照了照 嘴里发出了嘶的一声 只见我们身前 是一处陡峭的山坡 要是再往前散步 我们就会掉落下去 看着强光手电筒的 照射范围 要是摔下去的话 恐怕这条命也就没了 望着看不见底的陡峭 李赖子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 大仙 你所说的鬼魂 在这个鬼地方 已经来了 刘大壮借助着我的手掌 拍了拍我的肩膀 还算和气地说道 小家伙 没经过别人允许去骚扰他人 可是不礼貌的 李赖子头皮发麻 他下意识地捂住了好的那只眼睛 很是仔细地打量着我 如今的李赖子也不好过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 黑山也要封闭一阵子 作为黑胡一脉的倒叉门女婿 李赖子的阴急和堂口 都在黑山 如此一来 也就导致了 李赖子现在根本没办法请来大仙 更没办法使用一些对付鬼怪的手段 不过好歹也做了这么久的出马先生 即便堂口暂时不在 李赖子那只眼睛 在阴气浓郁的情况下 还是能察觉到一些怪异的 在李赖子的视角里 一双手环抱着我的脖子 两条腿 则是盘在我的月药间 而趴在我身上的 不是别人 正是那名为小宝的男孩 也正是纠缠着高强的鬼魂 就在李赖子聚精会神 打量小鬼的时候 只见藏匿在我身后的小鬼 突然间窜出了脑袋 将他那副布满鲜血 高度腐烂的面孔 对准了李赖子 哎呀卧槽 李赖子被吓得不行 接连后退 而他身后的不远处 便是那陡峭的山崖 我眼急手快 一把抓住了李赖子 只听滚落的石子 发出了沙沙的声响 被我拽住的李赖子 也是惊得一头冷汗 小心点 我将李赖子拽了回来 随之呵斥到小鬼头 休要胡闹 李赖子平复着心情 目光根本不敢再落在我的身上 刚才的一瞬间 他完全看清楚了 那小鬼的长相 要知道 寻常的眉脸子 根本没有生前 或者死亡时候的模样 而他可以清清楚楚地 看到小鬼的长相 也变相地证明了 这小鬼头 的确是较为难缠的凶鬼 与此同时 周围刮起了阴风 将原本的寒液 变得更为刺骨了不少 我皱着眉头 看向了山坡处 只见一双手按在雪地上 一步步地向上攀爬 直至一个男人的轮廓 出现在了我的视线里 虽然看不清他具体的模样 但我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这个男人的凶煞之气 比我身上趴着的小鬼更要浓郁 郑主来了 那就谈谈吧 柳大壮对着鬼影摆了摆手 很是淡定地说道 柳家相堂柳大壮 还请王国栋先生上前一叙 王国栋迈动着步伐 每走一步 我都能感受到 一股更为阴冷的气息 在肆意地弥漫 同时 我自身承受着的压迫感 也会增添不少 柳家的长冲 你可是多管闲事来的 王国栋的声音 低沉得尤为阴森 他的态度 也表现着对我们的排斥 柳大壮处遍不惊 微笑着回答道 多管闲事倒是不至于 就是想问问你 有没有什么需要的 或者说 什么未尽的心愿 我什么都不需要 王国栋凶神恶煞地咆哮道 我要高强的性命 也不是不可以 柳大壮微微点头 看你身上的怨气这么重 估计他要是不死 你也消停不了 如果你执意所命 有家也不拦着 毕竟是那高强害了你 有怨抱怨 有仇报仇 也说得过去 王国栋冷笑一声 既然仙家不插手 那您可以离开了 那高强的性命我要定了 我还要他儿子死在他面前 让他也感受一下丧子之痛 柳大壮皱起眉头 声音低沉地说道王国栋 你和你儿子身上的怨气太深了 那高强害了你 你锁了他的性命无可厚非 但害了一个 与此事无关的孩子性命 未免太过分了吧 你不为自己考虑 也要为自己儿子考虑 他身上的恶果已经不少了 再增添杀孽的话 这孩子别想离开人世 难不成 你们爷俩都要终日游荡在人世不成 今天你遇到的 是我还好说 哪天倒霉 遇到个脾气差的武仙 你以为你们爷俩逃得掉 见王国栋有些迟疑 柳大壮趁热打铁地说道这样 那高强的性命你拿走 我跟主家说 让高强儿子 给你们爷俩立领牌 天供奉 直至你们化解怨气 安然离开 如何 还没等王国栋回应 我便开了口 大仙 我刚想说话 柳大壮便在我月药间掐了一把 同时我耳旁也传来了他的声音 这爷俩执念深 怨气重 只能顺着意思来 先拖延时间 能保住一个是一个 这种骇人性命的凶鬼 你当我真给他立领牌啊 想屁痴 听到柳大壮的解释 我放心了不少 我这个人脑子傻 思路直 不太会变通 我还以为柳大壮 真要让这种凶鬼纠缠老高家一辈子呢 你仔细考虑考虑 你一个大人倒是无所谓 你也不想你儿子没有来生吧 大仙带着我盘膝 坐在了雪地上 随之说到我看那高墙的魂魄 也被你们抓得差不多了 正好都在 咱就敞开天窗说亮话 当初他到底是怎么 害死你俩的 听到大仙这么说 王国栋伸手一抓 将一个男人的残魂 从身后拽了出来 而这人 正是躺在病床上 奄奄一息的高墙 当日我们遇到了危险 我让他一定要救我儿子 可他呢 自己跑了 我儿子却没能活下来 这种人 他就该死 高墙怯懦地跪在地上 不停地解释到我真的尽力了 如果有一点点的机会 我都不会让你儿子掉下去 你还敢狡辩 眼见王国栋要殴打高墙 我连连摆手制止 都到了这个份上 拳打脚踢 还有什么意义 我指着高墙呵斥到你说说 你到底是怎么 害死这爷俩的 高墙委屈地讲述起来 而我们也终于得知了 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般 这里有着陡峭的山崖 几年前的时候 此处是一段村路 因为年久失修 再加上建立在峭壁一侧 所以 每年这段路 都会发生不少事故 尤其是一下雨的时候 道路的泥泞 再加上复杂的地形 让这里的危险系数 直线上升 后来县里关闭了这段村路 而我们来时候途径的公路 便是后来扩建而成的 偶然一天 王国栋路过老村路的时候 发现 这段路上遗留了不少防护庄 他和高墙原本要好 就将此事告诉了高墙 两人一拍即合 商定了在晚上的时候 去将防护庄里的钢筋 挖出来卖钱 约定那晚 高墙是自己来的 没想到 王国栋竟然带来了 自己的儿子小宝 王国栋解释说 孩子没人看 而且他儿子力气不小 也能帮得上忙 就这样 深夜中 两个大人一个小孩 开始挖去钢筋 原本还挺顺利的 没想到半夜下起了大雨 高墙提议改天再来 结果那王国栋不同意 后来不用多说 因为恶劣的天气 复杂的地形 再加上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意外就这么发生了 当时高墙眼疾手快地 抓住了爷俩 他的腿卡在随时 可能倒塌的防护庄上 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某些层面上来说 王国栋也的确是个汉子 他毅然决然地松开了手 掉下了山坡 把得救的机会 留给了自己的儿子小宝 小宝七八岁 身材比较胖 在王国栋摔下去之后 高墙拼了命地 想要拽小宝上来 可一个岁数很小的孩子 哪里遇到过这事 他不停地挣扎 同时卡住高墙的防护装 也彻底倒塌 就这样 高墙没能将小宝救下来 这爷俩都掉了下去 已经吓到失去理智的 高墙本能地跑回了家中 忐忑地度过了那个夜晚 那场雨下得很大 第二天的时候 高墙去山下寻找过 但没见到两人的尸体 也是出于害怕的缘故 高墙并没有选择报警 只是每逢初一十五 去山脚祭拜一下 直至 他被这父子二人的鬼魂锁命 自己也到了命悬一线的地步 这他妈也不怪高墙啊 柳大壮在我耳旁嘀咕道 我还以为是高墙 给这父子俩推下山崖的 感情是这么一回事 我身体抽搐地 指着王国栋问到他 他说的是真的吗 是 王国栋冷声到高墙 当时的确没有松手 但在我看来 这么大一个老爷们 要是拼了命救人 不可能就不上来 而且 我儿子摔下去的时候 还没断气 他要是下山找寻 小宝同样会有一线生机 总而言之 这高墙让我们老王家断了后 我也要他感受一下丧子之痛 见我还要说些什么 柳大壮暗中提醒到小子 凶鬼的执念很深 怨气很重 跟他们讲道理是讲不通的 在王国栋死前 他的执念 是让高墙救下小宝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小宝只要是没能活下来 这份怨恨 都会落在高墙身上 所以 你别想着用正常人的方式 去让一个凶鬼 改变所人性命的想法 正如大仙所言那样 我的确想与那王国栋 理论理论 但现在看来 是没什么必要了 那怎么办 我暗中询问到就 就这么看着他 害了高墙父子的性命 那我哪能说准 尽力而违背 刘大壮解释道 你要清楚 我是个文献 而且能被你请来 也代表着 我并不是很厉害 目前来说 最好的解决办法 是你配合 我来困住这两个凶鬼的脚步 然后请来堂口帮兵来 进一步解决 但你一个刚入门的小傻子 根本没这个本领 你记住 打铁还需自身硬 能请来什么先 能把仙儿的实力 发挥到怎么样的地步 不取决于我 而取决于你 就你现在走路 都费尽这副德行 多余的就别想了 所以呢 目前 我们只能尽最大努力拖延时间 能就一个是一个 接下来你别说话 我跟他谈 叮嘱过后 柳大壮鼓做深沉地说道 你说的没错 这高强当晚 要不是那么怯懦 你儿子也不会命丧皇权 如今造成这种局面 的确是他旧游自取 依我看 你要了他的性命 也是理所应当 但是呢 你也考虑一下我的提议 柳大壮再次劝说道 高强死了 对你们的影响不大 但再害死一个孩子 你儿子小宝 势必会徒增罪孽 对于他这个小鬼托而言 可不是什么好事 这样吧 高强的生死我们不管 那孩子 你也俩饶他一命 和之前我答应你们的一样 在未来的十日里 我要他老高架 给你们立领牌 如何 不可能 很明显 王国栋的果断回答 超乎了柳大壮的意料 这也就意味着 这父子二人的鬼魂 在凶鬼中 也属于较为可怕的那一类 我说 要他体会到丧子之痛 就定会说道做道 哪怕我们也俩魂飞魄散 也要拉着他们陪葬 此刻的柳大壮 也有些愤怒 但不得不说 这条长冲耐心十足 很好地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要知道 柳大壮即便是实力不济 也好歹是个大仙 被鬼魂如此不给面子 还能保持理智克制自己 只能说 这婆娘城府极深 二位还真是不给我们柳家面子 柳大壮装作若无其事地 摆了摆手行 既然你们爷俩 已经做好了决定 那我也不再多费口舌 不过呢 我既然来了 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就离开 你和高强生前是好友 你死的时候 至少还有机会 跟自己的儿子见个面 这一点 我说的没错吧 要不这样 我让我们堂口先生 回去安排一下 这爷俩做个道别 这要求不过分吧 王国栋想了想 然后他指着高强冷声道 看在大仙的面子上 我让你儿子去看看你 完事之后 你爷俩必须死 高强绝望地跪在地上 但却毫无办法 见王国栋答应了下来 柳大壮借助着我的身体 对着李赖子吩咐道 你给这父子二人添点香火 都是苦命人 大冷天的 也让他们暖和暖和 李赖子呆滞地将手 放进了背包里 与此同时 柳大壮指了指 他触碰到的黑色蜡烛 要说李赖子还是聪明 他虽然不知道 柳大壮有意无意地 提醒是什么意思 但他还是将几根 请香和黑蜡烛 一同拿了出来 紧接着 李赖子将香火 插在了雪的里 又在一个隐蔽的角落里 放好了黑蜡烛 随之点燃 做好这一切之后 我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之开口道 那我们就先行离开了 明早八点 你父子二人前去锁命 说完 柳大壮便带着我 头也不回地离开 一直走到了公路附近 李赖子匆忙地 问了起来大仙 咱们是不是回去 就可以了 依我看 您是想找柳家五仙 前来解决对吧 想得挺美 柳大壮冷哼 到一个堂口一桩事 这和傻子 要能请来厉害的大仙 倒是不难解决 但他根本做不到 李赖子一愣 紧皱着眉头 那这时间拖延的也没啥用啊 我那根黑蜡烛 岂不是浪费了 谁告诉你没用的 不过话说回来 你这老小子 的确挺贼的 柳大壮笑道 那根黑蜡烛 是黑山的好东西 哪怕现在黑山封闭了 那玩意也会发挥出 些许的作用 至少那父子二人 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 黑蜡烛可以拖延住 他们动身的脚步 而现在 才是关键 柳大壮对着李赖子 摆了白手黄指 朱砂笔 我要写一道寻尸符 寻尸符 李赖子拿着柳大壮 所需的东西 一脸猛地问道 那符咒不是找寻尸体的吗 您 说到这里 李赖子脸色变化了不少 难不成 大仙 是想从这爷俩的尸骨上 做文章 哟 你还不笨 柳大壮夸奖道没错 这父子二人是凶鬼 咱们硬碰硬肯定解决不了 但凶鬼这玩意吧 和自身的尸骨关联密切 只要找寻到他们的尸骨 除掉他们便容易得多 说着 我便握住了朱砂笔 同时也听到了柳大壮的提醒 可傻子 你刚上马 躺口不稳 自身也没积攒出什么应得 接下来 咱们柳家会强行赐你一道寻尸符 你听好 不管多难受 你都给我咬牙坚持下来 这寻尸符 要是能写下来 一切就有机会 要是写不好 高强父子的性命绝对保不住 而且 这是你揽下的事 要是砸了摊 你这小体格子 损伤应得 可是要折瘦的 我紧握着毛笔 用力地点了点头 下一秒 我整个人差点昏过去 如果之前 请来柳大壮士 扛了一座小山的感觉 那么 现在这座山 绝对是 压在了我的身上 一瞬间 毛笔便脱手而出 李赖子见状 匆忙地捡了回来 大儿子 咬咬牙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将毛笔重新握在手里过后 李赖子也开始摇晃着文汪鼓 大声地唱起了神条 我大汗淋漓 喘息都极为困难 此刻我头上绑着的纱布 已经被汗水彻底浸透 同时还渗出丝丝血迹 这一次 我没有放弃 真就是用自身的生命力 强撑着这股难以描述的痛苦 接下来 我一笔一画地绘制着寻师符 伴随着每一笔的落下 我承受的煎熬 也是成倍的增长 最后几笔的时候 我近乎快疯掉了 我大脑一片空白 完全是所剩不多的潜意识 支配着我的动作 当落笔的一瞬间 我倍感轻松 甚至觉得 之前请仙的压迫感 都变成了无比舒坦的放松 见我趴在地上 大口地喘着粗气 李赖子连忙将水 对到了我的嘴边 大儿子 没事吧 别急 均匀呼吸 放松 放松 咕咚咕咚 我将一瓶水一饮而尽 随之畅快地说道 没事 这感觉 太爽了 李赖子人都傻了 他完全不理解 我被折腾够呛 怎么会觉得爽快 难道我 天生是个贱骨头不成 还不错 柳大壮较为柔和地说道 不算完美 但是能用 能坚持下来 已经很不错了 只见那张黄纸 在我手里一番 一道火焰顺势燃起 火光窜得老高 稍纵即逝地燃烧后 则剩下了一团灰烬 柳大壮支配肘的手臂 指了指眼前出现的 两条黑雾傻小子 看到了没 看到了 我好奇地问道 这是阴气吗 没错 柳大壮点头说道 这两条阴气 指引的是 这父子二人的尸骨所在 时间肯定来得及 你们顺着阴气的流动 便能找到 他们的尸骨所在 挖出尸骨之后 什么都不用考虑 就一个字 打 打得越狠越好 打得越碎越好 千万别犹豫 因为当你触碰到 凶鬼尸体的时候 他们会有所感应 这也是我让李赖子 留下黑蜡烛的原因 就是为了给你们 留出较为充足的时间 思绪片刻 柳大壮补充道小子 凡事有设有的 不是所有事情 都能做到完美 我也要走了 剩下的你们两个处理 李赖子急匆匆的上前 问道大仙 你要走吗 不然呢 柳大壮反问道 我在这小子身上 明早之前 他都未必能走下山去 放心吧 那道寻师服 是何苦亲自绘制而成的 不会因为我的离开 而看不到阴气 那 用什么打 我赚了赚全都用这个 当然不是 柳大壮笑道 用另外 三家的供奉牌位打吧 我好心好意地帮你 总不能祸害我们柳家牌位 对吧 行 我恭恭敬敬地说道 有劳大壮姐 你慢走 少来这套 该给的供奉别 缺金少两笔 什么都强 这事解决过后 你我都能收获因的 就这样吧 抓紧时间 我只觉得自己的身体 轻盈了不少 柳大壮临走前 还不忘提醒 道夜深路滑 小心这点 在柳大壮彻底离开后 我脑子完全浑浑噩噩 整个人也再度变成了 呆呆傻傻的模样 好在我的执念也很深 即便是稀里糊涂的情况下 我也清楚 我要做些什么 李赖子打着强光手电 小心翼翼地 找寻着每一步 能落脚的地方 就这样 我们也俩顺着阴气的流动 一点点地靠近 那父子二人尸骨的所在之处 一直到了凌晨三点多 我和李赖子 终于走到了山下 这一路 我俩是磕磕绊绊 好在有惊无险 并没有出现意外 大儿子 把我的棉衣 给你吧 我伸手按住了李赖子 傻笑个不停步 不用 我脸不冷 你那脸的确不冷 脸冻得跟个土豆子似的 李赖子郁闷地嘀咕道 早知道我也让徐大夫 给我包扎一下好了 我眼前的阴气越发地明显 这也代表着 我们距离胸轨的尸骨 越来越近 头 头好疼 不 不舒服 李赖子阻拦得同时 安慰道 没事 快到了 是你感觉到了 很快就好 大儿子不怕 怕倒是不怕 就是脑袋真的很难受 又过了十多分钟左右 我停下了脚步 死死地盯着眼前的一处血堆 看我的眼神 李赖子也知道我们的目的地到了 他用手电筒照了照四周 感叹道那爷俩也是倒霉 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死了都没人能发现 奈何 可怜之鬼 也有可恨之处啊 大儿子 你在这等着 这雪没动时程 挖开并不困难 说吧 李赖子便向前走去 但刚走一步 他便被我拦了下来 只见我指着另一个方向 说到那头 还 还有 李赖子大大咧咧的笑了笑 肯定有啊 爷俩都是凶鬼 哪能是一个 可 可是 我焦急地说到 挖出来就能感觉到 哼 很危险 李赖子琢磨半天 恍然大悟地指着远处你的意思是 这里都挖出来之后 会惊动那爷俩的鬼魂 打了一个 还有一个 我们会很危险 对吧 对 李赖子仔细一想 也是这么回事 他好奇地问到 另一个大概多远 不清楚 我摇了摇头 你在这 我去那头 李赖子打着手电筒 照了照远处 立刻拒绝了 我的提议不行 那头要爬坡 你自己去我不放心 咱俩还是一处一处来 离开的时候 咱们留了黑蜡烛 应该来得及 见我还有些犹豫 李赖子提议到 要摩我去 要摩一起 肯定不能让你冒险 那 那好吧 这一次我选择了妥协 和李赖子一同 挖掘着地上的积血 别看李赖子年近六十 但他的精气神 以及体力 完全不像是个老人 前起活来 有些四十多岁的人 都无法媲美 很难想象 这人在多年以前 竟然是个吊锅当 不学无数的地痞流氓 就这样 我俩 给双手简单地 做了一层防护 拼了命地挖掘着积血 但此刻 我们还没意识到 我们也俩的考虑 太不周全了一些 我呆头呆脑 浑浑噩噩噩 能意识到两个鬼魂存在 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李赖子 着实是犯了糊涂 明明知道 另一具尸体在山坡处 竟然没想着 先去那头看看 以至于 这个疏忽 险些害了我们的性命 很快 积血便被挖出了一个洞 伴随着这个洞的出现 我眼睛看到的阴气 也越来越浓郁 在我们的通力配合之下 一块脚骨 赫然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找到了 李赖子咬紧牙关 硬生生地将那副海骨 从雪堆里拽了出来 虽说吧 脱拽的过程有些蛮横 海骨也散落了几块 但不管怎样 我们总算是 找到了一具尸体 是那小宝的 看着海骨的大小 李赖子一边拿着牌位 一边说到 另一头才是王国洞的 不管了 先前遂这小鬼再说 李赖子一手拿着 白家的供奉牌 一手拿着灰家的供奉牌 疯了似的砸向海骨 我拿着胡家的供奉牌 然后挠头想了想 又从李赖子的背包里 将柳家的也拿了出来 接下来的画面 是我和李赖子 一手一个供奉牌 毫不留情地砸在海骨上面 喷喷喷的声音不绝于耳 小宝的尸骨 被我们砸得四分五裂 而供奉牌 也是被磕碰得坑坑洼洼 好在这东西质量不错 并没有因为剧烈的碰撞而锻炼 与此同时 就在我和李赖子 拼了命地毁坏尸骨的时候 山顶处的两个凶鬼 也疯狂地嘶吼起来 山崖上 一大一小两个凶鬼 正声嘶力竭地嘶吼着 区别在于 父亲的咆哮声 充斥着怒意和不甘 儿子的咆哮声 则是源自于魂魄的痛苦折磨 柳家长冲 你竟敢骗我 你们不得好死 王国栋死死地抱着小宝的魂魄 发出绝望的呐喊声 坚持住 坚持住 只见男人癫狂地抱起儿子 想要跳下悬崖 从而回到他们的尸体旁边 可这对父子的脚踝 却被一条条黑色的烟雾死死缠绕 而那烟雾的源头 便是近乎要燃烧殆尽的黑色蜡烛 在黑色蜡烛的作用下 任凭男鬼如何挣扎 他们都无法离开悬崖边 就这样 在王国栋绝望地注视下 小宝的鬼魂飞速地瓦解 直至彻底地魂飞魄散 再也没有了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丁点气息 王国栋跪在雪地上 到最后 他都呈现着拥抱的动作 可他的怀抱里 早就没有了 那让他不顾一切的身影 笑声 很是刺耳 洋洋洒洒的雪花 都好似惧怕一般 避开了男鬼的魂魄 王国栋的眼睛 变成了暗红色 此刻的他 好像一只恶极了的野狼 可怜之人 也有可恨之处 人是如此 鬼 亦是如此 小宝的骸骨 被我和李赖子砸得稀巴烂 整个过程中 我没有一丝丝的犹豫 也没有一丁点的心词手软 我从小就是个傻子 傻到已经习惯了这个字眼 换句话说 我的思路很简单 也很纯粹 如果这父子二人 能够放下执念 我不要应得 也不会想办法针对他们 奈何 执念这种东西一旦拥有 不是轻易能放下的 鬼的执念很深 或许 人也差不到哪里去 作为凶鬼的父子二人 不会因为害死高强 而放了他儿子 更不会在害死高强儿子之后 从而停下脚步 差不多了 看着碎得不能再碎的骨头渣子 李赖子一把拽起了我 说到抓紧时间 找到王国栋 那家伙更为麻烦 我嘿嘿一笑 拎着两块供奉牌 便朝着另一处阴气跑去 也不知道我是杀红了眼 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现在得我精力十足 奔跑的速度也出奇的快 至于柳大壮吩咐说 让我别用柳家牌位的事情 已经完全被我抛到了脑后 我只觉得 我手里这两块破破烂烂的牌位 着实好用 山坡处 我的身影如同一道鬼魅 李赖子气喘吁吁地在我身后追逐 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大儿子 慢点跑 别摔着 等李赖子终于追上我的时候 我已经徒手挖掘起来 掩埋王国栋的地方 要复杂很多 这里除了堆积的积雪之外 还有一些沉甸甸的石头 李赖子刚蹲在我的身旁 便看到我的手掌 已经血肉无虎 而我却好像感知不到疼痛一般 疯疯癫癫地挖个不停 大儿子 你慢点 李赖子将我拽住 使着我的手喝吃到你傻呀 不知道疼吗 躲一边去 剩下的我来 我呆头呆脑地看了看李赖子 随之在他身旁等待起来 天蒙蒙亮的时候 李赖子躺在了雪的里 有气无力地指了指挖出来的骸骨 说道你来打吧 我快去脱了 要休息一会 好 我抄起两块牌位 左右开弓 表情甚人地 开始猛砸着王国栋的尸骨 李赖子深深地叹了口气 无奈地嘀咕道 啥时候能彻底正常啊 这娃子的精神状态 好像比以前更严重了呢 咔嚓 咔嚓 伴随着挥舞供奉牌的动作 骨骼的碎裂声也一同传来 与此同时 山顶上的王国栋 也感受到了剧烈的痛苦 只见王国栋的魂魄上 出现了树刀裂痕 照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 等待着他的 必然是魂飞魄散的下场 可令人惊恐的是 面对难以承受的痛苦 王国栋不仅一声没坑 脸上反倒露出了争鸣的笑意 下一秒 一股阴风以他为中心 朝着四周吹袭 而那原本就已经要 游进灯窟的黑蜡烛 也被阴风顺势熄灭 没有了黑蜡烛的束缚 王国栋纵身一跃 跳下了山崖 我一边傻笑 一边敲打着脑袋 躺在雪的里的李赖子 猛地坐起身来 他惊恐地左顾右盼 战战兢兢地说道好冷 冷得不正常 话音刚落 只见王国栋的鬼魂 便站在了李赖子身前 这一次 除了那鬼气森森的轮廓之外 还有那双格外星红的双眼 李赖子脸色惨白如指 他吞了口唾沫 随之颤抖的丛林口处 掏出了佩戴多年的护身符 挡在了自己身前 紧接着 李赖子捅了捅我的月药间 提醒到大儿子 你是加快速度 还是想想办法 怎么面对这凶鬼 我挥舞着供奉牌 一边笑个不停 一边砸着面前的尸骨 根本没有搭理李赖子的意思 只见到王国栋的魂魄上 再次出现了树道裂痕 但同样癫狂的他 并不会在短时间内 烟消云散 是你们 害死了我儿子 愤怒 阴森的声音 伴随着阴风一同席卷 李赖子拿在手里的护身符 瞬间散落 随之被阴风吹散 此刻的李赖子 那叫一个绝望 本身黑山封闭 就让他的护身 浮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现在倒好 连最后的保命手段都没了 这还玩个屁啊 好在王国栋 并没有直接针对李赖子 而是将目光锁定在了 正在羞辱他尸骨的我身上 大儿子 别 别砸了 事情不大对头 王国栋咬牙切齿地 抬起了手掌 恶狠狠地咆哮到你找死 只见王国栋的 手掌猛地拍在了我的肩膀上 令人没想到的是 他手掌触碰到我肩头火的一瞬间 便猛地缩了回去 这 这怎么可能 王国栋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怒吼道臭小子 你可敢看看我 李赖子连忙提醒到 大儿子 别回头 千万别回头 此刻的李赖子很清楚 刚才王国栋的那一巴掌 是想拍灭我的肩头火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么一个愤怒到极致的凶鬼 竟然没能做到这一点 而现在 他想要让我回头 则是为了让我心生胆怯 毕竟我一转头 便能看到他那副鬼样子 很多民间的传说中都讲述过 人的身上有三把火 分别位于左肩 右肩以及头顶 老人家常说 走夜路的时候 别乱回头 听到别人叫你的时候 也别乱答应 不然的话 会熄灭肩头上的火 其实人身上的确有三把火 左肩右肩的火烧的旺盛 证明这个人阴阳协调 气韵正佳 反正要是肩头火 微米不振 则表明着 这人运势很差 阴气和阳气也相对薄弱 这类人 更容易招惹脏东西 不过人的突然回头 并不会熄灭肩头火 但是心中的怕 则会影响肩头火的燃烧 这也是夜晚不要乱回头的缘由 人一旦犹犹豫豫的想要回头的时候 其实心里已经有了胆怯 而这种胆怯 恰恰会影响肩头火旺盛与否 至于头顶的命火 则代表着一个人的寿源 熄灭了 人也就没了 李赖子不停地叮嘱 不要回头 而我 则是好死不死地扭过了脑袋 我转过头来 看了一眼我身后的王国栋 看过之后 我再度抄起排位 猛地砸向了他的骸骨 王国栋冷笑一声 随之再度将巴掌拍在了我的肩膀上 但结果 竟然和上次一样 他的手就好像被针扎了一样 猛地缩了回去 甚至这种痛苦 比我猛砸他的魂魄 还要让王国栋难以承受 怎么会这样 王国栋指着我癫狂地喊道 你为食魔不怕我 你是缺心眼吗 李赖子松了口气 笑呵呵地解释道心眼吧 可能缺点 但他真不怕你 这小子 愣得很 你呢 就别指望着上他身了 看着王国动怒气冲冲的眼神 李赖子也同样自信地说道 你也别看我 我是马家的出马弟子 咱有相堂护身 你也上不了我 还没说完 李赖子便愣在了原地 只见他面目猙獰 眼睛也红了一只 其实吧 这事儿也不能怪李赖子 凶鬼很难上身 可他遇到的是凶鬼中的凶鬼王栋 就算能上身 鬼怪想要上一个出马先生的身 也颇为困难 毕竟出马弟子供奉的是马家湘堂 是会被仙家诱护的 奈何 李赖子供奉的黑胡堂口封了山 而且黑胡一脉 并不算是纯粹意义上的五仙大家 再加上李赖子忙了一晚上 经历耗损严重的同时 更是吓得不轻 这天时地利一结合起来 这王国动的鬼魂 还真就不费力地上了李赖子的身 被鬼上身之后 李赖子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意识 他站起身来 点着脚尖站在了我的身后 臭小子 你给我住手 被凶鬼控制的李赖子 一把将我扑倒在的 他死死地压在我的身上 重重的拳头 也是毫不留情地砸在我的背部 我只觉得我月胸腔里的脏气 都好像被震碎了一样 不过即便如此 我依旧挥舞着手里的供奉牌 狠狠地砸在王国动的骸骨上面 李赖子红着一只眼睛 猙獰地抡起了拳头 咆哮到给我去死 砰的一声闷响 我猛地吐出了一股酸水 同时胃里也翻江倒海起来 不过我也不吃亏 我手里的供奉牌 也砸向了王国动的头骨 并且把那骷髅头 硬生生地砸出了两刀裂痕 就这样 骑在我身上的李赖子 不停地殴打着我 而我则是死死地 抓住王国动的骸骨 一边癫狂地笑着 一边挥舞着十分好用的供奉牌 这场面 要多怪异 有多怪异 就好像两只恶极了的野狗 在争夺一块骨头 越发焦急的王国动 死死地攥住了我的脖子 他想要活活憋死我 而我 哪怕是呼吸困难 哪怕是被王国 栽在雪的里 拖行了十几米 我也没有松开他的头骨 依旧使出浑身力气 打砸着那已经伤痕累累的头颅 这一刻 王国动是真的怕了 我们都很清楚 只要那头骨 被我砸得粉碎 即便是恶鬼中 较为凶狠的王国动 也唯有烟消云散的下场 松开 你给我松开 王国动试图掰开我的手 只见被他附身的李赖子满脸猙獰 尤其是那只星红的眼睛 更是圣人 只不过 我这个傻子 此刻 也的确是杀红了眼 不管王国动怎么阻挠我 都无法停止我手中的动作 作为凶鬼的王国动 的确比较可怕 但他再怎么厉害 也在恶鬼的范围之内 而附身 并非是他的强项 咔嚓一声 骷髅头断裂成两截 难以支撑自己阴气的王国动 瞬间从李赖子的身体里 飞了出去 此刻的王国动 俨然没有了之前的凶神恶煞 他的魂魄 已经支离破碎 只剩下了最开始时的一小部分 更要命的是 王国动身上的阴气 也正在飞速地消散 按照这种情况来看 不出十分钟 他定会魂飞魄散 该死 为什么会这样 王国动崩溃地咆哮道 你个愣头青 我怎么会遇见你这么个怪物 我嘿嘿一笑 然后抬起手中的供奉牌 再度砸了下去 我不甘心 不甘心 一股阴风席卷 王国动的身影 消失不见 我疑惑地看着 他消失不见的方向 也没考虑太多 随之继续挥舞着 手中的牌位 喂 救我 我 我要死了 李赖子极为凄惨地 爬到了我的脚边 有气无力地说道 大儿子 快送我去医院 我伤得比你严重 哦 稍等 几分钟后 我已经彻底将那头骨 砸得粉碎 这种情况 王国动要是还能活下来 那他真就是神仙了 完事之后 我推了推身旁的李赖子 漫不经心地说道 赖子 睡 睡这里会死的 走吧 回去 李赖子的生命力 还是挺顽强的 他艰难地爬了起来 被我搀扶着走在雪的里 天 已经彻底亮了 赶路的过程中 李赖子喝了点水 吃了点东西 一直到上午九点 我们终于回到了公路旁 公路旁 早就没有了那辆出租车的影子 李赖子骂骂咧咧到小人 言而无信的小人 拿了我五百块钱 竟然自己跑了 我看着偶尔驶过的车辆 呆愣地问道咋 咋办 李赖子哀声叹气地 掏出了钱包 能咋办 找车回去呗 就这样 李赖子又花了一百块 拦了一辆私家车 将我们爷俩送回到了医院 到医院门口的时候 李赖子彻底昏了过去 我并没有丢下他不管 但是吧 我的行为举止 的确引来了不少人的围观 那天 医院里的不少人 都看到了怪异的一幕 一个脑袋缠绕的 跟马蜂窝似的年轻人 抓着一个男人的脚 将他拖拽进了医院的电梯当中 刚到病房门口 彻夜未眠的徐大夫 便冲了过来 何苦 徐大夫顶着黑眼圈问道 你们钱吗去了 怎么弄成这个德行 打 打鬼 我灰头土脸地傻笑着 随之指了指李赖子帮 帮帮他 我看你们才是鬼 简直胡闹 气死个人 徐大夫指着我想要发火 但一想到我脑子不大正常 他便把怒气发泄在了李赖子身上 他不懂事 你这么大一个人 也跟着胡闹 你们真是不省心 一通埋怨过后 徐大夫又气又郁闷地 叫来了一名护士 吩咐道 正好有空床 先给他检查检查 等他醒了 再办理入院手续 就这样 李赖子被安顿在了二号病床 而那张床 在今早之前 还是属于高墙的 铁头哥哥回来了 三号床的朵朵 正拄着小拐杖 在病房里溜达 在我躺在病床上之后 他也凑了过来 可爱的小家伙 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我 很是好奇地问道 哥哥昨晚去了哪里 怎么没回来啊 朵朵 别打扰哥哥 朵朵的妈妈看我浑身脏兮兮的 身上还挂着一些乾枯的树枝 他匆忙上前 想要带着朵朵 回到自己的病床 我挠了挠头上的纱布 然后指着二号病床问到他 他人呢 朵朵的妈妈下意识地 看了一眼自己的女儿 一时间不知该如何解释 没想到的是 朵朵这小姑娘 给了我想要的答案 一只手的叔叔 早上的时候死了 没能就回来 死了 我看向二号病床的李赖子 不解得嘀咕道 怎么会死呢 明明 打碎了 不应该这样 朵朵 别打脚哥哥休息 语言不是 很想让自己的女儿 过早地接触生死 只不过 心性单纯的小家伙 看待生死的时候 或许要比成年人 更为纯粹的多 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 医护人员不停地出入病房 他们给李赖子扒了个金光 在他身上处置了多处冻伤 并且挂上了好几个吊瓶 弄好一切之后 李赖子身上 也缠上了不少纱布 不过最要命的是 被鬼上身的他 在未来的一个月里 都会虚弱不堪 这种情况 只能慢慢调理 但这个过程吧 难受的滋味 只有他自己最为清楚 中午的时候 我提摸着咕咕叫的肚皮 来到了李赖子身旁 我一边推嗓着他 一边重复地说道 赖子 呃 肚子不舒服 吃东西 呃 快去买 李赖子绝望地盯着天花板 在他的眼睛里 我似乎看到了四的大字 那就是 让我死吧 好在 心地善良的小朵朵 把他自己的零食分享给我不少 这才救了李赖子一命 但是吧 该倒的霉 真就是一样都躲不过去 下午三点多钟 高强的母亲冲进了病房 他二话不说 目标明确地锁定住了 躺在病床上的李赖子 老太太一边嚎啕大哭 一边捶打着伤痕累累 且虚弱不堪的李赖子 我儿子死了 你不是说了 能救他吗 还我儿子命 还我儿子命来 是你 害死了他 你这杀千刀的江湖骗子 还我儿子 李赖子生无可恋地 面对着老太太的疯狂 而他自身 更是承受着无比折磨的痛苦 直至医护人员和医院的安保 将老太太抬出了病房 李赖子才得以解脱出来 至于我 并没有受到波及 毕竟谁会和一个傻子较劲 当然 更不会有人 觉得我和李赖子 和整件事情有所关联 道理很简单 我说 我们能行走于阴阳 别人也要相信才行 之后我清醒的时候 我也问过李赖子 为什么不告诉老太太 咱们虽说没能救下高强 但好歹救了他孙子的性命 李赖子的回答 让我记忆犹新 他说出马先生行的是好事 但不尽人意的时候 没人会在乎你 付出的近乎是自己的身家性命 他的回答我当时并没有理解 迟至很久以后的某天夜里 我想起了柳大壮说过的话 他说 凡事有舍有的 难以完美 也许在那个时候 他就清楚 那个夜里 我们只能救下一个 后来啊 听说那老太太去医院 闹了很多次 非说是医院致死了他儿子 无可奈何下 医院赔了一笔钱 徐大夫也因此事丢掉了饭碗 当然 这都是后话了 朵朵是个很可爱 也是个很听话的小家伙 结果黄昏时分 他却哭着吵着 要吃汉堡薯条 几经劝说 加上喝池无果后 朵朵的妈妈只能离开医院 去了附近的快餐店 在女人离开之后 朵朵翘起了二郎腿 当然 他骨折的腿 肯定是搭在好腿上面的 朵朵对我吹了个口哨 他说话的声音 也变得老练尖锐了不少 可傻子 不错啊 我以为你没办法活着回来呢 我歪着脑袋 呆愣地打量着 眼前不大对劲的小姑娘 见我没反应过来 李赖子沙哑着嗓子问道 大仙来了呀 这一趟 简直要了我的老命 我阴气入体 您看有啥好办法吗 好说 找自家堂口的大仙帮忙呗 说完 朵朵坏笑着 拍了拍额头差点忘了 你们家黑胡堂口封山了 这样的话 你只能遭点罪了 回去之后 拿浮水泡上一个月 多吃点调和阴阳的食物 也就差不多了 听了半天 我恍然大悟地问道大壮姐 朵朵冷哼一声 不愧是个傻子 才反应过来 我又惊又喜地看着她 问道你 你怎么在朵朵 身上 很难理解吗 朵朵指了指自己有些人呢 的确是祖师爷赏饭吃 比如说你 但是呢 也有些人是太爷太奶 直接把饭味到了嘴里 比如说这个小家伙 他可不像是你 扛起我一个大仙 就这么费劲 所以呢 以后还要勤学苦练 记住 打铁还需自身硬 依靠命格的人 注定走不了多远 其实柳大壮 对我说出这些话 并不是真表明着 我没有朵朵的天分 他提醒我这些 只是想要敲打敲打我而已 之所以 他能够轻松地来到朵朵身上 里面的确有朵朵天分的原因 但这个原因占比 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真正的原因在于 柳大壮并非是被请来看事的 他只是稍微影响了一下 朵朵的言行举止而已 要是像昨晚一样整体到来 估计朵朵这小家伙 会当场疯掉 我 我记住了 点头答应过后 我急急忙忙地指着二床 问到他 怎么死啊 李赖子瞪了我一眼 嘀咕到老子 活得好好的 你这痴儿 哎呦 朵朵风轻云淡地说道 还是那句话 那凶鬼的执念很深 他很清楚 自己的魂魄注定消散 所以 在他魂飞魄散之前 那凶鬼拼尽最后的阴气 锁了高强的性命 这一点不怪你 你无需多虑 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除了害死高强之外 那凶鬼没能害死高强的儿子 而且 以这两个凶鬼的怨气来看 留在人世 也是个天大的祸害 总而言之 并不圆满的结局 未必是不好的结局 柳大壮指着门口 岔开话题地说道 医院是个好地方 徘徊在这里的鬼魂很多 看你们爷俩这德行 估计要停留几天 没事的时候出去走走 看看那些鬼魂 有没有迷留的心愿 积累应得 未必一定要打鬼 有的时候 多点耐心和他们交谈交谈 也会有所收获 昨天我是被你临时请来的 对于你的表现我很满意 所以呢 我的名字暂时可以不被抹出 你拿着柳家的供奉牌 能更好地和鬼魂交流 这也是你成长的方式之一 好了 我要说的就这么多 走了 小傻子 我木讷地掏出了柳家的牌位 点头说道谢 谢谢大壮姐 话音刚落 只见朵朵指着我骂到你个挨牵刀的大傻子 你看你给我们柳家供奉牌造的 你把老娘说的话 都当做耳旁风了是吧 李赖子捂着额头 哀声叹气 我则是挥舞着供奉牌 傻呵呵地说道挺 挺好用的 傻人有傻福 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 毕竟绝大部分人 都懒得和一个傻子计较 当然 望山村的村民除外 很快 朵朵的妈妈 匆忙地回到了病房 她手中的口袋里装着的 则是朵朵要求的薯条和汉堡 见到女人回来 气得不轻的柳大壮也随之离开 姐 你要的汉堡和薯条 女人有些生气 倒不是说她 不舍得给自己女儿去买吃的 只是有点不满意 朵朵的哭闹不听话 一头雾水的朵朵 看着手里的食物 天真无邪地说了一嘴 妈妈 我不喜欢汉堡和薯条 我想吃盒饭 柳大壮她作孽啊 我眼睁睁地看着朵朵妈妈的手 狠狠地打在朵朵的屁股上 而这无辜的小家伙 哭得那叫一个凄惨 柳大壮说得没错 医院里的确徘徊了不少鬼魂 这类鬼魂 大多数是人畜无害的那一类 至于一些较为厉害的横死鬼 只要他们没在我眼皮子底下害人 跟我也没太大的关系 我只是个出出茅庐的出马弟子 我没有什么既是救命的伟大理想 更没有路见不平一声吼的实力 稍微特殊点的 也就是我傻子的身份 很明显 这个身份鬼魂并不在意 接下来的几天里 我做了不少事情 比如替老奶奶给他儿子打一通电话 告诉他老人家藏钱的地方在哪里 又或者 我会以一个丈夫的口口 误去跟他的妻子说一声别等了 有缘下辈子再见之类的话 大体的事情都是这一类 无非是一些鬼魂舍不得的牵绊 挂念等等 至于电话那一头的人相信与否 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我只知道 通过柳大壮提供的办法 我还真积攒了不少阴德 阴德那玩意虚无缥缈 但对于吃阴间饭的我而言 那绝对是我追逐的宝贵财富 在医院的期间里 李赖子跟我讲解了不少马家的基础知识 当时我一度怀疑自己没什么用 解决两个凶鬼的整个过程 依靠的都是柳大壮的出谋划策 李赖子则是告诉我 出马先生和马家五仙相辅相成 如果没有出马弟子 大仙们也有很多事情 没办法独自完成 而且 大仙同样需要阴德 我们这些出马弟子 也是他们汲取阴德的重要方式 除此之外 出马弟子自身的实力决定了很多事情 比如 能请来什么样的仙 又能发挥出大仙的几分实力 都会和自身的状况挂钩 正如柳大壮所说的那般 打铁还要自身硬 现在的我 请一个柳大壮都扛不起来 更别说使用一些高深符咒 或者说 发挥出某个五仙的实力了 而这些 便是我需要用阴德积累 从而提升的 几天的时间里 我已经适应了我出马先生的身份 朵朵比我和李赖子早一天出院 相识一场 关系处得也算不错 在他们出院的那个早晨 李赖子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并且告诉他们 有解决不了的事情随时联络 朵朵的父母礼貌性地 收下了李赖子递过去的纸条 至于出门会不会被随手扔掉 那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天 我和李赖子 也办理了出院手续 前前后后折腾了一周多的时间 我们也再度 回到了偏僻的望山村 千鬼拜山那天 所有的村民们 都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也不知道这个梦 会不会改变一些大伙 对我和李赖子的看法 村口处 我舒坦地伸着懒月药 而李赖子 则是无精打采地站在一旁 一副要死要活的模样 就在这时 我猛地 看向自己的右手边 只见一只黄皮子 正直着身体 呲牙咧嘴地盯着我 皮 皮子 我捡起一块石头 便朝着它冲了过去 李赖子吓得半死 哭丧着哀求道 小祖宗啊 别搞事了行不 黄皮子那狗东西 跑起来快得很 一溜黄光 直奔西南 我根本没办法追到它 见我空手而归 李赖子悬着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 可我 却一脸地不高兴 因为没能打死黄皮子 而郁闷地嘟囔个不停 小祖宗啊 你咋一看到黄皮子 就这么激动 那玩意记仇得很 能别招惹就别招惹 一边走 李赖子一边嘱咐到咋啊 平头百姓 出马弟子这身份 也是靠着人家武仙过活 你这一见面 就喊打喊杀的 哪是个头啊 我歪着脑袋 一脸不解地问道反 反正都记仇 为啥不 不打死 唉 李赖子深深叹了口气 苦大愁深地说道 刚进村就被黄皮子盯上了 黄家无疑是在告诉咱们 千鬼拜山的事情没完 走一步看一步吧 这事儿估计没有化解的可能 总之 你个愣娃子小心点 别一见面就要弄死人家 不管咋地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就这样 我和李赖子一边走一边聊 很快就来到了村中的小广场 原本几个叽叽喳喳的老娘们 正在闲聊 可这几个女人 看到我和李赖子的一瞬间 就好像哑巴了似的 看啥看 不认识了咋地 李赖子指了指自己脸上的绷带 又指了指我脸上的同款造型 扯着嗓子喊道我李赖子 带着我大儿子 何苦回来了 没错 此刻我和李赖子 依旧缠着绷带 之所以绑得根根木乃伊似的 倒不是说 我们的伤势有多严重 而是李赖子这家伙说绑着暖和 非要回村里的小诊所再拆下来 除此之外 李赖子肯定也有自己的小算计 他无疑是想让村民们看看 我们也俩为了村子里这点事 纷纷挂了彩 不过呢 并没有人会在乎 我们是怎么受伤的 就像那高强的母亲 只看到了自己儿子的死 同样没在乎过我和李赖子 经历了怎样的危险 哟 原来是老李大哥呀 你这打扮 我还真没认出来 一个胆子较大的女人 上前搭话到有一段日子 没见到你们爷俩了 这是钱啥去了 为民除害 李赖子铿腔有力地回了一嘴后 便拉着我大摇大摆地 穿过了小广场 一行女人说没认出来 我们纯属胡说 他们要真是没认出来的话 就不会一个个的一声不吭了 在农村 这些女人的嘴 比互联网都快 前脚刚看到我们回来 后脚整个村子都知道了此事 回到家里 李赖子便开始食柴烧火 而我则是铺好被子 躺在了炕上 本就虚弱的李赖子 被烟火枪地咳嗽了几声 他有些不满地 对着屋里喊道何苦 你说你这么大的小伙子 怎么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不知道来帮帮忙啊 跟你走这一趟 都快给我折腾死了 你可倒好 回来就当大爷 越说越气的李赖子 呵斥到你也别闲着 去空出两个柜子 摆上四家供奉牌 咱还欠柳家香火供奉呢 想了想 李赖子补充道 都添几顿供奉吧 也别差了其他三家的 全都伺候一遍 咱心里也踏实 我从炕上爬了下来 拿着四家的牌 未便走了出去 见我要出门 李赖子也是颇为无奈 毕竟他不知道 具体要做什么 大儿子 等一下 李赖子掏出了三百块钱 递给了我 我给供销社 打个电话订点东西 你会顺手取回来 还有 你别走远了 散散心可以 但要是走丢了 我可没处找你去 见我离开 李赖子哀声叹气道 这哪里 是养了个儿子 分明是养了个祖宗 用到我的时候 叫了声甘霸 用不着了 就知道叫赖子 站在大门口的 我停下了脚步 我双目红润地回头 看向了已经 略显苍老的李赖子 其实我很心疼他 也清楚 李赖子是 实打实地为我好 很多时候 我都想叫他一声甘霸 甚至那个钱字 我都想省略掉 之所以没有这么称呼他 其实和这么多年 我对爷爷也没有说出 那两个字的原因 一模一样 我是百家命 注定要吃百家饭 如果一个人 有自己家的话 又有谁愿意 去吃百家饭 说好听了叫百家命 说不好听的 叫可亲命 我的确傻 但我也并非 什么都不懂 对于李赖子 我只想他好好地活着 这就足够了 离开家里 我回到了老房子 老房子已经坍塌 不过一旁的仓房 还算完好 对于望山村的乡亲们而言 这里绝对是个 不祥的地方 所以 不管我和李赖子 离开多久 这里都不会丢一针一线 当然 老房子也的确没什么好 被偷的 我来到仓房 取出了爷爷留下的 木匠工具 紧接着 我将四块被我砸得 有些破烂的供奉牌 拿了出来 然后小心翼翼地 将其补全 老爷子这辈子 最值得骄傲的 有两件事 第一是 他将我拉扯大 第二就是他 引以为傲的 木匠手艺 如今他老人家 已经与世长辞 我的存活 是对他生命意义地延续 而他的一套手艺活 也被我继成得七七八八 花费了两个小时 四块供奉牌 崭新如初 带好工具和供奉牌位 我目睹地来到了供销社 供销社 是就时代遗留下来的 物质遗产 在很多地方 供销社已经被 各种各样的 超市百货所取缔 但对于望山村 这种小地方来说 供销社的存在意义 依旧很大 上到家用电器 下到锅碗瓢盆 供销社都一应俱全 见我呆头呆脑地走进来 供销社的老板 即便是看不见我的脸 也猜出了我的身份 毕竟整个望山村 只有我和傻子 走路的姿势歪歪扭扭 小何苦来了呀 老板指了指门口的 两个大兜子说道 李叔要的东西 我都给装好了 你拿走就可以了 我来到了把台前 将三百块钱 放在了上面 老板收好钱后 摆了摆手 差点就差点吧 你赶紧回去吧 眼瞅着吃午饭了 我知道 老板只是想快点 打发我离开 甚至他把东西 放在门口的时候 都忽略了付钱一事 不过我并没有着急走 而是指了 纸盒子里的棒棒糖 买 买一个 老板愣了一下 随着打开盖子 抓了一大把 递给了我给你的 拿着吧 要 要一个 我伸手接过了 一根棒棒糖 然后将五毛硬币 放在了柜台上 同时说道吃 吃没了再来 老板脸色铁青 嘴一脚抽搐 在我离开之后 他戴上皮手套 将我给他的五毛钱 扔进了零钱盒里 回到家中 李赖子已经煮好了 过水面条 我将供奉牌 摆进了柜子中之后 李赖子才反应过来 我是去钱骂了 大儿子手艺不错呀 老爷子那套本领 你这是学得有模有样 李赖子一边夸赞我 一边将买来的供品 香炉 烛火之类的依次摆放 供奉的堂口 安顿好之后 我和李赖子 便狼吞虎咽起来 酒足饭饱后 我们爷俩 本想躺在热热乎乎的炕上 美美地来上一脚 没成想 已和庆为首的 七八个大老爷们 一同来到了我们家 看到一行粗糙的农家汉子 李赖子将我护在身后 说道 大儿子别怕 你别吱声 我问问他们 钱啥来了 何庆带着众人进了屋 一进门 何庆便乐乐呵呵地 打起了招呼李哥 听说你和小苦受伤了 我们过来看看 咋样 没大碍了吧 李赖子嗤之以鼻地 挖苦到咋的 你们代表村委会慰问来了 不太像啊 空个大找子 什么都没力 何庆刚想说些什么 李赖子便挥手打断 没啥事 你们是不带来的 也别弄虚寒问暖这套 天冷了 给俺们爷俩置半点东西 比啥都强 虚头八脑的钱啥 说吧 有啥事需要帮忙 都是大老爷们 敞亮着说 一行大老爷们 被李赖子 对得只能强颜欢笑 何庆站也不是 坐也不是 尴尬地说出了 登门拜访的原因 李哥 你跟小何苦消失那天 咱们村吧 也有点不对劲 大家伙都做了个奇怪的梦 在梦里 咱们纷纷看到了一顾的亲人 那个梦做得挺平和的 梦里的亲人们也不可怕 真是跟大家伙 好好地道了个别 不过吧 要是一个 两个做了类似的梦 倒是没觉得什么 可咱们村有一户算一户 都遇到了相同的情况 就难免让人心里犯着嘀咕 李哥本事大 懂得也多 这不是看你回来 俺们也寻思着上门问问吗 如果不是何庆说出了 当天他们做的道别梦 我和李赖子 根本不知道 还有这么一档子事 这个梦吧 其实没什么好解释的 望山村的上千亡魂 被困在后山许久 他们的离开 完全是一种解脱 在我送走他们的那一刻 所有的鬼魂 已经不再被五仙的手段所约束 他们抓紧时机 自然要和家里人好好道个别 毕竟自那天开始 离去的亡魂和活着的人 便是真正意义上的阴阳永哥 原来因为这点小事啊 和已故的亲人们道个别 还提心吊胆的 你们难不成心里有鬼 听见李赖子这么说 和庆嬉皮笑脸的上前解释 李哥别开玩笑了 和自家人 乃能心里有鬼 我们就是单纯的觉得 这事儿 未免太巧了一些 让人心里不大踏实 李赖子没有第一时间做出解释 而是对着众人问道 我问你们 家里人走的时候安详步 有没有怨恨 不甘 或者是愤怒的情绪之类的 没有 当然没有 和庆幸事淡淡道 家里人走得很太平 乡亲们都说了 道别的那一刻 已故的亲人们 比活着的时候都要轻松 那挺好的 李赖子冷哼一声 继续问道 既然没有埋怨 也没有牵挂 各位可觉得 已故的乡亲们 能如此解脱地离开 可还在埋怨着 和苦挖坟偷骨的事情 话音落下 屋内鸦雀无声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根本不知道如何回答 李赖子很聪明 三言两语 就把村民们之前做的事情 摆到了台面上 见时机差不多的时候 李赖子拍了拍身旁的桌子 继续说道 你们都觉得 何苦哭丧不吉利 是一道温神带来的催命符 实际上 已故的亡魂 能够如此坦然地离开 还真少不了和傻子的功劳 那天我们也俩送走了 大伙的魂魄 你们梦里看见的 正是家里人 和你们正式的道别 说完 李赖子笑着叹了口气 我知道 我李赖子现在说这些 你们也就当个耳旁风听听 来找我 不就是为了确定一下 那天的梦 是不是有啥说头吗 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们 一点屁事没有 以后后山的坟地 要是不够用了 之前的坟墓挖空都没关系 反正里面也没有亡魂居住了 只见李赖子盘腿坐在炕上 对着众人摆了摆手行了 都散了吧 俺们爷俩这德行大家伙也看到了 没啥事的话 也别影响我们休息 在李赖子解释过后 众人放心了不少 不过他们 并没有因为李赖子的逐颗令而离开 反倒是规规矩矩地站在屋里 咋了 想蹭饭 李赖子指了指盆里的清汤 说到面条吃没了 没带你们那份 不是 不是 的确还有点别的事情 和庆将一个老实巴交的男人拽了出来 催促到柱子 赶紧说事 别耽误李哥休息 名为柱子的男人连忙上前 恭恭敬敬地讲述到李哥 我爸昨天早上过世了 您能不能帮忙操办一下白事 傻 你爸过世了 李赖子也是个小心眼的人 抓住这么好的机会 他怎么可能不挖苦挖苦众人 当然 除了挖苦之外 李赖子更想把我推到台面上 也趁着这个机会 尽可能地化解一下 何苦跟整个望山村之间的矛盾 只可惜 呆头呆脑的 我不会考虑得那么全面 而且 我似乎也没有打算过 和这个村庄做出和解的意思 只听李赖子阴阳怪气地说道 感情何苦不哭丧 这望山村也会死人啊 我还以为我这傻儿子不哭出声来 咱们村里的人都能长生不老呢 一行人面红耳赤 如果不是有事求着李赖子 他们这群人 绝对不会受这种奚落 憨厚的柱子拿出了五百块钱 递给了李赖子 同时说道 李哥 我爸干挨晚期 大夫年初的时候 就说过他挺不过今年 跟咱们家小何苦 哪能扯上关系 别 这钱你可别给我 李赖子果断地拒绝 我现在看不了事 不是我李赖子找借口 而是我真的无能为力 要不你去隔壁村请朱先生过来吧 他看事儿看得挺好的 听到朱先生这三个字 众人哪能不明白 李赖子这是存心地在恶心他们 当初和庆老娘过世的时候 请的就是朱先生 结果那朱先生 被自己打得七婚八素 别说五百块钱请他看事儿 就算给个五千 那朱先生都没胆量 踏入望山村一步 不过李赖子有一件事情没扯淡 那就是 他真看不了事儿 毕竟黑山已经彻底封闭 连个大仙 都请不下来的他的确是没啥作用 要么说柱子比较憨厚 他口无遮拦地说道李哥 我昨天去找了朱先生 结果一听说 我是望山村来的 他嘎一下就抽过去了 您行行好 帮帮我吧 众人有些无奈 这柱子 怎么什么实话都往外说呢 之所以在这受李赖子的这份气 也是一些偏僻村庄 延续下来某些习俗的缘故 十里八村比较有名气的朱先生 都不敢来往山村掺和 那么以后的大事小情 还得指望着李赖子 就凭这一点 哪怕村民们再怎么看不上我 也不会跟李赖子 闹到撕破脸皮的地步 正如之前所说 人死入土为安 请个看事先生送上一程 选个好时辰 也管有没有用 至少买个踏实 买个心安理得 这对于土生土长的村民们来说 重要的不得了 几经推脱之后 李赖子将那五百块钱猛地拍在了桌子上 都说了 我现在帮不上忙 你怎么就不信呢 吼了一嗓子之后 李赖子顺势将我推到了深情外面的先生 要是请不来 你还想找人帮忙看看 那就把钱给何苦吧 他 柱子连连摇头李哥 别开玩笑了 和傻子 不不不 小何苦乃会看事 怎么就不会看事了 李赖子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别看着孩子傻乎乎的 他那看事的本领不比我差 我李赖子出马这么多年了 不会在这种事情上胡弄打架 要是觉得行 就让我大儿子来 要是不行 那就另请高明吧 见柱子执拗的还想说些什么 李赖子不耐烦地 将其打断我全程跟着 但让我亲自来 还是那句话 锁不到 众人意识到 李赖子绝对不是开玩笑 他们虽然不大相信我 但目前也真是美好的可行方案 毕竟外面的看事先生是真不来 我们望山村啊 和庆借颇下驴地说道 那就让小何苦试试吧 有李哥跟着 出不了问题 行吧 柱子将五百块钱递给了我 还算客气地说道 那就有老小何苦了 我接过五张票子 有些磕磕巴巴地说道 七不葬 八不埋 明 明天初六 早晨初 出病 天黑之前 你 你去置办东西 别耽搁了 柱子看了一眼时间 惊讶地问道 这么急 明早就出病 这还没停满三天呢 不同地方出病的习俗 也大不相同 我们这里人死之后 要在灵堂停满三天 然后下葬 听我说明早就要出病 一行人都再度怀疑起了 我看事的本领 小何苦啊 为啥不出酒下葬呢 我在纸上不停地 写着所需的东西 没有回答柱子的疑惑 李赖子不满地说道 让你怎么办就照做得了 哪那么多问题 人昨天没的 等到出酒 那可就五天了 这种事情赶早不赶晚 换作我也选择明天 众人不再多言 两分钟后 我将所列的清单 递给了柱子 抓紧去 去买 买回来 我晚上上 你家杂纸活 我看了一眼时间 随时起身打开了柜门 我对着柳家的供奉牌 拜了拜 问道大壮姐 在吗 话音落下 我脑子便传来一阵嗡鸣 伴随着背上突如其来的压力 我的月曜也不自主地弯了下去 张罗个白事 就别找我了 你问问他们家坟丁弄了吗 其余的都好说 还有 你供奉了四家堂口 别可着我们柳家一处使唤 该请别的仙 请别的仙 就你这小身板 我再来两次 都怕你猝死过去 柳大壮来得快 走得快 他离开之后 我再度挺折月曜板 坟丁弄了吗 要我给你家选吗 听到我的问话 柱子连忙上前 我想让我爸跟我妈埋在一起 只不过这大冷天的 挖坟有点仓促 那还磨蹭什么 李赖子在一旁催促到 现在就走 人多力量大 先把坟地弄好 要不然明早怎么下葬 邻里相亲的 你作为主家 多预备两顿饭就得了 说钱就钱 就红白喜事这一块 朴实的农家汉子 向来就没掉过链子 离开我家之后 柱子安排家人 去购买我所需的东西 何庆则是又叫来了一些帮手 就这样 挖坟的队伍很快便来到了后山 十几个大老爷们 人手一把铁锹 干净利落地挖了起来 挖了半个小时 一层冻土 已经被铁锹铲铲到了一旁 但这个效率吧 并不是很快 李哥 你来看看 何庆拽着李赖子 来到了墓地旁 指着坟地 问到咋这么难挖 是不是有说头 有个屁说头 李赖子白了何庆一眼 大冷天的这黑土都冻上了 单纯的难挖而已 你这人别这么迷信行驳 何庆背对的有些无语 被一个出马先生指责迷信 听起来的确有些别扭 大家伙满头大汗地挖掘着洞土 不过这进度 依旧没有太大的提升 眼看天色渐晚 李赖子凑到了我的身旁大儿子 他们这速度 属实是慢了点 挖坟这种事情 你有经验 要不出个主意 没 没用的 我解释到 当时我挖坟 是因为阴宅里的亡魂帮忙 现在里面支 支剩下了枯骨 所以 李赖子嫌我说话慢 接话道 感情是这么回事 我就说你当初刨坟偷骨 怎么这么利索 哦 对了 柳大壮帮不了忙 你让谁给选时辰 我拿出挥家的供奉牌 摆在了雪的脸 同时将插着香火的香炉 摆在了身前 紧接着 我跪在地上 顺手将文王骨递给了李赖子 大壮姐说 灰头老鼠容易请一些 你帮的忙 我试着叫 叫来一个 好嘞 李赖子充当二神 一边摇晃着文王骨 一边高声洪亮地唱着神条 我则是手握朱砂笔 准备在黄纸上 记录着大仙的名讳 片刻后 我直觉的肩头一冷 好像什么东西 踩住了我的肩膀似的 这种感觉 让我松了口气 虽说肩膀上有些发沉 就好像站了个小孩子似的 但相比于柳大壮 那如同小山的重量 扛起这灰大仙 可以说是轻轻松松了 变相地也证明了 柳大壮的本领非同寻常 那位大仙 肯定不是他谦虚形容下的那么简单 紧接着 我的嘴不自主地嘟了起来 倒不是卖萌 而是因为灰大仙的到来 让我的行径 也磨旁起了老鼠 我在黄纸上写了个灰字 之后 我又抓耳挠腮了几下 然后将另外两个字补权 李赖子往黄纸上瞅了一眼 忍不住地笑道 灰钩子 这鸣起得够俗气啊 话音刚落 只见我眯缝着眼睛 冲着李赖子 发出了支的一声 李赖子吓了一跳 随之连忙给了自己一个耳光 陪着笑脸到我嘴见 该打 该打 只听我发出了刺耳尖锐的声音 那该死的声音 就好像锋利的指甲 在泡沫板上滑来滑去似的 简直让人头皮发麻 鸡皮疙瘩都起了一层 有烟酒没 没 没有 我冷着脸 说到我不喜欢烟酒的味道 尖锐的声音再度传得出来 没有烟酒清我钱吗 小小年纪 一点规矩都不懂 走了 有供奉 我憨憨地说到 家里一百个供奉 要摆三顿 忙完了去吃烟火 还 还有 这白事儿 要并鼓搭桥 应得你个灰耗子要不要 不要的话 我请 别 别加 你这娃子年纪不大 说话的语气还挺冲 灰大仙冷哼一声 不就瞧个时辰 让逝者走得踏实些吗 简单 这事儿 咱回家应下了 行 我挠了挠后背 说到你办事就好 少说话 听你的声音 我身上刺挠 范格硬 你这傻小子 请我 还没等灰大仙说完 我便将其打断 顺手指了指坟地忙活的众人 冬天 冷 土不好啊 你给帮帮忙 傻小子 你别欺人太甚啊 灰大仙不满地说到 咱家好歹 也是五仙之猎 请我来看事儿可以 脏活累活 难不成还要我们承包吗 又 又不是不给你应得 我抽出了两下 继续说道 天生我才必有用 老鼠儿子会打动 早 早点忙完 早点吃饭 行行行 算我 灰大仙又是刚想说话 只见我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不耐烦地嘀咕道 都说了 你 你少说话 范格硬 我想 此刻的灰大仙 一定想叨了我吧 但不得不说 有了灰头老鼠的帮忙 这挖坟的工作效率 着实快了不少 唉 这回好像好挖了一些 何庆抡着铁锹 对着大家伙 鼓舞到兄弟们 膀子抡起来 早点忙完 早点回家 等会越来越冷 就不好弄了 四十分钟后 在一层冻土 被铁锹敞开的一瞬间 墓室里就跟他的方一样 原本坚硬的土壤 全部垮塌下去 与此同时 何庆大吼一声 顺势抡起了铁锹 这大冷天的 坟地里怎么这么多该死的老鼠 肯定不吉利 打死他们 一听这话 李赖子见不上前 一脚踹在了何庆的屁股担子上 你他妈的做死 别带上我们 这是和苦请来帮忙的鼠仙 什么都敢打 做死啊 何庆一个猎解 整个人掉进了牧室里 老鼠爬满了他的浑身上下 给何庆下的那叫 一个脸色惨白 动都不敢动上一下 只见那些滋滋乱叫的老鼠 四处逃窜 直至不见了踪影 没了老鼠之后 何庆松了口气 他强颜欢笑地爬出了坟墓 竖着大拇指夸赞到看到没 咱们小和苦这本事真的厉害 我就说 这墓地咋突然间这么好挖了呢 感情有鼠大仙帮衬啊 爬出来的何庆对着四周 抱拳公身地说道 各位大仙 有怪莫怪 咱啥都不懂 可别跟我这没脑子 粗糙汉子一般见识 坟地挖好之后 我跳进了坑内 在坑里 我将红布盖在了棺材上 并且抓了一把土鸦在了红布上 这口棺材是柱子母亲的 他要将父母安葬到一起 在北方马家这里 叫做并鼓搭桥 并鼓搭桥有不少讲究 不过整个流程并不复杂 按照规矩操办 就没什么问题 忙活了片刻之后 我爬出了土坑 对着众人说道可 可以回去了 下山之后 我让老仙儿给挑个石杉 今晚守灵要照顾周到 其余的没啥了 众人纷纷点头 也算是认可了 我这个出出茅庐的出马弟子 不说别的 仅凭着老鼠帮忙松吐这一点 就足以让大家对我刮目相看 离开后山 灰大仙儿给明早的出病启灵 挑选了个不错的时辰 之后 他就带着一群灰头老鼠 去我家吃香火供奉了 在大仙儿走后 李赖子提心吊胆上前 暗中地竖起了大拇指 行啊 大儿子 你这胆子够大的 竟然让灰家大仙儿们 帮你挖坟 换做我 想都不敢想 我呆头呆脑地看着李赖子 脱口而出道 老鼠不就擅长这个吗 李赖子嘴角抽出了几下 肃然起敬地 说到你这脑回路 也是厉害 我想不明白 李赖子是怎么考虑的 在我看来 老鼠既然会打动 那就物竞其用好了 哪有那么多复杂的想法 来到柱子家 他家里人已经准备好了饭菜 在农村红白喜事就是这样 乡亲们热情地帮忙 主家也不能在吃食上含糊了 要是招待不好 可是要惹人笑话的 我和李赖子 还有和庆单独一桌 其余的村民们 吃的则是大桌饭 倒不是我和李赖子 享受着特殊待遇 单纯的是因为大部分人 不愿意和我们走得太近 就连和我们同坐一桌的和庆 也是硬着头皮 被推出来的代表 吃饱过后 我开始叠纸钱 扎纸活 忙完这一切回到家里 已经快要凌晨了 我和李赖子倒头就睡 一直睡到了早晨有人敲门 之后就是正常的出病流程 整个过程都出奇地顺利 我傻乎乎的 什么都不在乎 反倒是李赖子 直至安葬填土 全部完成的那一刻 他才放下心来 至于李赖子担心的事情 只有一件 那就是 怕皇家捣乱 毕竟 这是我头一次正经八百的 在村子里张罗白事 要是黄皮子从中作梗 势必会增添一些 不必要的麻烦 好在 皇家足够消停 但我和李赖子 都清楚 黄皮子这狗东西 绝对没有就此放过我们的打算 他们只是在寻找 更好的机会罢了 时间一晃 已经来到了一月份 东北更是步入了最冷的时间 这段时间 我接了一些头疼脑热 冲撞没脸子的小活 每一次解决起来 都挺容易的 而且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 并非和阴阳有关 我和供奉的堂口 都获得了一些阴德 但是吧 这阴德的数量 着实不敢恭维 而且我也没觉得自己成长了多少 至于能请到的仙家 还是柳家的大壮姐 以及会钻动的灰头老鼠 柳大壮这个婆娘 比徽家老鼠要厉害不少 目前我扛起她 虽说没有之前那么吃力 但只要她在我身上 我也不是那么好过 而胡家和白家的大仙 我一直没能请下来 不知道是我实力不够 还是说 那两家不愿意搭理我 也可能是他们 还在观望着我的进展 至于五仙嘛 我现在想都不敢想 柳大壮说过 能打鬼的五仙一般的出马先生 都扛不起来 至少现在得我 还没这个本领 哪怕是回家 灰头老鼠的五仙 都不在我的承受范围 黑山依旧封闭 李赖子过得也算是清闲 这些时日里 他力所能及地 教会了我一些 他掌握的本领 比如口诀 简单的符咒之类的 接触得越久 就越会发现 李赖子自身 也没太大的本事 这么多年 被村民们传得神乎其神 多半还是仰仗了 我那位干娘的本领 村民们对我依旧是不冷不热 能避则避 要不是真有需要帮助的情况下 他们也不会来到我家 唯独供销社的老板 总是对我迎着笑脸 可能是我每天都去花五毛钱 买一根棒棒糖的缘故吧 总之 那人看起来挺不错的 很爱笑 当然 我并不知道那是忐忑的苦笑 哦 对了 随着我应得的积攒 我傻乎乎的状态 也略有好转 目前来说 一天24小时 我至少能保持三个小时的清醒状态 其余的时候 还是迷迷糊糊的 但至少 那三个小时 我绝对不是纯粹的傻 按照李赖子的说法 我是愣 愣得好像没长脑袋 深夜里 我和李赖子 躺在炕上睡着觉 没心没肺的 我早就习惯了 他那如同打雷的呼噜声 就在我们熟睡的时候 只听屋内传来了 阵阵刺耳的声响 叮铃铃 叮铃铃 李赖子猛地从炕上爬了起来 他先是打开灯 朝着四处看了看 又下意识地捂住了 那只健康的眼睛 这一瞧 李赖子脸色惨白 对着身前问道你 你们怎么来了 我迷迷糊糊地爬了起来 也忘了过去 只见一个身着红裙 推着自行车的 女鬼趴在李赖子的面前 除了他之外 还有十几个 散发着微弱阴气的身影 这 这大晚上的 吓了我一跳 李赖子披着被子 忐忑地问道 你们钱吗来了 有啥事情吗 赖子 你 你朋友啊 我倒头就睡 不忘叮嘱到小点声 别影响我休息 李赖子瞅了我一眼 心中估计已经开始骂娘了 和鬼交朋友 他李赖子还没有那么大的毛病 李赖子 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事 啊 面对着女鬼的质问 李赖子有些装傻的 含糊到啥事啊 我每个月都会在村口送点纸钱的 你们没收到吗 少装算 女鬼瞪着眼和赤道 当初宁可说了 将我们这些流落在村外的鬼魂 一同送走 难不成李大师给忘了 这 这 李赖子自知理亏 连忙解释道 抱歉啊各位 当初是我把事情想简单了 那五家霸道得很 送魂那天 根本没机会将你们接进来 不过你放心 等你们应受耗尽 我李赖子绝对亲自送你们一程 再说了 没了五仙的前世 各位如今 应该可以自由出入望山村了吧 只听那女鬼冷哼一声 现在的确可以自由出入了 不过我们这些横死在外的鬼魂 过得可不是那么舒坦 没错 面前的女鬼 正是那日在屠宰场 撞见我的那一位 她是高明的姐姐 名为高小翠 而这些鬼影 都是望山村的村民 是不过他们 死在了外面 没办法进入 当时被五家封闭的村子 牵鬼拜山的送魂当天 我和李赖子 根本没有机会接他们进来 而且这些鬼魂 并没有被我哭过丧 想要一同离开 也没什么可能 如今五家 虽然不再封锁望山村 但作为横死鬼的 他们想要在这里的阴宅落户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类鬼魂 通常都会等阴寿耗尽 然后离开 但在这之前 其中的绝大部分 都会因为阴气散尽 从而彻底的消失于人世间 说来也挺可怜的 你们 李赖子轻点了一下 鬼魂的数量 问到就来这些 还是说怎么回事 魂飞魄散了一部分 听到高小翠的回答 李赖子惊呼到阴气散尽了 不应该这么快啊 我每个月都会给你们祭拜一下 这么脆弱的吗 那倒不是 高小翠惆怅地说道 没能送我们一同离开 不怪你 我们这些孤魂野鬼 也没打算过跟你计较 不过 我说我们在外面不好过 也的确没有跟你卖惨的意思 几个村子的交会处 来了个很凶的鬼物 今天没能到场的鬼魂 都是被那鬼东西害死的 你说什么 李赖子的一嗓子 不仅把一群小鬼吓了一跳 就连我都猛地坐起身来 不停地晃着脑袋 大儿子 别紧张 你睡你的 睡你的 在李赖子好顿 安抚下我才重新躺下 他擦了一把冷汗 生怕把我的疯癫的毛病刺激出来 你的意思是 几个村庄的交会处 出现了针对你们的鬼物 李赖子紧锁眉头 捏着下巴嘀咕道 不应该啊 屠宰场里的东西 没办法离开才对 我也提醒过你们 别靠近那鬼地方 难道 李赖子盯着一众鬼魂质问道 谁去招惹屠宰场的鬼魂了 赶紧如实交代 这不是坑人吗 我们没有 高小翠立刻回报道 要不是上次得知 这小傻子被绑到了屠宰场 我这辈子都不会靠近那鬼地方 我们都是一群游魂野鬼 完全没有做死的必要 那可怕的鬼物 绝对不是屠宰场里跑出来的 鬼知道它来自于哪里 总而言之 你要是再不帮忙的话 我们都得完蛋 鬼是人死后 脱离身体的魂魄 绝大部分的鬼魂 存在的人性多一些 所以他们更愿意 称之为自己是人 李赖子冷静了一些 他认真地分析到 你说的没错 依我看你们 也没做死的必要 再者说 那屠宰场的鬼物 是被圈养的 也的确难以逃脱出来 也就是说 你们遇到的鬼魂 是外来的 而且还吞噬你们的鬼魂是吧 对 高小翠楚楚可怜地说道 那鬼东西 估计已经存在几个月了 他貌似 喜欢抓捕毒刑的鬼魂 起初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发现 后来我们这群小鬼的数量 越来越少 才意识到了不对劲 就在刚才 我们放出了一个鬼魂 在十字路口充当诱饵 那该死的鬼物 将我们的同伴似的支离破碎 然后它吞噬掉了 鬼魂消散的阴气 我们怕得不行 第一时间来到了你这里 李大师 当初你答应我们的事情 没能兑现 但今天 不管如何 你都得帮帮我们 李赖子嘴角抽搐地 看向高小翠 满脸问号地问道 你的意思是说 你们用同伴充当诱饵 然后被那鬼物撕成了碎片 不然又能怎么办 你以为我们愿意啊 高小翠崩溃到 要不是亲眼所见 我们死绝了 都发现不了对方 你少废话 我就问你 帮还是不帮 帮帮帮 肯定帮啊 人情债难还 欠鬼的情分 更是不得不还 李赖子当初答应过的事情 没有完成 如今这些死在外面的 鬼魂登门求助 李赖子根本没法拒绝 不过李赖子 现在的确没啥本事 所以吧 这老混蛋寻提莫寻提莫 就把目光放在了我的身上 大儿子 醒醒呗 李赖子推了我两下出去 看个事 解决了有不少应得呢 我睡得很死 知识摆了白手你 招待着 我砍柴呢 李赖子无语地看着我 他知道我在做梦 也不敢过多刺激地 将我叫醒 大儿子 帮帮忙 都是可怜人 醒醒吧 咱欠他们人情 再不管 可就都死光了 这些死在外面的人 居无定所 连个阴宅都没有 这鼠酒隆冬的 还被其他鬼欺负 你忍心在家里睡大觉 你这年纪 怎么能睡得着呀 见我迟迟没有反应 李赖子趴在我耳旁 憋了个大招 大儿子 黄皮子又来了 皮 皮子 哪 哪呢 我瞬间起身 眼睛由浑浊变得清澈 又由清澈变得阴冷 整个过程转换得很快 片刻间 我便没了睡意 只见我抄起枕头 四处张望地寻找起来 别 别冲动 李赖子指着一行鬼魂 将事情的经过 跟我重新讲述了一遍 听过之后 我有些失落地穿着衣服 哀声叹气地说道 可惜了 不是皮子 李赖子见我穿上了衣服 他也紧忙地武装好了自己 揣好四块供奉牌位之后 我们两人加上一行鬼魂 便朝着村外走去 走到村口的时候 高小翠忽然间停下了脚步 他迟疑地看向李赖子 问道李大师 能解决吗 这 李赖子也停下了脚步 看了看我是啊 能解决不 我掏出柳家牌位 喊道大壮姐 出来钱活了 煞时间 我的月药便弯了下去 夜色下 我就好像 那勾楼的老头子似的 这也意味着 柳大壮被我请到了身上 在医院的时候 我请到了柳大壮 他当时的意思是 暂时留在我的堂口 后来可能是他对我的表现 还算满意 就没让我擦掉他的名字 回村之后 柳大壮也不再提及此事 这也是我能快速请他上身的原因 哟 今天收获不错呀 柳大壮盯着眼前的鬼魂们说道 确定是那种罪行累累的吗 是的话就可以动手了 这可是 一笔不小的应得呢 鬼魂们吓得接连后退 李赖子连忙上前解释 大壮姐 这些都是好鬼 来请咱帮忙的 听到了李赖子的讲述 柳大壮遗憾地盯着重鬼 真是可惜了 现在的鬼也是的 钱妈这么本本分分 亏你们还是横死鬼 一行小鬼吓得不轻 根本不敢指示我身上的柳大壮 不过有一句话 柳大壮说得不错 作为横死鬼 这群家伙的确挺失败的 一般的横死鬼 都比较难缠 但这些望山村的村民 却本分的不得了 估计是当时武家 锁住了望山村的原因 也有可能是他们 拿不到自己应急的缘故 总而言之 这些个小鬼 完全失去了成长的空间 和傻子 寻音符背上 我倒是想要看看 什么霸道的家伙 敢在咱家地头上耀武扬威 哦 我应了一声 拿出黄纸和朱砂笔 便走了起来 我一边走 一边写写画画 一直到了村庄外的十字路口 我才停下了脚步 同时 我手中的朱砂笔 也不再有任何动作 这件黄纸上 除了血红的朱砂之外 竟然涂增了一道黑线 那黑线 绝对不是黄纸上原本的痕迹 我拿起黄纸 贴着鼻子嗅了嗅 随之有些尖锐着声音说道 十字路口寻过客 谁家烟火 谁家乡 你有求来我必应 人要三魂鬼散阴 好家伙 这十字路口偷乡鬼 可不常见 你们这地头挺犯邪乎 我指着十字路口问道 几个村经常在这里烧纸什么的吗 没有啊 李赖子看着身前鸡米外的十字路口 嘀咕道 别的村我不大了解 但咱们望山村的后山 都是自家的坟地 要是上坟烧纸什么的 直接就过去了 很少有来十字路口祭拜的 我估计其他几个村子的情况也差不多 也应该没这么麻烦才对 我捏着下巴 想了片刻 说到那就有点奇怪了 香火不是很旺盛的十字路口 一般滋养不出来 这偷乡鬼才对 李赖子好奇地问道 大仙 偷乡鬼是啥啊 这名字听起来咋这么不正经呢 你又想哪去了 柳大壮解释道 十字路口偷乡鬼指的 是这种鬼魂专门抢夺活人烧的 名币和香火 在获得足够之多的香火之后 这玩意便开始害人害鬼了 所以我才问你 这路口是不是经常有人烧纸 起初的时候 偷乡鬼不足为惧 窃取香火名前的过程 是最好对付它的时候 一旦这东西害人害鬼 就意味着 它已经踏入了厉鬼的范畴 厉鬼擅长附身 更擅长蛊惑人心 偷乡鬼有求必应 它会利用人性的弱点 来蛊惑目标 当目标沉迷于虚幻的假象时 也就离死不远了 柳大壮指了纸黄纸上 收集到的阴气 这个路口上的偷乡鬼 阴气很重 这些小鬼形容的程度差不多 偷乡鬼能蛊惑人 也能蛊惑鬼 上了这东西的套 人丢命 鬼丢魂 基本没有能逃出来的 这么厉害 李赖子惊呼道 这简直是没有弱点啊 扯淡 柳大壮嗤之以鼻道人也好 鬼也好 乃至我们这些大仙 都不可能没有弱点 偷乡鬼索命的成功率高的离谱 但这东西挑选目标 则是颇为困难 首先 偷乡鬼阴气重得很 阳气稍微强成点的他 就十分惧怕 不敢招惹 除此之外 他找寻目标的时候 会提出一个诱人的条件 这个条件要是被拒绝 或者被无视 他就无法下手 人和鬼都是如此 就这么说吧 遇到他的话 不搭脸 甚至脆上一口 他都拿你没办法 原来这么简单 李赖子一下就来了自信 笑呵呵地问道 天上哪能掉馅饼 上当的人和鬼 简直没脑子 我摇了摇头 意味深长到人鬼 都逃不过一个摊字 有些话说着简单 做起来难 李赖子似懂非懂地问道 那怎么除掉他 应得应该不少吧 的确不少 但想要弦掉他 就看你有没有胆量了 柳大壮也不废话 直接说出了解决的办法 偷乡鬼是厉鬼 他害人的时候 要上身才行 你要是胆子大的话 可以答应他 对你提出的诱惑条件 答应下来之后 偷乡鬼就会上你的身 到时候 我跟何苦去揍你一顿 便可以将此鬼的阴气打散 如此一来也就解决了 听完柳大壮讲述的解决办法之后 李赖子的脑袋摇晃得如同波浪鼓一般 这什么馊主意 我绝不同意 李赖子指了指自己 质疑地问道 大仙 您认真的 打我能打散偷乡鬼的魂魄 这开的是什么国际玩笑 关键是 李赖子一脸委屈地说道 打我也就算了 还让那偷乡鬼上我身 拜托啊 上次被鬼上身的病根 还没痊愈 这次又打算让力鬼上我的身 再折腾我一遭 我还不得当场死过去 不同意 说什么也不同意 我呆头呆脑地看了看李赖子 随时说道 那就我 我来吧 我抗揍得很 从小到大 一听我自告奋勇 李赖子激动不已没错 这小子抗揍得不得了 村里从老到少 哪个说没踹过何苦两脚的 都算不上是望山村的人 他不行 柳大壮解释到第一 何苦请我上身 只有在配合着我的情况下 打你的时候 才能对偷乡鬼造成最大的危险 第二 和苦身上的阳气重 他出现在十字路口中央 偷乡鬼是不会出现的 反倒是你 因为之前被鬼魂赴了身 导致你的阳气 一直没能完全恢复过来 目前的你 绝对是偷乡鬼最佳的选择目标 李赖子唯米不振地低下了头 但很快 他猛地抬起了头 似乎想到了新的解决办法 只见李赖子 指着一旁的若前小鬼问到他们呢 难道不行吗 不是说那偷乡鬼 连其他的鬼魂都不放过的吗 他们 倒是可以 李赖子心头一喜 但柳大壮的下一句话 就给他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只不过 我不是五仙 何苦也请不来五仙 所以他没办法直接打鬼 之所以让你 去引出偷乡鬼 也正是这个原因 你的作用 是搭建与偷乡鬼建立关联的媒介 你自身也是可以锁住他的牢笼 办法还是和之前一样 一旦那偷乡鬼附在你的身上 我就会配合着小何苦用仙家的供奉牌 砸你 偷乡鬼虽说比较霸道 但说到底 他依旧是以阴气为主的鬼魂 只要偷乡鬼 被你的身体锁住 我们必然会把他打得魂飞破散 无非是时间长短问题罢了 李赖子嘴角抽搐的苦笑道 时间长短 难道不是问题吗 这不就是我被打死 还是留一口气的区分吗 你可以拒绝 我没有强求 柳大壮不慌不忙地说道 目前的办法 只有这一个 至少以我的能力来说 这是最优的解决方式 我是何苦躺口的柳仙 未必一定要趟这滩浑水 你最好弄清楚 这些小鬼找的是你 而并非他人 李赖子看了看 以高小翠为首的一型小鬼 只见他们可怜巴巴地 给李赖子传递着眼神 根本没打算给他留有任何退路 死就死吧 李赖子一咬牙 一跺脚 鼓起勇气问道说吧 要我怎么办 小何苦 给你干爸写一道风鞘符 好 我拿起纸笔 在柳大壮的帮助下 很是艰难地完成了这道符咒 艰难的原因和之前一样 我扛着柳大壮的时候 压力很大 每次动笔 我都觉得自己的身体 好像要散架了似的 好在我自身的性格比较坚韧 再加上这段时间 我或多或少的 也有所提升 要不然的话 这风鞘符 还真未必能够完成 完成符咒之后 柳大壮将黄指团成一团 递给了李赖子 你也是出马先生 应该知道 被上身是什么感觉 这道风鞘符你 塞进嘴里 一旦你被偷香鬼附身 我要你第一时间咬紧牙关 绝对不能张嘴 哪怕是打掉了牙 你也得往肚子里咽 闭嘴之后 风鞘符会锁住 你身上的蹊跷 蹊跷一旦封锁 任那偷香鬼再怎么厉害 也会被你锁在身上 从而无法逃脱 届时 我跟小何苦关门打狗 定让他有来无回 李赖子拿着纸团 狐疑地看着我 和我身上的大仙 关门打狗 我怎么觉得 你们在骂我 少废话 我就问你能做到不 柳大壮不耐烦地催促到机会 只有一次 你要是能坚持住 这些小鬼就有活路 要是你途中坚持不住 再想抓住那偷香鬼 完全没有可能 这么说吧 这块地头的出马弟子 能请来的大仙 也就我还上点档次 今晚要是失手 谁来了都白扯 听到这话 我和李赖子 很是默契地相互看了一眼 从医院回到村庄的这段期间 我和李赖子就暗中研究过 这柳大壮虽然是个文仙 但他的实力 以及作为大仙的地位 绝对不会是他自身描述的那么简单 有些事情 是要做对比的 我请来的灰头老鼠 的确能带给我一些压力 但相较于柳大壮 如同小山一般的压力 可以说 十几个灰大仙加在一起 都无法媲美 灰头老鼠看了时辰 打个地洞绝对没问题 但眼下这种麻烦事 我能请来的灰大仙 绝对无理解决 反观柳大壮 短时间内就找寻到了鬼魂的种类 更是给出了最佳的解决方案 就在我和李赖子 用眼神交流的时候 柳大壮这婆娘旁佛 看透了我们的内心对话 别挤眉弄眼的 你们也俩难不成 觉得我柳家打算害你们不成 柳大壮也不含糊 直接解答了我内心中的疑惑 牵轨败山之后 你何苦的名字 便已经在马家传开 你自己可能体会不到 但坏了五家十几年筹备的计划 就算你本领再怎么低位 也不妨按仙家们都知道了 有你何苦这么一个傻小子的存在 其次 我柳大壮自身对你比较感兴趣 就凑热闹来看看 而你的表现 也没有让我失望 这也是我没脱离你家堂口的原因 停顿片刻 柳大壮苦笑道 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柳家内部的情况 不比胡家太平多少 你何苦百家命 说不定以后真能有点成就 我率先出头帮你 也算是给自己的一笔投资 该解释的都解释了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我不善言辞 知识黑黑的傻笑了几声 李赖子嬉皮笑脸的恭维道 大壮姐好眼力 喊着大儿子 以后差不了 还劳大仙 您多费心 少废话 最看不上的就是你 柳大壮借助着我的脚 踹向了李赖子的屁股担子 随之呵斥 倒去站在十字路口中央 偷香鬼之药上套 就算给你打死你 也得咬紧牙关 绝对不能松口 流口气 流口气 李赖子将黄纸团塞进了嘴里后 便颠颠地 跑到了十字路口处 我眼神复杂地看着李赖子 在冷风中的身影 心中也难免生出了些许的担忧 只不过 我依旧一个字也没有说 柳大壮轻叹一声 保持点距离是明智的 百家饭 阴间饭都不是那么好吃的 一旦吃起来 也是要付出相应代价的 深夜中 我们的目光 全部锁定在了李赖子身上 一月的寒夜冷的彻骨 伴随着阴风的阵阵袭来 这股寒意吹袭的冷风 更犹如一把把锋利的匕首 不留情面地 切割在薄弱的皮肤上 十字路口的阴气越来越重 那些阴气从四面八方开始聚拢 而笼罩的目标便是独身一人 苦苦等待着猎物的李赖子 当然 究竟谁是猎物 目前还不好说 在我的视线中 那团阴气 化作了一道人形的轮廓 和之前一样 我依旧看不清它的长相 只知道这是一只不可小觑的厉鬼 越是强大的鬼魂 它在我眼里的表现 就越发地模糊 如果有一天 我的实力会成长起来 我能看到的鬼魂 也会更为地清晰起来 就好比眼下的小鬼高小翠 我就能看得七七八八 而不是单纯的影子 当然 没脸子除外 那种东西只是纯粹的弱小而已 孩子 冻坏了吧 来 婆婆给你披件衣服 慈祥的老妇人 站在了李赖子身前 她白发苍苍 面容和善 透露出一股 让人内心平和的亲切感 一件暖和的棉衣 被老人家披在了李赖子的身上 煞时间 李赖子只觉得这个寒冷的冬季 似乎也温暖了不少 这大冷天的 你这孩子喂食魔 要在这里傻站着 老人温暖的手掌 俯出着李赖子的面颊 柔和地说到孩子 听婆婆的 没什么事情是想不开的 李赖子还算清醒 她完全知道自己身处十字路口 更明白 眼前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 正是那诡异的偷乡鬼 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原本很害怕的李赖子 真的感受到了一股 难以形容的心安 尤其是披上了那件棉衣之后 她更是感受不到 源自于外界的丝毫寒意 此时此刻 我们也在夜色下 观察着李赖子的动态 她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那由阴气凝聚而成的轮廓 则是趴在了她的身上 正对着她的脸庞 吹着耳旁风 也许是因为这莫名心安的缘故 李赖子不仅没有了惧怕 头脑也清醒了不少 深知自己任务的同时 李赖子的头脑 也飞速地思考起来 只听李赖子深深地叹了口气 对着老夫人说道 婆婆 你不要管我了 这大冷天的 你也早点回家 让我自生自灭好了 孩子 你哪能说胡话 老太太的手 只触碰着李赖子的眼角 微笑着说道人这一声 无非是为了钱财 你这大半夜漫无目的的闲逛 想必也是为了钱而发愁 放心吧 孩子 咱们既然遇到了 也算是缘分异常 不就是世俗的钱财吗 我让你赚到盆满钵满如何 一听这话 李赖子当即点头答应 倒不是她清醒了老太太的言语 而是现在所经历的 本身就是我们计划中的一部分 偷香鬼擅长蛊惑人心 这东西害人之前都会拿出诱饵 来迷惑目标 若是此刻置之不理的话 偷香鬼根本发挥不出 她害人的本领 只不过 我们的目的是 打得偷香鬼 魂飞魄散 那么李赖子 就必须上当才行 为了更让老太太相信自己 李赖子感恩戴德地说道婆婆 只要你能让我赚钱 我这条命都是你的 孩子 只要你别难为自己 我保证你永远都不会为 钱财发愁 说着 老太太便握住了李赖子的手掌 然后指向了远处 原本 李赖子身处夜色之下 可当她顺着老人 所指的方向一看 只见一处灯火通明的建筑 赫然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建筑内传来了不少人的吆喝声 那里的气氛很是热闹 这种氛围 似乎也勾动了李赖子 藏在内心深处的某种熟知感 婆婆 这里是 赌局 老太太推开了大门 只见屋子内的男男女女 正热火朝天地 进行着各式各样的赌局 赌局的方式五花八门 各种各样的赌局 更是凌亡满目 看到这一幕 李赖子心头猛地颤动了几下 她明明知道 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假象 可这种场面 还是让她心头不安起来 早些年的李赖子 五毒俱全 成为黑山女婿的那一刻 她就丢掉了以前不堪的过往 可今天 这一幕幕熟悉的感觉 竟让她有种说不出来的怪异滋味 本能的抗拒 让李赖子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但那老太太 自然不会给她离开的机会 偷香鬼 一把抓住李赖子的手 带着她来到了赌桌旁 只听到老太太 说到孩子 你背着我 我告诉你压什么 我保证你 一把都不会输 李赖子心跳飞快 她尽可能地让自己保持清醒 她明白 这老太太 已经要害她性命了 眼下的这一步 绝对是我们能否除掉偷香鬼 最为关键的一环 行 赌了 李赖子说的 或许是这场赌局 但更多的是她拼了命 拿自己当诱饵的决心 背起老太太之后 李赖子便将手中的筹码 按照偷香鬼的吩咐 压在了堵桌上 与此同时 李赖子也紧咬牙关 开始一言不发 当她闭嘴的那一刻开始 风翘服便发挥出了全部的作用 那偷香鬼 已经被彻底地封锁在了李赖子的身体当中 难以脱离 成了 柳大壮指着李赖子的身影说道 傻小子 看出傻变化没有 嗯 看到了 我点了点头 一边跑向李赖子 一边说到阴气 阴气都跑进了赖子的嘴里 一丁点都没有散落出 出来 这就对了 柳大壮笑道 只要李赖子不松口 这偷香鬼 必然是死路一条 小子 这关键的接骨眼 可不是讲情面的时候 我要你 配合我狠狠地打 往死了打 那偷香鬼死得越快 李赖子遭得最越少 同时 这些外界的鬼魂 才能存活下去 机会只有一次 一旦失败 根本无法补救 听明白没有 我 我知道 来到李赖子身旁 我果断地抄起了两块供奉牌 刚想动手 我身上的柳大壮 便阻拦了我的动作 胡家的和白家的吧 咱柳家自己人 别这么活 哦 我将柳家堂口的供奉牌 放进了口袋 取而代之的 则是白家的供奉牌 傻小子 动手 柳大壮一声令下 我双手便左右开弓 只见我左手 抡起了胡家牌位 右手 抡起白家牌位 猛地砸向了李赖子的脑袋 砰的一声闷响 李赖子的身体 笔直地倒了下来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撕 柳大壮到心一口凉气 眼睁睁地看着李赖子的脑袋上 渗出了丝丝血迹 与此同时 我骑在了李赖子的身上 将两块牌位 再度对准了他的脑袋 等 等一下 柳大壮及时地制止了我 哭笑不得地说到 你干霸又不是尸骨 打脑袋浅骂 你这傻小子 怎么这么愣呢 打身上 效果一样的 照你这个打法 偷香鬼没魂飞魄散 你干霸估计先见阎王爷了 我身子向下挪了挪 嘀咕道你 你不早说 又是砰的一声 两块牌位 砸在了李赖子的月胸口处 在供奉牌 和李赖子身体接触的一瞬间 我能明显感受到 李赖子的身体 在本能地颤动个不停 真他妈了 看来我怕你感情用事的担忧 是完全多余的 无可奈何的柳大壮 暂时接管了我的身体 他将李赖子身后翻了过来 随之指着他的屁股担子 说到看见没 往这打 至少打不死人 你这家伙 和你干爸有仇啊 我目光死死地 盯着李赖子的屁股 接下来便是狂风暴雨般的招呼 至于手下留情 根本不可能的 这家伙总说我抗走 我今天也试试 他抗不抗走 在柳大壮的配合下 我每一次抡起牌位 都能打散不少阴气 而这些阴气的来源 正是那被困在李赖子身体当中的偷乡鬼 只不过 外界的我打得如火如荼 着了袋的李赖子 可就没这么舒坦了 孩子 这把鸭三个六 我保证 你能够潇洒活十年的钱 趴在李赖子身上的老太太 不停地蛊惑着她 只不过此刻的李赖子 似乎失去了对于赌博的热情 只见李赖子抱着脑袋 蹲在地上 极度委屈地抽气得不停 孩子 怎么了 不舒服吗 李赖子摆了摆手 她痛苦地咬紧牙关 强撑着自己 保持着一言不发 此刻的李赖子 恨不得给我活埋了 想都不用想 这一定是我这个愣头亲钱的好事 下一秒 李赖子面目猙獰地捂住了月胸口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李赖子双目空洞地 顶着头顶的灯光 她已经下定了决心 这次出去之后 非得把我挂在村口的大树上 折磨个三天三夜才算解气 谁曾想 在李赖子坐在地上的下一秒 一股火辣辣的痛感 便从她的屁股上袭来 关键是 这一次的痛苦 是一浪接着一浪 那叫一个酸爽 李赖子紧握着拳头 艰难地跪在地上 为了不影响整个计划 李赖子颤抖地将手中的筹码 扔到了三个六上面 而她自身 早已经哭成了泪人 啪 啪 啪 供奉牌不停地 打在李赖子的屁股上 每一下都可谓不留情面地下了死手 估计这胡家和白家的两块牌位 回去又要被我好好修复一下才行 片刻后 我渐渐放慢了动作 同时 我的脸上也浮现着 一抹疑惑的神色 喂 别心软啊 柳大壮连忙提醒到你 干把自己都没吭声 你要是现在停手 反倒是害了他 不 不对 我指着李赖子嘀咕到阴气 越 越来越少 不对劲 怎么不对劲 这是正常现象 柳大壮催促到 阴气越来越少 表明着咱们的办法有效 这也意味着 偷香鬼的鬼魂 已经所剩无几 加把劲 应该快要结束了 我说 不对 我喊了一嗓子 固执地说到 打出来的 的确是偷香鬼的阴气 但我们在观察李赖子的时候 我计算过阴气的大致数量 目前来看 打出来的只有一小半 这绝对不是偷香鬼 要魂飞魄散的征兆 我确定 绝大部分阴气 还在赖子的身体里 而且那些阴气极不正常 也未必是偷香鬼的 刘大壮有些发正地叮嘱我 询问到你是说 你在偷香鬼 没上李赖子身的时候 就计算过 那厉鬼总体阴气的 大致数量 还有 你说话咋这么利索了 不傻了 我很是清醒地点了点头 对不上 阴气的数量对不上 大壮姐 我们一定是忽略了某些关键 或者说 我们上当了 刘大壮一头雾水地说道 不能吧 你是不是多虑了 再说了 谁这么无聊让你上当 没事吃饱撑的呀 我拿着供奉牌位 极度认真地思索了片刻 随之分析到大壮姐 你说有没有可能 是什么东西 利用偷香鬼的阴气 作为伪装 或者说用那些阴气 包裹着某些特殊的气息 一同附在了赖子的身上 这 刘大壮犯起了嘀咕 可能倒是有可能 但要耗费不小的精力 你要知道 偷香鬼本身就很罕见 用这种罕见的厉鬼 来实行一场阴谋 似乎没那个必要吧 谁有那种闲心不成 黄皮子 当我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 李赖子的口中 发出了一股阴结的笑声 紧接着 只见李赖子转过头来 同时 一股细微残留的阴气 从李赖子的口中飘散出来 此刻属于偷香鬼的阴气 已经无关紧要 真正让我在意的是 李赖子脸颊两侧的黄色绒毛 以及那只呈现着金黄色的瞳孔 这种状态明确地表明着 眼下的李赖子 已经被黄皮子附了身 和傻子 你这不是挺聪明的吗 我还以为 你会一直被蒙在鼓里 李赖子声音尖锐地说道 你这傻娃子 比你身上的那条长虫 要精明得多 你分析得没错 偷香鬼的阴气汁 是为了包裹住咱皇家大仙的气息 咱们之间的这笔债 可不会因为你成了出马弟子而结束 你到底想牵什么 我抡起供奉牌的一瞬间 李赖子便应急地笑道打呀 看看你能不能给咱家打出来 或是说你这干爸真的那么抗奏 何苦 没用的 柳大壮目光如炬的冷声 道同为五家大仙 你手中的供奉牌 打不走黄皮子 提醒了我一嘴之后 柳大壮变盘稀坐在雪的里 面带微笑地看着李赖子 缓缓开口到小黄皮子 一嘴一个长虫 是你能叫的 别说从前或是以后 今天我柳大壮在何苦堂口上马 那么我柳大壮 就是何苦的领堂仙 如此我便多问你一句 你这黄皮子 可敢与我作对 言语间 我的瞳孔 也变成了一条黑色的竖线 同时 我整体的气势也陡然暴增 相应的代价 则是我撑起的那座小山 庞佛又沉重了很多 李赖子手忙脚乱地向后退去 在这一刻 他似乎被吓到了 你 你不是一般的长虫 叫我 柳仙 伴随着我的一声怒吼 被黄皮子附身的李赖子 瞬间跪倒在地 我也不知道 这黄皮子 为何如此惧怕柳大壮 但我确定 我身上这婆娘 比我最初预料的还要厉害 而且 厉害的绝对不止是一心半点 气势压倒对方之后 柳大壮冷身威胁到 现在离开 我当作无事发生 否则 后果自负 我不可能走 李赖子身上的黄皮子说道 这是皇家的复仇 你有胆量 就针对我们整个皇家好了 何苦 跟我走 柳大壮一句废话都没有 他带着我 走到了李赖子身旁 随手拔下来 一根他脸上的绒毛 紧接着 柳大壮将那根绒毛 放在了我的舌头上 同时 我嘴里也发出了嘶嘶的声响 就这样 我和柳大壮消失在了夜色下 不知要去往何处 二十分钟前 同一时间的李赖子那里 三个六 伴随着头中打开 三个六的点数 赫然显现出来 李赖子捂着屁股 整个人都近乎崩溃 他硬是一声不吭 紧咬牙关的模样 着实像是个汉子 孩子 看到了吧 婆婆说过 保证你一局不输 怎么样 还满意我给你精心准备的礼物吗 李赖子木讷地点了点头 他根本不关心 这场狗屁的赌局 会赢得什么 他只想要外界的我们赶紧结束 然后他好 赶紧回家养伤 看样子 你很满意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老太太趴在李赖子的耳旁 下一秒 他的声音没有了之前的柔和 反倒是变得冰冷无比 可你呢 却想着 该如何对付我 这是你给我的回馈吗 李赖子极被发亮 心中暗道不好 周围的灯火通明 一瞬间消失全无 取而代之的 则是无尽的黑暗 你以为你不张嘴 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了吗 仔细看看 我是谁 绒毛和皮肤的接触 让李赖子的脖梗有些发痒 缓缓转头 只见尖锐凶狠的嘴脸 正趴在他的肩膀上 李赖子睁大眼睛 惊恐地看向那张面孔 此刻 哪里还有和善的老人 只剩下了一只阴险的黄皮子 慌了神的李赖子 一把将黄皮子甩了出去 那黄皮子砸落在的面 嘴角泛起一道诡异的笑容 李赖子 你可以说话 偷香鬼已经魂飞魄散了 真正找你的是 我们黄家 李赖子知道我们上当了 他也清楚 紧咬牙关 已经完全没有了必要 黄 黄大仙 您怎么来了 李赖子胆怯地说道 之前的事情是我们做得不好 您大人大量 何必跟我们这些小角色计较呢 小角色 黄皮子摆了摆爪子 你们可不是小角色 黄家数百口族人都死在了你们手里 你的 怎可能是小角色 我说的没错吧 李赖子深知难逃此界 他鼓起勇气问道你 你究竟要钱吗 不钱吗 寻仇而已 黄皮子直着身子 像人一样 走到了李赖子身前 他将不大的小爪子 放在了李赖子月药间 缓缓开口道复仇的方式有很多种 死亡是最没意义的选项 你与那何苦最大恶极 无穷的折磨 才是最好的报复方式 这是第一次 也是刚刚开始而已 五毒俱全 你貌似很喜欢 那为何不做真实的自己呢 下一秒 李赖子忍不住地哀嚎一声 只见那黄皮子的爪子 已经没入到了李赖子的身体当中 哀嚎停止的那一刻 黄皮子的爪子 也从李赖子的身体中抽了出来 同时 出现在黄皮子手上的 还有一团跳动的阴气 放心就好 黄家没打算 这么快要了你们爷俩的性命 这笔债 黄家允许你们 慢慢偿还 伴随着黄皮子握拳的动作 那团跳动的阴气 瞬间烟消云散 消失全无 夜色下 一个勾搂着月药的身影 快速地奔跑 那个人并不是什么 上了年纪的老人家 而是扛着柳大壮的我 气喘吁吁 用来描述我并不合适 事实上 当我停下脚步的那一刻 我感觉自己 已经要断气了 我跪在地上 双手颤抖地支撑着地面 有气无力地嘟囔到 大壮姐 你能减减肥部 还有 早知道要跑这么远 你为啥不先回到 供奉牌里面去 柳大壮严肃地说道 为了威慑一下那黄皮子 我多爆发出了一些气势 所以你会感觉到 比之前更为沉重的压力 至于你问我 为什么没回到供奉牌里 我想我是忘了 忘了 我瞪大双眼 气得简直要吐血 就因为他的一句忘了 我差点累死在半路上 好了 不要在乎过程 重点是 我们到地方了 柳大壮抬手指着 我身前的枯井黄皮子 就在里面 他 便是附身于 李赖子的那只 皮子在这里 煞时间 我双眼放光 整个人月药也不酸了 背也不痛了 甚至沟楼的身躯 好像都挺直了不少 小何苦 柳大壮认真地提醒到 黄皮子 这玩意 记仇得很 我也不知道 带你来这里 是不是正确的决定 李赖子被黄皮子上了身 是我考虑不招 也的确是我走了眼 更可恶的是 那黄皮子欺人太甚 竟然叫我长冲 所以 我带你找到了他 至于怎么处理 你自己决定 我捏了捏拳头 黑黑地笑得很好解决 这事我说 话音刚落 我便冲到了井口旁 别看我现在清醒了不少 但我的举动吧 似乎和傻子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连观察都没有观察 只见我纵身一跃 果断地跳了下去 好在枯井不深 李妹又堆了不少积血 要不然的话 摔个骨折什么的 都不怨别人 几分钟后 我将死透了的黄皮子尸体 从枯井中扔了出去 同时 我也抬头看向了井口处 大壮姐 我提莫了提莫滑溜溜的石壁 又目测了一下高度 我该怎么出去 我哪知道 柳大壮气急败坏道 你这问题 不应该是跳下来之前考虑的吗 你这傻娃子 打黄皮子时 打得那么起劲 现在知道犯愁了是吧 呃 我挠了挠头 尴尬地笑了笑一听 有黄皮子 在这儿 我就激动得不得了 以至于当时的我 根本没考虑那么多 您本领大 给想个办法 柳大壮叹了口气 郁闷地说道 等着吧 一会就有来帮忙的了 站在科学的角度上来看 很多动物是需要冬眠的 站在非科学的 马家角度上来观察 这些有了些气候的五仙 根本没冬眠这一说 七八条蛇缠绕在一起 如同绳子一样 延伸进了枯井里 这便是我逃离的方式 回去的路上 我拎着我的战利品黄皮子 哼着小曲 心情愉悦的原路返回 你向来都这么没心没肺吗 柳大壮语气 有些担忧地问道 和傻子 你有没有想过 黄皮子为何要针对李赖子 针对李赖子 我脱口出道 他们不是针对我来的 应该是李赖子倒霉吧 如果站在十字路口的是我 找了道的 不也同样是我吗 不可能的 柳大壮解释道 黄皮子精明得很 你身上的阳气重 利用偷香鬼 根本没办法算计到你 反观李赖子当下的状况 完全符合我们计划的实施 这更是我们上当的原因 所以 我敢断定 这一次 黄家是冲着李赖子来的 哦 我应了一声 说道 应该是没区别吧 黄皮子既恨我的同时 也既恨着赖子 他们肯定想要把我们爷俩都弄死 才肯罢休 唉 管他那么多钱吗 我抓着黄皮子的尾巴 转了两圈 一脸无所谓地笑道 这玩意见一个弄死一个 见一窝 一个不留不就好了 只要我活得够久 说不定能看到黄家 被出名于五仙之列的那一天 希望如此吧 刘大壮深深地叹了口气 难难道之不过 以我对黄家的了解来看 这件事 似乎没这么简单 我大大咧咧地哼着小曲 摆出一副 漠不关心的模样 但某个瞬间 我的眼神却冰冷到 不像是活人该有的模样 回到村外的十字路口处 我疑惑地看着脚下 问道赖子人呢 该不会被一群黄皮子 给抗走埋了吧 小何苦 是你吗 我看向身后的阴暗处 只见身着红裙的女鬼高小翠 正探头探脑 小心谨慎地询问着我 赖子人呢 我皱眉问道 该不会真被黄手狼 给弄走了吧 没 没有 高小翠紧张地回答到 大概半个小时前吧 李大师醒了过来 他动得不行 嚷嚷着自己快要死了 我们也不知道您去了哪里 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所以 只能护送着李大师回去 至于我则是留在这里 等您和老仙回来 哦 这样啊 我松了口气 朝着村口 走去醒了就好 这家伙生命力还是很顽强的 应该没问题 紧随其后的高小翠 补充道 李大师的情况 貌似也不是很好 他站都站不起来 应该是爬回去的 正如高小翠所说的那样 李赖子的生命力固然顽强 但他的惨 也绝对没有夸张的成分 我走到村子里的广场附近 隐约中看到了地上有什么东西 正在蠕动地爬行 当时我还好奇地 对着柳大壮问了一嘴 问他 这是不是护送咱们的长冲 结果柳大壮说 那是李赖子 听到这话 我才冲上前去 将他扛在了肩膀上 到家之后的李赖子 姿势怪异地趴在炕上 他满脸是血 这些血迹 是我给他脑袋开了瓢导致的 而他的姿势 更是怪异地不得了 李赖子屁股撅得老高 月胸腹却不敢贴在炕上 怎么看 都觉得他的模样不是很雅观 赖子 你 喝点水 你 你给我闭嘴 李赖子手指颤抖地指着我 骂骂咧咧到小王八蛋 等我好了我不给你 挂在村口的大树上 折磨个三天三夜 我 我就不幸李 钱妈生那么大的气 我呆头呆脑地询问到喜巴脸 还是吃点东西 总之 要帮忙的话你就说 滚 滚蛋 气头上的李赖子 咬牙切齿到 你个没脑子的愣头亲 打鬼是这么打的吗 你给我滚蛋 好吧 我脱了衣服 倒头就睡 等李赖子再想叫醒我的时候 我已经睡死过去 可能是我体力透支太严重的缘故 这一次 哪怕是李赖子 喊出了黄皮子三个字 我都没能从睡梦中清醒过来 至于李赖子 她则是保持着怪异的姿势 在炕上挨忧了一整晚 等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李赖子的脑袋上和屁股上 已经缠满了纱布 她趴在炕上 挂着吊瓶 摆出一副活不起的模样 赖 赖子 我身体微微抽搐 磕磕巴巴地问到你 你咋样了 哎呦 李赖子恨不得弄死我 但稍微动一下 她这浑身的骨头结 就没有不疼的地方 不知道是跟自己妥协了 还是懒得和我这个傻子计较 李赖子有气无力地说到我死不了 你给我弄点吃的 能填饱肚子就行 哦 没问题 我穿好衣服 准备给李赖子做个饭 但刚走出两步 我便回头 看向了李赖子的屁股 赖子 诊所的刘 刘大夫说 你给我滚去做饭 李赖子咆哮到老子掏眼了 做好饭后 李赖子趴在炕上狼吞虎咽 见我要出门 他好奇地问到你 这是钱吗去 我晃了晃手中的两块供奉牌 说道修 修复一下 哦 去吧 别乱跑 拿着供奉牌 我便一头钻进了仓房 用老爷子留下的木匠工具 小心翼翼地填补着供奉牌上 砸出的缺口 花了一个多小时 两块牌位崭新如初 刚想走出仓房 我突然间看到了黄皮子的尸体 昨天到家之后 我就随手把黄皮子扔了进来 要不是刚刚瞟了一眼 我险些忘记了 昨晚所获的战利品 看了片刻 我呆愣的脑袋里 渐渐出现了个有趣的想法 又忙活了一会儿 我回到了房间 同时把我的杰作 摆在了李赖子身前 赖子 看看 咋样 李赖子低头一看 险些没被吓死 只见那黄皮子浑身僵硬 呈现着跪拜的姿势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 黄皮子的右手指 剩下了一个中指 关键是 这根中指还是竖起来的 李赖子脸色苍白 哭腔着说道 小祖宗啊 我心脏不好 你能不能别吓唬我了 这黄大仙被你弄死也就算了 你还让他跪着 赶紧拿走 我可受不起黄大仙的跪拜啊 我歪着脑袋 一脸天真的说道咋 咋就受不起 他害你 就得跪下认错 祖宗哟 我早晚要死在你手里 李赖子就是站不起来 要不然 他非得跪在地上 黄皮子磕几个头不渴 慌慌张张的李赖子 连连摆手大儿子 你听我的 赶紧把黄仙的尸体埋了 埋好之后上炷香 白点供品 可别胡作非为了 我不 我用脚尖踢了踢黄皮子 笑呵呵到多好玩 下次 下次见到 还弄死 李赖子面如死灰 生无可恋的苦笑 道你真是个祖宗 哎怎么样怎么样吧 我也管不了你 不过话说回来 那黄仙的右手咋回事啊 我怎么觉得你在骂我 这是在骂人吗 我瞅了瞅黄皮子 树立的中指 傻笑到 其余几根手指不小心弄 弄掉了 我 我觉得这样挺可爱的 李赖子欲酷无泪 刚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只见那供奉着柳家 牌位的柜门 突然间打开 随之 我的月药便弯了下去 这也意味着 柳大壮这婆娘 招呼都不打一声 便附在了我的身上 下次 下次来的时候 能不能通知一声 我好 准备准备 我吃力地嘟囔着 不过柳大壮 却没有搭理我的意思 他低头看了看 地上的黄皮子尸体 忍不住地笑到什么造型 这小玩意挺别致啊 嘲弄一嘴之后 柳大壮将目光 放在了李赖子身上 整体的气势 也随之变得严肃起来 李赖子 我问你 昨天被偷乡鬼附身之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 黄皮子啊 李赖子如实地说到 我就知道 黄家绝对不会放过 我们爷俩 被偷乡鬼蛊惑之后 我便走进了一家赌场 那偷乡鬼 引诱我进行赌局 说 让我赢得盆满钵满 为了完成咱们的计划 我很配合他玩了几把 当然 我知道那些 都是虚幻的假象 只不过 说到这里 李赖子语气激动地指着我 这个小王八蛋 差点给我打死 要不是老子命大 我早就被他送去见 阎王爷了 他的确是呆头带矛 要不是我阻拦 恐怕你真没命回来 柳大壮继续问到之后 一定要说得详细点 我总觉得这件事情 不大对劲 之后 我就看到黄皮子了 李赖子咬牙切齿道 这玩意阴魂不散 看到黄皮子的一瞬间 我就知道 咱们上当了 他用言语威胁了我几句 说要报复我们爷俩 还说这笔债 要和我们慢慢清算 更是要我们承受 比死亡更可怕的痛苦 说实话 我挺怕的 现在更加慌张 李赖子 指了指跪在地上的黄皮子 问到大壮姐 你看我俩还有救吗 就以何苦 这对黄皮子的手段来看 我哪知道 柳大壮他那口气别说 你们爷俩 就咱们其余四家 都知道黄皮子 记仇记得厉害 轻易之下 我们都不愿意主动招惹 走一步看一步吧 万事小心 黄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所以呢 你也别想着跟黄家和解 反倒是何苦的手段 让我刮目相看 这愣头青 也着实让黄家难受的不行 柳大壮咳嗽了一声 继续说到扯远了 你继续讲你的 我想 黄皮子千方百计地上你身 该不会只是为了威胁你两句吧 这不是他们的行事风格 何况 黄家为了报复你们爷俩 连投降鬼都用上了 手段不该如此简单 才对 李赖子回想了片刻 再次讲述起来 当时胃下的不轻 好顿威胁过后 那黄皮子的爪子 伸进了我的身体里 然后抓出来了一团 类似阴气的东西 或许那的确是阴气 在之后的话 那黄皮子捏碎了我的那团阴气 当时除了比较痛苦之外 也没有特别的感觉 反正那鬼东西 就一直笑个不停 直至他面色大变 魂飞魄散 想笑也笑不出来了 那时候我就知道 是你们打死了黄皮子 我也就放心了不少 等我醒来的时候 我趴在雪地里 不管是脑袋还是屁股 都疼得不行 我怕我冻死在十字路口 就依靠着我坚定的意志里 爬了回来 哦 对了 那群鬼魂 还给我加油打气来着 直至爬到广场 你们追了上来 李赖子越说越气 直至我再次 劈头盖脸地骂了起来 你个小王八蛋 下手没轻没重 老子我一把年纪了 是这么折腾的吗 我一副呆头呆脑的模样 根本没把李赖子的话 放在心上 反倒是柳大壮挫着眉头 难难到阴气 肯定不是普通的阴气 柳大壮连忙吩咐到小何苦 给你干把描个骨 我看看他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描骨 还没等我有所动作 李赖子便担惊受怕地 喊了一嗓子 大仙 描骨的作用 是不是检查魂魄 是否有严重的损伤 您觉得我魂魄被破坏了 我不清楚 柳大壮微微摇头 昨晚回来之后 我就一直在想 黄皮子究竟打算钱什么 听你描述的经过 我并不觉得 黄家之是为了用言语 威胁你那么简单 而且 你那阴气也不是什么金贵的财宝 他们犯不上搭了一条黄仙的性命 来针对你 所以 细致的检查 还是很有必要的 一听这话 李赖子连忙催促起来小王八蛋 跟大壮姐好好检查一下我的身体 千万别疏忽了 老子要是死了 做鬼也要扒你一层皮下来 我呆呆傻傻地拿出了几张黄纸 分别扑在了李赖子背后的各个地方 紧接着 我一边唱着神调 一边用朱砂笔 在他的背后描来描去 而柳大壮也是全力配合 压得我喘气都破为困难 十几分钟后 我将描好的黄纸铺在了炕上 仔细地查看起来 没 没啥问题 我检查一番之后说到 除了被鬼上 身折腾后的阴气虚弱之外 魂魄很完整 没有缺损 嗯 的确如此 柳大壮想了想 随之说到翻个身吧 描一下正面 免得有所遗漏 翻身 李赖子连连摇头别 千万别 我屁股一沾炕 那滋味简直要死 我 啊 你个畜生 很是抗拒的 李赖子话都没有说完 便被我翻了个面 他一边哀嚎 我一边描鼓 反正谁都不耽误谁 顺利进行就可以了 又花费了一些时间 李赖子满头大汗地趴在了炕上 我也细心检查着几张新的黄纸 缓 还是没大问题 阴气弱 谷子虚的毛病 慢慢恢复就可以了 柳大壮忧心忡忡地点了点头 的确没问题 魂魄也确实很完整 难不成 黄皮子真的只是抓取了李赖子身上的一团阴气 而他们的目的 也只是要威慑一下你们爷俩 不能啊 黄皮子现在这么嫌的慌吗 里里外外 算是给李赖子检查了个遍 他的魂魄 没有一丁点的缺损 稍微麻烦点的 便是被厉鬼附身 以及他自身的皮外伤 不过这类问题休养一段时间 也就没什么大碍了 反正这家伙皮操弱厚 只要没死掉 就能挺过来 确定没什么大问题 柳大壮也重新回到了堂口 他临行前叮嘱李赖子 要多注意自身的情况 也要我好好照顾他 之后的几天里 李赖子看 我的眼神充满了怨恨 不过在他伤势好转之后 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毕竟他一把年纪 也不会真的 跟我这个愣头轻计较 知识不知道 他以后还信不信礼 时间过得很快 日子过得也算安宁 转眼间 便来到了新年 家家户户张灯结彩 四处皆洋溢着过年的喜庆氛围 很多人都说 现在的新年越来越没意思 但对于我们这偏僻的小村庄来说 过年依旧是一年到头来最重要的节日 面朝黑土 背朝天 忙碌一整年的村民们 迎来了最清闲的时候 杀猪宰羊也完事儿了 外出务工的村民 也回到了家乡 接下来的日子里 就是嗤嗤鹤 以及农村不得不提及的恶习 刷钱 农村的赌博风气出奇的差 从除夕到正月十五 排桌上就没有缺人的时候 有些赌鬼 甚至会把上一年赚的钱 全部都输出去 而且这种情况 不在少数 除夕夜 李赖子说要出门走走 而我则是孤零零地待在家里 说实话 我想念老爷子了 我和爷爷相依为命 日子过得很是结局 每当除夕夜的那晚 他都会给我包 一顿肉多菜哨的饺子 还会在跨年的时候 放一挂千响的鞭炮 简单的流程下 我们爷孙二人的年 也就这么过去了 而今年 李赖子买了很多 以往我没见过的年货 可这一次 我却看不到爷爷那张慈祥的面容 彩色电视机上 播放着不是很有趣的连环晚会 我则是目光呆滞地躺在炕上 闻着浓烈的香火味 今年的供奉 摆满了整个屋子 比之前十多年 加在一起的供奉还要多 也许 四家堂口的大仙们 比我更享受新年所带来的喜悦吧 快到九点的时候 门口传来了脚步声 我以为是李赖子回来了 结果窗口处 却传来了一个 让我不是很熟悉 但也不陌生的声音 小苦哥 在家吗 小苦哥 我侧头看着窗口 打亮着外面的那道人影 还别说 小苦哥这三个字 是我长这么大 头一次听见的称呼 谁啊 有事吗 我 赵小军 听到这个名字 我想了片刻 脑子里也有了点印象 这不正是上次将我塞进麻袋里 带到了屠宰场的孩子头吗 他怎么来了 只听赵小军小心翼翼地说道 李叔去我家了 我寻思你自己在家也没啥意思 所以来问问你要不要出去玩一会儿 玩 一会儿 我从炕上坐了起来 不知为何 此刻我的心情 竟然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感 玩这个字眼 对我来说 陌生的不得了 过了年 我也二十了 这个年纪的人有的 在读书 有的步入社会 也有不少人 还在无所事事的混日子 我的童年 是苦涩的 我没有体会到 孩子们欢声笑语的快乐 陪伴我的知友 疯疯傻傻的浑浑噩噩 以及别人的打骂和白眼 突然间接到了玩的邀请 竟然比我遇到了鬼怪 还让我不知所措 见我迟迟没有答复 窗外的赵小军忐忑地说道 小苦哥 你要是没时间 我就先走了呀 等一下 我穿好了鞋 走出了家门 对着窗口处 有些紧张的赵小军 问到去哪玩 赵小军脸色不大好 估计是面对我的时候比较害怕 但不得不说 这小子的胆量还是不错的 那晚在屠宰场的时候 也就这家伙 没被吓得哭爹喊娘 听到我的问题之后 赵小军拿出了一个布口袋 摇晃了几下 口袋里发出了硬币碰撞的声响 他笑呵呵地说道 去游戏厅 家里人批准的 这次不用担心被抓 好 走吧 说实话 我并不知道游戏厅是什么地方 而我选择和他们一同出发 只是我想玩一次 门口还有几个半大小子 他们颤颤巍巍地 跟在我和赵小军身后 连大气都不敢喘 说来也是奇怪 我从小到大都在村民的打骂中度过 结果 不管是大人也好 小孩也罢 他们对我的畏惧 好像更多一些 夜色下的小路上 我对着几个半大小子问道 你们为师摩不说话 其他几个孩子低着脑袋 一言不发 赵小军见气氛有些尴尬 插开话题对我问道 小苦哥 你好像正常了呀 之前的小毛病 这是痊愈了吗 还没 我微笑着说道 你们来得巧 我每天比较正常的时候 也就两三个小时 啊 是这样 赵小军继续说道 上次屠宰场的事情谢谢你了 我们什么都没跟大人说 但我清楚 那天是你救了我们 没什么好些的 我如是说道 离开之前 我想让那屠夫弄死你来着 只是我爷爷不同意 你才捡回了一条命 听到这话 赵小军一个裂剪 双腿发软的他 险些摔倒在雪的里 我疑惑地看着他 不太明白 他卫视膜突然间表现得如此紧张 其他几个孩子脑袋埋得更低了 他们心跳加速的声音 似乎都能传进我的耳朵里 走了一段距离后 赵小军苦笑道 小苦哥 其实吧 这种事情 你不用告诉我的 我今天来找你 是因为我二舅的威胁我才来的 你这么一说 下次我又不敢找你完了 为什么不能说 我脑子转不过弯地说道 你们上次想要害死我 我觉得我利用恶鬼害死 也无可厚非 知识没成功罢了 耶 很寒冷 但赵小军的额头上 却不停地流淌着汗水 直至走到一间平房的时候 赵小军笑着打起了哈哈 小苦哥 不说这个了 以后咱都是好朋友 走 进去玩 我请客 跟着赵小军他们 进到了游戏厅里 琳琅满目的机器 让我眼花缭乱 你要说我喜欢吧 其实我什么都不懂 但不得不说 这些新奇的玩意 真的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只不过 我的到来 让原本热闹非凡的游戏厅 变得冷清了不少 就连这里的老板 都躲得远远的 并且 在我玩上游戏的时候 他还叫着赵小军 窃窃私语了片刻 赵小军他们很耐心地 教我如何玩游戏 我也很是投入地 进行着并不娴熟的操作 就这样 属于我人生的第一场玩 就这么稀里糊涂地 进行了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游戏厅的人越来越少 夜里十一点多的时候 赵小军的手机 响起了催促的铃声 接通电话 赵小军态度恭敬地说道 二九 赵小军的二舅便是何庆 从这里能看得出来 这孩子王爷 并非是天不怕地不怕 说了几句 赵小军看了看我 对着电话那头回应道 小苦哥也在这 我这就带着他回去 之后 赵小军便挂断了电话 同时他对我说道 小苦哥 李叔好像玩上头了 貌似说了不少 我二舅说 让你过去看看 给他带回去 赖子妈 我疑惑地问了一嘴 他也在打游戏吗 赵小军愣了愣 随着摇头解释道 我出来的时候 李叔就在和我二舅 他们打牌 也就是俗称的赌博 赌博 我一边走一边嘟囔到 赵子说 他已经很多年不赌了 站在何庆家的 二层小楼门口 我便听到了李赵子 骂骂咧咧的声音 走进屋内 吃剑桌子也掀翻了 扑克牌也散落了一地 背对着我的李赵子 指着几个大男人 叫喊个不停 来 继续 当老子输不起是不是 我还没说走 你们凭什么走 不让赢回来是吧 何庆上前安抚到李哥 这眼瞅着十二点接神了 吃完饺子 放完鞭炮 你想玩咱再继续行不 劝说这李赵子的同时 何庆指了指门口 你看 小何苦都来接你了 何爷如今不在了 你别让这孩子孤零零的过年 滚一边去 李赵子不依不饶到就现在 继续 谁也别走 赖子 我走到他的身旁 抓住了他的手臂 说到回家 李赵子回头看了我一眼 恨恨恨地喊道 没你的事 滚回去 我深吸一口气 目光阴冷了不少 赖子 要磨回家 要磨我让干娘亲自接你 听到干娘这两个字 李赵子浑身一颤 好像瞬间清醒了不少 她转过身来看着我 又有点迷茫地看了看四周 某个瞬间 我从她的眼神里 捕捉了一丝丝的疑惑 就好像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都与她无关似的 下一秒 李赵子毫不犹豫地 给了自己两个耳光 无比自责地说道 我咋这么不长记性 怎么就这么没脸没皮 看到李赵子这副模样 何庆连忙上前劝说李哥 大过年的 图个喜庆 一年到头 也就这会儿轻松 来隐了 提莫良吧 不算啥事 李赵子深深叹了口气 诚恳地说着抱歉 庆子 你李哥不是东西 你收拾一下 我先回去了 只要能送走李赵子 何庆憋屈一点都能容忍 毕竟在这个村 他是真不愿意过多地 招惹我们爷俩 将我们打发走之后 何庆便收拾起了牌桌 一旁的村民 忍不住冷嘲热讽到看见没 伪装的再好 也是原本的李赵子 这毒品 真的臭啊 谁说不是呢 另一人也附和到 这些年装的人母狗样的 一场排局就暴露本性了 什么玩意 行了 少说两句 和庆板这脸说到 当初李赵子啥样 你们也不是心里没数 能变成这样 已经不错了 要说这老小子 今天手气也真是臭得可以 玩了几个小时 一把都没赢 要换做你们 输一万多块不闹心啊 赶紧回家过年 都散了吧 想完明天再说 回到家里 李赵子颓废地躺在了炕上 他时不时地骂上自己几句 表现得无比傲慢 我来到厨房 煮了饺子 完全没有责怪他的意思 十二点的时候 我放了鞭炮 随后也将饺子也端上桌 赵子 吃饭 饺子里面有硬币 看咱俩谁运气好能吃到 李赵子眼眶红润地看着我 哽咽到我 我也不知道 自己咋就鬼迷心窍了 看他们玩 我就想提莫上几把 结果越玩越输 越输越气 最后就控制不住自己了 那可是一万多块啊 得看多少事才能赚回来 这钱钱点啥不好 可偏偏 想到这里 李赵子抬起手掌 想要扇自己耳光 但却被我拦了下来 行了 钱输了再赚 以后不完了就是 我微笑着说到 这么多年都搬住了 不差这一次 大过年的 你也别自责 来 咱也俩坐下 好好过个年 好 李赵子紧握着拳头 保证到我李赵子 要是再赌一把 我就不得好死 三盘饺子 被我俩吃得一前二斤 李赵子拍着圆鼓鼓的肚皮 打着隔温道硬 硬币呢 没错 我俩都没吃到 象征着福气的硬币 我指了指供奉桌上的 四盘饺子 应该是老仙儿给吃了 这样啊 李赵子开着玩笑说道 老仙儿有福也行 保佑咱们爷俩 吃过饭后 李赵子倒头就睡 接连两次的被鬼魂附身 再算上他皮外伤 刚痊愈不久 这除夕也能坚持到 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 李赵子睡下之后 我对着柳家的供奉牌 拜了拜 随之问到大壮姐 有空没 伴随着我勾楼的动作 柳大壮也附在了我的身上 咋的 你小子要给我拜年啊 我摇了摇头 指了指炕上的李赵子 他当初改邪归正 是和黑山做了保证的 赵子坚持了这么久 按理来说 不会一时上头 我担心他今天的表现 和那人遇到黄皮子有所关联 不能吧 柳大壮说到 李赵子身上 一点黄皮子的气息都没有 绝对不是被操控的 再者说 黄皮子的闲出屁来 才会费了那么大的功夫 只是为了让李赵子 输个万把块钱 这不是吃饱了称的吗 我也想不通 我担忧地看着李赵子 难难道 是我多虑了吗 应该是 柳大壮孝道人 有三魂七魄 也就有了七情六欲 谁也不是圣人 哪能做到实权实美 你这小傻子 心思还挺重 大过年的 好好放松放松 别考虑那么多 柳大壮指了 直柳家供奉牌钱的盘子 转移了话题 我就两颗尖牙 你这硬币 要是给我牙个掉了 我可找你算账 说完 柳大壮便离开了我的身体 我也重新地植起了月影 收拾过后 我脑袋渐渐发沉 那股浑浑噩噩的感觉 再次席卷而来 躺在炕上没一会儿 我也睡了过去 在那之后 李赖子一把牌都没碰过 一切似乎都恢复了正常 这事儿也就这么过去了 一直到了正月十五这天 没想到村子里却出了事儿 在我们这里 正月十五有两个习俗 一是颂灯 寓意着给过世的亲人们 照亮前行的路 也承载着生者 对逝者的思念之情 二是滚兵 和字面上的意思一样 找个有兵的地方滚上几圈 代表着这一年 都不会被疾病缠身 让病痛滚得远远的 当然 这只是老一辈延续下来的习俗 代表着美好的期望 并非是真的得偿所愿 望山村几里外 便是松江流域 这个时节 江面早就冻上了厚厚的尖兵 而那里 正是人们选择滚兵的最佳地带 从五六点钟开始 村民们就结伴去了松江滚兵 到了八九点的时候 松江边再次恢复了往日的寂静 原本是正常的习俗而已 没成想 有一名为孔顺的男人 夜里十一点钟还没有回家 孔顺的媳妇 以为自己丈夫是出去打牌了 因为第二天还有事的缘故 他就想让孔顺早点回家休息 可接连打了几个电话 对方都说 没有看到孔顺 从那时起 女人心里越发的不安 他和老孔家人 四处寻找了好久 但都没能发现孔顺的身影 那孔顺就是个 地地道道的庄家汉 平日里人员也还不错 村民们得知 他不见了 也自发地寻找起来 可一直忙到后半夜 却连个鬼影子都没找到 夜里两点多的时候 我家大门被敲响 孔顺的媳妇 着急地喊道李哥 我们家孔顺找不着了 您给算算 看这老独子去了哪里 李赖子一脸猛地爬了起来 刚随行的几人进了屋 得这前因后果 李赖子将我喊了起来 大儿子 你孔顺叔不见了 你叫老仙 给寻提莫寻提莫 这大冷天的 别在外面动个好歹 我迷迷糊糊地坐起身来 随之敲了敲柜门来一个 给瞅瞅 有点烟前 说着 闭着眼睛的我 便伸出了手掌 见女人有些费解 李赖子连忙解释到 压点相前 十块八块的都行 这是规矩 好 好的 语人将五十块 递到了我手里 只见我打了几个哆嗦 嘴巴也嘟了起来 孔顺是吧 我有些尖锐的声音 问了一嘴 随之我在黄纸上 写写画画 几分钟后 我突然一笑 然后看向了李赖子你 你说的还挺准 的确 的确动上了 动得还挺实诚 动上了 动得还挺实诚 此话一出 在场之人 皆为之色变 孔顺的妻子脸色惨白 极为不安地 问到孩子 你 你这话是啥意思 就是冻死了呀 扑通一声 本就有不祥预感的女人 应声倒地 昏了过去 李赖子健壮 一边帮忙搀扶 一边指责着 我你这孩子 怎么就胡说八道 我费解地看向众人 不明白拐弯抹角的我 完全理解不上去 为师母说真话 也要被训斥 安顿好女人之后 李赖子上前问到大儿子 确定吗 嗯 我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灰头老鼠看见了 那里阴气重得很 李赖子深深地叹了口气 对着众人 招呼到大家伙 带上工具 咱去看看 深夜里 一行人按照我的提示 来到了江边 说实话 我还是比较倾向于 在家睡大觉 奈何李赖子脸哄带片 将我一同带了出来 在江边上走了一会儿 我停下了脚步 随之指了指脚下 在这呢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 可当他们下意识 低头的一瞬间 无论年纪大小 都被吓得半死 只见透明的冰层下 浮现着一张扭曲的面孔 而他便是失踪了 几个小时的孔顺 孔顺的眼睛睁得老大 他的整张脸 就贴在冰面上 和我们的鞋子 似乎只有几厘米的距离 他的双手呈现着 拍打冰层的姿态 可以想象 这人临死前 经历了怎样的挣扎和恐惧 缓过神来的众人围成一圈 手电筒的光束 齐刷刷地打在了孔顺的身上 何庆率先做出了反应 他小心翼翼地后退 同时指挥着众人说道 大伙慢点挪动脚步 这冰面可能不结实 咱们这么多人 千万别掉下去 不 不会掉下去的 我站在孔顺的脸上 猛地跺了几下脚 黑黑地笑到实诚得很 完全没问题 众人吓得不轻 纷纷面色古怪地打量着我 李赖子一把将我拽到了身旁 提醒我小星的同时 也顺势询问到大儿子 究竟是什么情况 跟大伙讲讲 阴气 哼 很重 我挠了挠头 灰头老鼠说是背 被水鬼拽下去的 并不是冰面断裂的原因 这咋可能 何庆脱口而出道 这人还能隔着冰面掉下去不成 李赖子拿着手电筒 在冰面上照了照 仔细观察之后 他挥手招呼着 众人过来看 冰层很厚 这个月份不可能开化 周围也没有打鱼钻眼的痕迹 同样也没有断裂的裂痕 村民们小心翼翼地凑了过来 也仔细地观察起来 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 除了最基本的农耕之外 打鱼和捕猎 乡亲们也是一把好手 在细致的观察下 众人也意识到了 孔顺的死步和常理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他都不应该冰封在里面才对 的确没有掉下去的可能性 和浸骨其勇气 跺了跺脚 和我之前的动作如出一辙 他的举动 同样没有让冰面出现一丁点动摇的迹象 很安全 如果孔顺是掉下去的 这几个小时 冰面不可能这么结实 就算是冻上了 也会有破损的痕迹 绝对不是如此完整的冰层 可是 何庆看向了我这孔顺 究竟是怎么掉下去的 都说了 是 是水鬼拽下去的 我有些不耐烦地说到 阴气很重 水鬼缠上他了 李赖子晃了晃我的胳膊 小声提醒到 大儿子 水鬼那东西 的确能蛊惑人心 但那玩意 哪能隔着冰面 将一个大活人拽下去 这明显是错的 我 我没说他是从这里掉下去的 我呆呆傻傻地说道 你们知 只是说 让我找到他 又没问我他是在哪里掉下去的 呃 这样啊 李赖子瞬间明白了我的意思 毕竟从一开始 我们的目的 便是找到失踪的孔顺 我打了个哈欠 有些疲倦地说道 还要去他掉下去的冰窟窿看看吗 众人面面相觑 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和庆站了出来 说到人都没了 没什么好看的 大伙商量一下 是明早把孔顺弄上来 还是说现在开工 村民们商量了一会儿 都觉得白天处理比较好 这大晚上的 要是再出了什么事 可就乱了套了 就在大伙 你一言我一语的时候 我再次开口提醒到 不能弄出来 这个水鬼很凶 这玩意找到替身后 短时间内不会撒手 眼下水鬼还在 还在孔顺身上 要是挖出来 他也会跟着一同回去的 一旦水鬼离开松江 他绝对会祸害村里的其他人 听到我这么说 众人将目光放在了 李赖子身上 征询着李赖子的意见 此刻的李赖子 尴尬得很 别看他当了多年的出马先生 但绝大部分情况下 都是我那干娘 教他如何解决问题 而李赖子自身 可以说是个 实打实的半吊子 想了片刻 李赖子故作深沉的建议 倒听我大儿子的吧 你们也看到了 这孔顺死得太过于离奇 要是处理不好 回去造成麻烦 那就糟了 众人也不愿意招惹是非 有了这个台阶的情况下 大伙拿着工具 便远离了松江 毕竟这鬼地方 多待上一秒钟 都让人急被发凉 回到家里 我倒头就睡 原本以为这件事情 就到此为止了 没成想 一日中午 何庆匆匆忙忙地 跑到了我家 李哥 孔顺被送回来了 一听这话 李赖子放下碗筷 不可思议地惊呼到什么情况 不是说别动了吗 我们没动啊 何庆紧张兮兮地说道 昨晚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跟孔顺的媳妇 说了情况 她百般哀求我们 一定要给孔顺的尸体 带回来 可咱家小何苦都说了 谁鬼那万一不好招惹 我们自然没有答应 谁也没想到 这婆娘既然如此执着 她一大早就去隔壁村 请了十多个人 将冻住孔顺的那块 冰蛙了出来 我这也才知道消息 这不敢忙来你们家 告知一下情况吗 李赖子紧张兮兮地 对我问道大儿子 能解决不 我看了一眼时间 问道送回来多久了 好像八点多就弄回来了 何庆试探性地问道 应该没啥大问题吧 看情况 我哀声叹气地说道 那水鬼的阴气很重 要是冰没化开的话 还有办法解决 但冰要是完全融化掉了 恐怕就麻烦了 哀声叹气的我 走到了柜子前 将供奉的四块牌位 抱在了怀里 都说了 人不能挖出来 怎么就不听话呢 李赖子连忙拿起背包 急匆匆地说道 抓紧时间过去 何苦已经清醒快两个小时了 用不了多久 他又要稀里糊涂了 何庆不敢怠慢 立刻带着我们来到了 孔顺的家里 站在孔顺家平房的不远处 我便停下了脚步 同时 我的目光 落在了他家的房顶处 只见一股浓郁的阴气 将整个宅子都笼罩了起来 这一刻 我清楚地意识到 相比于我昨晚看到的阴气 此刻的更为阴沉 这无疑是代表着 水鬼已经被彻底放了出来 而且 那水鬼的凶恶程度 超过了我昨天的判断 大儿子 丑啥呢 李赖子下意识地遮住了自己好的那只眼睛 只扫了一眼 他便发出了嘶的一声 好家伙 我这堂口没有作用 都看得如此清楚 这水鬼可不是善茶 这婆娘咋就这么轴呢 这下子可不好解决了 说到这里 李赖子认真地对我询问道 能行不 你可别逞强 看看能不能找到吧 我大不向前 走进了孔家的院子里 要说孔顺的媳妇 也是个雷厉风行的女人 天刚亮的时候 她就请人将自己男人的尸体扛了回来 眼下才十二点多而已 他们家的灵堂已经搭好了 而棺材里的那具尸体 正是孔顺的 如此情况 那冻住孔顺的尖兵 哪里还能保存得住 此刻的院子里很是冷清 只有老孔家的亲戚帮忙张罗 毕竟昨晚的事情已经不是秘密 村民们都清楚 孔顺的死比较邪乎 他们自然不愿意沾染麻烦 看到何庆 眼眶通红的女人 故作坚强地 说到你钱啥来了 不是不帮忙吗 那哪能 何庆面红耳赤的解释道人都送回来了 能搭把手 肯定不能钱看着 孔顺的媳妇擦了擦眼角 随之来到了我的身前 小何苦 谢谢你帮我找到我家男人 姨知道 你和李赖子 都是有本事的人 你们也许说得没错 俺们家 老孔德却 不应该被打捞上来 但现在 他已经回来了 事已至此 姨求求你 让我男人踏踏实实地走 可以看得出来 这夫妻二人的感情很好 孔顺的妻子 从昨晚哭到了现在 可即便如此 他也能保持理智地操办白事 而且他这么说 明显表明着 眼前的女人 已经有所 察觉了不对劲之处 咦 你直接说怎么个情况吧 女人走进灵堂 她弯着身子 趴在了棺材上 在我们的目光下 只见女人果断地掀开了孔顺的裤腿 瘦一下 孔顺的双腿 已经肿胀得不成样子 很难想象 这是被姜水浸泡几个小时造成的 何况她还是被冻在了冰层里 不夸张地说 可能溺亡十几二十天的人 都不会变成这副模样 除此之外 孔顺的脚踝处 还有两个清晰的手印 但这两个手印 看起来有些奇怪 手印很清晰 但大小绝对不是成年人留下的 留在孔顺脚踝处的两个小手印 也就成人手掌的三分之一左右 何庆观察了片刻 嘀咕道 这手印 怎么看上去像是个三四个月的婴儿呢 还有吗 我面无表情地问道 女人点了点头 她用尽自己的力气将孔顺的尸体翻了过来 褪去兽医 我们看到了孔顺腹肿的身体 同时 她的肩膀上还有两个脚印 脚印也是很小 经过两者的比对 还真印证了何庆的猜测 这水鬼 竟然是一个只有三四个月大小的婴儿 婴童水鬼 这怨气太可怕了 李赖子紧张地嘀咕道 早邀的婴孩 很难形成鬼魂 可一旦成了鬼 这东西的阴气 便重得可怕 更难缠的是 这小东西还是个水鬼 水属婴 鬼知道这玩意在松江当中沉寂了多久 积攒了多少婴煞之气 我盯着孔顺的尸体片刻 凝重地问道 那些冰融化之后 流淌出的水是怎么处理的 没处理 孔顺的媳妇指了指 院子我家男人被送回来之后 请来的人帮忙生了火 那些冰也就一个多小时 就完全消融了 之后 我给孔顺擦了身子 穿好了睡衣 然后就抬进棺材里了 我点了点头 随之拿出了柳家的供奉牌 恭恭敬敬地说道 大壮姐 帮忙看看 我的月要一如往常地弯了下来 柳大壮被我请上身之后 也不废话 直接吩咐我 拿出黄纸 备好黄纸后 柳大壮配合着我叠了一双纸鞋 随之套在了孔顺的脚上 紧接着 我唱起了神调 持续了两三分钟左右 我将纸鞋从孔顺的脚上脱了下来 并且查看着黄纸的变化 没有失脚印 水鬼已经不在他身上了 柳大壮看着忙前忙后的众人 说道都试试 能找到的话就尽可能地谈一谈 找不到的话 事情会麻烦不少 好 我将纸鞋递给了李赖子 说道赖子 让大伙都试试 谁穿过纸鞋后 留下了湿漉漉的脚印 第一时间告诉我 李赖子不敢怠慢 他带着和庆 要求在场之人都穿一下纸鞋 看看是否会出现 我们寻找的水字 我自然也不会闲着 我在庭院里 找寻到了一些寒冰融化的痕迹 也收集到了一些水鬼的阴气 但这一次 面对的水鬼 的确凶煞得不得了 凭借着找寻到的这点阴气 还没办法锁定 水鬼具体在什么地方 更让人郁闷的是 那摊水迹留下的伏冰痕迹 已经出现在了门外 这也就意味着 那水鬼很有可能 已经离开了老孔家 要真是这样的话 捕捉水鬼踪迹的事宜 会更加困难 咦 你知道昨晚去滚冰的 有多少人吗 女人愣了一下 随之回答道应该不少吧 毕竟是咱们这儿的习俗 没错 的确有不少人 去了松江的冰面 我继续说道 这么多人去了 只有你们家孔书这了道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只有一成的 可能是他倒霉 另外九成 则是鬼魂不会 无缘无故地盯上某个人 水鬼想要解脱 必须无时无刻地寻找替身 拉下水这三个字 就是这么来的 不过水鬼并不是 随随便便就能抓住人 从而害死 也就是说 如果不是你家 我孔书时运差得不得了 他应该不会落得如此下场 而且 那小鬼身上的怨念很重 越是这样的鬼魂 就越有可能有 针对性地纠缠某人 所以 我要你回忆一下 孔书有没有直接的 或者是间接的 害死过三四个月大的英童 一句话 让原本还算理智的女人 彻底炸了锅 她披头散发地指着我 怒气冲冲地质问起来 你胡说什么 听你这意思 我们家男人还能害了个小娃娃的性命不成 他人都死了 你还往他脑袋上扣帽子 这么多年 老孔什么品性 我能不清楚吗 我明确地告诉你 孔顺这辈子 就没做过丧良心的事情 他绝不可能害死个连话都不会说的孩子 听见女人的咆哮声后 李赖子吩咐和亲给众人士穿纸鞋 他则是快速地跑到了我们身旁 打起了圆场 妹子 何苦不是这个意思 他只是根据孔顺的死因 做一些相应的判断而已 都是同乡 老孔什么人 我能不清楚吗 我断定 那孩子的死 肯定和老孔没关系 多半是孔顺时运差 找了水鬼的道 李赖子转过身来 冲着我几枚弄烟 你这孩子也是 别总胡说八道 你孔叔这人好得很 你从别的方面考虑考虑 让你孔叔踏踏实实地走 不可能走得踏实 我指着棺材如实说道 他的尸体虽然搬回来了 但活还在水底下 你也看到了 那水鬼的怨气很重 九成九是有目的性地抓了替身 就这么说吧 那水鬼就算是被打得魂飞魄散 孔顺的魂魄也找不回来 这也是我昨晚卫士魔 不允许你们 把孔顺的尸体带回来的原因 说句不好听的 魂都没了 要个空壳子驱翘 还有什么用 现在倒好 那水鬼也跟着回来了 使不定会造成多大的麻烦 总而言之 我就是觉得 那孩子的死 和孔顺脱不了前夕 对于我直来直去的性子 李赖子可谓是头皮发麻 他刚想劝说即将暴怒的女人 便听到一旁的和亲喊了起来 李哥 小何苦 快过来看看 这是不是失脚印 我和李赖子连忙跑了过去 只见何庆一手拿着纸鞋 一手微微颤抖地 抓住一个四十多岁男人的手臂 整体显得有些慌张 李赖子一把接过纸鞋 仔细地端向片刻 还真是失脚印 说吧 李赖子又将纸鞋凑到了鼻孔旁 秀了秀 皱眉嘀咕到 水鬼的身上怎么有种异味呢 你 你们要钱吗 换鞋也就换了 可别开玩笑啊 那人慌张地说到我正常得很 你们可别冤枉人 我没有听从对方的解释 而是手拿黄纸 按在了对方的脑袋上 几秒钟后 我身上的柳大壮摇了摇头 的确不是他 弄错了 怎么可能啊 李赖子拿着纸鞋 指着里面说道 失脚印这么清楚 不是他还能是谁 我说了 真不是我 只听男人解释道 我只是汗脚而已 不论东西啊 我这脚底板都湿了呱唧的 我都跟庆哥解释过了 你们怎么 就不相信呢 呕的一声 李赖子险些吐出来 只见他气急败坏地 踢了何庆一脚 骂骂咧咧道 你这龟儿子 咋不提前说一声 我寻思 这味儿怎么跟酸菜缸似的呢 一场闹剧的出现 缓和了现场的气氛 排查掉所有人之后 我们并没有找寻到 水鬼留下的失脚印 好消息是 来老孔家帮忙的这些人 暂时是安全的 坏消息是 那水鬼 已经跑出了这户人家 我站在棺材旁 打量着孔顺的同时 对着柳大壮问道大壮姐 为什么那阴气和怨气 都很重的水鬼 反倒是不容易被发现 就没有其余办法找到它吗 按理来说 阴气中的鬼魂 的确更容易被发现 但水鬼 和寻常的鬼魂 有着不小的区别 柳大壮解释道 首先 水鬼肯定是溺亡而死 如果它在水里的话 我们有很多办法 找寻它阴气的流动 就比如 昨晚灰头老鼠 带你寻找的时候 整个过程并不困难 如今水鬼被带上了暗 包裹住孔顺的冰块 也全部消融 想要通过阴气 进行找寻的话 只能等水鬼再度骇人 才会察觉到 明显的阴气变化 除此之外 我也没有好办法 我想了想 指着孔顺问道 他的魂魄还在水下吧 有没有办法问问他 有 但是不可能 柳大壮继续说道 孔顺被抓了替身 魂魄还在水下 通过叫魂的方式 根本没办法找到他 所以 这种事情 只能当面问 前提是你能下去 而且还要保证 你自己不会被拖下水 那还是算了吧 我果断摇头 我不会游泳 也不抗动 柳大壮无奈地说道 是到如今 只能等着那小鬼 自行现身 你这小傻子 说话虽然不转弯 但你考虑的方向 是正确的 这种怨气颇深 执念牢固的小鬼 可不会无缘无故地 挑选某个人加害 那孔顺 或多或少 和那孩子的死 有些关联 先回去吧 村里人要是有 不对劲的地方 估计很快就会传开 好 我拍了拍脑袋 答应了柳大壮的建议 与此同时 我整个人也越发地 浑浑噩噩 再度变成了 稀里糊涂的傻子 吞吞吐吐地 交代了一些 注意事项之后 我便和李赖子回了家 有些头疼的 我睡了一觉 再度睁开双眼的时候 窗外的天色 已经黑成一片 醒来啊 吃饭吧 李赖子给我端来了一碗粥 笑着说道 你这小子 醒得还挺是时候 晚上凑合吃点得了 懒得弄了 我看向李赖子 突然间想起了 关键的事情 只见我一把 将它按在炕上 强行地脱下了 他的鞋子 粥撒在了炕上 李赖子不停地 挣扎起来大儿子 你这是要钱吗 闭嘴 我拿出纸鞋子 套在了李赖子的脚上 后者疑惑地看着我 问到臭小子 你不会是 怀疑我被水鬼附身了吧 开什么玩笑 咱们一起去的 我没有回答 而是等待了片刻 片刻后 我拿下了纸鞋 终于松了口气 你 容易招惹脏东西 我这不也是为了 确保万一吗 我解释到老孔家的 阴气冲天 我总觉得吧 那 那水鬼 未必一定会离开他们家 可是查遍了 也没能找到 我这是怕你着了道 才检查检查 你快要吓死我了 直接说一声 不就得了吗 李赖子一边擦拭着 炕上的米粥 一边说道 好歹咱也是出马先生 那小鬼头 还敢跟着咱俩回来不成 你这傻小子 考虑得太多了 不说别的 咱家这么多糖口 还震慑不住一个水鬼不成 依我看 你排查我 还不如排查一下何庆 那家伙 说到这儿 李赖子的声音戛然而止 我俩四目相对 只见李赖子 皱眉问到大儿子 何庆那家伙 五大三粗 脾气火爆 应该不会着了道吧 他当时 也没拖鞋子检查 抱起供奉牌 我和李赖子 便冲出了家门 站在何庆家的门口 只见他家的二层小楼 一片漆黑 没有一盏灯是亮着的 要知道 何庆家里向来热闹 尤其这正月还没过 他家的排局 不可能散得这么早 好家伙 看来这何庆 还真是着了道了 李赖子向前走去 但却被我拦了下来 赖子 你 你身体不好 在外面蹲守 还没等李赖子开口 只见我浑身一哆嗦 月药也顺势弯了下来 俗话说 小鬼难缠 何况还是个凶恶的水鬼 柳大壮附在了我的身上之后 对着李赖子吩咐道 对付这水鬼 你的确要留在门口 等会我们进去之后 你想办法弄一盆比较污秽的水 准备好之后 你就蹲在门口 除了何苦之外 谁第一个跑出来 你都泼得他狗血淋头 听明白没 原来是老仙来了 你的意思我能听明白 只不过 李赖子一脸疑惑地问道 啥是满是污秽的水 你是不是出马先生 这还要问 柳大壮不耐烦地解释道 弄一盆水 里面放上鸡血 牲口的内脏 再抓一把坟头土 你要是愿意的话 弄一块小孩的尿不湿都可以 哦 对了 还有一样东西效果最好 只见我凑到了李赖子耳旁 嘀咕了一嘴 听完过后 李赖子惊讶地问道 那东西也行 只不过我上哪找去 怎么就不行了 柳大壮笑呵呵地 解释道水鬼 对水比较依赖 污秽之水让他非常厌恶 除此之外 这次的水鬼 还是个阴桶 这种鬼魂自身的阴气 比较纯粹 那污秽之物浇在他的身上 别提有多难受了 这一盆水下去 现在你就可以准备了 我跟何苦想办法逼迫他出来 李赖子匆忙地转身离去 一边小跑 一边挥手 你们小心点 我这就去准备 送走李赖子之后 我心中踏实了不爽 有时候我嘴里不说 但我心中什么事都清楚得很 经过几次折腾 李赖子的身子鼓越发的薄弱 要是再被鬼上伸几次 他这条命恐怕都保不住 大壮姐 我问道 用供奉牌 能给水鬼砸出来吗 不大可能 柳大壮摇头说道 刚才我提起过 身上的阴气比较纯粹 这类阴气 不容易被人自身的阴气排斥 这也是 为何这次面对的水鬼不好 被发现的原因之一 所以说 你想用供奉牌给他打出来的 可能微乎其微 进去之后 稍微拖延一下 等李赖子埋伏好之后 咱就想办法给他逼迫出来 还有 屋子里任何与谁有关的东西都别碰 你要是着了道 我可帮不上忙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随之便推开了何庆家的家门 进入院子 一股阴风吹袭过来 有人吗 我在院子里喊了一声 并没有得到回应 之后 我走进了二层小楼当中 里面同样是鸦雀无声 只不过 这一次 我感觉到了很浓烈的阴气 在四处流动 这水鬼的确是下手了 柳大撞直了指楼梯 小声提醒到阴气 是从楼上蔓延下来的 上去看看 提莫锁着扶手 我一步步地向上走去 走到楼梯转角的时候 我只觉得手掌湿漉漉的 低头一看 一滩水自从扶手以及楼梯上流淌下来 糟了 柳大撞喊道 这小鬼头要对付你 何苦 你 还没等柳大撞说完 只见我抱着的柳家牌位 忽然掉下了楼梯 同时 我身上如同小山的压迫感 也瞬间消散全无 我立刻转身 想要将供奉牌捡回来 可转过头看清之后 我内心着实被震撼到了 此刻我的面前 哪里还有上来时的楼梯 取而代之的 则是汹涌的浆水 浆水席卷而来 只是一瞬间 便将我彻底淹没 我只觉得 我的身体轻盈了不少 而我的整体 似乎也慢慢地飘了起来 既然无法下楼 那么我只能硬着头皮向上走 可是 原本的楼梯已经消失不见 我能看到的 感受到的 全部都是冰冷的浆水 甚至 何清家的二层小楼 都好像凭空消失了一般 真厉害 我是由衷地佩服这小鬼的本领 他竟然在触碰到我的一瞬间 便驱逐了我身上的柳大壮 仅凭这一点 就足以让我震惊不已 当然 这里面 也有我没能完全扛起柳大壮的原因 要是我的膛口比较稳固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不知道是冰冷浆水的冲刷 还是我自身的原因 我并没有因为突如其来的变化 而感到慌乱 相反的是 我的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 鬼魂害人最重要的手段 便是蛊惑人心 我相信 我看到的都是假象 绝对不是真实的 仔细地想了想 鼓起勇气的 我不再选择憋气 而是大口地呼吸起来 正如我猜测的那样 我根本不可能在汹涌的江水当中 我的呼吸 也能做到平稳顺畅 紧接着 我尝试性地向前走了一步 虽然看不到台阶 但我能感受到 脚底下传来的踏实感 无可奈何的是 我即便如此理智 也没有受到水鬼的完全蛊惑 可我的视线 依旧没有恢复正常 想必 这正是那水鬼的厉害之处吧 就这样 我摸竖着脚下的步数 时至我抬脚落空的那一刻 我清楚 我已经来到了二楼 来到二楼之后 我仔细观察着江水的流动 别看这是虚幻的假象 但这滔滔的江水 也能给我提供一些线索 线索就是 江水流动的方向 便是阴气的源头 而阴气的源头 不用多说 肯定是那水鬼所在的位置 要不然的话 这江水不可能漫无目的地流淌 走了片刻 我身前出现了一道阻隔 我用手提莫锁了片刻 找到了门把手的位置 用力地按压下 只听咔嚓一声 房门也被我顺势推开 房门打开之后 只见几张苍白的面孔正对着我 而那些人 便是何庆 以及他的家人 那些面容被江水浸泡的苍白 他们每个人都瞪着眼睛 再配合着他们被泡的肿胀的脑袋 看起来的确是有点吓人 不过一根筋的我根本不在乎 这些人究竟是什么模样 也没被我放在心里 还是那句话 傻有傻的好处 我认定了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 那我就找不到了该害怕的理由 可能那小鬼也是一头雾水 估计他也在想 我这人难道没有害怕的神经吗 和我之前猜测的差不多 水流的尽头 便是阴气的源头 将合进他们的身体推开之后 我的视线里 出现了一道席卷的漩涡 没脑子的我 直接冲了过去 将手掌伸进了漩涡当中 就在我触碰到漩涡的一瞬间 一股更大的浪涛将我淹没 这一次和以往不同 我呼吸的时候 嘴边泛起了咕噜噜的水泡 同时 我的呼吸也变得颇为困难 溺水的窒息感 让我绷紧着神经 我的眼睛瞪得老大 眼神里更是充斥着恐惧 此刻的我清楚地意识到 这一次绝对不再是 单纯的假象那么简单 我的呼吸 已经变成了奢侈的渴望 不停地手舞足蹈 以及拼命地挣扎 极力彰显着我求生的本能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的意识越发地模糊 同时 我也清楚 我的呼吸 随时都有可能停止 怎么会这样 到现在 我都想不明白 究竟是什么样的鬼魂 竟然真的可以 让一间房子 被浆水彻底淹没 而我这个汗鸭子 也要溺死于此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内心咆哮个不停 最后的意志力 再明确地告诉我 这水鬼绝对没有本领 真的可以凭空影 来掏掏浆水 如果这一切还是假的话 那么 只有一个解释 能说清眼前的现状 我伸手 提莫索着自己的口袋 从里面掏出了 白天折叠的纸鞋子 拿好纸鞋之后 我紧咬牙关 拼尽最后的力气 感受着周围的气息 某个瞬间 我直觉地 急被发凉 彭佛这一刻 我的心脏 都停止了跳动 这种感觉 我是第一次体会 但我清楚 这是被鬼附身的表现 下一秒 我猛地朝着身前 打出了拳头 果然如我想象的那样 造成我窒息感的 根本不是无尽的浆水 而是被水鬼附身的何庆 掐住了我的脖子 痴痛的何庆松开了双手 我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与此同时 我也快速地将那双齿鞋子 穿在了自己脚上 何庆 穿好鞋子之后 我大声喊倒带 带我出去 说完这句话之后 我便彻底地失去了意识 而现在 支配着我身体的 便是那只水鬼 何庆捂着眼眶 哎呦个不停 抬头的一瞬间 他看到了呆愣在原地的我 也看到了踩在我肩膀上的溺死阴桶 何庆连滚带爬地向后退去 只见我冷笑一声 做出了想要迈步的动作 但无论我怎么用力 我的脚都没有抬起丝毫 庞佛被粘在了地板上一样 见我迟迟没法动弹 何庆试探性地起身 在我眼前挥了挥手何苦 能听到吗 我面无表情 目光空洞 没有任何反应 反倒是在我肩膀上的小鬼 挣扎个不停 但不管他怎么折腾 都没办法移动丝毫 更没办法操纵我的身体 冷静了一些的何庆 想起了我的叮嘱 他鼓起勇气 将我抱了起来 朝着外界走去 等我再度睁开双眼的时候 我看到了李赖子一边笑 一边挥舞着手中的柳条 而那柳条 抽打的正是我的身体 疼 好疼 清醒过来的 我不停地揉着肩膀 但似乎 李赖子并没有打够 我明明喊了两嗓子 这家伙竟然像是泄愤一般 用力地多抽了几下 打得过瘾之后 李赖子换了一副面孔 他表现得极为担忧 凑到了我的身旁 询问道 大儿子 你没事了吧 你都快吓死我了 你被水鬼附了身 我真怕他害了你的性命 我狐疑地看向李赖子 有些虚弱地说道你 你少来这套 我都看到了 你笑得比娶了媳妇还要开心 我有吗 李赖子刚问一嘴 倒在一旁的何庆 便开了口有 我确定 你这干爸一边抽你的时候 一边说 你终于落到了他的手里 这一点我可以证明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靠在墙边的何庆 只见这家伙 眼眶黑子黑子的 此刻的何庆 除了虚弱无比之外 他的浑身上下 更是污秽不堪 尤其是挂在他肩膀上的 大号窗壳贴 那叫一个醒目 你怎么弄成 这 这个德行 和庆叹了口气 忧愿地说道 我也不知道为啥 刚把你扛出家门 李赖子就给了我一脚 将你拉到一旁之后 这混蛋 不知道把一盆什么东西 浇在了我的头顶 要不是老子实在没力气 我非给他揍进医院不可 这也不怪我呀 李赖子委屈地说道 老仙吩咐的 我就照做了 谁知道那水鬼 竟然跑到了你的身上 好吧 我疲倦地对着何庆 摆了白手仙人两天 等恢复了再找他算账 何庆隔空机长 对我回应就 就这么定了 我深深地呼吸几次之后 对着李赖子问到现在 怎么样了 那水鬼解决了 还没 说话的并不是李赖子 声音是从一团 深绿色的雾气旁传来的 而那团雾气 便是我还看不清 具体模样的柳大壮 水鬼还在你身上 我只是让李赖子 先将你唤醒而已 这水鬼比我们想象的 要厉害不少 因为你还 无法完全将我抗在身上 所以水鬼 利用他的阴煞之气 将我赶了出来 事情的经过我都听说了 你这傻小子反应挺快 知道用纸鞋子 困住那小鬼 要不然的话 我看你这条命 也就交代在这儿了 我迷迷糊糊地点了点头 原来还没走 怪 怪不得我觉得这么难受 大壮姐 接下来怎么办 用污水泼我 没必要了 柳大壮继续说到 污水的办法 也是为了困住水鬼 现在的情况差不多 只是水鬼 换了附身对象而已 他就在你身上 试着跟他谈谈 问他需要什么 谈是出马先生 看事的重要手段之一 但是谈判这种事情的成功率吧 我个人觉得不是很高 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 我许诺了 我能想到的所有条件 只不过 那水鬼别说答应 他就连一个字 都没有回应我 大壮姐 三四个月的小鬼头 估计还不会说话 他是不是默认了 你才不会说话 我耳旁传来了凶利的声音 只听那小鬼 恶狠狠地说道 我跟你们没什么好谈的 那孔顺的魂魄 我要定了 而且一有机会 我就会害死他的家人 被你困住算我倒霉 要么弄死我 要么走着桥 油盐不尽 我对着柳大壮 摆了摆手大壮姐 想办法打死算了 他不谈 我也懒得跟他谈 我现在只想回家睡大觉 只听柳大壮叹了口气 随之说道 这小鬼的阴气很纯粹 强行打魂的话 也会伤及到你的魂魄 一旦魂魄有损 恢复起来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小子本来就傻乎乎的 弄不好的话 说不定会直接变成痴呆 听到痴呆这两个字 我连连摇头 本来我就挺傻的 智商再有所下降的话 那我还活不活了 小鬼头 我给你个台阶下 柳大壮威严地呵斥道 等会我会送你回到水里 那孔顺的魂魄 你拿去当替身 我们也不跟你索要 你要是答应 这事就这么算了 但你给我听好 这条件你要是不答应 那我也不废话 我宁可我们家 看事先生一辈子躺在炕上 我们柳家也要打得你魂飞魄散 现在 我问你 同不同意 踩在我肩膀上的小鬼想了想 随之说到我答应 但是我临走前 必须让孔顺的妻子 看看当年发生的事情 你们白天交谈的时候 我都看在眼里 我不甘心害死我这人 即便是死了 在别人心中 也能保持个本分的形象 我也明确地告诉你 答应我这个条件 我就乖乖地回到水里 不再折腾 你们村子 要是不答应 那你就弄死我吧 被威胁的滋味很不好受 尤其是作为大仙 被鬼魂所威胁 可是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能保全我的方式 柳大壮即便是受点委屈 也只能答应下来 毕竟和我变成痴呆的后果相比 小鬼开出的条件 还算是可以接受 达成约定之后 我们来到了孔顺的家里 水鬼的阴气很重 利用这种阴气 让孔顺的媳妇看到当年发生的事情并不困难 得知我们的进展 这雷厉风行的女人也不含糊 当即就答应了下来 伴随着女人躺在炕上 渐渐地沉睡过去 她的脑海里 也出现了过往的画面 孔顺媳妇看到的画面并不复杂 经历的时间也很短 她的确看到了当年的真相 也确实是自己的丈夫 将一个三四个月大的孩童 沉浸了江水当中 妹子 看到了吗 李赖子对着双目无神的女人 安慰到过去了就过去了 你也别想得那么复杂 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带进坟墓的秘密 看开就好了 李哥 我没事 女人擦拭啄眼角 说到都是报应 孔顺她活该落得这么个下场 接下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给老孔张罗白事就好了 嗯 你没事就行 李赖子松了口气 随口说道 也没啥可办的 就给那孩子送回水里就完事了 就这么完事了 女人皱眉问到 也就是说 被老孔沉浆的那小娃子 还要在水里受罪 你们不是看事先生吗 不能让他解脱出来吗 哪有你说的那么简单 李赖子摆了白手水鬼 的确挺惨的 这小家伙怨气重 抓了你们家老孔 当替身都消除不了 以后吧 你们家人远离江边 千万别靠近 不然会很危险 就没别的办法了 执拗的女人明显有些不甘心 她抓着李赖子的衣袖 问到我以为老孔不会做错事 结果她当初竟然做了这种 桑尽天良的勾当 李哥还有小何苦 你们给想想办法 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李赖子连忙解释到大妹子 有些事情 不是用钱能解决的 你 还没等李赖子说完 呆头呆脑的我 便将其打断眼 也不是没有办法 这水鬼是个阴童 除了被害死的怨气之外 她更深的执念是 没有享受到父母的关怀 要是有人愿意死后 成为她的父母 她这股怨念慢慢地也就 也就散了 你可别胡说了 李赖子不耐烦地推了推 我谁死后 变成鬼魂不好好带着 去那水里受罪 脑子有病不成 交代了几句之后 李赖子看了眼时间 说到时间不早了 你们也早点休息 我们还得去趟江边 给这小祖宗送走 至于白事 我们明天中午过来张罗 你呢 就放宽心 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等一下 羽人打开衣柜 拿出了一个信封 递给了李赖子 李哥 这钱你拿着 掂量了一下信封 李赖子连忙把这笔钱 退了回去 妹子 都是街坊邻里 你这钱少说万把快 我哪能收啊 压箱钱已经给过了 以后你这孤儿寡母 也要过日子 这钱我要是收了 我心里过意不去 说吧 李赖子转身就要离开 只听扑通一声 孔顺的妻子跪在了地上 李哥 这钱你要是不拿着 我就跪下不起来 我儿子已经成家了 我这里也用不上什么钱 咱家的后事就交给你了 这钱 你务必拿着 碰 碰 碰 见李赖子没有动作 女人又磕了三个头 李赖子着实吓得不轻 只能先应付着 将信封揣进了口袋里 如此一来 女人才站起身来 并且执意将我和李赖子 送出了家门 回去的路上 李赖子掂量着厚重的信封 感叹道 这钱烫手啊 办完白事之后 可得赶紧还回去 别说咱手头还有点余钱 就算是快穷死了 咱也不能赚着折兽钱 还别说 在这方面 李赖子还挺声名大义的 就这样 李赖子搀扶着我 来到了江边 了却一桩兴事的水鬼 也回到了江水当中 在她离开之后 我虽然被鬼附身影响了些许 但我整体的状态 也好转了个七七八八 从江边往家里走的时候 已经凌晨了 我有些思绪万千的嘟囔到 大壮解 这 这也不是办法啊 这江边人 人来人往的 要是被这小东西抓住脚 不死 也得丢半条命 那能咋整 柳大壮略显无奈地说道等 夏天时间好的时候再说吧 你提升一下自身的实力 也练习一下游泳 到时候解决起来 也不至于这么被动 我知道你不甘心 可我还郁闷呢 我堂堂一个柳家大仙 被一个小鬼头 给威胁到妥协 传出去都丢人现眼 回到家里 我倒头就睡 可畏就睡了四五个小时左右 我便猛然惊醒 同时 我的身上 也传来了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我心脏跳动得很快 那种让我烦躁的毒梦感 更是让我浑身都觉得不自在 除此之外 我更是觉得 我好像丢掉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那种滋味 说不清到不明 但却揪心地可怕 赖子 行 行行 我好难受 李赖子迷迷糊糊地翻了个身 嘟囔道 没事 被附身的后遗症而已 我都已经习惯了 不是 绝对不是 我捂着心脏的位置 喘息到当初 爷爷离开的时候 我体会到了类似的感觉 但这一次 似乎更强烈 你应得掉了很多 柳大壮的声音 从供奉桌里传了出来 他长叹一声 说道事出有因 依我看 送走水鬼的事情没有办好 这笔债 算在了你的头上 怎么会这样 睡梦中的李赖子 一听我应得有损 立刻爬了起来 对于普通人而言 应得或许没那么重要 但对于我们这些吃阴间饭的人来说 丢了应得 和折兽没有任何区别 难不成 是因为我们没有除掉水鬼 给了他害人的机会 不是 柳大壮严肃地分析到 送走水鬼的选择 顶多算是我们无力解决 毕竟要没有我们 那水鬼也会害人 肯定是某个地方出了纰漏 就在我们还在讨论 究竟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的时候 昨天那汗角的男人 在我家大门口哭丧着喊了一嗓子 李哥 我堂姐跳江自尽了 他留了遗书 说后事由您全权操办 费用也已经支付给你了 他在信里说 他过不去心里的那道坎 他的死 和任何人没有关系 人我们已经打捞上来了 李哥找个时间过去看看 不管怎样 他们夫妻二人的白事 还要劳烦你帮忙张罗 说完这些话 那人便离开了我家大门 而他口中说的堂姐 自然是孔顺的妻子 哎呀 这婆娘怎么就这么糊涂 李赖子一拍大腿 昨晚何苦多说了一嘴 说 要是有人死后 愿意照顾水鬼 那小家伙便能逐步解脱 他肯定是相信了何苦的话 才选择跳江自尽 如此一来 何苦的应得才受损得严重 那也不可能 刘大壮坚定地说道 何苦说的没错 若是那小鬼 能感受到父母带来的亲情 的确能化解掉他的怨念 那女人是孔顺的妻子 这么做 并不会损坏何苦的应得 除非 柳大壮低沉着声音说道 除非 真正害死 那小家伙的罪魁祸首 根本不是孔顺 这怎么可能 李赖子连连摇头 那女人之所以会跳江自尽 绝对是因为看到了真相 而且那水鬼的怨念很明显 要不是孔顺前的 他怎么可能抓了孔顺的脚 你问我 我哪知道 哀声叹气的柳大壮 无奈地说道事已至此 没什么好说的了 你这次损失的应得不少 通过后天看事弥补吧 以后勤快点 你这娃子应得少了 这对你而言 绝对是个隐患 我低着头 渐渐握住了拳头 我并非是舍不得这些应得 知识我不甘心 也想不明白 到底是哪个环节 出现了问题 正如柳大壮所言那样 只有真正的凶手 不是孔顺 才会造成当下这种情况 那么不是孔顺的话 又会是谁 难不成 这件事情 我一辈子都追寻不到真相吗 就在我满事不甘的时候 我家门前再度传来了一个声音 这一次的来人 则是个陌生的老妇人 家里有人吗 我想借个地方歇歇脚 不知家里人可否行个方便 黄 黄皮子那该死的气味 我拿起扫帚 便要出门 只听柳大壮喝赤道 不是黄皮子 知识供奉着 黄家堂口的出马弟子 别冲动 也不能伤人 去看看 外面那老玉石来做什么的 李赖子也挡在了我的身前 愁容满面地劝说到大儿子 别一碰到跟黄皮子相关的东西 就这么暴躁 你稍微冷静点 打开大门后 只见一身宽体胖的老太太 很是自来熟地走到了院子里 她长相很是父太 如果不是她身上 散发着一股 让我厌恶的黄皮子气味 那么眼前的老人 倒是可以用慈祥二字 来进行描述 老人站在院子里四处看了看 随之她搬来了一把小凳子 毫不客气地坐在了上面 这姿态 就好像她是我们家 请来的客人一般 坐稳之后 她翘起了腿 将鞋子脱了下来 磕了磕里面的小狮子 并且自顾自地嘟囔起来 年纪大了 稍微多走一点路 就累得不行 都是仰仗着马家混口饭吃 各位应该不介意 我在这歇歇脚吧 李赖子笑呵呵地站了出来 说道别说 您是马家弟子 就算是过路的外人 咱们家也得让人进门 喝上一口水不是 嘿 你这老小子 倒是会说话 老太太很满意地夸赞着 李赖子 那就讨扰片刻 我歇一会儿就走 行 您歇着 我给您倒水 李赖子忙前忙后 到了温开水不说 更是给对方拿了一些点心 这表现 看得我是心乱如麻 本身一大早有损应得的事情 就让我千头万绪 没找到真相不说 竟然又来了个满身骚臭味的 皇家出马弟子 这下子 我的心情更是糟糕到了极致 不耐烦地我盯着对方 冰冷地质问到来 来者不善 要钱吗 你直说就行 我们家 不是 不是很欢迎跟黄皮子相关的人 留在这里 小娃娃 来者皆是客 哪有驱赶客人的道理 年纪不大 脾气不小 你这性子 以后可是要吃亏的 老太太穿好了鞋 笑呵呵地打量着我 依我看 你这傻娃子 是心里憋了口气发泄不出来 不知道 我说的可对 跟 跟你没关系 我指着大门说道你 你自己走 还是我拿扫帚给你 打 打出去 你要是不欢迎我 我肯定是自己走 我这一把年纪 要是被你揍一顿 恐怕要交代在这儿 只不过呢 老太太玩味地笑道 你难道不想知道 究竟是谁害死了那谁鬼吗 听到这话 我轻轻抱起 眼睛似乎要喷出火来 李赖子怕我冲动 连忙打起了原厂老人家 有话您直说就行 我们也的确有点好奇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能来咱家歇脚 也算有缘 何必跟一个孩子斤斤计较呢 老太太畅快地笑了笑 她看着我 指着李赖子说道 这才是为人处事 你这傻娃子多学着点 整天愣头愣脑的 早晚会害死自己 我紧握着拳头 尽可能地让自己冷静下来 要不是我的却想要了解 水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老太太 非得被我打出家门不可 与此同时 那老人开始了讲述 这地方叫望山村吧 十多年前 我来过一次 咱们都是出马弟子 也都是供奉堂口的 吃这口饭 主打的就是一个 替别人排忧解难 那年 有个二十出头的城里姑娘 找到了我 虽然具体的时间 我有点想不起来了 但那姑娘的样貌 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她长得很好看 也很水灵 去我家的时候 她还抱着一个 三四个月大的孩子 老太太喝了口水 润了润喉 继续说道 她是在城里 是当小三的 还给她的拼头 生了个大胖小子 老话说 母凭子贵 但这年头 可不是老旧的封建社会了 被那男人的原配妻子 发现之后 男人给了她一笔 足以一辈子 一事无忧的钱财 条件则是 她永远不准 前涉那夫妻二人的生活 至于孩子 肯定也是不管不问 算是一次性的补偿完毕 那姑娘年纪正好 也不想被孩子拖累 她的想法 就是找个穷乡僻壤 丢掉孩子 但她又害怕 那孩子阴魂不散 这辈子都纠缠着她 也就这么着 那姑娘找到了我 让我替她了结后患 说到这里 老太太的目光 阴郁地盯着我的双眼 阴冷地说道 咱是出马弟子不假 但也得生活不适 那姑娘出手阔绰 给了我不少压箱钱 所谓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所以呢 这事儿 我自然要办得漂漂亮亮 不过呢 害人性命这种事情 咱可做不来 有损应得的话 可不是能花钱弥补回来的 也就是那时 我来到了望山村 遇到了孔顺 孔顺这个人 很爱她的婆娘 当时她媳妇得了病 要做手术 奈何那时候 家家户户都很穷 孔顺连几千块钱 都凑不出来 所以我将这件事儿 交给她处理的时候 她只是犹豫了片刻 便答应了下来 要么说 人穷至短 这年头 有钱还是很重要的 说吧 老太太撸了撸袖子 撸出了她手腕上 那粗实的金手镯 事儿就是这么的事儿 各位别怪老太太 我多唠叨了几句 藏在心里的秘密 时不时的 也要拿出来晒一晒 就像被子一样 潮乎乎地盖在身上 也不舒服 傻娃子 你说是不是 老太太笑着起身 看向了门口松江上的 阴气很重 都是马家弟子 老玉提醒你们一下 可别贸然靠近 要不然的话 损了应得 做了错事 可是心里一辈子 过不去的坎 我双目血红 咬牙切齿 紧握着拳头的我 死死地盯着 那该死的老家伙 这一刻 我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 我不管她是人 还是黄皮子 这一拳 要是不狠狠地 砸在她那张 得意忘形的老脸上 我睡觉都睡得不安稳 可就当我向前 迈出一步的瞬间 我只觉得心口一疼 就好像有强力的电流 穿过了我的心脏似的 紧接着 我大脑一片空白 伴随着我晕头 转向的感觉 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哟 傻小子 你没事吧 老太太微笑着说道 吃阴间饭的人损了阴德 就相当于蛇了兽 都这结果眼了 你可不能动怒 要不然会越来越严重的 哦 还有 没事的时候 别胡思乱想 人吗 这一辈子 谁还没做过几件错事 孔顺财迷心窍 她不无辜 至于她媳妇 也是用当年那笔钱 才挺过来的 现在才死 也算是白白赚了 十多年的寿命 而你 不过是判断有误罢了 可千万别放在心上 折磨自己 好了 我也要回去了 就不做打搅了 老太太转身 看向李赖子 本想再说点什么的她 忽然间愣在了原地 只见李赖子端着手机 对准了她所在的方向 你 你这是在钱吗 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 李赖子指了指手机 笑呵呵地说道 这是智能机啊 像素很高的 没事 您该说啥就说啥 不用管我 我就顺手 录个像而已 当然 这是视频 也可能是罪证 你个老小子 敢因我 老太太疯了似的 冲上前去 想要抢夺李赖子的手机 李赖子很是敏捷的 左闪右闪 同时不停地大喊起来 乡亲们 快来帮忙啊 听说协助警方破案 有高额的奖励 参与有份 这到手的好处 要是拿不着 可别说我李赖子不仗义 在农村 张家长李家短的事情 数都数不清 一丁点的小摩擦 都可能会演变成一场 大打出手 不过有一说一 村里的事村里了 你外人要是来这里 弄什么幺蛾子 大伙是真不惯着你 眼下这老太太便是如此 她是撒泼打滚也好 还是言语威胁也罢 即便是以老卖老的 嚷嚷着自己快要死了 她也是 被村民们抓着头发 硬生生地扭送到了公安机关 李赖子走后 我狼狈地回到了屋里 整个人的表现 像是丢了活一样 过了许久 柳大壮的声音 出现在了我的身旁 她先是深深地叹了口气 随着劝说到有一句话 那老家伙说得没错 人这一辈子 谁还没做过几件错事 你何苦天生是吃阴间饭的 呆头呆脑的你做事 无所顾忌 从小就给村民们哭丧 十多岁开始就刨坟挖骨 后来你敢算计五仙 去年更是闹得人仰马翻 就你这些经历 是其他出马先生 一辈子都无法遇到的 老话说 吃亏要趁早 这件事情 也能让你以后做事周全一些 更是你成长道路上的一个台阶 我能感受到 柳大壮的手 轻微地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同时 他的语气也尽显温柔何况 这件事情并不怪你 我全程都跟在你身边 连我都没发现不对劲的地方 你一个小傻子 又何苦为难自己 人们都希望所有的事情 实全实美 但真正的完美 这一辈子又能遇见几次 那老家伙的出现 无非是想坏了你的心智 让你一直活在过错的阴霾下 劝说的话 我就说这么多 你能走出来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你要是走不出来 咱就替以后做做打算 红白喜事 也能积攒应得 何必天天跟游魂爷鬼打交道 导致每天过着生死未卜的日子呢 我低着头 哽咽道 可是 如果 如果我考虑得再周全一些 如果我多费点心思 去那孩子落水的地方看看 如果我没有呆头呆脑地 说出可行的解决办法 这一切 或许都不会发生 在我看来 那孩子的性命 就是孔顺害死的 我只是 觉得他死有余辜 并没有一点点的怜悯 可是 过错并不完全在他身上 刚才在院子里的一瞬间 我在想 如果当初爷爷需要一笔钱 能保住性命 我想我也会不顾一切 不择手段吧 然而 我竟然真的这么蠢 只听柳大壮在一旁笑着说道 你能考虑这么多 就意味着 你正经历着属于你人生的第一课 这个课程的名字叫做 面对 学会了这一课 你还能走下去 学不会 也就这样了 当初你爷爷离开的时候 我想你已经做好了和他告别的准备 而现在 你却不知道 如何去面对突如其来的过错 傻小子 自己去琢磨吧 你爷爷会离开 李赖子也会有离去的那一天 甚至是你自己 说句不好听的 都是有今天没明天 学不会去面对的话 你小子终究要被各种各样的困扰所纠缠 柳大壮的气息渐渐消失 直至完全离开的前一刻 他才告诉了我另一件事 哦 对了 你之前的猜测是正确的 十字路口的黄皮子 并非是无缘无故的找上李赖子 之所以没完全告诉你 是因为你我根本无力解决 所以 在这里 我送你八个字 珍惜眼前 学会面对 说完这句话 柳大壮便彻底消失不见 我不停地拍打着柜门 可不管我怎么折腾 他都没告诉我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甚至 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没有再见到他 而柳家的供奉牌上 只剩下了柳大壮这个名字 至于他 似乎销声匿迹了一般 傍晚 李赖子和一行村民 有说有笑地回到了望山村 我躺在炕上 净显着颓废和沮丧 而他则是开心不已地 跟我讲述着整个过程 别看那老太太 在我家如何如何地耀武扬威 可以将她扭送到相关部门 这老家伙 就像是双打的茄子 彻底地粘了下来 原本看过视频的警官们 也没太在乎老太太的胡说八道 未曾想 那老家伙的胆子并不是很大 还没等开问 他便一五一十地 交代了当年发生的整件事 甚至时间地点 涉及的人名 他都讲述得一清二楚 完全不像是之前所说的记性不好 警官们越发地觉得 事情不大对劲 经过记录和比对 他们竟然真的找到了 当年同名同姓的女人 报案说自己儿子丢失的案件 几经核实 一桩掩埋十几年的悬案 浮出了水面 而等待着当年涉事人员的 则是法律的严惩 后来啊 我听说 那老家伙临死之前 都没有离开过监狱一步 老孔家的白事 是李赖子全程操办的 他虽然没有堂口傍身 但按照流程举行葬礼 他还是没问题的 至于我 从那天开始 便彻底地陷入了消沉的情绪当中 以往的我疯疯傻傻 稀里糊涂 现在好了 李赖子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清醒 什么时候疯癫 我除了五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之外 其余的时候 都是一言不发 也什么都不去做 我就像是个将脑袋 埋在沙子里的鸵鸟 也好像那缩近龟壳的乌龟 逃避 似乎能减少我内心的煎熬 至于柳大壮所说的面对二字 我似乎没有勇气去真的面对 也许 失去的多了 并不会变得坦然 而是会害怕 继续失去着自己为数不多的珍惜 三个月的时间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这期间我没有看过一次事 也没有离开过家门一步 李赖子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他想尽了办法让我振作起来 可不认识谁家要张罗红白喜事 还是说哪个村民冲了身 撞了鞋 甚至他大喊黄皮子来了 我都无动于衷 从不过问 十天八天还好 时间久了 大家也不可能在我这一棵树上吊死 久而久之 外界的看事先生 也就来到了我们村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也有点害怕 毕竟之前五家坐镇的时候 望山村的雀饭邪乎 直至看事先生解决完麻烦 也没有怪事发生 如此一来 他们也就放下了心 同时 这些人自然也不会放弃 再往山村赚钱的机会 甚至隔壁村的朱先生 都来过两次 他完全忘记了 曾经在这里的可怕遭遇 至于村子 也来到了农忙的季节 在我没有离开家门的 这段期间里 村民们都轻松的不得了 有些事情会被冲淡 但却不会完全消失 很多人都希望我一辈子都留在家里 不要出来祸害他人 当然 这些话可不是我的凭空捏造 而是村子里的口耳相传 每个人的反射壶长短不一 而我的反射壶时间 长达到惊人的三个月之久 某个夜里 我突然间坐起身来 我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家门 什么都不带地 来到了松江边上 坐在江边 我感受着冷风的凉意 也体会着阴气的流动 许久过后 我对着江水喊道孔顺书 你们过得怎么样 接连喊了几次 一股阴风扑面而来 只见一家三口的身影 从江面上幻化而出 除了孔顺夫妻二人 还有一个三四个月大的孩童 而那孩童 便是害死孔顺的水鬼 孔顺的妻子 热情地跟我打着招呼 小苦来了呀 当初的事情 终于有机会 跟你当面说一声谢谢了 面对着三个鬼魂 我深吸一口气 说到婶子 我有事要跟你说 我如实地讲述了 整件事情的真相 也准备好了 付出相应的代价 过错在我 消沉地逃避 只会煎熬着我的内心 倒不如坦诚地去面对 至于会有怎样的后果 此刻的 我已经不是很在乎了 浅显的道理 我用了三个月才想通 只希望 我想明白的不算太晚 原来是这样 孔顺的妻子无嘴 笑道你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我死之后 魂魄留在了松江 孔顺告诉了我 当年发生的一切 这段时间吧 我还没完全相信他 可现在有了你这话 就证明着 我家老孔 并没有坏到那么彻底 不管怎样 这孩子的确是 死在了老孔手里 这份罪 我们来说 而现在 我更是知道了 老孔是真心地为了我 如此一来 什么都值了 我歪着脑袋 狐疑地看着女人 问道您不怪我吗 如果那天不是我多嘴 您也不会死 而且 从一开始 都是我冤枉了孔顺叔 难道 您就不记恨我吗 我为什么要怪你 女人提莫了 提莫我的额头 温柔到 即便有千万种理由 错了就是错了 用我们的死患来 一场救赎 我觉得是值得的 何况 我丈夫很爱我 她能为了我不顾一切 那么我还有什么好遗憾的呢 我知道 做鬼不容易 我也知道 我们要承受着 江水的冲刷 和冰冷的侵袭 但只要我们一家三口能在一起 其实什么都 已经不再可怕 傻孩子 人呢 这一生很短 有些夫妻根本走不完一辈子 可我们 即便是死了 也未曾分开 你觉得 婶子还需要过多的奢求吗 说完 女人便笑着转身离开 她背对着我挥了挥手小何苦 好好活着 这次的事情 谢谢你 我看着一家三口的背影 心中升起了一股 我解释不清的情愫 我好像懂了 又好像没懂 不过 在我的肉眼里 我清楚地看到 那水鬼身上的阴煞怨气 已经消失了很大一部分 我想 不久之后 这片松江的流域 将会变得无比平和吧 一大早 李赖子就大吼大叫起来 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只见他慌慌张张地拿着我的鞋子 极为激动地问道 大儿子 你昨晚出门了 嗯 我懒散地坐起身来 挠了挠头出去转转 你去江边了吧 我略显疑惑地问道 你咋知道 细杀呀 李赖子 指着鞋底这种细杀粘得很 只有去江边才会沾上 你观察得倒是仔细 我伸了个懒月药 打了个哈欠 此刻的李赖子看待我 如同看待怪物一样 大儿子 你正常了 我啥时候不正常 我一边穿衣服 一边说道想开了 也就过去了 我昨晚的确去了江边 看到了孔顺他们一家三口 之前的时候 知识没解开心结 也一直比较消沉 现在应该没问题了 李赖子连连摇头 极为期待地问道我是说 你的脑袋 那倒没有 我打开柜门 开始添酒上香 同时说道 每天最多 也就三四个小时 能够完全清醒 其余的时间还是 稀里糊涂 不过 我能感觉到 我浑浑噩噩的时候 也没以前那么严重了 要放在老爷子 活着的那些年头 这三个月里 我非折腾死你不可 虽然有些失望 但确定我的症状 的确在逐步好转 李赖子的心里也高兴不少 给柳家供奉牌上香的时候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 询问道赖子 你说大壮姐是不是生我气了 还是说 对我实在是恨铁不成钢 那倒没有 李赖子笑着说道 柳大壮走的时候 岂时跟我打过招呼 我也想告诉你来着 奈何你这固执的臭小子 根本不搭理我 你大壮姐说了 能不能学会面对 全靠你自己 外界的劝说 对你而言完全没用 除此之外 他还说你自身的 应得本身就不多 再加上折损了一些 想要扛起他更为困难 所以呢 他的意思是 让你自己成长一段时间 至于什么时候回来 就看你的表现了 总而言之 他对你还是有所期待的 但你进步的速度 实在是不怎么样 而且我听柳大壮说 他其实是有堂口的 只不过 供奉堂口的出马弟子 年事已高 他这次离开也是 想要送对方最后一程 大儿子 我跟你讲 别看柳大壮士的文仙 但这婆娘的实力 着实是深不可测 这年头 有个厉害的大仙愿意帮你 你可得抓住机会才行 我看着柳家供奉牌上的名字 用力地点了点头放心 下次见面 我一定让他正式加入咱家堂口 这就对了 看你这样 我也放心了 说到这里 李赖子哀声叹气起来 可惜了 你什么事都不闻不问这段时间 外面的看事 先生见缝插针 把咱们望山村的生意都抢走了 前些日子 老留头过九十大寿 大摆祭司这种小事 都不用我帮忙 依我看 咱爷俩再接不到生意 恐怕就要饿死了 我走到餐桌前 狼吞虎咽地吃着早餐 吃饱喝足后 我疑惑地打量着李赖子 不对啊赖子 你不是还有一份护灵员的工作吗 现在是防火期 你不用去山里吗 我去年下山的时候 就已经辞去工作了 我没跟你说吗 李赖子想了想 解释到当初住在山里 完全是为了方便跟黑山联络 也能第一时间 完成俺婆娘交给俺的任务 现在事情解决了 可别想 让我再回到那孤零零的鬼地方 原来是这样 我看了一眼四块供奉牌 随口问道 黑山还疯着呢 嗯了呗 我也是愁得不行 李赖子拍了拍 随身携带的胯包 咱是黑山的女婿 有黑山的大仙帮忙 我李赖子就是个 有本事的出马先生 可现在 鬼知道他们什么时候 能再度出现 倒是能理解 我略有感叹地说道 这些年 黑山也经历了不少 最后帮咱们那几次 黑婆婆一脉 可谓是 动了最后的血本 现在好不容易安稳下来 他们肯定要好好休养一下 万一哪天另外五家变了卦 至少也得有个防范不适 能被我想明白的道理 李赖子肯定比我考虑得更为周全 她知识口头嘀咕几句 并不会真的埋怨黑山的不管不顾 看我已经走出了阴霾 李赖子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 大儿子 咱出去走走 我离你去瞧瞧热闹 热闹 有啥好看的 我想要上抗躺上一会 而心情不错的李赖子 一把将我扛了起来 乐乐呵呵地向外跑去 喂 多大岁数了 小心点你那老月要 我跟你去还不行吗 出了门 李赖子将我放了下来 他气喘吁吁到年纪大了 不服老不行啊 大儿子 老猪又来咱们村庄独子了 我估计 这回他又得吃亏 老猪 我好奇地问到 隔壁村看事的猪先生 对 就是他 上次抽自己耳光的那位 李赖子一脸坏笑到孙友才 他家应该是招了到了 不干净的东西 我昨天打眼看了看 他家的阴气有点重 最近也是怪事频发 尝到了好处的老猪 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他收了孙家五千块钱 昨晚更是大言不惭地说 住在这里 依我看 这事他解决不了 一时间 我也来了好奇心 忍不住地追问到赖子 具体是啥情况 好像老孙家房子 出现了什么问题 最开始的时候吧 要磨漏水 要磨停电 修好了也坚持不了几天 后来就稍微严重一些 什么窗户 镜子 甚至电视机都无缘无故地碎裂 这几天更是夸张 晚上在炕上睡得好好的 结果一睁眼 他们家的六口人都在地上躺着 好像是昨天早晨吧 孙友才拿着菜刀 站在门口笑个不停 幸亏他媳妇及时醒来 要不然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李赖子哼了一声 继续说道 然后孙家就找了老猪来帮忙 你也知道 孙友才这些年 尾巴都要翘到天上了 大手一挥 直接给了老猪五千块钱 说只要能解决问题 报酬绝对让他满意 那老猪要钱不要命的主 几经几两的本事不说 真是什么烂摊子 都敢接 我倒要看看 他能不能解决 我思绪着李赖子的话 下意识地问道 你没去看看吗 是阴宅出了问题 还是惹了不干净的东西 我哪敢啊 李赖子连连摆手 我这人最大的优点 就是不犯傻 黑山疯了 但我可没疯 何况你小子一天天 把自己闷在屋里 我就算看热闹 都躲得老远 生怕跟自己扯上关系 你倒是挺明智 言语间 我和李赖子 已经来到了孙友才的家门口 要说吧 人喜欢看热闹这种事情 算得上是通病 一大早 老孙家门还没开 豪华的二层小楼附近 就为了不少指指点点 七嘴八舌的村民 孙友才是村里的大户 其实他自身没啥本事 但他命不错 这人的二儿子 在城里做大生意 貌似赚了很多钱 只要孙家老二回来 整个望山村都为之轰动 简直比过年还要热闹 二层小楼 也是他二儿子出资盖的 如今孙友才劳两口 还有他大儿子一家四口 居住在这里 李哥 你也来凑热闹 何庆挤过人群 凑到了我们跟前 小何苦也出门了 还记得当时咱俩的约定簿 一听这话 李赖子连忙对我 吹起了耳旁风大儿子 别听他的 泼他一盆污水的事情 是老仙吩咐的 我抽打你 也是让你快点醒过来 我瞥了一眼李赖子 随之对着何庆 问到三个多月了 你家里人没大碍了吧 没事了 何庆瞪着李赖子说道 当时给我们折腾的不轻 好在这家伙 还算是有点良心 给我们写了个药方 要不然的话 不等你出来 我就先动手了 就在这时 只听孙家的院子里 传来了砰砰砰的声响 以及一个男人的哀嚎声 村民们不停地向后退去 生怕有什么危险降临在他们头上 可即便如此 这些人都没放弃过 看热闹的雅兴 当然 从我来的那一刻开始 其实他们就已经 保持一定的距离了 孙家的大门被推开 支箭满脸 是写的朱先生 连滚带爬的逃窜出来 此刻的朱先生颇为狼狈 他浑身是伤 衣不蔽体 似乎神经 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救命啊 鬼啊 救我 哟 这不是朱先生吗 你一个看事先生 还能怕鬼不成 李赖子一把将对方拽了起来 忍不住地打去道 怎么每次 见你都这副德行 你这倒横也不行啊 你少说屁话 有本事你去 朱先生擦拭着脸上的鲜血 哭腔着说道 十多个凶神恶煞的鬼魂 差点没弄死我 十多个 李赖子浑身一颤 下意识地问道 这老孙家捅了鬼窝不成 大清早的 你可别开玩笑 朱先生双腿发软地 抓着李赖子的手臂 崩溃地喊道 你看我这死出像是开玩笑吗 他的确没说谎 我盯着孙家的宅院 看向了里面的场景 只见孙家六口人 正以一种诡异的姿势 站在原地 老老少少站成一排 每个人都点着脚尖 平斩着双臂 而他们的表情更是诡异 那种夸张到扭曲的咧嘴方式 所透露出的古怪笑容 让人看一眼 就觉得极被发凉 除此之外 孙家的六口人 脸色苍白如指 关键白就算了 他们的脸上 好像还涂抹了重重的腮红 让原本就可怕的男女老少 再度增添了不少圣人的死样子 好家伙 这孙家人是中邪了吧 人群中的妇女惊恐地问道 他们是不是死了 另一人后退了几步 见一道海 还是找村长看看吧 你糊涂了 村长能看事不成 你一言 我一语 村民们见识不对 走了不少 只剩下几个好奇心和胆子 都比较大的 依旧保持距离地看着热闹 我神色凝重地 盯着院内的六人 在我的视线里 他们每个人的身后 都有一道模糊的身影 那些鬼魂 用他们的脚掌 垫起了六人的脚 同时 他们也托举着孙家人的双臂 除了这六个鬼魂之外 院子里 还有五道模糊的轮廓 我看不清他们具体的样貌 但我却能感觉到 冰冷的阴气 已经弥漫了整个孙家 只不过这些阴气的流动 让我觉得有些复杂 至于复杂的原因 我想 应该是鬼魂的数量所致 我能断定 眼前的这些鬼魂 都是凶鬼 而且 他们强悍的程度并不怎么样 和上次复身李赖子的凶鬼相比 简直差得太多 如此一来 问题也就明显了 这种程度的凶鬼 彻底迷了孙家人的心之不说 竟然还能做到鬼垫脚 鬼脱臂 按理来说 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才对 别说这是刚凝聚成型的凶鬼 即便是擅长复身的厉鬼 也没有这特殊的技能 据我了解 这有一种名为垫背鬼的鬼物 极为擅长这种害人方式 关键是吧 垫背鬼很罕见不是 而且还是人为造就出来的 眼前这十一个鬼魂 绝不是垫背鬼 但他们所有反常的表现 都混乱着我正常的思绪 大儿子 瞧出啥眉目了吗 李赖子遮住一只眼睛 跟个好奇宝宝似的看来看去 看了片刻 李赖子轻松地说道 还行 都是些刚有点气候的凶鬼 应该不难解决 就是数量着实不少啊 不对劲 我紧皱眉头地 将我所了解地告诉了李赖子 她听过之后 也是惊讶得不得了 不过我的一席话 更是让另一个人大为震撼 而她便是隔壁村的朱先生 小子 你说的是真的假的 就你这小年纪 能看出来这么多 听到朱先生对我的质疑 李赖子嗤之以鼻地回怼到老朱 你才看几年事啊 别看我大儿子年纪小 但他看事的本领 绝对不比你差 何苦自打安顿 再往山村开始 身边就跟着黑胡 九岁那年 他更是见了自己的父母 不说这两样 老河头知道吧 他那一身本领 都比你厉害不知道多少倍 就你这德行 还敢碰瓷 我们家小何苦 也不撒泡尿罩罩 李赖子对的朱先生 是哑口无言 不过这些话 他还真没有吹嘘 我天生是吃阴间饭的 本身对这些东西就不抗拒 别看我整天疯疯傻傻 但黑胡在我耳边的唠叨 可谓是一丁点都没有浪费 除此之外 爷爷和我亲生父母 也给我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之所以了解这么多 也确实是李赖子所说的那样 见朱先生没了脾气 李赖子乘胜追击到望山村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能插上一脚的 你没死在这里 都算你命大 大儿子 李赖子拍了拍我的肩膀 气势恢红地提高了语调这事 咱们接手了 换做以往 李赖子肯定要劝说我 量力而行 这一次 他之所以当机立断地答应下来 一来是为了找回我们爷俩 在望山村的颜面 二来则是他也想明白了 我这命格 注定一辈子和鬼怪打交道 想要成长 势必要刀头填血 既然逃不掉 那就硬着头皮走下去算了 就在这时 院子里的六人 僵硬地迈动着步伐 他们一边走 一边发出圣人的笑声 村民们见状 立刻四散而逃 就连以胆大者称的和庆 都跑掉了拖鞋 看样子 上次水鬼的经历 也磨平了这老小子身上的不少火气 两位先顶着 我就告辞了 老朱刚想跑 便被我按住了肩膀 我死死地盯着孙家六人 语气冰冷地开口 倒迷了心智 踮了脚 却没有害人性命 我想 你们也不愿意徒增罪孽 不知各位 可愿意跟我谈谈 滚 孙友才目自欲裂地盯着我 英杰地咆哮到毛头小子 这里没你的事 叫孙正望过来 说完 只见孙家的六人 疯了一样地嚎叫起来 他们发出的声音很是刺耳 我们三人难以忍受地捂住了耳朵 伴随着一股阴气的席绝 孙家大门传来砰的一声闷响 随之紧闭 缓过神来的李赖子 指着孙家大门问道 这他妈是凶鬼 你看我吹牛逼了吗 朱先生蜷缩在一旁 老泪纵横地说道 你们有种你们解决 我要回家 让我回家 你还不能走 我转身看向朱先生 问道告诉我 发生了什么 我也不清楚啊 朱先生委屈地说道 我是昨晚过来的 当时孙家除了阴气重一些 其实真没什么 为了以防万一 我是一整晚都没睡 一直到早晨八点多点的时候 这孙家六口人 就像你刚才看到的那死初 突然间叫我围了起来 我好歹 也是个出马先生 而且 大仙还在我身上 当时我就想让大仙给看看 他们什么来头 结果你猜怎么着 大仙根本查不到他们的阴急 时候我寻思跟他们谈谈 问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结果孙家六口人都说 让孙政望回来 根本没和我商量的意思 我哪能受那委屈 就嘴贱地威胁了两句 然后就被揍成了这个熊样子 没有阴急 我立刻反驳道 不可能 只不过是刚有点气候的凶鬼 没阴急 绝对会魂飞魄散 我还觉得不可能呢 朱先生擦拭啄眼角 抽气道 我们家老仙说了 可能是查不到 也有可能是的确没有 反正这活我是不接了 你们有本事自己处理吧 把你们家老仙借我用用 朱先生一愣 如同看傻子一样 看我老仙也要见 你有病吧 咋这么多废话呢 李赖子一脚将朱先生放倒 然后将抢来的供奉牌递给了我 大儿子 你是想让老朱的堂口大仙 帮你看事 哦 不是 我抄起一块石头 将朱先生的供奉牌砸得吸碎 整个过程那叫一个干净利落 没有一丁点的拖泥带水 供奉什么不好 非供奉黄皮子 这股味我忍很久了 李赖子嘴角抽搐 他怎么就忘了 老朱是供奉黄皮子的呢 而趴在地上的朱先生 则是哭得更大声了 就在这时 孙家的大门再度打开 只见面无血色的孙友 才趴在门口 虚弱地哀求到赖子 小何苦 帮帮我们 看到孙友才趴在门口 有气无力央求着的时候 我们都被吓了一跳 倒不是孙友才的样子 有多么吓人 而是他的身后 已经没有了刚才的凶鬼 大儿子 这老小子 肯定是装模作样 不是 我看了看院内 嘀咕到凶鬼已经不见了 不见了 李赖子用自己的眼睛瞧了瞧 疑惑万分地问道咋会这样 鬼呢 回家吃午饭去了 我走上前去 蹲下身子对孙友才问道 刚才发生了什么 你知道吗 知道 知道 孙友才须弱不已地说道 有脏东西祸害我们家 谁要是能帮我解决 我给他五万块钱 不愧是村里的大户 说起话来 就是财大气粗 听到这个数字 就连满脸是血的朱先生 都有些跃跃欲势地张望了几眼 钱倒是小事 能救你们命才是关键 我对着李赖子挥了挥手 吩咐到你 去给孙家六口 弄点驱散阴气的浮水喝 但记住 先收钱 后办事 这次学会了面对之后 也着实让我成长了不少 还是那句话 鬼魂绝大部分的情况下 是不会无缘无故 找上某个人的 这孙家人丁兴旺 一下子来了这么多鬼魂 说没有缘由 打死我都不会相信 由此一来 能积攒应得 还能赚钱 我自然没有了拒绝的理由 李赖子忙前忙后 我则是植入主题地问到孙老头 那孙郑旺是谁 我 我二儿子 孙友才靠在墙上说道 老大叫郑兴 老二叫郑旺 这不孝的畜生 打了几次电话都没回来 你给他打过电话了 我们都要被折腾死了 哪能不打电话 听到这话 我继续追问道 也就是说 他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 那你二儿子是怎么说的 孙友才喘了几声 沙哑地开口道 那小畜生 说熬过初七就没问题了 让我们再坚持一下 我坚持他奶奶个腿 再见到他 我非得打折他的腿不可 朱先生 你问问你们家老仙 初七 话说到一半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 碎了一地的木屑 随之嘀咕到算了 我自己看吧 我拿出随身携带的日历 看起了十日 伴随着我手指的掐算 我也喃喃自语起来 偏杀正英转出阳 初七子时 的确是由阴转阳的日子 只不过 这和你们家的凶鬼 有什么关系 今天初五 还有不到两天的时间 你二儿子 肯定知道点什么 那些凶鬼 也指名道姓地让他出面 倒也是奇怪 我将日历放进了胯包中 随之问到老孙头 你儿子确定不回来 他要回来 我 我还能骂他畜生吗 老孙头面如死灰地 说到他电话里说 他要是回来 绝对死路一条 只要我们能坚持住 之后就没问题了 可你也看到了 这哪里 是人能抗住的呀 说到这里 老孙头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颤抖地说道 小何苦 你一打小 我就知道你有本事 你帮帮我们 只要能解决那些个脏东西 这酬劳宝挣之多不少 我哪能多要你的钱 说五万 就五万 我对院子里的李赖子 摆了摆手赖子 赶紧扶孙老爷进屋 我出去一趟 等会回来 你钱啥去 李赖子紧张兮兮地问道 这里没问题了 应该没问题 阴气散了绝大部分 情况不对 你把腿快跑 就是了 叮嘱过后 我一把拽起朱先生 朝着另一个方向快速走去 臭小子 你放开我 朱先生一把血一把泪地 擦拭着面庞 愤怒不已地呵斥到 砸了皇家的供奉牌 你知道这是多大的罪过吗 我可告诉你 皇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这条小命能保下来 都算你厉害 少废话 你供奉皇皮子 就是你的错 而且我也没心思跟你讨论 皇家会怎么报复我 你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回答我几个问题 我急匆匆地 问到第一 昨天你去的时候 用寻音符没有 肯定用啊 朱先生气喘吁吁地说道 老孙家的阴气比较重 我肯定要查明一下阴气的源头 不过寻音符 以及我身上的老仙 都没有给我任何反馈 当时给我高兴得不得了 我还以为 就是他们家阴阳失衡 谁知道竟然是个 这么棘手的大麻烦 第二个问题 我继续问到 按你的意思 他们是突然间出现的对吧 几点发生的这种情况 越精确越好 8.05前后 误差不超过两分钟 朱先生 笃定到我当时玩手机来着 很确定 第三个问题 我停下了脚步 而我面前 正是我和爷爷居住十几年的老房子 孙家人昨晚有什么一样吗 朱先生 想了想 随之摇头 晚上的时候挺正常的 不过他们家人是真的能说梦话 半夜里大喊大叫的 我去看了 没什么问题 知识单纯的睡迷糊了 想想也能理解 谁家被这么多凶鬼 一连折腾许久 都会被吓得不轻 哦 对了 朱先生突然间想起了什么 补充道 之前的阴气并没有这么重 但经历了一整晚 阴气至少增长了数倍 因为这种现象 我们家老仙觉得 是孙家的阴宅出了问题 我本打算从阴宅着手解决 没想到 却险些要了我的老命 从朱先生口中 得知了一些有用的消息之后 我对他摆了摆手行了 你走吧 没你事了 小子 我劝你别插手孙家的麻烦 朱先生离开前 较为真诚地提醒到 我看了这么多年的事 如此邪乎的还是头一回 刚才我才反应过来 望山村的阴宅 之前已经被你搬空了 那么这次的麻烦 绝对非同小可 你这年纪 可别因为冲动搭了性命 我没有搭理朱先生 而是来到了老宅的仓房 仓房里有一些爷爷 生前留下的工具 这些工具没有搬走的原因 则是 我有需要的时候 就会回来看看 老爷子以前 弄木匠活的时候 就会坐在这里 而现在 他的手艺落在了我的身上 每当我 拿起这些工具 就好像他老人家 也站在我身旁 悉心教导一般 除了一些工具之外 仓房中央还有一口棺材 而那棺材 正是爷爷的 他老人家做了一辈子木匠活 打了不知道多少口棺材 人嘛 总是要有点私心的 眼下的这口棺材 是他这辈子 最引以为傲的杰作 只不过 在我这个愣头青面前 这口棺材从今往后 便不复存在了 我拿起工具 将棺材拆解成了木板 学了其中几块之后 我便匆忙地跑回了孙家 见我回来 提心吊胆的李赖子 指着我问道 你小子钱啥去了 这些木板哪弄来的 怎么看起来有些眼熟呢 哦 老爷子的棺材板 听到这话 李赖子瞬间炸了毛和苦 你爷爷的棺材你也拆 你真他妈的孝顺 留一口空棺材有啥用 他老人家是想扶去了 又不贪图这个 我拿着木板 比亮着孙家大门的距离 一边敲打着钉子 一边嘀咕到等你没了 我再给你 弄一口好的棺材 今天这木板有大用 呸呸呸 少说晦气话 李赖子帮我扶着木板 不满地训斥到你 干把我长命百岁 用不着你往这方面惦记 不过话说回来 你这棺材板 是用来钱骂的 顶级的雷坯木 能压制阴气 而且 老爷子是百岁英寿 这棺材里 还躺过百家骨 不是吹牛 别说一群凶鬼 就算是恶鬼在里面 也跑不出去 当然 我指的是寻常的恶鬼 听到这话 李赖子双眼泛光地 指着棺材板这么好用的吗 你给我也整一块 你自己回老宅拿呗 我愣了愣 随之认真的看向李赖子 你的确可以取一块 棺材板垫在身下 这样一来 你睡觉的时候 一般的脏东西 都不敢进你的身 趁着能用的时候 就别浪费 老爷子离去 已有一段时间了 村民们的亡魂 也已经送走了 用不了多久 这些棺材木 就会彻底地失去作用 听我这么说 李赖子立刻放下工具 飞快地朝着老房子跑去 等他回来的时候 只见这老小子 竟然将完整的棺材 盖扛了回来 叮叮当当的声音 引来了孙友才的大儿子 孙正幸 男人有气无力地 指着大门问道 你俩这是钱吗 我们一会 还打算出去避避呢 我按着钉子 砸了几下 冷声道出去 那些凶鬼 就不找你们了吗 再说了 你们家这点事 全村都知道 你觉得谁有胆量 收留你们不成 那怎么办 孙正幸很是担忧地 看着我 你们也不进来帮忙吗 谁说的 我微微一笑 收了你家的钱 我肯定要帮到底 你们先歇着 我把大门封上就进去 孙正幸一脸狐疑地 看着门口的木板 提估到都疯死了 你们怎么进来 靠 我抓了抓 头发忘记了 我应该进去订钉子的 封好大门之后 我和李赖子跳墙 进入了孙家 刚走进二层小楼门口 里面便传来了砸东西 和愤怒的叫骂声 我凑上前去 只见孙友 才将手机摔了个粉碎 而他更是捂着月胸口 喘息个不停 砸了老孙头 这么大火气 我捡起手机 摆弄了几下 叹息地说道 这么好的手机 说砸就砸 还不如给我 别提了 孙友才气嚷嚷地骂道 孙政王那王八蛋 连电话都不接 他一个人在外潇洒快活 连我们的命都不管不顾 我怎么就生了 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嘴见的李赖子 一边扶着棺材盖 一边戏谑道 这个时候知道骂了 以前你二儿子回来的时候 你可是恨不得 拉着他挨家挨户的炫耀 你 你 换做以前 鼻孔朝天的孙友才 非得回怼几句 但这结果眼 他有再大的怨气 也不敢对李赖子发现 行了 你就别跟着添乱了 孙友才指了 指康上的五塌钞票 有气无力倒能解决 钱都是你们的 不过丑话说在前头 要是解决不了 一分钱你们都拿不着 那兴朱的狗东西 拿了我五千块钱 结果却不办事 等这事熬过去 我非得让他 给我吐出来不可 赖子 收钱 李赖子有些疑惑地 问到现在就拿 我坐在舒适的沙发上 点了点头先拿着 解决不了退回去便是 钱不在兜里揣着 我心里没底 李赖子收钱的功夫 我用声音打断了 孙友才不舍的眼神 孙老头 看样子你也知道 这事跟你二儿子 有很大的关系 你了解多少 我了解个屁 一听到我提起他的二儿子 孙友才的血压 就蹭蹭地上涨 他只说过了 初七就没事了 多余的是一个字都没讲 下次见到这混账 我非打死他不可 我拿出黄纸铺在了茶几上 继续说道 给你家六口人都叫过来吧 说一下你们的生辰八字 想了想 我补充到孙政旺的 也说一下吧 越详细越好 无精打采的六口人 纷纷来到了客厅 而我则是认真地 记录了每一个人的详细信息 弄好这一切之后 孙家众人便去休息去了 不过此刻拿着黄纸的 我却有点犯了愁 大儿子 你这是想查查阴急 是啊 我拿起柳家的供奉牌 叹了口气 大壮姐没回来 她的气息不在堂口 叫回家大仙呗 看个阴急而已 我有些惆怅地说道 大壮姐到杭申 那些灰头老鼠打个洞还行 别的我怕他们办不好 道理是那么个道理 但是吧 你大壮姐离开 兴许也是想告诉你一个道理 李赖子意味深长地提醒到 出马弟子和堂口大仙 相辅相成 但作为先生的你 不能将所有的指望 都放在老仙身上 有些时候 你自身的决定和对策 比大仙的帮助 要更直观不少 办法是想出来的 路也是自己走出来的 你只管做 做得好了 柳大壮自然会回来 同时 其余的仙家 也愿意吃你堂口这株香 我颇为意外地 打量着李赖子 忍不住地夸赞道行阿赖子 学务是越来越高了 你以为我李赖子吃素的 李赖子得意忘形地笑道 咱吃的盐 比你吃的米还多 看着李赖子开心的模样 我也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紧接着 我将徽家的供奉牌 放在了黄纸上 随之摆上了香炉 和些许的供品 伴随着神条的声音 我的肩膀上开始吃力 片刻后 我语气郑重地开口 到灰钩子大仙 帮我查查这几个人的 殷疾正不正常 知见我挠了挠塞 声音略显尖锐地说道 都说了几遍 请我的时候奉上烟酒 你这傻娃子 怎么就这么没规矩呢 我不喜欢 我毫不客气地说道 又不是请不来你 我讨厌那些味道 留在我身上 你也别要这样拿 该给的少不了 三顿香火供奉 如何 这还差不多啊 灰大仙话音落下之后 知见我浑身抽出个不停 我嘴里嘀咕着一些 别人听不懂的话 而一旁的李赖子 则是 一边打着文王鼓 一边大声唱着神条 这种情况 持续了将近半个小时 我才渐渐平稳下来 阴宅四平八稳 阴急正位落户 没啥问题 听见我身上的老仙这么说 李赖子提着沙哑的嗓子 问到老仙 门槛里外都看了吗 不应该没问题才对 这里凶鬼闹得厉害 说没问题就是没问题 哪那么多屁话 灰钩子不满的呵斥道姓 不过我另请高明 信得着 我深吸 一口气说道 通过我的肉眼观察 这里的阴气 已经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 那些凶鬼就好像完全消失了似的 他的呢 我指了指黄纸上的一个名字 而这个名字 便是孙正旺 查不到 灰钩子凝重地促起了眉头 他的阴宅应该不在这里 我试着找寻过 但一丁点的线索都没有 要模式距离比较远 导致我道横不够 要模式这人的阴急有问题 我拿着毛笔思绪了片刻 在孙正旺的名字上画了个圈 随之低估到 生辰八字都有 按理来说 应该可以查到 你追溯到了哪里 江北市 得到回答之后 我扯着嗓子对着二楼 喊到孙正旺是在江北市部 是 听到孙友才的声音 我再次陷入了沉思 孙友才的回答 和灰钩子查询阴急的地点 完全口无合 这也就代表着 他的搜寻方式和方位没有问题 如此一来 没有查到孙正旺的阴急的原因 就略显怪异了 也是奇怪 李赖子喝了口茶水 疑惑到 阴急没问题 门槛里外不犯冲 阴宅更是四平八稳 那些凶鬼哪来的 关键现在连凶鬼的阴气都消散了 要磨是 他们走了 要磨 说到这里 李赖子打了个哆嗦 要磨可就不是单纯的凶鬼那么简单了 找寻阴气吧 我对着灰钩子吩咐道 你们灰家大仙辛苦一点 把这宅子里里外外都翻个遍 只要找寻到凶鬼的阴气 咱们就能想办法把他们揪出来 大门已经封上了 只要他们还在这里 就绝对跑不出去 记住 每个地方都要找得清楚 有道行的大仙 去阴宅看看 稍微差点地攥攥马桶 下水倒什么的 一听这话 我身上的灰钩子 颇为愤怒地呵斥到 臭小子 你别过分啊 上次帮你挖坟松土 我们灰家都被其余大仙 笑话了好几天 你这次倒好 通下水的活 也交给我们了是吧 可傻子 我可告诉你 咱灰家虽是五仙末尾 但好歹也是仙家 我伸出了一根手指 豪爽的许诺道 十日供奉 参与的灰大仙都不会落下 除此之外 能解决这桩麻烦所获的应得 你们灰家拿走三成 这 见灰钩子有些犹豫 我趁热打铁 到过了这村可没这个店 我很确定 那十一个凶鬼还在这里 你自己想想 会得到多少应得 一通忽悠过后 灰钩子乐呵呵地答应了下来 反正 它是有倒横的那一类 也不用钱赃活累活 只要架码开得足够 这灰头老鼠 并没有什么原则 李赖子见我身上的大仙离开 忍不住地打去到 让灰大仙通下水这种事情 也就你能牵得出来 物尽其用而已 绝地三尺找寻阴气 我想不到比灰头老鼠 更合适的人选了 我生了个懒月药 笑到以后出马弟子这口饭 我要是吃不起了 我就专门供奉灰家 疏通管道 敲砖打动这种事情 他们还是很擅长的 接下来的时间 灰头老鼠负责找寻阴气 而我和李赖子 则是养精蓄锐 尽可能地让自己 保持着不错的状态 直至二楼 传来了女人哀嚎的声音 再度打破了难得的宁静 冲向二楼 只见孙正信的妻子 指着卫生间大喊道有 耗子 马桶里有耗子 我翻了个白眼 不耐烦地解释道 我还以为啥事 不就是个耗子吗 别管 也别打 回家大仙 在工作 你们忍一忍 说完 我便下了楼 而女人则是提着裤子 跑回到了卧室 江北市 某处昏暗的房间中 处处彰显着诡异的气氛 供奉桌上 摆放着一尊凶煞猙獰的神像 神像下方 有燃烧的香火 还有一碗新红的液体 诡异的屋子里 有两个人 其中一个坐在轮椅上 仔细看去 那坐在轮椅上的小老头 只有半截身子 从他的月曜间往下 则是空无一物 他的身前跪着一个中年男人 而这个男人 孙郑望 孙郑望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 小心翼翼地询问到大师 我家里又来电话了 那些个短命鬼折腾得很凶 您看要不要着手前欲一下 被称之为大师的小老头 睁开了那双 如同死鱼般的双眼 他瞪了一眼孙郑望 冷声道都说过了 初七就没事了 再怎么凶 他们也蹦跋不了两日 可是 孙郑望担忧地问到 我家里人不会有危险吧 那就要看他们的造化了 大师应急地说道 五鬼运财 六鬼垫背 当初我说了 这十一个短命鬼 能保证 你生意顺风顺水 可你这混账醉久之后 破了风水 若不是你那乌鞋 撒在了镇魂石上 岂会有今天的麻烦 孙郑望一张嘴 只见他口中 没了两颗门牙 一赶上阴日阴时的时候 那些个短命鬼 就会被我梦到 那天我越想越气 趁着酒精 就想用尿刺刺他们 结果我脚下一滑 磕掉了两颗门牙不说 还不小心把血染在了上面 真是晦气得不得了 大师就没办法 给他们弄回来吗 大师摇了摇头 我行动不便 没时间搭理这些小事 那十一个短命鬼 都被镇魂石压着 成不了大气后 因石渐消 挺过明早 就没事了 见孙郑望还想说些什么 小老头怒喝道 你给我听清楚 你有今天的财运 是我给你的 我不管你家里人 是死是活 若你感悟了我的事情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在大师的呵斥下 孙郑望低着头 彻底围你了下来 轮椅上的小老头 挥了挥手 不耐烦到滚吧 我要的两具尸体 别耽误了食 除此之外 别来打搅我 离开昏暗房间的孙郑望 双腿颤抖地擦拭着冷汗 他拿起手机看了片刻 随之选择 将手机彻底关闭 转眼间 来到了晚上 孙家人准备了晚餐 但除了我和李赖子之外 他们似乎并没有什么胃口 此时的我 狼吞虎咽个不停 而我表现的模样 也一如往常的呆呆傻傻 灰头老鼠并没有找寻到凶鬼的阴气 我清楚他们已经尽力了 和我看到的一样 那些凶鬼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般 饭桌上 孙友才忌惮地看着窗外的漆黑 试探性地问道 小何苦啊 你俩能解决吗 我们一家六口的性命 可都全放在你身上了 今晚要是再折腾一次 我们恐怕就活不了了 我 不 不知道 我啃着鸡腿 满嘴流油地回答到 目前为止 一 一点线索都没有 不过你放心 那些凶鬼 绝对 绝对跑不出大门 听到这话的孙友 才有些崩溃 他指着窗外说道 他们跑不出去 有啥用啊 我们都快出不去了 等 等他们自行现身 我指了指客听 我不像朱先生那么不负责 今晚最关键 晚上都待在这里 一有情况 我尽力解决 尽力 孙家六口人唉声叹气 可没办法的他们 是死是活都得忍着 只能期盼我真的有点本事吧 要不然的话 吃饱喝足后 我直接躺在了沙发上 见我占据了整张沙发 孙家其他人 则是搬来了小板凳 将我围了起来 我也不在意 睡得那叫一个安稳 十点多钟的时候 李赖子凑了过来 对我问道 还要我帮忙不 不用 我指了只靠在墙上的棺材盖 说到你找个房间睡觉吧 要说你也是有病 就不能找块平坦的吗 那不行 就这块最结实 李赖子黑黑笑道我力气大 当被子盖 用不着你管 李赖子走后 我继续打着盹 而孙家人则是如同守灵一样 黑着的眼眶 就没敢从我身上挪开过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要诈尸呢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猛地睁开双眼 在我睁开眼睛的一瞬间 只见我头顶的吊灯 开始闪烁个不停 短路的电流声 也不停地滋拉起来 下一刻 整个二层小楼的 所有灯光全部熄灭 冰冷的阴气 则是再度弥漫开来 没猜错的话 已经到了子时 今夜是阴气 最为胜烈的一段时间 熬到中午的话 因时阴日开始削减 过了初七 便是几日 至少这一点 那未曾露面的孙政旺 没有说谎 要是能扛过去 兴许那些凶鬼 真的会自行离开 只不过 从现在开始 也是最危险的时候 我拿出手电筒 朝着四周照射了一圈 此刻我的周围只 剩下了一把把小凳子 而原本坐在这里的孙家六口 完全不见了踪影 我没有急于找寻他们 而是拿出了一道 早就准备好的寻音符 白天的时候 灰大仙全员出洞 都没能找寻音器 而现在 二层小楼阴风四溢 无疑是收集音器的 最佳时机 伴随着一道火光燃起 我口中也开始念念有词 同时 灰钩子也踩在了 我的肩膀上 钩子大仙 别含糊 找到音器 看看 那 那些凶鬼 到底是什么玩意 不用你说 灰钩子配合着 我将寻音符 递功效尽 尽可能地发挥出来 伴随着黄浮的燃烧 一股烟气也生腾起来 按理来说 这些烟雾 可直至一整张寻音符 全部燃烧殆尽 那生起的烟雾 都没有改变过方向 烟雾彻底消散的一瞬间 灰钩子惊恐地问道 和傻子 你他娘的 到底招惹了什么鬼东西 这么重的音器 竟然找寻不到蛛丝马迹 你管这玩意叫凶鬼 我也想 想不通 我感受着周围冷冽的音器 问道 如果靠你自身查找呢 没可能 灰钩子忌惮地说道 寻音符 是咱俩合力完成的 效果 比我自身找寻还好 现在符咒都没作用 我还能指望个屁啊 臭小子 我可告诉你 等灰我要是走了 你别怪我 灰钩子坚决地说道 这种情况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我实力有限 见识不对 我把腿就跑 你自己看着扮 还没等我做出反应 只听二楼 便传来了砰砰砰的声响 眼下的我 没有丝毫头绪 也根本不知道该从何下手 但我清楚的是 我现在要是走了 这孙家六口必死无疑 我盯着楼梯口 眼神逐渐变得坚定起来 倒不是说 孙家六口人的性命 有多么贵重 真正被我在意的是 五万块的用金 以及我急需的应得 二楼的走廊黑乎乎的 砰砰砰的声响 很有节奏地传了出来 我将手电筒 照向了声音的来源 只见孙正信面对着墙壁 脑袋不停地在上面碰撞 喂 头不疼吗 我朝着孙正信喊了一嗓子 对方脑袋撞了一下墙壁之后 转头看向了我 苍白的面孔 配上诡异的笑容 这孙正信看起来的确有点渗人 只见孙正信僵硬地扭动着脑袋 同时 他的肢体 也表现出一副诡异的弧度 下一秒 孙正信极为扭曲地向我冲了过来 一把将我扑倒在的 其实从孙正信动身到 将我压在身下的几秒钟里 我是有反应时间的 之所以没躲开 则是我更想清楚地了解 这些凶鬼 到底是什么玩意 猙獰的孙正信 死死地抓住了我的脖子 看他这副架势 恐怕是要将我活活掐死在这里 我凭住呼吸 干净利落地 将事先准备好的打灵符拿了出来 打灵符是北方马家较为常见的符咒 按理来说 这种符咒 通常是用来驱逐一些 赖着不走的眉脸子 不过 我手里的这道打灵符 是柳大壮留下来的 说不定对付这凶鬼也不在话下 我手掌一翻 将打灵符按在了孙正信的跃胸口处 孙正信短暂地愣了两秒钟 但随之 他的手掌便更为用力地掐住了我的咽喉 不管用 我沙哑地喊道灰钩子 凶鬼在他身上 给他抓出来 知道 虽然说我身上的灰头老鼠并不厉害 但好歹是个大仙 稍微触碰一下 鬼魂还是没问题的 在手电筒的光束下 墙壁上出现了一只硕大老鼠的影子 只见那倒影子的利爪 死死地按在了孙正信的肩膀上 试图将他身上的鬼魂 强行地拖拽出来 在我的视线里 早上的鬼影 的确在孙家人的身后 和我之前的判断一样 近距离地观察下 不管是凶鬼散发出来的阴气 还是说我肉眼可见他的模样 都表明着 这凶鬼并不厉害 这种程度的鬼物 哪怕是灰钩子 这烂鱼冲树的大仙 都能对他造成威慑 但令我再次震撼的是 灰钩子再度扑了个空 根本没有办法触碰到 孙正信身上的鬼魂 这不可能 我和灰钩子一同惊呼 语气中 皆充斥着不可思议的震撼 之所以暴露出这么大的破绽 我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可凶鬼明明就在我面前 但不管是打灵符也好 还是灰钩子的手段也好 竟然连触碰都没办法做到 这绝对不是单纯的凶鬼那么简单 喘不上气的我 一脚将孙正信踢开 剧烈地咳嗽几声之后 我扶着墙壁 看向了身前的孙正信 以及垫着他脚掌的鬼魂 你们 究竟 是 是什么鬼东西 我喘息着说道 盘踞多日 你们没有害人 我想 你们这些凶鬼 还保持着不少善念 所谓祸不及家人 有什么没能达成的心愿 不妨告诉我 我尽可能地帮你们完成 孙正信猙獰地咆哮到 叫孙正望回来 要不然他家里人都得死 果然 一切都是孙正望挑起来的 我思绪片刻后 说到我会让孙家人联系他 你们先别 折腾他们 如何 只见孙正信一言不发 他转过身去 对准了墙壁 再度将脑袋用力地砸在上面 这一次 鬼魂明显被我的举动所积木 知识砸了几下 血迹便沾染在了白墙上 他能坚持多久 取决于你 凶鬼阴冷 倒让孙正望过来 不然 孙家人都要死 我不甘心地看着孙正信的举动 但郁闷的 是我对于眼下的状况 完全是束手无策 明明是凶鬼 明明有应对的办法 可到头来 却是无计可施 至于联系孙正望这种事情 根本不在我考虑的范围内 如果他会回来 早就出现了 和傻子 灰狗子惊恐地说道 供奉我们灰家不要了 这玩意 咱家解决不了 就这么地吧 别走 我朝着右手边的房间走去 同时喊到真有危险的时候 你跑我不怪你 再跟我去找找线索 说完 我便按下了粉色房门的门把手 推开房门 我将手电筒照射在了房间内 在光束的照射下 只见几个洋娃娃 漂浮在半空 同时 我还听到了一个小姑娘的笑声 顺着声音 我看到了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 正开心地对着屋内挥手 而她看向的方位 便是洋娃娃漂浮的地方 你 你看到了吗 挥钩子指着身前问道 总共四个凶鬼 一个在这小丫头的身后 另外三个是在 是在陪她玩吗 我看到了 在我的视线里 三个五大三粗的男人 正操控着洋娃娃 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 而另一个凶鬼 则是按着小姑娘的肩膀 那个鬼魂 也是早上 我看到控制着孙家六口人的其中一个 屋内的气氛无比的诡异 这种诡异 让我完全提莫不清头脑 凶鬼哄孩子开心 这他妈是什么天方夜谭 进入屋内 我们的目光交织在一起 洋娃娃从半空中掉落下来 那些鬼魂都凶神恶煞地看向了我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床上的小女孩 她怯懦地抱着双腿 神色很是慌张 这一幕 让我更迷糊了 好像我才是要害人的鬼怪 而真正的鬼魂 彷佛成了她的亲人朋友一般 各位大哥 我一脸无奈地问道 你们善良的 简直令人发指 求你们了 跟我说说你们 到底有啥未完成的心愿 就算是杀人越货 我也答应还不行吗 我真能看出来 你们的确没想害人 不就是那孙郑望吗 我一刀挂了她还不成吗 这件小姑娘缓缓抬起了头 咬牙切齿地凝视着 我让孙郑望回来 我们要亲手杀了她 你的话 我们不会相信 我怎么就不能相信了 我 我刚想继续劝说 只见床上那小家伙的头发 忽然间漂浮在了头顶 看到凶鬼抓住了这孩子头发 我连忙制止别 我不问了还不行吗 我走错房间了 你们继续玩 我就不打搅了 说完之后 我退出了房间 并且陪着笑脸 轻轻地关上了房门 离开房间 我安静地坐在了门前 此刻我的大脑飞速运转 将我从早上到现在为止 看到的一切 了解到的一切 全部都关联在了一起 见我久久没有开口 挥钩子忐忑地问道 想出办法吗 我想回家了 你看出区别没有 我指了指 身后的粉色房门里面的鬼有区别 啥区别 长相不同 不是 我皱眉摇头 解释到 按住那小家伙肩膀的鬼魂 和控制着洋娃娃的另外三个鬼魂 有所不同 具体的你别问我 我也说不明白 我只能些许地感受到 那三个鬼魂的气息好像 好像 想了半天 我果断地说到 好像被压住了运势 没错 就是运势 我刚才在他们身边的时候 我觉得自身的运势 都会受到影响 那种感觉 就好像 我自身的气韵 都要被偷走似的 灰钩子狐疑地看了我一眼 忍不住地笑了起来和傻子 你是 糊涂了吧 鬼这玩意 还有运势吗 照你这意思 他们尖头火还烧着呢呗 再度思考了片刻 我急匆匆地问到 灰钩子 如果你们帮助某些人提升财运 会用什么办法 积德行善 当个好人 或者说 推荐个理财专家 面对着灰钩子的敷衍 我冷声道别扯屁话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武仙也做了不少 见不得人的勾当了 快点告诉我 我好像找到了 这些凶鬼之所以特殊的 关键原因 灰钩子的语气 认真了不少 他缓缓开口到一般的 出马弟子吧 很少有人能做到 帮助他人改变运势 就算能 这种事情 也是费力不讨好 一个人的运势有限 想要提升 就要借势 出马弟子 要是从别人身上见 就会有损自身应得 即便是借到了 对自身也没好处 听到灰钩子的解释 我脱口出道 那要是从鬼身上见呢 咋可能 灰钩子还是那句话 鬼连三把火都没有 哪里来的运势 想了片刻 我难难道 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 造成的应得受损 或者一些其余的影响 让鬼魂或者他人承担呢 说完 我猛然抬头 又惊又喜地说出了四个字 无鬼运才 无鬼运才 灰钩子颇为无语地嘀咕道 那是啥玩意 歪门邪道的害人手段 我搜寻着脑海中的记忆 难难道吃阴间饭的 可不仅仅是北方的出马弟子 胡家是五仙之首 曾经的黑胡一脉 更是胡家的翘楚 如今虽说黑胡一脉 已经日薄西山 苟延残喘 但他们延续下来的底韵 可不是另外几家能够媲美的 而我 从能听明白话的那一刻开始 我身边的黑胡 就没日没夜地喋喋不休 别看我实力不济 但我脑子里 却有一本记录着阴阳的百科全书 无鬼运才 是一种增长财运的邪术 这种邪术 可以利用一些手段 镇压五个洋日洋时 出生之人的鬼魂 这无鬼被炼化之后 会将尸体和魂魄 安顿在需要生财的地方 往来路过之人 便会被无鬼窃取运势 这些运势 则被用于对应的人 或者某个建筑 我抓着头发 继续说道 你之前也说过 帮人介绍这种事情 有损应得 但无鬼运才不同 绝大部分的影响 都会被转嫁到无鬼 以及与他们有血脉相关之人的身上 还有这邪门的竖法吗 灰钩子激动地问道 这要是你弄一个出来 不就发达了 想屁吃 我冷笑道呢 能使用无鬼运才 这种竖法之人肯定不 不会把这歪门邪道的东西 放在自己身上 短时间内还好 等无鬼的后人 相继变成鬼魂之后 绝对是一桩理不清的大麻烦 而且 无鬼运才的风险很大 这些鬼魂怨气可怕的要命 一旦不小心释放出来 绝对是厉鬼以上的鬼物 若被反噬 简直生不如死 灰钩子指着粉色的房门 你的意思是 门内便是无鬼运才的鬼魂 不对啊 灰钩子连连摇头 你这话前后矛盾 屋里的不过是凶鬼而已 要真是厉鬼以上的鬼物 咱俩早完犊子了 不 这种现象 证明我猜测的没错 我站起身来 激动地说道 无法触碰 而且表现出的是凶鬼的阴气 则代表着 他们还处于被压制的状态 并 并不是真正地脱离了束缚 现在是阴日阴时 过了明晚子时 他们便没办法挣脱压制 这也是孙正旺所说过了 初期就没事了的原因 看着我激动的模样 灰钩子深深地叹了口气小子 你说的这些 的确挺精彩的 不过 你有办法解决吗 再说了 这些被压制住的鬼魂 又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他们为啥不找孙正旺报仇呢 灰钩子的话 让我再度陷入了沉思 他说的没错 这些鬼魂 能够短暂地脱离束缚 为啥不直接找孙正旺复仇 如果说孙正旺有克制他们的随身物件 那么这些鬼物 又是怎么找寻到这里的 因时因日 白天的阳气会崇尚一些 我脑海中回想着 早上来到孙家时候的场景 我一边想 一边自言自语 无鬼运才 对应着五个鬼魂 那么另外六个 很大 可能是垫背鬼 之所以以凶鬼的形式表现 也可以用被镇压的可能进行解释 可如果是垫背鬼的话 他们为何能支配着孙家六口 我猛地睁开眼睛 笑得我想明白了 是血脉 鬼魂擅长追寻血脉 他 他们无法加害孙正旺 所以是 顺着血脉找到这里的 我不知道我的推测对不对 也不清楚这些鬼魂 是怎么嗅到血脉气息的 但我能找到最直接的关联 舅 就是这里居住的都是孙家人 找到了关键的线索 也就意味着我有了新的尝试方向 我一边笑 一边跑得来到了孙正姓的身旁 此刻的孙正姓 还在用脑袋砸着墙壁 我也顾不上那么多 果断地从胯包里 拿出了一个碗 和一把锋利的小刀 我抓起孙正姓的手掌 猛地用小刀划破了她的手指 紧接着 我用碗接住了流淌下来的鲜血 收集了些许之后 我再度回到了粉色系的儿童房 见我进来 小家伙身上的鬼魂 猙獰地咆哮到 叫孙正望回来 否则 你也要死 闭嘴 我冲上前去 一把抓住了小家伙的手掌 同时冷声到你 无法离开这丫头的身体 你 你更没办法对付我 我要是说得不对 你就来对付我好了 果不其然 在我的声音下 凶鬼之士表现出了惊讶的一面 但他丝毫没有对付我的意思 你会害死所有人 面对着凶鬼的威胁 我将小刀温柔地划过了小家伙的手指 面对这么大的孩子 我肯定不会表现出粗暴的一面 用碗接着鲜血的同时 我叹息地说道 你们要是想害死他们 根本用不着等到最后的期限 我 我所做的一切 也只是 想要跟你们好好谈谈 接取一些鲜血之后 我离开了房间 紧接着 我找到了孙友才 以及他的老伴 这两个老家伙 表现得更为离谱 或许是想要震慑我的缘故 当我冲进房间的时候 只见这老两口 分别拿着剪子 正在相互剃着对方的头发 见我进来 两人将剪刀对准了彼此的咽喉 只听孙友才阴冷地威胁到在靠近 这两人都要死 跟我有个屁关系 拿着碗的我一如既往地呆头呆脑 我毫不犹豫地走进了屋内 嘿嘿地笑道 反正我 我也是要点鲜血 你要是动手 我还能省点事 你们这些当鬼的 平时不动脑子吗 我是看事儿先生 应得对我最重要 这些人死了的话 这笔债眼 也落不到我的头上 用着威胁我 简直幼稚的不得了 揭取鲜血过后 这对老夫妇 也没有向彼此出手 而我则是端着碗 离开了他们的房间 离开之后 我朝着最后两间卧室走去 左手边那间 传来了我熟悉的呼噜声 想都不用想 李赖子这家伙 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睡得正香 推开最后一间卧室的房门 只见孙正信正搂着他儿子 呼呼大睡 除了他们身上的垫背鬼之外 另外两个无鬼运材的鬼魂 也在这个房间里 房间出奇地安静 哪怕是我进来之后 屋里的几个鬼魂 都没有任何的举动 我走到床边 顺利地揭取了 父子二人的些许鲜血 整个过程出奇地顺利 甚至他们都没有 从睡梦中苏醒 离开房间后 我晃了晃手中的碗 笑着说道还行 挺顺利的 接下来就要试试我的办法 是否可行了 等 等一下 我身上的灰钩子 紧张地说道 和傻子 是不是漏了一个人 啊 我木讷地挠了挠头漏了吗 肯定啊 灰钩子颤抖地提醒到 孙正信的媳妇 你看到了吗 而且我忽然间想起一件事 她 她似乎和老孙家 没有血脉上的关联 煞时间 我急被发凉 也意识到了最诡异的疏忽 我猛地转身 想要找到那个 没有出现的女人 当我回头的一瞬间 只见一张毫无血色的面孔 正贴着我的脸颊 而她 便是孙正信的媳妇 我惊恐地睁大了双眼 说不害怕是不可能的 别说眼前面对的是未知的鬼物 就算她是个活生生的人 突然间出现 也会给我吓得不轻 与此同时 女人也猛然睁开了眼睛 她那漆黑一片的眼球 与我四目相对 我只觉得 一股阴气 笼罩在了 我的浑身上下 而我的双脚 也渐渐脱离了的面 怎么会 我紧咬着牙关说道你 你和他们不同 你并非无法触碰 即便是没有血脉的相关 你也能做到垫脚 只见我面前的女人 诡异地扬起了嘴角 她大手一挥 将我重重地砸在了墙上 我的后背疼得厉害 但此刻的我 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挥钩子 我手掌颤抖地拿起了打灵符 喘息地说道帮我 她 她是真正的垫背鬼 一起打 打打打 打个屁啊 这玩意起码是厉鬼 能打过吗 才在我肩膀上的压力 渐渐消失 只听挥钩子急匆匆地说道 我先撤了 你自求多福 说完这句话 我身上的挥钩子彻底跑路 只剩下我独自一人 还在苦苦支撑 没意气地挥头老鼠 你给我等着 我咬住牙关 低吼一声 将所剩不多的力气 全部发挥了出来 握着打灵符的右手 拍向了女人的身体 但我们之间的力量 太过于悬殊 她很轻易地 便抓住了我的手腕 使我动弹不得 你自己寻死 就别怪我了 抓住我的女人 再度将我的身体 砸向了墙壁 一瞬间 我觉得我的五脏六腑 都好像碎了似的 吃痛的 我再次抬起了手掌 只不过 这一次的 我没有将目标 放在女人的身上 而是将打灵符 按在了碗内的血水当中 看得出来 这鬼魂对打灵符 还是有点忌惮的 我突然间的动作 让她下意识地 护住了自己 却没想到 我真实的目的是 手中的那碗血水 一道火光顺势燃起 碗内也传来了 噼里啪啦的声响 紧接着 各个房间 都传来了痛苦的嘶吼声 煞时间 鬼哭狼嚎的声音 冲击着我脆弱的耳膜 果然如此 我虽狼狈 但也露出了 胜利者的微笑 你们是通过血脉 找寻过来的 寻常的办法 对你们没有效果 但你们的阴气 实际上 藏匿在血液当中 至于你 则是个异类 我对着孙正信 媳妇身上的鬼魂 说道 没猜错的话 你的实力 要比他们强大 借助着 因时因日的作用 你的鬼魂 能够更真实地出现 且不用躲藏在 血脉对应的身体里 所以 你扬装成 其余几个鬼魂的样子 从而混淆试听 对吧 愤怒的女人 嘀吼一声 她癫狂地 按住了我的脑袋 似乎 这家伙想要 捏碎我的头颅一般 没用的 我自信地说道 你杀了我 你 你们也完不成 魏锦的心愿 那孙正旺 绝对不会回来 而且 我能找到你们的源头 就表明着 我了解你们的处境 初期一过 你们会被继续镇压 更可悲的是 你们这些鬼魂 血脉相关的亲戚 家人 也要承受 无妄之灾 与人手掌 越发的用力 刺耳地尖叫道 给我住口 为何不尝试 一下与我交谈 我毫无畏惧地 直视着他的眼睛 从容地说道 说不定 我可以帮助你们 阴气覆盖了 我和眼前的鬼魂 他面容扭曲得 大笑不已 蛇鼠一窝 即便是永无翻身之日 我也要将你碎尸万段 我咳嗽了两声 也笑了笑 我从你的言语里 察觉到了畏惧 这种畏惧 真的很无能 我清楚 你之所以不相信我 是因为你骨子里 很畏惧那个人吧 那个人和我一样 也是吃阴间饭的 我说的可对 对 女人抬起了另一只手 冷声道 但你可以闭嘴了 就在这凶鬼想要了结 我性命的时候 只见我身旁的房门 猛地被推开 紧接着 结结实实地 棺材盖印生生地 砸在了女人的身上 女人哀嚎一声 一股溃散的阴气 如同白雾一样 瞬间升起 你找死 将我扔到一旁 凶鬼冲向了 惊魂未定的李赖子 赖子 小心 李赖子趴在地上 将棺材盖 直接扣在了自己身上 大儿子放心 今天这缩头乌柜 我当定了 我看着李赖子的姿势 苦笑一声 这块棺材板 这老小子是选对了 不过 那女人不敢触碰李赖子 不代表她不敢碰我 此刻已经被彻底激怒的鬼魂 不杀了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好在李赖子足够机灵 在女人转身的一瞬间 她撑起棺材盖踹了对方一脚 等女人回头的一瞬间 李赖子再度将自己 藏在了龟壳里 就这样 我们爷俩一前一后 分散着鬼魂的注意力 不过 这么拖延不是长久之计 正如我担心的那般 几番折腾过后 鬼魂不在搭理李赖子 而是一心的 想要置我于死地 我再次被孙正信的媳妇 抓住了脖子 已经脱离的我 已经没有了反抗的余地 哪怕是李赖子 将整个棺材盖 都压在了女人的身上 她也没有松手的意思 就在我以为 自己要死在鬼魂手里的时候 只见一道白光 在昏暗的夜色下 一闪而过 我飞速地抄起一块供奉牌 毫不犹豫地 砸在了女人的头上 砰的一声 女人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 彻底地昏厥了过去 而盘踞在她身上的男鬼 被我这么一砸 她的鬼魂 竟然硬生生地飞了出去 我看向男鬼 只见她的魂魄上 扎着鼠根锋利的尖刺 而我手中拿着的供奉牌 则是白家的堂口 多谢白家大仙 我狼狈地趴在地上 对着手中的供奉牌说道 供奉少不了 所获应得 你们随便拿 白家的堂口没有回复我 但我清楚 刚才一闪而过的光泽 以及将那鬼物打出去的力量 绝对是白家大仙的帮助 如果不是他们及时出手 我这条命 恐怕就要交代在这儿了 男人的鬼魂 被李赖子用棺材盖砸了几下 现在又被白家的大仙迎头一击 哪怕他再怎么凶恶 眼下也没有了反抗的可能 李赖子将我搀扶起来 关心地问道 大儿子 没事吧 死不了 我指了指地上的瓷吻 吩咐到用黄纸盖上 然后用红绳捆起来 等会我和他们聊聊 李赖子二话不说 直接照着我的吩咐座 休息了半个小时左右 我来到了一楼 疲倦地坐在了沙发上 而我面前 则是那十一个鬼魂 我只是想找你们谈谈 犯得上判死拼活的吗 我将腿搭在了茶几上 摆了摆手说说吧 怎么回事 我们什么都不会说 之前附在孙正信 媳妇身上的男鬼兄弟的说道 过了初期 我们还和之前一样 对于你们这些败类 我们不想和你浪费口舌 想折磨 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我让你看看 什么是顶天立地的汉子 其余鬼魂也纷纷表态 彰显出一副 不像恶势力低头的模样 都被欺负成什么德行了 还敢说顶天立地呢 丢不丢人啊 我喝了口水 不急不躁地威胁起来 我是吃阴间饭的 给你们害成这样的那人也是如此 如果说我找到那人 然后把你们的遭遇 让你们的家人也体验一番 你们觉得 这件事情会不会更有意思一些 说到这里 我拍了拍李赖子的肩膀 这主意貌似不错啊 无鬼运才 我也想过过有钱人的生活 你敢 还没等李赖子回答我 为首的男鬼便嘶吼起来 你要敢这么做 我们 我们 你们会怎样 你们能怎样 我不屑地冷笑到现在 告诉我 是怎么一回事 被逼无奈的男鬼之 能选择屈服于我 毕竟他不敢用自己的家人 做赌注 我们十一个都是建筑工人 因为一场人为的事故 我们死在了宫殿 而害死我们的罪魁祸首 便是孙政旺 在我们死后 他将我们其中 六人的尸体 以趴着的姿势 放在了棺材里 另外五个 则是压在了我们的身上 为首的鬼魂 恶狠狠地讲述道 等我们变成鬼魂的时候 已经被一块石碑彻底压住 一直到这一次 有机会暂时脱离一小部分魂魄 我皱着眉头 疑惑地问道五鬼运财 六鬼垫背 的确是个不小的手笔 不过我很好奇 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 难不成 是孙政旺告诉你们的 没错 就是他 听到这话 我颇为意外 忍不住地吐槽道 这人精神不好吗 不是这样的 为首的男鬼解释道 每逢这种阴日阴时 我们的些许残魂 都能脱离镇压 虽然没办法彻底寻仇 但让害死我们的罪魁祸首 梦到我们可怕的样子 还是没问题的 起初的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孙政旺做的 直至他不受其烦 再加上 那日喝了不少酒 我们才得知了当初的真相 孙政旺说 之所以让我们 十一个单独负责一个工程 其实就是想要了我们的性命 那场事故根本不是意外 是他蓄谋已久的 他还说 我们这些 短命鬼死有余辜 就连我们家里人 都无法摆脱恶语 这一点 我们深有感触 因为作为鬼魂的我等 也能通过血脉 感受到家人一同背负着被压住的痛苦 我长叹一口气 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之 我继续问道 你们说 因时 因日可以让孙政旺梦到你们是吧 但这一次 为何你们能来到这里 甚至足以害死孙政旺的家人 那混蛋活该 为首的难鬼猙獰地笑道他 为了羞辱我们 在埋葬着我们棺材的上方 撒了泼尿 那天他鸣顶大醉 一不小心摔了个跟头 同时磕掉了两颗门牙 那败类的血溅在了石碑上 通过血脉的气息 加上阴时阴日 以及诬险蒙时的契机 我们便追寻到了这里 想到这里 难鬼不甘心地看了看我只可惜 遇到了你 要不然 我们即便是杀不了孙政旺 也要让他体会一下 失去亲人的痛苦 你要这么想 只能说你太天真了 我翘着二郎腿 说到那种人 根本不会真的在乎亲情 而你们 也并非真正的恶鬼 想要害人 我来之前就完成了 根本没必要等到最后一刻 行了 事情的经过我已经知晓了 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众鬼滴着脑袋 一副任命的模样 我站起身来 伸了个懒月药 哈欠连篇的说道 既然没什么说的了 那就解决问题好了 李赖子连忙搀扶着我 毛遂自荐到大儿子 你歇着 这些都是些残魂 我来打就可以了 打完之后 咱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十一个鬼魂 虽然残缺不全 但这应得 也绝对不在少数 谁说 我要打散他们的残魂了 我疑惑地看向李赖子 微笑道俗话说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有怨抱怨 有仇报仇 不应该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吗 你说啥 李赖子惊恐地晃着脑袋 你可别胡说八道 人鬼殊途 咱们吃阴间饭的以人为主 鬼的冤屈 可不在咱们的管辖范围 人 谁是人 孙政旺吗 我冷哼一声他也配 见我执着的模样 李赖子是心里一颤 知道我又犯了倔皮切 他连忙劝说起来大儿子 善恶到头中有报 那孙政旺总有还债的时候 但这笔债 绝对不能由你来清算 咱们是来获得应得的 可不是来损失更多的 上一次你亏损了不少应得 这一次要再有所损失 你这条小命都要完蛋 你听干霸的 糊涂事咱可不能钱 胡闹可是要折兽的 小祖宗 我低着头 阴郁地笑着 等他遭报应的那天 这十一个鬼魂能看到吗 别人怎么 吃这口阴间饭 我管不着 但在我何苦这里 今日是 今日了 李赖子愣在原地 片刻后 他缓过神来 说话也有些语无伦刺起来 大 大 大儿子 你听话 千万别犯罪 你帮不了他们的 那孙政旺明显不是真正的幕后主使 他就算死了 这些个鬼魂 也必定魂飞魄散 还有 那孙政望远在江北市 你现在去也来不及啊 我转过身去 按着李赖子的肩膀 让他坐在了沙发上 赖子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但不管什么时候 别签受我的决定可以吗 安顿李赖子之后 我拿起了灰家的牌位 猛地扔到脚底下踩了几下 灰头老鼠 给我出来 危险已经解除了 我不埋怨你临阵脱逃 答应你的供奉和应得我也如数给你 但我数三个数 你要是不过来 我和苦砸了你们家堂口 三 刚数一个数 我肩膀上便传来了些许的压力 只听我另一个声音 黑黑地笑了起来 小何苦 咋这么大火气呢 我刚才不是临阵脱逃 是回家找太爷太奶 给你想办法去了 还是你厉害 竟然在我赶回来之前就解决了 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去你大爷的 你什么操心我不知道 我扛着灰钩子 走到了男鬼身前 紧接着 我拿出了一张崭新的黄纸 随之开口到你的阴气给我一点 我用来巡路 男鬼不解地询问到你 你究竟要钱吗 我指了着我的肩膀灰头老鼠 擅长打洞 而且还是五仙之恋 挖个坟 通个下水倒不成问题 我虽然来不及去帮你们 但他们能做到 等灰头老鼠 将那镇压住你们鬼魂的石碑 挖开之后 你们有怨报怨 有仇报仇 千万别磨磨蹭蹭的 听见了吗 一行鬼魂毫不犹豫地跪在了地上 为首的男鬼不停地磕头叩手 多谢先生 请原谅我等之前的小人之心 哪那么多废话 我催促道医我看 你们整体的鬼魂应该不知是凶鬼的实力 想必强调那孙政旺应该不成问题 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 找找那幕后真凶 能弄死最后 我也省去了个藏在暗处的麻烦 要是解决不掉 就趁着剩余的功夫 回家看看家里人 无鬼运才 六鬼垫背的邪术 也会因为石碑破损而瓦解 在那之后 你们的家人自然会解脱出来 只可惜 我没办法保全你们的魂魄 还请各位谅解 十一个鬼魂真挚地败些个不停 知听为首的男鬼嚎啕道先生 能够报仇 能够让家人免受苦难 我们还哪敢奢求更多 我曹勇 哪怕是魂飞魄散 也不敢忘记先生大恩大德 我叹了口气 然后拍了拍肩膀灰钩子 知道要钱什么了吧 让你们灰家老鼠 找寻阴气的源头 找到之后 你们家灰大仙绝地三尺 也要给石碑挖开 放出这些鬼魂 听到没有 你 你 灰钩子惊恐地喊道 你疯了呀 帮鬼害人 这事儿我可不敢钱 你不敢 我就砸了你们家堂口 我立声威胁道 赶紧去 有损应得 也是我的主意 跟你有个屁关系 你真是个神经病 灰钩子骂骂咧咧地 离开了我的身体 而他下一步的任务 则是带领着族人前去挖坟 李赖子面如死灰地 靠在沙发上 嘀咕道 他的确是神经病 安排好一切后 我慵懒地坐在了沙发上 对着李赖子 勾肩搭背地说道 这鬼魂 还真是能折腾人 早听话早解决了 何必弄得这么仓促 李赖子有气无力地 白了我一眼 别关心别的了 还是考虑考虑 自己的应得吧 还有 等孙家人醒来 你怎么交代啊 交代 我拍了拍月兄府 开玩笑的吗 我出来混的 给谁交代 那孙正忘得死 跟我有关系 凡是要讲证据的好吧 你真是个疯子 李赖子拍着自己的额头 心里交瘁不已 过了一会儿 李赖子盯着我问道 看你这会儿是不傻了 我什么时候傻过 我生龙活虎地撑了 撑鼻棒你别说 忙活这一会儿 精气神十足 清晨 孙家六口人逐一醒了过来 率先下楼的是两个小孩子 鬼魂没有折腾他们 这两个小家伙 也没有受到影响 只听楼上传来了叫喊声 随之孙正心 抱着自己的媳妇跑了下来 李叔 我 我婆娘咋了 见我躺在沙发上睡了过去 李赖子心烦意乱地 说道简单的阴气入体 搬床上去好好休息 晚点我给你们开个药方 这 这 孙正心担忧地问道 真的没问题吗 说没问题就没问题 赶紧去 别碍眼 打发走孙正心之后 孙友才劳两口 火急火燎地跑了下来 李赖子 孙友才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又指了指他老伴的头发 这是怎么回事 你最好给我个交代 交代 李赖子学起了我那一套 叫嚣到我出来混的 给谁交代 你能活着跟我说话 就烧高香吧 头发能长出来 死了能复生吗 一天天的没完没了 我告诉你 事情解决了 你要是有问题 我再把那些鬼魂叫回来 咱们当面谈谈 几句呵斥 把孙友才的脾气 硬生生地对了回去 孙友才陪着笑脸 连忙表达了歉意 赖子 辛苦你们了 瞧给小何苦累的 解决了就好 解决了就好 见李赖子有些不满 孙友才凑上前来 试探性地问道 确保以后没问题了吗 怎么 我还得给你写个保证书不成 李赖子冷哼一声 不耐烦地说道 放心吧 那些鬼魂已经被打没了 以后你们家消停过日子就可以了 说到这里 李赖子的眼睛低溜溜地转了几圈 补充道还有 这事儿 是你那二儿子调起来的 那些鬼魂 都是被你们家老二给害死的 我跟你讲 有些钱好赚不好花 他这笔债 他自己要是不消 早晚全地算在你们家头上 啊 一听还有危险的隐患 孙友才连忙问道 那畜生到底钱了什么 李赖子刚想说话 只听一旁的我 剧烈地咳嗽了几声 起初李赖子没觉得什么 实际我猛地吐出一口鲜血 他才意识到了 我的情况颇为严重 大儿子 你怎么了 我虚弱地眯缝着眼睛 有气无力地伸出了守应得 没 没了 他们 成 成功了 大儿子 你别吓唬我啊 李赖子一把叫我抱了起来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喊道 你醒醒 干把送你去医院 你坚持住 你个傻小子 还得给我养老送中呢 这咋回事 孙友财后退了两步 这可不关我们事啊 你放屁 李赖子抱着我 朝着门口跑去 一边跑一边骂 我大儿子要有个三长两短 你们家也跟着倒霉 跑到门口 李赖子踹了几脚 被封住的大门 随之大喊道别 他妈看了 快帮忙开门 半路上 我对着李赖子 说道不去 医院 没用的 带我回家 姐 给堂口上香 知道 我知道 一大把年纪的李赖子 一路奔跑 将我抱到了家里 到家之后 他将我放在炕上 便给四家堂口点了香 添了供奉 弄好这一切之后 李赖子跪在地上 声泪俱下地磕着头 各位老仙 何苦要不行了 你们给出点应得 我李赖子以后加倍奉还 哀求了许久 四家堂口都没有一丁点的回应 急得不行的李赖子 匆忙地从自己的口袋里 拿出了黑胡的供奉牌 大喊道 婆娘 你快出来啊 大儿子坚持不住了呀 江北市 某处昏暗的房间里 轮椅上那半截身子的小老头 猛地睁开双眼 他的眼神中 充斥着不可思议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股震惊渐渐地转变成了 激动的神色 有点意思 这是一群老鼠便能破局吗 原来 还能这样 小老受教了 受教了 说完 古怪的老人控制着轮椅 面对着 那凶煞猙獰的神像 大笑不已 老伙见 咱的棋子丢了一刻 这事儿岂能作罢 说着 那小老头 抓起一把香火 猛地抛向了房门 你等短命鬼运气不错 去给那位带个话 小老很期待 与他这个马家弟子相遇 让他做好准备 十一个鬼魂 刚刚靠近门口 便被一股强悍的气息所震慑 一行男鬼清楚 眼前这位 可不是他们这些鬼魂 能够抗衡的 早间新闻 江北市这名企业家 孙正旺先生 今早因心脏病突发 不幸离世 作为杰出企业家 慈善家 孙先生未将北市 李赖子哭个不停 他不停地拍打着 一动不动的我大儿子 听见没有 那姓孙的混蛋死了 你醒醒啊 赶快醒醒啊 喊了很久 李赖子气急败坏地 指着四家的供奉牌 骂到狗日的 跟你们借点应得而已 又不是不还 你们就眼睁睁地 看着何苦死去吗 大壮姐啊 你去哪里来啊 何苦真的坚持不住了 见四家堂口毫无反应 李赖子又拿起了 黑壶的供奉牌 黑婆婆 婆娘 何苦也是黑山的前儿子 你们怎能见死不救啊 不管是黑山的大仙 还是四家的堂口 李赖子都没能找来帮手 倒是那十一个 已经回过家里的鬼魂 来到了我们家中 一股阴风的席卷 李赖子立刻抽出了柳条 挡在了我的身前 谁 滚远点 李赖子颤抖地威胁到我在这 别想碰我大儿子 先生 是我们 李赖子听这个声音有点耳熟 他遮住眼睛 方才看到归来的曹勇 都怪你们 李赖子声泪俱下地喊道 我儿子为了替你们报仇 损伤了太多应得 他就要死了 先生别担心 我们是来报恩的 不会让恩人死去 在曹勇的声音下 只见十一个鬼魂身上的阴气 越来越重 他们很快 从凶鬼变成了厉鬼 其中包括曹勇的两个身影 又从厉鬼变成了恶鬼 你 你们钱吗 曹勇恭敬敬地跪在地上 对着李赖子解释道先生 我们这些鬼魂实力不俗 长时间聚拢运势 也积攒了不少应得 刚才我们要了孙政望的性命 这家伙虽说坏事做尽 但身上的应得也不在少数 这些 我们都会交给何苦先生 以用来填补他的损伤 我们心愿意了 即便是什么都不做 也会神行俱灭 不管怎样 这也算是我们对何先生的谢意了 你 你们 李赖子些许哽咽地问道 你们就要离开了吗 嗯 曹勇突然间想起了什么 连忙说道很抱歉 真正的幕后真凶 我们没办法铲除 确切地来说 我们根本无法近身那人 那怪老头让我告诉何苦 他会期待与何先生的见面 这件事情 你们定要万分小心 说完 十一个鬼魂的身形 渐渐消散 而他们魂飞魄散所留下来的应得 绝大部分笼罩在了我的身上 剩下的一小部分 则是落到了白家和灰家的堂口之中 深夜 我从炕上爬了起来 呆头呆脑都我坐在炕上 疑惑地问道赖子 你说为啥坏事 坐进的人身上 会有那么多应得呢 李赖子从梦中惊醒 一把抱着我打量起来 大儿子 你没事了 没事了 发生了什么我都知道 只是 当 当时没力气说话 也没劲爬起来 现在都好了 就是肚子有点呃 听我整磨说 李赖子笑着穿上了鞋 你等着 我给你煮面吃 等会 我挠了挠头你 还没回答我问题 为啥坏人身上有那么多的应得 我能感觉到 孙政望身上的应得 比那十一个鬼魂 加在一起的应得还要多 管他呢 你收着不就得了 李赖子想了想 解释道 就算是多 也不是好路子得来的 估计是那幕后黑手 通过邪术弄到的 咱爷俩小心点 那曹勇可是说了 他们两个恶鬼 九个厉鬼 都没能靠近那老怪物 咱要是被盯上 估计得被扒层皮 我木讷地点了点头 嗯 我知道 你知道的巴巴你知道 李赖子敲了一下我的脑袋 你要知道 就不会这么莽撞了 下次可不敢这么胡闹 这一次 你算是因祸得福 不仅没亏损应得 还大赚不手 下一次 你要还敢这么做 你这小命 恐怕也要走到头了 我黑黑一笑 你别哭得这么惨就行 李赖子挺起月药板 反驳到你哪只眼睛 看到我哭了 凡事要讲究证据 等着 我去主面 等等 李赖子不耐烦地问道 还钱啥 快说 钱哪 啥钱 我说到五万块 看事儿钱 你个小财米 钱都在我这 放心吧 我攒着给你娶媳妇用 不 不娶媳妇 我想了想 说到给我也买个手机 我看你整天抱着 比搂着大娘们还要亲 李赖子老脸一黑 咬牙答应了下来行 你只要没事 啥都给你买 走向厨房之后 李赖子美滋滋地笑了起来 我的给你用 心的先让我耍耍 填饱肚子 我倒头便睡 一直到大天亮 门外传来了淒厉的哭声 我猛地坐起身来 用力地拍了几下脑袋 李赖子连忙上前 安抚着我大儿子 别激动 小问题 我想办法解决 啥 啥问题 我迷迷糊糊地嘟囔到 向来是 是我给别人家哭丧 上我家门口哭丧 还是头一次 活腻了是吧 我看向窗外 只见火盆中的纸钱 在我家门口烧得旺盛 一行男女老少 身带校布 在我家大门哭丧个不停 赖子 咋回事 咱家死人了 我挠了挠头不能 咱家就剩下你我了 你死了不成 呸呸呸 胡说什么 李赖子深深地叹了口气 孙正旺不是死了吗 孙正旺 我打断了李赖子的话 他就算不死 我都想捅他两刀 你听我说完 李赖子郁闷地说道 孙正旺死了 老孙家飞的说事 咱们害的 说咱们办事不利 没给看好 让咱家给个说法 在这酷一大早上了 我没打脸 他们也没敢进来 我也犯愁 这事该怎么解决 毕竟孙正旺的死 的确和咱们有点关系 有个屁关系啊 我打着哈欣说道 我就该让曹勇给他们一家全部带走 这 李赖子 知道我愣起来是什么德行 他连忙劝说道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你可别胡闹 这老孙家以前张扬惯了 他们不是心疼孙正旺的死 而是这孙正旺死了 他们家就不能像以前那么炫耀了 你别看那老孙投马的最凶 说自己二儿子是个畜生 可现在畜生没了 他这老畜生 第一个发愁没钱的日子 该怎么过 我穿着衣服 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一群大活人 犯法的事情我不能钱 可总这么哭烦的要死 先给他们吓唬走再说 穿好衣服 我看着窗外 笑道你别说 我 我好像明白 当初村民们 为啥那么讨厌我了 一大早被哭丧 的确挺犯隔音的 李赖子哀声叹气 又气又笑地和我走出了家门 之前燃烧的火焰很是旺盛 孙家一行人披麻带笑 正在我家门口嚎啕大哭 我走出房门 目光阴冷地扫射着门前的众人 眼下 我家门口 可谓是人山人海 除了我昨天见到的孙家六口人之外 其余的孙家亲属也来了不少 当然 这种场面 自然少不了好奇心爆棚的村民们 见我和李赖子出门 孙友才抓起一探明币 便朝我砸了过来 可傻子 你还我儿子命来 我一把接住了明币 然后毫不客气地丢了回去 我 还 还年轻 这钱给你花 听我这么说 孙友才哭得更为凄厉了不少 他很会以老卖老地卖弄着委屈 乡亲们 你们听见了吗 这和傻子咒我去死啊 这李赖子更和傻子 收了我们家五万块钱 结果却害死了我二儿子 他们丧良心 他们伤天害理啊 一行孙家人嚎啕大哭 纷纷嚷着要讨个公道 看热闹的村民们 和我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但相互之间 也开始了指指点点 老孙头 你说这话 你不怕天打雷劈吗 李赖子愤怒地反驳到 你二儿子死了 跟我们有个屁的关系 要不是我跟何苦帮忙 你们家六口人 还能活蹦万跳的 在这儿胡闹吗 乡亲们都看到了 你们家的怪事 结果现在没事了 你一老卖老的不认账 一大把年纪 脸都不要了是吧 此刻的李赖子 还是有点心虚的 毕竟那孙郑旺的死 的确和我有着直接的关系 但这种话 就算是被打死 也不能承认 只要咬定跟我们没关系 谁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 李赖子趁热打铁地喊道 电视上都说了 孙郑旺是心脏病突发死的 别想把屎盆子 扣在我们爷俩身上 你放屁 孙有财奴骂到 我二儿子身体好的很 要不是你们 一通疑神疑鬼地捣过 他哪能死得那么存 我现在都怀疑 我们家的怪事 就是你爷俩造成的 要不然其余的看事先生 为啥解决不了 反倒是你们 一去就解决了 没错 孙郑姓也站了出来 歪曲事实地说道 大伙都知道 你们爷俩心术不正 那何苦三个月不出门 指定没编好屁 你们俩拿了我们家 五万块也就算了 现在竟然害死了我弟弟 这不是眼红是什么 见过虎脚蛮缠的 没见过一家都不要脸的 李赖子气得不轻 颤抖地指着他们好啊 都狼心狗肺是吧 因为你们家那点破事 我大儿子险些丢了性命 吃完饭打厨子 亏你们做得出来 行 你说孙郑旺是我们爷俩害死的 你拿出证据 孙有才的老伴躺在地上 不停地撒泼打滚起来 乡亲们都看看 这李赖子欺负人啊 何苦从来到旺山村开始 害死的人不计其数 现在我二儿子死了 他竟然要我拿出证据 那死了的人还能说话吗 今天倒霉的是我家 下次就是你们 各位啊 你们可不能忘了 何苦是温神这码事啊 某些不好的记忆 再次出现在了村民们的脑海中 看到众人谈之色 变得指指点点 我就知道 在他们的印象中 我何苦还是当初 那个哭谁谁死的祸害 这一刻 我也意识到 在这里 我做得再多 也改变不了这些人 对我的看法 哪怕是当初的千鬼拜山 都没能让往山村真正的接纳我 既然如此 那就这样吧 下一秒 庭院中的 我也嚎啕大哭起来 看我突然间崩溃 李赖子连忙上前安抚着我 大儿子 别怕 我在这里 我不怕 我 我在哭丧 我朝着门口走去 一边走一边委屈地大喊道 孙家人都快死了 我 我舍不得他们 我的哭声越来越大 反倒是孙家众人的哭泣声 戛然而止 既然某些不好的记忆 已经浮现在他们的脑海 那我就让他们对我的恐惧 更为根深蒂固算了 扑通一声 我跪在了地上 这一幕 让现场的氛围 瞬间降到了冰点 甚至那燃烧盛烈的火焰 都失去了炙热的温度 我何苦 给孙家送行 伴随着我的一声叫喊 我也顺势做出了磕头的架势 有些人 无法被村民们接受 有些恐惧 也永远不会从他们的内心中抹除 见我这副模样 孙友才瞪大了眼 他慌乱地指着我 叫喊道快 快堵住他的嘴 快呀 以孙正姓为首的一行人 冲进了庭院 他们二话不说 就将我压在了身下 有人捂住了我的嘴巴 有人抓住了我的头发 在这短暂的几秒钟内 我更是承受着这些人的拳打脚踢 他妈的 都给我滚开 李赖子拿起柴刀 红卓眼挥砍了几下 谁敢碰我儿子 我剁了谁 一行大老爷们接连后退 李赖子将我搀扶起来 破口大骂道 欺负人是吧 来 有胆量的过来 老子要是后退一步 就是狗娘养的 李哥 这是钱傻呢 都是同村乡亲 犯得这五刀弄棍的吗 何庆推开人群 走了出来 他缓缓靠近李赖子 劝说到老孙家也是死了人 钱你们这行的 讲究死者未大 别把事情弄得没办法收场 滚你妈的 李赖子挥了灰柴刀 骂到我儿子挨打的时候 怎么没见你个龟孙子出来劝嫁 谁酷月 要带梅戏好 给你露出来了 给我滚一边去 有些消瘦的李赖子 颤抖得厉害 可即便如此 他也是将我牢牢地挡在身后 这一刻 他就好像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一般 何庆被骂得面红耳赤 他后退了一步 再次说道 李哥 别动梦 这样 咱想个折中的办法 大伙儿有目共睹 的确是你跟小何苦解决了孙家的怪事 至于那孙老二的死 只能怪他命短 新闻上也的确说了 他是心脏病突发 只不过 这五万块的压箱钱 的确是多了点 咱们村以前也没出过这个价码 何庆想了想 继续说到这样吧 和隔壁村的老猪一样 收五千算了 多余的你给老孙家退回去 咋样 放屁 李赖子刚想反驳 但还没等他说话 我便站了出来 五万全部退给孙家 我将李赖子手里的柴刀拿了下来 顺手扔到了一旁 紧接着 我从李赖子随身的背包里 掏出了五他钞票 跟到了孙友才的身下 孙家人就是冲着这五万块钱来的 那老家伙即便是吓得不轻 可第一反应 还是将五万块钱抱在了怀里 钱 都退给你们 但你们孙家记住 你家看事 十万起步 孙友才抱着五万块钱 狠狠地说道 我们家就算都死光了 也用不着你们爷俩帮忙 有骨气 我嘴角轻痒 冷笑一声 希望你们孙家能一直这么硬气 之后 我用手指擦拭着嘴角的血迹 同时将目光扫拭在每个人的身上 我一句话都没说 也没有挪动过步伐 但村民们看待我的眼神 却充满了慌张 就好像我何苦真的会吃人似的 片刻过后 我微笑着说道 大伙放心 我们爷俩从没有刻意害人那一说 吃这口阴间饭 也不允许我们那么做 不过 今天的事 我也看清了望山村 对我们负责人的恶意和冷漠 以后看事 我来定价 各位要是不满意 你们可以拒绝 或者另请高明 但一旦用到我 就别怪我不讲人情了 当然 你们也可以和老孙家一样硬气 但我希望 这骨子硬气 别只是单纯地用嘴说出来 我侧过脸去 看向了何庆 庆子书 这解决方式可以了吗 如果可以的话 让大伙散了吧 还是那句话 孙友才并不是真的心疼自己的二儿子 而是他意识到 老孙家少了个赚钱的工具 如果说孙正望还活着 他也许不会索要这五万块钱 但现在 这钱他必须拿到手 眼下拿到了钱 孙家人自然不会赖着不走 毕竟他们的目的便是如此 后续的事情 即便还没发生 我也能猜得八九不离十 老孙家 肯定会和孙正望的妻儿 争夺剩余的家产 当然 收了五千块 没办成事的朱先生也逃不掉 村民们离开之后 我便和李赖子回到了屋里 一进屋 年轻六十的李赖子便委屈地哭了起来 他指着窗外 忍不住地抽气个不停 这都是人吗 要不是那十一个鬼魂之恩图报 你朕命都保不住 孙正望他该死 昨天就应该让那些鬼魂弄死他们一家 鬼魂尚且知道人情冷暖 可他们呢 连人都不配当 李赖子委屈地哭诉道别地不说 那孙正兴的一儿一女 都被叫来哭丧 我看他们 老孙家能培养出什么有出息的后代 我拍了拍李赖子的肩膀 安慰到前 没了再赚 五万块看清这么多人心 我觉得挺划算的 手机我不要了 你别气坏了身体 我是在乎那五万块吗 李赖子气愤地骂道 老孙家这帮王八蛋 不感谢咱们不说 咱还得替他们承受风险 孙正望身后的那老家伙 总有一日会找到咱们 这同样是一桩大麻烦 委屈了许久 李赖子咬牙切齿到我不甘心 真的不甘心 走吧 我挽着李赖子的手臂 朝着门口走去 咱俩去后山转转 去后山前吗 李赖子擦拭着眼角 有些抗拒事都解决了 老孙家太平了 咱也不能故意害他们 越想越憋屈 我刚才不如直接剁了他们 我拉着李赖子 走到了后山 他一路跌跌不休个没完 颠来倒去的 就是这点委屈的不甘心 赖子 这后山是不是清静了不少 李赖子微微一愣 随之嘟囔到能不清静吗 当初的牵鬼都给送走了 以后还会热闹起来的 我靠在一棵树下 悠闲地指着周围 从我学会走路开始 我便和这后山坟的打交道 其实很多鬼魂还是很有善的 他们啊 也教会了我很多事情 每次挨打过后 我就喜欢来后山转转 谁叫的人打了我 他们的逝去的仙人 就会骂个不停 现在想想 那段时光也挺有趣的 李赖子一屁股坐在了我的身旁 怨气很深的嘀咕 到骂有啥用 牵鬼拜山都没能改变 这些人对咱们的看法 以后咱爷俩在这望山村也不好过 说到这里 李赖子提议到大儿子 要不然咱换个地方吧 在哪不是过日子 有膀子力气和手艺 还能饿死不成 以后再说吧 我生了个懒月 要怎么 也要等到黑山解封了再做打算 我虽然出了马 下了堂口 可没请下黑湖堂口就走 总觉得心里过意不去 李赖子想了想 点头道 那倒也是 算了 先不考虑这么多 我凭什么走 就算要走 也让他们滚蛋 不再多想的李赖子 起身踹了几脚大树 也算是发泄了一下心中的怨气 大儿子 你来这后山 就是感叹来了 怎么可能 我指着远处的低洼处 说到赖子 遮住眼睛 看看那脸 李赖子狐疑地看了看 紧接着便发出了惊呼声好家伙 阴煞之气怎么那么重 这后山不是太平了吗 后山的确很安宁 但不代表着 这后山没有凶煞之地 我叼着一根草棍 笑了笑赖子 你说那孙政旺的尸骨 要埋在那里 孙家以后会不会受到影响 死 李赖子惊恐地打量着我 你是想通过这种办法 祸害孙家 怎么能说祸害呢 我冷声道 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跟咱可没关系 李赖子的表情不断地变化 他时而期待地摩拳擦掌 时而解恨地咬牙切齿 不过到最后 他却沮丧地晃了晃脑袋 不大可能 孙家不可能让咱们 给挑选坟地的 稍微有点本事地看事先生 一眼就能发现 此处不适合安葬 我站起身来 拉着李赖子 朝山下走去 赖子 朱先生不可能来 除了他之外 这周围的村庄 也就两三个会看事的 想让他们止步于村口 找几个灰头老鼠 吓唬吓唬就可以了 都是吃阴间饭的 他们不可能因为 一点小钱得罪徽家 我一边走 一边说到如此一来 想必孙家之能自行挑选坟地 而你 有意无意地 把刚才的地方说出去 依我看 那喜欢占便宜的孙家 多半会选择此处 李赖子停下脚步 颇为震撼地 看着我的背影 臭小子 够浮黑啊 那孙政旺 要真是安葬在这里 不出半年 孙家绝对鸡飞狗跳 我没有回答 但我眼中划过的冷意 已经胜似千言万语 傍晚的时候 何庆来到了我家 而他 自然是传递消息的 最佳人选 何庆进屋之后 李赖子翻起了 白眼你钱啥来了 替老孙家来找我们爷俩 要丧葬费来了 李哥 你这话说的 怎么这么阎人呢 何庆嬉皮笑脸地 坐在了炕上 只见他装模作样地 在自己的脸上拍了几下 随之说到李哥 咱们都是实在亲戚 我早上也没有拉偏价的意思 老孙家死了人 火气大 我也是担心你犯糊涂 你要是给自己搭进去 何苦怎么办 去去去 救你会当好人 李赖子不耐烦地驱赶到 我们要吃饭了 没带你那份 该上奶上啊 碍眼的家伙 何庆脸皮很厚 别看着人脾气火爆 但他是望山村 为数不多的聪明人 孙家的怪事 大家都看在眼里 他们也清楚 是我和李赖子解决的 而我今早的话 无疑是断了以后 望山村看事的规矩 相理相亲 绝大部分的情况下 百十来块都能解决 但从今天开始 价格恐怕要有 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这时候 能上我家说上一句 俯软话的何庆 脑子肯定够用 李哥就别跟我生气了 那孙家是大户 孙老二一死 詹青带固的都凑了过来 你们也俩势单力薄 要是吃亏都没地方说理去 何庆顺水推舟地说到这样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 李哥跟小何库 去我家吃完饭 我让我媳妇弄几个硬菜 李赖子刚想拒绝 一旁到 我便答应了何庆的提议 赖子 去吧 你这面条我真吃不进去了 李赖子反应很快 他当即就明白了我的用意 去了何庆家里 李赖子和饭桌上的 几人聊得热火朝天 时机差不多的时候 只见李赖子细精附体 唉声叹气起来 李哥这是咋了 饭菜不合胃口 李赖子摆了摆手 愁容满面地说道 你说咱收钱能不办事吗 老孙家的麻烦 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今早我得知孙老二的死讯 我还特地给找了块 风水不错的坟地 人死讲究入土为安 一块好的安葬之处 对后代也有益处 谁曾想 老孙家翻脸不认人 白瞎了我这副热心肠 听到这话 何庆试探性地问道 连坟地你都给挑好了 孙老二怎么安葬也有说头吗 那可不 李赖子一拍桌子他 要是埋不好 孙家要倒大梅的 放眼整个后山 也就四棵树环保的低洼地 适合安葬他 要换作别的地方 可就 话没说完 李赖子装作缓过神来 立刻对着和庆威胁起来信和的 你可别套我话 孙家的事 以后我是一概不管 他们爱买哪麻 我巴不得他们家倒大梅 和庆笑呵呵地端起酒杯 一饮而敬礼个放心 我这嘴最牢固 跟姓孙的 我一个字都不带说的 李赖子心中暗笑不已 这和庆的嘴 比棉库月药还松 他要是守口如瓶 那才是有鬼呢 我在一旁很是满意 李赖子的表现 和庆这人脾气大 但心肠不错 而且这人脑子转得快 又有些左右逢源 今天的话 他肯定会告诉孙家 如此一来 我的计划基本上也就完成了 关键是 这事跟我们还扯不上关系 毕竟老孙家的葬礼 又不是我们帮忙张罗的 果不其然 当天夜里 孙政旺的尸体 就被运了回来 老孙家不可能找朱先生看事 毕竟他们还惦记着 怎么要回来之前给的5000块钱 而他们从其他村子 找来的看事先生 刚到村口 便被灰头老鼠拦住了去路 作为较为普通的出马弟子 他们肯定不会因为 几百块钱得罪灰家 无可奈何的孙家之 能自己张罗白事 好在热心肠的和庆 全程帮忙出谋划策 给孙家老二挑选了一处 极为不错的风水宝地 天色说亮不亮 说暗不暗 既不是日落的黄昏 也不是昼雨前的阴雨 我挺着大肚子 在院子里劈柴 不经意间 还下意识地 提莫了提莫隆起的肚皮 时不时会有几个村民 路过我家门前 他们和我打着招呼 可是这些人 让我看起来很陌生 庞佛一个都不认识似的 可我的潜意识却在告诉我 他们就是望山村的人 呀 你这肚子是快生了吧 一个模糊的人影 从我面前掠过 我稀里糊涂了回了一嘴 也就一两分钟吧 说完之后 我肚子传来一阵剧痛 紧接着 一只稚嫩的手掌 穿过了我的肚皮 同时 我的耳旁传来了一声 清脆的呼唤 爸爸 我猛然惊醒 额头上密布着冷汗 坐在炕上的我 喘着粗气 骂骂咧咧到时 什么驴马噩梦 吓 吓死我了 从孙家办完葬礼 已经过了一个多月 这期间我没有看事 倒不是说不想看 而是单纯的没人找我们 我心头不安 吃阴间饭的人很少做梦 尤其是噩梦 一旦梦到什么 极有可能是一种危险的浴室 惊魂未定的 我下意识地拍了拍李赖子 嘀咕道 赖子 我 我做噩梦了 我也做噩梦呢 李赖子翻了个身 嘟嘟囔囔个 不听肘子别打包啊 我还没吃呢 我瞥了一眼李赖子 本想踹她一脚 可我刚扭过头去 只见一个老太太 正坐在我家炕上 老太太对我露出了微笑 她的脖梗上 骑着一个一两岁左右的男童 同时 她的怀里 还抱着一个 和男童年纪相旁的女童 你可算醒了 叫醒你真不容易 鬼啊 我大吼一声 一脚 给李赖子踹出去老远 吃痛的李赖子 哀忧一声 随之愤怒地骂道 大半夜的发什么疯 哪来的鬼 巴搭一声 李赖子按下了墙壁上的开关 打开了房间的灯光 见我惊魂未定的模样 李赖子欲哭无泪地问道 做噩梦了 怎么吓成这个德行 我脑子不聪明 大多数的时候 更是傻乎乎的 但不代表着 我不会感受到恐惧 平日里让我接触个鬼魂 我的确不怎么害怕 但在睡得正香的时候 突然被鬼魂叫醒 胆子再大的人 也要被吓得不轻 我颤抖地指着身前 惊魂未定地说到鬼 咱家来鬼了 放屁 静胡说 李赖子一边遮着眼睛 一边责骂着我 咱家这香火旺盛 有四家堂口坐镇 傻鬼赶上这儿来 没等说完 只见李赖子的脸色 由红润瞬间变成了惨白 她的这副模样 简直比变脸的戏法 还要专业 扑通一声 李赖子跪在了炕上 对着老太太的方位 不停地求饶起来 奶奶 婆婆妖 你要钱给钱 要人给人 可别害我性命啊 看见李赖子这副架势 老太太的鬼魂更为无奈 她指了指自己的月药间 苦笑着说道 你们爷俩好歹是吃阴间饭的 看不出来我是谁吗 我打眼一瞅 只见那老太太的月药上 挂着数不清的红丝带 冷静下来的 我有了些许的头绪 此刻我也意识到 老太太身上 虽然有不少阴气 但那些阴气十分温和 就好像冷夜燃烧的篝火一般 精童玉女随左右 月药间万户赠红仇 您 您是宋喜婆 我惊讶地说出了眼前鬼魂的身份 同时我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此刻我也终于明白 为啥这鬼魂闯入我家 竟然没有被堂口的仙家气息所震慑 感情这是个极为罕见的上轨啊 所谓人来人往生至死 破落魂归哀随身 我是吃阴间饭的 宋使者离开这种事情 对于我而言再熟悉不过 人生人死 皆是定数 我这类人负责亡魂的归宿 那么就有人负责这心生的接应 宋喜婆生前是接生婆 他们虽然不过问阴阳之事 但接了一辈子的生 让这类人也积攒了不少阴德 而在接生婆过世之后 其中极罕见的少数 会变成名为宋喜婆的鬼魂 成为鬼魂后 宋喜婆会继续以自己的方式积攒应得 倘若哪个想要孩子 但多年没有怀上的女子 在梦里见到了宋喜婆 那么她用不了多久 便会怀有身孕 而她梦中的老人家 便是来宋喜的 这也是宋喜婆这个称呼的来源 确定眼前的鬼魂 的确是宋喜婆之后 我常说了一口气婆婆 您都快吓死我了 来了打声招呼就好 前妈弄得心事动众 没猜错的话 我刚才做的噩梦 也是您造成的吧 还好意思说 宋喜婆忧愿地看着我和李赖子 你俩睡得跟猪一样 我嗓子都喊破了 都没能叫醒你们 也就是我来了 换作其他恶鬼 你们爷俩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我挠了挠头 嘿嘿一笑 还别说 论睡眠质量这一方面 我和李赖子的确是没得说 宋喜婆收起了笑容 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忧愁老婆子 我并非故意打搅二位的美梦 此次前来 我是有事请二位相助 我疑惑地打量着 功德圆满的宋喜婆 不解的问道 您的音格已经化作了金童玉女 以我的了解来看 您已经可以离开人世了 为啥还逗留于此 唉 宋喜婆叹了口气 我倒是想走 可我这心头挂着事呢 这也是我来寻求 你们帮助的原因 只听宋喜婆讲述起了一些 关于她生前的陈年旧事 早些年条件落后 尤其是 咱们这穷乡僻壤 谁家要是生的孩子 根本没办法送去医院 而我这个接生婆子 钱的就是 帮人接生的活 正如你所说 现在得我 算是功德圆满 可二十几年前的一档子事 始终让我放心不下 宋喜婆盘西坐在炕上 愁容满面地讲述到 小新庄有一女子 名为陈芳 她当年生孩子的时候难产 还没等孩子生下来 她就因为失血过多厌了气 要说那女人也是命苦 在她临盆的三天前 她丈夫因为矿井她 方丢了性命 陈芳的夫家一脉单传 她就想着 给南芳家里留根香火 结果她没挺住不说 她的孩子也没能活下来 听到宋喜婆的讲述 一旁的李赖子 皱眉说道 这也太惨了 三天时间 一家三口全部死了 关键是 那女人还没看到 自己的孩子降生 更不知道 她的孩子也没能活下来 这得是多大的执念啊 没错 宋喜婆继续讲述到事情 过了那么久 我以为早就结束了 只是我过世之后 我才有所察觉 那陈芳的魂魄 并没有消散 要知道 这可是二十多年的光景 她的鬼魂没能消散 足以表明着 她的执念之身 当我找寻到她的那一刻 我就清楚 陈芳的鬼魂 已经不是一般先生 能处理的了 我试着和她交谈 结果要不是因为老婆子 我一身应得傍身 恐怕就连我 都得魂飞魄散 这些年来 我一边送喜 一边寻求 出马弟子的帮助 可效果却不尽人意 最厉害的那一位 也不过是压制了 她身上的一些阴气 没能彻底地将她送走 直至刚才 我去了你们隔壁村 一位姓朱的先生说 你们父子二人的本领大 什么麻烦都能解决 如此一来 我才找寻到二位 也希望你们能够施以援手 了解了这桩祸事 李赖子嘴角抽搐 骂骂咧咧到姓朱的那王八蛋 真他妈会推荐 我倒是不以为然 知识问了一嘴 婆婆 小新庄在哪 见我询问 宋喜婆颇为激动地说道 之前的不少村庄 都合并到了一起 如今那里叫做双石镇 距离咱摩这儿 也就五十公里左右 倒不是很远 我继续问道 那陈芳目前 是什么程度的鬼魂 鬼魂的区分并不复杂 阴气较少 最为常见的 被称之为没脸子 这类鬼魂 不容易幻化出人形的模样 他们通常会 纠缠一些时运极差之人 稍微送点 纸钱香火之类的 便可轻松地将他们打发走 再厉害一些的是凶鬼 凶鬼的跨度很大 有的只比没脸子厉害一点 而有的则完全有着 骇人性命的本领 不管什么样的鬼魂 想要害人的时候 都喜欢蛊惑人心 人心一旦被蛊惑 惊惧惶恐 便会接踵而来 从而 也更容易 着了鬼魂的道 吃阴间饭的人 将可以迷惑他人的鬼魂 界定为凶鬼 但凶鬼的界定范围 极为复杂 毕竟 有的是真的人处无害 而有的 也的确是危险到不行 就好比我在医院 遇到的那对父子 而凶鬼网上 便是厉鬼 因为人自身 拥有阴气和阳气的原因 导致鬼魂想要复身 并不轻松 而厉鬼 则是取决于 能否复身 作为衡量的方式 这类鬼魂 七成以上的看事先生 已经无力解决 简单点来说 北方马家 有文仙和武仙的区别 便是因为鬼魂的 多样性所致 武仙的确能打鬼 但不是说打就打的 这里面牵扯着 应得不说 更是要考虑 当下的处境 要是鬼打没了 人也跟着一同打死了 那这事儿看的 也就没有了意义 这也是出马弟子 和老仙看事 为何总是要试着 谈一谈的缘故 要是能通过交谈解决 无疑是最好的选项 厉鬼往上 便是恶鬼 恶鬼突出一个恶字 这个恶 也许是冲天的怨念 也可能来自于 无法化解的执念 而更多的 则是人原本的恶 鬼心难测 人心叵测 很多时候 鬼魂比一些人 要更为纯粹 总而言之 恶鬼这东西极难解决 他们的本领和危险性 也是难以想象的夸张 世间之大 无奇不有 除了四类 可以界定的鬼魂之外 还有很多特殊的鬼魂 我面前这上鬼 宋喜婆 便是其中之一 宋喜婆长叹一声 回答了我的问题 厉鬼往上 啥 李赖子果断拒绝婆婆 不是我们不想帮忙 是我们爷俩也无能为力啊 厉鬼往上 那可是恶鬼 你可别听信诸的胡说八道 我们俩要是去了 跟宋死没什么区别 我捏着下巴 思索了片刻 然后好奇地问道 要是能解决 应得多吗 宋喜婆一愣 一脸猛地回答道多 倒是多 毕竟恶鬼未惑人间 你要是解决了这桩祸事 可不单单是解救了 现在陷入苦海的一家人 更是防范了未来的恶果 李赖子见我一脸认真 连忙打岔到大儿子 我支持你多看事 但咱也得量力而行啊 大壮姐不在 你堂口就一群灰头老鼠 咱连个五仙都没有 你还敢对抗恶鬼 你这还不如找个绳套 自己脖子上呢 还能少遭点罪 谁说对付恶鬼 一定要用得着五仙 我指了指脑袋 咱拼的是智商 不流血 李赖子颓废地靠在墙上 嘀咕道 那更废了 你最缺啥心理没数吗 嗨 我尴尬地咳嗽了两声 连忙转移话题 婆婆 我想试一试 但要是失败了 还请您老见谅 说着 我拿起黄纸 写下了陈芳的名字 她家里还有直系血脉吗 宋喜婆摇了摇头 都是苦命人 两口子都是双清早逝 别说直系血脉 就连沾青带固的都不好找 一旁的李赖子 生无可恋地说到大儿子 那可是恶鬼 就凭你堂口那几颗烂酸 还想查人家阴极 简直做梦 虽说吧 李赖子的话有些不中听 但她说的的确没错 这恶鬼的阴极 还真不是一般老仙能查到的 关键就算是查到了 似乎也没有太大的作用 我想了想 再次问到婆婆 能找到陈芳的埋骨之地吗 找不到 宋喜婆解释道 陈芳死后 是几个好心的邻居帮忙 草草掩埋的 那李早就盖了不少建筑 说不定施工的时候 就给挖没了 我眉头一皱 我答应帮忙 倒是没问题 但总不能让我去了瞎转悠吧 一点线索都没有 怎么没有 要是没线索 我能大老远地跑过来吗 宋喜婆说道 陈芳的执念 在于她没能看见自己的孩子 这种鬼魂 肯定是要纠缠孕妇的 双十镇有一对小夫妻 从女方怀孕开始 家里的怪事就不断 你直接上门帮忙 他们肯定不会拒绝的 说到这里 宋喜婆也神情古怪地 打量着我那个 你们村 还有其余的出马弟子吗 我咋觉得 你这么不靠谱呢 我拍着月兄府 迷之自信起来蝎子的巴巴 独一份 我天亮就出发 一大早 我便精神抖擞地醒了过来 李赖子一夜未睡 忧心冲冲地看着我大儿子 我不太想去 我没说让你去啊 李赖子惊喜不宜你想通了 我就说 你小子怎么可能那么笨 饿鬼哪是咱俩能解决的 我整理着背包 笑着说到你 你理解错了 我是说 我自己去 你看家 别拒绝 还没等李赖子开口 我便坚定地说到你年纪大了 多休息休息 我知道你不放心 但你也没办法照顾我一辈子 何况你现在连仙都请不来 我答应你 我一定活着回来 李赖子知道 我是一头倦驴 他更清楚 是要我认定的事 谁都没法阻拦 所以 一个上午 李赖子给我准备了两顿饭 更是将能想到的东西 全部塞进了我的包里 在我离开家之前 他还特地给了我两千块钱 说什么穷家富庶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要走多远 这短短的几十公里 被他弄得如同生离死别 村里通往外界的小巴车 两个小时一趟 平日里 这趟车人满为患 但今天我何苦要出门 整辆车满打满算就三个人 其中一个是开车的司机 另外的 则是我以及宋喜婆 很快 我离开望山村的事情 就被村民们奔走相告 他们只希望我这趟离开 最好不要回来了 车上 我突然间想起了一件很关键的事情 我连忙对着宋喜婆问到婆婆 那陈芳是您给接生的 他到底生了个男孩 还是女孩 女孩 听到宋喜婆的回答 我琢磨了一下 那 要是直接告诉陈芳事情的真相呢 宋喜婆看着窗外 哀声叹气 愁容满面 何苦啊 我真的很怀疑你出马弟子的身份 宋喜婆郁闷到 恶鬼之所以是恶鬼 是他们的怨念也好 执念也好 都达到了一种可怕的程度 陈芳当年的执念 在于他没能亲眼看到 自己孩子的出生 这份执念 其实已经和孩子的性别 孩子的生死 没有了任何关系 他被困在了自己的执念里 所以他追寻的结果 也是想看一看罢了 只不过 这一眼 他永远无法看见 宋喜婆继续说到 陈芳的目标是 已有身孕的女人 她会附着在孕妇身上 直至孕妇生产的前夕 而她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单纯的 想要看到孩子的降生 但你要清楚 陈芳当年没有看到 自己孩子的出生 那么 她也不会见到别人的孩子出世 她是恶鬼 她身上的阴气 不是虚弱的产妇能抗衡的 整个过程 陈芳相当于经历着自己 当年的那一幕 她不会看到孩子的降生 便会消散 同时 她的离开 带走的还有产妇 以及胎儿的生命 之后 陈芳会找寻下一个目标 这份执念 是无穷无尽的痛苦 也是她逃脱不了的轮回 我若有所思 也意识到了事情的复杂所在 原来是这样 这份执念 牵绊着她 而她不管是当初还是现在 都没办法真正的了结牵挂 车子行走在颠簸的村路上 开车的司机时不时的回头看我一眼 许久后 她惊魂不定的问道 小何苦啊 你 你在跟谁说话 一路上 开车的司机师傅 可谓是提心吊胆 到了终点站 她终于松了口气 算是送走了我这个火炎王 牵轨拜山之后 我被送到了医院 那是我第一次 离开王山村 而现在 是第二次 也刷新了 我外出的距离 足足有五十公里之多 双石镇是由以前的 多个村庄拆建而成 这是个很小的镇子 但在我眼里 双石镇 已经算得上是个新奇的世界了 见我东张希望个不停 宋喜婆连忙提醒道 何苦啊 解决完麻烦事之后 有的是时间参观 先去那户人家看看吧 嗯 我知道 我走了一会儿 好奇地指着远方 问道那是山吗 怎么黑乎乎的 那是煤山 宋喜婆解释道 双石镇有两座煤矿 整个小镇五成以上的人 都在那里工作 当年陈方的男人 也是一名采矿工人 我想了想 又朝着四周望望望 这里的阴气 比我们村子要重一些 虽然也算得上是正常的阴阳调和 但的确和我们那不一样 宋喜婆叹了口气 意味深长到双石镇地势偏阴 再加上这里 以煤矿卫生 或多或少 阴气会多上一些 在宋喜婆一路的解释下 我们俩也来到了一栋老式的单元楼前 宋喜婆指了指大厂四开的房道门进去吧 二楼左手边那户人家 我木讷地走到了二楼 站在那户人家门口的时候 我略显紧张了一些 婆婆 我应该怎么说 宋喜婆一愣 有些无奈地说道 开门见山 留给相互的时间都不多了 好 好吧 我轻轻地敲了敲房门 可能因为我 常年待在望山村 也很少和外界接触的缘故 此刻的我 选得有些局促不安 言语表现 也散发着腼腆的一面 很快 一个看起来四十多岁的男人 打开了房门 他见我不说话 好奇地问道 有什么事吗 你找谁 说话啊 宋喜婆在我身旁 提醒到他姓吕 直接说 你来这里的原因 语 吕叔叔 我面红耳赤地说道我 我是看事儿先生 你们家有问题 姓吕的男人一愣 但下一秒 他的神态便转化为了惊喜 对方一把将我拉到房间内 热情地招呼起来 先生快坐 我去给你倒水 我呆头呆脑地坐在了沙发上 如同抓住救命稻草 一般的吕姓男人 则是忙前忙后 好 好重的阴气 我皱着眉头拿出黄纸 哪怕没有用出马先生的方式 查明这里的阴气 我自身的感觉 就给了我一定的反馈 客厅的采光不错 而且现在的气候很是暖和 可当我进门的一瞬间 我就感觉到了浓烈的冷意 这种冷意 深入骨髓 是一种由那外的不寒而栗 吕叔叔 你 你别忙了 我是来帮忙的 你们家的情况很糟糕 先想办法解决吧 对方给我倒了热水之后 坐在了我的身旁 他的脸色很差 而且我隐约的可以看到 他的额头上 萦绕着一股黑气 要知道 我现在没请仙家上身 可即便如此 我还是可以清晰的 看到他的状态 这种情况足以表明着 这户人家的情况 已经达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小兄弟 你多大岁数啊 我想了想 回答到 今年二十了 二十啊 我二十六 你叫我吕哥或者吕超就行 啥 你二十六 我颇意外地打量着他 脱口出道 我还以为你四十了呢 对方尴尬地咳嗽了两声 常年夏景 造得比较显老 对了 你怎么称呼 虽然事情迫在眉睫 但吕超还是略有防备的试探者 你这个年纪的看事先生 可是不多见 我之前请过几个看事的 岁数最小的 也四十多了 为了节省时间 一旁的宋喜婆 焦急地说道 别拉家长了 你就说 你是房大娘请来帮忙的 好 我说了一个好字之后 按照宋喜婆的交代 说明了来意 我叫何苦 房大娘让我过来的 她说你媳妇的情况很糟糕 听到房大娘这个称呼 那吕超肉眼可见地放松了不少 她站起身来 带我来到了卧室门前 推开房门 一股恶臭的气味扑面而来 我忍不住地前呕一声 虽说这样的表现有些不礼貌 但我是真的忍受不了这股臭气 不夸张地说 这气味 比李赖子 那能站起来的袜子 还要刺鼻几十倍不止 抱歉 我爱人身上的味道 有些难以忍受 真是不好意思 没 没事 我摆了摆手 走进了房间 进入房间 只见床榻上 躺着一个肚子骨的老大的女人 女人很消瘦 那龙起的肚皮 显得无比的格格不入 如果不是有身孕的话 眼前的这个女人 顶多有八十斤的体重 可她那肚子 却大的可怕 呈现着的比例 要多诡异 有多诡异 房间很干净 女人躺着的床铺 和盖着的被褥 也很整洁 可这股味道 的确是难以忍受 李超走上前去 掀开了盖在女人身上的被子 只是看了一眼 我便被震撼到了 女人龙起的肚皮 比我预测的更为夸张 很难想象 这个瘦弱女人身体中的脏气 承受着何等的挤压 如果单纯是肚皮的夸张 我还能够接受 可在我的视线里 这已经是最可以接受的小问题了 我找寻到了臭气的来源 只见一条条粗壮的青色血管 赫然出现在女人的皮肤上 那些血管鼓起的幅度很大 磅腹轻微触碰 就能感受到血液的流动 在血管的旁边 女人的皮肉出现了 实际处腐烂的伤口 伤口处血肉模糊 好像贯穿了身体一般 而那些恶臭的气味 便是从这些伤口处传来的 去过医院没有 我近距离看着那些伤口 不禁地急被发凉 要是按照正常人的方式 来看待这些创伤 可以说 眼前这瘦弱的女人 能够活下来 已经是奇迹了 去过 但没用 吕超眼眶红肿地说到 起初的时候 伤口只有一两处 去医院检查 也没找到病根 知识做了包扎 后来伤口越来越多 也处置过很多次 可不管怎么 缝合也好 还是包扎也好 顶多就一两天的功夫 伤口就会再度出现 我们去过很多医院检查 都没有发现 导致伤口出现的病因 直至后来 房大娘来到了我家 说我媳妇惹上了脏东西 她当时帮着处理了一下 情况也的确有所好转 可她也说了 知识暂时地解决了一些小问题 她同样没有办法处理根源的麻烦 吕超擦了擦眼睛 哽咽地说道 从那时开始 我也清楚 我媳妇惹上了鬼怪 我带着她去了不少地方 但都没能治好我媳妇 说到这里 吕超情绪崩溃地 哭出声来和兄弟 我求你 帮帮忙吧 你需要什么我都答应 救救我妻子吧 你 你放心 我肯定全力而为 我将一张黄纸 铺在了女人的肚子上 我原本是想利用马家的符咒 来收集一些阴气 可未曾想到的是 在黄纸触碰到 女人皮肤的一瞬间 整张黄纸 如同染了墨一样 全部都变成了黑色 好家伙 不愧是恶鬼 我拿起黄纸 一股刺骨的冷意 瞬间席卷了我的全身 某个瞬间 我觉得我大脑一片空白 彭佛呼吸都给忘记了似的 我晃了晃脑袋 让自己尽可能地清醒一些 随之 我凝重地问道 你吸附卫尸膜一动不动 还有 她的预产期是什么时候 阴气 已经无需刻意找寻 夸张点来说 我呼吸的都有可能是浓郁的阴气 这一个月以来 我爱人越发地失睡 如今的她 每天只有不足一个小时的清醒时间 吕超抱着脑袋 她的情绪已经彻底崩溃 没办法了 根本没有办法 医生说我妻子和肚子里的孩子 很难活下来 她没办法手术 你们这些看事的先生 也无力解决 说着 吕超拿出手机 播放了一段视频 视频内容是她妻子之前 做产检的画面 我可以清晰地看到 仪器上出现的黑白画面 有一张女人脸颊的轮廓赫然显现 而那张脸 就在孕妇的身体当中 我严肃地说到我问你什么 你答什么 预产期是什么时候 今天 今天 我惊呼到怎么不去医院 吕超苦笑着问道 去了有什么用 而且 我爱人还没有生产的征兆 缓过神来的吕超 死死地抓住了我的手腕 他有些癫狂地哀求道先生 帮帮我们吧 您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 你弄疼我了 我抬起吕超的手臂 提醒到你先冷静下来 我来想办法 尽可能制定个可行的方案 见吕超还想说些什么 我怒目相识地威胁到你清楚 我是救你们全家的最后机会 现在 请你出去 让我有足够的安静环境来进行思考 也不知道是被我的样子吓到了 还是说 这个男人真的冷静了下来 不管怎样 他离开房间的决定 的确可以让我更认真地考虑对策 阴气很重 女人的生命体征 无限接近于死亡 不幸中的万幸 便是他还没有生产的征兆 可我清楚 这是机会的同时也是一颗定时炸弹 若是女人的羊水破了 结局只有一个 那便是一尸两命 我盘西坐在女人的床前 将一张崭新的黄纸铺在了地上 可就在我拿出珠沙笔的短暂几秒 那张黄纸全然变成了一片漆黑 一张不行就两张 两张不管用就四张 一塌黄纸被我铺垫到了拳头的厚度 可结果却是我随身携带的黄纸都用没了 也没能留下一张可用的 不甘心的 我没有放弃 我拿出了几根供奉所用的红色蜡烛 这种蜡烛 虽然不比李赖子之前的黑色蜡烛 但好歹是供奉堂口的 将其点燃 会起到填补阳气的效果 不管是这间屋子 还是床上的孕妇 都需要压制一些阴气才行 哪怕没有头绪 这也是必要的步骤 我将蜡烛依次摆放 想要将其点燃 可不管我怎么护住火苗 在蜡烛燃烧起来的一瞬间 都会迅速熄灭 没用的 这里的阴气实在是太重了 宋喜婆哀声叹气 道依我看 你身上的四个膛口 都压制不住这恶鬼的道行 灰钩子 我拿出灰家供奉牌 喊到出来点火 灰钩子被我请到身上之后 便发出了惊呼声 我勒个去 你要死啊 你能不能前点稳妥的事 这恶鬼比三条腿的蛤蟆还罕见 你从哪里找到的 灰钩子骂骂咧咧到何苦 你做死别带着我 你让我通下水道 我亲自挂帅都行 但这事我掺和不了 没让你掺和 我拿起火柴 固执地说道 帮我护住火苗 嘶拉一声 微弱的火苗 被我触碰在了竹心上 与此同时 阴风四溢 那好不容易燃烧起来的火焰 庞佛随时都要再度熄灭 灰钩子 我怒目喊道你 挡住阴气 我把这几根蜡烛点燃 灰钩子挡住阴气的同时 暴躁地咆哮道何傻子 我告诉你 你要是激怒了那恶鬼 你走都走不了 在灰钩子的帮助下 一连七根蜡烛 全部被我点燃 冷 异常地冷 比熟九龙冬 还要冷得彻骨 屋子内的阴气 达到了难以描述的地步 而这七根蜡烛 也好似严寒中的救命篝火 灰钩子 坚持一下 我将黄纸铺在身前 用朱砂笔 干净利落地 完成了一道符咒 这符咒是散阴符 作用则是驱除阴气的 符咒完成的一瞬间 我便将黄纸 盖在了女人的肚子上 盖好黄纸之后 我干净利落地拿出了柳条 不停地抽打在孕妇的身上 噼里啪啦地声响下 女人身上的阴气 开始七零八落 而我的举动 着实给灰钩子 和宋喜婆下的不亲 你他妈疯了吗 灰钩子骂到 我是个没啥本领的大仙 你又以为你自己几斤几两 就凭借你手中的柳条 能打死恶鬼不成 宋喜婆也颤抖地 说道别打了 那恶鬼要是被积木 咱们谁也走脱不了 我没有停手 而是继续地抽打 此刻的我略显疯癫 我的眼睛死死地凝视着女人 说话的语气 更是充斥着犯船的执拗 不行 只有把她打出来 我才能看到 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只有看到她 才 才有应对的可能 话音刚落 只见原本侧身的孕妇 忽然转过了脑袋 她的脖子发出了一声脆响 而她扭头的动作 更是呈现着诡异的弧度 紧接着 女人猛地睁开双眼 她面无表情 但欣红的鲜血 却从她的眼角开始流淌 我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 反倒是越发地变本加厉 我边打边骂 根本不在乎这恶鬼的威胁 自己命短 还敢祸害别人 滚出来 你给我滚出来 一声刺耳的尖叫 从女人口中传了出来 紧接着 她四肢垂落 而她的硕大肚皮 则是支撑着身体 漂浮在了床榻上面 阴气四处蔓延 仅是一个呼吸的瞬间 我身上的灰钩子 便被这股阴风 从我的身体上驱逐下去 与此同时 灰家的供奉牌上 也出现了一道明显的裂痕 随之 七根蜡烛全然熄灭 那张散阴符也瞬间掉落 变成了一张黑纸 房门被推开 听见叫喊声的 吕超刚想进门询问 但还没等她开口 吕超的身体便飞了出去 重重地砸在了客厅的茶几上 砰的一声 房门紧闭 只见那孕妇缓缓抬起了手臂 对准了我 人的手臂也就那么长而已 但超过手臂的阴气 则是穿透了我的身体 低头一看 我的腹部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鲜血和脏气一同流淌 洒落在了地板上 扑通一声 我倒在了地上 与此同时 漂浮在半空中的孕妇 也重重地砸落在了床榻上 过了三四分钟左右 阴气渐渐消散 恢复到了之前相对于平稳的状态 当然 这间屋子的平稳和外界相比 简直夸张到令人发指 确定恶鬼重新回到了女人的身体当中 我气喘吁吁地爬了起来 见我起身 宋喜婆不可思议地指着我 问到你 你不是死了吗 还没有 我解开衣服 只见我月胸口处的木板 已经碎裂成了几段 除了刻满符文的木板之外 还有一团呈现着人形的指挥 也一同散落下来 障眼法 骗了他一次 我拿着碎裂的小木块 黑黑地笑了起来 我爷爷棺材上拆下来的 很好用 使人替我死了一次 要是没点保命的手段 我哪敢招惹他 这 这怎么可能 宋喜婆不解地问到我亲眼看到 你被那恶鬼开膛破肚 结果你却没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怎么解释呢 我挠了挠头 对着宋喜婆问到婆婆 你知道阴宅吧 宋喜婆惊恐地点了点头之 知道 恶鬼这东西 阴气很重 他的阴气重蹈 可以直接化作阴宅 不管是人也好 还是鬼也好 被恶鬼拖到阴宅当中 死了那就是死了 我耐心地讲解到 刚才你看到的一切 以及我被开肠破肚的画面 的确都是真的 不过呢 阴宅里 我们看到的和恶鬼看到的 并没有区别 我指着灰烬说 道指人是我提前准备好的 上面有我的阴气 木板上的是 马家的护身符 所以呢 那恶鬼弄死的 并非是我 而是替我死了的指人 宋喜婆更为疑惑地打量着我 惊呼到这么简单 简单 我连连摇头木板 是我爷爷棺材上拆下来的 上面有他百岁阴宫 更有牵轨 借骨残留的阴德 那护身符更是 黑狐一脉留下来的 这几样东西搭配在一起 都被打得稀碎 你觉得这叫简单 就这么说吧 李赖子把压箱底的宝贝 都拿了出来 却也只能抗住恶鬼一次锁命 宋喜婆感叹道 那朱先生说的没错 你们爷俩的确有本事 只是我不知道 你冒这么大的风险 只是为了激怒陈芳吗 当然不是 我目光深邃地说到 我看到了阴宅 也看到了陈芳的模样 还是那句话 只有足够多的了解 才能找寻到解决办法 也就是说 宋喜婆惊喜地问道 你知道怎么对付陈芳了 我呆头呆脑地摇了摇头不知道 阴宅里我看到了很多 有当年的老房子 有屋前屋后 匆匆忙忙的宋喜婆 还有即便是断了气 也没能闭上眼睛的陈芳 而我 更看到了滔天的阴气 以及恐怖到极致的恶鬼 之所以冒着巨大的风险 去阴宅看上一看 其中很大的原因便是 我要查明陈芳的状态 鬼魂由阴气凝聚而成 陈芳这只恶鬼也不例外 只不过他的阴气多得可怕 这些阴气 也因为长久不散的执着 也化作了恶念 因为实力有限 我看不太清陈芳的样貌 但我能够确定 他依旧保持着怀有身孕的状态 只不过他隆起的肚子 并非是什么鬼胎 而是他无法化解的阴气凝聚而成 所以 想要解决掉陈芳这只恶鬼 还是要从他的执念下手 宋喜婆垂头丧气 颓然道 看来你也没办法解决 对吧 不好说 我若有所思的 说到我看到了陈芳 也亲眼所见到了他的状态 想要解决 除了消解掉他的执念之外 我完全想不到 其余可行的办法 不可能的 宋喜婆惆怅到 陈芳是恶鬼 他的思维已经固化到了极致 外界的前摄是没办法去改变他的 而且 陈芳被困在了死因当中 他没办法看到胎儿的降生 更没可能去认清 他的孩子也没能存活下来 周而复始 他只会一次次地轮回 一次次地剥夺走他人的生命 有可能 我自信地说到 就从他的死因下手 虽然比较困难 但三种必要的具备 我已拥有了其中的两种 宋喜婆听的是云里雾里 他完全不明白 我脑子里是怎么想的 小子 你到底怎么想的 你 我指着宋喜婆说道 你是给陈芳接生之人 他的死因中自然包含着你 我去阴宅看过 那里也有你忙前忙后的身影 所以 想要拿走陈芳一部分 极为关键的阴气 唯独您宋喜婆可以做到 这一步完成之后 就需要第二手准备 也就是我 我继续说道 我是出马先生 虽然比较年轻 可不意味着我毫无作用 一旦有了陈芳重要的阴气 说不定 我们真的 可以做到以假乱真 您说的没错 陈芳的确被困在了死因之中 而且 这份执念难以消除 但依我看 这也是他唯一的弱点 婆婆 机会只有一次 而且留给我们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我指着床上的孕妇 目光极其坚定 我不确定他何时会生产 但我清楚 在他生产的瞬间 便会一尸两命 到那个时候 想要解决陈芳这只恶鬼 更是难上加难 阴宅里我看得一清二楚 相信我 错失这次机会 至少在我这里 已经没有了解决陈芳的可能 所以 现在 我希望婆婆信我一次 而您也要将我的第三样 所需告诉我 那便是陈芳的丈夫 死在了哪里 宋喜婆焦头烂额的 说道没用的 都说了 外界的因素 不可能影响到陈芳的 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 但我只能说 你的想法太天真了 已经二十多年了 陈芳丈夫的鬼魂 恐怕早已消散 就算是那道魂魄 依旧存在 也根本不可能 改变得了一个恶鬼的执念 我微微一笑婆婆 我可没说 要让陈芳丈夫 去改变陈芳的心意 我只是要确保陈芳 能够安然地离开 我知道你觉得 我的所作所为是在莽撞 可即便是莽撞 我也没有退缩不是吗 我刚才已经死了一次 而下一次 我便是真的死了 见我如此执着 宋喜婆也不再劝说 她很清楚 这一次 如果没能解决 那么陈芳会更难处理 眼下我已经拼了命 她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阵子西边的煤矿 那里有很多鬼魂 我不知道陈芳的丈夫 是否会存在至今 我只知道 她叫做卢汉生 啪哒一声 我打了个响指 心满意足地说道 这就足够了 说完 我走到了客厅 叫醒了昏尘过去的吕超 吕超浑浑噩噩 还没有缓过神来 但我的话 已经闯进了她的耳朵里 吕超 你听好 时间紧迫 我会尽可能地帮助你们 接下来你留在家里 不要去打搅你的妻子 现在是下午2点55分 我要出去办一件事 不管成败 9点之前 我都会回来 说着 我拿出了一团黄纸 塞进了她的手中 这是风俏符 我不知道管不管用 但也算是我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保障了 你妻子若是苏醒 就把这道符纸 塞进她的嘴里 她生产在即 能拖一分是一分 听明白了吗 说实话 风俏符对于那恶鬼没什么用 基本上也延缓不了女人的生产 之所以给吕超留下这道符咒 实际上也是为了她能够安心一些 我已经有了初步的计划 但这个计划每一步都凶险万分 只要一个环节出错 这原本就难以完成的计划 便会彻底落空 除此之外 最要命的是 吕超的妻子 何时生产 要是在我准备完成之前破了羊水 那么根本没可能进行补救 这一点 也只能希望老天眷顾了 对吕超说完这些话之后 我便离开了她家 至于她听没听清我的吩咐 就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了 离开老旧的单元楼 我拦了辆出租车 便赶往西边的煤矿 抵达煤矿 我便被门口的安保人员拦了下来 对方极为负责 说什么 也不肯我进入 挥钩子 帮忙 我喊了一嗓子 只听怒气冲冲的挥钩子 恶狠狠地回应了一个字 滚 呃 我连忙解释 倒别这么紧张啊 我已经走出来了 那恶鬼不在跟前 有其余的事情请你帮忙 少来这套 挥钩子慢慢咧咧道 那鬼东西 差点弄死我 要不是老子跑得快 就魂飞魄散了 我再也不相信 你这个愣头轻了 简直没脑子 我放下了身段 脸哄带骗地说到灰大仙 不管事成与否 我都会给你应得作为补偿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月 大鱼大肉的供讽还不行吗 这条件你要是不答应的话 就别怪我彻底砸碎 你们家堂口了 伴随着我肩膀上的些许沉重 挥钩子怨气横生地附在了我的身上 我能感觉出来 在那恶鬼阴风的冲击下 挥钩子的确伤得不轻 他原本不多的实力 更是溃散了一多半 估计恢复起来 也要花上一些十月才行 而挥家的供奉牌 更是出现了一道裂痕 不得不说 那恶鬼是真他妈的凶啊 挥大仙 迷惑一下 这认真负责的安保 让我混进去 这点小问题 对挥钩子而言并不困难 只是短暂的几分钟 我们便顺利地进入到了煤矿 我朝着煤山走去 不耐烦的挥钩子 则是萌生了退意 和傻子 恶鬼的事情我插不了手 没事的话 我去养伤了 别走 还有一件您最擅长的小事 需要您帮忙 我急忙说到 这煤山下埋葬了不少鬼魂 通过叫活的方式 很难找到对方 你们挥家 擅长擅长刨坑打洞 劳烦您下去一趟 看看有没有一个叫 卢汉生的鬼魂 记住 一定要找得仔细 这人的鬼魂对我有大用 可千万不能敷衍了事 话音刚落 挥钩子便破口大骂起来 可傻子 你是不是拿我当傻逼呢 我好歹是个大仙 你要么让我送死 要么让我通下水 去挖坟 现在倒好 又给我 安排了个矿工的身份 你自己说 你过不过分 我冷着脸 手掌提莫了 提莫挥家堂口的裂痕 应得要不要了 供奉要不要了 堂口 要不要了 你他妈欺人太甚 挥钩子咆哮到等老子 有本事那天的 咱们薪酬旧恨一起清算 一顿骂骂咧咧后 挥钩子便完成我安排的任务去了 不得不说 挥钩子这位大仙 还真挺要置气的 只可惜 这家伙强大之后 也没能摆脱掉 钱脏活累活的悲惨命运 天色越来越暗 距离挥钩子 前去寻找鬼魂到现在为止 已经过去了近三个小时 时间越久 希望越小 毕竟已经过世二十多年的人 鬼魂很难存留至今 若是找不到卢汉生的鬼魂 我即便是解决了恶鬼的麻烦 也一定是暂时的 这期间 我也没有闲着 我准备了一些 晚上可能用得着的符咒 虽然效果不怎么样 但有备无患总是好的 实在是按捺不住的 我还是拿出了 灰家的供奉牌 将灰钩子叫了回来 没找到吗 我看了看时间 对他说道 时间很紧迫 三个多小时都找寻不到 还是算了吧 我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灰钩子瞥了我一眼 冷哼一声 谁告诉你我没找到 之所以花费这么久的时间 是因为我在想 怎么给他带出来 你找到了 我惊喜地问到他的魂魄 还没有消散 废话 灰钩子得意地说道 刚才就已经找到了 这眉山的阴气很重 阴宅当中 困住了不少 因为事故死亡的鬼魂 你说的那个卢汉生 即便是过了二十年 都不知道自己死了 他还在寻求着办法离开 然后见一见 自己一心挂念的妻儿 我试着 将他的鬼魂带出来 但尝试了很多次 都没能成功 我思绪片刻 难难道 也就是说 这卢汉生的执念也不小 他也被困在了事故中 当初的求生欲望 让他变成鬼魂之后 还想着如何活着离开 对吧 对 听到灰钩子的答复 我担忧地问道 那卢汉生的阴气如何 该不会又是厉鬼 或者恶鬼吧 那倒不至于 灰钩子解释道顶多 就是个普通的凶鬼 这玩意的执念 是回家看看 不会滋生太多的煞气 或怨气 不过里面的鬼魂数量不少 其中有几个 还是比较危险的 现在的问题在于 怎么给他带出来 仅凭借着我 完全没办法做到 过阴 我当机立断地给出了答案 毫不犹豫地说道 让卢汉生出来并不难 只要让他觉得自己 获救了就没问题 钩子 等会我用魂魄进入阴宅 然后你帮忙打开一条 让他误以为可以逃生的通道 如此一来 我便可以将他顺利地带出来 灰钩子看待我的眼神 如同看待神经病一般 他没有被我请到身上 而是呈现着一道朔鼠的轮廓 他那双贼眉鼠眼 被我看得一清二楚 怎么了 有问题 肯定有啊 灰钩子看向周围 崩溃到大哥 这是眉山 随时随地都能撞见鬼魂 你这个时候过阴 随随便便来个小鬼 便能冲了你的身子 而且 过阴是那么随便的嘛 你没有其余的大仙保护 万一被里面的鬼魂纠缠 到时候 你可就回不来了 我没有回应 而是找了的偏僻的角落 紧接着 我盘西坐了下来 同时在我的身边 点燃了四只香火 以及一根蜡烛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我还在自己的身上 贴了几道黄符 一用来保护我周围足够的安全 只要不是比较难缠的鬼魂 还是可以防范的 听我这么说 灰钩子哀声叹气地问道 那里面怎么解决 你魂魄进去 还能对付其余鬼魂不成 管不了那么多 请量不要招惹吧 我抱着灰家的供奉牌 吩咐到钩子 帮忙过阴 我的魂魄脱离之后 你来带路 等我接触到卢汉生之后 你一定要第一时间打开通道 让我们离开 行吧 灰钩子颇为无奈地点了点头 你这傻子疯了巴基 哎怎么胡闹 就怎么胡闹吧 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之后 我将一道过阴所用的符咒点燃 同时 我口中也哼唱着神调 伴随着我的声音越来越弱 我也陷入到了一种迷离的状态 等我清醒之后 只见周围的场景 再度昏暗了不少 而我也成功地进入到了阴宅 喂 灰钩子喊了我一嗓子 顺着他的声音 我见到了一只巨大的硕鼠 此刻的灰钩子整体大小 如同七八岁的孩子 尤其是那一身赠亮的毛发 看起来就觉得这家伙的伙食不错 原来你的浑身长成这样 为啥你还没能化作人形 肯定是道横不够啊 灰钩子瞥了我一眼 阴阳怪气道 我要是能够化作人形 还用得着受你威胁 哦 还有 灰钩子对我坏笑起来 你这单薄的魂魄 不怕我趁机报复吗 不怕 我一边走一边说道 你是我堂口大仙 弄死我这个出马弟子 对你没好处 有损应得不说 还少了很多供奉 除非你脑子有病 不然你没必要这么蠢 你倒是没傻得太彻底 灰钩子走在我的身前 逐渐加快了脚步 同时 随着深入眉山的阴宅 周围的阴气也越发地浓郁 一路上 我们看到了不少身影 这些人都是因为事故 被困在了此处的鬼魂 但大多数的鬼魂 都没有什么威胁 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没脸子 而且有一部分 已经处于消散的边缘 灰钩子虽说是个寻常的大仙 但不管怎么样 能和仙 这个自扯上关系的他 对于普通的没脸子 还是比较有震慑力的 这里的鬼魂数量不少 我若有所思地说道 等解决完这桩麻烦事 来这里送一送亡魂 应该也是不少的应得 都是横死的 要是那么容易送走 还能轮到你 灰钩子扫了我一眼 试探性地问到你 真的想解决掉那恶鬼 不然呢 要是不解决 我何必在这地方浪费时间 我只能说 你是真的有种 聊天之鱼 我们已经走了很久 周围的阴气越来越重 一些血肉模糊 化作人形的鬼魂 也出现在了阴宅当中 很快 一个鬼魂 便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以魂魄方式 出现在这里的我有些不安 这种状态 我根本无力解决凶鬼 哪怕这些凶鬼 只比没脸子稍微厉害一些 好狗不挡到 回家办事 给我滚蛋 一声呵斥 那凶鬼纹丝不动 我刚想提醒灰钩子 不要惹是生非 只见这鼠仙冷哼一声 随之四面八方 出现了几十双忧虑的贼眉鼠眼 这些灰大仙 没什么倒横 但优势在于数量不少 要是真起了冲突 凶鬼也占不到便宜 在灰钩子的威胁下 没什么本事的凶鬼 让开了道路 我们也得以顺利的前行 行啊 还挺聪明 知道叫来一些帮手 那你看 灰钩子有些自嘲的开着玩笑 老鼠儿子会打动 咱家专业钱这个的 管他阴宅阳宅 讲究的就是个来去自如 我感激的看着灰钩子的背影 真诚地说道 这次事情要是能够平安度过 叫他们多来吃供奉吧 我能做得不多 但这次是真心实意 灰钩子停下了脚步 随之指了指前方的废墟 你要找的人就在里面 去吧 注意安全 灰钩子叮嘱道 我会替那卢汉生打开通道 离开之后 一定要跟紧我 这阴宅不小 可别迷了路 明白 穿过废墟 我来到了一处他方的地带 别看我能够来去自如 但对于这些死于此处的鬼魂 任何一道屏障 都让他们无法逾越 在这里 我看到了当初事故的场景 狭窄的空间里 总共有三个鬼魂 他们簇拥在一起 等待着永远不会到来的救援 而这一幕 则是当年最为真实的悲剧 看见我的身影 三个浑身乌黑的男人 一同投来了目光 本能的求生欲 让他们的眼睛 都绽放出了 渴求生还的光泽 我清楚 原本的鬼魂不止这三个 因为时光的流逝 有些鬼魂已经不见了 而剩下的他们 能够存活至今 只是两个自在支撑 那便是执念 那么问题来了 我该如何单独带走卢汉生 而且 不会被其余两个鬼魂所纠缠 对于我来说 我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带走卢汉生 事情迫在眉睫 我根本无力看管 另外两个鬼魂 二十多年的光景 都没能让他们消散 这三个鬼魂 自然是执念颇深 如果因为我的原因 将他们释放出去 从而造成了什么麻烦 这笔债 自然也要算到我的头上 而这 便是因果 就在我思绪万千的时候 一个男人的鬼魂询问到你 你是来救援的吗 面对着三道目光 投来的期待和渴望 我一时间有些不知如何是好 更离谱的是 眼前这三人 我甚至不知道 哪个是卢汉生 面对着三道期待的目光 我故作镇定地走上前去 呸呸呸 什么鬼地方 我假装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随口问到卢汉生呢 不知道你婆娘大着肚子 在外面等你啊 赶紧出去 一听我这么说 一个比较瘦弱的男人走上前来 他身体颤抖地抓住了我的双手 又激动又担心地询问到小方眼来了 他挺着大肚子 怎么能来这种地方 确定我要找寻的目标之后 我拉着他 便朝着阴暗处走去 此刻的 我也考虑不了太多 只要能带着卢汉生离开此处 我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了 至于其他的鬼魂 要是有机会的话 就想办法送走 要是不好处理的话 也只能将他们留在此处了 否则的话 贸然放出去 绝对是个不小的麻烦 灰钩子说的没错 矿山的鬼魂很多 要是能够轻易解决 也根本轮不到 我赚取这份应得 我拽着卢汉生 刚走了两步 身后一个声音便叫住了我 喂 啥情况 你是来救援的吗 为啥只带走小卢啊 我深吸一口气 转过身去看了看 那壮硕的身影 随之刻意摆出一副 不屑的模样咋的 救援还分前后啊 卢汉生的婆娘 挺着大肚子在外面 看她那样子 估计是快生了 我先给卢汉生 带出去有问题 我反应很快 指着阴暗处说道 打通这里不容易 离开的通道很小 依次只能容纳一个人通过 等她出去之后 就轮到你俩了 五大三粗的鬼魂走上前来 我按道不好 整个人也慌张了些许 她婆娘快生了 就得让着她 我老娘还等着我回去呢 雄壮的鬼魂 一把将卢汉生拽了回来 而他则是 站在了我的身前 让我先出去 我紧皱眉头 不知如何是好 而卢汉生 竟然表现出了怯懦的一面 兄弟 让雷哥先出去吧 滚蛋 我一把抓住对方 呵斥到我说 让谁先走谁就先走 哪那么多屁话 壮汉恶狠狠地盯着我 他一把抓住了我的衣领 咬牙切齿到你找奏是吧 这鬼地方 我一秒钟都不想逗留 今天老子就要先走 我看谁敢拦我 卢汉生抓着我的手臂 哀求到兄弟 就让他先走吧 这里很危险 别因为这点小事耽搁了时间 我恨铁不成钢地 瞥了一眼卢汉生 事到如今 我即便是再怎么不情愿 也只能哀声叹气地答应下来 行吧 你跟我过来 我对着壮汉摆了摆手 随之走到了他方的废墟前 感受到我的气息靠近之后 另一头的灰钩子 轻松地打开了一条通道 带着壮汉转过去之后 他惊恐地指着灰钩子这 这是什么玩意 这么大的老鼠吗 哪有老鼠 你看错了吧 我给灰钩子使了个眼神 后者也瞬间明白了我的意思 灰钩子的确无法幻化人形 但他影响一个鬼魂的视线 还是没问题的 壮汉揉了揉眼睛 再次张望过去 的确是我看花眼了 估计是被困太久的缘故 小何苦 跟住我 灰钩子以为眼前的男人便是卢汉生 他刚要离开 我便凑了过去 对他耳语一番 这不是卢汉生 我没办法骗过他 你能解决一下吗 啥 灰钩子喊了一嗓子 随之对着那个壮汉笑了笑 然后也对我嘀咕起来 我咋解决 我又不是打鬼的武仙 再说了 这鬼魂也没做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要是动手 是要有损应得的 还有 这地界的鬼魂不少 要是太过于引人注目 造成骚乱可就糟了 无计可施的我点了点头 提醒到 先带出去再想办法吧 我去接卢汉生 重新回到里面 我将卢汉生带了出来 至于剩下的那个鬼魂 很好说话 并没有和卢汉生 争抢离开的顺序 而那个人的鬼魂 自然没有办法脱困 就此 我也只能说句抱歉了 毕竟要是一时心软的话 造成的麻烦 是要我自行承担的 带着两个鬼魂 离开阴宅的过程 很是顺利 虽说期间遇到了不少鬼魂 但那些身影并没有刁难我们 只不过 走出阴宅的 我却遇到了新的麻烦 蜡烛还在燃烧 他准备很全面 当然 除了我丢了这件事 我的魂魄四处张望 忍不住地抓耳挠 塞到我他妈人呢 是啊 灰钩子看着空空如也的脚下 问到你去哪了 没错 我没了 确切地来说 是我的身体 不知道去了何处 与此同时 壮汉也疑惑地 看向周围的昏暗 问到什么情况 救援的人呢 怎么只有你们两个 灰钩子 我握拳吩咐到流口气 别让他闯祸 灰钩子再度显现出老鼠的模样 他猛地扑了上去 撕咬着壮汉的鬼魂 也不知道是壮汉太厉害 还是灰钩子的确弱得可怜 只见灰钩子刚将他压在地上咬了两口 这灰头老鼠便被踹翻在地 紧接着 受了惊的壮汉拔腿就跑 消失在了夜色下 灰钩子刚想要追 我便被拦了下来你追他前吗 能不能先找到我 你收集好他的阴气 等解决完了正经事 再去寻他 在我的吩咐下 灰钩子匆匆忙忙地去找寻我的身体 而我则是将目光 放在了已经吓破胆的卢汉生身上 卢汉生 你已经死了 被我带出来的你 只是鬼魂而已 我指了指地上燃烧的蜡烛和香火 提醒到 是不是觉得很刺眼 很炙热 原因很简单 鬼魂比较惧怕阳气中的东西 若是不幸的话 可以捡起一块石头试试 卢汉生瑟瑟发抖地尝试着触碰食物 但不管他怎么努力 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我 我真的死了吗 我点了点头 同时告诉了他 另一件事情 你放心 不仅你死了 你婆娘和你孩子都死了 卢汉生傻了眼 这消息怎么可能让他放心 我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他 得知自己妻儿下场之后的卢汉生抱着脑袋 疯癫的嘟囔个不停 已经彻底崩溃的他 身上的阴气都已经开始了溃散 别紧张 做鬼有做鬼的规则 我在一旁安抚到你的问题无关紧要 关键是 你那婆娘现在凶得很 我给你一次与妻儿相聚的机会 但接下来 你要按照我的吩咐去做 否则的话 我只能弦掉他了 听明白没有 我连虎带骗地稳定着卢汉生的情绪 至于弦掉恶鬼这种事情 完全是我的吹嘘 要是真能做到这一点 我也就不用给他挖出来了 而且还放走了一个新的定时炸弹 好 我 我答应你 你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卢汉生恳求地说道先生 只要你能让我们一家人团聚 让我做什么都行 千万不要杀掉我媳妇 与此同时 灰钩子也匆忙地跑了回来 找到了 你的身体在门卫港亭 来到矿场门口的港亭 我深深地松了口气 虽说几个安保人员 正在我身前不停地试探着我 但好消息 是我没有魂魄的曲强 没有被其余的鬼魂所冲撞 如若不然的话 可就真的危险了 魂魄重新回到身体之后 我渐渐睁开了眼睛 一行安保人员指着我 质问道你是谁 钱骂来了 装傻冲愣是吧 赶紧交代 是不是要偷东西 装傻冲愣 这玩意还用装 我黑黑地笑了起来 表情浮夸的同时 我的身体也忍不住地抽搐起来 从请了躺口之后 我每天完全清醒的时间 与月增多 但很多时候 我的脑袋 还是出于浑浑噩噩的状态 不过这种浑浑噩噩 相比于之前的真傻 已经好转了很多 至少我的思维比较清晰 症状也只是表达 这方面可能不太利索 但是 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子里的 就装疯卖傻这一块 我还没服过谁 我的笑越来越夸张 我的手脚 也抽筋八股地扭动起来 嘿嘿 他 他叫你呢 我指着一人的身后 笑个不停 就好像那人身后 有什么脏东西似的 不干净 我不吃 姐 给他们吃 在我一顿胡言乱语下 几个安保人员之 觉得阵阵毛骨悚然 还真是个傻子 赶紧滚 觉得晦气的几个安保人员 将我踹出了港厅 我一蹶一拐地 走出了十几米 在确定没有人 跟上来之后 我拔腿就跑 没有丝毫的迟疑 时间已经来到了六点多钟 距离我所剩的时间 也越来越少 见我站在街道上 四处张望 灰钩子不解地 问道和傻子 你看啥呢 找到卢汉生的鬼魂 不就够了吗 还不够 我焦急地问道 帮我找一个 阳气旺又没人的地方 一头雾水的灰钩子 也没多问 他带着我走街串巷 问道你 告诉我这里阳气重 那肯定啊 我骗你钱嘛 灰钩子得意洋洋地 讲解起来 别看这是个死胡同 但这里从日出到日落 都可以被阳光所照射 因为地形的缘故 巨拢的阳气不容易消散 很符合你的要求 看我还有点不大相信 好不容易占了上风的灰钩子 自卖自夸地显摆起来你啊 还是太年轻 不是只有人员密集的地方 才会巨拢阳气 以后跟我多学着点 这里绝对没问题 有了灰钩子的解释 我毫不犹豫地攥进了胡同 随之靠着墙壁坐了下来 紧接着 我拿出了随身携带的木匠工具 同时也把一块块棺材板 放在了身前 刚离开村子的时候 我还有些抱怨 李赖子未免有些太谨慎了 竟然将老爷子的棺材板 也放进了我的大背包里 弄得我沉甸甸的 现在看来 姜还是老的辣 不管是有意无意 这些棺材板 绝对是我应对恶鬼的 唯一一种可信方式 磕刀 锤子等等各式各样的工具 在我的手里使用得游刃有余 我将一块块木板拼接起来 极为认真地开始了雕刻 足足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一个木头 娃娃雕刻完成 虽然这木娃娃 看起来有些简陋 但整体还算是有模有样 和傻子 你这是钱妈用的 我长出一口气 解释到樱童的洋气重 想要以假乱真的话 我这些棺材板 说不定能做到 这已经不是 简单的木娃娃了 而是那恶鬼陈芳的孩子 说着 我拿起毛笔 小心翼翼地 在木娃娃的脸上 勾勒着五官 不敢有丝毫的疏忽 一旁的灰钩子砸了毛 惊呼道你 你这胆量也太大了吧 想要用这玩意欺骗他 你这和作死有什么区别 那可是恶鬼 不是依靠你 我能蒙蔽的小鬼 见我不动声色 灰钩子不停地 劝说起来和傻子 你别胡闹了 那恶鬼的执念 可不是障眼法能够迷惑的 你想得太天真了 这木娃娃上面的洋气 再怎么中 也无法抵挡住 恶鬼的阴煞之气 一旦阳气被冲破 那东西绝对会 第一时间弄死你 我仔细地用毛笔 描绘着五官 平静地说道 如果再增添一些阴气呢 比如说 那女鬼孩子的阴气 那样的话 我就可以利用阴气 来包裹住 木娃娃上面的阳气 成功了的话 我便能做到迷惑女鬼 俗话说 虎毒不四子 一旦那恶鬼认定了 这就是她的孩子 我们的计划也就完成了 灰钩子冷笑不已 你脑子是真的有病 当初那孩子没能活下来 连魂魄都没有 幼奶来的阴气 陈芳被困在了 自己的执念中 她不是子母鬼 你绝第三尺 也找不到 那本就不存在的孩童 伴随着最后一笔落下 木娃娃的五官 也被我绘制完成 剩下的木料 我也没有浪费 而是被我削成了钉子 确定没有遗漏 我将工具收拾了起来 小心翼翼地用红布 包裹住了木娃娃 做好这一切之后 我伸了个懒月药 微笑着说道 胎死腹中的孩子 的确没有阴气 但陈芳觉得有 那就足够了 我去过阴宅 他挺着大肚子 那一刻 我就意识到 即便是恶鬼 也并非毫无破绽 不管我说多少 或是怎么自信 灰钩子都不会抱有 太高的期待 原因很简单 恶鬼的实力摆在那里 而我不过是个 出出茅庐的出马弟子罢了 算了 随你吧 反正你说的我也听不懂 灰钩子漠不关心地说道 应该没我的事了吧 从现在开始 不要再叫我 任何威胁都不管用 我已经尽心尽力了 八点半的时候 我准时回到了 吕超的家里 屋子里的阴气 越发的浓郁 温度也异常的冰冷 就连呼吸 都会出现哈气 看到我的归来 身披棉袄的吕超 恭恭敬敬地 将我接到了屋内 我感受着周围的 诡异气氛 询问到你爱人情况如何 我离开的这段时间 没发生什么事情吧 没问题 就是越来越冷 吕超指着卧室的孕妇 小声地说道 一直躺在那里 连翻身都没有 还好 我松了口气 也放心了不少 虽说情况仍旧严峻 但在我离开的这段期间里 女人没有生产的征兆 就是好事 何苦 准备得如何了 宋喜婆忧心忡忡问着的同时 目光也时不时地 扫视着我身旁的卢汉生 这位就是陈芳的丈夫 嗯 我抱着红布里面包裹的木娃娃 回答道 必须的准备已经齐全了 是否能成功 就听天由命好了 卢汉生看着卧室内的孕妇 嘀咕到她 不是我妻子 你妻子在她的身体里 她如今是恶鬼 不出现的时候 都会存在于殷宅当中 等会儿你会看到的 我看了一眼时间 说到差不多了 不管成败 都要试试 卢汉生 你听好 你要不想你妻子魂飞魄散的话 你就按照我的吩咐去做 我似有威胁地 叮嘱到稍后 你站在门外 不管发生什么 听见什么都不要进屋 直至你听见我大喊 孩子生下来的那一刻 你再进去 进去之后 表现出出为人妇的模样 该关心关心 该问男女就问 说着 我指了指木娃娃 说到到那个时候 我会把你们孩子的魂魄 接引到这尊木雕上 顺利的话 以后你们一家三口 便能一直在一起 直至一同离开 你要是出了岔子 那我只能说句抱歉了 如此的话 作为出马先生的我 只能按照我的规矩办事 没错 我说了谎 我根本没办法接引卢汉生 和那恶鬼陈芳孩子的魂魄 确切地来说 他们的孩子根本不存在 但这个谎 我必须这么说 否则的话 这本就胜算不高的 可能也会彻底失败 宋喜婆疑惑地打量着我 他很清楚 我在吹嘘自己的实力 要真实能对付恶鬼的话 哪用得着这么麻烦 不过他没有拆穿我 而是好奇着 我到底是怎么打算的 先生放心 只要能让我们一家人团聚 您说 什么我都答应 还请先生手下留情 不要伤害我爱人 我故作深沉地点了点头放心 我会尽力而为 安顿好了卢汉生之后 我带着宋喜婆走进了卧室 并且关上了房门 有了单独的空间 宋喜婆急忙地问到小子 说吧 你的计划到底是怎么盘算的 进入阴宅 我果断到恶鬼的确强大 那陈芳可以轻易地 将我杀死在阴宅当中 但他的阴宅 也是他的束缚 之前我死在那里的时候 我看到了整个阴宅的全貌 因为陈芳的执念 他一直都承受着当初分娩的过程 可他没办法看到真相 所以说 想要让陈芳解脱出来 就要让他消解掉自己的执念 既然如此 他想要看到的真相 我们给他就好 听我这么说 宋喜婆哀声叹气地摇头 我就知道 你小子是这么打算的 可你仔细想想 可能吗 可能 我自信到成功率很低 危险系数也很大 但并非无法做到 首先 在他的阴宅里 陈芳的状态 还是怀孕的模样 而且 在里面 我看到了您的身影 我 宋喜婆不解地指了指 自己我怎么会在 因为他执念的一部分 包括着您 我继续解释到 陈芳隆起的肚子 那不存在的孩子 以及宋喜婆您 都是陈芳的阴气凝聚而成 也就是说 您要是可以取缔那团阴气 从而帮他接生 那我们就会获得 陈芳孩子的阴气 当然 那团阴气枝是他的执念幻化而成 可在他的世界里 那就是他的孩子 说着 我拿出了用红布包裹好的木娃娃 这木娃娃上面的阳气充足 如果将陈芳孩子的阴气 覆盖在上面 我们便有很大的可能 以假乱真 您要清楚 陈芳如今附身在孕妇身上 那么 他的阴气要是可以被我们拿走 他就会误以为 孕妇即将生产 这一次 他看到了自己孩子的降生 也看到了在门外 焦急等待的丈夫 那么 他便可以冲破执念的轮回 不再承受痛苦的枷锁 宋喜婆惊喜地说道 你这傻小子 竟然能想出这种办法 还别说 陈芳最大的执念 就是 没能看到自己的孩子 他要是亲眼见证了 没准真的就结束了 可是 宋喜婆再度忧心冲冲起来 我们该如何安全地进入阴宅 那陈芳是恶鬼 肯定会第一时间有所察觉 说句不好听的 可能仅仅是一瞬间 咱们俩便会魂飞魄散 没错 宋喜婆的担忧是正确的 该如何安全地进入阴宅 的确是最关键的一步 婆婆 其实您进入陈芳的阴宅并不困难 我回想着之前的画面 分析到下午的时候 我激怒陈芳之后 他将我身上的大仙 轻易地冲散 也做到了 不费吹灰之力地杀死了我 但他并没有针对您 这就表明着 他很了解您的气息 当年是婆婆 您帮忙接生的 如今您虽然过世了 但不管怎样 他的记忆里 以及他对您的感知 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指着孕妇身上的阴气 现在婆婆您 已经变成了鬼魂 稍微收集一些 陈芳的阴气 并不困难 他看到您的那一刻 不会有所怀疑的 宋喜婆有些担忧地问道 那会不会造成 阴宅里面出现两个我 抓住时机就不会 我回想着阴宅中的画面 说到阴宅里的陈芳 经历着一次次痛苦的轮回 他用阴气幻化的您 不是一直存在 只要您趁着他的阴气 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面对着宋喜婆的迟疑 我安慰到婆婆 千万不要害怕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我有什么好怕的 宋喜婆担忧地 看着我难你呢 我这里解决了 可你一旦过阴 必然会被第一时间发现 如今你没了保命的手段 要是被那陈芳害死 我这罪过可就大了 我想要过阴 还要不被发现 的确比较麻烦 但有一个办法可行 我捏手捏脚地 爬到了床上 小心翼翼地握住了 孕妇的手掌 如果我死了的话 我就能利用 陈芳的阴气 蒙混过关 开什么玩笑 宋喜婆立刻驳回了 我的提议 你这孩子 疯疯傻傻傻倒是能理解 但不能不要命啊 不不不 我不是真的死 我也没那么蠢 我搜寻着脑海深处的记忆 说到九岁那年 我看到了我父母的魂魄 其实在那之前 我以为他们 早就已经魂飞魄散了 可实际上 我父母用了一招 暗度陈仓 保留了残魂不说 更是欺骗了 武家的眼睛 这个原理并不复杂 就是利用他人血脉的气息 然后配合符咒的作用 从而达成瞒天过海的目的 讲解了一半 我便用木钉 划破了我和孕妇的手掌 而我们流淌出来的鲜血 也沾染在了 和我手掌大小 基本相同的皇服上 紧接着 我将皇服扔了出去 一道细微的火焰 也附着在了皇纸上面 火焰燃烧得很慢 似乎要彻底 将那符纸燃烧殆尽 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看见符纸的燃烧 我长舒了一口气 还好 这燃血符 我只有一道 多亏起了作用 不然白忙活了 现在我和孕妇的气息相同 而那陈芳又在孕妇的身体里 所以呢 现在过阴的话 她要不是直接撞见我的话 很难通过气息 察觉到我的存在 宋喜婆人都傻了 她目瞪口呆地问道 你小子 想到哪做到哪了 为啥不准备准备 有什么好准备的 该准备的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指了指符纸上燃烧的火焰 这道符纸只要不熄灭 我就能和她保持相同的气息 同样 只要孕妇不死 符纸也不会熄灭 不过要说这玩意也有弱点 那就是从现在开始 这孕妇要是死了 我也就死了 还是我父母厉害 他们当年使用的是燃魂符 借助的是他人的魂魄 掩盖自身的气息 这道燃血符 是我干娘当初留下来的 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 行行行 别说了 宋喜婆捂着脸 极其无奈地说道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这个愣头青 根本没给自己留后路 现在开始 你说的算 我服从你的安排 我本想说更多一点的 只不过 宋喜婆现在 好像没什么兴致 听取我的唠叨 那就过音吧 我安稳地躺在床上 拿出了过音的符咒 同时嘴里 也开始哼唱着神调 可就在我刚唱了两句的时候 只见我身旁的孕妇 身体不停地抽搐起来 更糟糕的是 孕妇自身的阴气 也开始了溃散 此刻的女人 还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 但她面容上透露出的痛苦 无疑是代表着她 分娩在即 糟了 我不安得惊呼到怎么 就在这个结果眼撑不住了呢 她 她要生了 宋喜婆慌张地喊道 那岂不是代表着 一切都来不及了吗 不行 我坐了起来 毫不犹豫地 将一根木钉 扎在了孕妇的手心上 紧接着 我又拿起第二根木钉 做出了相同的动作 煞时间 鲜血四溢 场面也变得血腥了不少 宋喜婆嘴角抽搐 浑身颤抖地询问道小 小何苦啊 人都快死了 就别这么折磨了 我没有片刻的停歇 将另外两根木钉 狠狠地扎在了女人的脚背上 人要是死了 折腾也就折腾了 这钉子的阳气很重 会暂时封住她 自身的阴气 快点过阴 要是被陈芳 察觉到 女人的阴气在溃散 一切就真的来不及了 我还不想死 这真的是最后的机会了 我躺在床上 语气飞快地唱着神调 我想 这是我从小到大 头一次说话这么迅速了吧 很快 我便出现在了熟悉的阴宅中 而我看到的画面 则是当初陈芳所经历的整个过程 何苦 和我一同站在门口的宋喜婆 指了指屋内的场景证 这该怎么办 此刻 屋内的另一个宋喜婆 正在给陈芳接生 可眼下这种情况 我们根本没时间等 一下次轮回的出现 来不及了 我死死地盯着 由恶鬼阴气 幻化而成的宋喜婆 咬牙说道 我也是魂魄的状态 并且和恶鬼的气息相差无几 接下来 我会去冲散另一个你 然后婆婆您快速取缔她的位置 记住 一定要分散她的注意力 您自身并没有破绽 宋喜婆已经快要疯了 她这辈子 可能见过不少疯子 但我这一种 她前所未见 当我做出决定的那一刻 其实也就用不着过多的考虑了 宋喜婆缓过神来的时候 我已经冲了进去 并且毫无偏差地 撞在了那团阴气上面 与此同时 恶鬼陈芳也猛地坐了起来 她也感受到了异样的气息 并且敏锐地捕捉着我的身影 好在宋喜婆的反应也很快 就在陈芳起身的那一刻 她已经取缔了阴气溃散的位置 并且呵斥了一嗓子 别动 你继续用力 孩子马上生出来了 在宋喜婆的声音下 陈芳虚弱地躺了回去 我趴在地上 几乎要吓得魂飞魄散 宋喜婆比我更慌张 但她也压制着自己的恐惧 进行着和当年一丝不差的步骤 当初的陈芳 并没有看到自己的孩子降生 也不知道自己生了个死胎 但宋喜婆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所以 在陈芳死后 还有一些空余的时间 而这些时间 就是我们离开阴宅的最佳时机 明明是几分钟的时间 可我却觉得 比一个世纪都要漫长 随着时间的流逝 陈芳也再一次地没了生机 此刻的宋喜婆 抱着由阴气化作的死胎 战战兢兢地对我询问到现在 怎 怎么办 给我 我一把抱起阴气 拼了命地朝着外界跑去 与此同时 老旧的房屋开始崩塌 似乎整个阴宅都要烟消云散 这也就意味着 属于陈芳的新一次痛苦轮回即将展开 慢点 再慢点 我双目血红 发了风势地逃离阴宅的崩塌 可那陈芳苏醒的速度 简直是令人发指 仅仅是一眨眼的功夫 他就出现在了我的身后 恶鬼不愧是恶鬼 这一刻 死亡气息的蔓延 让我心生绝望 此刻的我非常清楚 倘若我死在了阴宅 那就意味着 我真的会死 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 只差一步 我就能离开阴宅 但这一步 我没能顺利地迈出去 因为那恶鬼的手掌 已经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能配得上恶鬼这两个字的鬼物 的确有着我无法抗衡的可怕之处 当陈芳的手掌 触碰到我魂魄的一瞬间 那骨磅礴的阴气 便将我的整体包裹起来 在恶鬼的行列中 陈芳算是较为初级的一种 但即便如此 他想要弄死我也不费吹灰之力 何况我是以魂魄的方式 出现在阴宅 仅仅是一瞬间 我就觉得自己的魂魄 开始了剧烈的波动 而这种波动 则是意味着魂飞魄散 我转头看去 只见陈芳劈头散发 他的眼睛里漆黑一片 就好像是望不见底的深渊 除此之外 我看不清任何东西 也许这也是我活在这个世界上 所能看到的最后一幕 可能我的脑回路 真的和别人有着极大的区别 这一刻我在想 能在临死之前 见识一下恶鬼 也算是没白来 这个世间走上一遭 走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 我的耳旁出现了一个 似有似无的声音 紧接着 我肩膀闪烁出了一道白光 在白光出现的一瞬间 密密麻麻的尖刺 也从我的魂魄中生长出来 吃剑搭在我肩膀上的手掌 猛地缩了回去 同时 我肩膀上出现的尖刺全部锻炼 没剩下一根完整的 还愣着钱吗 快走 这一次 我确定我听到的声音不是幻觉 我纵身一跃 逃出了阴宅 下一秒 头痛欲裂 浑浑噩噩的 我从床上惊醒 我顾不上过阴 以及接触恶鬼带来的后遗症 吃剑我一把掀开红布 将木娃娃的嘴 对准了我的嘴唇 在我呼气的一瞬间 陈方的阴气 被我吐在了木娃娃的嘴里 紧接着 我用红布包裹住木娃娃 放在了孕妇的身下 我是一刻都不敢停留 晕头转向的我 拔掉了孕妇四肢上的木钉 煞时间 屋子内的温度降到了极致 孕妇痛苦地哀嚎起来 她身上的阴气瞬间溃散 与此同时 一道巨大的阴影 笼罩在了整个房间当中 而那 便是追随出来的恶鬼陈方 送喜婆 接生 我躲在墙角 眼睛睁得老大 是见那陈方的影子 已经笼罩在了我的身上 生了 生了 送喜婆的声音 吸引了陈方的注意力 她的目光放在木娃娃身上 寸步不离 我忘记了呼吸 心跳加速地 看着屋子里的这一幕 只见陈方身上的阴煞之气 以一种疯狂的速度减弱 直至 她走上前去 将木娃娃抱了起来 呼吸 我想起了该如何呼吸 我对着门口大喊道生了 孩子生出来了 伴随着我的喊叫声 门外等待许久的卢汉生冲了进来 卢汉生走到陈方的身前 一把抱住了她 婆娘 苦了你了 陈方的阴气还是很重 但这种程度的阴气 相比于之前 简直是天壤之别 空气凝固了许久 陈方哽咽地说道 汉生 这是 是我们的孩子 卢汉生紧紧地拥抱着陈方 用力地点了点头没错 是我们的孩子 宋喜婆见状 连忙上前道喜可喜可贺 是个 这里 宋喜婆犹豫了几秒钟 经过思想挣扎过后 她还是说出了当年的所见 恭喜二位喜的千金 此刻的陈方 从阴气上来看 依旧是个恶鬼 但因为 消除执念的缘故 她已经恢复了 不属于恶鬼的理智 婆婆 谢谢你 听到这几个字 我终于放下了心来 实在是承受不住压力的 我一屁股 坐在了地上 二位 我有些话想对你们说 我也没有藏着掖着 直接说出了当前的状况 你们都已经死了 变成了鬼魂 陈方 我知道你的执念很深 你也应该清楚 你丈夫死在了你的前头 我没有什么大本事 只能让你们一家团聚 如今你也了却了心愿 还希望你 以后不要害人性命 人有人的活法 鬼有鬼的规则 千回百转 能重新聚在一起不容易 慢慢消除怨念 然后安详地离开 这也就足够了 当陈方看向我的那一刻 我有些心虚 有些事情是瞒不住的 作为恶鬼的陈方 自然知道 他自身已经死了 既然如此 倒不如实话实说 反正我能做到的极限 也就这样了 他要是放过我 算我命大 要是没有放过我的意思 这些话我说不说他 都能轻而易举地牵掉我 当然 有些话打死也不能说 比如他抱着的 根本不是他的孩子 而是我精心打造的木雕 这话要是说了 我不死也得死 凝视我许久之后 只听陈方冷冰冰地说道多谢 不愧是恶鬼 就连道谢都如此的可怕 我强称着为数不多的力气 摆了摆手行了 赶紧走吧 这里乱作一团 你们就别跟着掺和了 找一处能容纳你们的阴宅 好 过日子 也算是弥补生前的遗憾了 老师恩卢汉生跪在地上 对我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 多谢先生让我们一家团聚 也多谢先生没有杀掉我爱人 您的大恩大德 我面如死灰 活都快下丢了 别 别这么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慌乱地打岔道度人如妒己 看见你们一家团聚 比我自己娶了媳妇都要开心 相识一场街市员 你们安好 我就心满意足了 走吧 走吧 许久不见 我想你们一家肯定有不少话要说 夫妻二人的鬼魂 对我点了点头 随之 他们的身影渐渐消散 不见了踪念 随着屋子的阴气消散 温度也逐步升高 激进崩溃的 我再也坚持不住 双目无神地躺在了地板上 吕超 我虚弱地将他喊了进来 有气无力地叮嘱到 叫救护车 送你媳妇去医院 别心疼钱 现在还来得及给人多救回来 饿鬼离身 那些伤口可以处置 慢慢地也就恢复了 至于阴阳失衡 晚一些 我会帮忙解决 你现在的任务是 带着他去医院分娩 吕超惊魂未定 我不耐烦地催促 倒别愣着了 赶快去医院 哦 还有 不介意的话 我想在你家休息休息 缓过神来的吕超 立刻拨通了急救电话 他趴在床头 不停地呼唤着自己妻子 先生 我媳妇怎么没动静 还有 他双手双脚不停地流血 我身无可恋的嘟囊 倒能活下来不错了 我实在是没力气跟你解释了 吕超彻夜未归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 上午十点多钟了 一睁眼 就见一张苍老的面孔 紧贴着我的脸颊 我猛地坐了起来 看向了身前的宋喜婆 婆婆 你要死啊 我拍着月胸口 大喊到吓死我了 我以为那陈芳又回来了呢 宋喜婆祥和地笑道看样子 你这愣头青 着实是被吓得不轻 不过话说回来 到底是年轻人 昨天被恶鬼冲撞 又惊吓过度 结果睡上一觉 就恢复得七七八八 还真是厉害 当然 也就别的原因 宋喜婆指了指我 也可能是你所获应得的缘故 这一晚上 有数不清的应得 落在了你和你仙家堂口上面 我伸了个懒月药 打着哈欠说道 应得的确不少 我也是从小疲识惯了 除了有点疲倦 其余的还说得过去 您呢 怎么打算的 宋喜婆面带笑意地说道 心事已了 我也快离开人世了 那朱先生说得不错 望山村的父子俩 的确是非同寻常 小何苦 多谢你了 婆婆我啊 很荣幸能在离开之前 认识你这么个有趣的小家伙 婆婆太客气了 话说回来 我还要谢谢您呢 我黑黑笑道 这次赚了不少应得 我又能多弄死几个 黄皮子了 宋喜婆有些傻眼 看待我的眼神 又变成了之前的模样 她完全理解不了我的脑回路 感情我这个愣头青 几次险些命丧黄泉 真正的目的 竟然是积攒应得 然后去前黄皮子 这一刻宋喜婆算是看明白了 我的所作所为 可聪明沾不上一丁点的关系 对了 我有一件事情必须提醒你 宋喜婆担忧地说到 你虽说帮助了这户人家 但昨晚 你也做了不少疯狂的举动 我不知道医院里的进展如何 可我担心 吕超会把一部分责任推卸给你 阴阳之事 说不清道不明 别因为热心肠给自己添了麻烦 我不多虑了 我憨笑着说道 没人能在我和苦身上占便宜 纵容鬼魂害人那种事情我钱过 而且感觉挺爽的 要是帮了 猪狗不如之人 他付出的代价 会远远超过占我的便宜 纵容鬼魂害人 宋喜婆再度崩溃 他彻底理解不了 在我这个二十岁的出马弟子身上 到底发生了怎么样惨绝人寰的事情 聊了一会儿 宋喜婆便离开了 也不知道 他这位功德圆满的接生婆 该会前往何处 迷迷糊糊地 我来到了卫生间 简单地洗把脸之后 我也精神了一些 就在这时 我觉得自己的肩膀处有点痒 隔着衣服挠了几下 可一点效果都没有 我将手伸进衣服里随便一抓 瞬间触碰到了一种毛茸茸的柔软 将手拿出来之后 一只长相奇怪的东西 被我抓了出来 这小东西 小鼻子小眼 在我手里睡得正香 我打量了片刻之后 也没认出来 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所幸 我随手将它扔到了一旁 可好巧不巧 那小东西 竟然被我准确无误地扔进了马桶里 刚走出卫生间 我便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劲 趴在我肩膀上 通体白色 难不成 我靠 白大仙 我冲进卫生间 只见那小东趴在马桶上 恶狠狠地瞪着我 而他身上的绒毛 也齐刷刷地竖了起来 没脑子地 我疑惑地看着他 好死不死地问到你刺呢 其实吧 这事也不能怪我 没了刺的刺猬 看起来的确有些古怪 我头一次 见到这种长相别致的小东西 认不出来 应该很合情合理 知识不知道 白大仙会不会相信 我的说辞 戴上了皮手套 我将小刺猬放在了水盆里 用清水刺了十分钟左右 完毕过后 我坐在了沙发上 小刺猬 则是被我恭恭敬敬地 摆在了身前的茶几上 白 白大仙 说出来您可能不信 我在书上 见过刺猬的照片 的确和您的长相有点区别 至于把您丢在马桶里的这件事 恐怕也是误会 您要是能理解的话 就点点头示意一下 没了尖刺的刺猬 对我呲牙咧嘴 他的一身绒毛 一根不落的竖起 乍一看 这小东西乃凶乃凶的 我用食指按了按刺猬的小脑袋 嘿嘿地笑道 多谢您的谅解 等回村之后 我给白家堂口多摆几桌供奉 刺猬一愣 随之这长相别致的小东西 更为凶煞了不少 折腾了好一阵子 刺猬爬到了白家的供奉牌上 用小爪子 在上面敲打了几下 我装傻冲愣地晃了晃脑袋 独囊到放心 供奉和应得 肯定少不了 刺猬尖锐的爪子 在供奉牌上抓了几下 无可奈何的我 只能给白家堂口上香 然后开始请先 很快 一道白雾便笼罩在了我的耳旁 同时 我也听到了一个清脆女生的谩骂 何苦 你这龟儿子 你敢给老娘扔进马桶 我 白大仙人不错 她从我祖上开始问候 一直问候到了 我这一半 自知理亏的 我哪敢反驳 毕竟这白大仙 的确是救了我的性命 而且还是两次 可我呢 没有来得及感谢不说 更是将这位老仙 丢进了马桶里 所以吧 骂就骂吧 只要他能消气 比什么都强 毕竟我一个出马弟子 以后的日子 还要指望着人家 这一点 我还是很理智的 这白大仙虽说付出了一身 尖刺作为代价 但人家可是实打实地 抗衡了恶鬼的致命一击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 这脾气火辣的白大仙 都比灰头老鼠靠谱 所以呢 只要能够缓和我们之间的误会 比什么都强 两个多小时候 白大仙骂的是口前舌躁 我则是学起了 李赖子厚脸皮的一套 略显生硬地套着近乎 老仙 晚辈何苦多谢 您两次救命之恩 您就是我的贵人 以后我一定 恭恭敬敬地侍奉着您 这次的应得 您该拿就拿 看您这一身 尖刺损伤得如此严重 我打心底的心疼 白大仙冷哼一声 去你奶奶的 我观察你这么久 就没见你说过软话 学点什么不好 学李赖子不要脸那一套 也就亏了这次应得不少 我木讷地挠了挠头 感情说 软话这套 并不是对谁都管用啊 老仙 我看着蜷缩成一团的刺猬 好奇地问到我记得 很多大仙 都不愿意暴露真身 您为啥会在我衣服里啊 能为啥 不想下你家堂口呗 白大仙有些阴阳怪气地挖苦起来 你个小子愣头愣脑 纵容鬼魂骇人这种事情都敢做 谁知道你会不会拖累咱家 要不是这次 看你也有机灵的一面 你以为我会冒着 生死盗销的风险帮你吗 而你这个王八蛋 却把虚弱的我扔进了马桶里 早知道姑奶奶 我昨晚就应该 让那恶鬼弄死你 接下来 白大仙又开启了半个多钟头的 狂轰乱炸 不得不说 这小玩意的嘴挺厉害的 总共骂我将近三个小时 他的言语硬是没重样 这一点 也着实是厉害 姑奶奶 差不多得了 我脑子不好使 您可别一直刺激我 我敲了敲脑袋 试探性地询问到白家老仙 您的确是厉害 依我看 您对我也挺满意的 要不咱下个堂口 这次积攒了不少应得 对您的歉意 我也会用供奉来弥补 往后的日子长着呢 您放心 好处少不了您的 白大仙冷哼一声 下堂口倒是可以 但你得答应我两个条件 第一 我真身受损 重新长出尖刺之前 你得给我找个安全的容身之所 而且 每天大鱼大肉可不能少 我这嘴挑得很 第二 我喜欢饮酒 听说你和苦讨咽咽酒的味道 我还真就跟你杠上了 想要让我入你家堂口 每天三顿小勺伺候着 否则免谈 我不解得只了只差几伤的小刺猬 这两个条件 不是一件事吗 大鱼大肉 还有那烧酒 背上不就得了 你傻呀你 白大仙怒斥到我真身能喝酒吗 你也不怕灌死我 酒气是要请我上身的时候 我才能尝到 不明白吗 那不行 我果断地拒绝到 我有我的原则 第一个条件我一定满足您 哪怕我自己勒紧裤跃要带 也不可能亏了您的牙剂 但喝酒这种事情 不管是您喝还是我喝 只要进了我的嘴 那绝对不行 白大仙咬牙切齿到何傻子 你以为你是谁 还敢在我面前摆谱 我没有摆谱 只是原则问题罢了 虽说很舍不得放走白大仙 但让不喜欢酒气的 我去沾染酒水 我想想 就觉得浑身不太自在 如果您执意抢求的话 那我只能说一声抱歉了 你 白大仙明显是恼羞成怒了 他估计还想骂我 但不知道为何 他想说的话 既然憋了回去 和傻子 你也别认死里 你喝进去的酒是给我的 我保证不会在你身上流下酒气 我晃着脑袋不行 每天一顿总行了吧 不行 气急败坏的白大仙咆哮到 那你请我看事的时候 给顿烧酒总没问题吧 成交 这一次 我答应得很干脆 老仙所要烟酒 的确不会影响到我 很多出马弟子看事的时候 都会有类似的表现 这么做能满足 请来大仙口腹之欲的同时 也能更清楚地感应到前来的仙家 我之所以没有松口 有两个原因 第一便是我真的不喜欢烟酒的味道 但是吧 孰精孰重 我还是能考虑明白的 要是真因为叫真 从而失去一个很有能耐的大仙 绝对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 之所以跟他讨价还价 则是因为第二点 那就是 我不想表露出弱势的一面 要是当即答应了白大仙的提 以后我何苦还不得被他牵着鼻子走 所以呢 该强硬的时候强硬 该妥协的时候妥协 我是傻 但不是没脑子 虽说这两种听起来没什么差别 妈的 上当了 白大仙郁闷地嘀咕道 一个傻子 新言子还不少 行 就这么定了 我叫白九九 你下堂口吧 我拿起白家的供奉牌 苦笑到连名字 都跟酒水脱不了前夕 您老还真是个酒鬼啊 首先 白九九怒声道姑奶奶名字的来源 是因为本大仙在我那带排行九十九 并不是酒水的酒 其次 姑奶奶并不老 本大仙很年轻 我满不在乎的 将白九九的名字 刻在了白家的供奉牌上 我一边刻 一边笑 心想我这堂口 终于增添了一位有实力的大仙 没猜错的话 这位脾气火爆的白九九 应该是极其罕见的五仙吧 关键是 这位姑奶奶 能被我扛起来 这简直是弥补了我最大的弱势 可随着我接下来的几个问题 说出来之后 我发现我是上了大当了 实力增添了几许 暂且未知 但了然的是 我堂口多了一个吃货九鬼大仙 白九九大仙 您能抗衡恶鬼 实力应该很强吧 没猜错的话 您是个五仙 五仙 白九九冷横到你 可真瞧得起我 在白家 只有道衡高深的大仙 才有资格区分文武 像我们这种实力低微的大仙 根本没有文武之分 只有应得足够多 自身成长起来 才会得到太爷太奶所清点的文武身份 啊 我记不见 又惊讶地问到您连文武都没能区分 是怎么抗衡恶鬼的 抗衡个八八呀 没看见我一身的刺儿 都被拍没了吗 白九九不耐烦道 就这么说吧 你要是不小心触碰到电流 是不是会本能地把手缩回去 原理是一样的 没脸子也好 或者是恶鬼也好 当他们触碰到我的一瞬间 都会形成这种本能 我帮你逃离 并非是我抗衡了恶鬼 而是恶鬼 在接触到我的一瞬间 被吓了一跳 这么说你明白了吗 我睁大眼睛 盯着没有尖刺的刺猬 嘴角抽搐着问道 也就是说 您连没脸子都打不死 撒的 有问题 我拿起白家的供奉牌 看了看上面客好的名字 询问道九九大仙 现在擦掉你的名字 还来得及吗 貌似来不及了 白九九狡诈地说到堂口 已经下了 许诺的条件一样不能少 不过你放心 算个时辰 看个阴气这种事情 我还是很擅长的 当然 打动刨坟那种脏活累活 还是交给灰头老鼠比较好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对 叫树叶有专攻 此刻的我欲哭无泪 恨不得一巴掌 把这小刺猬拍死在茶几上 我就说 为啥我请来白大仙 没什么压力 为啥一通讨价还价 这白大仙 竟然选择了妥协 现在我是想明白了 这白九九 除了会吃会合之外 其余方面 恐怕还真不如灰钩子 也就是 他实打实地救了我两次 再加上我傻里傻气的症状 有所缓解 要不然的话 我真的有可能在情绪激动之余 给他默默地弦掉 在沙发上坐了一整天 我也没想通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我不应该是占便宜的那一方吗 怎么突然间 觉得自己损失惨重了呢 傍晚 吕超还是没有回来 我将调和阴阳的药方 留在了茶几上 打算趁着时间还来得及 回往山村算了 巧合的是 刚走出房门 我便撞见了急匆匆赶回来的吕超 吕超拎着个不口袋 看到我的一瞬间 他立刻问到先生 你这是要钱吗去 回家呀 我随口说道 事情已经办得差不多了 总不能赖在你这里吧 那哪能行 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 吕超带着我 重新回到了屋内 看他的状态 我基本上已经可以断定 他媳妇和孩子 这是挺过来了 医院里情况咋样 还不错 吕超一边收拾着东西 一边说到我媳妇 除了身子骨比较虚弱之外 其余的没什么问题 孩子生下来了 是个带靶的 将近八斤 那叫一个白白胖胖 目前是我妈在医院照看 我回来收拾一些必需品 我放心地点了点头 那挺好的 出院之后 一定要注意调和阴阳 不然的话会落下病根 药方我放在茶几上了 按照上面的要求 抓药服用 就可以慢慢恢复如初了 其余的 也没什么好叮嘱的了 就这样 你先忙着 我也回去了 看我要走 吕超大喊一声 你不能走 煞世间 我心头涌现出一股 说不出的滋味 难不成这吕超 和之前的老孙家一样 也要在解决完问题之后 来找我麻烦吗 只见吕超拿起布口袋 一把塞进了我的怀里 先生 这是我刚从银行 取出来的五万块 您收着 吕超真诚地说道 你们这行的规矩 我懂 帮忙看事 是要给压箱钱的 昨晚那会儿 我也吓得不轻 没来得及照看先生的状况 不周之处 还请先生见谅 见我一脸震惊的表情 吕超试探性地询问道先生 是钱少了吗 不 当然不是 我毫不犹豫地 将袋子递给了他太多了 而且 我来你们家之前 我根本没考虑过 收钱这码事 你要是给的话 拿个一两百块象征一下 就当给我报销往返的路费好了 吕超的表情比我还要震撼 他头一次见识到 给钱不要的怪人 先生 您说实话 我爱人和我孩子 是不是还有危险 没有啊 已经安全了 本就不大聪明的我这下子 更理解不了吕超的意思 只听他执拗地说道先生 我吕超是个粗人 我也不懂得所谓的阴阳之事 但我清楚 我爱人和孩子 是您千辛万苦给救回来的 说实话 我昨天都打算好了 他们娘俩要是挺不过去 我活着也没啥意义 而先生您 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 之前我请看事先生的时候 我就许诺过 谁要是能帮助我们家 我就给三万块钱的佣金 昨天的一切 我都看在眼里 这五万块只少不多 您必须收着 我连连摇头 根本没有趁机赚钱的意思 吕超说的这些话 我很感动 我也能看得出来 他是真心实意地感激着我 不过 我来这里 就是为了赚取应得 之前都没说过压箱钱 那么现在我自然也不会做得起价 何况吕超一家 刚刚添了香火 用钱的地方 肯定要比我多 几番推脱下 吕超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先生 这钱您要是不收 我这心里 一辈子都过意不去 我吕超钱的是脏活累活不假 但我的工资还是很可观的 您莫不是瞧不起 我这从井下带上来的钱吗 我连忙将吕超搀扶起来 思前想后 我从兜子里掏出了两万块 递给了吕超 这钱我收了 但这两万块 你也别推脱 一是你之前定价三万 那我就收三万 二来 这两万块 当我随份子了 恭喜你喜得贵子 吕超擦拭着眼角 又激动 又哽咽地说道 借先生急言 我这儿子大难不死 以后肯定有不小作为 看着吕超憨厚的笑容 我也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可就在我笑容挂在脸上 没几秒的时候 我只觉得一阵血晕席卷而来 紧接着 我便贪软地倒了下去 先生 您这是咋了 吕超一脸担忧地搀扶着我 匆忙地说道您别急 我这就送你去医院 我没事 我皱着眉头 让自己的呼吸 尽可能地保持着平稳 就在这时 灰钩子出现在了我的身旁 你又掉阴德了 不过掉的不多 没什么大 阴德缺失所造成的自身反应 是正常现象 问题不大 休息一下就好了 我瞪大双眼 对着灰钩子喊道啥 又丢了阴德 开什么玩笑啊 这些阴德 可是我拼了命赚来的 说没就没 那我岂不是白折腾了 没那么严重 灰钩子解释道 和你解决恶鬼 所获得的阴德相比 你这点损失 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不过呢 你最好抓紧时间解决一下 要是再有损伤 可就得不偿失了 我挠了挠头 嘀咕道 阴德怎么又有损伤 该解决的不已经解决了吗 你咋这么笨呢 灰钩子提醒道 从梅山放走的那个鬼魂 还记得吧 我恍然大悟 想起了昨晚 带走卢汉生的场景 因为当时时间紧迫 我来不及和另一个凶鬼纠缠 没记错的话 那人好像被称之为磊哥 刚逃出来的鬼魂 就这么不安分 真是麻烦 我立刻询问到他的阴气 你还保留着吧 找到他 尽快解决 钱财什么的 我不是很在乎 这玩意顺其自然就好 但谁要是动了 能让我弄死黄皮子的阴德 这绝对是触碰了 我无法容忍的底线 找到倒是没问题 不过 我比较担心你的状态 灰钩子打量着我的整体 言语中透露着些许的担忧 你这傻小子体质不错 恢复得很快 不过外在的恢复 不代表着内在的稳定 和恶鬼纠缠了这么久 又过阴了两次 你的魂魄受到了不小的波及 虽说收获了不少阴德 但那玩意并没办法直观地 让你脱胎换骨 我自信地拍了拍 月兄府放心 恶鬼都能摆平 还对付不了一个凶鬼了 不一样的 灰钩子耐心地分析到 这恶鬼的确可怕 但从你来到这里开始 你就清楚 自己面对的是什么 并且做出了相应的应对方式 这一点没得说 足以震惊我一辈子 我不否认 我们找寻的凶鬼 连陈芳的一根手指都比不上 但问题在于 我们并不了解他的情况 你小子看起来生龙活虎 可实际上 你双肩的尖头火 几乎快要熄灭了 这种情况下的你 要是被鬼魂冲了身 极有可能损伤到魂魄 至于你堂口大仙 就更不用多说了 我被折腾得不轻 基本上没啥作用 那白酒酒可能还不如我呢 所以 你最好休整几日 了解一下那凶鬼是什么来路 再着手解决比较好 听人劝 吃饱饭 很多时候 我都是个愣头青 但这一次 我的确压制住了内心的冲动 听取了灰钩子的建议 你说的没错 结合着我 自身的状况 以及灰钩子指出的弊端 目前来看 稍作修整 对我而言没有坏处 反倒是冲动的话 会带来难以确定的隐患 那就多多留几日吧 反正那凶鬼害不死人 也跑不掉 话还没说完 一阵晕眩的感觉 便再度席卷而来 同时 我身上的阴德 也再次损伤了些许 虽然阴德的损耗并不是很多 可这间隔的时间 未免太短了些 关键是 这可是我用命换来的阴德呀 灰钩子紧皱眉头 嘟囔到 这家伙还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前他 我咬牙切齿到 欺人太甚 感动我对付皇家的阴德 找死 冷静是暂时的 但愣头愣脑 却是一辈子的 当灰钩子看见我 目光冰冷的那一刻 他就知道 刚才的劝说 已经完全失去了作用 急被发凉的吕超 看了看我的身旁 紧张地询问道先生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 没谁 一只大老鼠 我站了起来 安抚到其他的事情 跟你们家没关系 你忙你的 我就先走了 说完 我便怒气冲冲地跑了出去 在我离开许久之后 吕超才缓过神来 他匆忙地追了出去 可此刻 哪里还有我的身影 先生 你咋就没留个联系方式呢 吕超有些失落 看来后续 想找到我的话 只能通过那房大娘询问了 殊不知 我根本不认识所谓的房大娘 当时说出那个称呼的时候 不过是送喜婆的提醒罢了 大街上 我不厌其烦地催促到 赶紧带路 别磨磨唧唧 感动我的应得 管他是什么鬼 我避前他 颇为无奈的挥钩子 只能乖乖带路 顺着他的指引 我找寻到了一处砖房 跳过围墙 我来到了院子里 院子很大 里面还散发着一股 牲畜粪便的味道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我 对于这种气味并不陌生 从庭院两侧的饲养棚 便可得知 这户人家饲养了不少牲畜 可奇怪的是 从我站稳脚跟到现在为止 院子里都出奇地安静 要知道 饲养的家庭也好 牲畜也好 他们从早到晚 都会制造一些 稀稀苏苏的声响 通过粪便的气味 我能断定 这些饲养棚绝对不是摆设 我捏手捏脚地 走到了棚子前 往里一看 我瞬间皱起了眉头 血腥味扑面而来 我看到的画面 更是残忍血腥 牛圈里 两头牛倒在了血泊当中 他们被开肠破肚不说 更是被割掉了脑袋 接下来 我看到的猪圈羊棚都是如此 饲养的牲畜 没有一只活物 全都被残忍地宰杀 就连笼子里的鸡鸭鹅 都没能幸免 这些家庭 也全部被祸害得一前二进 我就说 我应得为啥有所损伤 这狗娘养的凶鬼 有仇报仇就得了 祸害人家牲畜前吗 灰钩子在一旁无语地嘟囔道 多亏了是一些家庭牲畜 要是闹出了人命 你觉得你的阴德 能掉得这么少吗 我仔细地想了想 好像也是这么一回事 做了一些准备之后 我抄起胡家的牌位 题目锁着 进入到了砖房当中 之所以选择胡家供奉牌 充当武器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目前为止 唯独那胡家大仙 没被我请到堂口 房屋里漆黑一片 浓烈的血腥味 让我心头不安 相比于那天 进入梅山阴宅的时候 那名为磊哥的凶鬼 散发出了更浓郁的阴气 这也表明着 短短一天的功夫 这鬼东西的怨念增添了不少 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 我谨慎地挪动着脚步 像个小偷似的 四处寻题目 就在这时 刺耳的女人声 伴随着一道亮光同时出现 我被吓了一跳 顺着光线的来源 我进入了一个房间 传来光亮的 是一台老旧的黑白电视机 女人的声音来源 则是电视机里正播放着 我欣赏不来的戏曲 原来是电视啊 吓我一跳 这算是老古董了吧 我家用的都是彩电 我瞥了一眼电视的画面 便将目光放在了 右手边的火炕上 借助着电视机的光线 我看到了一个男人 正被对着我躺在炕上 他一动不动 身上血红一片 也不知道这人是活着还是死了 就当我想要上前 查看的时候 我忽然间觉得身后一凉 转过身去 只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 正蹲在地上 因为视线受阻 我也顾不上隐蔽自己了 拿出手电筒 我直接照在了对方的脸上 只见身着红裙的女人 正咀嚼着一条血淋漓的肠子 我眉头凝成了穿字 只觉得一阵恶心 倒不是血肉模糊的场面 我接受不了 真是那根不知道 是什么身上取出来的肠子 实在是过于原生态了一些 在手电筒的照射下 红衣女人声音 空灵诡异地笑了几声 紧接着 她丢下肠子 朝着我扑了上来 滚你大爷的 我抡起胡家的供奉牌 毫不客气地砸在了她的脸上 女人哀嚎一声 重重地摔倒在地 可下一秒 灰钩子却喊了一嗓子和傻子 小心身后 我猛地转身 下意识地抡起了供奉牌 炕上的男人 在冲上来的一瞬间 同样被我砸中了脑袋 她和刚才的红衣女子一样 也倒了下去 鬼附身吗 我蹲下身子 检查着男人的状态 摇了摇头 这种程度的凶鬼 不可能附身的 而且 这男人身上 并没有出现被鬼附身 那种极为浓厚的阴气 灰钩子也一同查看着男人的情况 分析到的确不是鬼附身 应该是着了凶鬼的道 看见了让他们恐惧的东西 我挠了挠头 一头雾水地嘀咕道 虽说吧 那凶鬼比昨日我见到他的时候 阴气重了一些 可我不觉得 他短时间内能做到蛊惑人心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本来想不明白缘由的 我就有些心烦意乱 可就在这时 我的身后再次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臭小子 你说 我是该谢谢你呢 还是应该弄死你呢 听到冰冷的威胁声 脑子不灵光的 我毫不犹豫地转过身去 我的身前没有人 也没有鬼 些许错愕的我 将目光下意识地 放在了黑白电视机上面 之前我留意过一眼 这台黑白电视机 毕竟这玩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 现在已经不多见了 刚才电视机里播放的是一段戏曲 尤其是那一段唱腔 着实给我吓了一跳 而现在 荧幕上已经换了其他的节目 只不过 新节目的演员 怎么看起来有些眼熟呢 我盯着电视机的屏幕 好奇地问到灰钩子 这人谁啊 很出名吗 灰钩子愣了一下 哭笑不得地解释道 你是真健忘啊 这哪是什么名人 这不正是昨晚被你放走的凶鬼吗 凶鬼 我惊奇地看着黑白色的电视荧幕 颇为疑惑地问道 怪不得看起来有点眼熟 他怎么会跑到那里面 你问我 我问谁去 灰钩子郁闷地提醒道 小心一点 这家伙不对劲 不知道这磊哥 是不是被我的无视给激怒了 只见电视机里的他 开始不停地冷笑起来 冰冷的音气 也顺着他的笑声 从电视机里涌出 开始四处蔓延 我还真的要好好谢谢你 若不是你将我从眉山放了出来 我恐怕永远都不知道 自己竟然已经死了二十多年 不过感谢归感谢 既然你想要多管闲事 那我只能送你上路了 起初的时候 我并不是很在意磊哥的威胁 这玩意的阴气 虽然重了一点 但也不过是个较为寻常的凶鬼罢了 可随着我的视线开始模糊 让我意识到 这鬼东西 能够短时间地迷惑一家人的本领 的确有点邪乎 我死死地盯着 那台黑白电视机 只见磊哥的那张鬼脸 不停地扩大 直至荧幕 已经无法容纳下 他那张猙獰的面孔 凶神恶煞的嘴脸 冲出了荧幕 他像是一头野兽 庞佛随时能将我吞噬殆尽一般 除此之外 周围的场景 也变得软绵绵的 四周结实的墙壁 庞佛变成了一道倒水面的波纹 整个房子都呈现着一种 若隐若现的虚无感 而身处其中的我 除了晕头转向之外 更是承受着那张鬼脸 带给我的压迫感 怎么可能 我看着超过我身体数倍的面孔 不解地问到一个普通的凶鬼而已 竟然有着如此可怕的阴宅 前后间隔的时间很短 我便否定了自己的猜测 不对 这里并非阴宅 我还在房间里 你这家伙 倒是有点手段 不管是被鬼魂拖入阴宅 还是说 如同陈芳那种 有执念化作的阴宅 按理来说 都不会呈现出 这种虚无缥缈的状态 既然不是阴宅的话 那就表明着 我和这房子里的其他人一样 很轻易地 便着了凶鬼的蛋 这也是我之前想不通 为何磊哥能轻易迷惑他人的原因 即便是现在 我也不清楚磊哥是怎么做到的 虽然我接触陈芳的时候 魂魄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可好歹我也是个出马先生 根本没理由 连鬼魂还没有触碰到 就已经被迷惑了心智 如此一来 只剩下了一种可能 那便是那台古怪的黑白电视机在作祟 我的大恩人啊 你似乎很畏惧我 磊哥那张覆盖了整个房间的鬼脸 阴险地笑到怎么样 被人藐视的感觉很不好吧 就凭你 我掂量着手里的胡家供奉牌 不懈地回应到 你也就是迷惑了我的眼睛而已 很多鬼魂都能做到这一点 实际上 我还在那间房子里 除了我看到的 其余的并没有一丝丝的变化 你这看似厉害的本领 不过是小把戏罢了 说完 我将手中的供奉牌 猛地扔了出去 而我抛出供奉牌的方向 对准的正是那台黑白电视机 若是我没猜错的话 磊哥的鬼魂 就隐藏在黑白电视机里 只要我的供奉牌 能够砸在上面 凭他这种程度的凶鬼 即便是无法被打散 也会受到不小的影响 磊哥一旦受到影响 他的阴气便会散落些许 到那个时候 他对于我的迷惑 就会大大减弱 即便是无法恢复如初 我看到的假象 也会破绽百出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我扔出去的胡家供奉牌 就像是石沉大海了一般 不仅没有掀起 一丝丝的风浪不说 现在倒好 我的视线里 已经没有了供奉牌的踪影 怎么会这样 我皱眉问到南部城 我已经不在房子里了 磊哥的鬼脸笑得不停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本领 原来只是随手扔东西 你以为这点本事 就能对付我吗 在磊哥那难听的笑声中 我周围的一切 再度天旋地转起来 他的那张鬼脸 也开始分裂 出现在了四面八方 一阵晕眩过后 我的周围一片漆黑 我掏出手电筒 照向了身前 只见一张满是鲜血的面孔 扑向了我 我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 但却没躲过鬼脸 冲撞在了我的身上 鬼脸正是磊哥 在他触碰到我的一瞬间 那张脸便烟消云散 我本能地 提摸了提摸自己的身体 并没有察觉到丝毫的异样 只不过 我的确被吓了一跳 毕竟突如其来的鬼东西 令我有些防不胜防 稳住身形之后 我用手电筒的光束 照向了四周 除了磊哥的那张鬼脸之外 凡是我能看见的地方 都是一张张的面孔 这些面孔中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其中还不乏一些生畜的头颅 这一切看起来都无比诡异 更可怕的是 这些面孔上的双眼 都齐刷刷地凝视着我 在我惊魂未定之余 磊哥的声音 再次出现在了我的耳旁 我会像是杀掉那些牲畜一样 将你包皮拆骨 开肠破肚 最后我会割下你的头颅 让你也成为这里的一部分 此刻 我的脑子混乱无比 面对这种恐怖的现象 我竟然没有一丁点的头绪 更别说解决的办法了 这一次 灰钩子说的没错 没有准备的莽撞 的确比有所应对的面对恶鬼 更为危险 我一手拿着手电筒 一手掏出了柳家的供奉牌 与此同时 一股冷意出现在了我的身后 我本能地转过身去 将供奉牌 砸在了突如其来的鬼脸上 我的反应很快 那鬼脸也被我砸了个阵阵 可恐怖的是 供奉牌对于鬼脸 没有丝毫的作用 那血腥争獰的面孔 静直地撞在了我的身上 随之消失不见 在这之后 四面八方传来了圣人的笑声 而那些涌动的鬼脸 也从各个角度 向我席卷而来 何苦 何傻子 附在我身上的灰钩子大喊道 你在前什么 清醒一点啊 我的猜测是正确的 凶鬼能做到的 只是蛊惑人心而已 只不过 磊哥的鬼魂 利用了那台古怪的电视机 将它迷惑他人的本领 放大了鼠背 此刻的我像是个无头苍蝇一样 我手里握着供奉牌 朝着四处挥舞 可实际上 我周围什么都没有 就连磊哥的阴气 都没办法轻视我的身体 毕竟我是个出马先生 身上有躺口傍身 面对着双目无神的我 灰钩子已经喊破了嗓子 何苦 你个傻娃子快醒醒啊 砸电视机 那混蛋的鬼魂就在里面 就像刚才一样 再砸一次 转身 方向错了 你快转身啊 在我扔出胡家供奉牌的时候 我对准的 的确是那台黑白电视机的方向 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但我错误判断了 这间房子里的人数 被我用供奉牌 砸晕的是一对夫妻 除了他们俩之外 隔壁的房间 还有一个半大小子 如果我的供奉牌 砸在电视机上面 我的确有机会脱困 可惜 胡家的供奉牌 被突然冲出来的男孩所接住 在接住供奉牌的一瞬间 男孩身上的凶鬼阴气 瞬间溃散 同时 他也因此昏了过去 倘若在那个时候 我再次尝试的话 还是有机会破除掉垒哥 对我造成的影响 只可惜 我没那么做 而现在 我也彻底地失去了方向感 灰狗子发了疯一样的 在我耳旁呐喊 他想要 将我叫醒 可我却没办法听到他的声音 何苦 你个大傻子 别上大 这凶鬼很弱的 他成功迷惑他人之后 也知局限于祸害一些牲畜 这混蛋 目前连伤人都做不到 你这白痴到底看到了什么 你自身的气韵越来越低 目前来看 还不如这一家三口 再这样下去的话 你就要沦落为凶鬼的傀儡了 困在虚幻中的我 情况极为糟糕 正如灰狗子所提醒的那般 磊哥的鬼魂 根本对付不了我 他也没那么大的本领 他唯一的优势 便是利用那台电视机 来蛊惑人心 但心智被影响的同时 就意味着 时韵也会随之下降 在和恶鬼接触的时候 我的魂魄就受到了不小的波及 现在更糟糕的是 在无数鬼脸的冲撞下 我的肩头火岌岌可危 一旦双火熄灭 那么磊哥便能轻易 控制我的身体 到那个时候 这原本只是被影响的一家人 恐怕都会死在我的手里 搞什么 我越发的急躁 这种急躁 也意味着我的理智正在崩溃 供奉牌被我朝着四处挥舞 可从头到尾 我一个鬼脸都没能击溃 越来越多的鬼脸开始浮现 他们死死凝视着我的同时 流淌着鲜血的嘴角 也凝聚着一股嘲笑之意 我捕捉着每一道面孔的模样 尽可能地区分着他们的不同 我不知道自己这么做 是否还具有意义 可除此之外 我真的想不到任何的办法了 该死 你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我愤怒地大喊着 但回应着我的 则是磊哥变本加厉的嚣张 没这精良 就别多管闲事 还是那句话 我谢谢你放出我的同时 也欢迎你成为这里的一份子 磊哥冷笑 道别挣扎了 你 逃不出去的 说着 磊哥那张鬼脸 再次出现在了我的视线中 除了他之外 其他的鬼脸 也游荡在四面八方 他们 似乎已经将我当作了任人宰割的猎物 阴气很重 我能清晰地感受到阴气的弥漫 这些阴气 绝对不是源自于数不清的鬼脸 面对着磊哥的死样子 我好像想明白了一些事情 没猜错的话 我还在房子里 对吧 磊哥阴冷地笑了笑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依旧摆出一副吃定了我的模样 我闭着眼睛 让自己尽可能地放松下来 此时 我的脑子也恢复了一些正常的运转 之所以我的供奉牌 打不到这些鬼脸 原因则是 这一切原本就是假的 你迷惑 我不过是让我惧怕你 如此一来 我的气运也会随之降低 而我的肩头火 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 说道 你这家伙挺聪明的 而且 你的手段 也的确对我起到了作用 从开始到现在 这可怕的场景 一直在误导着我 让我以为你很厉害 磊哥不屑地说道别猜了 等你死了 你就知道我的本领了 鬼话连骗 这四个字 绝不是空穴来风 即便到了现在 我已经猜测得七七八八 磊哥依旧不会告诉我真相 我的确中了你的圈套 我睁开双眼 手指指着昏暗的远处 可我想不通 维时摸那张脸和其余的不同 说着 我将手电筒 照射在了一张苍老的面孔上 那是一个老太太的面容 她闭着双眼 面无表情 更没有和其余鬼脸一样的凶神恶煞 我能清楚地感受到 当磊哥看到那张面孔的时候 他的表情有着些许的变化 哪怕是稍纵即逝 也清晰地被我捕捉在眼里 你很怕他 我试探性地问道 我在你的表情上 察觉到了一丝丝的恐惧 我想不明白 你为何对一个虚假的面孔如此紧张 磊哥故作镇定地反驳道 小子 蝶太自信 我不怕任何人和任何东西 哪怕你这个有点本事的看事先生 也要死在我的手里 我还有什么好怕的 是吗 我盘西坐在原地 不慌不忙地拿出了一张黄纸 怕不怕你等下子就知道了 叫来一个鬼魂 对我而言不是难事 只见磊哥睁大了双眼 他的眼睛里毫无隐藏地透露着明显的畏惧之色 与此同时 众多鬼脸开始疯狂地嘶吼 也更为猛烈地冲击着我的身体 此刻 我的尖头火已经暗淡无光 可以说 熄灭这是早晚的事 而我能做到的 就是趁着这一息上存的余温 去抓住最后的机会 以休想叫来那死老太太 听到这话 我双眼放光 加大力度地轰击着磊哥的心理防线 原来他真的死了 那叫来他的鬼魂 就更简单了 我在黄纸上写写画画 但实际上 我手中的动作毫无作用 凭借着我现在的状态 我怎么可能做到招魂 看来我的细致观察 还是有作用的 成百上千的面孔中 我还真找到了不一样的破绽 而这个破绽 也的确是眼前凶鬼的弱点 磊哥的鬼脸穿过了我的身体 我不屑地笑道 说我本领不济 你看起来也不咋地啊 你这冲撞 怎么连个没脸子都不如 我不再关注他那张丑脸的四处乱窜 而是将所有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阴气的变化上 被我激怒的磊哥 肯定不会坐视 不管我叫来那老太太的鬼魂 毕竟他并不清楚 我是在吹牛 如此一来 他真正的魂魄 肯定要冲出来对付我 等我感知到他的一瞬间 我便可以抡起供奉牌 将他打得七魂八素 计划总是美好的 但我又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我的现状 以及我脆弱不堪的魂魄 已经没有办法清晰地感受到 阴气的流动了 这也就表明着 当磊哥的鬼魂冲到我身前的时候 我未必能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若是那样的话 我的举动反而是加快了 我被控制的脚步 房间里 灰钩子更为疯狂地嘶吼起来 因为在他的视线里 磊哥的鬼魂 已经从电视机里爬了出来 而他的目标 正是盘膝坐在原地的我 何苦 起来 快起来 这龟儿子来了 灰钩子发了风湿地咆哮道 你能不能醒醒 他娘的针子都来了 我一动不动地坐在地上 此刻的 我还捕捉着阴气的流动 殊不知 磊哥的鬼魂 距离我只有一步之遥 叽叽 小四威趴在我的肩膀上叫了两声 他也看到了鬼魂的到来 见我一丁点的反应都没有 白九九猛的一口 咬在了我的皮肉上 刺痛让我惊醒 虽说这股突如其来的痛 没办法破解掉我看到的虚幻 但却让我本能地做出了反应 好疼 我大喊一声 下意识地抓住了肩膀的柔软 紧接着 我愤怒地将白九九朝着身前丢了出去 巧合的是 磊哥的鬼魂就在我的身前 虽说吧 白九九实力不咋地 真身也只是个小刺猬 但好歹人家是白家大仙 身上可是有仙家灵运的 就这么一砸 磊哥的魂魄 瞬间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要知道 他也只是个普通的凶鬼 哪能扛得住白大仙的冲撞 煞时间 磊哥身上的阴气 溃散了一部分 而我眼前虚假的幻想 也土崩瓦解了不少 当我恢复些许世线的时候 我第一眼看到的是 砸了毛的小刺猬 正恶狠狠地凝视着我 他的小嘴巴 也似乎在骂骂咧咧个不停 缓过神来的我 连滚带爬地抄起了供奉牌 冲向了那台 还在闪烁的黑白电视机 见此情形 损伤惨重的磊哥 也冲向了我的身体 他被白九九砸得不轻 但只要他能冲了我的身 他同样有机会 重新掌控局势 迫在眉睫 谁能率先达成目的 谁就是胜利者 可眼下这种情况 我明显不占优势 此刻的我虚弱得不得了 头脑的浑浑噩噩 加上身体的摇摇晃晃 就连我的视线 也只是恢复了一部分 还有不少面容可憎的鬼脸 在我面前乱窜不止 相反磊哥 他的阴气受损了一些 但好歹人家是个鬼魂 行动力肯定要比我强上不少 就在我心如死灰 有些绝望的时候 只听房间内 传来了一个老妇人 谩骂的声音 好你个宋雷 活着的时候 胡搅蛮缠 死了还敢祸害 我们家里人 你这不长记性的短命鬼 我打死你个畜生 一个很胖的老太太 一把抓住了磊哥 她抡起擀面杖 毫不留情地 砸在了磊哥的头上 擀面杖每抡起一次 磊哥身上的阴气 都会溃散不少 仅仅是半分钟的功夫 原本那耀武扬威 凶神恶杀的宋雷 就被打得知 剩下了一个脑袋 一旁的我简直吓破了胆 更是不可思议地 看着眼前发生的 可怕一幕 宋雷是个凶鬼 这一点毋庸置疑 哪怕他这个凶鬼 并不是很厉害 可关键是 那老太太 只是个没脸子 他身上的阴气 少得可怜 残留的魂魄 都残缺不齐 可就是这样一个 弱不禁风的鬼魂 竟然打得宋雷 毫无招架之力 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 只见那宋雷一边哀嚎 一边求饶大娘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来你们家了 求你 放过我 一顿哀求 那老人的魂魄 也没有停手的意思 恬不知耻的宋雷 竟然在绝望之下 向我哀求起来先生 就我呀 我会被打得魂飞魄散的 求您帮我 我想回家去看看 我的家人啊 我已经二十几年 没见过他们了 你该死 我咬牙切齿到离开梅山 你有机会回家里看看的 可你那时候不想着亲人 却反过来祸害他人 现在要玩独自了 你知道回家看看了 打死你个王八蛋都不多 婆婆 别听她的 往死里打 这样的坏种 死有余辜 即便是我不说 老太太的鬼魂 也没有放过她的意思 没过一会儿 宋雷的魂魄 便彻底的烟消云散 再也无法存在于这个世间 老太太的姿势 还呈现着 抡起赶面杖的状态 一旁的我 以及我们家的两位大仙 看得那叫一个提心吊胆 片刻过后 我嬉皮笑脸地问到婆婆 这宋雷您认识 我有点想不通 您为啥能给她 打成这个德行啊 老太太冷哼一声 毫不在意地说道 早些年 我们和老宋家是邻居 我们家男人死得早 这姓宋的 就总想着欺负我们家 她总觉得 我一个女人当家好欺负 迟迟有一次给我惹急了 我捅了她两刀 那龟儿子在医院 住了三个多月 险些命都丢了 我当时就想好了 大不了我赔了 自己这条命 也要让她知道知道 咱家不是谁都能欺负的 捡了一条命的宋雷 没敢追究 事后还来找我赔礼道歉 自此之后 她再也没敢招惹过我们家 过了不到两年 她就死在了矿上 没想到当了鬼不安分 老娘我还能留着她不成 面对着眼前的老人 我是由衷地肃然起敬 通过她的话 我也弄清楚了 为何没脸子 能够给凶鬼打得魂飞魄散 鬼魂这玩意的执念 来源在于生前的种种 他们记仇的同时 也会有所畏惧 举个例子来说 屠宰场的屠夫 如果不是被大仙所算计 那些牲畜一辈子 都要不了她的性命 仅是那一身的杀气 就足以震慑他们的怨念 或者说 一个被害死的鬼魂 如果她自身 没办法强大起来 又没能找到绝佳的时机 她也报不了仇 原因很简单 能杀你第一次的人 也能杀你第二次 而眼前的老太太便是如此 别看她知识一道残魂 但她出现的一瞬间 那宋磊 其实就已经吓破了胆 人和鬼有时候很相似 人被鬼下会降低食欲 鬼恐惧的时候 也同样不堪一击 宋磊的鬼魂 已经被打得魂飞魄散 这对于我来说 已经是最好的消息了 可以说 我算是捡了一条命 要不是老人家的突然出现 结局不堪设想 只不过 我还是有几个疑惑 没能想明白 婆婆 我好奇地问到 您的魂魄一直留在这里吗 如果是的话 为什么我来的时候 没看到你 唉 老太太叹了口气 我只是个残魂 没那么大的本领 宋磊来的时候 我就有所察觉 但她的阴气很重 压得我没办法出现 好不容易要挣脱 那混蛋的阴气 结果她利用我儿子 杀了家里的牲畜 那些牲畜的怨念血液 以及污秽之物 又给我的魂魄压制住了 要不是你刚才 扔出什么东西 砸中了宋磊 我还是没办法逃脱 我下意识地 看了看角落里的白酒酒 只见她呲牙咧嘴 一副要吃了我的模样 但不得不说 她真的好用 没想到无意中 我竟然解锁了 大仙的真身 也能充当武器的这项技能 只不过这个武器也有弊端 那就是 我请她上身之后 估计少不了 披头盖脸的谩骂 别 别生气哈 回去给你弄点好吃的 我将白酒酒抱了起来 同时嘀咕道 对了 我用不用打狂犬一秒啊 你 还没等我说完 白酒酒便又咬了我一口 随之便攥进了我的衣服里 吃痛的 我嘶嘶哈哈了几声 忍着疼痛继续问到婆婆 电视机是怎么回事啊 那宋磊是个凶鬼不假 但被困二十多年的她 也没多大的本领 咋能通过一个电视 轻易地蛊惑人心呢 那我就不清楚了 老太太匪夷所思地摇了摇头 她是怎么做到的 我也看不明白 不过 这电视是她的生前之物 宋磊死后 她婆娘拿了一笔赔偿 没几日就搬了新家 那时候我们家也穷 这电视机在当年可是个好物件 索性就被我买了下来 你说能不能和这一点扯上关系 我想了想 点头说到还别说 的确有这个可能 二十多年前的黑白电视 那可是奢侈品 宋磊死了这么久 估计也就这点念想 再加上 这原本就是她的东西 所以才能充分利用 看着闪烁的黑白荧幕 我提醒到 宋磊没了 这电视机却沾染了不少阴气 等你儿子醒了 最好让他丢掉这不祥之物 说到这里 我又犯了难 更有些不知道之后 该如何跟老太太的家里人交代 婆婆 我十分惭愧地说到 宋磊出现在您家 也是因为我的原因 是我不小心将它放出来的 很抱歉 给您家造成了这么大的麻烦 还损失了那么多财产 我将三万块钱 从包里拿了出来 不好意思地放在了炕上我 我就这么多钱 要是不够的话 我以后再来补偿 老太太笑了笑 挥手拒绝地 说到钱你拿着 现在家里条件好了 这点损失 还是能承受得住的 你一个看事先生 能跟我一个藏魂说这些 足以证明你这孩子的为人 你要是不管不顾 我一个老太太 拿您不也是没办法吗 我挠了挠头 嘴笨地说到 不是一码事 补偿是应该的 说了不用那就不用 你这个吃鹰煎饭的先生 能来我家 对我儿子 一家来说 也是结了个善缘 老太太上前一步 若有所思到小先生 我时日不多了 如果您真想帮忙 您看可不可以送我离开 我这一辈子 挂念的就这两个半人 如果再不走的话 我也坚持不了多久 您看可不可以 让我给孩子托个梦 我在梦里跟他们唠叨几句 也叮嘱他们 这事跟你没关系 了却了念想 我也就没必要抓着不放了 您看如何 托梦吗 我想了想 对着灰钩子 询问到我记得大仙 带着鬼魂 一同落在某人的身上 能帮忙托个梦是吧 是 灰钩子有气无力 刀又要我来 能者多劳 我黑黑笑道 下次不让你挖地道了 还不行吗 灰钩子嗤之以鼻 不大相信我的承诺 不过托个梦这种事情 对她而言 也不是难事 自然也就没有了拒绝的必要 忙完这一切 已经是深夜了 老太太说 什么都不允许我留下三万块钱 她老人家的意思是 我能送她离开 完成她的牵挂 已经是无法用钱财 来衡量的了 因为时间的缘故 我在镇子 随便找了个小旅馆住了下来 这一夜过得很安稳 我也难得地睡了个好觉 一日 我去镇里买了几件新衣服 有给我的 有给李赖子的 中午吃了点我没吃过的小吃 我便乘坐着小巴车 朝着望山村返回 这趟车 依旧只有我一个乘客 倒霉的是 那司机恰巧是我来时的那位 整个回家的路 他依旧是过得提心吊胆 下车之后 我舒坦地伸着懒月药 感叹到金窝银窝 不如自家的狗窝 还是望山村看着顺眼 一路小跑 我拎着大包小包回到了家里 刚进大门 我便喊了一嗓子赖子 我活着回来了 快看 我给你带了礼物 屋内并没有李赖子的回应 我有点疑惑 不知道这老小子又去了哪里 进屋之后 我瞬间不淡定了 只见屋子内乱作一团 桌子也翻了 碗盘也碎了一地 就连供奉所有的物件 都被扔得七零八落 整个屋子 彭佛被洗劫了一般 我承认 这一刻我慌了神 自打爷爷走后 李赖子便是我最亲近的人了 别看我一天到晚总是欺负他 但我心里清楚得很 无儿无女的他 把我当做了亲儿子 而我 嘴上虽不承认 但心中 也同样把他看作了我的父亲 我将手里的东西扔到了一旁 眼睛心红地冲出了房间 短暂的几分钟前后 我就已经失去了理智 走街窜巷的 我逢人就问 有没有看到李赖子的身影 村民们本来就对我没好感 对我避之不及的他们 又怎会回应我的话茬 你这小子 就不能冷静点吗 灰狗子的声音出现在了 我的耳旁 他对我提醒到 找个人而已 我还不至于办不成 李赖子躲在旧宅的仓房里 去看看吧 应该没什么大事 谢 谢谢 大脑一片空白的我 飞快地朝着老宅跑去 冲进老宅的仓房 我四处找寻着李赖子的身影 找了半天 我也没能看见李赖子的身影 灰狗子 人呢 灰狗子哀声叹气地 回应到你脚底下呢 低头一看 我正踩在棺材盖上 掀开棺材盖 只见李赖子抱着脑袋 趴在地上 他的身体颤抖得厉害 哪怕我喊了几声 他也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赖子 别怕 我 我回来了 我想要将李赖子拽起来 结果他却一把推开了我 你走 别管我 赶紧滚蛋 我眼眶心红 紧握着拳头 狠狠地询问倒是黄皮子嘛 你放心 我能杀一只 就能杀十只 敢欺负你 杀他成千上万只 也不在话下 赖子 你起来 我带你去报仇 都说了 别管我 李赖子崩溃地大哭到 跟黄皮子没有关系 你别管我了 就让我死在这里好了 你放屁 我大骂到李赖子 你别这么窝囊行嘛 我这一趟 去面对恶鬼凶鬼 都没要死要活的 你凭啥活不起 有事解决事 谁欺负咱打回去 就得了 管他是谁 有多大的本领 给你个棺材盖 你还真把自己 当做缩头乌龟了 我站在李赖子身前 怒声道你不说 我也能知道怎么回事 我问你 是你告诉我 还是我挨家挨户地问 李赖子爬起身来 狼狈不堪地看着我 他有些委屈 但我能从他的脸上 看到更多的便是自责 此刻的李赖子 鼻青脸肿 他本来就瞎了一只眼睛 而现在 他的另一只眼 也肿胀无比 几乎已经无法看到 他的眼球了 除此之外 李赖子的鼻梁 也有些塌陷 更不用说 已经凝制在他脸上的血迹了 看着李赖子 惨兮兮的模样 我冰冷地问道 谁钱的 谁钱的 我愤怒的吼声 给李赖子吓得不轻 他捂着月胸口 本能地躲闪着我的目光 气急败坏的我 将李赖子 拽出了昏暗的仓房 阳光下 我清楚地看见 李赖子当下的状况 他的整体 比预想中的更为糟糕 只见李赖子的衣服 残破不堪 他的身上有很多脚印 暴露在外界的皮肤 也是青一块紫一块 最令我揪心的是 李赖子走起路来 一瘸一拐 明显腿上的伤更为严重 说吧 怎么回事 我语调降低了很多 问道 不管发生了什么 我都不会怪你 我 我 李赖子低着头 一把年纪的他 此刻像是个 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 我又赌了 输了五万 听到这个数字 我着实被吓了一跳 说实话 我对于钱没什么概念 和爷爷生活的时候 我只知道 我们的条件一直很拮据 不过我并没有在意 过物质上的贫瘠 经历了老孙家那码事之后 我清楚地意识到 钱这玩意 还真不能没有 你怎么又去赌了 我叹了口气 随手擦拭着李赖子 嘴角上的血迹 上次不都说了 不再碰那东西吗 我 我也不知道 李赖子哽咽地说道 是我糊涂 是我鬼迷心窍 我管不住自己的手 站在那张桌子旁 我就不是人了 你别管我了好吗 让我自己解决 看着李赖子 深深自责的模样 我安慰到你 是我干霸 我不管你谁管你 我说过 钱没了再赚 你这条命要是没了 我上哪找去 再说了 你怎么解决 被活活打死吗 说着 我将背包里的三万块钱 递给了李赖子 先还这些 剩下的我想办法 你 你哪来的钱 怎么这么多啊 我将三套钞票 塞给了李赖子 说到你大儿子有本事 赚回来的呗 用 用不了 李赖子颤抖地拿着钞票 哽咽到我自己 有一些私房钱 还差人家两万六 这些 够 够了 大儿子 你相信我 我以后绝对不赌了 我要是再赌 我就 没等李赖子说完 我便捂住了他的嘴 我目光坚定地说道 赖子 没事 实在想完就想完几把 就当过过手瘾 不过 你得克制自己 不能把咱俩的 犯火钱都输掉 见我这么说 李赖子更为自责起来 他几乎要封死的眼眶 也流淌出了眼泪 我之所以这么说 绝对不是在劝读 而是因为我清楚 有些事情 并不怪李赖子 就在气氛有些尴尬的时候 门外传来了 振振脚步声 总共五个男人 挡在了老宅的门前 为首的男人是个秃头 他的脑袋上 有一道显赫的伤疤 这人脖子上 挂着一条金链子 腋下还夹着一个 黑色的皮包 摆出一副 自以为很有架势的模样 李赖子 你继续藏啊 有本事你一辈子 躲在这温死的宅子里 你赶出来 老子就弄死你 那人叫嚣到 这死人的晦气地方 我不敢进去 你要是有种 你就饿死在里面 但凡你迈出大门一步 你看我打不打死 你就得了 我看向为首的秃头 微笑道你是吴刚吧 哟 秃头推了推墨镜 打亮了我急眼 和傻子说话 啥时候这么利索了 没想到你 竟然认得我 哪能不认识 我毫无畏惧之色地说道 咱们村难得出了个 蹲巴里子的劳改犯 你这么出名 想不认识都难 吴刚脸色一变 凶神恶煞地 威胁到和傻子 别人怕你 我可不怕你 你说话最好给干净点 不然的话 别怪我给你们俩一起弄死 不怕 我冷笑道 不怕怎么不进来 跟个狗似的 在门口叫唤个不停 你们老吴家 怎么出了 你这么个败脸 你爸妈人都不错 他们死后 还骂你是孽种来着 哦 差点忘了 我恍然大悟到 你爸妈是被你给气死的 险些被我忘了 吴刚的脸色越发地难看 他恶狠狠指了住行 有本事你俩 就别出来 你看老子 我敢不敢活活烧死你俩 说着 吴刚便拎起一桶汽油 装腔做事地 交在了老宅的栅栏上 大儿子 你 你别惹他 李赖子很怕对方 但愣头轻的我 根本不在乎这么一只只老虎 在整个望山村当中 吴刚是出了名的混 他入狱之前 就在村子里组织赌局 而且还牵着放高利贷的勾当 谁要是还不上前的话 他就会纠集一群打手 又是威逼 又是殴打 给望山村闹的是鸡飞狗跳 但不得不说 有些赌徒是真的没救 也是这类人 养活了吴刚这种二流子 后来吴刚因为致人重伤 被判了刑 没想到出于刚刚几个月的他 又不长记性地 浅起了老本刑 但吴刚还不是最可恨的 最可恨的是他身边 那几个狗改不了 吃屎的狗腿子 将汽油浇在门口之后 吴刚拿起火机 冷笑道来 给你们一个机会 试出来还是被我烧死 我拿起三榻钞票 在手中拍了拍 笑着说到人也打了 还真想弄死我们爷俩啊 不就是两万六吗 我又不是不还 一看到钱 吴刚眼前一亮 只见他指了指李赖子 挖苦到一大把年纪 办事还不如一个傻子 我看你这辈子是活狗身上了 有钱就行 不过呢 可不是两万六了 吴刚搓了搓手掌 两天前是两万六 但这两日的利息 咱是不是得算一下 那是当然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放心 我们绝不赖涨 我将三榻钞票扔给了吴刚 说到我不管你在赌桌上 用了什么手段 我也不在乎 赖子是怎么输的 他既然欠了钱 我们就认账 多出的四千算作利息 你看如何 行 拿到钱的吴刚开心地笑道 都说你和傻子笨 依我看你这傻娃子精明着呢 以后有事跟哥说 哥罩着你 拿到前后的吴刚想要离开 但却被我拦了下来 别急着走啊 我挡在吴刚的身前 指了指不安的 李赖子赖子的钱还清了 他总不能白挨这顿打吧 刚哥 我干把伤得不轻 你说咱官了还是私了 吴刚目光冰冷地看着我 威胁道合傻子 你这话啥意思 死面 意思 我收起了笑意 毫无畏惧地凝视着他 吴刚下意识地后退一步 他刚想说些什么 一旁的一个狗腿子 便劝说了一嘴 刚哥 要是金官事就大了 反正李赖子输了不少 别要利息不就得了 行满释放的吴刚 也不想重新回到监狱 他哼了一声 点了四千块钱 扔在了我的脸上 给李赖子的医药费 这事就到此为止了 别说我没提醒你 我要是不好过 我让你们爷俩陪葬 换做别人 这事肯定就吃哑巴亏了 这吴刚心狠手辣 平常百姓根本纠缠不过他们 所以 不愿意惹麻烦的人 也就这么算了 但对于我而言 报仇这种事情 要磨正在做 要磨在去做的路上 我弯下月药 捡起了四千块钱 拿着钞票的我 笑得很开心 更是笑得令人毛骨悚然 原来四千块钱 就能给人打成这个德行啊 你早说我不就清楚行情了 我重新将四千块递给了吴刚 就在吴刚一头雾水 接过钞票的瞬间 我猛地 一拳砸在了他的脸上 吴刚被我打倒在地 他哀嚎一声 刚要起身 我便一脚踹在了他的月胸口上 钱给你了 赖子不用你赔偿 我要的不多 你和他受一样的苦就可以了 吴刚还想挣扎 但我的拳头 没给他一丁点的机会 每一拳 都重重地 砸在吴刚的身上 每一拳 更是发泄着我的怒火 我何苦从小到大都在挨揍 但这并不意味着 我不会打架 大儿子 你快住手 我瞪了一眼李赖子 有些不分敌我都呵斥到你闭嘴 别说话 听好了 就算是黄皮子欺负你 他们也要付出代价 别人更没有例外 一拳 准确无误地砸在了吴刚的眼睛上 我没有收敛 这一拳下去 他这只眼睛 就算是不瞎 估计一会落下一辈子的后遗症 吴刚 你刚才不是挺能的吗 起来弄死我们爷俩啊 我不停地殴打着吴刚 老宅门口的几个狗腿子 也渐渐缓过神来 他们一把 将我拉开 将我压在了身下 此刻的我彻底红了眼 我笑看着四张面孔 癫狂地说道来 打我 要磨我死 要磨你们死 四个汉子脸色苍白 趁着他们错愕的功夫 我正脱了出来 爬起身来的我 指着众人笑个不停来 你们口中的和傻子就在这里 不早就想弄死我了吗 完蛋完毅 给我滚蛋 四个大老爷们 拼了命地逃窜 有两个在奔跑的过程中 还因为双腿发软摔了跟头 我想 有些不好的记忆 已经涌入了他们的脑海 我还是我 还是那个让望山村望而生畏的和温神 打了一通 吴刚吐着血沫 已经说不出话来 他软弱无力地挥了挥手 摆出一副要死的模样 你也不抗躁啊 我干把这么大岁数 都比你身体好 我对着院内喊道赖子 你转过身去 已经快要吓傻的李赖子 战战兢兢地背对着我 看着他背上分布的脚印 我也将吴刚的身体翻了过来 此刻的吴刚 已经一动不动 可我四十二码的鞋子 却不会因为他的昏厥而停止下来 阳光盛烈 我的心情也有所好转 近乎疯掉的李赖子 走出大门 晃了晃一动不动的吴刚 大 大 大儿子 他还活着吗 我瞅了一眼李赖子 微笑到你也傻了 怎么磕磕巴巴的 你还乐 李赖子脸色惨白的 指着村口的方向你赶紧走 要真是出事了 我来扛 我一把年纪 该认命的时候就得认命 你不同 你还年轻 懒得搭理李赖子的我 抓起吴刚的腿 便拖着他走了出去 哎呀 我的小祖宗啊 李赖子强撑着疲惫的身体 将吴刚的脑袋抬了起来 就算不死 也得被你拖死 你这孩子咋就这么愣呢 你倒是说一句 你前妈去啊 诊所 李赖子一拳一拐的 和我来到了村诊所 在我进去的一瞬间 整个诊所像是闸了庙似的 几个胆小的村民拎着吊瓶 便逃了出去 就好像我真实来索命的一样 刘大夫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指着被我随手扔到地上的吴刚 问到啥 啥情况 没啥大事 你简单包扎一下就行 我想了想 将李赖子推到了身前 先处理他的伤势 那个晚点再说 村里的刘大夫快要疯了 我不在的几天 村子里出奇的安宁 可我一回来 就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 换作谁 都会被这副场面吓得不轻 嘿 伴随着剧烈的咳嗽声 和亲这个老倒霉蛋 从病床上坐了起来 咋回事啊 闹得这么大 和亲指了指地上趴着的吴刚 那是吴刚吗 事儿我听说了 他坐局让赖子输了不少钱 这王八蛋一件好事不前 的确欠揍 只不过 这吴刚被你打得也太惨了吧 我瞥了一眼和亲 问到你咋在这 伤疯 难受得要命 哦 我继续问到 赖子被打 你咋不帮忙 你平日里在望山村 不也挺厉害的吗 和亲再度咳嗽了几声 面红耳痴地解释到我脾气大不假 可我不管怎么说 也是个本分人 哪能和这犯罪分子纠缠不清 知见和亲见风使多地说道 小何苦啊 你的确给咱们望山村的村民 出了口恶气 但你不会真给这家伙打死了吧 应该不会 我踢了踢吴刚的屁股还喘气呢 死不了 另外 我这可不是给大伙出头 在你们看来 这不过是狗咬狗罢了 自嘲一嘴之后 我对着刘大夫 喊道 愣着钱啥呀 赖子一瘸一拐的 你给看看 刘大夫汗如雨下 他匆匆忙忙地检查着李赖子的状况 忙前忙后了半个多小时 刘大夫忐忑地对我说道 都是些皮外伤 养一阵子就没问题了 腿也没大问题 没伤到骨头 那就行 我靠在病床上 瞥了一眼 躺在地上的吴刚 你给他简单处理一下伤口 弄醒就行 我还有别的事情 要找他 好 好的 刘大夫又开始处置着吴刚的伤情 能看得出来 吴刚的状况 比李赖子的皮外伤要麻烦不少 足足弄了将近两个小时 吴刚才苏醒过来 整个人绑得也跟个木乃衣似的 不得不说 刘大夫的医术还是不错的 有些时候 还真不能小瞧村子里的大夫 他们看起病癌 未必逊色于大医院的大夫 现在望山村的条件好转了不少 放在以前闭塞的年代 一村人的性命 可都寄托在这赤脚医生的身上 醒来的吴刚 目光呆滞地盯着天花板 估计这无恶不作的混账 此刻也在怀疑着人生 刘大夫小心翼翼地凑到了我的跟前 提醒到 小何苦啊 吴刚伤得不轻 其余的还好说 但他的右眼 恐怕保不住了 我建议你带他去大医院看看 说不定还来得及处置 要是晚了 你可要贪官司的 我冷笑一声贪官司 就贪官司呗 我俩说不定谁盼的时间长呢 说完 我起身来到了吴刚的身旁 笑着说道醒了是吧 走 陪我去个地方 和傻子 吴刚怒吼道 你死定了 你们爷俩谁也跑不了 这事没完 喷的一声 我一脚踹在了铁床上 吴刚吓得抱住了脑袋 大喊个不听你要钱吗 别碰我 闭嘴 我一把抓住了吴刚的狗链子 将他从病床上拽了下来 大儿子 你 你这是要钱啥去 我看了一眼时间 笑着说道天快黑了 我给这混蛋找个地方埋了 一听这话 吴刚险些哭出声来 不过 比吴刚反应更大的 则是彻底崩溃了的李赖子 何苦 你别胡闹 当李赖子喊出我名字的那一刻 我就清楚 他真的是被吓到了 吴刚有气无力地喊道救我 快救我呀 何傻子疯了 他要弄死我 与此同时 何庆也走上前来 对我劝说道何苦 差不多得了 这吴刚被你揍得不轻 你可别犯糊涂 我搀扶着李赖子走到了门口 随之对着何庆也摆了白手 何叔 未来的两三天 赖子先住你家 你可得 给我照顾好了 要是他出了问题 我就给你老娘挖出来 何庆一脸疑惑的质疑 倒凭啥 我可不想 和那吴刚扯上关系 这混蛋麻烦得很 还有 你难不成真要弄死他 我跟你说小何苦 你年轻 脑子不灵光 犯法的事情 可不是开玩笑的 那吴刚再怎么混蛋 也轮不到你制裁他 本来你站里的事 现在去弄个骑虎南下 你说你 怎么就这么轴呢 我朝着屋内看了一眼 笑到他屁股不干净 就算是吃了亏 也只能忍气吞声 这人心狠手辣 要是不能让他一辈子怕我 以后绝对是个祸患 放心吧 要人姓名的事情我不会做 但让他一辈子都活在我的阴影里 还是很有必要的 李赖子筋疲力尽地问道 你到底咋打算的 好好休息 我拍了拍李赖子的肩膀 随之看向了和庆小来小觑的 麻将扑克什么的 带上赖子一个 别让他出门 我尽快回来 说完 我便走进了屋内 拽着吴刚 便走出了诊所 一路上 吴刚哀嚎不已 但他因为身上的伤势和被吓破胆的缘故 根本没办法挣脱我的蛮力 村民们见到这副架势 也是躲得远远的 他们巴不得我能弄死吴刚 如此一来 望山村便可一下子解决掉两个祸害 夜色渐深 我带着吴刚走进了大山深处 找到了一棵粗壮的大树后 我将吴刚捆在了上面 吴刚这次是真的怕了 他不停地哀求着我 希望我能放他一马 何苦 何祖宗 你是我爹 我求你放了我 我要是再敢招惹你们家 我不得好死 我一边吃着饼钱 一边冷笑道 我可没你这么个混蛋子 再说了 你招不招惹我们家 你都不得好死 崩溃的吴刚绝望地呐喊道 你小子究竟要钱吗 你猜 我一顿狼吞虎咽之后 便拿着水和食物 走到了吴刚身前 给他补充体力之后 我还贴心地为了他几片消炎药 不管怎么说 我至少不能让他死在这里 十分费解的吴刚 越来越惶恐不安 他看向四周的昏暗 毫无底气地威胁起来 你也要完蛋 你会长命不说 我的那些小兄弟 也不会放过李赖子 你放了我 咱们握手言和 我保证不着你麻烦 我靠在树上 望着星空南南到九岁那年 李赖子把我带到了山上 他认我当前儿子 是出于老仙的吩咐 但那天晚上 我给他磕头的时候 我看到了 他十分欣慰的模样 在那之后的很多年 我们很少见面 但我知道 他每次下山 都会隔着很远 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而这一年以来 我更清楚 他已经把我当做了亲儿子 我看了看吴刚 继续说到 李赖子这人胆子不大 可每次遇到危险的时候 他都会挡在我的身前 而你 却把他打得 连他妈都不认识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李赖子的赌不怪你 但你给他打成那个德行 是我无法去容忍的 我 我错了 我真的不敢啊 吴刚哀求到你信我一次 以后我绝对不会找你麻烦 我叹了口气 苦笑着摇了摇头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是说 李赖子之所以会赌 是因为黄皮子 在他身上用了手段 我拿起灰家和白家的供奉牌 眼神逐渐变得冷冽起来 我很清楚 李赖子从成为了 黑狐的出马弟子之后 他就已经改过自新 多年以来 他很享受 被当做正常人看待的日子 可在十字路口的那晚之后 李赖子接连破剑 第一次的话 我可以当做李赖子 是因为过年氛围的缘故 的确想要上手玩上两把 但这第二次 他一股脑地 输了支撑不起的数目 绝对不是因为他自身的原因 而是那一次 黄皮子对他使出的手段 在作祟 我能看得出来 李赖子真的很痛苦 也很自责 只是他没有办法 控制自己的所作所为 既然如此 那就从黄皮子身上 讨点利息好了 灰钩子 白九九 我毫无感情地说道 帮我找到黄皮子的踪迹吧 似乎 我要不做点什么 黄家可能觉得 我何苦已经死了 一挥一百两刀雾气 营绕在我的身前 两位大仙一言不发 很是默契地选择了沉默 怎么 帮忙找个黄皮子很困难 灰钩子深深地叹了口气 言语中有些无奈 何苦啊 你是出马弟子 虽然没有供奉黄家的堂口 但太过于针对黄家 也有点说不过去 差不多得了 要是惹火了黄家 对你而言没什么好处 白九九也附和到 灰家大哥说得不错 我们同位无先 这种事情根本没办法帮忙 你这气也出了 无非是损失点钱财 要不就算了吧 其实从一开始 我就没打算让白九九和灰钩子 帮我对付黄家 我很清楚 不管是同位无先的身份 还是出于对黄家的忌惮 他们都不会因为我的莽撞 而招惹极其忌愁的黄皮子 之所以叫他们出来拒绝我的提议 原因很简单 正是我想更清楚地表明 此事与我堂口的大仙毫无关系 不帮忙 就别那么多废话 没了你们 我就不信我抓不住黄皮子了 不耐烦地赶走两位大仙之后 我开始倒腾着背包 我拿出了一块空的供奉牌 在上面刻了一个清晰的黄字 紧接着 我将香炉摆在了供奉牌前 又准备了丰富的供品 点燃香烛之后 我跪在黄家的供奉牌前 恭恭敬敬地刻了三个头 弄好这一切之后 我靠在了吴刚身旁 耐心地等待着猎物的上钩 吴刚身体颤抖得厉害 深夜的密林还是很冷的 但除了冰冷之外 更让他头皮发麻的 是我的所作所为 到现在为止 吴刚都不清楚 我要钱什么 甚至他都无法确定 我会不会在这么一个 鸟不拉屎的地方给他弄死 何苦 我求你了 你放过我吧 我真的不敢招惹你了 你这也太吓人了吧 被捆得结结实实的吴刚 忍不住地哭了起来 那三万块钱我还你 不不不 还有李赖子那两万四 我也一分不要 你让我去医院吧 我眼睛真的看不见了 你安静点 我小声地提醒到 你要是敢惊扰到黄皮子 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黄皮子 吴刚一头雾水地问道 那玩意邪性得很 你到底要钱吗 弄死啊 不然呢 我冷笑道 这狗东西害了李赖子不说 更是没日没夜地惦记着我 反正都不可能化解矛盾 我钱骂惯着他们 吴刚崩溃道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这大半夜的你 倒是别带上我啊 那不行 我故意吓唬地说道 黄皮子要是给你咬死了 我更开心 吴刚看待我的眼神 就如同看待神经病一般 他拼了命地哀嚎 直至我的拳头砸在他的嘴上 这家伙才安静下来 所谓恶人自有恶人魔 吴刚这种败类 看似天不怕地不怕 实际上 他就是个欺软怕硬的孬种罢了 别看他平日里横行霸道惯了 但到了这真能威胁他生命的接骨眼 他比谁都怕死 噓 我对着吴刚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同时 一旁的丛林里 也传来了刷刷的声响 很快 一只黄皮子 便顺着香气跑了过来 只见他抱着烧鸡 便狼吞虎咽地啃食起来 我心中暗血 悄悄提莫提莫地拿起了弹弓 打好石头之后 我瞄准了黄皮子 闪烁着金光的眼睛 随之果断地松开了手 砰的一声 脆响过后 只见那黄皮子一边挣扎 一边呲哇乱叫个不停 我抄起胡家的供奉牌 便冲了上去 猛地砸在了黄皮子的脑袋上 几下过后 黄皮子一动不动 我抓起他的尾巴 得意洋洋地朝着吴刚走了过去 咋样 我打得准步 吴刚脸色苍白 他看着血淋里的黄鼠狼尸体 战战兢兢地点了点头准 打得真准 那是 我炫耀的指了指不远处的香火和供奉 说到黄皮子这玩意很有灵性的 我摆的供奉 是专门给黄家准备的 为此 我还磕了三个头 留下了一些应得 这小东西 很难抗拒这股诱惑 你瞧好吧 今晚会来不少黄皮子 你有病啊 吴刚绝望到我是在夸你吗 黄皮子绝你家祖坟了 你这么恨他们 我冷笑不已 若有深意的喃喃道 他们要之事 绝了我们家的祖坟的话 我也就忍了 只可惜 黄家做了太多无法容忍的事情 对于黄家的厌恶 是我刻在骨子里的执着 我很清楚 那晚十字路口的遭遇 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 目前为止 我只知道 李赖子重新赌博 是黄皮子的手段 但除此之外 李赖子自身到底有着怎样的影响 就不得而知了 可我确定 黄家的阴险 绝对不是吹嘘出来的 他们筹备如此之多 绝不是为了利用李赖子 来败货家产 那晚 肯定还发生了一些 我不知道的可怕事情 除此之外 黄家的恶 也有着不可饶恕的一面 黄家的实力不如胡家 大仙的多样性不如柳家 但论阴险狡诈来说 黄家的地位无出其右 九岁那年 我见到了父母的残魂 我从小是爷爷拉扯大的 这么多年来 我也只见过他们一次 说实话 对于父母这个字眼 我并没有太多的情感 但我清楚 他们是生我之人 没有他们 也就没有了我 父母死得很惨 那一幕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而他们的死 便是黄皮子下的手 除此之外 针对黑山一脉 索要爷爷的百年英寿 以及利用我来积攒 旺山村的蜀代英德 都是黄家的算计 就这么说吧 要不是我谋划了 千鬼拜山的变数 不管是我爷爷 还是黑山一脉 乃至我自己 都不会有好下场 在那之后 我就清楚 我和黄家之间的恩怨 绝对是不死不休 别看黄皮子 没有主动找到我的头上 但以我 对于他们的了解来看 这狗东西 即便是要弄死我 也不会轻易地 让我死掉 而是会让我付出 生不如死的代价 既然如此 那么我做起事来 哪还有顾虑这一说 只要我活着 还能喘气 那么我遇到 不顺心的事情 就让黄皮子买单好了 我愣神许久之后 又开始忙活起来 木匠活的工具 被我拿在手里 一旁的吴刚 提心吊胆地问到你 你又要牵啥 祖传手艺 我一顿悄悄打打 用钉子和木板 支撑着黄皮子的尸体 和上次一样 在我的悄悄打打下 黄皮子呈现着跪拜在地 竖着中指的模样 我将黄皮子 摆在了吴刚的身前 乐呵呵地问到咋样 是不是很艺术 吴刚的双腿不停地扑腾 已经要疯掉的嚎啕大哭起来 哥 你放了我吧 要不你弄死我也行 这么急着想死吗 我指了指黄皮子的尸体 心情愉悦地说到我都说了 李赖子去赌不怪你 要怪就怪这黄皮子 我现在让他给你赔罪 你应该开心才是 就在我摧残着 吴刚心理防线的时候 丛林里又传来了 刷刷的声响 我将一团黄纸 塞进了吴刚的嘴里 冷声威胁道别动 不然弄死你 之后 我还是和刚才一样 等黄皮子大口吃食贡品的时候 在暗中拉动着弹弓 不得不说 我这准度还是可以的 再一次轻轻松松地 弄死了个黄鼠狼 接下来的一整晚 我都在利用贡品 香火 以及我自身的应得 来算计这黄皮子 整个过程极为顺利 天亮的时候 吴刚身前已经积攒了 13个造型独特的艺术品 而且 吴刚这家伙也很安分 倒不是他有多冷静 而是因为 这混蛋 在我弄死第三只黄皮子的时候 就下昏了过去 当然 这期间也有出错的时候 我的弹弓偏差了很多次 除此之外 也有生命力顽强的黄皮子 在被我打中之后 他们仍旧能做到快速逃窜 要不然的话 我的战果会更为丰盛 清晨 我精神饱满地盯着贡品的方向 就在这时 我身后传来了一声阴冷的怒吼 和傻子 你找死 我回头看了一眼 怒气冲冲的吴刚 装傻冲愣地拿着一瓶水 走了过去你 你渴了是吧 等 等我一下 我给你喂水 我一副呆呆傻傻的模样 凑到了吴刚的身前 只见吴刚恶狠狠地凝视着我 刚想要咆哮的他 便被我猛地按住了嘴巴 我激动地看着吴刚 大笑道 打小的有什么意思 等了一宿 终于来了个有道行的黄大仙了 知道我为啥带吴刚来这里不 一来是让他常常记性 二来是为了让你这个黄大仙 有容身之所 不瞒您说 吴刚嘴里被我塞下了风俏符 你就老老实实地在里面待着吧 我抡起胡家的牌位 就朝着吴刚的身体猛砸个不停 足足砸了十几分钟 伴随着一道黄雾的消散 我才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看到这一幕 我心满意足地点了点头 终于弄死个有分量的了 这一宿 没白啊 又过了一会 吴刚虚弱地睁开了双眼 对着我嘀咕道合 合爷爷 我是不是快死了 我咋感觉我比昨天还难受呢 我盯着不远处的贡品 随口敷衍道 没事 一会我给你喂两片消炎药就好了 关于弄死黄皮子这事 其实从我殴打吴刚的时候 就已经做好了打算 好不容易弄死了个有道行的黄大仙之后 可接下来的一整个白天 都没有黄皮子 靠近我设下的陷阱 怎么就不来了呢 我坐在地上吃着面包 匪夷所思地嘀咕起来 被绑在树上的吴刚 有气无力地说到合爷爷 你弄了一地的血腥味 别说精明的黄皮子 就算是傻袍子来了 都得吓跑 您行行好 送我回家吧 我真的服了 你说得对 我猛地起身 笑到咱得换个地方 吴刚彻底崩溃 从头到尾 他完全猜不透我的脑回路 这乃是换地方的事啊 这分明是黄皮子 不会上当了好吧 说吧 我便将东西收了起来 弄好之后 我牵着绳子 带着吴刚 来到了山林的更深处 夜半 我哈欠连翩地 踹了吴刚一脚 骂骂咧咧到什么馊主意 一只黄皮子都没有 害得我真能前瞪眼 欲哭无泪的吴刚 委屈到合爷爷 这也能怪我吗 那黄皮子怕您 我更怕您啊 这事儿吧 的确和吴刚没什么关系 黄皮子之所以不来 完全是因为 我弄死黄大仙之后 他们已经知道了 森林中莫名出现的 应得供奉 绝对是我布置的陷阱 只不过 原本打算狩猎三天的我 不甘心只获得这么点瞻利品 所以呢 发泄怨气的方式 自然要落到吴刚的头上 这期间 我尝试了很多办法 可惜的是 仍旧没有一只黄皮子上当 不过话说回来 黄家的城府的确身的 难以揣测 我都如此过分了 他们都没有找我算账 这一点倒是让我破意外 要知道 这可是深山老林 我还是孤身一人以身犯险 结果损失了十几个黄皮子 加上一个有倒横大仙的情况下 他们依旧选择了容忍 足以见得 这狗东西报仇的算计 丝毫不逊色于我 再次天亮 我略显失落地带着吴刚走出了深山 安全回到望山村山脚下那一刻 我就清楚 这次的事情 黄皮子不会就这么算了 等他们找上我的时候 必然是来势汹汹的报复 吴刚 我捡起一块石头 笑呵呵地看着他 想要报仇的话 我何苦随时等着你 接下来我会放你 怎么做 你看着办 吴不不 吴刚连连摇头和爷爷 何祖宗 我吴刚发誓 我要是再敢招惹你们家 我不得好死 天打五雷轰 以后见了您 我跪下磕头叫爷 您要是懒得看见我 我保证绕道走 我冷笑道别说 这虚头巴脑的 你的保证对我来说 没有丝毫意义 我也不在乎你 怎么表现 你没给李赖子弄死 我算你做人留意些 今天我放你一马 我也没把事做绝 另外 我问你 李赖子腿瘸了 你腿没瘸 知道为啥不 吴刚战战兢兢地摇了摇头我 我不知道 因为你得跟我上杀啊 我总不能背着你吧 话音刚落 我手里的石头 便狠狠地砸在了吴刚的腿上 吴刚抱着膝盖 哀嚎个不停 我则是风轻云淡地说道 现在用不着 你走路了 这笔债也两清了 说完 我便朝着远处走去 只留下满地打滚的吴刚 痛苦地哀嚎着 站在和亲家的二层小楼前 我扯着嗓子喊道 赖子 我来接你回家了 很快 院子里便传来了脚步声 打开大门的那一刻 搀扶着李赖子的和亲 妈呀地喊了一声 李赖子也吓得不轻 只见他面如死灰的 指着门前跪拜的十几只黄皮子 惊呼道 大儿子 你疯了呀 又弄黄仙 咋样 还不错吧 我黑黑笑道只可惜 这玩意贼得很 不然我能打更多 快 快收起来 李赖子绝望无比 他崩溃的同时 也清楚地意识到 我这股针对皇家的愣景 这辈子都不会消失 回家之后 我将李赖子安顿在炕上休息 自己则是大摆供奉 上香添酒 答应两位大仙的事 不能含糊 毕竟要是没他们的帮助 我这趟也很难活着回来 可就在 我忙活了一阵子之后 我突然间察觉到 自己的情况有些不对 我头疼得厉害 浑浑噩噩的熟悉感 也席卷而来 这段时间 我累积了不少应得 因为这些积攒 我以往痴痴傻傻的状况 也好转了很多 可现在 我能清楚地感受到 我的症状正在快速地恶化 我自身的应得 也锐减了不少 看出来我有点不大对劲的李赖子 紧张地询问到 大儿子 你这是咋了 没 没啥 我言语地表达有些磕磕巴巴 我的身体也不自主地抽搐起来 应得掉了步 不少 身体不大 瘦 瘦控制 有点难受 一团灰色的雾气 趴在香火上嗅了嗅 随之苦笑道 弄死这么多黄皮子 能好的了吗 黄仙是有道行的 他们亏损的应得 肯定要从你身上找步 你这无缘无故大开杀戒 不出问题才怪了 也就亏了 你弄死的不少 都是些没成气候的黄鼠狼 要都是黄仙 你这条命都不够赔的 一顿吃食香火之后 灰钩子叹息着说道 普通人弄死了黄皮子 都少不了一顿纠缠 何况你一个吃阴间饭的出马弟子 我只能说你真的投铁 同时 这事儿造成的后果 你也得受着 好好恢复吧 解决恶鬼这桩麻烦所积攒的应得 估计也掉得七七八八了 也不知道你小子到底屠啥 往后可不能这么愣 拄着拐的李赖子 连忙将我搀扶到了炕上 可就在这时 外面突然间传来了一个声音 李叔 何苦 你们在家吗 一个男人趴在我家门口 紧张地问到吴刚 让我送来六万块钱 他说之前的事情 是他做的不对 还请你们原谅 我强称着虚弱的身体 以及为数不多的理智 走到了门口 我咬紧牙关 对着门外说道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赖子书的钱 我认 告诉吴刚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让他以后好自为之 吴刚派人来我家送钱 也在我的意料中 他来了 证明他真的怕了 我也就无需担忧 吴刚以后还敢招惹我们 如果他不来 我也做好了打算 那就是找机会 间接地害死他 当然 这事不能我亲自出手 但找个鬼魂之类的帮忙 对于出马先生的我而言 还是没问题的 至于亏损应得 我并不在乎 只不过 我现在的状态 的确糟糕到了极致 打发走那人之后 我摇摇晃晃地回到了屋内 我还没能爬到炕上 便倒在地上 昏了过去 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两天后了 我好不容易可以长时间 保持清醒的状态 又变得一塌糊涂 听李赖子说 我给吴刚打成残废这事儿 已经传遍了村子 有几乎记恨吴刚的人家 还偷偷提莫提莫地 给我送了礼品 当然 更多的村民 则是暗中窃喜 毕竟这场狗咬狗 他们看得着实热闹 接下来的十日里 我总是傻笑地不停 走路的模样 也歪歪扭扭地 不受控制 至于能保持清醒的时间 也再度变成了 可怜的两三个小时 不过 即便我浑浑噩噩的状态下 我也没忘了许诺出去的供奉 我这人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欠了堂口大仙的 一点都不会少 至于李赖子 除了身上的几处瘀青 还没消散之外 其余的也好的差不多了 反倒是那吴刚 伤得挺严重 那天 被送到医院到现在为止 还没回来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来到了金秋九月 又到了农忙的季节 这段时间里 我还是和往常一样 帮忙张罗红白喜事 解决一些冲了身 犯了些的小问题 随着应得的积攒 我也略有好转了些许 但若不是解决 类似恶鬼那种 天大麻烦的情况下 我根本没机会 获得大量的应得 皇家这段时间还算安分 又像凭空消失了一般 李赖子时常打打小麻将之类的 对此 我没有太多的牵涉 一方面是我清楚 皇家在他身上用了手段 另一方面我觉得 上了年纪的他 能有自己的消遣 也未必是件坏事 总不能天天守着我这个傻子 大门不出二门不卖吧 傍晚 我和李赖子 正在和庆家蹭饭 只听狂躁的敲门声 砰砰响起 就好像外面那人 要给铁门砸穿似的 李叔 何苦 快开门 原本还有些怒气的和庆 瞬间冷静下来 若是找他的这么敲门 他肯定会劈头盖脸的 将对方骂上一顿 可一听是找我们也俩的 和庆当即明白 这是出了大问题 开门之后 两个男人火急火燎地冲了进来 其中一个男人 是我们村的老董 另外一个看着有点眼熟 但我一时间想不起来 他是谁来着 老董 李赖子好奇地看着对方 问到被狗撵了 这么着急 甭提了 我那外甥女又出事了 老董便是之前 找我看事的那人 那个时候 还没有牵鬼拜山 能顺利地解决 还多亏了后山的鬼魂 没记错的话 因为这事 老董还气病了一阵 没想到不到一年 他又因为当初的事情 找到了我 那叫周雪的姑娘 李赖子皱眉到 我不给了护身符吗 怎么不管用 我也不知道啊 老董擦拭着汗水 急切地说到人在我家 你们先去看看吧 李赖子看了我一眼 试探性地问到大儿子 咋说 周雪 我挠了挠头 问到听 听着耳熟 他是谁啊 还有 我指了指老董身旁的男人 继续问到 他又是谁 咋 咋看起来那么犯隔硬呢 老董有些尴尬地咳嗽了两声 解释道 这位是周雪的父亲 之前的确不太会办事 小和苦别 跟他一样的 仔细地回忆了片刻 我似乎有了一些印象 我笑呵呵地看向老董 说道费力不讨好 你 你还管啊 老董知道 我是在为他出气 他也顺势表现出 些许无奈的模样 苦笑道 吵来吵去还是自家人 哪能放着不管 行 我 我去看看 我拿着胯包起身 同时说道 先说好 看事五千 成不成都要给 了 了解情况之后 我会开个整体价格 用的话 咱就去 不用救 就另请高明 有了上次那码事 周雪的父亲 俨然没有了之前那种叫嚣的态度 说来也是奇怪 这近一年的功夫 周雪只要佩戴着护身符 就好模好样 可一摘下 要磨头疼脑热 要磨出点小意外 时间久了 周雪的父亲也意识到 这护身符的重要性 既然相信了 这一次周雪身上出现的问题 他肯定不会像之前那样对待我们 只见周雪的父亲 拿出五千块的现金 恭恭敬敬地给了我小先生 之前是我不好 您多担待 还请您帮忙看看 我将钱递给了李赖子 还算满意地点了点头那行 走吧 站在老董家门前 我并没有急于进门 而是在门前朝着两边张望了片刻 老董头皮发麻地看着我的异样 好奇地问道 小何苦 你这是在看啥呢 这里 我站在大门口的中间位置 吩咐到你 你去弄一张大桌子 摆放在我所站的位置 好 老董连忙进屋 将过年过节 招待客人所用的大圆桌扛了出来 将桌子摆放在大门口之后 我对李赖子说到来得不熟 得 得好好招待一下 供奉什么我来弄 你去看看 吴刚再没在家 给他叫 叫来 啥 吴刚 几个月前吴刚 被我收拾得不轻 在医院住了小一个月之后 这家伙彻彻底安分了下来 不过 当时被揍了一顿的李赖子 对于他 还是有不小的畏惧 让你去 你就去 说我吩咐的 他 他会来的 李赖子不情不愿地去找寻吴刚 在他离开之后 我对老董说到想救人 就别嫌麻烦 别怕费钱 牛头 羊头 猪头各一个 摆放在主桌上 我又指了指院子张罗起来 院子里至少得摆上十桌 当然 越多越好 要是桌子布 不够的话 就跟别人家见 每桌鸡鱼肉不能少 按照办事的规格来 一桌一锅百米 切记 米不过水 用不着煮熟 听到我的吩咐 老董有些犯了呢 小何苦 有这个必要吗 这大碗上的弄大排艳艳 也太麻烦了 照你这么说 大厅的王大厨 都得被我叫醒 我看向院内 凝重地说到别嫌麻烦 就 就这我都不敢保人 能救回来 说着 我从背包里 拿出两条柳叶 我将其中一条柳叶 划过了老董的眼眉处 紧接着 我又拿出一双红筷子 精准地夹在了 老董的眼毛上 院内看一眼 老董一头雾水地 看向了庭院 这一看 只见他原本红润的脸色 瞬间苍白无比 不夸张地说 他一身的汗毛 全部梳了起来 我眼疾手快地 堵住了老董的嘴巴 冷静地安抚道 让你看一眼 你 你就明白了 我没有再虚张声势 按照我的吩咐做 还有点机会 明白吗 老董的脑袋 如同小鸡灼一般 他颤抖地说道 我这就去 你的吩咐保证一样不差 老董走后 我对着周雪的父亲 摆了摆手你也看一眼吧 情况 就 就是这么个情况 我收了你的钱 自然尽力解决 要是没能办好 你心里也有个数 男人不安上前 按照给老董 临时开阴眼的办法 我也让周雪的父亲 看到了院子内的场景 这一看 男人惊恐的表现 和老董丝毫不差 确切地来说 他还不如老董 这么一个大老爷们 瞬间瘫软了下来 怎 怎么会这样 我将红筷子放进了包里 平淡地问道看到了吗 看到了 周雪的父亲喘着粗气 说道有好多人 数都数不过来 没错 跟着你闺女来的 我冷静地表现令人发指 正如周雪父亲所言那样 老董家的院子里 都是没脸子 数量之多 的确查不过来 那该怎么办 我摆放着香炉 使钱之类的东西 随口说道 想办法送走呗 不然也不至于 大晚上如此折腾 能送走什么 都好说 你能看到的知识一部分 还有你看不到的 才是真正难缠的主 我 我 男人吞吞吐吐地回答道 我这不是来了吗 在我面前 别遮遮掩掩的 我冷声呵斥到 没三个月 都不能这么严重 你是看出 你闺女挺不住了 才过来的 当我真傻吗 周雪的父亲 瞬间没了底气 他懊恼地承认道 这小一年以来 我也发现 这护身符 的确有不小的作用 小雪说过 他佩戴护身符 什么事都没有 一摘下来 就浑身不自在 有几次他忘记带 药膜生病 药膜小壳小碰 总是不太顺利 三个月前 他不小心给护身符弄丢了 那时候我在外地工作 因为我父母身体的原因 我爱人也臭不开膳 再加上那段时间 小雪忙于毕业设计 我就没急着给他 取新的护身符 我以为他自己留神一些 就没问题了 起初的时候 小雪总是追问我 护身符取没取来 后来他不怎么问了 我也就没当回事 只是前几天 他导员打来电话 说 小雪要跳楼被救了回来 我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我冷哼一声 反问道处 除了你说的这些原因 是不是还觉得 当初的五千块钱不划算 甚至觉得我 我们也俩很讨厌人 我说的没错吧 男人面红耳赤 有些不知如何回答 我的问题 我拿起一张黄纸 扑在了桌子上 随口说道 上次都说了 护 护身符要是弄坏了 或者丢了 赶紧回来拿 也不跟你多要钱 你们这些人 就是死要面子 活 活受罪 现在出了事 知道球爷告奶奶了 早想什么去了 男人眼眶通红地低着头 他狠狠地给了自己一巴掌 懊恼地哽咽道 小先生 我不是东西 还请你救救我女儿 您说的没错 的确是我死要面子 小雪护身符丢了之后 其实我领他去找过一位我们当地的看事先生 那人给我们家请了保家先 还说我闺女阳气不算太弱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才没回来取护身符 我拿着毛笔 在黄纸上写写画画 随之深深地叹了口气 说到老仙之前说过 你闺女按时抓药 的确能调和阴阳 但她身上最致命的问题 并非是阴气亏损 就这么说吧 姐 给她护身符 是为了堵住她身上的缺口 这个缺口 一旦被鬼怪冲撞 就如开闸泄洪一样 赌都赌不住 她八字弱 命格养阴 这一次能不能挺过去都不好说 就在周雪父亲 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李赖子带着一个一拳一拐的男人走了过来 那人看我一眼 就低下了头 而她正是 对我万分忌惮的吴刚 从出院以后 吴刚日子过得也很苦 住院小一个月 花了她不少钱 即便如此 她还是瞎了一只眼睛 腿也落下了不小的后遗症 可能是真的被吓到了的缘故 回村之后 她不再组织赌局 四十多年没钱过正经营生的她 更没有了收入来源 来了 坐吧 吴刚拘谨地坐在我的身旁 小心翼翼地询问道哥 找我来有啥事吗 我瞥了一眼吴刚 无奈地笑道你 你四十多岁 管我叫什么哥 论辈分 我还得叫你一声书呢 也没啥事 你这人阳气重 八字印 今晚给你点任务 我将一探明币放在了桌边 随之将一块木板递给了吴刚 吩咐道 看见那探明币了吧 从桌子上掉地上一张 你就随手捡起来 扔进身旁的火盆里 明币烧成灰之后 你用木板在桌子上狠狠地敲一下 然后对着门外大喊 路朝西 莫回头 前方有桥 身后有狗 叮嘱过后 我对着周雪的父亲说道 这人喊一声 你给一百块钱 帮忙送魂这事 不是白杆的 别亏待了人家 没 没问题 一分少不了 吴刚有些紧张地看了看一探明币 不安地问道 小何苦 这活我能行吗 是啊 李赖子也凑上钱来送魂吗 我觉得我也行 你 我瞥了一眼李赖子 挖苦道 就你这小身板 再给自己搭进去 吴刚这辈子 没钱过啥好事 可以说是百无禁忌 他八字印 上次被我折腾成那样 都没断气 送魂这事 他还真没得说 说到这里 我对着吴刚微笑道 看你现在也挺可怜的 我给你纸条明路 以后十里八村 有什么红白喜事 我都带着你 遇到丧葬嫁娶 不管是启麟 还是迎亲皆亲 你好上一嗓子 的确挺管用的 等给你带出点名气 找你的人也就多了 想多赚点的话 你再多学个唢呐 俗话说 既多不压身吗 吴刚挠着脑袋 浑然不解地犯着嘀咕 我能行吗 我这辈子也没想过 我的银盛 能跟红白喜事挂上关系 我笑而不语 没有做出过多的解释 人各有命 我是百家命 注定吃阴间饭 吃百家饭 周雪的命格叫散阴命 说实话 他能活到二十多岁 已经算是个不小的奇迹了 这类人一下声 就容易沾染 脏东西 这一次 他若是挺不过来 命丧于此 也没什么好 让我感到意外的 可以说 周雪没遇到上次的事情之前 他的生活称得上是顺风顺水 而眼下 就如我之前解释的那般 一旦缺口被打开 等待着他的 则是源源不断的麻烦 至于吴刚 八字是真的硬 他这类人 不算稀有 但也不多见 事实证明 我今天的决定没错 自从打开了这条门路之后 以后只要能被吴刚 撞见的红白喜事 就少不了他的身影 我无奈地看了一眼男人 询问道 护身符没了 怎么不第一时间过来去 在老董忙前忙后的张罗下 十多桌的供奉 已经摆放在了院子里 此刻我还在弄着纸活 一刻都没有闲着 老董上前 询问道小何苦 还要做些什么吗 咱啥时候 进屋看看我外甥女 等会儿 我将叠好的纸桥 递给了李赖子 吩咐到放村口的石碑旁 我让白九九跟你过去 她会盯着那些没脸子离开 行 李赖子二话不说 拿着纸活 便朝着村口走去 紧接着 我牵了一条大黑狗 拴在了门口 同时将徽家的供奉牌 也摆在了大黑狗身旁 徽钩子 我叮嘱到 我这供奉也摆了 使钱也给了 哪个没脸子 要是不愿意走 你就跟着大黑狗 一起刺了牙 听见没 好你个何傻子 徽钩子骂骂咧咧道 敢亲你这前方有桥 身后有狗 是让我充当恶犬啊 你能不能尊重我点 好歹咱也是回家大仙 我整理着一塌 裁剪好的黄纸 说到拿阴德的时候 没见你这么多事 你要不愿意做 就叫几个老鼠过来 能吓唬住没脸子就行 说吧 我将手里的一塌黄纸 递给了老董 吩咐到 院子里的每张凳子上 都贴一道黄符 弄好之后 我就进门 一行人各有分工 几分钟后 去了一趟村口的李赖子 也折返了回来 大儿子 我能帮上啥忙不 能 我在门口的主桌 给他摆了张对准院内的椅子 又给他的手里 塞了两个巴掌大的指人 平日里我听你挺愿意唱戏的 你随便摆弄摆弄指人 坐这唱一会儿 没脸子这玩意喜欢听戏 来者都是客 哄着开心就得了 李赖子端向着手里的指人 嘀咕道 这能行吗 我这公压嗓子 可别给他们弄毛了 安心坐好 我拍了拍李赖子的肩膀 提醒道一下子 来 来了这么多没脸子 能送走是一笔不小的阴德 你借光沾上点 也是好事 李赖子瞬间明白了我的用意 都是吃阴间饭的 阴德傍身没什么坏处 从牵轨拜山之后 李赖子连大仙都请不来 能抓住这个机会 让他也得到点好处 我自然不会忽略掉他 所有事情准备完毕之后 我迈过了老董家的门槛 静止地走到了屋内 屋内的阴气很重 老董家的几个亲戚 正在照料着魂不守舍的周雪 周雪坐在炕上一动不动 她的眼睛空洞无比 脸上没有一丁点的血色 再搭配上她披头散发的模样 这长相不错的姑娘 此刻就像是个小乞丐似的 周雪的父亲留下 其他人都出去 我站在原地冷声道 胆大的去别的房间 胆小的找个地方暂住一宿 接下来没我的允许 任何人不得回到这间屋子里 老董赶忙张罗 带着家人离开了这间 鬼气森森的房子 至于他们去哪里暂住 就不是我需要关心的了 你叫什么名字 愣了两秒钟的男人 颤抖地回答道周 周坤 我将周坤的名字 写在了黄纸上 随之把黄纸 塞进了她的口袋里 你 你是周雪的父亲 我也跟你交个底 你闺女这命格 就容易沾染上脏东西 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本 从上次被断头鬼纠缠之后 她身上的缺口 就已经被打开了 给她护 护身符就是为了 抵御这些脏东西的靠近 院子里的情况 你也看到了 那些没脸子 都是跟着你闺女来的 他们瓜分了你闺女的阴气 之所以摆大牌艳艳 就是为了送走那些没脸子 他们走了 周雪被抢走的阴气 也会被还回来 我指了指物内 继续说到房子里还有一些 能送走的 我尽量送走 但你要清楚 送不走的是 最难缠的 不管咋样 我都会尽力而为 要是真用到你的时候 啥苦头你都得忍着 知道吗 后悔不已的周坤虽然害怕 但还是信誓旦旦地保证到 小先生放心 或是我闯出来的 只要能救我闺女 要了我 这条性命我都认 我拿出胡家的供奉牌 摆在了身前 随之环顾四周冷声 说到各位 马家地头 万事可谈 您等来此 出马弟子 何苦自然好生招待 今夜有酒有肉 有香火 有供奉 看了些 收了钱 咱就各走各的 犯不上跟个孩子见真杖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愿意给面子的 咱们之间也不反冲 老少爷们开心了 给咱的台阶下 咱也不会翻脸去通报教主 我拱手抱拳 对着四周 拜了拜小子没啥本领 得四家教主赏识 经过我何苦斗胆 替胡白柳灰 四家领堂招待众位 咱话料这了 事也做到了 愿意赏脸的 门外请 要是不愿走的 那咱就在这湖山下 掰扯掰扯 伴随着我的话语 一阵阴风开始席卷 在我的视线里 屋子里的一行身影 陆续离开房间 但至少还有十几二十个 似乎没有挪布的意思 我不急不躁地 拿起事先准备好的皇服 走到了窗户前 我一边贴着皇服 一边说到 凡事讲究个先礼后兵 小子先封窗 后封门 想要出去的还来得及 等门窗关好了 没能离开的 也别说咱不讲人情 粘贴皇服的速度 被我放得很慢 在这期间 又走了十几个鬼魂 等了片刻 屋子那只 剩下了四道身影 此刻我也用不着 再磨磨蹭蹭了 给面子的都走了 剩下这四个 自然是不想给我面子 封好大门之后 我看都不看那四道身影 而是站在了周雪身前 剩余的四个鬼魂 只是稍微厉害一点的没脸子 他们还没厉害到 让我重视的地步 当然 这四位可不是今晚的主角 他们只不过是 不甘心放走周雪阴气的 小角色罢了 真正难缠的是 占据着周雪身体的那几位 小先生 咋样了 我观察着周雪的状态 回答道 大多数很给面子 都去院子吃供奉了 剩 剩下的四位解决起来 也不麻烦 关键是你闺女身上 趴着的那几位 能送走的没脸子 只是拿走了周雪身上的 一些阴气 他们离开了 阴气也就 就还回来了 但是 厉害一点的抢走的是 周雪的魄 这玩意要是拿不回来 就算你闺女就回来 也是麻烦重重 轻则像我一样 吃吃傻傻 或者性情大变 严重一些的话 就是折兽 折多少 主要看七破损伤如何 又能找回来几样 当然 要是有我送不走的 那么他要的 就是周雪的性命了 到那个时候 你要谋认命 要谋另请高明 说着 我将一张黄纸 铺在了周雪的背上 同时叫来了灰钩子 灰钩子附在我的身上 扫射了一眼周雪 好家伙 阴气回来了 人还是没反应 这会儿是丢了多少 看你这架势 是要给他描鼓 嗯 我点了点头人魂还在 不然他早死了 估计 估计七破被拖入了阴宅 先描描看 看缺了几个 接下来 灰钩子开始配合我描鼓 描着描着 灰钩子便忍不住地 吐槽起来 我说和傻子 这邪乎事 咋总能被你碰到 说实在的 要是其余出马弟子 遇到这种情况 基本上 已经可以让家属 准备棺材了 这女娃子命薄 要么一辈子不犯冲 可一旦粘了脏东西 她这阴气 就会被鬼魂秀得 一清二楚 一次两次你能救回来 以后只不定 多少麻烦事呢 见我依旧 专心制止的苗谷 灰钩子有些急躁地 提醒到 这孩子来得太晚了 她虽体弱 可即便如此 能把她击破 拖入阴宅的鬼魂 最次也是个 实力不错的凶鬼 具体数量咱都不知道 你确定你能解决 不确定 我敲了敲脑袋 抽搐着说道 但我想要应得 而且越多越好 灰钩子哀声叹气 也不再劝说 因为她清楚 我纯粹是个 要钱不要命的主 我一边描鼓 一边思绪万千 俗话说 天地二魂常在外 唯有人魂住其身 只要人魂没有消散 这个人就不会死 眼下的周穴 便是这种情况 除了人魂之外 魂魄最重要的组成 便是七魄 七魄主导着 人的各种情绪 对应着不同器官 要是某个魄有所损伤 这个人的性格和身体状况 也会因此产生变化 我现在的苗鼓 就是为了检查 周穴七魄的状态 想到这里 我忽然间正住了 我突然想起了 那天李赖子 在十字路口的遭遇 从那天之后 李赖子开始是赌 难不成 她的变化 也和七魄有所关联 就在我千头万绪之时 灰钩子的声音 再度打断了我 完 灰钩子无奈到一个 魄都没在身上 跟你时间长了 真是活久见啊 我低头看向了皇旨 瞬间面色大变 灰钩子说的没错 周穴的七魄 全部被鬼魂勾走了 可以说 周穴还能活着 纯粹是 凭借着人魂 吊着一口气 也不知道该说这个女人 是倒霉还是幸运 倒霉的 是她这种情况 棘手到令人发指 幸运的是 她能活着来到这里 估计在晚上个一两天 她连最后挣扎的机会 都没有 灰钩子对我问到何傻子 还尝试不 咱可不敢保证 今晚能面对几个鬼魂 也无法确定 要面对的是什么鬼 试试看 我将皇旨收了起来 随之将目光 放在了四个眉脸子身上 灰钩子指了指四道身影 这几位 你打算怎么处理 打 我冷声道给脸不要脸的东西 留着过年不成 打 灰钩子震惊地问到你 又没五心而傍身 拿什么打 说完 灰钩子又下意识地 看了看目光空洞的周穴 把鬼叫到她身上打吗 这不大可行吧 一来这丫头经不起折腾 二来 你这么做容易惊动 她身上另几位难缠的主 咱还是把握点吧 谁告诉你 打鬼一定要五心呢 我翻找着背包 拿出了四片漆黑的指人 紧接着 我用一根 针扎破了周穴的食指 将她的几滴血 挤在了指人上面 弄好之后 我拿着沾了血的黑指人 站在了其中一个没脸子身前 只见我一边念念有词 一边将指人放在蜡烛上点燃 指人燃烧的瞬间 我面前的没脸子 便被一道黑烟所笼罩 见此情形 烧的指人扔到了地上 随着我脱下鞋子 便朝着指人猛 砸个不停 啪 啪 我抽打得很用力 伴随着我的动作 其中一个没脸子的阴气 开始急速地溃散 前前后后抽打了十几次 那赖着不走的小鬼 彻底地魂魄飞散 灰钩子惊奇地 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 不解地问道 这啥玩意 是咱马家的手段 不是 我黑黑笑道打小人 我妈叫我的 这几个鬼魂不知好歹 都是些十足的小人 我这办法没太大用 知识实际感得不错 当我给第一个没脸子 打得魂飞魄散之后 剩下的三个小鬼 便磕头作意地求饶个不停 我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 而是将剩下三个没脸子 打得魂飞魄散 该给的面子和机会 我已经给足了 不珍惜的话 也怨不得别人 真是有趣 打小人的整个过程 挥钩子 看得是嘖嘖称奇 他好奇地分析道 和傻子 依我看 你是借助了没脸子 抢走的阴气 和这姑娘自身阴气相同的原因 从而利用黑纸人盖住了小鬼 然后将其打散的 对不 对 我穿着鞋说道你 你观察得还挺仔细 小瞧谁呢 挥钩子一阵沾沾自喜 随着问道 这打小人的本领 我是头一次见 对人有用不 有用 我想了想 解释道 按理来说 打小人 打小人 就是用来对付人的 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打人身上的气语 没脸子没啥本领 又不接受 我的好意 所以打起来并不费劲 不过吧 这种歪门邪道 还是少用为好 祸害别人 自己也会受到影响 歪门邪道 挥钩子一愣 忍不住问道 你不是说 这是你妈教你的吗 我双目盯着炕上坐着的周雪 嘀咕到谁规定 我妈教的就 就不能是歪门邪道了 对 你这稀奇古怪的本领 还是少用为好 挥钩子也看向了周雪 询问道 接下来咋办 直接过音 是你疯了 还是我疯了 我拿起一张黄纸 在上面写下了周雪的名字 写好之后 我将周雪脚上的鞋子 脱了下来 压在了黄纸上 叫魂 挥钩子疑惑地嘟闹道 能行吗 试试看呗 我心里没底地 叹了口气 能叫回来多少算多少 回来一个破 咱就少面对一些危险 行 陪你试试 在挥钩子的帮助下 我一边摇晃着文王谷 一边喊着周雪的名字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屋子里的阴气 越发的浓烈 温度也开始急剧下降 能撑住吗 灰钩子咬紧牙关提醒道 你这可是从鬼魂手里抢活 他们的阴气已经散发出来了 继续叫的话 使不定会跑出来什么鬼东西 继续 我加大嗓音 大声地喊个不停 周雪 顺着声音走 越喊越气的我 忍不住骂骂咧咧起来 挺大个人总能走丢 赶紧回来 在我一嗓子的怒吼下 一股阴风席卷而来 哗啦啦地声响下 窗口的玻璃全部碎裂 老董家的房门 开开关关个不停 发出喷喷的声响 之前贴好的符纸 全部掉落不说 我自身都有些喘不上气 被强大的阴气压制得难受不已 下一秒 周雪瞪大双眼 对我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这一刻 周雪的双目中 不再是一片空洞 但我清楚 支配着他身体的 并非是他本身 而是勾了他魂魄的鬼物 是马家饭的小先生 你是在找我吗 只见周雪咯咯咯地笑了几声 随着他抬起手掌 做了几个向下拍的动作 扑通一声 我双腿发软 跪在了地上 与此同时 我额头上出现了一道黑手印 当黑手印出现的一瞬间 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某个瞬间 我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 而周围全是隐藏在黑暗中的鬼魅 灰 灰钩子 我强撑着的面 破口大骂到你这孬肿 见识不对你就跑 此刻的我还在强撑 可就在下一秒 我猛地趴在了地上 肩膀上突如其来的压力 让我彻底贪婪 我怎么也没想到 纠缠着周雪的鬼魂 竟然如此霸道 可转瞬间 我突然间意识到了不对劲之处 鬼魂在我额头上留下的黑手印 是锁命的标记 也就是说 让我难以支撑的 应该是席卷而来的引起 可刚才肩膀上突然袭来的重量 是怎么回事 这滋味 貌似有点熟悉呢 紧接着 一个不属于我的尖锐声音 出现在了我的耳旁 只见我缓缓抬头 呈现着略显金色的双木鳄 狠狠地盯着周雪 力声呵斥道 有阴宅你不带 非要出来撒野 喜欢阳宅是吧 那你就别走了 我弯着月要站起身来 整个形象像是个勾楼的老头子 在一股极为霸气的力道操控下 我干净利落地从口袋中 掏出了一孔红绳 将红绳触碰到周雪的一瞬间 只见那面容娇好的丫头 突然露出了猙獰的表情 她一边挣扎 一边试图用拳脚将我打开 啪的一声脆响 我的手掌不自主地打在了周雪的脸上 随着我怒声呵斥到脸都不要了是吧 用你的狗眼 好好看看我是谁 马家低头撒野 给你们这群狗东西能耐的 红绳将周雪捆得结结实实 这个漂亮的小姑娘 就如同一只蛆虫似的 在炕上扭来扭去 紧接着 我将一张崭性的黄纸 铺在了周雪的身上 随后 我笔走游龙地开始画幅 说实话 我从来没有过这种体验 每一笔 都好像有如神柱一样 每一个动作 都没有一丁点的拖泥带水 一道看起来很高深的符咒 被我绘制完毕 看着眼前这道黄符 我皱眉嘀咕到 这是 树柳符 等等 这不是柳家束缚鬼怪的符咒吗 你 我惊喜地笑了起来大壮姐 哎呀我去 柳大壮极其无奈 颇为郁闷地说道 和傻子 你才反应过来啊 多久了 咋还这么傻呢 真是大壮姐啊 我大笑不已 你来得真是时候 我可想死你了 我 我之前已经好转很多了 不过前些日子 我弄死了点黄皮子 所以 停停停 柳大壮哀声叹气地打断 道序就和讲故事晚点再说 先处理眼前的麻烦 红绳捆得结结实实 树柳符也压在了周雪的身上 此刻周雪虽然挣扎不已 但有柳大壮在 他再厉害也跑不出去 柳大壮盯着周雪 语气破位严肃 你通过叫魂来解决的方式没错 不过 你请了个什么玩意 灰头老鼠能有多大本领 这么久 你就没弄个胡家仙 或者别家的五仙之类的 我晃了晃脑袋请不来啊 吃来了个白酒酒 他还不如这灰钩子靠谱呢 整天除了吃吃喝喝 其他的啥也不会 吐槽过后 我指着周雪问道 他身上的这个鬼魂砸处理 能打不 柳大壮指了指胡家的供奉牌 微微摇了摇头 我倒是不想打 毕竟这女娃子身体虚弱 但按照这种情况来看 除了打也没啥好办法 打吧 这是个阴气很重的凶鬼 先打一个再说 行 我抄起供奉牌 便跳到了炕上 可我的手刚发烈 便被柳大壮的力道所阻拦 可傻子 柳大壮怒吼到我最后 提醒你一遍 打鬼用不着总盯着脑袋 人家一个如花似玉的闺女 你这一排位下去 直接潜破相了 你咋还这么愣呢 真是服了 柳大壮操控着我的手 将周雪翻了个面 他指了指周雪的屁股 郁闷到打吧 别太用力 这一晚上 这丫头估计要遭不少罪 哦 我呆头呆脑地 硬了一声 将胡家的供奉牌 狠狠地砸在了周雪的屁股上 刚砸一下 一旁的周坤 便吼了一嗓子 小先生 这是钱傻啊 周坤护女心切 眼眶通红地说道 刚才那一巴掌 就打得不轻 现在又要打 哪有这么看病的 你要打 就打我吧 打 打你没用 我抡起供奉牌 再次打了上去 你闺女命 都快没了 还差这一顿打了 放心吧 我这么打 未必能给她打死 但她的魂魄 要是叫不回来的话 肯定是死路一条 呈现着一团灰色雾气的灰钩子 无语地嘀咕道 何苦啊 你是不是对放心这两个字 有什么误解 滚一边拉去 我不满地责备到跑路你第一名 那凶鬼拍我的时候 你咋又跑得那么快 你放屁 被冤枉了的灰钩子 便捷到老子 也被拍掉了不少阴气好吧 我是被你家柳仙给挤下去的 他说的没错 柳大壮做出了解释 你成长了不少 但还没办法扛得起两位大仙 刚才回家大仙 的确是被我挤下去的 原来是这样 有错认错 我毫不犹豫地道了歉 钩子 对不起 误会你了 事情解决过后 我给你大摆供奉 灰钩子冷哼一声 不满地说道 就知道用供奉来贿赂我 没我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别走 你还能帮上忙 我指了指窗外赖子那里 有几个没脸子不大老实 你去黑狗旁刺了牙 你贪妈 灰钩子骂骂咧咧地离开了房间 心中又多了不少对我的怨气 看到这一幕 柳大壮忍不住地笑了两声 随之罕见地 对我夸赞了几句 考虑得很周全 这女娃子招了这么多鬼魂 你还挺聪明的 知道先送走一些 从而稳固住她身上的阴气 还不错 分别数月 你成长了不少 这次负在你身上 我明显察觉到 你壮事了不少 因为你的成长 我也能多发挥出一点作用 吃不过吧 你愣头愣脑这一点咋 不见改善呢 年纪轻轻的大小伙子 可不能这样 我停下了手里打杂的动作 挠头问道大壮姐 我没觉得自己壮实 你被我请到身上 我还是觉得很累 这种压力 太难受了 柳大壮拍了拍我的肩膀 意味伸长到 好好走你的路吧 啥时候彻底能将我扛起来 你也差不多能独当一面 伴随着阴气的消散 周雪再度平静地趴在了炕上 我将胡佳 供奉牌放到了一旁 若有所思地问道解决了一个 具体 有 有多少个我看不出来 接下来要过阴吗 继续叫魂 柳大壮果断地说道 能不过阴 就尽量别选择过阴 鬼知道阴宅里 到底趴着多少个鬼魂 刚才你和黑钩子 叫魂叫得不彻底 现在我来了 咱俩再试试看 周坤心惊肉跳地 看着伤痕累累的女儿 心疼地说道 小先生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需要我的话 您尽管说 暂时不需要 你别打搅我就可以了 我铺好黄纸 死死地握着朱砂笔 柳大壮也不含糊 将周雪的名字和生辰八字 重重地写在了上面 你握住绳子别撒手 咱叫来一个打一个 要是顺利的话 这闺女还有得救 咱也省得跑一趟阴宅 嗯 我知道 我死死地抓住红绳的一头 随之继续呼唤着周雪的名字 这一次 招魂的速度很快 每两分钟 阴气便再度席卷而来 还是凶鬼 打吧 好嘞 我抡起胡家供奉牌 猛地打在周雪的屁股上 柳大壮乐一声 打拒到你小子真是不客气啊 当初打理赖子打得那么狠 我以为你俩有矛盾呢 现在看来 你这傻娃子 真是一视同仁 我 我打的是鬼 又不是他 我木讷地嘟囔到 要是好模好样的人 我都 都懒得搭理 行吧 你这脑回路我真是理解不上去 柳大壮调侃到 这么俊俏的姑娘 却落了这么个身子骨 这次即便是挺过去了 以后也是个麻烦 但凡一个不小心 就会招惹上当东西 还别说 这女娃子 倒是能替你累积不少阴德 也算是细水长流了 开什么玩笑 我不停地摇晃着脑袋 每次见她都没好事 还想让我总 总帮着她不成 最后一次 要是就回来了 再给个护身符 之后还出意外的话 哎 哪去哪去 别来找我就行 柳大壮不解地问道 送上门的阴德都不要吗 不要 我一边打 一边说道 咱的办法治标不治本 她这命狗管不了 我总不能她一有事 就不钱别的了吧 那倒也是 柳大壮叹了口气 嘀咕道 应得虽好 但她不是一个出马先生 能照顾到的 一旁的周坤 听见我自言自语之后 小心翼翼地凑到了我的跟前 小先生 我家里条件还算不错 以后要是有问题的话 您多帮衬 压箱前绝对少不了 我没有回话 而是思考着 某种似乎可行的尝试 就在这时 柳大壮的声音 打断了我的思绪 凶鬼打没半天了 赶紧叫魂 之后的时间里 我和柳大壮 重复着叫魂和打鬼的操作 一直忙到凌晨一点的时候 我们已经叫不出来 任何一个鬼魂了 何苦 苗谷 柳大壮吩咐到 看看七魄回来多少 咱心里也有个数 第二次描鼓之后 我紧皱眉头地盯着黄指 我想 柳大壮 应该也有着和我相同的表情吧 为啥一个都没有 这正常吗 我不解地问道 前前后后打了六个凶鬼 结果一个魄 都没找回来 这啥情况 鹰宅有厉害的家伙 柳大壮分析到 通过叫魂能揪出来的鬼魂 都已经被打得魂飞魄散了 而现在 周雪的七魄都不在身上 这就表明着 他的魂魄 被困在鹰宅无法离开 看样子 咱俩还得走上一趟 这一次 我没有之前那么莽撞 而是深思熟虑起来 我将随身的背包翻了个遍 谨慎地问道大壮姐 过鹰倒是可以 但进入鹰宅之后 我的魂魄 实在是没什么太大的作用 之前我对付恶鬼 做了充足的准备 可现在 我连鹰宅里面是什么鬼都不清楚 你有办法得知 里面是啥情况吗 没办法 柳大壮说到 只有进去才清楚 不过 你也不用太担心 你要是自己过鹰肯定危险 但跟我一同进去 其实和外界没什么区别 没区别 我不相信的 晃了晃脑袋 怎么可能没区别 我这魂魄魄的跟纸似的 在里面连个符咒都用不了 随随便别遇到个鬼魂 都能玩死我 柳大壮冷笑一声 不屑地说道 傻娃子 别小瞧了咱们马家仙 咱仙是以魂魄的方式存在 鬼魂也是如此 硬碰硬的话 碎的是谁还真说不定 你也别磨磨蹭蹭 去叫李赖子过来 咱俩准备过音 我自然也不会留有顾虑 来到老董家的大门口 只见李赖子 正悠闲地和吴刚聊着天 院子里 已经没有了鬼魂的身影 看样子 送走没脸子的过程 还是很顺利的 都送走了 见我出来 李赖子轻松地说道很顺利 你那头也完事了 还早着呢 我略显疲倦地打了个哈欠 大壮姐回来了 我俩要过音 你帮忙守着点 柳大壮回来了 李赖子同样颇为激动 在这麻烦的接骨眼 柳大壮的归来 对于我们来说 无疑是一针强心剂 吴刚拿着老董给的一万多块钱 有些拒谨地问道 我可以回去了吗 回去休息吧 我摆了摆手 吃走了吴刚和老董 回到屋内 柳大壮直接吩咐起来 赖子 接下来 我带着何苦过音 这枚铃铛响起的时候 用筷子夹住他的手指 喊三声何苦的名字 他便会苏醒 我将一枚铃铛 绑在了红绳上 随之躺在了炕上 灰家和白家的两位大仙留在这里 其余东西靠近就行 放心 李赖子拿出柳条 信誓旦旦地保证到有我在 没问题 躺在看上的我闭上了眼睛 随着我神调的声音越来越低 我也沉睡了过去 再次睁眼的时候 我已经来到了阴宅 大壮姐 我对着昏暗的四周 问到你在吗 还在你身上 柳大壮的声音 让我松了口气 因为感觉不到肩膀上沉甸甸的压力 让我误以为 柳大壮并没有跟我在一起 仔细地感受了一番 我惊奇地发现 柳大壮还是处于被我请上身的状态 他并没有因为进入阴宅 而脱离我的魂魄 要知道 上一次我和灰钩子进入阴宅 他是以单独的方式存在 而那被我看在眼里的硕鼠 便是灰钩子的浑身 大壮姐 在阴宅你也能附身吗 我不解地问道 为啥灰钩子做不到 实力差距 柳大壮拍了拍我的肩膀 朝着身前走 远处的三间房 便是阴宅所在 我朝着远处看了看 在我的视线里 除了黑暗还是黑暗 根本没有他所说的三间房 我很听话地向前走去 走了一段时间 我的好奇心忽然间提了起来 大壮姐 这里是阴宅 你也有浑身的对吧 以我对柳大壮的了解来看 他这种程度的大仙 极有可能已经化作了人形 就算无法表现出人的样子 至少也是一条威风凛凛的大蛇 柳大壮笑着说 道你回头看看不就知道了 我激动地侧过了脑袋 可在我的视线里 我只看到了一团青绿色的气物 笼罩在我的魂魄上 除此之外 别说是让我期待的面旁 就算是类似灰钩子的浑身 都没有出现 我一头雾水地问到咋 还是一团雾气 柳大壮调侃到 该看见的时候 自然就看见了 好好提升自己 你这双眼睛 看不透的东西多着呢 人总是有好奇心的 没能看到柳大壮具体的模样 让我有些失落 但我清楚 之所以看不到 还是因为我 实力不足的缘故 而吃阴间饭的 想要提升自己 阴德无疑是重中之重 走了许久 我渐渐放缓了脚步 阴气的冰冷和灵力 蚕食着我的魂魄 同时 三座鬼气森森的房屋 也出现在了我的视线当中 三间房屋依次排开 每一间都被浓郁的阴气所笼罩 我近距离观察着房屋 饶氏好奇地打量着 上面精致的做工和雕饰 可以说 这房子古香古色 放到现在 绝对是极具价值的保护建筑 这房子少说百十来年 里面的鬼魂不容小觑 柳大壮指了指 左手边整体来看 这间房子的阴气最弱 进去看看吧 好 我很是轻易地推开了房门 毫无顾虑地走了进去 屋子里很难活 完全没有外界那种 阴冷的鬼气森森 鼠盏油灯照亮了整个房间 房间内的装饰普普通通 除了一些年代久远的摆设之外 这里更像是充斥着 生活气息的正常人家 我将目光放在了正前方 除了我和柳大壮之外 这间屋子还有四个人 四人分别是两男两女 在我进来之后 有三人都看向了我 唯独一个年轻姑娘 双目空洞茫然 而她便是我苦苦找寻的周雪 我没有第一时间靠近周雪 而是仔细地观察着其余三人 其中一男一女年纪相旁 看起来三十出头的他们 靠得很近 从表面上来看 这两人应该认识 另外的一个男人年长一些 他颓然地靠在墙上 整体的表现跟活不起了似的 又来了个倒霉蛋 靠在墙上的男人笑了笑 随之嘟囔道 找个地方带着吧 来了就别想着走了 她是第一个开口之人 听她的话语 这人好像知道这是哪里似的 我看向那人 问到这是呢 你又是谁 我哪知道这是什么鬼地方 男人的情绪突然暴怒 她嘶吼着咆哮到我知 想过正常的生活 偏偏什么事情都和我作对 只见男人用力地抓着自己的面庞 在她的动作下 些许的阴气从她身上散落了下来 很普通的魂魄 我仔细地观察着男人身上的阴气 做出了相应的判断 大壮姐 有点不对劲啊 她真的是鬼魂吗 我第一反应描述男人的时候 用的是魂魄这两个字 人活着和人死了 有很大的区别 这也是魂魄和鬼魂的区别 要知道 我是以过阴的方式 让魂魄来到了阴宅 所以 我的表现形式 是纯粹的魂魄 而我眼前的私人也是如此 他们并没有死 但魂魄 却在阴宅当中 周学我倒是能理解 她人魂未散 还有一口气儿掉着 那其余几人是什么情况 他们也是过阴 的确是魂魄 并非鬼魂 柳大壮停顿了片刻 随之补充到 确切地来说 应该是单独的魄 具体是哪种 我暂时看不出来 观察一会儿再说 与此同时 另一个男人和我打起了招呼 兄弟 我叫王云 叫王云的男人笑呵呵地 对我问道你 看起来和我们不同 请问 你是来救我们的吗 顺着王云的目光 我察觉到她 之所以说我与众不同 是因为柳大壮 在我身上的存在方式 所表现出的雾气 我思绪片刻后 点了点头 说到我的确是来帮忙的 不过 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 这是呢 我当然知道 这是阴宅 但我想听听 他们对于这里的理解 不清楚 王云摇了摇头 不知道因为啥就来到了这里 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想着出去 可不管用什么方法 我们都离不开这个房间 离不开 怎么可能 我转身指向了房门处 可当我看清所指的方向之后 那里哪还有进来时的房门 整个房间彻底被封闭 没有一扇门窗存在 我的记性不错 不至于连最起码的方向感 都没有 在原本房门的位置 题目锁了一会之后 我便意识到 这间屋子的确被封闭了 有点意思 我有些惊讶地说到好端端的门 真的不见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 从踏入这里的一瞬间开始 我就着了道了 应该是 柳大壮语气凝重地说道别说是你 我也没反应过来 那扇门是怎么消失不见的 甚至我连一丝丝的阴气流动都没能察觉 这表明着 不仅仅你受到了影响 就连我这个柳家大仙 也没能幸免 听到这话 我更为谨慎了不少 前后几分钟的时间里 我和柳大壮便着了鬼魂的道 足以说明 这里面的东西非同寻常 兄弟 你是出马弟子吧 王云欢喜地说道 我以前去看过事 帮助我的先生 也喜欢自言自语 我点了点头 继续问道 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不清楚啊 王云郁闷到好好地待在家里 突然间就来到了这个鬼地方 我 还没等王云说完 一旁的女人便怒吼起来 你那是好好在家待着吗 天天不务正业 就知道跟那几个狐朋狗友私混 每天就知道吃吃喝喝 你还有没有一点上尽心 听到女人的责怪 王云也不甘示弱地反驳起来 你好意思说我 你看看 你像是什么样子 我朋友怎么了 谁要是发迹了不得 帮衬一下咱们 可你倒好 当着我哥们的面仙桌子 你给我留一点面子了吗 你跟着那帮臭婆娘 打牌逛街的时候 怎么不说 我看就是给你惯的 两人越说越火 越吵越凶 很快 两个魂魄竟然打了起来 他们身上的阴气 也如同鸡毛一样开始散落 靠在墙上的男人 阴阳怪气地笑道看吧 说不上两句话就打起来了 要我说结什么魂 简直是闲得找罪受 我还真要感谢感谢 那些拒绝我的女人 他们真的是饶了我一命 喂 愤怒的我呵斥到 想不想离开这里 什么功夫了 还打来打去 何况你们还是一起 过日子的两口子 两口子个屁 王云催了一声回去 就离婚 疯婆娘 女人也不甘示弱 道离就离 谁怕你 没用的废物 闭嘴 心烦意乱的 我再次打断了二人的争吵 随之追问道 也就是说 你们两个在家里吵架 然后就来到了这里 对吗 对 王云一脸不耐烦地说道 要不是 她没事找事 我能受这罪吗 女人反驳到你放屁 要不是你 天天跟那群扫把心思混 我能跟着你一起倒霉吗 有些忍受不了的我 走到了二人身前 语气冰冷地威胁道 如果我没发问的话 你们最好 把嘴闭上 谁要是影响我 我先给她打得魂飞魄散 夫妻二人相互瞥了一眼 还算是乖巧地闭上了嘴 安静下来之后 我松了口气 看样子 我这出马先生的魂魄 对于寻常之人来说 还是有些威慑里的 我又把目光放在了 墙角男人身上 冷声道 我问什么你说什么 你叫什么 怎么来到这里的 我叫张伟 那人垂着脑袋 幽怨道 来到这里之前 我被工厂辞退了 我走在大街上 咒骂着 那让我失业的混蛋上司 结果不知为啥就走到了这里 我回味着三人说的话 分析道也就是说 你们三个 都是在莫名的情况下 来到了这里 思绪片刻 我走到了周雪身前 用手拍了拍她的脸颊 喂 能看到我吗 能听见我说话吗 周雪浑浑噩噩地看了看我 轻微地点了点头 你难道我是不是见过你 没错 我之前就过你一次 我有些焦躁地说道 每次都是你忍麻烦 那么大哥护身符还能弄丢 真不知道你这脑袋 钱妈用的 你凭什么说我 周雪不约地反驳 道我没记错的话 上次我二叔追你 你故意将我绊倒的是不是 你当时丢下我 险些给我害死 你还要脸不要 不知不觉中 我也上当上线起来 此刻的我 似乎忘了自己 来到这里的原因 上次要不是我救了你 你还有命在这里跟我说话吗 看你这德行 早知道就不管你了 何苦 就在这时 刘大壮对我呵斥到别忘了 你出马弟子的身份 你来这里是救人的 能不能把你愣头青那一面收敛收敛 面对着刘大壮的斥责 我既然反驳起来 我说错了吗 这就是个扫把心 我好心好意来帮忙 结果他却数落起了我的不适 刘大壮也不甘示弱 毫不客气地回怼着我的辩解 接下来 场面乱作一团 夫妻二人的魂魄相互指责 张伟也是咒骂着所有人 抱怨着他能想到的一切 在争吵中 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发现 这个房间里的阴气越来越重 已经彻底地笼罩住了我们 猛然间 我直觉的后背一凉 敏锐的直觉 让我意识到了危险 同时也让我清醒了不少 等等 在我大喊一嗓子之后 屋子里的温度恢复了正常 抱怨 我们一直在抱怨 我匆忙地对着柳大壮说道 大壮姐 你刚才说 这里的人的确不是鬼魂对吧 柳大壮也冷静了下来 他的语气略显担忧地说道 没错 应该是单独的魄 那就对了 我指着浑浑噩噩的周雪 他丢了七魄 这个房间中 肯定存在至少一种 七魄中 非毒魄主导着悲 而我们都在悲观地抱怨着彼此 所以说 这个阴宅当中的鬼魂 很擅长利用非毒魄 来影响我们的情绪 即便是你都无法摆脱 而迷惑他人 更是鬼魂最擅长的本领 柳大壮瞬间明白了我的意思 同时 他也说出了对应的鬼魂种类 抱怨鬼 竟然是这东西在作祟 抱怨鬼 厉鬼中极为难缠的一种 它的难缠并非 是作为鬼魂的强大 而是它害人的方式 是否能定义为 厉鬼取绝于鬼魂附身的本领 而抱怨鬼的附身方式 与其余鬼物有所不同 柳大壮扫视着屋内的己人 说道 除了周雪天生招鬼的命格之外 其余三个 都是因为抱怨 从而被拖入了阴宅 的确符合抱怨鬼挑选目标的方式 关键就连我也在不知不觉中 受到了影响 似乎 也只有这种单独 针对某个魄的鬼魂 能够轻易地做到这一点 我点了点头 继续补充到 一旦目标的非毒魄 被抱怨鬼纠缠 他们的情绪 就会越发地悲观 消极 在不停的抱怨中 非毒魄会越发地脆弱 久而久之 抱怨鬼也算是得手了 从而吞噬掉被害者的整个魂魄 更诡异的是 这鬼东西的附身方式 绝大部分的厉鬼 会附身整个人生或者魂魄 但这抱怨鬼 却可以藏匿于单独的非毒魄当中 这也就导致了 想要抓到他极为困难 更不容易捕捉到他的气息 听到我的解释 柳大壮犯起了嘀咕不对啊 虽说我们经历的种种表现 的确像是遇到了抱怨鬼 可那玩意说到底就是个厉鬼罢了 可这阴宅是怎么回事 很明显这里的阴宅并不属于望山村 而抱怨鬼通常是利用人的负面情绪进行加害 可眼下的情况明明意味着 他能利用阴宅 这绝不是一个厉鬼能做到的 我看向原本房门的方向 游行冲冲倒只有一个可能 这阴宅不属于抱怨鬼 柳大壮瞬间惊醒 他作为大仙 岂会不知道我的意思 三间房屋的其中一间 有恶鬼作祟 没错 我揉了揉太阳穴 叹了口气 先别管这些 找到抱怨鬼再说 至少 这房间里有周雪的飞毒破 说完 我下意识地将目光放在了王云的身上 这家伙还在喋喋不休个没完 关键是 我刚来这里的时候 也是他率先跟我搭上了话茬 大壮姐 你在阳宅的时候 说过阴也能用符咒的 对吧 对 柳大壮询问道 你需要什么符 我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在手掌上比划了几下 柳大壮心领神会地说道行 马上给你送过来 下一秒 我只觉得自己的魂魄 好像变轻了不少 除此之外 我没有感觉到其余的异常 但我不知道的是 躺在阳宅炕上的 我猛地坐起身来 我将黄纸铺在身前 拿起毛笔 闭着眼睛 在上面写写画画 一气呵成之后 我用蜡烛将皇甫点燃 直至化作一团飞灰 李赖则看得是心惊肉跳 不过他没有打搅我 因为他清楚 我的所有异常反应 肯定是在阴宅里面的 所作所为导致 很快 一张符咒 便出现在了我的手里 我拿着皇符 走到了王云身前 狠狠地盯着这个男人 从我进来开始 你就废话连骗 更是挑唆着抱怨的氛围 我拿着皇符 咄咄逼人道 抱怨鬼肯定 在你身上 为了大家 只能委屈你了 你 你要什么 王云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 他紧张地看着我离我远点 滚开啊 给老子闭嘴 我摆弄着符咒 威胁到你骗得了别人 骗不了我 我这符咒打在你的身上 我保证 你和那该死的鬼怪一同消失 说完 我便做出了抬手的动作 而王云也是本能地抱住了脑袋 蜷缩地蹲了下来 就在符咒 要触碰到他身上的瞬间 我停下了动作 继而将目光放在了他媳妇身上 不对 王云固然讨厌 但你一直刺激着他的情绪 依我看 抱怨鬼更可能在你身上 女人吓了一跳 连连否认 你有病啊 这里哪有鬼 你到底要钱吗 钱吗 我冷笑着抬起手掌 当然是弄死你 要不然我们怎么出去 说吧 我再次抬起手掌 朝着眼前的女人拍了过去 对方吓得不轻 身上的阴气都散落了不少 和之前对付王云的时候一样 我还是在打到他的前一刻 停下了动作 万一你也不是呢 我转过身去 将阴冷的目光 落在了张伟的魂魄上 你更可疑 我骂骂咧咧道 整天不知反思自己 就知道怨天尤人 那抱怨鬼一定在你身上 一个剑步 我冲上前去 张伟不停地挥手 大喊道 离我远点 你这怪物 烦死了 能不能安静点 我看着手里的符咒 哀声叹气道符咒只有一张 万一打错了呢 嘀咕一嘴后 我瞥了一眼身后的气物 问道大壮姐 那该死的抱怨鬼也能影响你 他该不会在你身上吧 我的一袭举动 弄得人人自危 即便是给我带来符咒的柳大壮 也不知道我要钱吗 直至我将目光放在了周雪身上 整个人也变得猙獰了不少 扫把星 我愤怒地埋怨到要不是你 我能这么倒霉 煞时间 我的手掌猛地挥舞了出去 这一次 我脑海中没有迟疑的想法 某个瞬间 我是真的想打死他就这么算了 看我没能停下动作 柳大壮 呵斥到你确定吗 别胡闹 柳大壮的声音 让我清醒了不少 清醒的请客间 我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 而是将巴掌打向了自己 大壮姐 回扬宅 我大吼一声 随之将符咒塞进了自己的嘴里 洋宅中的李赖子 正哈欠连篇 突然间响起的铃铛 让她打起了万分精神 李赖子不敢迟疑 她将筷子夹在了我的手指上 接连呼喊了三次我的名字 炕上的我 猛地睁开了眼睛 清醒之后 我抄起胡家的供奉牌 毫不留情地砸在了我的脑袋上 喷喷喷的声音不绝于耳 很快 我的额头便流淌出了心红的鲜血 大儿子 住手啊 我用眼神制止住了李赖子 想要上前帮忙的动作 打了片刻之后 我拿起黄纸 将脸贴在了上面 猛地吐出了一口阴气 狗东显 抓住你了吧 柳大壮看上黄纸上的漆黑 惊喜地说道 臭小子 还真被你逮住他了 你怎么办到的 骗呗 我擦了擦额头上的血解 笑呵呵到他又不知道我手里是什么符 在我一个个的威胁下 抱怨鬼肯定会不停地更换目标 这玩意隐藏气息的本领 的确厉害 但他在谁身上 谁的情绪肯定会发生改变 我也不知道 他具体在哪里 只能尽可能地 把他逼迫到我的身上 我知道自己是来救人的 倘若我真的下了狠手 想要弄死谁 那就意味着 他绝对藏匿在了 我的非毒魄中 如此一来 风俏福不就能困住他了吗 柳大壮恍然大悟 夸赞到臭小子 我就说你为啥 在手上写需要风俏福 感情那时候 你就已经想好了办法 那当然 被夸赞的我也得意洋洋地炫耀起来 我说的话 抱怨鬼 肯定能听得一清二楚 所以 只能用这种办法 你也真是胆大 柳大壮有些后怕地说道 你要是失去了理智 不就前功尽弃了 我摇了摇头 也不能说前功尽弃 但肯定会更难找到他 风俏福不会害死任何一个魂魄 而且我再赌 赌一旦我情绪失控 大壮姐肯定会提醒我 正如我猜测的那样 就在我要打下去的时候 你的确喊了我一嗓子 也是那一嗓子 抓住了最佳的时机 不错 粗中有戏 不过呢 你能不能别对自己也下手那么狠 柳大壮又气又笑地指了指黄斧打吧 只要抱怨鬼魂飞魄散 被关注的几个非毒魄 就能离开了 不急 我拿起黄纸 走到了李赖子身前 赖子 委屈一下 不等李赖子开口 我就把黄纸铺在了他的脸上 挣扎几下之后 李赖子的身体开始发抖 声音也变化了不少 你 你要牵什么 我手掌死死地按着黄纸 冷声问道我问你 除了刚才的那间房之外 其余的两间房 是什么东西 在作祟 我不知道啊 李赖子身上的抱怨鬼慌张地说道 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抱怨鬼 连阴宅都无法拥有 起初的时候 我是追着那姑娘的阴气来的 结果在抢走了她的非毒魄之后 我就莫名其妙地来到了那个房间 因为外界的阴气很可怕 索性我就留了下来 具体的 我真不知道 我冷笑一声 顺手抬起了胡家的供奉牌 抱怨鬼 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厉鬼 能利用情绪害人的鬼魂 可不多见 既然你不想说 恐怕你要吃点苦头了 感受过挨打滋味的抱怨鬼 绝望地求饶起来 先生 我真没骗你 那外界的阴气太可怕了 我根本不敢出去 抱怨鬼喋喋不休地解释到 起初的时候 阴宅徘徊着不少凶鬼 后来那女娃子 应该是被叫了活 离开了不少 我能躲在非毒魄里 所以没能被叫走 至于那两间房里面到底有什么 我真的不清楚 你应该清楚 跟幻化阴宅的绝对是恶鬼 那玩意 我哪敢招惹啊 鬼魂这玩意 撒野的时候有多嚣张 被抓住之后就有多狼狈 看他这副德行 估计真是什么都不知道 行吧 念你乖巧 我放你一马 以后你要是胆敢害人 别说我打得你魂飞魄散 多谢 多谢先生 抱怨鬼狠听话地 附着在了黄纸上 吐出一大口阴气的李赖子 前呕个不停 而我则是用蜡烛点燃了黄纸 将那抱怨鬼所剩不多的阴气 全部焚烧殆尽 看到这一幕 柳大壮笑着说道 小何苦 我还以为你真要放了他呢 我傻呀 这害人的厉鬼哪能放了 我看了看漂浮的指挥 冷笑到我之所以骗他 是因为我担心 他折腾李赖子 你 你个龟儿子 李赖子气喘吁吁地骂道 这就不算折腾了吗 我给李赖子倒了杯水 自己也做着短暂的休息 平稳了呼吸之后的李赖子 惊讶地问了起来 大儿子 刚才那个是厉鬼 也不咋样啊 你们前前后后半个小时就解决了 依我看 这姑娘还有的救 还没等我开口 柳大壮便阴阳怪气起来 抱怨鬼可不是好解决的 要不是何苦聪明 就算是我也没办法发现他 别看那小东西 只会引导他人的情绪 可时间久了 这玩意是真的能害死人 所以说 人嘛 不管啥时候都放宽心 别给那些鬼东西可乘之机 李赖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不再小乔刚才被打散的抱怨鬼 不过柳大壮的提醒 的确很有意义 人有七情六欲 也有自己的情绪 所谓自律 也许指的 便是能控制好自己各种各样的情绪 人活一遭 有几个能够百岁的 学会与自己妥协 未必是件坏事 小先生 周坤不安地询问到我闺女怎么样了 是不是已经解决了 七破回来一破 差的还多着呢 我略显疲倦地说道 听天由命吧 周坤老泪纵横地哀求起来 可下一秒 柳大壮的话 再度给他浇了盆冷水 求业告奶奶 一点用都没有 殷宅还剩下两间房 说实话 我们已经不想管了 恶鬼那东西 可不是拼命 能够解决的 啥 恶鬼 李赖子慌慌张张地惊呼道 大儿子 你可不能犯糊涂啊 咱把钱退了 都别拿自己性命开玩笑 嗯 知道了 我活动了几下筋骨 随之又躺在了炕上 赖子 铃铛响了记得叫我 李赖子嘴角抽搐着上前 从哪个角度看 我似乎也没有表现出 所谓知道了的样子 很快 我再度沉睡过去 等我睁开眼的时候 三间老宅 依旧鬼气森森地 注立在我的身前 大壮姐 我指着正中央的主宅 建议到 要不然直接去 阴气最重的这间吧 能钱过恶鬼救钱 钱不过咱就撤 咋样 至于那周雪 是死是活 就看他运气好了 不咋样 柳大壮敲了下 我的脑袋 解释到人丢魂 这事并不罕见 知识丢多丢少的区别不同 刚才找回了周雪的非毒魄 若是再能找回一个 这丫头的魂魄 也会稳固一些 有了两个魄 咱可以再尝试一下叫魂 就算和那恶鬼交谈不了 咱也能了解一下 他的气息不适 我挠了挠头也对 那就右手边吧 我刚走出两步 柳大壮便唉声叹气地 问了一嘴 看你这架势 是铁了心要面对恶鬼了 小何苦 我可提醒你 虽说我有点倒横 但你请我上身的根基不稳 若是那恶鬼太凶 我极有可能 都无法带在你身上 要是我走了 这阴宅 可不是你能随意出入的了 这里的危险程度 你得自己掂量 我手掌按在房门上 笑着回答道 恶鬼应得多 我想试试 上次要不是我 弄死了几个黄皮子 我也不至于 又变得疯疯傻傻 好不容易遇到个恶鬼 不见一面 简直太遗憾了 真要是成了 我还去捡黄皮子 听了我的话 柳大壮是一个头两个大 见过这么多出马弟子 和黄皮子死磕到底的 我还是头一号 吱压一声 房门被我推开 屋子里一片昏暗 黑得让我看不清楚任何东西 时不时 周围还会传来 嘀嘀哒哒的声响 并且伴随着 浓重的血腥味 大壮姐 为啥我看不见任何东西 我费解地问到 我是以魂魄的方式 存在于阴宅 眼睛应该不受 光线的影响 才是 这不是光线的问题 而是死气 我脱口 出到尸体上的死气吗 什么东西 会有这么重的死气 不清楚 你等我一下 我去弄一道安施符 阳宅炕上的 我再次坐了起来 柳大壮控 治着我的身体 飞速地挥治着浮重 可就在 我逼走游龙之际 吃尽外界的我 手臂上赫然出现了一道血痕 李赖子眼尖 第一时间 察觉到了不对劲之处 他指着我的手臂 惊呼到 何苦受伤了 而且 伤口恶化得很快 仅仅是一眨眼的功夫 血痕就变得漆黑无比 同时 我的皮肉上 也散发出些许的臭气 我加快地手中的动作 只听柳大壮吩咐到赖子 检查何苦的状态 他的伤口是死气造成的 你抓把香灰撒在他的伤口处 李赖子拿起香炉 颤抖地抓了一把香灰 涂抹在了我的手臂上 可下一秒 我的衬衣被撕出了一道口子 同时一道血痕 也出现在了我的月胸口处 阴宅中 我的手中多出了一道符咒 柳大壮念念有词 伴随着一道火光的出现 遮挡住我视线的死气 快速地消散 此刻的我略显狼狈 我的魂魄上出现了两道伤痕 伤痕的位置 正是对应着羊宅身体的手臂和月胸口 我喘息着看向周围 看到了这间房子的可怕一面 屋子里挂满了尸体 那些尸体虽然是阴气凝聚而成 但上面漂浮的死气 让他们更像是一些惨死之人 垂落悬挂的尸体摇摇晃晃 滴滴答答的声音 正是鲜血滴落在的面所发出的声音 怎么回事 你怎么受伤了 我不知道 完全看不清 我忍着疼痛 说到我知觉得有什么东西靠近我 可还没等我做出反应 就受伤了 大壮姐 这里是什么鬼 我想了半天 也不明白是什么东西 能够利用死气 伤害到我的魂魄 未必是真正意义上的鬼魂 柳大壮看向挂满整个房间的尸体 也有些不安地说道 这里也有着一股让我厌烦的气息存在 又来了 被接连伤到两次的 我已经变得敏锐了不少 当房间内气息有所变化的刹那间 我便知道 那鬼东西再次对我展开了攻击 柳大壮身上的雾气将我笼罩起来 我猛地回头 只见一具尸体露出了锋利的爪子 那不满死气的爪子 静止地抓向了我的面旁 喵的一声 爪子以一种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 在我眼前划过 若不是柳大壮的气息在保护着我 这一次 恐怕真的要破了像了 我抬头看向那具尸体 只见那人浑身黑毛 它的面孔更是呈现着半人半猫的模样 看起来无比的诡异 除此之外 那锋利的爪子更是令人胆寒 之前我魂魄出现的两道伤痕 便是那爪子留下来的 凶猫 果然是这鬼东西 怪不得它的气息 让我如此的厌恶 我惊讶地看向那张半人半猫的脸颊 问道 这是黑猫的魂魄 也太厉害了吧 的确很厉害 这种程度的凶猫 害死了不少人 你不是对手 快走 虽不甘心 但柳大壮已经摇晃了铃铛 就在某具尸体 再度对我发起攻击的瞬间 我已经从羊宅醒了过来 好疼 我口中发出嘶的一声 下意识地想要出提莫伤口 李赖子连忙按住了我的手 提醒到 大儿子 你受伤了 别碰 此刻的周坤已经吓得半死 如果之前他还心中存疑的话 他现在绝对是彻底相信了 鬼怪所带来的诡异 在没有任何人触碰的情况下 我身上凭空出现了两道伤痕 这不是鬼钱的 还能是谁 真疼 要死的那种 死气入铁 肯定疼得要命 柳大壮愁唱到小小的阴宅 藏龙卧虎 连凶猫都有 太离谱了 你的伤口要疼上几天 白天的时候多晒晒太阳就好了 我脸色苍白地点了点头 颇为郁闷到 受伤倒是小事 可那凶猫怎么解决 那万一为何在阴宅里 他怎么出现在阴宅当中的我不清楚 柳大壮咬牙切齿地说道 但那间屋子里 绝对有不少臭肺魄 人有七魄 除了刚才遇到的非毒魄之外 臭肺魄也是其中之一 我想了半天 臭肺魄主导的情绪 和对身体的影响 都没能想明白 这臭肺魄 为啥能和凶猫扯上关系 该死的凶猫 竟然抓掉了 我一些道行 柳大壮气冲冲地做出了解释 人死之后 七魄也会随之消散 臭肺魄的消散会 散发出死气 一些有灵性的猫 很喜欢死气 所以 它们对于臭肺魄 也情有独钟 刚才我们见到的 凶猫鬼魂到行不前 那些尸体 便是它抓走的臭肺魄 我想那周雪也身处其中 死气聚集得多了 凶猫更为凶残 别说你这魂魄 就连我这大仙的魂 都经不起 它随手一抓 你应该听过 猫连老太的故事吧 当初闹到人心惶惶的事 便是凶猫作祟 我瞪大眼睛 也想明白了 柳大壮为何急匆匆地 带我离开 感情这凶猫不仅厉害 而且还是大仙的可心啊 那咋办 没有相关了解的 我皱眉道 没有解决办法吗 照您这么说 这玩意岂不是无敌了 柳大壮笑得很开心 甚至有些癫狂 被它附身的我 都因为它的 效不自主地颤抖起来 凶猫很难缠 也很厉害 这鬼东西 甚至能伤到我们这些大仙 凭借你我来面对这鬼东西 毫无胜算 柳大壮应劫的 孝道之不过 这鬼东西倒霉 能弄死他的 两个重要因素 今天全都凑齐了 一听这话 我瞬间来了精神头 甚至皮肉上的痛楚 都因此减弱了不少 也就是说 你有办法 当然 柳大壮看向李赖子 询问到赖子 有刘黄吗 刘黄 李赖子一脸猛 根本想不明白 柳大壮到底要钱吗 他晃了晃脑袋没 没有啊 没有找去啊 柳大壮催促到一小袋就够用 赶紧去想办法 这大半夜的 我上奶淘弄硫磺去 这也太难为人了吧 李赖子欲酷无泪 这要求属实是难为人了一些 那就等死吧 柳大壮表现出一副 无所谓的嘴脸 要是能找到硫磺 就有办法解决凶猫 找不到 今晚至少死一个 听到这话 周坤坐不住了 他从包里拿出一把钞票 塞给了李赖子书 您帮着问问 多少钱咱都买 也不知道是金钱起了作用 还是李赖子恰巧想到了什么 总而言之 将钞票揣进兜里之后 李赖子便有了主意 我想起来了 李赖子激动地说到 村东头的老田家 是做硫磺造的 他们家应该有 你们等着 我这就去 等等 还没动身 柳大壮便叫住了他 赖子 时间紧迫 拿到硫磺之后 你往屠宰场那儿走 我跟小何苦在附近等你 屠宰场 李赖子脸色煞白 连连摇头老仙 那地方不安生 这大晚上的 去那钱吗 此刻我也是一头雾水 屠宰场的凶煞 我是见识过的 当初被赵小军几个混小子 绑到屠宰场的当晚 险些害死了我不说 爷爷更是因为那件事情 提前躺进了棺材里 上次虽然成功逃了出来 但里面的屠夫 以及牲畜的怨念 依旧存在 那个鬼地方 绝对是个不祥之的 让你去你就去 哪那么多废话 柳大壮操控着我的身体 踢了李赖子屁股一脚 后者这才颠颠地跑了出去 在李赖子走后 柳大壮也催促着 赶紧去屠宰场 夜色下 我一边走 一边不解地问到大壮姐 你说对付凶猫 有两点关键要素 指的是什么啊 第一 柳大壮说到 凶猫这东西很敏锐 对付他的确困难 但更困难的是抓住他 所以呢 想要解决这鬼东西 必须要先制住他活动的范围 那间阴宅是他躲藏的地方 也是关注他的牢笼 我能看得出来 凶猫也很忌惮 外界恶鬼的阴气 所以他绝不会离开那间房屋 如此一来 我们动手的时候 也算是瓮中捉鳖了 我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那凶猫的确挺敏捷的 我身上这两道抓痕 连躲闪的机会都没有 那第二个关键要素呢 柳大壮卖了个关子 没有直接解答 而是问了我一个问题 小何苦 得罪大仙怕不怕 不怕呀 我肯是激动地问到 钱黄皮子 你放心 这种事情我在行 别总惦记黄皮子 柳大壮呵斥一声 郁闷到 这一次得罪的是柳仙 我猛地停下了脚步 正在原地 表现出浑然不解的模样 怎么 怕了 怕 倒是不怕 我微微侧头大壮姐 你不就是柳仙吗 难不成要我得罪你 当然不是我 柳大壮拍了一下 我的脑袋屠宰场 还记得吧 那里面也有一只长虫 凶猫再怎么厉害 也是动物成了精 屠宰场里的屠夫杀气很重 这种杀气专门克制一些生畜的阴气 只要能给屠夫的鬼魂弄进阴宅 我保证 那凶猫无处遁形 绝对会被屠夫杀得片甲不留 经过柳大壮的讲解 我也猜测到了他的目的 知识我还是想不明白 这种事情 为何要得罪另一位柳仙 大壮姐 也就是说 你让赖子娶来硫磺 是为了针对那位大仙的 没错 听到肯定的答案 我苦笑着问到你 也是柳仙 对方也是 好好商量一下不就行了 没可能 柳大壮解释到我是我 他是他 虽说都是柳仙 可一旦触及到利益 自家人也不好使 那屠宰场是用于积攒应得的 他可不会因为我的三言两语 把震慑生出怨念的屠夫鬼魂交给我 所以呢 想要让他帮忙 倒不如直接了当地让他妥协 当然 这么做也有弊端 那就是得罪这位柳仙 见我思绪万千 柳大壮使出了激将法 你要是不敢的话 咱就打道回府 除了这个办法之外 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掉 那该死的凶猫 我才不怕 愣头轻的 我当即就答应了下来 您都不怕和自家人撕破脸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走 钱他就得了 何况 我有的时候也在想 那屠宰场的麻烦 该怎么解决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一并处理掉 简直是一举两得 柳大壮笑了起来 夸赞到这才对吗 我都不怕 你有什么好怕的 按照柳大壮的指引 我来到了屠宰场附近 面对着鬼气森森的建筑 我动得搓了搓手掌 大壮姐 是不是等赖子送来硫磺 咱破他脸上就可以了 哪那么简单 要真是那么容易 我们这些柳仙 还活不活了 柳大壮伸手指了指我的右手边 小声提醒道 往前走七步 然后挖个坑 我木讷地走上前去 然后徒手挖了起来 对于刨粉打动这种事情来说吧 不仅挥钩子擅长 我也挺熟练的 很快 一个小坑便被我挖了出来 大壮姐 我挖好了 之后呢 画符 柳大壮和我干净利落地 绘制了一道符咒 完成之后 柳大壮有些奸笑着说道 这符叫做所七寸 配合上硫磺的效果非常好 屠宰场的英德 和那位柳仙捆绑在一起 咱找几处薄弱的地点 作为陷阱 我就不信他 敢不屈服于咱们 之后 柳大壮又指挥着我挖了几处 除了大门左右两处之外 各个墙角的七部处 都被我买好了所七寸的符咒 准备就绪之后 我找个安静的角落 等待着李赖子的到来 过了十几分钟 远处传来了手电筒的光束 我一路小跑上前 果真看到了 拎着不口袋的李赖子 大晚上的 这鬼地方真吓人 李赖子扛着棺材板 小心翼翼地将硫磺垫 给了我你们忙着 我就先撤了 还没等我说话 身强力壮的李赖子 便已经消失在了夜幕当中 我哭笑不得地看着远处 这老小子的跑路功夫 真是宝刀未老啊 何苦 每个坑里撒一把硫磺 在柳大壮的指挥下 我跟他小偷似的 绕着屠宰场跑了一圈 弄好之后 柳大壮拍了拍 我的肩膀小何苦 接下来你点燃符咒就可以了 我先撤了 啊 你钱吗去 我费解地问道 等一下不得 你来要挟对方吗 你傻呀 屠宰场的长冲 害怕硫磺和索七寸 我就不怕了吗 柳大壮敲了一下我的脑袋 叮嘱道你放心 有了这么多的布置 那家伙不敢不答应你的条件 咱的目的很简单 他要是答应 把屠夫的鬼魂交出来 什么都好商量 要不不答应 你也别惯着 直接欺负他就得了 好吧 我很单纯地答应了下来 紧接着 柳大壮消失不见 而我则是划了一根火柴 扔进了小坑里 煞时间 火光冲天 一股刺鼻的气味 弄得我咳嗽个不停 我守在小坑旁 耐心地 看着火焰的燃烧 起初我还没觉得什么 直至我身后的气息 越发的冰冷 同时 我也感受到了一股 不断爆发的怒气 渐渐将我笼罩 这一刻 我就清楚 屠宰场的柳仙 已经来了 转过身去 一团青绿色的气雾 飘浮在我的眼前 奇怪的是 这团磅礴的气雾 似乎不是太稳定 时不时地还会溃散些许 大 大仙 晚上好啊 我黑黑地笑了笑 有些尴尬地指了 只小坑中的火焰 我有点事儿 想请您帮忙 只听我对面的柳仙 冷哼一声 狠狠地说道 请我帮忙 这是请求的态度吗 和傻子 上次你逃出屠宰场之后 我没针对于你 但没想到 你个傻子 竟然敢找上门来来 还敢触我眉头 你简直是找死 不威胁我还好说 听到对方的威胁之后 我愣头青的一面 也展现了出来 你 你还有理了 你堂堂一个柳家大仙 利用畜生的怨念 害人不说 上次更是害得 在这儿要挟我 我指了指屠宰场的四周 这样的小坑 有十几个 我就是请你来帮忙的 你答应还是不答应 柳仙被我弄得一脸猛 估计他也没想到 我不仅不畏惧他 竟然还敢要挟他 周围的气息越发阴寒 那团青绿色的气舞 也疯狂地颤动个不停 何苦 你听好了 我这些话之说一遍 只听柳仙怒声道 现在滚出屠宰场 我当做什么事情 都没发生过 若是再多一句废话 我保证 你死无全尸 哦 我应了一声 随之伸出手掌我走可以 把屠夫的鬼魂交给我 柳仙儿冷笑了两声 不屑道你可以等死了 这件事 我绝不会善罢甘休 哪怕你供奉了柳家的堂口也不行 那就别怪我了 此时此刻 我已经看透了很多事情 若是这长冲能对付我 他绝对不会跟我浪费口舌 之所以威胁来威胁去的 想必是索七寸和硫磺线 制住了他的本领 我拿起一盒火柴 朝着下一处小坑走了过去 站在小坑旁 我将点燃的火柴 毫不犹豫地扔了进去 顷刻间 火焰乱窜 符咒也发挥出了作用 可傻子 你敢 敢什么 面对柳仙的怒吼 我装傻冲愣地 问到你指的是放火 还是欺负你 说完 我吹着口哨 绕着屠宰场 走到了下一处小坑旁 见我再度划了一根火柴 那原本气势汹汹的长冲 瞬间软弱了不少 何苦 你别太过分 那屠夫的鬼魂 是我用来镇压牲畜怨念的 根本没办法给你 我将火柴扔进了坑里 不耐烦地嘟囔到 没办法想办法呀 咋这么多废话 随着火光的出现 我也悠然自得地 朝着下一处走去 住手 眼见我要点燃下一处坑洞 我以你的柳仙颤抖地说道 除了屠夫的鬼魂之外 我可以答应你其他的条件 其他的条件 我想了想 说道也不是不行 你跟我去牵吊凶猫 我就不索要屠夫的鬼魂 如何 凶猫 柳仙的言语中 充斥着震惊与畏惧 这一刻 他也想明白了 我为何执意 索要屠夫的鬼魂 看吧 你根本做不到 我顺势 将火柴扔了进去 只听那崩溃的柳仙咆哮道 我他妈也没说不答应给你 你扔这么快钱吗 就在我还在庆幸 对方妥协的喜悦时 只见另一团青绿色的雾气 朝着我席卷而来 我疑惑地 看着怒气冲冲的柳大壮 可还没等我说话 那团雾气 便将我狠狠撞倒在地 可傻子 你这没脑子的东西 柳大壮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劈头盖脸的 就是一顿臭骂 你知道他是谁吗 这是咱柳家的大仙 你这混账 吃了柳家饭 还敢砸柳家的锅 看我不教训你个小畜生 柳大壮的气息 就好像鞭子一样 毫不留情地抽打在我的身上 他一边打 一边骂得不停 都是自家人 哪能不帮忙 你不由分说就针对人家 你这脑子是摆上吗 混账 混账 我委屈得不得了 眼泪都止不住地流淌下来 此刻我才反应过来 柳大壮哪里是惧怕硫磺和索七寸 这家伙分明是来唱白脸的 说什么不怕得罪自家人 他明明是让我背了整个黑锅 我被打得喘不上气 这听柳大壮对着另一位柳仙说道 柳宗大仙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也没想到 这和傻子这么愣 竟然将主意打在了您的头上 我刚才正和那凶猫纠 谁曾想 这和傻子私自做主 闯入了您的地头 恕我管教无方 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训他 名为柳宗的大仙 有气无力道别说废话 赶紧放了我 再这么下去的话 我这损伤就更为惨重了 没问题 我这就让何苦收手 柳大壮咳嗽了两声 对我呵斥的 还不宽灭了那些火焰 你这傻娃子 怎么敢的 我不放 我是傻子 但傻子未必真的笨 这么明显的 双簧我要是眼砸了 那我们大半夜特意跑出来一趟 岂不是白折腾了 他还没给我屠夫的鬼魂 没有屠夫 我收拾不了凶帽 臭小子 越说越来劲了是吧 柳大壮心中暗喜 但言语上必须责备 我让你赶紧熄灭那些火焰 听没听见 你打死我吧 他要是不给我屠夫的鬼魂 我跟他同归于尽算了 你 装作无比生气的柳大壮 深深地叹了口气 随之他 无奈地对着柳宗说道 大仙 你瞧瞧这事弄的 我怎么 就摊上了这么个愣头青 他 他竟然连我的话都不听 要不您把屠夫的鬼魂给他算了 不然的话 我也保证不了这混小子 还敢钱什么缺的事 柳大壮无奈道 您也清楚 我也是柳仙 根本不敢触碰那硫磺火 要不 您给个台阶 总比毁了您的道行要强 是吧 你 你们 此时此刻 就算是打碎了牙柳宗 也得往肚子里 首先吧 这事和柳大壮没关系 再者说 柳宗利用牲畜怨念害人这种行为 也的确是见不得光 他有怨言 只能朝着我发现 只可惜 我是个没脑子的愣头青 所有退路都被堵上了的柳宗之 能顺着台阶下 要不然 他真不敢保证自己 能活着离开屠宰场 行 我认了 柳宗朝着院内走去 很快就将屠夫的鬼魂带了出来 鬼魂你带走 咱们走着瞧 说完 柳宗的器物便消失不见 带着一肚子委屈的他 不知去了何处 柳大壮握着一把 阴气凝聚而成的屠刀 笑呵呵地说道去灭火 然后 回去对付凶猫 我一路小跑地 埋上了所有的小坑 之后则是挨幽个不停地 朝着村内走去 大壮姐 你下手可真狠 我一脸委屈倒装好人 没有你这么装的 你这是早打算好了 让我一个人背黑锅是吧 狮子多了不养 债多了不愁 给皇家得罪透透的 还在乎多得罪一个柳仙了 柳大壮笑道 弄死他不切实际 毕竟都是本家 直接找他所要屠夫的鬼魂 他也不能答应 我也是没办法 才想出了这么个主意 你受点苦就受点苦呗 结果是 好的不就得了吗 这叫好结果 我指着伤痕累累的身体说道 皮外伤我能忍 可你觉得 那柳宗会放过我吗 不放过又能如何 柳大壮冷笑道 我装好人之事不想 和本家撕破脸 他想找你算账 也得问问 我同不同意 说完 柳大壮将目光 放在了屠夫身上 冷声威胁到你这鬼魂 被困在屠宰场许久 想必也吃了不少苦 今日我有事 需要你帮忙 若你能杀掉凶猫 我给你立阴宅 让你度阴寿 还你个清静 如何 这种提议 屠夫巴不得接受 只要能让他离开 屠宰场那个鬼地方 让他钱什么 他都会同意 很快 我们便回到了老董家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我躺在了炕上 再一次回到了阴宅 而这一次 我们的任务 便是除掉凶猫 万物相生相克 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假 进入阴宅几分钟后 我便再度苏醒 见我回来得这么快 李赖子诧异地问道 咋这么快出来了 这是失败了 咋可能失败 我在黄纸上写写画画 激动地说道 那屠夫挤刀下去 就给凶猫钱掉了 我都没想到他这么厉害 这么离谱 李赖子遮住眼睛 看向屠夫 若有所思道 要不让他去和恶鬼 拼一下试试 想屁吃 柳大壮冷哼一声 他能解决凶猫 是因为那东西 惧怕他身上的杀气 要是让他去面对 阴宅中的恶鬼 死得指不定有多惨 花音落下后 柳大壮吩咐道 何苦 苗谷 嗯 我再一次开始了苗谷 整体耗施二十多分钟 看向黄纸上的痕迹 我松了口气还行 的确找回了两破 是个好消息 柳大壮也开口道 抱怨 鬼和凶猫 能从恶鬼的嘴里 抢走两破 至少证明着 那恶鬼 并不是有着 纯粹杀念的那一类 说不定 咱们还真有点机会 我疑惑地嘀咕道 恶鬼也分种类吗 当然 柳大壮解释道 首先 恶鬼的执念很深 阴气很重 这一点无庸置疑 但除了这些之外 即便是恶鬼 也脱离不了鬼的本质 有的鬼喜欢迷惑他人 有的鬼 无法摆脱自己的死因 所以 也要让他的目标 承受相应的痛苦 更有些鬼魂 因为某个人 某件事 甚至是某个不起眼的小物件 从而越发地强大 这些都是鬼 最根本上的不同 要不然的话 咱们为啥定义出 这么多鬼怪的名称 眼下这恶鬼 绝非是有着 纯粹杀念那种那一类 要不然主阴宅的 左右两间 也容纳不下抱怨鬼和凶猫 经过柳大壮的解释 我也明白了他的意思 鬼魂为何被不同分类的原因 大壮姐 我好奇地问道 如果是纯粹杀念那种恶鬼 该怎么解决 打呀 柳大壮笑道 以暴之暴有的时候 未必是个好办法 但却是最直接了当的手段 不过 你小子暂时不用想那么多 就这么说吧 等请来五仙硬刚恶鬼的出马先生 放眼整个北方 都不超过两位数 这也是为啥 咱们北方马家 讲究文武搭配的根本原因 听到这话 我非但没有一丝丝的失落感 反而是双目放光 充满了期待 若是有朝一日 我也能成为这类出马先生 那我得潜死多少黄皮子 臭小子 你又在想什么 柳大壮打断了我的思绪 随之吩咐到 准备叫魂 能谈就谈 谈不了的话 咱也尽可能地了解一下 对方是什么恶鬼 小何苦 你记住 只要是恶鬼 就注定了他是个难缠的主 也以为你成功过一次 就能不把恶鬼放在眼里 那玩意害人性命的手段多得很 你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说完 柳大壮和我开始挥制符咒 我能看得出来 我身上的这位大仙 真的没有一点小瞧恶鬼的意思 前前后后将近一个小时 那周雪就好像农村湖墙似的 被贴上了一层又一层的符咒 可以说 这要是柳大壮觉得 能发挥作用的符咒 他真的是一个没落下 这可苦了我 本身我几次过阴 就损耗了不少精力 而且 我还朝着自己的脑袋砸了多次 更郁闷的 是我还被柳大壮揍了一顿 以至于制作好符咒之后 我几乎被抽空了力气 就连眼睛都有些睁不开了 振作一点 事成事败在此一举 柳大壮拍着我的肩膀说道 能解决就解决 解决不了 我也能给恶鬼送回阴宅 我揉了揉太阳穴 尽可能地让自己保持清醒 柳大壮的意思 我自然清楚 他无非是在告诉我 当然 成功了固然是好 能救人不说 更是会获得不少的应得 至于失败了的话 那就更简单了 无非是周雪活不过来罢了 赖子 你来当二神 好 李赖子拿着文王骨 专心致志地守在一旁 我看向周坤 最后一次提醒到你也看到了 咱家堂口都在尽力地救你闺女 事在人为 不管啥结果 你们家都得接受 这女娃子要是没挺过来 只能怪她命不好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周坤双腿发软地 跪在地上 不停地哀求到小先生 还有我看不到的大仙 求求你们 一定要救回周雪啊 他要是死了 我乃还有脸面对任何人 这都是我造的孽啊 我说过 求爷爷告奶奶一点用没有 柳大壮不满地呵斥道 你给我听清楚了 这人不管是死是活 你都得受着 要是因为这事 没能随你心意 从而折腾我们家小何苦 就别怪我不讲情面 让你们一大家子都不好过 提醒过后 柳大壮之配着我开始叫婚 同时 一旁的李赖子也开始唱起了神条 很快 屋子内的温度便下降到了足以凝结冰霜的冰冷 阴气更是萦绕在整个房子的各个角落 日落西山黑了天 周家找来了龙盘山 龙盘山 来了先 坐在炕上把眉端 不禁李赖子唱着神条 我和柳大壮也念念有词起来 山清绿柳仙云绕 一双灰眼望身前 我的眼睛有些刺痛 但在这股刺痛下 我能看到的东西彷彿多了不少 同时 我的瞳孔也变成了一道竖线 并且散发着些许的精芒 这一瞅 不简单 百年小鬼能成乐 身藏身宅耍疯癫 柳家大壮心泛寒 这一寒 有说头 先来柳仙围三圈 在我稍显平静的声音下 只见我手掌一翻 一道火光顺势在周雪的身上燃烧起来 而这道火光的出现 则代表着一道符咒 发挥出了作用 不得不说 大仙看事的方式 还是挺奇特的 要知道 周雪身上可是贴满了黄纸 可柳大壮却能得心应手地做到指拿打 单凭这一点 就让人觉得神乎其神 除此之外 我也能感受到 外界来了不少帮兵 所谓帮兵 指得便是柳家的长冲 这些长冲虽然帮不上忙 但或多或少的 也能起到一些震慑的作用 周雪 回家 叫魂的言语很简单 就是不听地呼唤着周雪的名字 但请了柳大壮上身的 我却能清晰地感受到 这每一声 代表的都是柳家的堂口 以及柳大壮的强势 换做之前请灰钩子上 申来叫魂 简直和小孩子过家家 没什么区别 喊了几声之后 周雪猛地睁开了双眼 他露出诡异的笑容 双目漆黑一片地凝视着我和柳大壮 我叫的是周雪 你给我滚回去 柳大壮一声呵斥 随之我再度念念有词起来 茫茫迷魂不听叫 引来恶鬼探身前 柳家堂口头上摆 上表通文达仙山 太爷太奶高台座 轻斥小鬼不知常 先缘弟子供奉给 岂容你来傍银堂 三路教主多姓长 三路兵马过黄粮 你若识去就此修 要不然 我将柳家的供奉牌 摆在了周雪头前 同时手掌一番 急到火苗再度窜起 只听我怒斥道 要不然 定叫你这痴魅王两魂断此长 班杆子 柳大壮竟然请了帮兵 所谓班杆子 指的是 出马先生在看事的时候 遇到了比较麻烦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大仙自身难以解决 从而叫来了其他的帮兵 当然 班杆子请来的大仙 最大的作用 便是用于震慑面对的鬼怪 毕竟以我现在的本事 也没办法让性长的大仙上身 但这种震慑 还是挺管用的 毕竟寻常的鬼魂再怎么嚣张 也不敢彻底得罪一家堂口 只不过 这般杆子 对恶鬼起不起作用 就不好说了 臭婆娘 你滚不滚 柳大壮争獰的吼道 咱家长仙就在路上 你要是不识抬举 定打的你魂飞魄散 在柳大壮的一阵威胁下 周雪的眼睛清澈了不少 他身上的火苗和阴气 也顺势减弱了很多 我靠 这么忙 我惊喜地问道 那恶鬼被吓跑了 就这么结束了 没有 柳大壮叹了口气 郁闷到 他只是躲回阴宅了 估计还在试探咱们的精良 啊 我木讷地看着 周雪这鬼东西 胆子这么大吗 三鹿长仙都来了 就凭借我大壮姐这面子 一会儿不得潜碎他 鬼一边拉去 柳大壮惆怅不已 你真当我能请来长大仙 无非是壮壮声势罢了 刚才和柳宗打交道的时候 我都得让你这个愣头青来算计他 如此一来 才能从他手里弄来屠夫的鬼魂 先不说 我在柳家名声很臭这件事 就论柳和长的关系 人家也不带真帮忙的 我刚才请的知识 攒柳家堂口的威势 根本来不了真正的武仙 我嘴角抽搐 一时间有点难以消化 如此之多的关键要素 名声很臭 壮壮声势 大壮姐 你可别开玩笑啊 你看我像是开玩笑吗 柳大壮催促到 趁着这股劲 赶紧叫魂 好 我欲哭无泪地呼唤着周雪的名字 心中同样苦闷不已 感情令我颇为激动的班杆子 这是吓唬恶鬼啊 还有 我究竟请来了个什么玩意 我怎么突然觉得 有大壮姐在我身边 我和整个柳家堂口 好像都走向了 截然相反的道路呢 在我的呼唤声下 越来越重的阴气开始席卷 而这些阴气当中 其中竟然包括着周雪的一部分 大壮姐 那恶鬼放了周雪的魂魄吗 不是 柳大壮盯着周雪说道 咱的震慑还是有点作用的 这东西胆子不小 若是寻常的鬼怪 已经被班杆子的气势吓跑了 他不愧是恶鬼 只是躲进了阴宅里 咱叫出来的是 阴宅内的一小部分阴气 我想了想 询问道 那还谈吗 谈个屁啊 柳大壮骂骂咧咧道 班杆子都没能吓走这臭婆娘 谈肯定也没用 不过我早就料到了这一点 恶鬼要是那么好谈 他就不是恶鬼了 说吧 柳大壮支配着我 开始铺垫黄指 而黄指的作用 便是收集恶鬼的阴气 我恍然大悟地说道 大壮姐是想通过这些阴气入手 从而更清楚地了解恶鬼对吧 你还不笨 柳大壮盯着黄指说道 阴气和怨气不用多说 重得让我心烦意乱 但这些阴气中 有不少的敬煞 这恶鬼 应该是敬花鬼 我沉默了片刻 搜寻着脑海中 关于镜煞的相关记忆 镜子是个很容易聚集阴煞的东西 同时 镜子也是居家必不可少的物件 在我们这些看事先生眼中 摆放在家里的镜子 一定要放在阳光能晒到的地方 要不然 时间久了 镜子或多或少的 会沾染一些阴煞 除此之外 镜子通常是用来照人的 人心情好 阳气重的时候 怎么照都没问题 但若是负面情绪 或者时韵不济之人 最好还是少照镜子 除此之外 镜子用好了 也能反煞 这也是一些做生意的门面 为何都在门上挂一面镜子的原因 想到这里 我激动地询问到大壮姐 那是不是打碎对应的镜子 就能解决掉恶鬼了 就算除不掉恶鬼 也会让他的实力大打折扣 你说得对 真聪明 柳大壮冷哼一声百年前的镜子 你去找找看 你要能找到 我以后叫你大哥 呃 这 我刚才还想着让灰钩子挖挖洞 找找看来着 但这百十年的光景 估计他也办不到 也就是说 我分析到 这镜花鬼对应的镜子 已经化作了阴宅的一部分 原本视为破绽的东西 其实已经和镜花鬼本身没什么区别了 没错 柳大壮有些郁闷地说到 估计这镜花鬼 从刚变成鬼魂那一刻开始 就在一直面对着镜子 这么多年下来 他变成了恶鬼不说 那镜子 也早已不是他的弱点了 我挠了挠头 疑惑到有病啊 一天到晚对着镜子 照个不停 大壮姐 你说他为啥这么做 我哪知道 柳大壮看着眼前的周穴 说到 想要知道魏石魔 就得去阴宅看看 寻常的镜花鬼不难解决 但这恶鬼 说实话 除掉他的可能性很小 看你的意思吧 想试试 咱就进去看看 但过阴的风险我之前 就提醒过你了 进入之后 我很有可能别驱逐出来 要真是那样的话 你就危险了 要是不进去 那他绝对是死路一条 别看咱叫回来 两破和不少阴气 但只要这姑娘 还被恶鬼拖着 什么时候死 只不过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 我嘿嘿一笑 毫不犹豫地躺在了炕上去看看吧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恶鬼 要是不去的话 多多少少有点遗憾 你给我起来 柳大壮用我的手 给了我一巴掌 只听他苦笑道去之前 也得先把提前量做好 他现在被班杆子的气势所震慑 咱就得寸进尺地 接着叫魂 能瓦解掉他身上的部分阴气 也算是对你的一些保障 这样啊 你早说啊 接下来 我和柳大壮继续叫魂 还别说 只要恶鬼躲着不出来 我们的持续呼喊 的确能瓦解掉他身上的不少阴气 又叫了一段时间 天已经蒙蒙亮了 我困得不行 也累得不行 但还是苦苦支撑着 某个瞬间 我只觉得自己 好像被电到了一样 与此同时 屋子里的气氛 也变得更为古怪起来 李赖子不再摇晃文王谷 他颤抖着四处张望 作为出马弟子的他 也有着敏锐的直觉 周坤不安地抬起了头 只见棚顶的电灯 忽明忽暗 伴随着的 还有刺耳的电流声 我看向周雪 他睁开了 那双漆黑的眼睛 再度泛起了圣人的微笑 他身上那层层符咒 正在被阴气腐蚀 最表面的一层 已经如同染了墨似的 叫够了吗 周雪尖锐的声音 质问到长冲 你叫来的三路帮兵在何处 他们为何还不出手 你个臭婆娘嚣张什么 柳大壮一把按在了周雪的额头上 呵斥到一个区区恶鬼 还用得着性长的了 就算是我也能打得你魂飞魄散 是吗 在周雪的冷笑下 我盯着他的眼睛 忽然间变得浑浊起来 紧接着 我木讷地侧过头去 看向了老周家的镜子 镜子里有一条蛇 一条四分五裂的蛇 那条蛇被砍成了鼠断 他的每一段身子 都在痛苦地挣扎 下一秒 我的脸也出现在了镜子里 镜子里的 我并非是现在惊恐的表情 而是很平和的模样 直至 鲜血从我的眼角开始蔓延 一直覆盖了 我的整张面膀 我喘着粗气 本能地想要后退 煞时间 一双手从镜子里冲了出来 其中一只抓住了我的脖子 另外一只手的两根手指 则是穿过了我的双眼 我发出一声哀嚎 痛苦地挣扎起来 我的视线一片漆黑 我能清晰地感受到 鲜血的温热 划过了我的面颊 醒醒 火辣辣的痛苦 让我恢复了为数不多的理智 李赖子挥动着柳条 毫不留情地打在我的身上 他既心疼 又担忧地看着我 而他的眼眶 更是红润了不少 何苦 柳大壮严肃地说道 这事你办不了 那乐鬼 被压制成这个德行 都能影响到你 若是去了阴宅 你绝对是有去无回 见我面无血色 惊魂未定 李赖子也上前劝说 大儿子 算了吧 这乐鬼可不是闹着玩的 稍有不慎 是要丢了命的 我长出一口气 看向了露出诡异微笑的周穴 李赖子对于我很了解 他完全能解读 我眼睛里的那抹坚定 代表着什么意思 大儿子 听人劝 吃饱饭 这闺女命不好 谁看着都心疼 我知道你想救人 但咱总不能给自己 都搭进去吧 李赖子满头大汗地劝说道 刚才我都被吓得半死 那恶鬼是没针对于我 要是让我看见了 不该看的东西 我这老命 至少都要丢上半条 救人 我摇了摇头 那只是顺带手的事 我想要应得 和一些其他重要的东西 话音落下 炕上捆着的周穴 便发出了 让人极被发凉 极为空灵的笑声 在他的笑声下 磅礴的阴气开始乱窜 屋子里各式各样的东西 也漂浮在了半空 有本事你就来找我 我不介意多留下一个蟒夫 以及一条长冲的魂魄 嚣张个什么劲 有本事你出来单挑 我愣头愣脑地说了这么一嘴 紧接着 恶鬼的阴气便朝我扑了过来 滚 刘大壮呵斥道 这里轮不到你仨眼 说完 刘大壮便大手一挥 在我们相同的动作下 各前符咒瞬间燃烧起来 不过如此 周穴身上的恶鬼 冷声道 你们的本领也就这样 等我解决掉了这个女娲 就轮到你们了 随之 周穴再度闭上了眼睛 这也意味着 暂时无法完全脱离 周穴身体的恶鬼 也重新回到了阴宅当中 小何苦 这事你解决不了 刘大壮无奈地说道 送到其他地方吧 说不定有哪位出马弟子 能够解决 来不及 我坐在炕上 短暂休息的同时 也分析着当前的状况 那恶鬼不会给我们机会的 符咒基本上已经失去了作用 现在压制住恶鬼的 只有您之前请来的帮兵 以及柳家堂口的威士 一旦周穴离开这个房间 他必死无疑 而且我断定 这被激怒的恶鬼 连我们也不会放过 柳大壮摇了摇头放心 有我在 他还不思念 不是长久之计 我握住了拳头 目光越发的执着 我总不能在你的庇护 下过日子吧 见柳大壮还想劝说 我下定决心地 打断了他的话语过音 我不信他一点 破绽都没有 老爷子生前的时候说过 这个世间的万事万物 都没有完美的存在 人如此 鬼也如此 我起身 走到了周昆面前 有意无意地 拍了拍他的口袋 若是多听听 你女儿的话 岂会落得这么个下场 你好好反省反省吧 我 我 周昆面色难看 愧疚地哽咽到 小先生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 行了 后悔一点用都没有 多看看 你女儿吧 我又来到了李赖子身前 说到赖子 回家休息 你一大把年纪 别跟着折腾 处理完这里的事 我就回去 滚犊子 李赖子骂骂咧咧道 别跟交代后事似的 你这大好年纪 哪能在这地方栽根头 你不走我就不走 凭啥给你自己留在这儿 我指了指老周家的大门口 你想留下我管不着 去看门 天亮了 别让任何人进来 说着 我将那张收集了 恶鬼阴气的黄纸 塞给了李赖子 打去倒留着吧 万一我没能回来 你就把这净花鬼的阴气 送到黑山 等黑胡大仙开山之后 让他替我这个前儿子报仇 李赖子一头雾水 心急如焚地问道 你到底啥意思 我给李赖子递了个眼神 又朝着身后瞥了一眼 赖子 以后让灰钩子和白酒酒多 照顾照顾村里村外的游魂野鬼 他们也挺不容易的 叮嘱完最后一句 我便将李赖子推了出去 唉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 提莫了 提莫门框 若有深意地感叹到说到底 这阳宅和阴宅 还是有不小的区别 一脸猛逼的李赖子 扛着棺材盖来到了大门口 他自然清楚 我是话里有话 但他怎么都想不明白 我究竟吩咐了什么 正如李赖子所想的那样 我的确需要他做一些事情 之前符咒 能完全发挥出作用的时候 我们说话可以肆无忌惮 也能确保在阴宅的净花鬼 无法察觉到我们的意图 可现在随着符咒失效 恶鬼也越发的凶猛 我每一句话都要说得谨小甚微 而且 有的时候吧 完全说透 未必能发挥出最佳的作用 反倒是都云里雾里地来进行 更有可能搭配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相信李赖子的聪明才智 我也相信 他和我的默契成动 可令人郁闷的是 我似乎想多了 大壮姐 过阴吧 我抱着白家和徽家的供奉牌 说到你俩也一起 我带着你们掌掌见识 让你们看看 恶鬼的阴宅到底是啥样的 你好像有病 灰狗子骂骂咧咧到你滚远点啊 别啥事都叫我 我黑黑一笑地说道 大壮姐 以你的本领 给他俩带进去没问题吧 没问题 刘大壮的确不想让我过阴 但既然 我都决定了 他能做的 便是尽可能地带我活着出来 而且刘大壮也清楚 我这个人虽然莽撞 但不至于没脑子 既然我执意要去 想必也并非毫无准备 陪着我胡闹一次 也算看看 我究竟想要钱吗吧 我无所谓啊 白九九随口说道 咱当大仙的再不济 也不至于被一个恶鬼吓唬住 都是活儿 谁怕谁 大不了死里头呗 我有些惊讶 没想到白九九能说出这话 还别说 这一刻 我还真对着来我堂口不久的 小仙刮目相看 至少他这性格 和我胃口 就这样 我们一人三仙一同过阴 最后一次来到了 有着三间房的阴宅 坐在门口的李赖子 时不时地抓耳挠腮 他握着被阴气弥漫的黄指 焦急地嘟囔得不停 啥啥啥 这臭小子 到底要钱啥 阴气让我送到黑山 俺那婆娘就能解决了 再说了 你死了报仇又有啥用 还让我多照顾村里村外的鬼魂 我自己老哥一个 都没人照顾 哪有闲心管别人 还有你那些废话 阴宅和阳宅能相同吗 进扯那没用的 坐了半天 李赖子越发地急躁 他将黄指扔到一旁 哀声叹气个不停 不管了 爱咋咋地 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简直没脑子 李赖子哀声叹气地 看向村口处 下一刻 他忽然间愣了神 恶鬼的阴气 村外的小鬼 阴宅和阳宅的不同 这 这到底是啥意思 李赖子虽然没想通 我究竟打算 让他做什么 但他能确定的是 我绝不会在这个结果眼 胡言乱语 思绪片刻 李赖子匆忙起身 朝着村外跑去 多了的他改变不了 但叫来一群 受过我恩惠的小鬼 还是没问题的 而这个举动 也是他目前 唯一能考虑到的 哪怕他心中清楚 仅凭借着那几个小鬼 根本撼动不了 恶鬼嘶吼 但他做了 就比钱带着墙 阴宅中 我盯着最中间的古宅 打趣着说道 灰钩子 你别这么消极 你是我堂口大仙 咱这么深的交情 我哪能随意地害死你 我就是来带你长长见识 等会你看一下 恶鬼的阴宅长什么样 就可以离开了 这总想了吧 硕鼠身影 瑟瑟发抖地说道 我信你个鬼啊 你指不定有什么坏心眼 用在了我的身上 这一次 我真没有坏心思 我郑重地 看向灰钩子 极为认真的说道 看一眼就走 一定要记得一清二楚 以后出门炫耀 也有个资本 别的我没服过你 跑路这一方面 你这灰头老鼠没得说 对吧 灰钩子忐忑地点了点头 他被我这副认真的模样 弄得也是一脸茫然 何苦 你交个底 你到底要钱啥 实在是猜不透我想发的柳大壮也询问起来 单纯地来看看 我上前一步 深吸一口气后 果断地推开了房门 同时说道大壮姐 想尽办法带我出去 开门的一瞬间 浓郁的阴气便席卷而来 我的魂魄 感受到了难以承受的痛苦 这种痛 比肉体的折磨 更为撕心裂肺 我硬着头皮走进了屋内 这是一间普通的卧房 除了那值得让我留意的镜子之外 其他的似乎都很正常 钩子 看清了吗 我紧咬着牙关 有些崩溃地说道 看清楚之后 就走吧 走 梳妆台前坐着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的确是恶鬼 但除了恶鬼的身份之外 她还是被控制住的周雪 既然来了 那就别走了 我呸 你以为你是谁 还想留住我 只见灰钩子催了一声 不屑地嘲讽到爷爷 我来去自如 咱能在洋宅打洞 你这鹰宅我还挖不动了不成 灰钩子是真的牛逼 我就知道 这灰头老鼠打洞的功夫一流 要知道 我们面对的是恶鬼 并非是寻常的鬼物 可即便如此 灰钩子竟然硬生生地 给磅礴的阴气 挖出了个口子 从而逃了出去 当然 灰钩子挖开的 并非是阴宅 通往洋宅的通道 而是脱离这个房间的缺口 也就是说 灰钩子能从屋里逃到屋外 若是这恶鬼抓住他不防 灰钩子还是死路一条 但我赌对了 这恶鬼对于这个房间 有很深的执念 他也不在乎 和一个灰头老鼠斤斤计较 老鼠终究是老鼠 上不了台面的脏东西 周雪对着镜子梳着头发 微笑着说道你们呢 也打算挖个地洞逃离吗 周雪的打扮 很是大气的体 他身着着华贵的红袍 珠光宝气的首饰 衬托着他整体的美感 不得不说 这姑娘 长得的确挺漂亮的 可惜的是 镜子里的她 却是另一副面孔 红镜内 皮包骨的脸颊 已经无法用销售来形容了 潦草的几根头发 就好像粘在头皮上似的 塌陷的皮肉 空洞的眼眶 让镜子里的恶鬼 就好像那枯萎的树皮一般 我美吗 周雪柔声地问了一嘴 我看了看铜镜 反问道 你指的是周雪 还是镜子里的你 我们 周雪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们不是一样的吗 肯定不一样 我口无遮拦地说道 周雪挺好看的 比安门村 大多数的人都漂亮 至于你 还是别扯淡了 就这么说吧 我打死的黄皮子 都比你看着顺眼 你也就是个镜花鬼 你要是个水鬼的话 都得被人当成翘嘴吊上来 什么德性 自己心里没点逼数吗 亏了你面前 还摆着一面铜镜 眼神不好 就赶紧当古董 捐了算了 我毫不客气地讽刺 让这个阴宅的气氛 变得更为诡异了不少 趴在我肩膀上的小刺猬 肃然起敬地说道 和傻子 你是真的有种 你就像真性地夸他两句不行吗 谁说不是呢 刘大壮也无奈地叹了口气 这是恶鬼 多多少少给点面子也好 此刻的周雪 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背对着我平淡地问道 我真的有那么丑吗 你一定在说谎对不对 楚哥哥说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她一定会回来找我 将我娶回家的 我怎么会丑呢 听到这话 我忍不住地大笑起来 感情你是等待擒郎等死的 我就说 你的执念咋这么深 大姐 咱镜子看不清就算了 撒泡尿罩罩还不会吗 我要是你口中所说的楚哥哥 我也不回来 你住口 周雪声音尖锐地怒吼起来 在她的声音下 无数的阴气疯狂地流动 那些阴气锋利无比 只要是触碰到我的魂魄 都会割下我身上的些许阴气 你说你嘴咋这么欠呢 刘大壮将大仙的雾气 笼罩在了我的身上 尽可能地保护着我的安全 只见周雪披头散发 像是个疯婆子一样 而铜镜里面的那张丑脸 更是猙獰的扭曲不已 她说过 她会回来的 我一直在等待着她 我一定会再见到她 周雪的阴气彻底爆发 在这股阴气下 我能清晰地感受到 我身上的柳大壮都摇摇欲坠 似有要脱离我身体的意思 不知死活的小鬼 你胆敢胡作非为 柳大壮一拍我的肩膀 只见我的些许阴气散落下来 散落的阴气飘浮在我的身前 随之 柳大壮抬起了我的手掌 将她身上青绿色的雾气 则是凝聚成了一根毛笔的形状 何苦 柳大壮强势地吩咐到 以你的阴气作为皇旨 用我仙家之气充当毛笔 给这疯婆娘来一道破煞符 不然还真以为咱们马家好欺负了不成 我低头看向纸笔 折手画符的同时 我内心也是震撼不已 还能这样画符 头一次听说 强撑着阴气的席卷 我和柳大壮干净利落地绘制符咒 而趴在我肩膀上的白酒酒 则是谨慎地提醒着我 以魂作福 事半功倍 但损耗的是大仙的道横 以及你自身的阴德 大壮解是真的怒了 但这种方式 损伤太大 原来如此 看样子 在这阴宅主场对付恶鬼 每一个举动 都并非看起来那么简单 一道破煞符很快完成 符咒完成的瞬间 火光便燃烧起来 伴随着符咒的作用生效 以我为中心的恶鬼阴气 开始溃散 直至那些阴气停滞不前 火焰也随之燃烧殆尽 怪不得有胆量 来我这走上一遭 你这长冲的确有点本事 对着镜子的周雪拿出一把小刀 只见他将锋利的刀尖 点在了白皙的脸颊上 下一秒 一道刀伤在周雪的动作下赫然出现 鲜血也顺着那张精致的脸颊流淌出来 我盯着周雪 不解地问道 他在前吗 不知道啊 白酒酒嘟囔到 鬼怪这玩意 总是弄一些莫名其妙的举动 估计是在吓唬你吧 吓唬我 我挠了挠头 通过伤害自己吓唬我 他脑子也不太正常 很明显 周雪此刻的愤怒完全超过了 我骂他丑八怪时的反应 似乎这种被无视的感觉 比某种人身攻击 更让恶鬼无法接受 看样子 你是真的不在乎他 恶鬼冷笑道 那让我猜猜 你真正在乎的是什么 周雪指了指铜镜这面镜子 让我看到了很多真相 你也来看看吧 一定有你感兴趣的东西存在其中 算了 我摇了摇头 你连自己的长相都看不清楚 看了这么多年 你那秦郎为啥没来找你 你都想不通 你指望着这破玩意能说出什么真相 我也是服了 现在恶鬼的门槛这么低吗 为啥这种没脑子的家伙 都能变成恶鬼 还是说你这百十来年的光景 成全了你这个废物 白酒酒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看也是 这玩意的智商 还不如个残缺的眉脸子 你俩少说两句能死啊 刘大壮几乎要崩溃了 他完全理解不了 我俩这大大咧咧的心态是怎么回事 要不是破煞符发挥了天大的作用 我们此刻哪还有命在这说说笑笑 估计刚才就完独自个屁的了 笑吧 我看你能笑到什么时候 在周雪的声音下 我直觉的急被发凉 下一秒 我在同镜中看到了自己的面庞 而我身后 则是与我调换了位置的周雪 何苦 柳大壮大喊着提醒道 无论你看到什么 都别被影响心智 这恶鬼试图击溃你的心理防线 一定要坚持住 我想办法让你清醒 千万别被蛊惑 哟 你们家大仙还挺关照你的 这长宠还真是重情重义 周雪的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他微笑着问道 想不想看看你们家大仙是什么模样 你看不清 但同镜可以让你看得一清二楚 我想 你也很期待吧 还好吧 我随口说道 肯定比你好看就是了 说完这句话 我的双目便开始浑浊 紧接着 我只觉得浑身湿漉漉的 低头一看 一条如同树前粗壮的大蛇 将我的身体死死地缠绕在内 嘶的一声 舌头冲向了我的面庞 尖锐的牙齿 跳动的杏子 好像要将我的头颅一口咬碎似的 这是我大壮解 在我的疑惑下 周雪的声音出现在了我的耳旁 也许 是吧 周雪笑呵呵地问道 是不是很可怕 很丑陋 还好吧 我不解得皱起眉头 它本来就是柳仙啊 这条蛇看起来挺凶猛的 很符合我脑海中 想象出大壮解的形象 你到底啥意思啊 就想让我看这些 恶鬼陷入了沉默 确切地来说 它是有些猛逼 按照正常人的反应来说吧 被这么大一条蛇死死缠绕 肯定是要害怕的 但我貌似算不上什么正常人 导致我根本没理解上去它的用意 那你就死在自家大仙手里吧 在周雪的冷笑下 之间那巨大的舌头 一口咬在了我的脖子上 我能清晰地感受到 血液流淌带来的炙热感 可此刻的 我依旧无动于衷 心里更是没能泛起一丝丝的波澜 巨蛇将我撕得支离破碎 我很平静地 看着自己的残肢断壁 此时此刻 我的眼神里 依旧没有透露出一丁点的慌张 有的只是 连我自己都理解不了的疑惑 完事了吗 我嘟囔到我是不是还没死 这一次 周雪没有回答我 几个呼吸过后 我的视线开始恢复 我坐在镜子前 瞳镜里显现的 还是我那张极为平静的面孔 何苦 柳大壮匆忙地问到你没事了 我不知道啊 我一头雾水地 说到我刚才被一条大蛇给咬死了 死得很惨 东一块西一块的 柳大壮一愣 追问道 那你怎么没事 你不怕的吗 这恶鬼对你的影响我化解不掉 同样 因为我在你身上的缘故 他也无法直接杀掉你 所以 他肯定要利用铜镜蛊惑你的心智 一旦你心智动摇 他便有了可乘之机 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可我真不怕啊 因为我清楚 大壮姐没理由杀掉我了 柳大壮松了口气 叮嘱到你坚持住 这鬼东西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只要你不受影响 咱就有机会反客为主 此刻我才反应过来 柳大壮正支配着我的手 在会这新的符咒 这符咒具体是什么我不清楚 但我能感觉到 一旦这道符咒完成 似乎真有可能威慑住恶鬼的凶煞 白九九再度笑了起来 调侃道 傻人有傻福 这愣头青不管不顾的性格 竟然在这接骨眼派上了用途 正如柳大壮所说的那样 彻底被激怒的恶鬼 越发的凶煞 他肯定不会轻易地善罢甘休 也不得不说 柳大壮是真的强 他硬是靠着自身的实力 挡住了滔天阴气的冲击 如若不然的话 我这条小命 早就死在恶鬼手里了 我真的想远离 这该死的铜镜 奈何那恶鬼 却让我死死地坐在上面 随着我的眼睛再度浑浊 我的思绪也乱作一团 这一次 恶鬼对我的影响 更为来势汹汹 强大的程度 已经让我无法分辨 虚幻和现实 我最后的意识告诉我 这一次 他想将我彻底杀掉 大儿子 你哭什么 来 跟干爸说说话 我愣了一下 下意识地擦了擦眼角 我的眼眶却是有些湿润 我也听到了李赖子的声音 此刻的我 已经完全忘记了 自己身处阴宅当中 甚至忘了 这是恶鬼的手段 我转过身去 只见李赖子 骨瘦灵巡地躺在炕上 看到他的一瞬间 我的心脏 传来了剧烈的痛楚 还有着数不清的酸楚 李赖子虚弱地对我招着手 他的身旁 趴着几只黄皮子 而那些黄皮子 正在啃食着他 为数不多的魂魄 阴宅的房间中 柳大壮极力地 呼唤着我的名字 他清楚地看到 铜镜中的我泪流满面 他虽说不知道 因为什么 导致了情绪失控 但他却十分清楚 我的种种表现 代表着 我已经着了恶鬼的道 何苦 行行 柳大壮拼了命地 喊道别上当 看到了什么都不用管 这一切都是假的 没用的 周雪微笑着说道 每个人都有弱点 谁也不例外 即便是你这个大仙 也是如此 臭婆娘 你找死 柳大壮飞速地 绘制着符咒 恶狠狠地威胁到 你这该死的破镜子 等会有你好受的 等会 周雪将手掌 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不懈地指了 指同镜我说过 这面镜子 能照到很多真相 这小子有弱点 难道你就没有了吗 在镜花鬼面前 没有任何人 任何东西能保持理智 你 柳家长冲 也不例外 周雪长袖一挥 在她的动作下 之间那镜面上 划过了几道波纹 随之 同镜里除了我的面孔之外 又出现了些许 青绿色的器物 其实吧 我从一开始 就没把这臭小子 放在眼里 反倒是你这个大仙 颇为让我忌惮 我知 不过是利用他 来动摇你的心智 和我猜测的一样 这小子情绪失控的刹那间 你也受到了影响 说着 周雪随手一抓 很是轻易地 抓取了一些柳大壮身上的器物 这一刻 柳大壮暗道不好 瞬间反应过来当下的状况 他一直都在提醒我 不要被镜花鬼 迷惑了心智 殊不知 当我坐在同镜前的那一刻 他的眼睛 以及他本身 同样被照在了镜子中 你这臭婆娘 竟敢算计我 有什么不敢的 周雪冷笑道 我可是镜花鬼啊 该不会有大仙天真的认为 我这百年的时间里 知识依靠着岁月的流逝 成长起来的吧 不过话说回来 周雪身上的恶鬼 把玩着柳大壮身上的气息 欣喜地说到 我原本的目标 只是这丫头的魂魄 没想到送上门来个柳家大仙 更附赠了一个 命格有趣的愣头亲 还真是令我收获泼风呢 臭婆娘 不对 应该是臭婆娘 白九九这小刺猬真的吗 别的不说 她的性格确实和我很相似 你也就会用这点下三滥的手段 有本事和大壮姐单挑啊 小刺猬 我会把你的牙一颗颗的拔掉 周雪攻下了月药 环抱住了我的脖子 声音发腻地说道 但在这之前 我对他们两个更感兴趣一些 外界 李赖子叫来了一众小鬼 然后和以高小翠为首的众鬼 说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高小翠他们 受过我和李赖子的恩惠 知道我进了恶鬼音宅 一行小鬼除了惊恐之外 更多的则是担忧 赖子说 这何贵太莽撞了吧 竟然和恶鬼当面较量 我们的确想帮忙 可凭借我们的这点本领 有一个算一个 谁去了都是送人头 这可如何是好 李赖子焦头烂额到我清楚 你们进去肯定没用 叫你们过来 是想让你们仔细想想 我那大儿子 到底是什么意思 拿起沾满恶鬼音器的黄纸 李赖子催促到何苦进去之前 给了我黄纸 还让我多照顾你们 除此之外 他还说音宅和阳宅不同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他要钱吗 大家凑在一起 集思广义 帮忙分析一下 就在这时 灰钩子也凑了过来 他的出现 吓得几个小鬼接连后退 李赖子挡住一只眼睛瞧了瞧 随着安抚道 别怕 自家大仙 灰钩子惊魂未定地说道 太他妈吓人了 那乐鬼的阴宅 简直不是人带的地方 要是跑完了一秒钟 我恐怕都要交代在那里 那你咋回来了 李赖子愤怒地质问道 都是本家大仙 你就这么给喝苦扔里面了 我大儿子说得不错 就没一个讲义气的 你放屁 能不能别冤枉我 灰钩子解释到 谁知那和苦犯什么风魔 他告诉过我很多次 让我看看阴宅就走 看了之后 他还叮嘱我 一定要记得清清楚楚 我现在都想不明白 他要钱傻 骂骂咧咧的灰钩子 也是一肚子怨气 只听他委屈地 诉着苦我招谁惹谁了 也就我逃跑的本事一流 要不然 鬼知道是个什么下场 等等 李赖子盯着灰钩子问道 你说我大儿子 让你好好地记住 阴宅是什么样的 对吗 对 灰钩子不耐烦地重负道 而且说了很多次 那 那你记清楚了吗 面对着李赖子的追问 冷静下来的灰钩子 点了点头记清楚了 我当时看得很仔细 我也觉得 那小子话里有话 你莫非是想明白了什么吗 李赖子没有作声 只见他时不时地 看看不满阴气的皇旨 又看看身前的小鬼 思绪许久 李赖子又将目光 放在了老董家的宅子 估计这么一会儿 他的脑细胞 都快要稍短路了 镜花恶鬼 阴宅 镜子 李赖子难难道你们说 倘若何苦能把镜花鬼 拖出阴宅 又会如何 屁用没有 灰钩子果断地说道 那是恶鬼 厉害得很 就算脱离阴宅 咱也不是对手 李赖子点了点头 随即继续问道 那如果说恶鬼 并不知道他身处阳宅呢 灰钩子愣了愣 疑惑地问道 有啥区别吗 不清楚 但区别肯定有 李赖子拿起皇旨 对着诸多小鬼吩咐道 这是恶鬼的阴气 你们都拿取一些 这些阴气是恶鬼自身的东西 他就算出来 也不可能对自己的阴气产生怀疑 说完 李赖子对着他们摆了摆手 急匆匆地朝着屋内走去 进入房间 李赖子不敢担得一丝一毫 立刻部署起来 挥钩子 这些小鬼没办法抗衡恶鬼 但却能利用这些阴气 营造出来阴宅的具体模样 你一定想好了 千万不能有任何疏漏 咱们完美地打造出阴宅的样子 说不定真的是这臭小子 反败为胜的至关手段 挥钩子此刻看待李赖子的目光 和看待疯疯傻傻的我差不多 他有些犹豫地问道 这能行吗 那可是恶鬼 李赖子很少发脾气 尤其是对大仙发脾气 这种让他本能抗拒的行为 但这一刻 他却火冒三丈地嘶吼到快点 生死攸关的事 每一秒都是变数 我脑子笨 想通得慢 不管是不是这意思 咱都得尝试一下 挥钩子被彻底骂醒 他也清楚 和恶鬼打交道 可不是闹着玩的 想通这一点之后 挥钩子极力地思索着阴宅的场景 尽可能地用现有的阴气 以及诸多小鬼的作用 将完整的阴宅还原出来 就连被他挖穿的角落 挥钩子都没有忽视 也在阳宅中复刻了出来 阳宅紧锣密鼓地布置着 阴宅自然也不会安生 因为被恶鬼影响了心智的缘故 柳大壮已经没办法绘之未完成的符咒了 更糟糕的是 那恶鬼正在大口吞噬着柳大壮身上的气息 按照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我们的失败和结局 基本上已经板上钉钉了 可就在这时 我伸了个懒月药 打了个哈欠 睁开眼的那一刻 我还下意识地擦拭了几下自己的眼角 好乏啊 非要在我面前上演一场情感大戏吗 我回头看着周雪 问到还有别的本事吗 没有的话 咱真的该好好谈谈了 何苦 柳大壮和白酒酒一口同声地问到你 你回来了 不然呢 我慵懒地嘟囔道 不回来 难不成死在这里吗 怎么可能 恶鬼惊恐地问到你 明明已经被影响了心智 怎么可能逃脱同境的束缚 有什么不能的 你真以为你无敌了 我站起身来 撑了个懒月药 语重心长地 说道我送你六个字 这六个字是 拿得起 放得下 说吧 我便唱起了神条 同时 这一次的 我也没有依靠柳大壮 而是独自完成着残缺的符咒 大壮姐 据我对你的了解 你真正的浑身 比附在我身上的 要多得多 别怕撑死我 来就得了 我右手飞快地跳动 同时自信地笑了笑 消念符 没办法除掉 你这臭婆娘 但越强大的鬼魂 受到的影响也就越大 你说你 怎么就积攒了这么多的怨念呢 我冷嘲热讽道长的丑这种事吧 怪不了别人 依我看 你也是一厢情愿罢了 真没想到 百年前就有田狗这物种了 你说是吧 白九九的嘴是真的嘴 他能骂我几个中头不重样的本领 也是有迹可循的 听到我骂个鬼是田狗 这小家伙 也来了精神头 没错 他肯定是个老田狗 只听白九九毫不留情的挖苦道 你看他长的那个德行 跟天书奇谈的老妖怪似的 这死样子 还能被人惦解 简直是开玩笑 一定是他一厢情愿 以为人家郡后生真的会回来 殊不知 人家只是为了摆脱他 这条甜不知耻的大年鱼 你看 你们看 白九九大笑不已 变本加厉地嘲讽到他 生气来 头发都飘起来了 那两根半杂毛 跟个大曲曲似的 电视里演的没超风 都比他受看 此刻的柳大壮死了的心都有了 我一个嘴不干净的就算了 结果这白九九埋胎起人的本领 比我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 知道的是 我们在对付恶鬼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们在欺负可怜虫吗 一通的精神攻击下 恶鬼已经彻底癫狂 他散发出来的阴气 不停地冲撞着我们 只不过 柳大壮在恢复理智后 他的雾气 已经重新将我包裹了起来 并且那些雾气越来越多 即便是我以魂魄的方式存在 都觉得难以承受 请先所带来的重量 静花鬼 你死到临头了 柳大壮一肚子怒气 咬牙切齿地怒视着周雪 本大仙今天拼了命 也要打死你个臭婆娘 恶鬼也不甘示弱 同样强势地怒吼到你们 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 不得不说 能配称得上是恶鬼的家伙 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我和柳大壮都损伤惨重 即便是得以喘息 也很难抗衡恶鬼 在这癫狂的疯婆娘 不停冲撞下 柳大壮的气息也减弱了很多 并且我能感受到 她和我之间的关联越来越弱 若是持续下去的话 她很可能被撞离我的身体 何苦 加快点进度 已经好了 我拿起消炼符 猛地打在了周雪的身上 煞时间 周雪的身体 就好像碎裂的镜子一样 瞬间变得四分五裂 溃散的阴气 将我笼罩其中 伴随着的 还有恶鬼吏声的哀嚎 我捂住耳朵 双腿发软地跪在了地上 在这一刻 柳大壮从我身上脱离了出去 只剩下一团为数不多的气物 在我身旁萦绕 昏暗的阴气中 我抓住了一道周雪的阴气 小声地叮嘱道 等我醒来 让你父亲打碎镜子 我也不知道 周雪是否能听到我的叮嘱 我能确定的是 这一道符咒下去 镜花鬼肯定没办法控制她的魂魄了 大壮姐 我大声喊道 还能上身步 请我 柳大壮气喘吁吁道 我试试看 不能试 一定要将我带出阴宅 我催促到我已经傻里傻气的了 你就别怕你的浑身会伤到我 我要利用亲你上身的功夫 撬开阴宅的缺口 我来不及过多的解释 也清楚多说无意 这一次我的赌注下的太多 即便是现在给了镜花鬼一次重创 我也不敢保证 一切都能顺利进行 紧接着 我大声唱着神调 柳大壮也拼尽了所有的力气 来恢复我们之间的感应 其实我的猜测没错 柳大壮被我请上身的知识一部分 他的整体 比这一部分还要强大 但如今的我没办法撑起完整的他 而强行的落在我的身上 知会对我造成更大的影响 可现在 无计可施 我们必须承担着所有的风险 玩够了吗 恶鬼的声音出现在了昏暗中 他语气不善 阴冷到了极致 只是一个声音 便让我的魂魄难以支撑 好像随时都要魂飞魄散一般 戏耍和挖苦 只不过是言语上的逞能 对于这百年的老鬼 我从来没有掉以轻心过 镜子里出现了那张可怕的面孔 他死死地盯着我 癫狂地大笑道 很不错 你们真的很不错 只见那恶鬼从铜镜中爬了出来 一步步地朝我靠近 大壮姐 走 我知道 柳大壮大吼一声 一股温暖的气息将我的身体重新包裹 而他的重新上身 让我的阴气也溃散了不少 与此同时 外界的铃铛也发出了刺耳的声响 弄好了吗 李赖子焦急地问道 铃铛响了 该叫醒何苦了 没问题 灰钩子大声回应道 很完美 一丝不差 李赖子二话不说 果断地用红筷子 夹住了我的手指 接连呼唤了三声我的名字 完毕之后 李赖子催促到灰钩子 还有周坤 跟我出去 免得露出破绽 灰钩子不用多说 他早就想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但周坤却一动不动 他清楚地看到 周雪的身体在颤抖个不停 也意识到 自己女儿难言的痛苦 此刻周雪的魂魄虽然回来了 但他的魂魄里 掺杂着不少恶鬼的阴气 所以 他根本没办法回到身体当中 这也就导致了 他身体和魂魄产生了排斥 所以才会有所异样 快走啊 门口的李赖子 怒吼道你帮不上忙 别耽误事 不 我不能走 周坤掏出了口袋里的黄符 猛地冲到了周雪身前 将那张黄纸贴在了周雪的身上 他想起了我的叮嘱 除此之外 身为老父亲的他 更想要做点什么 那道符咒 其实没什么用 只不过是一道常用的听声符 听声符通常用于一些 弥留之际的人身上 通过这道符咒 可以让适者和亲人 交代一些没能说完的话 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做了最坏的打算 毕竟那个时候 我也觉得周雪的性命 估计是没了 索性就让周坤 听听自己女儿的声音 同时也能避免一些 针对我的不必要麻烦 后来我计划好了一切 觉得这听声符 还是有点用的 所以在过音之前 也就多叮嘱了一嘴 在听声符处碰到周雪的那一刻 血脉相连的妇女二人 也有了声音上的感应 爸 周雪大喊道 和苦说之药她醒了 就打碎镜子 女儿 是你吗 真的是你吗 周坤老泪纵横 不停地触题 摸着声音来源的空荡 打碎镜子 和苦醒来 一定要打碎镜子 阴宅中 发狂的镜花鬼 就像是一条恶犬似的 这疯婆娘的谁咬谁 打得我和柳大壮士 节节败退 因为阴气的缘故 我们离开阴宅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柳大壮的浑身不停地 降临到阴宅中 尽可能地冲破 源自于恶鬼的束缚 此刻的我们颇为狼狈 一人两仙 都凑不出一个健康的精神状态 鬼一边去 柳大壮也是拼了 她的大仙 气息硬生生地和恶鬼 触碰到一起 不得不说 这百年恶鬼 比预计中要更为难缠 这疯婆娘 自始至终 都没有完全暴露出自己的本领 被肖念福娃解了 如此之多的阴气 她都能封批到这个程度 这鬼东西 也是没谁了 几次撞击之下 柳大壮和镜花鬼 都有所损伤 抓住恶鬼 晕头转向的契机 柳大壮连忙提醒道 该走了 我的魂魄开始脱离阴宅 一道光束也越发地清晰 可就在我即将离开的一刹那 恶鬼的手死死地 抓住了我的脚踝 我说过 你们跑不掉的 可没想到的是 在那恶鬼抓住我的一瞬间 她的手便猛缩了回去 只听白酒酒得意地嘲弄道 扎死你个丑八怪 真当姑奶奶 我是个百杀 你们找死 恶鬼反应得很快 她追着我们的魂魄 便再度袭来 我绝望地坐起身来 只见那恶鬼 正猙獰地看着我 而他的手 已经在我的腿上 留下了一个清晰的黑手印 我说过 你跑不掉的 是吗 我嘴角轻扬 指了指镜子旁边的周坤 看看那是谁 我已经看到了 竟花鬼不屑道 谁来了 你们都是死路一条 在我的阴宅 没人能打破我的铜镜 话音刚落 只听玉尔的碎裂声 便传了过来 周坤那打在镜子上的拳头 流淌出了鲜血 但那面镜子 也因此被打得彻底碎裂 谁告诉你 这是阴宅了 我盘着腿 悠然自得地坐在炕上 你好好看看 这真的是阴宅吗 不 不可能 恶鬼撕心裂肺地吼到这里 明明是我的主场 什么时候 究竟是什么时候 行了 别挣扎了 我疲惫不堪地说到 有什么问题 下辈子再问吧 当然 你已经没有下辈子了 阴宅里 你可以肆无忌惮地附身同镜 但这阳宅 被你误以为是阴宅 你以为你的本领还管用吗 我抄起柳家的供奉牌 心情愉悦地走到了破损的镜子前 这是替柳家打的 咔嚓一声 破损的镜面再度碎裂成了一块块 锦花鬼痛苦地哀嚎着 与此同时 他的魂魄也迅速地瓦解 还有灰家和白家的 我们总得让你清楚 你是死在了谁的手里 又是两次猛砸 那丑陋的面庞也变得残缺不堪 胡家就算了 他们屁用没有 但这并不妨碍你魂飞魄散 住手 住手啊 锦花鬼真的怕了 他不断地求饶起来 放过我 我愿意为奴为仆 我是恶鬼 能为你做很多事情 我的主人 求您放过我 主人 我用力地踩了踩碎裂的镜面 冷笑不已 留着你让我天天做噩梦吗 你呀你 真是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处 奉劝你一句 做人做鬼 心里都要有点逼数 才能活得久 而你 显然不懂这个道理 镜子碎成了渣 锦花鬼也因此魂飞魄散 彻底消失在了这个世界 扑通一声 我重重地躺在了炕上 喘着粗气的同时 我也庆幸着自己的劫后余生 李赖子走进屋内 紧张地看了看四周 心有余悸地问到阴气 消散了 是不是安全了 嗯啊 我呆滞地盯着天花板 嘴角泛起了些许的笑意 太爽了 潜碎恶鬼的滋味 简直不要太美妙 我略显遗憾地叹了口气 可惜了 弦掉的要是黄皮子 就更好了 神 神经病 李赖子上前查看着我的精神状态 此刻的我疲惫不堪 面无血色 整个人好像都在这个夜里 受了一大圈似的 负责善后的李赖子 恭恭敬敬地询问道 大壮姐 要我做些什么 没什么 照顾好何苦就行 柳大壮也是有气无力地叮嘱 道出吊恶鬼所获的应得不少 除了几家堂口的分配之外 这次的应得 对于小何苦而言 也是一笔不菲的财富 但你记住 应得不是万能的 何苦的魂魄 受到了不小的波及 最后抗衡恶鬼的时候 我更是降临了不少魂身 这不是何苦目前能安然承受的 所以 关于魂魄方面的恢复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说着 柳大壮又看了看 炕上躺着的周穴 继续开口道 这女娃子命是真的大 这种情况都能活下来 有一句话 和苦说的没错 一个出马先生 根本没办法完全顾及她 以后这丫头能活多久 就看她的命数了 你和东家解释清楚 该给护身符给护身符 该怎么调和阴阳就怎么去做 但你必须告诉他们 下次再出问题 别往这里 我们不接 一定 一定 李赖子也不是傻子 头一次遇见周穴 就碰上了个难缠的凶鬼 第二次 更是引来了一个上百年的老怪物 俗话说 再一再二不再三 要是再因为他自身的原因 让我们陷入险境 就算给再多的钱 也是亏本买卖 李赖子将老仙的意思告诉了周昆 通过这一次的事情 想必这位老父亲 在未来的日子里 也不会拿自己女儿的性命开玩笑 只是一听说 我们以后不再插手的决定之后 周昆明显有些不太放心 李叔 您跟老仙商量商量 能不能多帮忙照看照看 周昆将包里的所有现金都拿了出来 恳求着说到我手头就这万把块钱了 这钱您先收着 算是我付的定金 周雪是我女儿 我以后肯定精心照亮 可除了这些 您能不能跟老仙通融通融 我愿意再拿出十万块的压箱钱 李赖子果断拒绝 一点口风都没给对方留下 事前我大儿子就说了 我们尽力而为 具体多少费用他来定价 至于你 多出多少钱 是你的事 但我们绝对不收 原因很简单 这屋子里哪个不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这次侥幸躲过去了 下一次谁都说不准 说句不好听的 咱也不能因为一些钱 把命都拴在你们家对吧 就在这时 我做起身来 同时伸出了一根手指 十万块 一分不能少 我看向周昆 自信地说到你闺女命格不好 但我有个办法能一劳永逸地解决 他身上的麻烦 你想试试不 何苦 柳大壮呵斥到你给我闭嘴 别胡说八道 臭小子 我告诉你 啥事 不能信口开河 因果这玩意你看不见 题目不着 但找到你头上的时候 你是要为往日的无知所买单的 李赖子也连忙上前 打着麻胡眼 别听他胡说 我这儿子脑子不灵光 你以后好好照顾你闺女就得了 这次的费用 等我儿子清醒过后 再跟你报价 我没开玩笑 我对着周昆说道 是否能成功 我不敢保证 我现在问你的事 要不要尝试一下 十万块 一分不能少 怎么决定 你自己考虑 还没等周昆回答 柳大壮便劈头盖脸地 给我一通训斥 我黑黑地笑了起来 解释道 大壮姐 这周雪是个天大的麻烦 但你说过 从他身上 也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应得 这份应得 咱们无福销售 但总有其他人会感兴趣的 柳大壮不解地问道 你小子啥意思 没啥意思 我还算自信地笑道 试试看 能不能卖个好价钱 应得吗 吃应间饭的人和大仙 哪有闲多的 我出 周昆果断地掏出了一张卡片 放在了炕上十万块 买个心安 不管能不能一劳永逸 我都愿尝试一下 赖子 收钱 李赖子迟疑地看着那张卡片 有些不知所措 钱是好东西 谁都喜欢 但烫手的山芋是福是祸 就不好说了 与此同时 没有了恶鬼阴气纠缠的周雪 也苏醒了过来 他虚弱无比地睁开了双眼 低声地呼唤着我的名字 何苦 我 我还活着吗 我打了个哈欠 对着周昆吩咐到 给他弄点糖水 让他清醒清醒 晚点我还要带着他 去另一个地方 周昆不敢怠慢 立刻按照我的吩咐 忙前忙后去了 大儿子 你究竟想钱啥啊 能不能跟我交个碟 我摇了摇头 倒不是 说我不想和李赖子 说明我的想法 吃事我真的没力气说话了 赖子 你先回家 我最晚下午就回去 李赖子走后 我在老董家睡了一会 老董家的一行人知道 危险已经解除 他们也陆续地回到了这里 中午的时候 我狼吞虎咽地饱餐了一顿 当然 我也不会苦了自家大仙 跟我忙前忙后的他们 也少不了来自于 东家的慷慨供奉 吃过饭后 周雪也恢复了不少体力 我看了看时间 对着周坤说到 我带着周雪离开 明天这个时候回来 啊 周坤担忧地 看了一眼自己的女儿 问到你们要去哪里啊 我闺女这情况 出门没问题吗 我不耐烦地催促到 哪能磨夺问题 你同不同意吧 同意 当然同意 周坤不敢废话 老董也是在一旁劝说 鼓吹着一些 我非同寻常的彩虹屁 离开老董家之后 我便朝着山脚走去 周雪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 生怕有什么 意想不到的危险 再度靠近 他忐忑地抓着我的衣角 不安地问到何苦 你要带我去哪里啊 上山 我拖着疲惫的步伐 漫不经心地回答了两个字 山上有什么吗 周雪望着茂密的身上 整体略显紧张了不少 我 我有点害怕 我一边走 一边无奈地解释了几句 你想活命很困难 山上有些东西 说不定能帮到你 至于能不能保住你这条小命 就看你的运气了 我也不过是帮你尝试一下而已 哦 周雪哽咽了起来 楚楚可怜地 跟在我的身后何苦 谢谢你救了我 上次我就知道 要是没有你 我恐怕 就已经死了 这次又是你将我带了回来 真的 真的很感激 你没有放弃我 我打了个哈欠 头也不回地说道 两单生意而已 你家付了钱 我只是履行我出马先生的职责而已 不用太放在心上 不 不是这样的 周雪柔声道你 真的很有安全感 当我看到你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 能救我回来的只有你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想留在望山村一阵子 我真的很害怕 我愣住了神 停下了脚步 我转头看向周雪梨花带雨的模样 微微皱起了眉头 见我一直在盯着她 周雪娇弱地抓住了我的手掌 我不想回到那个鬼地方了 我真的害怕得不行 你可滚犊子吧 我是典型的一根筋 说起话来 也不会什么拐弯磨脚 所以呢 我的拒绝方式 让周雪近乎崩溃 你害怕 我还害怕呢 你不知道 自己是个扫把星啊 还给你留在身边 我是嫌我命长 还是说小麦不得棒棒糖不甜了 赶紧走 磨磨叽叽的 你以后能不能安全 还得看山上的那位爷 愿不愿意搭理你 说完 我便继续朝着 山上走去 周雪人都傻了 她震撼无比地看着我决绝的背影 这剧本不对啊 怎么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呢 要知道 她周雪很是漂亮 楚楚动人不说 更是有一种能激起他人保护欲的柔弱美 从小到大 她身边的哪一个不是对她呵护有加 结果到了我这里 我不耐烦地一脸嫌弃不说 更是觉得 她连一根棒棒糖都不如 这是什么样的脑回路 才会有这种怪异的想法 看我的身形渐行渐远 周雪加快脚步追了上来 她一路上喋喋不休个没完 我则是一个字都懒得回应 走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已经来到了大山深处 一座废弃的胡家庙 出现在了我们的视线中 而那里 便是我此行的目的地 何苦 你就是要带着我来这里吗 嗯 我点了点头 走进了满是灰尘和珠网的庙宇中 进入庙内 我找了个相对于干净的地方坐了下来 我一边逃弄着背包里的东西 一边说到你这命 谁见谁烦 但不得不说 跟着你绝对有源源不断的应得 而应得呢 是个好东西 我们这类人和大仙不可或缺 但你实在是太麻烦了 所以我只能想办法 把你卖个高价 当然 前提是 你能卖出去 周雪紧张地后退两步 惊恐地问道 卖个高价 你 你要做什么 没什么 我一脸淡然道 因为你 我这条命差点丢了 所以我肯定要利益最大化 从而减少自身的损失 我这么做 很合理吧 我觉得我表达得已经很清楚了 并且是有理有据 可为啥周雪看待我的眼神 比面对恶鬼的时候还要慌张呢 我挠了挠头 不解的摆好了香炉和烛火 供奉准备完毕之后 我拿出了胡佳的牌位 此刻的我 还是有些心虚的 原因很简单 我手里的供奉牌 实在是太破了 胡佳的供奉牌 一直被我当成是打鬼的武器 因为我请来了 其余三家堂口的缘故 所以吧 最近一段时间 被我使用最多的 便是胡佳的牌位 也就导致了整块供奉牌 左一个钉子 又一块胶带 整体更不用说了 那叫一个货牙露齿 残缺不全 胡佳太野 是我 小何苦 我恭恭敬敬地 举着胡佳的供奉牌 笑呵呵地说道 我来给咱家宋英德来了 宁可地说好了 拿起黄纸 我一边写写画画 一边唱着神条 等了许久 我都没有看到 独属于胡佳的红色武器 更没能请来任何一位 胡佳的大仙 不过 我能感受到 妙宇中的温度上升了不少 在我身前的 那尊胡佳神像 似乎也不再被灰尘所掩盖 胡太野 我知道 你能听见我说的话 虽然您不露面 但晚辈可不能不讲礼数 我跪在地上 磕了三个头 随之 我指了指一旁的周雪 说到这丫头命格招音 我帮了两次忙 获得了不少的英德 但晚辈本是低微 分身乏术 不能一直照看着他 我寻题摸着咱胡佳 家大业大 有本领的先生和大仙 数不胜数 所以呢 我就给这源源不断的英德 送到您这来了 您要是答应呢 以后就帮忙照看一二 这姑娘一辈子都摆脱不了 鬼魂的靠近 以后哪位先生 或者哪位大仙 缺了英德 就时不时地留意一下 这倒霉孩子 既能护他周全 也能收获香火英德 可谓是两全其美 您要是不愿意接收 那晚辈明天这个时候过来 把他接走 可惜了的 无非是那数不胜数的英德 我一阵嘟闹的同时 也顺手从包里 拿出了一捆红绳 将红绳捋好之后 我对着周雪摆了摆手来 你过来 让太爷好好看看你 不 我不去 周雪脑袋摇晃得 跟波浪鼓似的 此刻的他 对我无比抗拒 那小眼神里 透露出的楚楚可怜 就好像在说 我是个死变态势的 你还挑三拣四 胡家 要能看上你 你这辈子 就不用担心阴阳之事了 我不耐烦地将周雪 拽到了身旁 乐呵呵地 对着神像说道 胡太爷 就是这位姑娘 人我给您送来了 也不急着当场决定 您慢慢考虑他的价值 我也请了胡家堂口 也算自家人 不管咋样 今晚您帮着照看 别让他出问题就好 说着 我便把周雪 按在了石柱上 然后用绳子 将他捆了起来 何苦 周雪瞪大双眼 颤抖地问道你 你什么意思 什么叫今晚 难不成 你我要在这鬼地方过夜吗 你我 我摇了摇头 我要回家睡觉 今晚你自己留在这里 放心 这是胡家的地头 你安全得很 别看这庙宇有点破旧 但可是胡仙的香糖 就算你容易招惹脏东西 他们也不敢 在胡家面前撒野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我是里三层外三层地 将周雪捆得结结实实 不怕别的 就怕这不安分的丫头 半夜跑了 周雪嚎叫得不停 但她的挣扎 根本制止不了 我手中的动作 你能安静点吗 在太爷面前撒野 也不怕他老人家责怪你 你好好表现 胡家要是愿意照着你 可是你的福分 将周雪死死地固定好之后 我谄媚地对着神像拜了拜 胡太爷 这闺女就交给您了 都是自家人 您也不用感谢我 以后这应得 都是你们的 与我何苦无关 不过啊 咱有一说一 这两次为了帮她 也让我损失惨重 尤其是这回 把我和堂口的自家大仙 都折腾丢了半条命 我卖惨地说到说到底 还是咱身边没个五仙傍身 我请乡上马 也快有一年了 您要是对晚辈 给您送得里满意 您就给安排个五仙下堂 我这点小请求 想必对咱胡家而言 也不是什么大事 总而言之 晚辈何苦先给您叩头了 求人办事 就要有求人的姿态 何况我求的是胡家大仙 以前的种种不好 怎么说都是曾经 作为出马弟子的 我能和仙家搞好关系 对我来说没什么坏处 当然 皇家除外 该科的头一个不能少 该说的话一句不能落 弄完一切 我开始整理背包 准备离开 看了一眼外面的日头 我对着周雪叮嘱到 明天睡醒我过来接你 到了晚上别大吵大闹的 有小鬼靠近倒没什么 若是招了狼 你可就隔屁了 东西就别吃了 我看你中午吃了不少饭 少两顿也饿不死 困了就睡 别想太多 一宿而已 很快就熬过去了 见我要走 周雪近乎疯了似的哀嚎起来 何苦 别走 我求你了 别把我自己丢在这里 你要真是不得不 把我留在这里 你陪着我好不好 我打了个哈欠 极为疲倦地拒绝到 如果换做平时 我陪你熬一宿 没什么关系 但今天不行 第一 我很累 我现在的状态 比你肉眼看到的 要糟糕无数倍 第二 我们家大仙和我干爸 还在惦记着我 我得给他们报个平安 你就安生地待在这里 放心 我没坑你就是了 说完 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胡家庙 而我身后 传来的 则是周雪那吓破胆的哀嚎声 下山总比上山快 道家的这段路 还是很顺利的 其实我并没有和周雪说谎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我还真不介意留在胡家庙一晚 只可惜 我坚持完成上山下山的举动 都是我强撑下来的 赖子 我回来了 听到我的声音 李赖子匆忙地跑了出来 见我摇摇晃晃 他眼疾手快地搀扶住了 即将倒下的我 大儿子 咋样 太累了 我眼皮发沉的低声道 实在是扛不住了 头疼得要死 想 想休息 快 快休息 李赖子将我背在背上 小心翼翼地将我安顿在了炕上 大儿子 你睡吧 没事的 李赖子 提摸了 提摸我的额头 安抚到有我和大仙照看着呢 你放心 供奉 咪咪 糊糊地我叮嘱到你 你辛苦一点 别亏了仙家 知道 知道 我的意识渐渐模糊 整个人也沉睡了过去 李赖子在我身旁哀声 叹气了好一阵子 许久过后 他渐渐意识到了不对劲之处 不对啊 大儿子 我听说你和那周雪一同上山了 咋就你自己回来了呢 李赖子紧张不已 有些抓狂地问道 咱收的十万块 可不是小数目啊 你这 混小子 又钱啥了 此刻 我已经睡过了二道零 哪还能回应李赖子的担忧 一日醒来 艳阳高照 我的精神头恢复了不少 但因为魂魄对我的影响 我疯疯傻傻的症状 似乎又严重了一些 大儿子 醒来呀 李赖子嘴角抽搐地 看着同样浑身抽搐的我 脸上挂满了担忧 咋样 没事吧 没 没事啊 老爷子呢 和皮子溜弯去了 也不知道是我刚睡醒的缘故 还是因为我的神经有些错乱 总而言之 我莫名其妙的话语 让在场之人都为之一愣 没错 除了李赖子之外 守在我身旁的 还有周坤 以及老董家的一些人 李叔 老董看了看我 极为不安地问道 何苦这是咋了 没 应该没事 李赖子心里没底地解释道 应该是奇猛了 你们别急 我问问哈 说着 李赖子小心翼翼地 对我询问道 大儿子 周雪呢 送 送礼了 我黑黑地傻笑道 拿他换 换大仙 要 要是成了的话 肥转 李赖子一头冷汗地面对着 老董家一行人 虎视眈眈的眼神 只听他心虚地解释道行李话 你们听不懂 别紧张 放松 放松 大儿子 你跟我说实话 那姑娘在哪 我从炕上坐了起来 眼神呆滞地朝着外面看了半天 片刻后 我缓缓说到山上呢 一天 呃 呃不死 哪还是一天啊 李赖子欲哭无泪到你 睡了三天了 你不说话 大仙也不理我 我都快急死了 赶紧起来 上山看看吧 再晚点 变成前尸个屁的了 咪咪 糊糊之下 我被一行人扛起来 就往山上跑 我的精神状态吧 的确是不怎么乐观 好在稀里糊涂之下 我还一稀地记得那天发生的事 也算是顺利地给众人指了路 就这样 我们在三天后 再度赶往胡家庙 找寻着险些被遗忘掉的周雪 破破烂烂的胡家庙 一片祥和 进入庙宇的一瞬间 便传来了周雪委屈的哭声 爸 你们怎么才来 周雪哭得梨花带雨 只见他可怜巴巴地抱住了自己的父亲 而那原本捆住他的红绳 则是散落在地上 除了已经脱落的红绳之外 地上还有着一些水果和糕点 这么看来 周雪这几天在胡家庙过的 还算是滋润 见此清醒 李赖子擦拭着额头的冷汗 终于是松了口气 还好 还好 李赖子暗中捅孤着我 有些责备到你小子心真是大 提前告诉我 一生也行啊 这姑娘要是死在大山里 我看你咋办 没 没大仙 我不满地盯着供台上的神像 有些忧怨道旧 就索要个五仙而已 咋这么小气呢 行了 你也别挑三减四了 李赖子无奈道 没徒增是非就好 哪那么多要求 周坤一边安抚着自己的女儿 一边小心翼翼地询问起来小雪 这三天都发生了什么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周雪委屈地讲述到 我被和苦捆在了石柱上 他明明说第二天中午来接我 可一直等到了晚上 他都没过来 我很啊 也很害怕 那个时候 我真的很崩溃 后来我又怕又累 就昏睡了过去 等到半夜的时候 我突然摔倒 惊醒之后 我看见地上多了一些食物 捆住我的绳子也掉了下来 说到这里 周雪指了指大门口慌乱中 我想离开 结果一只火红的狐狸 却挡住了我的去路 那一刻 我真的以为自己要被吃掉 可观察了一阵子之后 我发现 那狐狸似乎没有伤害我的意思 他示意我吃点东西 然后又叼着这东西 放在了我的身旁 说着 周雪拿起了一根 通体血红的木棍 那根木棍不足半米 但整体的做工 却极为精致 除此之外 密密麻麻的符印 也刻在上面 而且每一道符印 似乎都散发着 威严的压迫感 之后没多久 那狐狸就离开了 我不敢出去 怕在森林迷失 索性就留在了这里 好在你们终于来接我了 周雪又哭了好一阵子 情绪逐渐稳定的 他将红木棍 给了我何苦弟弟 我昨晚做了个梦 梦里有一个声音对我说 他答应了你的提议 这是给你的报酬 我拿起木棍端向半天 逐渐皱起了眉头 反倒是一旁的李赖子 摩拳擦掌 表现出一副极为激动的模样 我脑子一魂 直接将木棍扔了出去 啥破玩意 就拿着胡弄我 呸 还 还武家之手呢 扣扣嗖嗖嗖的 何苦 啪的一声 李赖子毫不客气的 一巴掌猛地 打在了我的后脑上 只见他跑向木棍 被我丢弃的方位 大声骂道 你个缺心眼的大傻子 这是胡家给你的五王鞭 捡起木棍 李赖子对着神像 接连磕了好几个头 他忐忑不安地哀求道 老仙莫怪 何苦就这奏性 我会去教训他 您大人大量 别和这大傻子计较 好一段认错之后 李赖子如是珍宝般 将红木棍收了起来 他气不打一处来的 踢了我一脚 责备道 回家再收拾你 你个愣娃子 周坤并不在意 我吃吃傻傻的状态 也不在意 那根看起来 有些古怪的棍子 他真正关心的 是自家闺女的安危 李叔 我闺女这事怎么说 没问题了 李赖子笑道 胡家答应了帮忙照看 等下山之后 让小何苦给你们家 请个宝家仙 就没问题了 不得不说 这姑娘命是真好 就这么说吧 能得到胡家的眷骨 可以说是 你们家祖坟都跟着冒清烟了 不过 李赖子严肃地提醒道 该防范还是要防范 护身符一定要带好 万一胡大仙有事照看不到 遭罪的还是你们 一定 一定 周坤满脸堆笑 请客间 他觉得这十万块钱 花的那叫一个物有所值 之后 我们一行人便下了山 朝着望山村走去 半路上 周雪凑到了我的身前 极为真切地说道 虽说吧 你给我扔到了山上三天 但不管怎样 你都确救了我的命 真的很感谢你 以后 我们就是好朋友了 对不对 周雪笑得很好看 他将手掌递给了我 表露出一副很期待的模样 我抓了抓额头 也伸出了手掌 朋友 好啊 我 我还有其他朋友介绍 给你认识 村里村外 有不少好鬼呢 他 他们肯定 也很喜欢你 霎时间 只见周雪的手猛地缩了回去 而我则是歪着脑袋 不知道我的好朋友 为啥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握手没有成功 周雪魂不守舍地凑到了李赖子身旁 好奇地问到李爷爷 何苦这是怎么了 之前不这样 习惯就好 小问题 李赖子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他 傻的 呃 这样啊 周雪不再说话 似乎也失去了和我做朋友的兴趣 赖子 我提摸了提摸额头上的伤口 嘀咕到头好痒 是 是不是要长脑子了 你可多长点脑子吧 李赖子哀声叹气地苦笑起来 你这病症颠过来掉过去的 都快丑死我了 下山之后 各回各家 给周雪请了胡家的保家仙之后 他们妇女二人便匆忙地离开了望山村 而我和李赖子 则是屋里屋外地忙来忙去 弄了一大桌子的好酒好菜 傍晚 我将三家的供奉牌摆在了饭桌上 诚意十足地 给每块供奉牌钱都添了香火和酒水 思前想后 我将破破烂烂的胡家牌位也放了上去 不管咋样 胡家答应了我的提议 也算是给我省去不小的麻烦 很快 柳大壮 灰钩子 以及白酒酒 便落作酒席 而这顿丰盛的晚餐 则是我精心准备的庆功宴 多 多谢你们 我端起白开水 对着三位大仙进了进 这次前恶鬼 下次杀皮子 咱做大做强 再创辉煌 干杯 起初吧 气氛还是不错的 可以听到 我的目标 还是针对黄皮子 三位大仙吃到嘴里的香火都吐了出来 李赖子反应很快 乐呵呵地打着圆场 何苦不会说话 老仙们多担待 经个开心 咱吃好喝好就行 用不着搭理这臭小子 一通地缓和气氛之后 李赖子将红木棍拿了出来 他凑到了柳大壮身前 问道大壮姐 您看这东西咋样 很不错 柳大壮畅快地笑道 这五王鞭的分量不轻 看样子 那群老狐狸 并没有完全忽视掉何苦的重要性 虽说吧 没请来五仙 但有了这东西 以后打鬼的时候 也能轻松不少 更犯不上被这大傻子 一直折腾几家牌位了 李赖子连连点头 我看也是 估计胡家老仙 也是不愿意自家牌位 被弄得破破烂烂 才给了何苦这五王鞭 只不过 这五王鞭打鬼的效果如何 肯定比供奉牌好用 但作用吧 也就那样 柳大壮解释道 五王鞭织是打鬼的辅佐工具 发挥出几分本领 要看这臭小子自身的实力 以及请来五仙的本领 不过这东西不错 更重要的是 通过这五王鞭 我们能看出来 胡家并没有对何苦不管不顾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也算是锦上添花了 那就好 李赖子对我喊了一声大儿子 这五王鞭可不能乱丢 等你请来了五仙 这可是傍身之物 唉 柳大壮叹了口气 随之调侃到你说吧 要说这小子傻 他还很聪明地知道 拿周雪换取胡家的态度 这个主意连我都没想到 可你要说他聪明吧 这愣头青 连胡家给的五王鞭都不满足 也不知道这混球脑子里装的什么 着实挺让人无奈的 灰钩子很认同地附和道 谁说不是呢 坑我的时候比谁都减 平时却傻里傻气的 我可不觉得他傻 白九九说道 谁家傻子能给恶鬼打得魂飞魄散 何苦还是挺有本事的 当然 前提是 这混蛋别把我当溜溜球扔出去 屋子内阵阵欢声笑语 气氛也不再怪异 我狼吞虎咽地吃着东西 唯独李赖子略显担忧地打量着我 好不容易有所好转吧 结果又稀里糊涂 这出马都快一年了 真不知道他啥时候能彻底清醒 柳大壮冷哼一声 想让何苦痊愈 先打消他沙黄皮子的念头吧 东北的冬天是个十足的三好学生 他从不迟到 也绝不早退 一段时间的平静生活 让我的病情再度有了好转 解决恶鬼所获的阴德 也强壮了我的魂魄 这天 李赖子买来了蛋糕 还神秘兮兮地给我准备了礼物 赖子 你这是钱啥呢 我坐在餐桌前 看着丰盛的饭菜 和那插了一根蜡烛的蛋糕 饶食不解地问道 今天过节吗 一周年 李赖子将包装精致的礼物盒 放在了我的身前 随之解释道 你这傻娃子的生日 谁也说不准 经个是你出马一整年 咱爷俩庆祝一下 我恍然大悟地说道 时间过得真快 已经一年了呀 老爷子应该过得很好 是吧 见我流露出了思念之情 李赖子连忙说道 那肯定过得很好 如此之多的应得 送走他老人家 我要是有这个待遇 我死了都心甘情愿 来 不说这个 看看我送给你的礼物 李赖子指了指礼物盒 继续说道 以后的每年今日 咱爷俩都好好庆祝一下 好 我期待地拆开了礼物盒 只见一台崭新的手机摆放其中 原来 这家伙没忘记当时的许诺 呆头呆脑的 我拿起手机看了半天 似乎这人手一个的玩意 在我面前却很是兴起 咋了 不喜欢 很喜欢啊 我按了按手机上面的几个小按钮有了它 就可以给你打电话了 喜欢就好 李赖子一边教我如何使用 一边说道 之前就答应你的 结果钱被我给败货了 上次你和宋喜婆出门 给我惦记得不行 以后有了这手机 我就可以随时随地联系你了 我想了想 随着拿起了李赖子的就手机 还是把这个给我吧 我这一天天稀里糊涂 别给好东西弄丢了 李赖子一愣 不解地问道 不要新的要旧的 你脑子咋想的 我喜欢 不行吗 拆拆谢谢 拗不过我的李赖子 只能把就手机给我 而李赖子则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得到了属于他的新礼物 吃饱喝足 就在我们爷俩打算休息的时候 敲门声却响了起来 老李 小何苦 在家吗 开门啊 是我 老朱 听到来人是谁 李赖子犯起了嘀咕大晚上的 这幸猪的上门定没好事 疑惑之下 李赖子还是开了门 让顶着风雪前来的朱先生进了屋 进屋的朱先生 看我们铺好了被褥 笑呵呵地问道 八点多钟就要睡了 少废话 李赖子本身就看朱先生不顺眼 只听他不耐烦地催促到有事说 有屁方 肯定有事啊 不然来你们家钱嘛 朱先生厚着脸皮坐在了炕上 他从棉衣里掏出了个信封 递给了李赖子 五千块钱 找你们看个事 听到这话 李赖子忍不住地挖哭起来 老朱啊 好歹你也是个出马弟子 这得多大个事 让你找我们爷俩看 你这是拿我俩当大冤众呢 只听朱先生委屈地解释道 我要能看事 这钱我不会自己赚啊 上次和苦砸了我们家堂口 自打那之后 我连仙家都请不下来 这不没办法了 才找你们爷俩帮忙的吗 实话实说 东家给了六千 我私自扣下一千 当时介绍的费用了 你就说 这活你们接不接 要是看不上 我去其他家问问 李赖子瞬间明白了 老朱来此的用意 感情不是他不想赚钱 而是没了赚钱的本领啊 虽说李赖子看不上朱先生 但谁会和钱还有应得过不去 要知道 老朱所在的村子不小 以后要是能吃下 另一个村子的看事生意 也算是打开了新的门路 那哪行 咱们这关系 还用得着外人 再说了 这十里八乡 谁有我们爷俩本事大 李赖子接过信封 很是谨慎地问道 你先说说啥事 我看我们爷俩能否解决 一个酒鬼 朱先生说道 我们村有个叫丁凤的 前年喝酒喝死了 这几天那酒鬼回来折腾家里人 你们去看看 赶走也行 打死也行 怎么省事怎么来 不过丑话说在前头 我收这一千 你们可不能往回啊 村里人还是很信任我的 要是想绕过我单独吃掉 其余生意 可别说我给你们搅和黄了 李赖子很聪明 砸自己饭碗 这事他不会做 朱先生本事再怎么不济 他在他们村子里 也看了几十年的事 以后想要多接点生意 肯定要老朱帮衬 细水长流这个道理 李赖子还是很清楚的 放心 少不了你的好处 李赖子对我吩咐到大儿子 收拾家伙事 一个酒鬼而已 去去就回 好 我开始穿衣 可就在收拾的过程中 我的右眼皮猛地 跳了好几下 吃阴间饭的人 很相信直觉 这一刻 莫名的心计让我觉得 这次出门 似乎并没有那么顺利 赖子 我忧心冲冲到前退了吧 我今天不想出门 咋了 一个小酒鬼 不难解决吧 李赖子劝说道 生前喝大酒的 死了折腾人 估计也是馋这口了 很容易 就能打发走 五千块不少了 不是钱的事 我皱眉到我觉得心里不踏实 李赖子有些为难地 看了看老朱 随之凑到 我身旁语道 这小生意 你要是不接 姓朱的 肯定找别人 咱这是打开门路的好机会 浪费了那就可惜了 朱先生也有些焦急地催促起来 你俩行不行啊 磨磨叽叽的 要是不去 我找别人了 别耽误事啊 好吧 几经劝说下 我拿好东西 顶着风雪离开了家门 一路上 老朱和李赖子有说有笑 而我却是思绪万千 酒鬼 的确不难解决 鬼魂的种类很多 生前的习性 离世的死因 以及死后的执念 都会造就出不同的鬼魂 老朱所说的酒鬼 充其量是个凶鬼 这东西折腾人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单纯的贪杯而已 想要解决掉它并不困难 要么威逼利诱的吓唬走 要么满足它一顿酒瘾 若是对方执意不走 打散它的鬼魂 也未尝不可 毕竟是这鬼东西 纠缠不休在先 可不知道为何 直至抵达桃李庄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 心里不太踏实 没错 桃李庄 便是老朱所在村庄的名字 也许 这个村民此刻 就已经在寓意着什么了 可惜的是 这时的我并没有办法 料见往后的事情 朱先生 将我们带到了一户人间 他紧捂着大衣 瑟瑟发抖地敲响了那家的铁门 这是老丁家 酒鬼应该在屋里 你们看着解决就好 我现在也没个堂口傍身 就不给你们添乱了 还有 你爷俩可别多嘴说漏了 我姓朱的 还要指望着这行吃饭呢 可不能断了咱的生路 与此同时 铁门也被推开 只见一个面容憔悴的妇人走了出来 他焦急地对着朱先生说道 你可算回来了 赶紧进去看看吧 我就不进去了 朱先生搪塞到大妹子 这两位是看我面子来帮忙的先生 你家的事他们解决 我回家给堂口上香添酒 用不了一会儿 你们家就消停了 妇人没有多言 而是邀请我和李赖子进屋 一旁的朱先生刚要走 我便拦住了他 朱先生 赖子跟你一块回去吧 思前想后 我做出了这么一个决定 心里的不踏实 让我谨慎了不少 我有堂口傍身倒没什么 要是李赖子有所闪失 可就得不偿失了 我一个人就行 这大冷天的 别让赖子掺和 等我解决完了 给他打电话 这 朱先生的整体表现 有点令人费解 他好像很惊讶我的提议似的 打仗亲兄殿 上阵父子兵 朱先生迟一片刻 说道 要不你俩一起去吧 少废话 我有些不悦地催促到 耽误你一点时间而已 我这头尽快完事 好 好吧 见我如此执意 朱先生也不好拒绝 就这样 我走进了姓丁那户人家的大门 而李赖子 则是和朱先生回到了他家 路上 李赖子心情愉悦地 调侃着朱先生 老朱 你今天看起来 咋有点魂不守舍呢 就一个小酒鬼 我大儿子解决起来很轻松的 你这一千块钱赚的 看得我都眼馋 朱先生死死地拽着大衣 他的身体和声音 都不住地颤抖个不停 有 有吗 我挺正常的呀 李赖子愣了一下 顺嘴嘀咕道 这天很冷吗 你咋冻成这样 还是说 你是被什么吓到了 没 没什么 就是单纯的冷 赶紧走吧 朱先生加快脚步 很快就带着李赖子 回到了他的家中 刚一进门 朱先生便跪倒在地 不停地向李赖子磕头认错 李哥 我也是没办法 我真没想到 那何苦会让你跟我回来 刚才在老丁家门口的时候 我特意说 让你留下 谁曾想 何苦真像是黄大仙所说的那样 因为担心你 从而让你跟我离开 不管发生啥事 你都别怪我 我一个吃马家饭的先生 哪敢和大仙作对 这一切 都是他们吩咐的 可不是我的本意啊 一听这话 李赖子拔腿就跑 他拼了命地冲向大门 只可惜 他刚冲出去几步 双腿便不停使欢 僵硬地站在了院子里 姓朱的 你敢坑我 李赖子破口大骂道 我要是被那黄皮子害了 你可就闯大祸了 我儿子啥性格 你没见过 还没听说过吗 跪在地上的朱先生 崩溃地哭诉道 我也不想啊 上次的事 黄大仙折腾了我好几个月 我要是不按照他的意思做 我这条命都保不住啊 李赖子咬牙切齿 恶狠狠地对着周围 喊道黄皮子 别太过分 你敢弄我 何苦绝不会放过你们 没有人 也没有任何声音 回答李赖子 他只是僵直在原地 被寒冬的冷风所吹袭 此时此刻的我 已经开始着手 解决酒鬼 在我面前 有一个中年男子 他是夫人的儿子 也是被酒鬼充了身的倒霉蛋 我很讨厌酒气熏天的味道 也不喜欢在这里逗留太久 为了快点解决 我直接掏出了柳家的供奉牌 打算叫来柳大壮 和这酒鬼谈谈 可喊了半天 柳大壮都没有出现 回应我的 反倒是灰钩子和白九九这两位 别喊了 白九九解释到 大壮姐前几天就走了 他说 有点要紧事处理 过一阵子才能回来 一个酒鬼 我俩就能解决 哪用得上大壮姐出手 几经询问 我从两位大仙口中 得知了柳大壮离开的原因 之前的时候 大壮姐就说过 除了我这个临时的堂口之外 还有一个老人供奉着他 那人年事已高 因为就急复发 老人在几天前的夜里咽了气 而柳大壮之所以会离开 也是为了送那位婆婆最后一程 人死未大 这没什么好说的 但我内心的不安 以及柳大壮不在身边 让我越发急躁地 想要解决掉眼前的麻烦 一个酒鬼 不用客气 最好速战速决 请了白酒酒上身之后 我将黄纸铺在了身前 面对着酒气熏天的男人 我直入主题地说到丁凤 你一个酒鬼喝酒喝傻了 我不怪你 但回家折腾自己儿子 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出马弟子 何苦与白大仙酒酒在此 我令你离开洋宅 不得纠缠他人 我将丁凤的生辰八字 写在了黄纸上 随之说到天冷了 给你送一身郁寒的新衣裳 年冠将至 你喜好的这口酒也少不了 就此为止 莫要执迷不悟 我用毛笔写下了自己的许诺 放在了男人身前 男人浑浑噩噩地抬起了头 他双目迷离地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扑在桌子上的黄纸 下一刻 只见男人拿起酒瓶 将瓶子里的半瓶白酒 一饮而尽 呕的一声 男人猛地吐出了一大口污秽之物 那臭气熏天 恶心不已的呕吐物 全部落在了黄纸上 紧接着 对方打了个酒阁 不屑地笑了起来 你 你打发要饭的呢 没见老子瓶大 还想用这撒瓜俩早糊弄我 你这个毛头小子不知深浅 给我滚一边去 说吧 被酒鬼纠缠的男人 一脚踹翻了桌子 并且开始叙叙叨叨个不停 老子为了这兔崽子操劳的一辈子 就不能让他 给我弄点酒喝了 这事 跟你有个屁的关系 给我滚蛋 少来多管闲事 拿酒 给我拿酒过来 见此情形 我愤怒地拿出了五王鞭 指着男人喝吃到别给脸不要脸 折腾了几天 你尝了不少酒气 答应你的条件也差不多了 赶紧滚蛋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妇人见我这架势 连忙上前劝说起来小先生 这口气一听 就是我男人回来了 他这人踏实认钱 除了脾气大和酗酒之外 没什么大毛病 您可别伤了他 还有我儿子 我冷冷地看着妇人 不约到酗酒还不算是大毛病吗 这事 你到底看不看 此刻的我很是心烦意乱 本身我就讨厌酒气的味道 再加上心里的不踏实 以及柳大壮的离开 导致我在面对这种小事情的时候 竟然有些不大理智 这酒鬼并不难缠 他连凶鬼都算不上 知识的能幻化身形的没脸子 在我的视线里 他趴在自己儿子身上 通过迷惑男人饮酒 从而让他嗅到酒气 以满足自己的嗜好 按理来说 这种小鬼比较惧怕仙家的气息 哪怕是白酒酒这个寻常的小仙 对他的震慑也完全够用 没想到这酒鬼赖着不走不说 更是又恶心又嚣张地和我叫板 这不是自寻死路是什么 被我训斥的夫人不敢阻拦 而我则是握着五王边死死地 盯着面前的男人 何苦 你冷静点 一个五迷三道的酒鬼 估计是喝大了 让我来跟他谈谈 白酒酒劝说过后 对着男人威胁起来小酒鬼 咱白家堂口都立下了 你可别自讨没趣 想家了回来看看 想喝酒了 跟家里人说一声 这点小事都无可厚非 可阴阳有格 你要是赖着不走 可就别怪咱们白家不讲情面了 给个台阶你就下 要是撕破脸 倒霉的必然是你 白酒酒很是自信 也没有过多的责怪丁凤 在他眼里 这无非是个酒萌子罢了 估计吓唬吓唬 也就差不多了 谁曾想 这酒鬼真是谁的面子 也不给 不仅我的提议他不接受 就连白酒酒这个大仙的劝说 酒鬼也没放在眼里 哟 啥时候一只小刺猬 也敢在我面前装大爷了 都给我滚犊子 给我惹火了 我给你们都弄死 白酒酒愣了几秒钟 随着他怒气冲冲地说道 和傻子 给我钱死他 行 我抬起五王鞭 必要打向对方 就在我动手的一瞬间 灰钩子连忙挡在了我的身前 不至于 不至于 灰钩子欲闷到啥天大的事啊 喊打喊杀的 白酒酒 哪有你这么看事的 解决的办法有很多 没必要打的人家魂飞魄散 你们两个凑到一起准没好事 酒鬼就在这里 叫魂给他叫下来不就得了 我有些意外地 看向了灰钩子 还别说 要不是他的提醒 我还真忘了这种解决方式 叫个屁叫 白酒酒气嚷嚷的吼道 这酒蒙子脸都不要了 直接弄死算了 冷静下来的 我没有听从白酒酒的建议 而是摇晃起了文王鼓 唱了一段招魂所用的神条 时机差不多的时候 我立声呵斥到丁凤 给我滚下来 接连三生的叫魂颇具气势 可叫魂的效果 却不尽人意 要知道 丁凤不过是个门槛内的没脸子 这种程度的小鬼 若不是因为血脉相连 都没法纠缠他人 按理来说 我的三生叫魂 足以将他从妇人儿子的身上逼迫下来 可叫魂过后 那丁凤的鬼魂 依旧趴在男人的肩头上纹丝未动 啥情况 灰钩子头皮发麻地指着男人 这真是没脸子吗 为啥连叫魂都叫不动 我也不清楚 我谨慎地盯着酒鬼 疑惑到 的确是没脸子 可不知道为什么 叫魂一点效果都没有 就在这时 丁凤更为愤怒地大骂起来 鬼哭狼好个没完没了 让你们滚听不见啊 一群温死的东西 谩骂之余 丁凤抄起酒瓶 便朝着我的脑袋扔了过来 若不是我反应快躲了过去 我这好不容易恢复的脑袋 估计又要被开瓢了 接下来 酒鬼丁凤开始开始满亢打滚 一直嚷嚷着 让人给他拿酒 小先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妇人急急地问道 之前做得还没这么厉害 砸你来了之后 越来越严重了呢 拿酒 给我拿酒 在丁凤的蛊惑下 妇人的儿子 用脑袋不停地砸着墙壁 短暂的片刻 男人的额头 便流淌出了鲜血 打吧 颇为无奈的灰钩子说道 目前看的确是个没脸子 但不知道为啥这么难缠 为了避免掉不必要的麻烦 先打下来再说 万一出了事 可就不好办了 嗯 我冲到了炕上 将男人压在了身下 紧接着 我将一道打铃服贴在了五王边上 猛地朝着男人的身体砸了过去 这次的效果很是不错 在我的动作下 丁凤不再折腾 他纠缠在自家儿子身上的阴气 也在快速地消散 我松了口气 放心了不少 至少在我的视线里 打鬼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殊不知 另一头的李赖子 同样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朱先生家的院子里 李赖子突然开始哀嚎起来 他的身上凭空出现了不少的瘀青 而那些瘀青的出现 和我打在妇人儿子身上的位置一模一样 丝毫不差 姓朱的 你个混蛋 到底做了什么 朱先生跪在地上 痛哭流涕地摇着头 我也不清楚 都是黄仙让我做的 你别怪我 我真的身不由己啊 你放屁 李赖子一边哀嚎 一边破口大骂到有什么东西 在我的身体里 折腾得没完 你快点帮帮我 我难受得要命 我告诉你 我要是死了 你也好不了 朱先生没有上前帮忙 能看得出来 他真的是被吓破了胆 此刻的他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 可除了这些 他什么都做不了 过了好一会 一团阴气从李赖子的身上溃散开来 紧接着 他重重地摔倒在了雪地中 与此同时 另一头的 我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丁凤的鬼魂 并没有被我打得烟消云散 将他从男人身上驱逐下来之后 我便收起了五王鞭 你不是挺嚣张的吗 我怒声之问道 现在知道老实了 刚才想什么呢 非得吃点苦头 才能安分是吧 丁凤狐疑地看着我 他的眼睛里净显迷茫 彷彿失忆了一样 白酒酒冷笑一声 怒斥道别在这装傻充愣 傻子我天天能见到 不是你能装出来的 大 大仙 因为惧怕 丁凤贪软地跪了下来 看到这一幕 我心脏猛烈地跳动起来 虽然一头雾水 但我能看得出来 这丁凤并不是装模作样 可是 如果他不是装的 而是真的惧怕我喝白酒酒 那么他之前的表现 是怎么回事 丁凤 我急切地问道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 我 丁凤环顾四周 同样很是费解 我怎么在家里 我根本没法离开阴宅才对啊 迟疑了几秒钟之后 丁凤庞佛想起了什么 他匆忙地说道 黄大仙 没错 是黄大仙 他说 让我回家看看 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啊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黄皮子 我按道不好 下意识地 提摸了 提摸自己的身体 除了我慌张的表现之外 白酒酒和灰钩子 也因为黄皮子三个字变地不安起来 一番检查之后 我并没有察觉到 自己有什么异样 我很确定 整个过程中 我绝对不会受到一丁点的影响 那么 黄皮子利用了丁凤引我上钩 到底是为了什么 不好 我冲出房门 双目血红地大喊道快 快带我去找赖子 风雪中 我跌跌撞撞地跑到了朱先生的家 在两位大仙的帮助下 找寻到黎赖子并不困难 可当我看到黎赖子倒下去的身影之后 我承认 我真的慌了神 赖子 我冲进庭院 不停地摇晃着黎赖子的身体 此刻的我双目血红 脸上净显着愤怒的争鸣 姓朱的 到底怎么回事 我 我不知道 朱先生绝望地哀嚎到黄家 黄家让我这么做的 别怪我 我真是被逼的 你这混蛋 我怒然起身 一脚踹在了朱先生的月胸口处 接下来 我的拳头狠狠地砸在老朱的身上 并且怒声之问到快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在我殴打朱先生的时候 我身后的李赖子 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大儿子 别打了 我没事 我愣了一下 热泪盈眶地冲到了李赖子身前 急匆匆地检查着他的状况 怎么了 你到底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啊 李赖子一头雾水地掀开了衣服 只见他的皮肉上 出现了不少的淤青 而那些淤青的位置 正是我打鬼时所留下的痕迹 老朱这个混蛋说 他被黄皮子逼迫做了一些事情 具体是什么我弄不清楚 但刚才我身上疼得厉害 之后 好像也没什么了 貌似吧 也没啥大问题 你也别太担心 怎么可能不担心 黄皮子利用朱先生 引我和李赖子 来到这桃李庄 绝不可能是单纯地让李赖子 承受些许的皮肉之苦 他们的每一次报复 都是酝酿许久的 李赖子的情况 绝对不是看起来这么简单 走 进屋 我将李赖子搀扶到了屋内 朱先生的家人不敢靠近 全部躲了出去 屋内 我不断地查看着赖子的状况 可除了这些淤青的伤痕之外 他貌似真的没什么大问题 姓朱的 我恶狠狠地质问道告诉我 你做了什么 朱先生蜷缩在一旁 心惊肉跳地说道 昨天 黄大仙找到了我 这事真不能怪我 自从上次你砸了我家的堂口之后 黄大仙就对我怨恨颇深 他吩咐 我找你们爷俩帮忙看事 然后我就照做去了 黄大仙还说 你一定会让李赖子跟我离开 我也不清楚 你在老丁家门口的时候 为啥会突然做出这个决定 我当时还尝试着 让李赖子跟你在一起 结果你说什么都不同意 之后 我就带着李赖子回我家了 除此之外 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讲到这里 朱先生委屈得嚎啕大哭不已 何苦 你别怪我 我求你了 你没道理把过错怪在我身上的 你要是不砸了 我家的堂口 说不定也不会有这档子事 那黄大仙折腾了我好几个月 他们的吩咐 我不敢不从 我一个没了本领的出马弟子 哪敢武逆仙家呀 我紧握着拳头 上前一步 愤怒到你怕黄皮子 就不怕我吗 为师摸不提前告诉我 大儿子 李赖子制止了我的冲动 安慰到这事 还真不怪老朱 你不怕黄皮子 不代表别人不怕 别说这胆小的老朱 就算是我也不愿意招惹他们 反正我也没什么事 就这么算了吧 我没有针对老朱 但不代表着这件事情 会这么算了 十字路口的时候 黄皮子就针对过李赖子一次 自打那次之后 李赖子便多次赌博 而这一次 他们再度出手 绝对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见我迟迟没有回应 李赖子故作轻松地笑道 估计黄家气不过 只是单纯地 让你打我一顿 我这人皮糙肉厚 挨打就挨打了 黄家绝对出了口恶气 就随他们去吧 我神情复杂地看着李赖子 我很清楚 他也很害怕 可即便如此 这家伙 还想着安抚住我的情绪 双目越发阴冷的 我坚决地说到赖子 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告诉我 不管什么时候 黄家做的孽 都要血债血偿 黄皮子不可能善罢甘休 他们不会停止对我的报复 同样 我也一样 也绝对不会放过 这群恶心的畜生 何苦啊 李赖子叹了口气算了吧 冤冤相报何时了呢 你呀 斗不过他们的 我低着头 心里涌现着一股 说不清的酸楚 其实我并不在乎黄家的针对 可接连两次 他们的手段 都用在了李赖子身上 不得不说 黄皮子这狗东西 的确抓住了我的软肋 恶心人的本事 也确实有一手 如果说我的妥协 能保证李赖子的安全 我其实并不介意那么做 只不过 我并不愚蠢 反倒是更为清楚地意识到 若是在黄家面前表现出软弱的一面 等待着我的 绝不是就此为止的算了 而是数之不尽的得寸进尺 以及他们不死不休的报复 既然如此 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赖子 咱们回家 我搀扶着李赖子 毫无感情地说道 这笔债 我会替你讨回来 你 唉 李赖子知道劝说不了我 也就将想说的话咽了回去 朱先生魂不守舍地 将我们送到了门口 只是短暂的熟米距离 他道歉的话 又重复了很多次 李哥 小何苦 求你们别怪我 以后这桃李庄的声音 都是你们的 从今往后 我绝不插手马家之事 我转身盯着老朱 随之指了指他家的房子 从今往后 你最好每天都祈求着 赖子能好好活下去 他要是出了问题 你跟着陪葬 说完 我便带着李赖子 走出了大门 只剩下朱先生 站在风雪中 低声地哭泣个没完 回到家后 李赖子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便睡了过去 我早就没了睡意 思前想后 我毅然决然地 拿着所需的工具 离开了家中 朝着深山前往 黄皮子敢做初一 我就敢做十五 今天这个仇要是不报 我就不叫何苦了 冬天的深山很危险 但相比于弄死一些 黄皮子来说 这种危险 根本挡不住我的脚步 三天后 我拎着九只竖着中指 呈现着跪拜姿态的 黄皮子下了山 刚走到山脚 一团青绿色的雾气 便迎面来 又去打猎了 嗯 我对着柳大壮点了点头 不讨点利息 我心里不舒服 天气不好 黄皮子又贼得很 弄死的还不超过两位数 有点可惜 柳大壮叹了口气 有些无奈地说道 其实吧 有时候你和黄家 还真挺像的 黄皮子在五仙中 是出了名的记仇 你小子也是如此 脾气倔强的几头牛 都拉不回来 我也不劝你 毕竟就算是你妥协了 那黄皮子 也不会善罢甘休 知识吧 以后多留意一点 李赖子年纪大了 经不起太大的折腾 我放缓了脚步 随之问到大壮姐 你肯定知道些什么对吧 没错 柳大壮说到 十字路口的时候 黄皮子就影响了 李赖子的魂魄 一年来 你也应对了不少的麻烦 也应该清楚 气魄对人的影响有多大 具体的我不了解 但李赖子种种 不受控制的反常举动 肯定和黄皮子的手段有关 而且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黄皮子报仇 绝对不是随意地 弄死一个人那么简单 你呀 还是看开点比较好 我点了点头 双目中 依旧是那副坚定的模样 对了 大壮姐 我追问道金花鬼 能遇见未来吗 并不能 柳大壮回答道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东西 能够遇见未发生的事情 他即便是个恶鬼 也无法脱离鬼 这个最根本的范畴 鬼喜欢蛊惑人心 而蛊惑人心的方式 则是渗透你的内心深处 我知道 那天在阴宅时 你的情绪突然崩溃 肯定是看到了什么 但你小子能顺利地走出来 想必已经 无需再纠结这个问题了 对吧 我低着头 朝着家中走去 快到家门口的时候 我才再度开口 大壮姐 这次还走吗 不走了 柳大壮感叹道 那未请了我的婆婆 已经离开了 说到底 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柳仙 你小子不错 我也愿意留在你们家堂口 就这样吧 嗯 我看向了不远处的房子 渐渐收起了略显悲观的一面 那以后就有劳大壮姐费心了 说不定你在 皇家就不敢胡作非为了呢 这次的事也真是敢巧 依我看黄皮子还是挺怕你的 哦 对了 我补充了一嘴 说到上沟的黄皮子不多 我索性就烧了个皇家庙玩玩 他们要是敢来找我 你可得 替我称月药 柳大壮猛地停下了脚步 他欲哭无泪地骂到好你个臭小子 吃点亏能死啊 皇家庙也敢烧 听得太多 还是觉得自己不傻了 我也真是服了 你这个愣头青 我无所谓地进了家门 毕竟黄皮子这种事情 对我而言 是刻在骨子里的 可刚一进屋 我便大皱眉头 屋子里处处洋溢着我讨厌的酒气 那股味道 让我不自主地皱紧了眉头 只见酣声如雷的 李赖子正四仰八叉地躺在炕上 而他的身旁 足足有十几个被喝光了的空酒瓶 酒气熏天 让我一如既往的厌恶 此刻的李赖子 酒鬼附身 他喝的那叫一个鸣鼎大醉 我没有叫醒他 而是替他盖好了被子 大壮姐 我坐在一旁 苦笑着问道 皇家做的 对吧 嗯 柳大壮如是说道 第一次是赌 第二次是酒 依我看 皇家后续还会有其他的手段 你小子和皇家的恩恩怨怨纠缠不休 很难有结束的那天 多多留意吧 没什么好办法 如果是单纯的赌博和酗酒还好说 可我担心的是 李赖子除了表面的一些不受控制之外 还有更深层的影响 但目前来看 他整体还算正常 思绪片刻 柳大壮深深地叹了口气 李赖子的故事我听过 他早年间武毒俱全 前了不少缺的事 好不容易改过自新 如今却有重蹈覆辙的架势 黄皮子骇人 可不是简单地索取性命 你无论何时 都不要放松警惕 嗯 我知道 我没有多说什么 也没有埋怨李赖子 其实吧 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脆弱 我要真的是不堪一击 那日被镜花鬼所影响心智的时候 我也无法脱离恶鬼的迷惑 因为实在是厌恶酒气 我只能到偏房将就一宿 第二天一早 我浑浑噩噩地醒来 对于脑袋发沉 头重脚轻这种感觉 我已经习以为常 烧了黄家庙 弄死了九只黄皮子的时候 我就清楚 亏损因得这种事情 躲是躲不掉的 回到屋内 李赖子已经醒来 一大早 他就弄了几个小菜 见我进来 李赖子慌慌张张地起身 他的双手放在身后 似乎在藏匿着什么似的 大儿子 啥时候回来的 昨晚 我坐在了餐桌前 抓起个馒头 便塞进了嘴里 咀嚼几口后 我微笑着说道你也吃饭 愣着钱吗 想喝酒就大大方方地喝 我又不是不同意 不过你年纪大了 小酌一些不要紧 但不能贪杯 不然的话会伤了身体 吃吧 吃完饭出去走走 想打牌就小玩一会儿 还是那句话 小来小聚着来 不准把家底输掉 李赖子面红耳赤地点了点头 他将一瓶白酒放在了桌子上 有些惭愧地解释起来 突然间就想喝点 我知道你不喜欢酒气 要不 我 我还是不喝了吧 我说了 没关系的 我包了个鸡蛋 放进了李赖子的碗里 随口说道 多吃东西 少喝酒 身体要紧 你自己把握凉 别变成酒蒙子就行 整个早餐的过程 李赖子的表现 那叫一个纠结 我能看得出来 他主观意识里 并不想触碰那瓶白酒 可在我吃完饭后 他还是给自己倒了半杯 然后哀声叹气地 将其喝进了肚子里 这一切 都被我看在眼里 我心疼他的同时 也不停地劝说着自己 李赖子年纪大了 也到了安享晚年的时候了 只要他能无忧无虑地度过每一天 其实吧 也未必是件坏事 吃过饭后 我去了何庆家 见我独自前来 何庆不解地问道 咋你自己呢 李哥呢 怎么 不不欢迎我吗 我身体微微抽搐地坐在了沙发上 随之说到 之前我听说你 你对屠宰场那块的感兴趣是吧 谁说的 一听屠宰场三个字 何庆脸色瞬间苍白起来 他极力否认到那鬼地方 打死我我都不去 别这么紧张 我又 又不是来找你麻烦的 我顺手拿了个橘子 边包边说到屠宰场的麻烦 已经解决了 那里四通八达 的确是个好地方 趁着别人不知道 屠宰场已经安稳了 你要真是感兴趣 最好尽快下手 一听这话 何庆又惊又喜地坐在了我的身旁 试探性地询问起来 小何苦 你说的可都是真的 上次我外甥在那里着了道 可是给我吓得不轻 之前我的确对那里很感兴趣 可出于害怕 我哪敢贸然出手 那屠宰场真的没问题了 我靠在沙发上 有些不耐烦地 瞥了何庆一眼 怎么 觉得 觉得我解决不掉那里的脏东西吗 怎么会 何庆搓了搓手掌 期待的同时 也免不了他对于屠宰场的顾忌 你的本事 大家有目共睹 你何苦既然说解决了 绝对是任何鬼东西 都不敢去那里兴风作浪 只是 我有点想不明白 这么一件大好事 你为啥会单独告诉我 因为李赖子 我没有遮遮掩掩 直接到明了 我来找他的原因 赖子年纪大了 以后肯定有我照顾不到的时候 他 他喜欢打牌 喝酒 要是可以的话 你多陪陪他 也帮我照顾照顾 望山村队 对我们爷俩不是很友好 能帮上忙的也就你了 就这么一点小要求 不难为你吧 那有什么为难的 何庆前净利落地 答应了我的请求 他是个聪明人 知道屠宰场的价值 更知道现在收购 能省下不少钱 而且何庆也知道 我的确有点本事 再加上当下的 我也不再给将死之人哭丧 他自然也就没了 防范我的必要 所以呢 知识和李赖子走近一点 就能与我交好 这种事情 何乐而不为呢 小何苦 你放心 以后只要有我在 肯定不能让赖子吃亏 说到底 咱们还有亲戚关系呢 多多走动 相互照应 也是应该的 我面无表情地说道 老爷子生前 你们没当亲戚走动 现在也用不着占亲戴故 你对赖子好点 以后有好处 我忘不了你们家 其余的客套话 就甭说了 何庆有些尴尬地点了点头 思绪片刻 他转移话题地问道 不对啊 我记得赖子不喝酒啊 我没有作答 而是起身朝着门口走去 小苦啊 不坐一会儿了 我摆了摆手 离开了何庆家的二层小楼 在我离开之后 何庆也是匆忙地离开了家门 当天 他就用三万块 买下了废弃的屠宰场 至于后续 不用多说 这家伙自然是赚得盆满钵满 让他人好生羡慕 转眼间 过了新的一年 这天 周坤带着一个长相文质彬彬 看起来三十多岁的男人 来到了我们家 李赖子正在院子里劈柴 看到周坤之后 他笑着调侃起来 这不是周先生吗 过完年你来了 应该不是串门的吧 周坤有点尴尬 他来找我的确有事 因为来得匆忙 他也确实没带来什么礼品 反倒是文质彬彬的那人 从车子的后备箱里 拿出两瓶高档的白酒 递给了李赖子 大叔 来串门哪能空着手 小小礼物 不成敬意 李赖子有点猛 连连拒绝 道我就是开个玩笑 散头一次见 我哪能收你东西 说着 李赖子又看向周坤 疑惑地问到你到底钱啥来了 李叔 何苦在吗 周坤有些焦急地 问到我的确有点事找他 屋里上供呢 你俩门口洗洗手 再进去 来到屋内 李赖子凑到我的身旁 说到大儿子 周坤来了 不知道要钱啥 正在给堂口上香的我 头也不回地说到我之前说过 你们家的事情 我已经尽力了 要是再有问题 别来找我 若是连胡家都照不住他 那只能说他命短 周坤连忙解释到小先生 不是周雪出了问题 是我这位秦老弟 遇到了一些麻烦 所以我擅作主张地 带他来了你这 要有叨扰指出 还请见谅 将香火插在香炉里之后 我转身看向来人 我扫了周坤一眼 随后打量了 那位秦先生许久 本命年 秦先生被我盯得冷汗 都躺下来了 听见我的提问 他连连点头 我叫秦征 今年三十六 的确是本命年 小先生真是料事如神 一下子就能看出来我的年纪 我没那么大本事 是你红裤衩露出来了 秦征一愣 下意识地看了看 自己的月要间 只见他匆匆忙忙地 将露出来的内裤边缘 塞了进去 尴尬地笑了笑出来的匆忙 没注意形象 阴云盖顶 流年不利 被脏东西纠缠了吧 我将黄纸铺在了桌前 随口问道 七月十几的生日 七月十四晚上十点多 秦征惊讶的同时 顺手将一个红包 塞在了黄纸下 然后他便毕恭毕敬地 在一旁等待着我的答复 对于这种懂规矩的客人 我自然不会胡弄 至于是如何得知 他生辰的粗略日期 其实也很简单 不同的生辰 有不同的范项 即便是不通过大仙的提醒 我也能推测得八九不离十 写好对方的生辰八字 我便叫来了灰钩子 让他帮忙 查看对方的阴迹 很快 灰钩子便给了我相应的答复 我看向秦征 颇为威严到人魂皆在 阴宅不稳 流年记土木 斜碎逆路行 秦先生是做土木工程的 我建议你休息几个月 等过了农历生日再开工 不然的话 麻烦缠身 小先生真厉害 秦征的眼睛瞬间发亮 这一刻 他就清楚自己找对人了 先生 我的确是前功成的 以修路铺路为主 这段时间 我做梦总是梦到一段公路 梦境很可怕 让我天天提心吊胆 前几天和周哥在一起喝酒 他告诉我有些事不能不信 这不今天 我就跟着他来找您帮忙了吗 小先生放心 看事前您来定 我绝不讨价还价 我点了点头 然后将柳家的供奉牌 压在了黄纸上 紧接着 我对秦征吩咐到 把你外套给我 秦征这个人很听话 我说什么 他就做什么 随后 我请来了柳大壮 说到大壮姐 他魂魄安稳 但对应的阴宅却有些松动 我感觉 是他动途的时候 坏了外鬼的宅子 你试试看 能不能叫来两个问问话 柳大壮这种程度的文仙 看起事来的时候 可谓是得心应手 以我对他的了解 和我自身解决问题的方向来说 通过这件衣服 他完全可以顺藤提莫瓜地 找寻到破坏阴宅的鬼物 可足足过了十几分钟 他都一言不发 这种状况 让我一时间 题目不清头脑 大壮姐 我试探性地问道 难不成我看错了 莫非不是阴宅出了问题 那倒不是 柳大壮的语气很严肃 这种态度 无疑意味着 这次的事情 绝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让灰钩子查看阴极 然后通过阴极 来判断阴宅的松动 都是正确的 你的解决方向没问题 我也的确能通过 他的这件贴身衣物 找寻到了一些阴气 柳大壮疑惑到 可古怪的是 我叫不来任何一个鬼魂 那些鬼魂 好像被限制在了某个地方 这种情况明显不对劲 你最好跟着这位先生 去事发地点查看一番 有了柳大壮的解释 我当即做好了下一步的打算 要知道 柳大壮可是文仙 找人寻鬼这种事情 他再擅长不过 可眼下 他都叫不来的鬼魂 肯定有着更深层的复杂之处 我对着秦正问道 梦里的那段路 是现实中存在的 还是说你没见过的 思绪片刻 秦正纠结的含糊其词道 我也表述不太清楚 说熟悉吧 我总觉得那段路 我似乎没去过 要说完全陌生吧 我还稍微有点印象 哦 对了 突然想起什么的秦正 立刻补充到 我有一次做梦的时候 见过一块路牌 上面标注着斜场路 斜场路 还没等我发问 周坤便惊讶地嘟囔了一嘴 我之后没问到你知道 那个地方 当然 周坤夸夸其谈到 我小时候 就住在斜场路附近 那地方总共有三家做鞋的厂子 还有两家大型纺织厂 我印象很深 每周六的时候 整条街都会淋卖一些鞋子衣服之类的 当地人都会去斜场路捡便宜 我上大学之前 所有的衣物 都是我妈在那里低价逃梦的 后来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原来的厂子也陆续倒闭了 包括我家在内的当地居民 也都迁进了城里 如今的斜场路两旁 都已经是现代化工厂了 我点了点头 思绪片刻后 继续问到秦老板 那段路是你负责的工程吗 秦征晃了晃脑袋不是啊 我根本没听过斜场路 怎么就不是了 周坤笑道 从江北市到全山县那条路 不正是你几年前承包下来的 啊 这也算 面对着秦征的一头雾水 周坤做出了解释 你个外来户哪懂这些 你信老哥的 原来的斜场路 肯定覆盖在你的工程里 既然是 那就走吧 我如是说到你遇见的麻烦时 我在家解决不了 要是信得者 我就跟你们跑一趟 信 我肯定信 被折腾许久的秦征 哪敢不信 何况从他来到我家开始 我说的每一件事 都能对得上 说句实在话 此刻的秦征 已经把我当成了救命的活神仙 赖子 收拾一下 当去省城旅游了 李赖子连连摇头你去吧 我想留在家里 来回一千多公里 我可不想折腾 近一个月以来 李赖子的头发又白了不少 他年纪大了 不愿意出门 也在情理之中 我没有过多的劝阻 他不想去 我肯定也不会抢求 说实话 黄皮子想要害人 在哪都是一样 有些事 是防不住的 哪怕我时时刻刻都盯着他 临行前 我交代了很多事宜 包括一些衣室起居 以及饮酒和打牌的叮嘱 下午一点多的时候 我们抵达了江北市 这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来到省会城市 同时 这趟出行 也刷新了 我离家的距离 小先生 接下来要直接去写场路吗 先吃饭吧 我提莫了 提莫咕噜咕噜叫的肚子 说到吃饱之后 去临江花园 秦争一愣 他拍了拍额头 有些歉意地说道 瞧我这脑袋 竟想着那该死的噩梦了 小先生多多担待 我这就订饭店 我看向窗外的繁华 面无表情地回应道 我是来帮忙的 你急于解决麻烦 也在情理之中 跟我不用那么客气 随便找个地方 填饱肚子就行 秦争二话不说 连忙让司机 将车子开往饭店 吩咐过后 他好奇地问道小先生 你是头一次来江北市吗 怎么还知道临江花园啊 我打了个哈欠 懒散地靠在椅背上 跟我说话 用不着拐弯抹角 你家在那 户口在那 阴宅和阴急自然也在 你说 我去哪里签什么 以为我有些不高兴 副驾驶的周坤连忙开口 语气略显责备地说道 秦老弟啊 我给你推荐的先生 在咱们省都首屈一指 你也是做工程的 开工之前都知道 找人看看风水 怎么在这接骨眼 弄些虚头巴脑的 有些是要磨不信 信了 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知道不 知道 知道 秦征冷汗都下来了 不停地点头答应 也不敢对我进行试探 吃过饭后 我们来到了一处高档的小区 经过询问 我得知了秦征的一些过往 要说 这人也挺厉害的 早些年的他一无所有 学业有成后 只身一人来 东北闯荡 直至如今 他的生意也算得上是风生水起 因随扬走 在江北市落了户之后 秦征看不到的阴急 也一同转入了这座城市 秦征的家很大 而且采光很好 做工程的老板 都比较相信风水 所以他居住的宅底 自然也是精心布置了一番 屋子里没什么大问题 之后 我让柳大壮查看了阴宅 整体来说 阴宅除了有些松动之外 其余的 还算是四平八稳 但这种松动 绝对不能忽视 如今虽然之事被轻微地撬动 但若是阴宅破了 再想解决则更为麻烦 而且是危险重重 我端着柳家的供奉牌 在各个房间走了一圈 随之问到大壮姐 有找到撬动阴宅的鬼魂吗 没有 柳大壮说道 这里阳气充足 寻常鬼怪难以靠近 阴宅的松动是由外向内 目前阴宅没破 内部自然没有外加鬼魂 后续还要从事发路断着手调查 我看了一眼时间 随之吩咐盗走 去斜场路 斜场路在哪 当地人都先有人知 好在车上有周坤这个本地通 要不然的话 还真不好找学 从市区出发 一直到五点多的时候 我们才抵达斜场路的粗略位置 此刻天已经黑了 二月初的温度依旧冷得彻骨 车子缓慢前行 直至某个瞬间 我猛然地看向窗外 一道鬼魅的幽影 从我眼前掠过 速度之快 令我反应不及 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肉眼看到的画面 也略显恍惚 这感觉 就像是相机接连的 按下快门键似的 虽然速度很快 但每一张拍出来的照片 都有时间的间隔 隐约间 我似乎看到了热闹的市集 又看到了往来的路人 更有一些鬼魅的身影 穿梭在这条平整的公路上 吃阴间饭的人 各种直觉 都会比常人要敏锐不少 突然出现在我身上的反应 绝不是无缘无故 停车 这条路是乡镇公路 因为前一天刚下过雪的缘故 以至于路上并没有太多途径的车辆 司机平稳地将车子 停靠在了路边 我则是抱着柳家的供奉牌 走了下去 我看向周围的昏暗 清晰地感受着复杂的阴气 在我身旁掠过 下车过后 我并没有看到 刚才恍惚的景象 这条路很平静 但却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阴门感 我转过身去 朝着驶来的方向 走出了一百多米 某个瞬间 那股让我汗毛竖起的冷意 忽然消失不见 我停在原地 试探性地向后退了一步 可就是这一步 莫名的危机感便再次袭来 就是这了 我对着柳大壮 问到大壮姐 感觉到了吗 嗯 柳大壮谨慎地说道 很复杂的阴气 有点类似于阴宅的气息 但又有着明显的不同 具体的我说不上来 但这个地方 的确是怪得很 很有趣 我前前后后挪动着脚步 不停地进行着试探 分界点很清晰 就好像踏入了另一个世界一般 这条路肯定有猫腻 我想了想 好奇地问了起来大壮姐 在车上的时候 我好像看到了不同的东西 你有看见吗 没有 柳大壮停顿片刻后 说到我看到的就是一条公路 你小子命格特殊 说不定能看到 比我更多的诡异之处 具体的问题出在哪里 我目前给不了你答案 但是吧 我建议你 凌晨来这看看 说不定会有新的发现 凌晨 会有新发现 柳大壮话里有话 没完全说清楚的原因 估计是他目前也无法确定自己的猜测 回到车内 略显紧张的秦征 颤抖地问到小先生 发现什么没有 先开车 慢点开 司机开车之后 我对着秦征问到 现在能确定这段路 和你有关系了吗 确定 绝对确定 秦征连连点头 从离开江北市 约五公里开始 一直到距离全山线五公里的这段路 是我三年前承包的工程 施工的时候 有没有出事 没有啊 秦征回答得很快 还没等他继续说下去 周坤便咳嗽了一声 有事直说 前工程的 哪有不遇见问题的 何先生帮忙看事 又不会过问什么安全事故 秦征颇为委屈地解释道 这个真没有 整段路顺风顺水前完的 工期三个多月 连一位磕磕碰碰入院的工人 都没出现一个 我拿信令保证 我说的都是实话 看着秦征信誓旦旦的保证 我微笑着说 倒我就是问问 不用这么紧张 没有的话就证明 可以排除 钓与你有直接关系的 脏东西早作祟 目前来说 这段路非同寻常 你要是想起什么 别忘了告诉我就行 秦征身出手指宝 正道小先生放心 关乎我身家性命的事 我肯定不会开玩笑的 大概七八分钟左右 我再次拍了拍司机的座椅 在这停下来 车子停稳之后 我再度下了车 和之前的感觉一样 当车子 驶离出某个分界点之后 我敏锐的直觉 也再度恢复了瓶颈 我顺着道路走去 通过直觉 找到了另一头的分界点 距离还不短 我看向远处 轻松地说道 这段路很特别 好在有一定的范围 如此来看 着手调查的始末 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了 柳大壮分析道 撬动秦征阴宅的鬼魂 应该就在这段路中 根据之前找寻魂魄的结果来看 有些东西 应该被困在了这里 鬼魂不会 无缘无故地盯上某个人 这里面肯定有和秦征相关的因素 要么是他有所隐瞒 要么是他的确不知情 我无所谓地说到没关系的 没有什么秘密 是永远可以埋藏在土里 从而不被挖掘出来的 他想说就说 不想说就瞒着好了 反正我有自己的判断方式 柳大壮叹了口气 提醒到你小子 也别一根筋 人是人 鬼是鬼 吃了这口阴间饭 就意味着很多事 不是你能肆意妄为的 哦 还有 柳大壮岔开话题道 这段路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但从头到尾 我都没有看到明面上的鬼魂 但这里的阴气 却复杂得很 你不觉得奇怪吗 我皱着眉 想了片刻 随之难难道 大壮解的意思是 这种复杂的阴气组成 按理来说 应该对应着不少鬼魂的存在 可除了我看到的 虚虚假假之外 你没有察觉到任何的鬼物 这种情况吧 虽说奇怪 但也有解答的方式 那便是阴宅 当我说出阴宅两个字之后 我便推翻了自己的猜测 不可能 这得是个多大的阴宅 能容纳如此之多的鬼魂 而且 阴宅是有所对应的 总不能说是 谁家的阴宅 倒霉到被这么多鬼魂占据了吧 又或者说 因为历史遗留的缘故 很多鬼魂的阴宅没有迁走 导致这条路段 有很多阴宅依旧存在 柳大壮叹了口气 苦笑道 解释挺牵强的 虽说有那么一丁点的概率成立 但可能性微乎其微 算了 慢慢调查吧 再度回到车上 我开始认真的思考起来 我把掌握的知识都想了个遍 可没有一个能对得上 眼下这种状况 夜色渐深 不知不觉中 我已经考虑了一个多小时 这期间 车内的其他三人 也不敢打搅 只能等待着我的答复 司机大哥怎么称呼 我突然出现的声音 吓了众人一跳 驾驶位置上的年轻人 忐忑地说道 叫我兵子就行 你先送他们两个回去 然后回到这里等我 吩咐的同时 我拿出了两个护身符 其中一个被我挂在了车上 另外一个则是交给了秦征 秦老板 回家休息吧 护身符放在枕头下 应该没什么问题 这里的状况 不是一时间能够查清楚的 让你的司机小哥辛苦一些 要不然 我连个取暖的地方都没有 哦 还有 我补充到兵子 记住这个位置 回来的时候别找错了 刚才我走来走去的两个位置之间的那段路 不要多做停留 秦老板也别太害怕 护身符是有作用的 你要是想起什么关键的事情 随时联络我 兵子紧张地看向秦征 提心吊胆地说道老板 换个人吧 这大晚上的 我也害怕 这 秦征看了看时间 说道 这大晚上的 不太好找别人过来 你坚持一晚 有小先生在 没事的 说着 秦征拿出手机 摆弄了几下 我给你转了一万块钱 你听小先生拆钱就好 明天还用得上你的话 我照价给你结算 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假 收了钱之后 兵子的胆量 似乎也大了不少 我整理好挂包 便打开了车门 快去快回 这大冷天的 别给我冻死 下车之后 高档的轿车便扬长而去 我裹着大衣 悠闲地在诡异的路段 闲逛起来 走了一会儿 柳大壮忍不住地问道 你有主意了 没有啊 没有你闲个什么 不冷啊 我黑黑笑道 小伙睡凉亢 全凭火力旺 说完这句话的一瞬间 我突然正在了原地 大壮姐 你说 我阳气要是弱上一些 是不是能更好的 融入在这段路上 这里的阴气很重 也很复杂 我这阳气重得厉害 总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柳大壮想了想 说到你这么说吧 好像的确可行 不过 可要想好了 阳气弱的同时 会让你的时运下降 要是真遇到了危险 可不是阳气充足时 那么容易应对的 试试看呗 我毫无顾忌地 拿出了一张黄纸 趴在路边写写画画之后 我将黄纸塞进了衣服里 紧贴着我的皮肉 炎火符 能盖住不少的阳气 希望有作用吧 柳大壮探的口气 有时间我一定回家问问长辈 咱马家有没有啥能帮助 你长脑子的符咒 你小子看起事来 太愣了 遮掩了将近八成的阳气之后 我心情愉悦地走在路上 也不停地朝着四周张望 走了一会 我还是没有察觉到异常 别说鬼物 就连一缕纠缠我的阴气都没有出现 这里的脏东西都这么本分吗 还是说 他们的确被困住了 从而没办法逃脱 我有些郁闷地嘀咕了两句 随之问道 对了大壮姐 你之前说 让我凌晨过后再过来看看 是不是 你也觉得这里 有可能是鬼事 我明显地感觉到 柳大壮有些惊讶 他飘散的雾气停顿了下来 好奇地盯着我问了起来 你小子也不傻啊 懂得还挺多 你说得不错 根据周坤的介绍 我的确怀疑 这里有鬼事存在 人有人的市场 鬼自然也有鬼的市场 要不然 活着的人 钱骂给逝者烧那么多名币 该不会真有人认为 这只是图个心理安慰的传统习俗吧 不过话说回来 你是怎么想到的 之前没说 是我不大确定 没想到你个臭小子 和我想到一块去了 我得意地笑了笑 炫耀地自夸起来 黑胡告诉过我 很多有关于阴阳的知识 我也是通过当下的情况 做出的判断 首先 这里很多年前 的确存在过集市 人愿意聚集的地方 鬼也喜欢聚集 还有 这条路自东向西 抵直宽阔 完全符合 送鬼的大路条条 这种路段 要是不出现个鬼市 真是浪费了好地方 结合种种 再搭配上这段路的奇怪之处 我也就有了和你相同的猜测 只不过 我下意识地皱眉道 鬼市四通八达 但这里更像是死路 这一点不正常 没错 柳大壮也凝重道 也正是因为我找不到鬼魂 让我觉得 这里是个困局 若是困局的话 鬼市的猜测就不会成立 所以我才让你等待凌晨之后 再行查看 就在我和柳大壮 有理有据分析的时候 只见一道强烈的光束 打在了我的脸上 而光束的来源 则是一辆停在公路 正中央的红色轿车 轿车停靠的位置很蹊跷 那里似乎正是让我寒毛啄树的起始位置 我一边朝着轿车靠近 一边问到大壮姐 刚才留意这辆车了吗 我怎么觉得 好像是突然间出现的 柳大壮的雾气将我笼罩 谨慎地提醒到我也没注意 小心未妙 凑到轿车跟前 我先是看了看道路左侧 没错了 护栏上有我留下来的记号 这台红色轿车停靠的位置 还真就是这段怪路的起始 当当当 我敲了敲车窗 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 谨慎地放下了玻璃 她焦头烂额地摆弄着车子里的案件 看得出来 此刻的她 应该很是紧张害怕 这里停车很危险的 需要帮助吗 年轻的姑娘对我说道 不知道为时末 车子突然间熄火了 我打量着对方 又看了看 这辆红色轿车 随之问道 要不要我帮你推一下试试 嗯 麻烦你了 稍一用力 轿车便被我向前推动起来 紧接着 发动机便发出了轰的一声 何苦 柳大壮小声提醒道 这辆车有问题 我知道 我指了指自己的眼睛 微笑到我能看清 说着 我凑到了副驾驶的位置 询问道 可以载我一段路吗 没问题 对方爽快地打开了车门 同时对我感谢道 应该是天冷的缘故 谢谢你能帮忙 不客气 举手之劳 坐在副驾驶的 我指了指前方往前开吧 也就一千多米 我就到地方了 一脚油门 轿车便及时在了公路上 窗外的景象飞速掠过 卖速表的指针 更是疯狂地跳动 我不慌不忙地说道 大晚上的光线不好 路还很滑 慢点开 不急的 放心 我技术好得很 年轻的姑娘 自信地握着方向盘 随口说道我 经常和朋友 在这段路赛车 闭着眼开都没问题 是吗 我若有生意到 真这么厉害就好了 哦 对了 我转移话题地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张宁 你呢 柳大壮 我随口说了大壮姐的名字 而附在我身上的她 则是敲了一下我的脑袋 你这名字 比你这长相阳刚多了 张宁打量我一眼 继续问道你呢 大晚上的 为啥在这里行逛 和你一样 听到我的回答 张宁愣了一下 你的车也抛锚了 我没有回答 而是指了指窗外的 正前方小心 支牙一声 刹车横拉得老长 又是砰的一声闷响 在轿车碰撞到什么东西之后 车子也彻底失控 底朝天的翻了过来 我大头朝下地看向张宁 只见她的脖子 被一道铁片贯穿 而她的整张脸 更是血肉模糊 其中一个眼睛 都脱离出了眼眶 连带着血管和皮肉 一同脱落下来 没事吧 按理来说吧 我其实不应该这么问的 这种情况 怎么可能没事 但根据张宁的状态来说 她也算得上没事 我 我是不是撞到了人 嗯 我点了点头 指了指车外的确撞到了 出去看看吧 轻而易举地将车门踢开 我像是个没事人 似的走了出去 张宁凄惨无比 除了脑袋惨不忍睹之外 她的四肢也歪歪扭扭 怎么看 这人都已经彻底报废了 可偏偏 她能行走自如不说 更离谱的是 这个姑娘貌似并不知道 自己的惨状 下车后 一具尸体出现在十几米开外 张宁很是害怕地问到她 她怎么样了 你说呢 我笑着说道 这要是不死 她恐怕是个神仙 打脸这种事吧 来得总是那么快 张宁刚落 远处的尸体 便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只见那人一拳一拐地 走向了道路一侧 顺手捡起了她撞掉的左臂 紧接着 对方挥动着断臂 向我们打起了招呼 姑娘 慢点开啊 鬼啊 张宁一声哀嚎 便想逃离这诡异的地方 我将她一把抓住 调侃到有啥好跑的 都死得不能再死了 废话 张宁崩溃到 就是死了才应该跑啊 那肯定是鬼 他是鬼 你就不是了 我拿出一面镜子 对准了张宁 同时将一张黄纸 贴在了镜子后面 当张宁看到自己模样的一瞬间 他发了疯的吼叫起来 不可能 我还活着 一定还活着 也对 我将镜子收回了背包里 苦笑到 鬼魂也的却算是另一种 活着的方式吧 说完 我又对着远处的那人 摆了摆手 你也过来吧 一瘸一拐的身影走了过来 他是一个看样子 有六七十岁的老人 这位的凄惨模样 和张宁差不多 除了脑袋还算完整之外 其余的身体 各处没一块好地方 老先生 你应该知道 自己已经死了吧 老者瞪了张宁一眼 冷声道当然知道 都被这姑娘撞死 不知道多少次了 张宁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 他理解不上去 但我能理解 因为张宁不相信 也不知道自己死了的缘故 所以 他会重复地经历 自己死亡的场景 这也就导致了 老人家即便是化作了鬼魂 也会被一次次地撞死 说实话 有的鬼魂也挺倒霉的 这种倒霉的程度 取决于死因 和各式各样的不同状况 我 我真的死了吗 不 不会的 我还那么年轻 我还有值得期待的未来 我冰冷的回应 倒车开得那么快 一点规矩都不懂 你还有什么好期待的 你年轻人是一条命 老先生的命就不算命了 我随手指了纸红色轿车 说到自己看看吧 这一看不要紧 崩溃的张宁 更为绝望地瘫软了下来 只见一辆 由红纸杂质而成的轿车 摆放在路上 而那辆车 便是刚才我和张宁 乘坐的红色轿车 从一开始 我就知道自己坐上的 是给死人烧掉的纸活 之所以没拆穿 是我想看看 到底发生了什么 张宁是个鬼魂 而我因为阳气被掩盖的缘故 也能被他的阴气所影响 至于刚才发生的 只是鬼魂之间的触碰 也可以说是张宁的死亡回溯 也正是因为如此 我才会表现得如此淡定 因为我清楚 这种程度的阴气 完全不会波及到我的安危 现在相信了 张宁魂不守舍地点了点头 估计此刻的他懊悔无比吧 只可惜 这个世上 是没有脉后悔要的 下辈子注意点吧 如果还有下辈子的话 我看向老人的鬼魂 询问到您呢 既然知道自己死了 魏师魔没有离开 不是他的原因吗 老者看着张宁 问到我这事不实的 就要被他撞死一次 不是我不想走 是我没办法离开这里啊 怎么可能 我指了指道路两头 走出事故发生的范围就可以了 你一旦离开 张宁即便是重复着死亡的场景 看到的也是记忆中的虚幻 不会和你有太大的关系 老者一头雾水地说道 我没办法离开这里 我试试看吧 我拿出文王鼓 叮叮当当地摇晃了起来 紧接着 我将一根蜡烛点燃 随之说道老先生 跟我走 还有你 我踢了一脚张宁 呵斥到有些债 死了也逃不掉 我先送你们出去 其余的晚点再说 两个鬼魂跟随着我的脚步 朝着来的方向走去 走出几步 柳大壮便提出了疑问 小何苦 还是不对劲 这条路肯定是有问题的 就算由你带领 我也觉得 他们未必能离开 除此之外 你真的以为是你阳气有所下降 才看到的他们吗 黑暗中 我一边摇晃着文王鼓 一边思绪着柳大壮的话 我嘀咕道 难道不是 因为我掩盖住了阳气 才会被张宁的阴气所影响吗 除了这种解释 还有其余的可能 说话之余 我已经来到了 诡异路段的分界点 我对着两个鬼魂 吩咐到跟着烛光走 别跟丢了 一步 仅仅是一步 当我脱离诡异路段的范围之后 我说起的汉毛也平复下来 可在我转身之后 我惊恐地发现 我身后知识笔直的公路 连一道纠缠我的阴气都没有 更别说是那老人和张宁的鬼魂了 怎么回事 我连忙向前一步 煞世间 我敏锐的第六感 让我急被发凉 但除了这条路之外 根本没有任何鬼因子存在 两道鬼魂 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似乎 他们并没有存在过 就好像我刚才所经历的一切 都是幻觉一般 我拿起黄纸 收集着流动的阴气 因为刚刚和两个鬼魂有所接触 如果他们的阴气存在的话 我一定有所察觉 一直忙活了几分钟左右 我内心却越发的不安 阴气被我收集了不少 但却没有一丁点 是和那两个鬼魂相关的 大壮姐 我惊恐到 见鬼了 柳大壮调侃到你哪天不见鬼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还没等我说完 柳大壮便接过了话茬 我说了 他们无法脱离 解答你的疑惑前 先看看你右手边之前 留下的记号吧 我下意识地看了过去 之前的护栏上 被我用朱砂笔留了一道痕迹 可现在 那道痕迹 却变成了鲜血 鲜血似乎正在流动 就好像这冰冷的铁片 也有了生命似的 究竟是什么鬼东西 我看向那条诡异的公路 惊呼到太离谱了 好像两个世界一样 嘿 你别说 万一是两个世界呢 刘大壮拍了拍我的肩膀 说到小何苦 你说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 你刚才不小心去了阴间 阴 阴间 我冷不丁地浑身一颤 头皮发麻地颤抖道 我宁可相信 我不小心闯入了阴宅 阴间那玩意 活人能进去吗 有可能 刘大壮解释道 首先 你要清楚一个概念 阴宅和阴间是有区别的 阴宅是容纳游荡在阳间鬼魂的住所 这里面包括着鬼魂自身 以及和阳级对应的阴级等等 这么说吧 以过阴的方式进入阴宅 但你自身 乃至阴宅整体 依旧算作阳式的一部分 但阴间不同 那是纯粹的魂归之地 当初牵鬼拜山的亡魂们 不就是被你送去了那里吗 我心跳飞快 下意识地握住了拳头 刘大壮的意思我明白 但就是因为这份明白 才让我心惊肉跳 击破离身 丢了魂这种事情我见过 而且处理过很多次 这种情况就是魂魄离身 游荡在阳间 阴宅 或者是被某些鬼魂所控制 但阴间可不是开玩笑的 要是我刚刚在那里走了一圈 岂不是 大壮姐 我死了 呸 别说晦气话 柳大壮知道我吓得不轻 连忙说明了其中的原因 首先吧 阴间没你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而且也并非是只有真正的死了 才会进入其中 这条路大道朝西 的确是个送魂之地 阴寿耗尽 摆脱执念的鬼魂 想要进入阴曹 自然有对应的入口 既然有入口 就不可避免地会不小心闯入 依我看 你刚才就是这么个情况 我提莫了提莫自己的脑袋 疑惑倒也就是说 我侮辱阴曹 并非是死掉了 当然 柳大壮笑了起来 打去道你一个 吃阴间饭的 竟然被阴曹 吓成了这个德行 亏了你还了解鬼市 既然知道鬼市的存在 你难道就不清楚 鬼市也属于阴阳交错的临界点吗 我冷静了不少 也开始整理着思绪 鬼市是鬼魂上路前遇到的急事 在那里 明币 阴德 香火什么的 会发挥出相应的作用 要是这么说的话 柳大壮的讲解 倒也算不上那么吓人 毕竟鬼市就不属于阳间 也并非是阴宅 那么也就意味着 我们猜测中的鬼市 其实就已经算作了阴间的一部分 想到这里 我松了口气 擦拭着额头的冷汗 说到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自己一年早逝了呢 刚才我还在想 我就算死 也得拉着黄皮子陪葬 好在虚惊一场 你能不能别总惦记黄皮子 我真是服了 柳大壮云闷到具体吧 就是这么个情况 别说你这个出马先生 就算是正常人误入阴曹 也有可能发生 现在你实力不强 等以后厉害了 主动寻求阴间的入口也说不定 不过 柳大壮语气宁重道 这条路绝不正常 执念未消的鬼魂 根本没办法游荡在阴间路段 那叫做张宁的小鬼 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看向整条路 疑惑地问道 不属于阴间的鬼魂 出现在阴间路段 而且还没办法被我带出来 他们究竟是被什么限制住了 不知道 柳大壮提议道 去了第一次 就没什么好害怕的了 继续走走看 说不定还能回去 但是 你小子机灵点 可别给自己困在里面 我郑重地点了点头 哪里还敢掉以轻心 紧接着 我再次徘徊在公路上 谨慎地提防着 随时可能出现的怪异 不知道走了多久 我又冷又累地打了个哈欠 刚想要抱怨地嘟囔两句 一到火光 便吸引了我的注意 大壮姐 看到了吗 嗯 柳大壮不耐烦道 我又不下 肯定看到了 估计又不小心到了阴间 去看看吧 小心点 这一次 我出奇地谨慎 我没有急于靠近火光 而是观察起了周围的场景 在车上的时候 我有过错愕的幻觉 那些幻觉 就好像播放幻灯片一样 而现在 那些假象 则再次出现 只不过 所谓的虚假 此刻看起来有些真实 一块路牌 引起了我的注意力 路牌很老旧 看起来已经有不少的年头了 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 我从字迹中 看到了一个场字 和一个族字 场族 啥意思 应该是斜场路 柳大壮提醒到 貌似是秦征 在梦里看到的场景 至少这一点他没说谎 这里的怪异 的确和他有所关联 我仔细地查看这四周 除了笔直的公路之外 这里多了一些老旧的痕迹 只不过 这些老旧除了模糊之外 还有些虚虚假假 就好像没有完全 融入这个世界一般 总而言之 此刻就算我清醒着 也有些类似 走在梦境中的感觉 紧接着 我朝着火光走去 靠近一看 是一个老太太正在烧纸 她将大把大把的 铭币扔进火盆里 背对着我嘟囔个不停 孩子啊 你怎么就走了呢 在那头 可要好好的 缺什么少什么自己买 奶奶给你送钱 老太太便抱起了一张照片 尤为可怜的大哭起来孩子 我想你啊 快回来看看奶奶吧 大壮姐 这肯定不是人对吧 柳大壮冷哼一声 你说呢 那就行 我愣头亲的一面再次展现 既然不是人 那肯定是鬼了 咱讲究的就是个 先下手为强 管他好鬼坏鬼 先动手总是没错的 哭你大爷呢 晦气 我一脚踹翻火盆 顺带脚的 也将老太太踩在了脚底下 我问你 这事呢 都有谁在这 见没见过因为车祸死的 贼惨的两个鬼魂 把你知道的 通通告诉我 老太太颤抖地转过身来 看向我的那一刻 我从那张苍老的面孔上 看到了极大的震撼 孩子 你终于回来了 老人激动地喊道孙子 我的乖孙子 你怎么才回来呢 滚一边去 我一巴掌打了上去 妈妈咧咧道 跟谁俩占便宜呢 在我的巴掌下 老太太手中的黑白相片掉了下来 只见那张黑白照片上彰显着的 正是我的面孔 我错愕地看向了照片 与此同时 黑白照片中那个诡异的我 微微仰起了嘴角 你 终于来了 一股阴风吹袭 黑白照片死死地贴在了我的脸上 和我语气差不多的笑声 冲击着我的耳膜 不知道是他还是我 力声地嘶吼起来 死 你已经死了 走吧 我们一起走 骤然间 一道光打在了我的脸上 同时传来的 还有柳大壮的惊呼声 何苦 躲开 闪开 往哪闪 我纵身一跃 重重地摔在了坚硬的的面 刺耳的刹车升贴着我传来 明晃晃的大灯照得我晕头转向 豪车的确是贵 但贵有贵的道理 要不是超百万的价值 我这条命 恐怕都要交代在这儿了 何先生 兵子慌张地跑了过来 惊魂未定当你 你钱吗呢 突然间冲出来 得亏我反应快 不然撞死你了 碰瓷也没有这么碰的吧 简直吓死个人 我脸色惨白如指 此刻我才反应过来 我的脑袋距离车头 只有微不足道的十公分 大 大 大壮箭 我指着车子说道 你是让我闪开 还是让我瞄准呢 少废话 柳大壮怒声道 险些被鬼怪害死 能活着不差啥了 又冷又累的我坐进了车内 声音颤抖地吩咐到冰子 往前开 先驶离这段路 冰子也吓得不轻 魂不守舍地将高档轿车开了出去 足足过了半个小时 我才缓过神来 飞快跳动的心脏 也得以平缓 真他妈的吓人 我拍了拍身前的 座椅你没事吧 路上还算顺利 还 还好 冰子揉了揉眼睛 除了差点撞死你这档子时 其余的没什么 何先生 有些畏惧的冰子 试探性地问道 接下来钱吗 要不我给你找个地方休息休息 不用 我拿出一个面包 狼吞虎咽地啃了起来 这里很安全 先等等看 吃饱喝足之后 我看向窗外 坚定地说道大壮姐 继续 你有病吗 柳大壮有些抗拒 道小命差点丢了 就别尝试了 里面的东西 明显是盯上你了 过十二点再说吧 要真解决不了 咱也别抢求 我笃定地说到 我知道自己 被盯上了 越是这样 我越要硬着头皮上 大壮姐 你仔细想想 为啥我会被阴间盯上 柳大壮愣了片刻 随之疑惑到 刚才险些害死 你的那老太太 是被人控制的 有可能 但无法确定 我冷静地分析到 我身上的阳气弱 没理由被脏东西盯上 要么 是有人知道了 我们的到来 要么是 我们引发了某种 排斥 没错 就是排斥 这里并不喜欢 我们的靠近 我打开车门 叮嘱到兵子 别乱走 在这等我回来 下车之后 我再次朝着 诡异的路段走去 等等 就当我刚要 踏入临界点的时候 柳大壮突然叫住了我 此刻我的脚掌 已经抬了起来 但迟迟却没有落下 就算柳大壮 没有提醒我 我也不会迈出这一步 锣鼓齐鸣 步声阵阵 唢呐奏着悲调 憨声尖锐刺耳 声人物尽 静而远之 我落下脚掌 笑了起来 今天还真是热闹 什么事都能赶上 转过身去 我看到了一行 浩浩商商的送葬队伍 金童开路 玉女随身 牛马骑行 亡魂父辈 看不到尾的队伍 声势浩大 除了马背上的亡魂之外 剩下的金童玉女 以及牛马 皆是止活 粗略地估算了一下 离我十几米远的送葬队伍 至少有七八十个鬼魂 这个规模 只是看一眼 就让人觉得心底发凉 何苦 柳大壮吩咐到让路 站在路中央的我没有动身 而是死死地盯着 越发靠近的队伍 见我闻思不动 柳大壮立刻提醒到 魂归之路 轮不到你阻挡 魂归各屁 我冷声反驳道 你看马背上的这些鬼魂 有的凶煞猙獰 有的怨气横生 这根本不是消除了执念的鬼魂 不少骇人精 凭啥过去 柳大壮清楚 我是典型的一根精 他连忙劝说道 这也是这条路古怪的原因 我们一点点的查探 阻拦名途 万一给你带进去就糟了 放心 我心里有数 我挡在送葬队伍正前方 对着一身着白衣白帽 手打白翻的身影摆了摆手 这人具体的样貌我看不清楚 但我知道 他便是一行亡魂的领路人 生人物尽 尽而远之 那人扯着尖锐的嗓子喊了一声 我一巴掌打了过去 骂骂咧咧到鬼哭狼嚎个什么 没看到我在叫你吗 柳大壮的心都跳到了嗓子眼里 我的种种表现 怎么看 都和我所说的放心 都扯不上半点关系 当我的手打在对方脸上的那一刻 我忽然间愣住了 在触碰到他之前 我还在想 这究竟是个什么玩意 但接触到他的那一刻 我便意识到 领头的这家伙 是个实打实的鬼魂 没错 他是个单纯的鬼魂 并没有其余的复杂成分 对方被我打得有点措手不及 只见他抬起了空荡荡的白袖子 冷声地威胁到让路 我要是不让呢 我拿出五王鞭 敲了敲那人的袖子 一个鬼魂而已 在这儿跟我俩装白无常呢 谁给你的自信 还敢跟我要我喝溜的 在五王鞭处碰到他的一瞬间 对方立刻将手缩了回去 与此同时 这古怪的鬼东西 语气也柔和了不少 先生 送葬的队伍 还望您不要阻拦 送葬 我冷笑到 踏入阴曹的任务 落到你一个鬼魂身上了 你有这份量吗 此刻的柳大壮 也陷入了沉默 他不再劝说我的所作所为 我的话语有些咄咄逼人 但每一个字 都是实打实的道理 王魂有魂归之处 那些了无牵挂 英寿耗尽的魂魄 的确有该去的地方 就有如那日的牵鬼拜山 可这种事情 轮不到另一个鬼魂去做 尤其是马背上的那些鬼物 很大一部分 都没有资格进入阴曹 也就是说 眼前的送魂队伍也好 还是我身后的那段路也罢 都有着明显的猫腻 这位先生 我知是个做事的 还请您不要难为我 白衣高冒的鬼魂抱拳说道 先生也是吃阴间饭的 何苦要难为我呢 这要是被我家大人知道 咱俩都不好交代 你家大人 我又甩给了对方一个耳光 不屑道我认识吗 还有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的 对方被我打得有些猛 他委屈地回答道先生 我不知道你的名字 柳大壮叹了口气 郁闷道他是说 你何必要难为他 跟你的名字没一点关系 哦 这样 我把玩着手里的五王鞭 指了指他身后的队伍谁 让你这么做的 那些鬼魂有资格走这条路吗 还有 你是谁 你家大人又是谁 把你知道的通通告诉我 白衣鬼魂拍了拍帽子 随着他的动作 一团阴气漂浮在了我的身前 先生 小鬼名为孙大富 还望您别难为小的 这些阴德您收着 还请您放个行 见到阴德 我立刻拿出黄纸 火急火燎地 将那团阴气收集了起来 阴德可是好东西 这玩意 我这辈子都不会嫌多 见我收了礼 名为孙大富的鬼魂 拱手抱拳 深深地松了口气 多谢先生理解 道谢过后 孙大富对着身后长袖一挥 大喊道启程 我抬起五王鞭 指在了孙大富的脸上 我要你阴德 不代表 说我让你通行 现在 回答我的问题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孙大富的身上 弥漫着阴冷的气息 他的声音 也尤为冰冷了不少 这位先生 您收了阴德却不让路 未免有些说不过去吧 莫非 您真的也有好欺负吗 在孙大富的声音下 两道白色的气物 从他的袖子里涌现出来 那些气物 迅速地缠绕住了我的脖子 所谓多个朋友多条路 多个仇人多堵墙 我时间紧迫 不想与先生纠缠 还望您行个方便 刘大壮冷哼一声 威严道我也劝你 别想着针对我们家先生 该说什么说什么 这条路 你不交代一清二楚的话 你过不去 那就抱歉了 孙大富英杰道 我倒看看 柳家长冲和一位出马弟子 能不能拦得住我 你这人吧 倒是挺客气 可突如其来的自信心 让我不大喜欢 我掀开衣服 露出了我贴在皮肤上的黄纸 而那张黄纸上会制着的 正是遮阳服 成凉鬼 一种很罕见 也很厉害的厉鬼 这种鬼魂 也是为数不多以阳气为主的鬼物 你身上的这些阳气 可以很容易地吸引 其余鬼魂的靠近 一旦目标上钩 成凉鬼便能附身于其余鬼魂 从而吞噬 以达成壮大自身的目的 我说的没错吧 孙大富惊恐地后退一步 他震惊地打量着我 你是怎么知道的 靠智慧 我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然后看了看他身后的一行送葬队伍 阴险地笑了起来 成凉鬼也擅长骇人 但相比于吞噬鬼魂 你害人的过程更为复杂和艰难一些 所以呢 即便我不是你的对手 你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强调我 但是吧 我却有办法恶心你 我拍了拍肚皮上的黄纸 一旦遮阳符掩盖住了你的阳气 你身后几十个鬼魂 就会察觉到你 也是鬼物 依我看 你扮成这副模样 就是为了让那些鬼魂 心甘情愿地跟你离开 所以呢 我想你也不愿意看到 好不容易跟你走的鬼魂 因为我的骚操作 从而乱作一团是吧 我一手握着五王鞭 一手准备着随时接下黄符 现在 回答我 你来这里钱吗 送鬼 不甘心的孙大夫 咬牙切齿到大人 让我护送鬼魂进入这段路 进去之后 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那条路里有什么 我继续问道 那里并不是纯粹的阴间 你一个乘梁鬼 也没这么大的本领送鬼 回事 孙大夫继续说到进去之后 鬼魂们会抵达鬼市 之后会发生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我只是按照大人的吩咐办事而已 大人 我皱眉问道他是人是鬼 我不清楚 孙大夫叹了口气 我没见过他 我只知道 在我父亲过世之后 我也死了 是他收留了我 并且安排了我这个任务 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只知道 我不敢反抗他 果不其然 柳大壮的猜测是没问题的 这段路的却存在于鬼市 也符合着当年斜场路的热闹程度 但不管是整段路所对应的阴间 还是存在于此的鬼市 都并非原本存在 而是人为所致 恍惚间 我察觉到了什么 因为好奇 我随口问了一嘴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孙政旺 听到这三个字的一瞬间 我承认我 着实被吓了一跳 我的脑海也传来了阵阵嗡鸣 那孙政旺 不正是被我借助鬼魂之手 弄死的混蛋吗 想到这里 我表现出一副冷静的模样 不动声色地摆了摆手 行 看你知道的也就这些 我收了你的应得 也就不难为你了 去吧 我也不想找麻烦 只是单纯的好奇而已 说着 我便让开了道路 公益行送葬队伍通行 多谢先生 孙大副向前走去 在他背对我的一瞬间 我毫不犹豫地 将五王鞭打在了他的后脑上 紧接着 我将一大把打铃服贴在了他的身上 更是拼了命地 挥舞着血红色的木棍 妈的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你个倒霉孩子 也死了 那就别怪我了 被我偷袭的孙大副 哀嚎个不停 趁着他无暇反抗的这骨镜 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 潜掉他 让路 开什么玩笑 当初我射击弄死了孙正旺 结果他儿子也变成了鬼魂 还是个罕见的厉鬼 这要是有一天 找到了我的头上 指不定有多大的麻烦呢 我毫不留情地猛砸 心中更是暗骂个不停 五王鞭再怎么得心应手 也不如一个实打实的武仙 要是能有个能打的磅身 岂会这么麻烦 就在我极力打鬼的时候 只见幽暗的公路上 忽然间刮起了斜风 我的眼睛被吹得难以睁开 隐约间 一只巨大的手掌 从公路上突然袭来 暗道不好的我迅速躲闪 可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 那只手并不是冲着我来的 巨大的手掌抓住了孙大副 等我想要追逐的时候 孙大副的鬼魂 已经被拖入了黑暗当中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与此同时 一行送葬的队伍 也向前开进 陆陆续续地 进入到了这段怪路的分界点 没想到还是个老熟人 我不甘心地盯着 队伍消失的边界 咬牙切齿到狗屁大人 就是个无恶不作的混蛋 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 上次解决孙友财家里问题的时候 我就从一行鬼魂口中 得知了整件事情 由幕后黑手进行操控 没想到头一次来到这江北市 撞见的又是他的阴谋诡计 别看我傻 但仇恨这种事情 我看得很透彻 即便我没有撞见 这段诡异的公路 说不定某一天 那混蛋也会找上门来 有些是躲是躲不掉的 既然如此 还不如尽早去面对 也能更为了解对方 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真是大手笔 刘大壮指着公路 说到我早有耳闻 有些吃阴间饭之人 本领很大 且不择手段 盘踞一段阴间 利用成良鬼 来引诱鬼魂上套 这种胆大妄为之事都敢做 想必幕后之人 也是个难缠的主 小何苦 你怎么想的 我走向队伍的末端 用五王鞭 将马背上的鬼魂打了下去 紧接着 我牵着马鞭 开始跟随着送葬的队伍 跟过去看看 说不定能直接进去 那我呢 委屈的小鬼哭腔道 我好不容易能离开人世 你可不能害我呀 害你个屁呀 老子救了你一命 我举着五王鞭 威胁到赶紧滚 要不然做了你 小鬼一肚子委屈 但也只能屁滚尿流地离开 就这样 胆子不小的我追随着队伍的脚步 迈向了通往阴间的分界点 这一次 我看到的 并非是虚虚假假的景象 而是所谓阴间的整体全貌 此刻 我所处的位置 是一个十字路口 在我的前后左右 都是一条条笔直的道路 我看不清道路的具体模样 就好像有某种阻隔 挡住了我的视线一般 和我 一同抵达于此的鬼魂们 在进来的一瞬间 就好像被控制住了似的 他们朝着不同的方向前往 我尝试阻拦 但却毫无作用 短暂的几分钟之后 几十个鬼魂消失得无影无踪 十字路口上 只剩下我和柳大壮 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每条街应该都是鬼市 既然是有人 设计了这一切 鬼市也必然发挥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柳大壮打量着周围的场景 分析到 这里能看到的一切 应该都是几十年前的景象 随着此地的人员迁移 按理来说 鬼市也会消失 没想到多年后的今天 却被有心之人所利用 做着一些剑步的光的勾当 应该是了 我看向四条道路 疑惑到大壮解 我们该去哪条路 随便吧 来都来了 暂时也没办法离开 去哪都行 看你心情 柳大壮感叹地说道 不过话说回来 你小子知道的东西 着实不少 依我看 那乘凉鬼扮演的 应该是鬼魂的引路人 我倒是有点好奇 你是怎么发现 他是什么鬼的 靠智慧啊 我指了指脑袋这里 聪明着呢 就你 柳大壮冷嘲热讽 倒多吃点核桃补补吧 说不定还有得救 话虽这么说 但我清楚 这只是柳大壮 对我的调侃而已 我的疯疯傻傻之 局限于我的言行举止 但我的脑子里 还是有不少东西的 停留片刻 我再次动身 我随意地挑选了一条道路 愣头愣脑地闯入其中 在我穿过屏障的那一刻 热闹和喧嚣 瞬间便取缔了原本的冷清 喧嚣的闹事 往来的人群 除了整体的阴森之外 这里似乎和普通的集市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是真正的鬼市 给鬼所提供所需的市场 大壮姐 我像是刘姥姥金大官员一样 四处地张望起来 你说 这些商贩是哪里来的 他们 似乎也都是鬼魂 刘大壮随口道 肯定是那幕后之人布置好的 这是假的鬼市 除了你之外 都是真正的鬼魂 至于真正鬼市中的商贩 是从何而来 我就不清楚了 毕竟咱也没真的死过 我若有所思地 凑到了一处鞋摊 可以说 整条街道 一多半都是卖鞋子的 据说 踏入阴槽的鬼魂 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他们要翻山越岭 他们会汤水过河 所以呢 准备些许跟脚的鞋子 是很有必要的 每一处卖鞋的摊位旁 都有不少的客人 这些客人怀里抱着的 月药间挂着的 口袋里装着的 都是厚厚的黑壁 所谓黑壁 也就是名前 更是鬼魂 行走在阴间的硬通货 我蹲在地毯前 拿起了一双黑色的布鞋 问到老板 这鞋子怎么卖 老板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婆婆 她低沉地说道 有了鞋子 才有脚下的路 鞋不跟脚 走不远的 给我你身上值钱的东西 我会点你相应的鞋子 如果我没钱呢 我随手将黑布鞋放进了包里 起身说道 买鬼的东西还要给钱 哪有这个道理 你 会给的 老太太很是自信地 说了这么一嘴 在她的声音下 我身上的阴气开始掉落 我不以为然撕下了遮阳符 将自己身上充足的阳气 全部暴露出来 一瞬间 阴间中的 我格外引人注目 这一刻 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 发光体式的 不过我的变化 并没有引起 其余鬼魂的流意 甚至那老太太 都没有多看我一眼 我的阴气开始停止散落 这老家伙的手段 也没能继续影响着我 你不说话 这双鞋我可带走了 我坐视向前走去 那老人和周围的鬼魂们 依旧是不为所动 走出了三步 我包里的鞋子凭空消失 回头一看 那双黑色的布鞋 再次出现在了摊位上 柳大壮盯着老太太说道 这些小鬼之 是充当着商贩 和那些鬼魂一样 他们从涉足这里开始 就已经被控制住了 你看到的一切 就好像是 循规蹈矩的设定一般 有买有卖 一切照常进行 这些鬼魂 就算被打得魂飞魄散 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说着 柳大壮指了指地面 看到了吗 那些黑线 仔细观察之下 我看到无数密密麻麻的黑线 如同蜘蛛网一样 笼络着整个的面 那些黑线 缠绕在包括商贩在内的 所有鬼魂身上 而黑线延伸的方向 则是道路的尽头 踏入这里 便会被黑气缠绕 道路的尽头 肯定有至关重要的东西存在 在柳大壮的提示下 我不再和鬼魂纠缠 而是急匆匆地朝着里面走去 黑线没有缠绕我 极有可能是因为 我是活人的缘故 实则生变 这段路并不是很长 初步计算 也就三四百米左右 一路上 各种各样的交易照常进行 不得不说 阴间的东西真的很贵 若是有朝一日 我快死了 一定要多准备一些明币才行 不夸张地说 绝大部分的鬼魂 都花光了身上所携带的钱财 而他们得到的 知识几双不斜 好点的 还能吃上一口上路前的面条 很快 我和柳大壮 便来到了道路的尽头 这是一条死路 最里面的 是一具张牙舞爪的怪物 怪物面目猙獰 足足有三米之高 除了那张凶煞的面孔之外 它还长有着四壁四足 怪物的整体 更是散发着一股 让我说不上来的气息 漫无目的的鬼魂 浑浑噩噩地向它靠近 当触碰到怪物的一瞬间 接触到它的鬼魂 便被吞噬殆尽 连一丁点阴气都没能留下 这啥玩意 我看着丑陋的怪物 疑惑地问道 这东西还能吃鬼 这是邪神 柳大壮咒没到一些有道行之人 会供奉邪神 在供奉的时候 这类人也能获得邪神的力量 你感受到的气息 正是这邪神的邪气 我似乎明白 那幕后之人所做的勾当了 我回头看着整条市集 又看了看邪神吃鬼的举动 也恍然大悟地了解到了真相 那些鬼魂给出的冥币 相当于他们自身的因德 是因监犯之人 最看重因德 所以说 整条鬼市 最大的作用 便是替那幕后之人积攒因德 而邪神吞噬魂魄 也可以强大自身 好家伙 一段阴曹公路 竟然能做到一举两得 这也太划算了吧 我有些恼怒地嘟囔道 我怎么觉得这么不平衡呢 我费尽巴厉地帮人看事 好不容易积攒一些因德 结果弄死几个黄皮子 就损耗得七七八八 可这供奉邪神之人 竟然能另辟蹊径 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不公平吗 柳大壮笑道 看到那怪物的四壁四足了吗 其中的双腿双脚 是供奉之人的 你要是也想变成那样 我不介意你供奉邪神 除此之外 供奉之人也极容易遭到反噬 这种反噬 可不是说死了就能安生的 就连魂魄都要被无休无止地折磨 臭小子 你记住 能走多少的捷径 就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这里面的恐怖 不是你能想象的 我摇了摇头 抗拒地说道 那还是算了吧 我可不想变成怪物 要说这人也怪 好好活着不好吗 非要弄这些歪门邪道的东西 刘大壮若有深意地说道 每个人的信仰不同 他们的所作所为 我们自然难以理解 但话说回来 幕后那人挺厉害的 这种程度的邪神 他还能够顺利掌控 足以表明那人的本领 我打量着丑陋的邪神 好奇地问道大壮姐 邪神算是神吗 屁 刘大壮嗤之以鼻道 哪有真正的神 只是一种称呼罢了 这么说吧 绝大部分的邪神 本质上还是鬼魂 只不过这类鬼魂 可以汲取信仰 也属于是颇为罕见的鬼物了 供奉邪神之人 通常都有恋鬼的本领 通过他们的手段 这类鬼魂 也就成了所谓的邪神 其实吧 邪神这东西 你并不陌生 比如 等待许久 我都没有听到柳大壮的后续讲述 我不解地问道 比如什么 没什么 柳大壮只字不提 成功地引起了我的兴趣之后 任我如何追问 他都没有讲述出后半句话 别问了 该知道的时候 你会知道的 柳大壮转移话题道 这尊邪神 至少是只恶鬼 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 如何弦掉它 恶鬼 弦掉它 我拿起五王鞭 问道我去给它两厨子 咋样 不咋样 柳大壮于闷到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这邪神虽是恶鬼 但在我们面前的这家伙之 是邪神整体的一小部分 不过你的手段吧 对它还真没啥用 其实 除了如何制造出这么一段阴槽的公路之外 其余的并不复杂 来到阴间的时候 我们在十字路口看到了四条路 这四条路对应着的是某种布置 依我看 这段路的不远处 一定掩埋着幕后之人留下来的神像 只要打碎他们 一切便可迎刃而解 至于鬼市 无非是个收集阴德 和吞噬鬼魂的机器 根本无关紧要 在柳大壮的讲解下 我想明白了绝大部分的来龙去脉 只不过 想要彻底解决 似乎没这么容易 大壮姐 我们该如何离开这虚假的阴间 我看向四周的阴暗 问道过阴我比较擅长 但这已经不算是阴宅了吧 那还不简单 柳大壮敲了敲徽家的牌位 笑到别小瞧了徽家老鼠 恶鬼的阴宅他能挖开 这虚假的阴间也困不住他 那该如何找到邪神的雕像 我继续问道 收集这些邪气吗 没错 柳大壮又敲了敲徽家的供奉牌 也交给他 这灰头老鼠挖坑打洞不在话下 绝地三尺都给他挖出来 话音刚落 灰钩子幻化出了硕鼠的身影 二位 你们礼貌吗 看见灰钩子一副委屈的模样 我打趣道 能者多老 阴德少不了你的不就行了 灰钩子给了自己一耳光 骂骂咧咧到让你缠 早晚死在殷德上 柳大壮收起笑脸 吩咐道别开玩笑了 先离开这里 然后找到神像 就在灰钩子要动手的一瞬间 我连忙叫住了他 等等 还有一个问题 我急忙说道 如果全部都是邪神作祟的话 为何秦征家的殷宅会受到波及 柳大壮闻之一愣 然后看向了身后 你是想 看看其余三条路 嗯 我点了点头 秦征的梦 的确对应着这段路 他不会无缘无故地前连于此 还是查得清楚比较好 除此之外 还有我们之前遇到的鬼魂 我想了想 补充道 估计那张宁还有烧纸的老家伙 都是供奉邪神之人 害人性命的手段 要不然 这鬼市也聚集不了如此之多的亡魂 多了解一点 总是没坏处的 你觉得呢 柳大壮也同意了我的想法没错 的确有疏漏之处 还有那不知所踪的孙大父 也是个隐患 那就继续查探一番吧 就这样 我们原路返回 重新回到了起初的十字路口 可就在我刚站稳脚跟 还想着该选哪一条路的时候 我直觉的背后一沉 紧接着 一个声音便出现在了我的耳旁 请问 你 看到我丈夫了吗 一扭头 一张泛着青光的女人面孔紧贴着我 她披头散发 双目漆黑 嘴里还散发着一股臭气 满脸的绿光给我照得都绿油油的 乍一看 这婆娘还是有点吓人的 鬼一边去 我抓住女人的头发 便给她扔了出去 女鬼趴在地上 诡异地笑了起来 你一定见过我丈夫 快告诉我 他在哪里 带我去找他 带我去找他 本就时间紧迫的 我被女人的吼叫声 弄得有些不耐烦 我拿起五王鞭 对着他摆了摆手 来 你过来 我领着你去找你丈夫 来啊 钱嘛不过来 你不想见到你男人了吗 见我这副架势 刘大壮孝道青面鬼 复仇一类鬼魂中 比较典型的一种 这玩意纠缠人很厉害 找到你头上 估计和你有些关系 刘大壮这话 倒是提醒了我 我好奇地问到你丈夫 是不是叫孙政王 你果然知道我丈夫 女鬼凶神恶煞的争宁道 是你害死了他 我要你偿命 说吧 女鬼便冲了上来 死死地攥住了我的脖子 我不以为意 给了他一处子之后 便冷笑起来 那供奉邪神的家伙 真是可着你们一家祸害 没完没了了是吧 鬼一边去 跟个苍蝇似的 不咬人隔应人 有这功夫 你还不如去 纠缠那老怪物呢 我懒得搭理女鬼 自顾自地走向了 右手边的道路 女鬼不敢太靠近我 她跟随在我身后 三五米的距离 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的意思 穿过屏障 我再度来到了新的鬼市 我瞥了瞥身后 心烦意乱地说道 还能被青面鬼纠缠上 这玩意的鬼魂 打不散是吧 嗯 的确 柳大壮笑着解释 道青面鬼本身并不厉害 她的索命方式 像是一块狗皮膏样 想甩都甩不掉 被她盯上 也的确头疼 你打了她一次 她还会继续出现 这鬼东西的执念 可以说是不死不休了 想要彻底解决 就必须找到她的尸体才行 如若不然 打一次和打无数次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郁闷地叹了口气 无奈道 那老混蛋 真是可一家人祸害 孙政望死后 她儿子变成了成良鬼 她婆娘变成了青面鬼 这位也真是会废物利用 一点都不带浪费的 这种人真是该死 恶心人着实有一手 这青面鬼纠缠我一辈子 她也害不死我 但我想解决掉她 还得专门跑一趟 去找寻她的尸体 真是麻烦 柳大壮调侃到怎么 于心不忍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冷声道 孙政望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她死了活该 在她挂了之后 她家人又不是我害死的 要怪就怪她心术不正 说着说着 我和柳大壮 已经走到了鬼市的尽头 一路上 依旧有不少鬼魂在购买东西 按理来说 这些鬼魂们 被榨钱架着之后 便会成为邪神的食物 但这条路的尽头 却有些不同 大壮解 我指着破败的邪神 说到我好像想通了 为何秦征家的阴宅 会被鬼魂所冲击 眼前这邪神的身躯 只有一半 另一半 则是被阴气所笼罩 浑浊的阴气内 我看到了断断续续的场景 而那让我有些熟悉的布局 正是秦征的家 按理来说 这条路的尽头 是完整的邪神 鬼魂们 也会成为邪神的可口美味 但这里 却知 剩下了一半的邪神 另一半则是秦征的阴宅 我捏着下巴 分析到 怪不得他们家的阴宅 有所松动 原来是被鬼魂这么冲撞的 可是 秦征家的阴宅 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柳大壮观察片刻 震惊地说到难道 这也是供奉邪神 那人布置的后手 小何苦 你仔细想想 那人本领不俗 弄了这么大的排场 肯定要有所防范 他供奉的邪神 普通人难以察觉 就算是发现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 一旦被追寻到 极有可能是你这类 吃阴间饭的先生 所以说 供奉邪神的怪人 就做出了防范 一旦有人破坏了 邪神的雕像 那么鬼市中的鬼魂 便会闯入那人的阴宅当中 在柳大壮的解释下 我也瞬间醒悟 如此一来 这些鬼魂 不仅能闯入破坏者的阴宅 更是能替他报仇 报仇过后 那老混蛋 还可以找回这些鬼魂 继续利用 好家伙 这点坏事 都被他给做绝了 柳大壮心有余悸地说到还好 你小子心思缜密 非要过来看看 要是贸然让灰钩子 找到邪神雕像埋葬的位置 这些鬼魂冲撞的 可就是你的阴宅了 而且 我有个更可怕的猜测 柳大壮指着破损的邪神 说到我们看到的邪神 之所以变成这个样子 估计是秦征施工的时候 不小心损坏了邪神的一部分 所以 秦征的阴宅会受到波及 好在邪神还有所作用 才导致他家的阴宅 没有被冲破 要不然的话 他根本活不到现在 我挠了挠头 问道 然后呢 还不是打破邪神就没事了 哪有那么简单 柳大壮的语气有些担忧 对方既然算到了这一点 并且做出了防范 就表明着 打破了邪神 这些鬼魂 还是会冲撞破坏者的阴宅 你还想不明白吗 这就代表着 单纯地毁掉邪神雕像 这段阴间公路并不会消失 我被柳大壮的话语震涉到了 关键是 他说的没错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对方也犯不上 留下如此完整的布置 也就是说 邪神雕像就算是没了 还会有源源不断的鬼魂进入其中 如此一来 诸多鬼魂 便会将阴宅冲破 从而害死破坏邪神雕像那人 但这一切 这对于供奉邪神之人来说 除了报仇之外 其余的并无大碍 毕竟我和柳大壮看到的 不是邪神本体 只是一尊对方 随时可以填补的雕像而已 妈的 真是老狐狸 我有些后怕的 说到我要是愣头愣脑的 把邪神雕像给潜碎了 我这阴宅 恐怕比鬼市还要热闹 没错 柳大壮直了指清面鬼 说到到那个时候 阴宅里的鬼魂 比这冒着绿光的婆娘还难产 即便你是个出马弟子 也解决不了那么多的鬼魂 除非你后半辈子 一直守在这里 要不然 绝对不能触碰 那邪神雕像 血脾气的我 瞬间就火冒三丈 好不容易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却无法触碰丝毫 这对我而言 不仅是莫大的屈辱 更是让我毕生难忘的憋屈 开什么玩笑 我咬牙切齿到 这狗东西阴险卑鄙 无耻至极 让我白跑一趟 还得受这种委屈 那怎么能行 喂 柳大壮怒吃刀臭小子 你别逼着 我带你离开啊 有些事情我可以妥协 有些事 你绝对不能触碰 我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你了 就算你是出马弟子 这份阴间债 也不是你能扛起来的 我狐疑地看向柳大壮 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我有那么蠢吗 我只是不甘心而已 再说了 又不是没有别的办法 柳大壮一愣 试探到这么一会儿 你还能想到逐一不成 似乎可以 我思绪片刻 嘀咕到 谁打碎邪神 这些鬼魂就会冲撞谁的阴宅 大壮姐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们绕过阴宅 给这些鬼魂 找一个容身之所 没可能 柳大壮果断地否定了我的想法 你太天真了 那老家伙不是赤素的 没有任何死物 能带你完成这种举动 除非你 也能像他一样 弄出一段阴间的道路 可你有那本事吗 我嘿嘿一笑 月兄有成竹道 那要是活物呢 我已经知道怎么解决了 回钩子 我拍了拍回家的供奉牌 吩咐道 带我们出去 巨大的硕鼠 幻化出了身形 他瞥了我一眼 然后便自顾自地挖了起来 走了很久 我看到了路灯 也看到了熟知的公路 柳大壮忍不住地 询问起来臭小子 你怎么想的 赶紧告诉我 我听听你的建议是否可行 这种事情 咱不能胡闹 保密 我没有将自己的计划 告诉柳大壮 原因很简单 这个计划吧 我怕他拒绝 紧接着 我对着灰钩子 再次吩咐道钩子 去把四尊邪神雕像挖出来 弄好之后回来叫我 还有 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 又不是不给你应得 这么大一个鬼事 咱们能解决掉 好处少不了你的 说话的同时 我猛地回身 用武王鞭猛地 砸在了青面鬼的脸上 还有你个臭婆娘 怎么还偷袭呢 鬼一边拉去 等我抽出时间 骨灰都给你羊懊 思绪片刻 我将白家的供奉牌 逃了出来 随之叫来了白九九 小九九 要应得不 当然要 白九九谄媚地说道 你这趟看事 我也没帮上忙 你赶紧给我找点事情做 要不然 我就分不到应得了 哪能忘啊 你 我指着青面鬼阴险地 说到他和这件事情 有所牵连 这鬼东西 暂时摆脱不掉 就交给你了 你就给我拿小针扎他 给我枉死了折磨他 我看他还敢不敢偷袭我 得嘞 白九九满心欢喜地 答应了下来 他很清楚 这是我为了分给他 应得特意找的差事 整件事情 我已经解决了七七八八 他要是一点参与 都没有的话 绝对是一无所获 而我给他的小差事 是人情不说 更是对于仙家的看重 吩咐之后 我找了个安静的角落 拿起电话 我拨打了勤征的号码 再次一通吩咐 等柳大壮凑到我跟前的时候 我已经交代得差不多了 他只是 听到我笑着说了一嘴 有钱能使鬼推磨吗 想解决你们家的问题 就别怕浪费钱 之后 我便挂断电话 一路小跑地回到了轿车上 至于我到底 想要钱什么 他还是想不明白 轿车上 兵子不安地看向外界 问到何先生 咱们要回去吗 不急 一会儿你老板也会过来 说话的同时 我拿出了几张黄纸 并且将黄纸 裁剪成了四张小人 紧接着 我开始写写画画 小人也在我的动作下 变得生动起来 大壮姐 在弄几道数柳符 柳大壮有些迟疑地问道 臭小子 把握吗 把握 放心弄就得了 在柳大壮的配合下 四道控制力十足的 树柳符相继完成 见我不再自言自语 心惊肉跳的兵子 不解地嘀咕道 这深更半夜的 老板也要过来吗 解决问题 不来怎么能行 他能派上大用场 我靠在一辈上休息的同时 也感叹道 有钱真好 什么事情都不愁解决 这次又 谁贪心谁倒霉 没过一会儿 灰钩子出现在了我的身旁 见他回来 我立刻坐起身来 匆忙地问道 挖出来了吗 没出问题吧 我亲自监工 这点事还能办不好吗 灰钩子炫耀道 咱家孩子打动的本事一流 四尊邪神雕像 都弄出来了 是不是有一尊破损的 没错 灰钩子点了点头坏了一半 但还是邪里呼拉的 这鬼东西 着实让人厌恶 你呢 咋打算的 弦掉那供奉邪神之人 还没等我开口 刘大壮便立声到别瞎胡闹 目前为止 我们还不是邪神的对手 据我观察 不管是供奉之人 还是那超脱恶鬼的邪神 都不是小何苦能解决的 而且 眼下这档子麻烦 要真被何苦给解决了 那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就算我们不找他 他也会找我们报仇的 我点了点头 难得冷静地说道 大壮姐说得不错 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这鬼市的事情 要是可以解决 咱们又会获得不少的应得 我们等着他找上门来就行 犯不上和他玩什么猫鼠游戏 实力够了 应对啥事都有把握 还是提升自己比较重要 柳大壮松了口气 放心了不少 你小子总算是开窍了 还有 这次过后 别总惦记那黄皮子 你这点应得 都浪费在了他们身上 呃 我有些尴尬地 挠了挠头大壮姐 这种事情吧 怎么说呢 先不说往后 就说今天 可能就得得罪他们了 说完之后 我看了一眼时间 对着灰钩子 吩咐到带路吧 先领我去一处 埋葬邪神的位置 估计秦政也快过来了 打开车门 我便敏捷地翻过了护栏 打着手电筒 冲向了远处 柳大壮一时失神 急匆匆地追逐着我的脚步 臭小子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个没脑子的家伙 又想钱啥 这事儿怎么 能和黄皮子扯上关系 跑了几分钟之后 我找到了一处 被挖开的洞土 一尊邪神雕像 赫然出现在我的眼前 周围散发着的邪气 似乎让寒夜 更为冰冷了不少 很快 我的电话便响了起来 打来电话的 正是已经和冰子会合的勤征 到了市吧 我小声吩咐道 让你买四个 你拿过来一个 其余地放在车上 对 往右手边走 别摔着 打着手电筒的就是我 你直接过来就行 挂断电话 我摩拳擦掌地准备着 接下来的计划 没一会儿 跌跌撞撞的勤征便 来到了我的身前 他怀里抱着什么东西 那东西被一块红布所包裹 笑 小先生 你要的东西 我扯开红布 将一块供奉牌 拿在了手中 看到供奉牌的一瞬间 包括柳大壮在内的三位大仙 便发出了惊呼声 黄仙躺口 咋了 我愣头愣脑地说道 没见过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请不来 还不能买一块 灰钩子头皮发麻地指着供奉牌 问道这 这东西还能买 有钱能使鬼推磨 没什么是买不来的 我好奇地对秦真问道 秦老板 你这效率还挺高的 说说 你是怎么弄来皇家供奉牌的 砸钱呗 秦真颤抖地解释道 按您说的 我去找寻看事儿先生 跟他们租赁黄大仙的供奉牌 说是用来镇压 我家的脏东西 起初他们的确不同意 指着我开了一个 让他们无法拒绝的价码 那些人就很开心地 将东西交给了我 小先生 我家的事儿您看 我信誓旦旦地拍着月兄府 保证到放心 以后皇仙罩着你 绝对没问题 说完 我一脸坏笑地 将指人贴在了皇家的供奉牌上 贴好之后 我唱起了神调 并且将事先准备好的树柳符 也握在了手里 伴随着神调的声音 一道皇物落在了指人上面 说时时那时快 在皇物稳妥 落在指人上的一瞬间 我便将树柳符贴在了指人上面 下一刻 只见那指人挣扎地晃动起来 就好像被赋予了生命力一般 黄大仙 别折腾了 等了你这么久 岂能让你跑掉 我抬起五王鞭 点在了指人身上 接下来你是听我的吩咐呢 还是说被我弄死呢 只听指人传来了一个尖锐的声音 他不屑地冷哼一声 能叫来我 想必你也是个吃阴间饭的 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黄大仙 弄死我 你也得有这个胆量 还没等我说话 战战兢兢的挥钩子便开了口 黄 黄大仙啊 您别把话说得这么死 别的我不敢说 但弄死你这件事吧 这混小子 还真敢 此刻的柳大壮 终于看明白了我的用意 他哀声叹气到谁贪婪 谁倒霉 我算是明白 这话是啥意思了 黄家大仙 虽说咱们同为武家之恋 但你落入这小子手里 就收起威胁的那一套吧 他让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否则的话 你真的会神行俱灭 别问为什么 只因为 他叫何苦 听到我名字的一瞬间 黄皮子陷入了沉默 只见那指人不住地颤抖起来 那个尖锐的声音 也没有了之前那种不可一世的叫嚣 你 你是何苦 该死的 怎么会是你 我打了个哈欠 有些疲倦的问到我很出名吗 你既然知道我 算了 我也不怕 被你们黄皮子惦记 叫你来这里 是有事吩咐你 我指了指邪神的雕像 和善道黄家大仙 这一次吧 我不是来针对你的 看见那尊雕像了吗 你敲碎它 我就放你离开 指人上的黄大仙 看了一眼邪神雕像 颤抖地问道旧 就这么简单 对 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就这么简单 说着 我便将指人从供奉牌上 接了下来 同时提醒道去吧 就这么一点点的小要求 别耍花样 树柳浮在身 你跑不掉的 指人提莫索到了雕像一旁 毫不犹豫地 将邪神的雕像 砸了个粉碎 别看这只是个巴掌大的指人 但指人身上 可盘踞着一位黄大仙 所以对他而言 弄坏一尊雕像不成问题 虽说吧 那雕像散发着 让他忌惮的邪气 但相比于我这个皮子杀手而言 他宁愿得罪邪神 毕竟招惹了邪神 他有黄家罩着 但要是违背了我的意愿 他真的会魂飞魄散 真棒 我取下树柳符 对着黄大仙挥了挥手 大仙 您慢走 以后常联系 黄皮子一头雾水 根本不明白 我究竟想要钱什么 但他哪敢多问 脱离束缚之后 那黄仙一阵黄光顿走西南 根本不敢多一刻地停留 不怕十二大的白九九一边 给青面鬼扎针 一边阴阳怪气道 就这么放了 我还以为 你得弄死他呢 你尝点脑子吧 我将供奉牌扔到了山下 随口说道 弄死他倒是简单 万一出了岔子 可就白忙活了 还是文妥点比较好 灰狗子嘴角抽搐的 看了看不见踪影的供奉牌 嘀咕道 这他妈叫文妥点 少废话 带我去下一处 我连忙吩咐到秦老板 我先过去 你再去车里取一块供奉牌 秦老板 低头一看 秦正已经昏了过去 这家伙翻着白眼 口吐白沫 几乎已经被吓个半死 玩独子玩意 又是个软蛋 我打开一瓶水 泼在了秦正的脸上 顺手又捏了捏他的人钟 行行 还没忙完呢 赶紧去取供奉牌 我不能靠得太紧 万一黄皮子跑了咋办 你是当场被吓死 还是被鬼怪害死 你自己考虑 缓过神来的秦正哭出了声 啥呀 指人都成精了 这也太吓人了吧 少废话 和刚才一样 取来供奉牌 后来找我 说完 我便让灰钩子带路 去找寻下一处 邪神雕像所在的方位 秦正也不敢怠慢 他是真的害怕 但除了本能的畏惧之外 他更想活着 之后的一切都很顺利 我让四位黄皮子 砸碎了 四尊邪神雕像 其中自然包括着 纠缠秦正家阴宅的那一个 忙完这一切 已经是凌晨三点了 我们也顺利地回到了车上 好累啊 终于解决了 我疲倦地靠在一背上 心情愉悦地说道 大壮姐 我这解决办法不错吧 不错 柳大壮苦笑道 除了祸害黄仙这一点之外 其余考虑的都很周全 你是真的牛逼 平日不烧香 有事黄仙刚 能者多劳吗 听到这四个字 灰钩子下意识地浑身一颤 此刻的他清楚地意识到 所谓的能者多劳 真的是谁都不放过 我坏笑道黄家这么厉害 还不能贸然打鬼 他们肯定会好好处理这件事的 对了 你检查检查 秦政的阴宅安稳点没有 希望黄家能扛下一切吧 不用你说 柳大壮无奈到刚才 已经检查过了 他们家的阴宅四平八稳 已经没问题了 虽说这家伙施工的时候 不小心弄坏了邪神雕像 但真正毁坏雕像的是黄仙 所以 鬼市里的鬼魂 已经不再纠缠他了 那就好 我打了个哈欠 拍了拍身前的座椅 兵子 开车吧 给我找个地方休息 实在是太困了 就这样 我们朝着市区折返 所谓 几家欢喜几家愁 除了不明所以的黄皮子 扛下了一切之外 某处幽暗房间内的怪老头 也猛地睁开了双眼 幽暗的房间中 巨大的邪神雕像 散发着妖异的气息 屋子内摆放着一个 灌满鲜血的木桶 木桶中古兽灵循的老怪物 猛地睁开了双眼 而他 便是邪神的供奉者 老怪物没有四肢 猙獰的他 无比癫狂地咆哮起来 东北马家 欺人太甚 上次是灰头老鼠 坏了我的好事 这一次 黄皮子竟然敢毁掉 我的心血 黄家 老父与你们不死不休 当叫车停靠在 酒店楼下的时候 我已经沉睡了过去 兵子自告奋勇到老板 您在车上谢一会 我背着何先生上去 不用 我来吧 为表诚意 秦征亲自背着我来到了预定的房间 刚一到门口 我便醒了过来 对着气喘吁吁的秦征 说道你 早点回去休息吧 家里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好不容易来省城一趟 明天带我四处逛逛 秦征连连点头没问题 小先生睡醒了 联系我就行 只不过 我还有一件事 有点放心不下 秦征担忧地问道 您让我借四块黄家的供奉牌 结果都被小先生给扔掉了 我该如何向那些看事先生交代啊 交代 我冷笑到你花钱了 你跟谁交代 他们又找不到你 还用得着你操心了 赶紧回家睡觉 用不着考虑那么多 打发走秦征 我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便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大中午了 提莫锁着响个不停的手机 我迷迷糊糊地喂了一声 大儿子 咋才接电话 你都快给我吓死了 事情解决得怎么样了 你没遇到危险吧 你走之后我就后悔了 我就应该跟你一起去 我坐起身来 哈欠连篇地说道 放心吧赖子 已经解决了 说出来你都不信 我在江北市遇见了邪神 供奉邪神那位 正是上次折腾孙友 才一家的幕后黑手 你说巧不巧 还有这事 电话一头的李赖子 惊呼到好家伙 那人竟如此厉害 连邪神都能供奉 太离谱了吧 大儿子 你要是解决不了 就赶紧回来 钱虽然重要 但永远无法和你的性命 安危做比较 知道吗 放心吧 已经解决掉了 我嘿嘿 笑到有黄大仙帮忙 那叫一个顺利 黄大仙 李赖子一度觉得 是自己听错了 直至我讲述了 事情的整个经过 他才明白 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你 你这小子 走到哪都能和黄家 扯上关系 不管咋样 还是小心点吧 我倒是无所谓 我愣头愣脑道 反倒是你 千万要注意安全 趁着棺材盖 还有作用的时候 一定要贴身携带 哦 对了 我激动地说道 省城真的很大 我想买点东西回去 你有没有想要的 和李赖子聊了一会儿 记住了他所说的几样特产之后 我便挂断了电话 穿好衣服 准备去洗漱的时候 我隐约间听到卫生间里传来了微弱的叫喊声 疑惑地推开房门 只见轻面鬼有气无力地哀嚎着 而白九九则是手拿尖刺 不停地扎在他的魂魄上 九九 我疑惑地问道 从回来到现在 你一直在折磨他 没错啊 白九九回答道 稍微松懈点 这婆娘就想往你身边凑 这执拗的鬼东西 我自然要给她点 颜色巧巧 但不得不说 这臭婆娘 真的是倔脾气 根本打不服 我苦笑道 真是辛苦你了 累了就休息休息 她除了缠人之外 对我也没有太大的威胁 那不行 白九九也犯了倔劲 执意道你 不用管我 我白嬷嬷就不信之不服她 我懒得搭理这两个执拗的家伙 而是打理着自己 收拾完毕 我叫来了灰钩子 吩咐道士试看 能不能找到这女人的尸骨 总纠缠在我身边 也挺烦的 早点处理 早点回家 灰钩子没有多言 她很清楚 这种脏活累活 她想要退也退不掉 一下午 我逛了很多地方 也买到了 李赖子期待的特产 晚上 我独自在大学城的夜市闲逛 感受着随处可见的朝气蓬勃 以及香喷喷的烟火气 说实话 我似乎喜欢上了这里 虽然这是我头一次来到省城 也是我第一次见识到热闹的夜市 但这里的氛围 真的让我很是享受 我有点想老爷子了 在我小的时候 我疯得厉害 他给我讲述着城里的故事 他说 让我早点好起来 让我考上大学 出去见见市面 夜市里 有很多和我年纪相旁的男男女女 他们拥有着我 遥不可及的大学生活 如果不是我走上了 出马弟子这条路 如果不是我注定吃这口阴间饭的话 或许 我也是以一位大学生的身份 出现在这里吧 街边的小吃很美味 我就像是饿极了的野狼似的 什么新奇的食物 都要品尝一番 就在我享受美食的时候 一位姑娘紧张地凑到了我的身旁 他拍了拍我的手臂 指了指右手边的方向 小哥哥 带着鸭舌帽的那个男人 拿走了你的手机 快去追 还来得及 我下意识地 提莫了 提莫口袋 瞬间我就慌了神 赖子的手机不能丢掉 我二话不说 便追了上去 人群的注视下 我将那人压在身下 用力地打了好几拳 手机还我 被我打得七昏八速的小偷 将手机还给了我 骂骂咧咧道 什么破玩意 一百块钱都没人买 拿走 嘿 你偷东西 你还有理了是吧 我一脚踹在那人屁股上 骂到赶紧滚 再偷东西打死你 小偷不敢逗留 很快便消失在了人群 拿回手机之后 我想好好感谢一下那位姑娘 可走了一圈 我也没能再度找到她 原来 坏人什么地方都有 当然 这个世界也不缺好新人 十点多钟的时候 我回到了酒店 不知道睡了多久 我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 只见一道人影 站在床尾 同时传来的 还有嘀嘀哒哒的声响 作为出马先生的我 有着敏锐的第六感 我能确定 这鬼东西 也就刚刚出现 也正是它的靠近 才让我从梦中惊醒 有些慌张的我 提莫锁着床头的开关 只听柳大壮在我一旁 深深地叹了口气 别紧张 她不是来害你的 巴搭一声 灯光照亮了房间 抬头一看 只见一个浑身是血的 年轻姑娘 站在我的身前 而她 怎么是你 这位姑娘不是别人 正是夜市中提醒我 丢了手机的那位好新人 这才几个小时而已 她怎么变成了这样 眼前的年轻姑娘 紧紧地闭着双眼 她面无血色 乌黑的绣发微微漂浮 她白皙的脖子上 有一道显赫的伤口 染红她白色羽绒服的鲜血 便是从伤口处流淌下来的 怎么回事 你 你怎么会死 我心跳飞快 有些崩溃的问道快告诉我 是谁害了你 是你 姑娘抬起手臂指向了我 紧接着 她猛地睁开了双眼 两道血泪 也从她的眼角开始流淌 是你害死了我 这是你做了错事 所付出的代价 那位姑娘嘶吼的同时 不属于她的双臂和双脚 出现在了她的魂魄上 紧接着 那该死的邪神面孔 也凶神恶煞地 覆盖了女孩原本的面孔 何苦 我们又见面了 邪神阴冷地笑道 你很不错 接连两次坏了我的计划 老夫与你不死不休 这丫头的命 是我向你收取的一点点利息 我双眼血红 怒意瞬间爆发 老东西 你找死 紧握着五王边的我 崩溃道 这和她有什么关系 按理来说 的确没关系 邪神阴冷地笑了起来 我只是为了让你清楚 你的所作所为 你坏了我的计划 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位姑娘帮了你 而她却因为你丢了性命 我想 这种滋味 一定很不好受吧 癫狂的笑声是对我的侮辱 更是煎熬着我内心的烈火 我低着头 愤怒已经占据了我的脑海 我不管你是谁 我也不管你多么强大 你想要报仇是吧 我随时欢迎你 我抬头看向邪神 冷笑个不停巧的事 你也将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我 何苦 也与你不死不休 邪神还想说些什么 但他开口的瞬间 紧握五王边的 我便冲了上去 邪神的身影 被我打得四分五裂 但他的声音 却没有因此消失 整个房间内充斥的 皆是他对我的取笑 就这点本事吗 看样子 能坏我两次计划的你 仰仗的不过是马家的大仙而已 你这样的对手 真是令我失望 等着吧 你在乎的一切 都会烟消云散 你身边的所有人 也会因你的无知 而丢掉性命 也许 我真的是无能狂弄 也许 我确实是被邪神 刺激到了内心深处的自责 封魔了好一阵子 直至声音消失了许久后 我才逐渐地安静下来 柳大壮漂浮着的雾气 靠在了我的身旁 柔和地劝说道何苦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 我也知道 你恨不得将那邪神剥皮拆骨 可事情已经发生了 再怎么懊恼 也无济于事 想办法送那姑娘一程吧 她不该沦为邪神的傀儡 我很少哭 但这一次 我真的没能忍住 大壮姐 她帮我抓到了小偷 我 我真的不想害死她 可她却因为无意中提醒了我 而丢了性命 这不公平 不公平 柳大壮拍了拍我的肩膀这世上 没有几件事是公平的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想哭就哭吧 凌晨两点 我开始收拾东西 整理完毕之后 我叫来了三位大仙 坚定地说道我报仇不隔夜 不管结果如何 我都想试试 嗯 我们陪着你 白九九帅先表了态 不管那邪神多么强 但她的手段 属实是天怒人怨 这口气 我也咽不下 多谢 道谢的瞬间 我义武王鞭 砸在了青面鬼身上 将她打得魂飞魄散 随时回来找我 告诉那老家伙 我会砍下她的脑袋 灰钩子也毅然决然道 没啥好说的 这次 我都看不过去 你让我挖 我就挖 给她祖宗十八代 都挖出来 也不在话下 深夜中 我急匆匆的身影 奔跑在这座陌生城市的 阴暗角落 几位大仙不惜 吝啬自家的资源 极力地帮我搜寻着 那位姑娘的阴气 此刻 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 这个仇 我何苦必须要报 大仙找寻阴气的效率很快 顺着他们的指引 我来到了一处 废弃的民宅 宅子四周 散发着浓郁的阴气 同时 独属于邪神的气息 也掺杂其中 进入空荡荡的房子 我看到了那位姑娘的尸体 可除了那具 被淹没在鲜血中的尸骨之外 此处再无其他 连一丁点属于她的魂魄 都不复存在 我将黄纸铺在地上 低沉着说道 叫魂吧 我要把她的魂魄带出来 好 我来帮你 柳大壮瞬间附在我的身上 和我一同摇晃着文王谷 唱着神条 灰钩子和白酒酒 也努力地收集着 那位姑娘的阴气 尽可能地 让我更好地叫来她的魂魄 过了很久 我疲乏地睁开了眼睛 咬紧牙关道大壮姐 叫不回来 嗯 柳大壮探吸道 那位姑娘的魂魄 被邪神抓住了 她不打算放开 我们也很难 把她叫回来 叫帮兵吧 我将四家堂口的供奉牌 立在了身前 随之跪在地上 磕了三个头 马家弟子 何苦请求四家帮助 今日叫魂若能成功 我愿拿出自身五成英德 来孝敬八方大仙 何苦 柳大壮大喊道你 你疯了吗 我很清醒 我拿出一道巴掌大的黑色小旗 将自身的阴气 覆盖在了上面 随之 我继续开口到魂帆隐魂 望至此 大仙助我一臂之力 我何苦 今日定要从邪神手中 带走无辜王魂 伴随着我的话语 魂帆开始飘动 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来越多的大仙 来到了这间狭窄的房屋 我的英德掉得很快 但好消息是 通过有限的阴气 我对那位姑娘魂魄的感应 越来越深 迟至某个瞬间 我撕心裂肺地喊出了一个名字 方小雨 跟我走 我送你 回家 当一道完整的魂魄 凝聚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终于是松了口气 可以正是这姑娘的身影 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心中的酸楚 更加的不适滋味 有劳诸位 我背对着前来的大仙们说道 应得收好 何苦在此多谢了 随着我的声音 四家的大仙们陆续离开 同时带走的 还有我身上一半的应得 我 方小雨浑浑噩噩地看了看四周 最后 她将目光放在了自己的尸体上 我已经死了吗 我好像记起了 四几倍 抱歉 我愧疚地说道 是我害死了你 真的很对不起 不是啊 方小雨摇了摇头 害死我的人不是你 她是一个戴着面具的可怕怪人 我长叹一声 道她是冲着我来的 你的死 和我有直接关系 很抱歉 我没办法让你活过来 我能做到的 也只是让你的魂魄 不受邪神的折磨而已 说着 我拿起了一张黄纸 吩咐倒钩子 通过她的魂魄 开始寻找吧 不管是供奉邪神那人 还是害了方小雨性命之人 找到哪个算哪个 这笔债 总得有个人要承担下来 灰钩子二话不说 随着她的动作 黄纸上也出现了不少黑色的痕迹 方小雨有些茫然 她消沉地问道 也就是说 我真的死了对吧 可是我想不明白 为什么那个人要害死我 另外 我们是不是见过 我看你有点眼熟呢 我紧握着拳头 没有逃避责任 对她做出了解释 大学城的夜市 你提醒我 手机被偷走了 正是因为你的好意 所以你被害死了 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我的内心更为煎熬 善意之举 却惹来杀身之祸 这真的没道理 也着实地不公平 我将事情的大致 讲述了一遍之后 方小雨原本较为 纯粹的阴气中 凝聚了不少的怨气 凭什么 我做错了什么 方小雨只问道 你的事情 和我有什么关系 这是因为我的好心帮忙 就要葬送了我的性命吗 我现在死了 尸体被遗弃在这个鬼地方 我家人怎么办 我的人生又怎么办 我低着头 声音哽咽了不少 除了对不起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吃这口阴间饭 也没有起死回生的本领 我能做到的 只是我尽可能对你的弥补 我也清楚 任何弥补 都无法和你的性命做比较 我不祈求你的原谅 但我会把你承受的痛苦 百倍千倍的 还给害死你的人 与此同时 灰钩子也有了新的进展 何苦 我找到了害死这位姑娘的真凶 她似乎不是供奉邪神那人 没关系 找到就好 我在黄纸上写下了方小雨的名字 同时拿出了一块崭新的供奉牌 方姑娘 我先将你请进来 之后 我会为你打造英宅 给你香火供奉 一直到你应受耗尽为止 至于你家人那里 我也会弥补英德 让他们百年之后 走得安宁一些 方小雨崩溃地抗拒起来 她怒不可遏地斥责道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我只想你回答我 我凭什么因为你而丢掉了性命 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原因很简单 我找不到推卸责任的任何借口 接下来 我呼唤着方小雨的名字 直至将她的魂魄 安顿在了供奉牌当中 走出废宅 柳大壮问道 找到那人你打算怎么办 杀了他不成 他一定要死 但我不会出手 柳大壮明白了我的意思 他继续说道你不出手 亏损的英德 就算不到 你身上了吗 无所谓 我冷冰冰地回应道 从拿出五成英德 让四家大仙帮忙就出方小雨 魂魄开始 我就没考虑过英德的损伤 走吧 先找到那人再说 昏暗的房间中 浸泡在木桶中的老怪物 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他的身前有一男一女 两人虔诚地抱着邪神的雕像 恭恭敬敬地等待着他的吩咐 大将 你去把神像重新摆放在那段路上 被吩咐的男人点了点头 二话不说的 便离开了阴森的房间 在那名为大将之人离开之后 女人开口询问道主人 是要放弃掉大将了吗 老怪物冷笑道 能从邪神手里 抢走那女娃的魂魄 足以证明对方非等闲之辈 说到底 这终究是东北马家的地头 和他们硬碰硬 绝非明智之选 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已经输给了对方两次 暂避锋芒 未必是件坏事 虔诚的女信徒不甘心地说道 就这么放过她了吗 那段阴间公路 可是主人耗费十几年的心血 打造而成 没了那里 主神何时才能普渡众生 主人 让我去吧 我一定杀掉那出马先生 老怪物摇了摇头最多一年 我会亲自取了他的性命 带我离开吧 现在不是和他纠缠的时机 你抓紧时间 要被他们找到我 就麻烦了 无奈之下 虔诚的女性徒之 能带着那老家伙离开 而这个女人所谓的信仰 更是狂热到 让人急被发凉 有信仰是一件好事 但错误的信仰 通往的必然是无尽的深渊 我回到了这段 让我熟悉的公路 翻过栏杆 我捏手捏脚地 走在崎岖的山坡上 十几分钟后 一个正在挖掘着什么的男人 猛然回头 他看着我的方向 惊恐地喊道是谁 怎么 你害怕了 我点燃蜡烛 烛光将我愤怒的面孔 硬衬出来 杀人的时候不怕 却怕我来锁命 你这人也是奇怪 这人便是被老怪物 指派到此处 安放邪神雕像的大疆 此时此刻 邪神雕像的安放 已经没有了作用 只是那老家伙 避免掉我通过此人找到他 而这大疆 不过是个被丢弃的棋子罢了 你是谁 大疆抱起邪神雕像 给自己壮胆的同时 也在威胁着我 主神会降临人世 清除世间的种种罪孽 我是主神最虔诚的子民 神会眷顾着忠实的信徒 说着 大疆用刀子 划破了自己的手掌 将流淌的鲜血 浇注在邪神的雕像上 紧接着 一股阴气向我袭来 但那些 阴气还没触碰到我 只听咔嚓一声 大疆怀里的邪神雕像 便彻底碎脸 看见了吗 我抱着方小语的供奉牌 冷笑到你的神 惧怕我 不 不可能 大疆狂热地咆哮道主神 会降临人世 消除掉你们这些邪恶之人 神 我低语道 让我看看 他是如何庇护你的 在我的声音下 一只手掌 搭在了大疆的肩膀上 紧接着 一个满脸是血 皮肉腐烂的面孔 贴在了他的脸颊一侧 鬼 鬼呀 大疆哀嚎一声 拔腿想要逃离 只见那只爬满蛆虫的手掌 遮住了他的眼睛 阴结地说着 蛊惑人心的话语 我一步步上前 阴冷地说道 你的神保护不了 你被鬼怪侵蚀 而你的神 本身就是恶鬼 这就是你虔诚的信仰吗 被鬼魂遮住了眼睛的大疆 兜兜转转 他始终没能逃出 我视线所及的范围 纠缠着 他的是一只 阴气很重的凶鬼 作为出马先生的我 和鬼打交道 再正常不过 除了消灭掉鬼魂之外 找他们帮忙 做一些事情 似乎也未尝不可 神 恶鬼也配称之为神吗 我对着大疆的方向 喊道别玩了 这是赏赐给你的猎物 在我的吩咐下 只见大疆跪在了地上 他捡起一块坚硬的石头 毫不犹豫地 往自己的脑袋上砸去 短暂的时间过后 大疆便倒在了血泊当中 再没有了一丝丝的生机 凶鬼蹲在大疆身旁 贪婪地吞噬着 散落下来的阴气 就像是 呃 极了的野狗似的 我走上前去 将事先准备好的黄纸 铺在了地上 看见我的动作 那凶鬼笑着问道 先生是和这人有 深仇大恨吗 出马弟子 纵容鬼魂害人这种事情 我还是头一次见 不管怎么说 多谢你给我的丰盛美味了 我点了点头 的确有深仇大恨 这人不死 这个砍我一辈子都迈不过去 有劳你了 也多谢你的帮忙 不过 你也该上路了 凶鬼猛然回头 呃狠狠地凝视着我小子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羡慕杀驴吗 我帮你弄死了仇人 你还想针对我不成 别说我瞧不起你 就你身边那两位大仙 还没被我放在眼里 那我呢 柳大壮瞬间出现在了我的身上 冷声问道 凶鬼害人 出马先生与马家柳仙消灭掉你 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该死 你们敢算计我 知道事情不妙的凶鬼想要离开 但我早就准备好的符咒 毫无差错地限制住了他的鬼魂 紧接着 我拿起五王鞭 朝着燃烧的黄纸 恶狠狠地砸了下去 一声哀嚎 凶鬼咆哮到怎么会这样 你这疯子 纵容我害人不说 竟然连我也不放过 你是神经病吗 这是什么桑尽天良的操作 应得 你个没脑子的 不在乎应得吗 我没有回答 而是将五王鞭 再度砸在黄纸上 几次过后 凶鬼魂飞魄散 同时与他一同消散的 还有那大疆 没能形成魂魄的全部阴气 狗子 我询问到 能找到供奉邪神的那老怪物吗 灰狗子摇了摇头 我尝试过了 那老家伙很阴险 我并没有办法找寻到他的气息 从那姑娘的魂魄 被叫回来开始 邪神的气息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想找到他 很困难 试试看吧 我躺在凹凸不平的山坡上 说道给你两天时间 找找看 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行 我尽力而为 灰狗子知道我的心思 更知道我的倔脾气 眼下已经做了很多错事 也就不在乎追查到底了 反正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做了 也就没有了回头的可能 清晨 我回到了酒店 疲惫不堪的我 倒头就睡 事到如今 我只能期盼着 灰狗子能带来一些好消息 至于方小雨的魂魄 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 两天的时间过得很快 我没有因为大疆的死而牵扯到麻烦 毕竟 他的确不是我弄死的 灰狗子依旧没能找到那该死的老怪物 甚至是轻面鬼的尸体 他也没能找到 这也就意味着 一来是我没办法彻底的报仇 更别说除掉那老怪物 已决后患了 二来 这不咬人恶行人的轻面鬼会 一直纠缠着我 直至我可以找到他的尸骨所在 不甘心 抓心挠肝的那种 这趟省城之行起初的时候 还是很顺利的 可后续的走向 却给我留下了不少的阴影 帮助勤征解决阴宅的麻烦 断掉了邪神的阴间鬼事 让我得到了不少的阴德 可总体来看 我亏损的比赚到的还要多 也就是 我拥有不少阴德傍身 不然的话 喊帮兵救鬼魂 和纵容兄鬼害人这两件事 恐怕就要 葬送了我的性命 为了表示对我的感谢 秦真不仅给了十万的看事钱 更是送了不少的礼品 得知我要回家的时候 他还让兵子开车送我 我这人做事很少后悔 但这一次 我宁愿那日在周昆找到我家的时候 就该给他们扫地出门 可是 如果我拒绝了那日的请求 秦真一家人 又会有着怎样的境遇呢 得失二字 似乎不是我一个大傻子能看透的 回到家的时候 李赖子并不在家 如果是以前的话 我一定翻遍整个村子去找寻他 可现在 我没有这个心情 将方小语的供奉牌摆放好之后 我将他的鬼魂叫了出来 这几天下来 我对于他的愧疚之多不少 这期间 三位大仙劝说过我很多次 我也清楚 他的死的确和我没有直接的关系 可不管怎样 要不是我惹怒邪神 他也不会沦落到身亡的下场 所以 该承担的 我不会逃避 对于他的补偿 也不是随口说说而已 要知道 方小语不过是个刚凝聚而成的小鬼 我一个出马先生 若真想不管不顾 再简单不过 方姑娘 这是我家 我平静地说到 未来的日子里 我会给你找寻阴宅 会拿出些许的阴德给你铺路 直至你阴寿耗尽 离开这个世界为止 很抱歉 我没有勇气去接触你的家人 我能做到的 就是 护你们家阴宅的周全 等你父母百年之日 我也会用阴德替他们开路 方小语沉默不语 他成为鬼魂也有几天了 别的不好说 但他清楚 我这位吃阴间饭的 绝对是他的克星 你先适应一段时间吧 等你习惯了鬼魂的身份之后 我会让你回去看看父母 也能让你给他们托个梦 答应你的 我一定会做到 只要我有一口气在 这个承诺就不会失效 方小语冷冰冰地 回到了供奉牌中 在这之后 他很少出现在我面前 直至某一天 方小语从其余鬼魂口中 得知了 应得是何等的珍贵 他才意识到 我今日许下的承诺 是有多么大的分量 道理很简单 能有应得傍身 顺利踏入阴槽 是无数鬼魂 穷极一生的追求 可残酷的是 绝大部分的鬼魂 都会消散在 这条凶险的道路上 至于我 并没有觉得 应得有多么珍贵 站在我的角度上来看 错了就是错了 我做的再多 也无法用死后的一切 去弥补生命的价值 而我 更是没有 因为过今日的许诺 感觉到一丁点的后悔 这可能 也是真实的我吧 傍晚 外面下着小雪 李赖子还没有回到家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不省心的家伙 估计又要出意外了 李赖子电话关机 不知道去了哪里 从那天打电话 说了几样想要的特产之外 他便没有联系我 我也是因为心烦意乱 没有给他打电话 此刻算是冷静下来的我 也开始担忧起来 思前想后 我走出了家门 来到了何庆家的二层小楼 进屋之后 我看到了 何庆惨嘻嘻地躺在沙发上 他脑袋上绑着纱布 眼眶也紫了一大片 看到我之后 何庆匆忙起身 还没等我发问 他便开了口 小何苦 这次真不怪我 看见没 我脑袋上的伤口 是赖子拿酒瓶砸出来的 还有我这眼睛 也是他打的 你一走 这老小子 简直是不服天朝管 我让他少喝点 他给我开了瓢 我让他在家里玩牌 他说打得小不刺激 给了我一拳之后 就不知道去了哪里 真不是我不放在心上 是这李赖子简直疯了 拦都拦不住 我叹了口气 心情复杂地问道 你怎么样 用不用去大医院看看 没事 皮外伤 何庆也是憋屈不已 他郁闷地说道 我这皮糙肉厚的 挨顿揍没大碍 但我心里委屈啊 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非得揍他一顿不可 那死出 太让人生气了 你好好养伤 等我给他救回来 让他给你赔礼道歉 走出何庆家的大门之后 我便恶狠狠地说道 找到赖子 今天要磨他挨顿揍 要磨黄皮子倒血霉 磨睡了来枕头 气不顺来找打的 也挺好 能给我找个发泄口 话音刚落 我一五王鞭 便砸在了青面鬼的脸上 你瞅你妈呢 跟个紧急出口似的 滚犊子 找到李赖子并不困难 这老混蛋也没走远 他在山上 当我看到他的时候 他正挂在一棵树上 巧的是 那棵树正是当年 吊死我父母的那棵 李赖子被绳子 套住了脖子 他一动不动 看上去就像是死了一样 但我清楚 他没死 因为有两只黄皮子 正抓着他的肩膀 黄大仙 你们这是等我呢 我把玩这手里的五王鞭 只了指李赖子弄死得了 也能让我省心不少 钱嘛 还留口气啊 李赖子睁开了双眼 他的眼眶周围 弥漫着一层黄雾 何苦 我问你 为何有四家黄仙堂口 被鬼魂冲撞 那些鬼东西是哪来的 我冷笑一声 调侃道 感情让我来这儿是 为了这事啊 怎么 你们黄家还怕鬼魂纠缠不成 送给你们的应得都不要 我还以为你们喜欢呢 少废话 李赖子尖锐地喊了一嗓子 随之挂在他脖子上的绳子 也收缩了不少 告诉我 你这臭小子 到底钱了什么缺的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不耐烦地说到我一个好大哥 听说你们黄家总欺负我 就帮我出头恶心你们一下 我 何苦 一个刚成为出马弟子一年的毛头小子 能有那种本事吗 还有 我好大哥说了 以后弄死你们黄家 你要有问题就找他去 别跟我在这要我喝溜的 我指了指李赖子至于他 要么弄死 要么把人给我放下来 你爷爷我今天气不顺 惹得我不高兴 我晚上 就去捅皮子窝 烧皇家庙 何苦 李赖子 咆哮到皇家 绝对要你血债血偿 要你承受无法想象的痛苦 说完了吗 我面无表情地向前走去 说完了就做决定吧 我不想听你们这些 呲哇乱叫的鬼动静 扑通一声 李赖子从树上掉了下来 与此同时 两只黄皮子从树上跳了下来 想要离开 煞时间 我掏出弹弓 便将准备好的石头打了出去 一只黄鼠狼应声倒地 另外一只 也在我的追逐下 丢掉了性命 臭小子 你找死 李赖子身上的黄仙怒声道 真给你脸了是吧 闻到你了 我拿着五王鞭便冲了上去 不管不顾地打在了李赖子的身上 黄皮子吃痛 雾气溃散了不少 紧接着 那附在李赖子身上的黄仙 也飞快顿走 慢走啊 黄大仙 我摆了摆手 下次见面我弄死你 还有 别忘了我好大哥在盯着你们 他弄死黄大仙的手段 比我可力所多了 没过一会儿 李赖子便醒了过来 他看到我的一瞬间 就好像耗子见了猫似的 第一反应 便是想要逃跑 怎么 好了 就不回来了 我靠在树上 懒散地问到酒要少吃 是要多汁 又不是不让你喝酒 控制一下不行吗 喝醉了倒头就睡也行 你瞅瞅 你给和庆打的 那叫一个惨 他没揍你一顿 你就偷着乐吧 赖子 你年纪大了 多注意身体 老小孩 老小孩 你这一天天 怎么比我这个傻子 还让人操心 李赖子不停地点头 真就像是 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 大儿子 我 我错了 我不该这样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我知道是黄皮子的原因 我面色复杂 忧心冲冲到赖子 黄皮子在你身上使了手段 我知道这滋味不好受 但不管咋样 你自己 也抗衡抗衡 不论何时 别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还有 上次看事的钱 还剩下多少 李赖子搓着衣脚 小声地说道 还剩下三五千 我没有责备他 也料到那笔钱 肯定是 被他拿着赌了 走吧 去给和庆赔个不是 钱输了要认 这叫运赌服输 做错了事也要道歉 毕竟是你不对在先 我将李赖子搀扶起来 顺手将一张银行卡递给了他 这里面还是十万 省着点花 不行 李赖子连连拒绝你拿着 别给我了 我要是哪天忍不住 肯定又输得一钱二斤 少废话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我平静如常地说道钱 和你相比 还是你重要一些 你兜里有钱 输就输了 要是没钱 哪个脾气不好的 给你打死了 我找谁说理去 其实我也清楚 我的行为是在助长歪风邪气 可我更清楚 李赖子根本抗衡不了黄皮子的手段 有钱傍身 多多少少能留下一条命 要是没钱 那些赌徒真就什么事都能钱得出来 我不可能随时随地都跟在他身旁 而我的要求也很简单 那就是让李赖子尽可能地活着就好 之后 我带着李赖子 去给和庆赔了不是 也将从省城带来的特产送去了一些 回到家里 似乎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但我清楚 不论是黄皮子 还是那供奉邪神的老怪物 他们的眼睛 都在暗处盯着我 夜半 我坐在院子里 对着柳大壮问道 大壮姐 真的没办法消除掉赖子身上的问题吗 没办法 柳大壮干脆地说道 黄皮子和你之间是死仇 他们不会给其余四家丝毫掩面 哪怕是胡家也不例外 你应该清楚 很多次 黄家都是用黄皮子的性命 来和你两败俱伤 根本不可能有缓和的余地 再说 你小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黄皮子说杀就杀 黄大仙想打就打 连黄家庙你都敢烧 现在又把鬼市推向了黄家堂口 换作是我 也绝不和你善罢甘休 我拍了拍额头 朝着屋内走去 算了 不想了 人各有命 谁都不例外 春暖花开 万物复苏 除了我又疯疯傻傻了好一阵子之外 这世间的一切似乎都在恢复着生机 这日村里的孩子王找到了我 他不是别人 正是何庆的外甥赵小军 在整个望山村 赵小军第二怕的是何庆 因为他从小到大 没少挨这个舅舅的打 至于他第一怕的 自然是我 因为那个晚上 我是真真切切地想弄死他 而且支差了一点就能成功 在我和何庆家的关系缓和之后 赵小军这天生胆子大的主和我的关系 也走进了不少 他也是同龄人中 唯一一个赶来我家敲门的存在 此时已经傍晚 赵小军将李赖子支走到何庆家蹭饭之后 便急匆匆地说明了来意 苦哥 我 我可能闯祸了 赵小军心急如焚地说到我下午的时候 带着村里的孩子去森林中捉迷藏 总共九个人 结果只回来了七个 我不敢回家 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吧 我知道 苦哥本事大 要是出了事 我可就废了 我看了看和我个头差不多的赵小军 无奈到你 你一个十六七岁的大小伙子 能不能别这么幼稚 啥岁数了 还捉迷藏 哎呀 苦哥 你可别说我了 我都快急死了 赵小军抓耳挠腮道 你也不是不了解我 我就喜欢这种当老大的感觉 谁能想到 玩个捉迷藏 能给人玩丢了 眼瞅着到饭点了 要是找不到 我二就非给我打死不可 我拿起黄纸 将徽家的供奉牌 压在了上面 同时吩咐倒押一块钱 我帮你问问 赵小军迟疑地掏了掏口袋 尴尬问道 先欠着刑部 颇为无奈的 我给了赵小军一个硬币 无奈倒计 记得还给我 黄纸铺好之后 赵小军连忙说道 刘梅 九岁 他是刘大夫的小孙女 还有高明 今年十四 这两个人不知道躲在了哪里 我们翻遍了林子都没能找到 我写下了两个名字 随口问道 高明是不是那高小翠的弟弟 赵小军一愣 随之点了点头 对对对 就是那红裙子 话说了一半 赵小军便不敢多言 毕竟他是见过鬼的 也知道高小翠是已死之人 随着一道火光的燃起 我开口吩咐道勾 勾子 帮忙找一下这俩孩子 找到了给你香火 吩咐过后 我没当一回事的 和赵小军闲聊起来 这么大个小伙子 别怕这怕那的 捉迷藏嘛 说不定知识人家藏得好 你没找到而已 希望如此吧 赵小军惆怅 道之要不出事就好 我真是怕得不行 足足过了半个小时 挥钩子还没给我答复 这一刻 我意识到 事情恐怕有些不对劲了 要知道 这灰头老鼠盘踞的漫山遍野 找两个小家伙而已 根本不应该这么困难才对 外面已经黑了天 虽说现在天气暖和了 但山林里 也不是两个迷失的孩子 能安全度过的 钩子 我敲了敲弓凤牌 问道环 还没消息吗 有点不对劲 挥钩子的声音 传进了我的耳朵里 确定是在山里吗 基本上已经翻遍了 总不能跑到深山了吧 听到这话 我立刻问到赵小军 你如实告诉我 你们去没去深山 你又是从什么时候 发现丢了两个人的 我哪能去深山 再说了 我带着一帮孩子 也没那个胆量 赵小军擦拭着额头的冷汗 匆忙地说到 我们玩最后一局的时候 人还骑着呢 到现在为止 最多也就两个小时 我想了想 难难到去深山的可能性 的确很小 嘀咕一嘴后 我再次吩咐到钩子 你再找一圈 要是还没消息 就扩大搜索范围 还有 如 如果遇到可疑的阴气 也记得通知我 两个孩子岁数不大 这大晚上 林子里还是很危险的 灰钩子连忙说道行 我这就去 话音刚落 急到手电筒的光束 便急匆匆地 照向了我家的大门 李赖子与何庆 走在最前头 村里的刘大夫 和我不熟悉的几个成年人 紧随其后 赵小军 你个王八犊子 给我滚出来 何庆怒骂个不停 吓坏了的赵小军 连忙躲在了我的身后 别躲了 找人要紧 我带着赵小军走出了房门 看到我的身影之后 何庆冷静了不少 而刘大夫他们 则是小心翼翼地 站在大门口 根本不敢向前一步 何叔 赵小军跟我说 说了事情的经过 我让大仙帮忙寻找了 你们别太着急 听到我这么说 何庆放心了一些 那就好 辛苦你了 何庆瞪了赵小军一眼 咬牙切齿道 你个小犊子 等完事了 看我怎么抽你 二哥 赵小军的母亲不满地说道 小军带着一群孩子玩 也不能啥都怪他 我儿子也是好心好 一帮大伙看娃 这浓忙的季节 小军不也是替大伙 分担压力吗 再说了 一起去了九个孩子 就凭小军年纪大 过错就全甩给他的不成 女人说完 一个孩子的母亲 便开口反驳 我儿子都说了 那会太阳快落山了 林子里乌漆嘛 嘿 大家都想走 只有赵小军不同意 还仗着自己年纪大 吓唬其他孩子 要不是他威胁 哪能有这档子事 我瞥了一眼赵小军 后者慌张低头的瞬间 这一刻我就清楚 对方在这事上 没胡说八道 赵小军什么德性 我是清楚的 他是孩子王不假 更是出了名的 混小子 不用人家多说 我都能想象到 当时的场面 嘿 你这话说的 就非得把过错 都放在我儿子身上呗 赵小军的母亲 是出了名的泼辣 事情还没找到 解决的办法 他便开始 和对方争吵起来 你们一天忙的时候 不说 不让自己孩子 别跟着小军玩 这刚出了点问题 就推卸责任 咋就这么不要脸呢 很快 一行人就在我家门前 吵个没完 心急如焚的刘大夫 怒声呵斥倒行了 能不能消停点 训斥过后 刘大夫鼓起勇气 来到了院子里 对我询问道 小何苦 我孙女能找到吗 我儿子儿媳在外务工 要是给孩子弄丢了 我可怎么交代啊 等了许久 我再次等到了 灰钩子的答复 李赖子那只瞎了的眼睛 看不到人 但却能看到 他人看不见的东西 当他看到灰钩子出现的时候 李赖子便笑了起来 各位 别担心 我大儿子的本事厉害着呢 找两个孩子而已 绝对没问题 此刻 我可没有李赖子那种自信轻松 相反 我脸色越发地凝重了不少 和傻子 人还是没能找到 要么是那两个孩子 根本不在山林 要么是他们被脏东西 给藏起来了 我认真的 寻味着灰钩子的话 也察觉到了 他话语中不对劲之处 人如果不在山林 你想找到眼 也并不是难事才对 但你却说 被脏东西藏了起来 这话是什么意思 因为千鬼拜山的缘故 导致望山村存留的魂魄并不多 我能想到的 也就是这一年多以来过世的村民 还有之前徘徊在村外的高小翠一行小鬼 就算是外界来了一些鬼魂 也应该是找寻一些栖息之地 而不是大张旗鼓的作乱才对 想到这里 我追问到想说什么就赶紧说 别 别藏着掖着 后山的阴气很乱 情况有些复杂 听到这话 我下意识地问到赵小军 你们去的是后山 那里是 是坟地 有啥好玩的 赵小军低着脑袋 双腿发软地解释到我 我真没想那么多 我当时就寻思 后山有不少坟墓 比较刺激 也更容易躲藏 你个别犊子 我抽死你 何庆捡起一根木头 就要教训赵小军 他刚上前一步 便被我的眼神所制止 要打回家打去 在我这儿 别添乱 我整理着思绪 思考着后山 为何会有 阴气混乱的情况发生 如果是千轨拜山之前 我倒不觉得意外 毕竟那里 的确存在着很多亡魂 可现在 除了我给老孙家 布置的风水宝地 是一处凶险之外 整个后山 应该很平和才对 但灰钩子的讲述 无疑表明着 眼下的后山坟地 十分的不太平 想到这里 我连忙吩咐着何庆叔 让大伙帮帮忙 先找到孩子再说 记住 让大家结伴走 跌落单 天色晚了 可别再出什么事 何庆还是很有大局观的 他脾气暴归脾气暴 但不至于不识大体 因为李赖子的信誓旦旦 他才以为 找到两个孩子 对我来说很简单 但我现在的吩咐 无疑表明着 事情有些棘手 很快 何庆便张罗起来 让村民们去后山 找寻丢失的两个孩子 在我金屋收拾东西的间隙 李赖子连忙寻问到大儿子 你的意思是 灰钩子没能找到那俩孩子 这怎么可能 我也不清楚 他说后山的阴气很混乱 我过去看看 才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李赖子有些担忧地问道 该不会是你弄的 那块坟地出了问题吧 话音刚落 赵小军和他母亲 便推开了房门 我这位没问到 还有什么事吗 没 没什么 女人紧张地摇了摇头我 我就是想求求你 一定要找到那两个孩子 没别的事 我没有搭理对方 而是拿起背包 走了出去 没一会儿 我就来到了后山山脚 对于这里 我再熟悉不过 但这一次 我出入过无数次的后山 的确散发着一股不祥的气息 李赖子遮住眼睛瞧了瞧 惊叹到 阴气咋这么重 除了重不说 还这么复杂 这是给哪个乱葬岗 牵到咱们村了不成 我请来了柳大壮 手拿黄纸向后山走去 大壮姐 帮忙收集一下阴气 后山不该这样的才对 柳大壮也不废话 和我一同 将散落在整个后山的阴气 收集在黄纸上 李赖子紧随着我 分析到 这绝对不是一座 坟能造成的影响 我感冒 这后山的鬼魂数量出奇得多 连他都能看出来的眉端 我怎会察觉不到 短短的几分钟而已 黄纸上便出现了 各不相同的黑色痕迹 这无疑表明着 后山不仅阴气重 而且种类繁多 也就意味着 盘踞于此的鬼魂数量不少 大壮姐随便叫来一个问话 我盘膝坐在地上 一边摇晃着文王鼓 一边哼唱着神调 很快 一道残缺不全的魂魄 便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看向那眉脸子 我冷声只问道你是谁 来自哪里 回答我 鬼魂瑟瑟发抖地回答道 小的王武 杨树震生人 杨树震 我不知道在哪里 但这个眉脸子 却是不是望山村的鬼魂 而他只是个寻常的小鬼 随随便便能被我打散的那种 杨树震的鬼魂 你可知道这是哪里 没脸子摇了摇头先生 我不知道这是哪里 可我家在这儿啊 家 我自然知道他所说的 家指的是阴宅 我用毛笔写下了对方的名字 随之让柳大壮帮忙查看 仅仅是一个呼吸的功夫 柳大壮便给了我答复 但他的声音 却是惊讶无比 小何苦 这王武的阴宅和阴吉 就在后山 怎么可能 我震惊到他 根本不是望山村生人 也并非死在此处 他的阴宅 为何会在后山落户 作为一个 能叫上来上千个鬼魂姓名的我 对于望山村存在过的鬼魂 那叫一个了如指掌 可这王武 究竟是什么鬼地方冒出来的 关键是 他来的还有理有据 阴吉阴宅都在后山 别说打了 就算是给他驱赶出去 都有损我的阴德 我没见过 这种离奇的事情 柳大壮对着那小鬼挥了挥手 随之又叫来了几个鬼魂 叫来的都是这种 不足为惧的没脸子 而他们的回答 和那王武如出一辙 更离谱的是 那些小鬼也都在望山村的后山安宅落户 就好像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似的 离了个大谱 我脑神经都要稍短路了 也没能想明白 此事的合理解释 将东西收好之后 我急匆匆地朝着老孙家的坟地走去 十多分钟后 我来到了那处凶的 兄弟只有孙正旺的坟墓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 就连凭空出现的魂魄 也没有靠近此处 可以说 整个后山的情况 与这处坟墓毫无关系 兄弟稳定发挥着效果 也给孙友财家 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自打孙正旺死后 孙友财家事事不顺 除了孙正旺的妻儿 相继死亡之外 整个老孙家 可谓是鸡飞狗跳 不得安宁 这一切 是我希望看到的 也是我意料之中的 当然 孙正旺妻儿的死 和我一毛钱的 关系都没有 原因在于 那供奉着邪神的老怪物 小何苦 后山的情况 与这凶煞之地无关 柳大壮说道 这里 为何会变成这样 后续再查看吧 关于那两个孩子的失踪 你打算怎么办 我拿起黄纸 指了纸上面的阴气 鬼魂不少 绝大部分都是 不成气候的没脸子 他们还没有害人的本领 但除了那些小鬼之外 也有一些兄弟的家伙 从他们入手吧 思绪片刻 我分析到遮掩 打墙 蛊惑人心的鬼魂不多 找到一个算一个 是个办法 刘大壮拍了拍我的肩膀 吩咐到右手边走 那里有凶鬼的阴气 顺着刘大壮的指引 我打着手电筒 加快脚步地追寻着凶鬼的阴气 还没等找到凶鬼 我便遇见了满头大汗 惊慌失措的刘大夫 怎么只有你自己 我疑惑地问道 不是说了吗 别落单 出 出事了 刘大夫气喘吁吁道 我是跟着何庆来的 他刚才突然间倒地不起 好像 好像已经死了 死了 我惊呼道 怎么可能 那么大一个人 说死就死了 我也不清楚啊 刘大夫吓得不轻 连忙解释到我提莫了脉搏 一跳不跳 鼻息和心跳都没了 你赶紧过去看看吧 带路 我跟着刘大夫跑了过去 他对我说 何庆倒下之前 一丁点的反应都没有 就好像一个瞬间 一个活生生的人 就失去了生命似的 正如刘大夫所说的那般 找到何庆的时候 他的身体已经凉了 我蹲在何庆的身旁 一头雾水地嘀咕起来 突发疾病 还是说被鬼魂害死的 前者可能性比较小 但若是后者 那得是多可怕的东西 柳大壮见多识广 但此刻也被这场面弄得一脸猛 他仔细地查看着何庆的阴气 疑惑到 没有阴气缠身 更没有什么鬼魂留下来的痕迹 难不成真是突发恶极 我将黄指铺在了何庆脸上 正准备进一步排查的时候 只见何庆猛地伸出了双手 死死地抓住了我的脖子 何庆双眼漆黑 嘴角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与此同时 一团阴气就好像突然出现一般 笼罩住了他的身体 我反应很快 抽出五王鞭 便砸在了他的额头上 可就在这时 一双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只听我身后的刘大夫 英杰地说道我 抓住你了